很快 五人就来到了英灵殿堂前 只见一名有着紫色眼瞳的三米高的人族大汉 正悠哉地坐在殿堂门口 正是周周许久未见的藏海守护者 而在他的身后 则是两对身穿华丽金色铠甲 一脸严肃的守护骑士 殿主大人 藏海守护者看到白河后 立刻站起来恭敬道 随后他就看到了在白河身后的周周的人 决定使用剩下的英灵英雄名额了吗 藏海守护者笑着对周周道 周周文言也不好解释 只能笑着点了点头 这位领主的野心可不小呢 人家这次过来想要的 可不是超凡级英雄传承 而是神级英雄传承 白河笑了笑 说道 藏海守护者文言嘖嘖撑起起来 然后他的目光一转 就落在了他身后的许安身上 随后他就眉头一挑 神色惊诧道 这小子 钱力不错啊 开门吧 白河点了点头 没有多说 是 藏海守护者点了点头 随后右手一挥 就见他身后的两对守护骑士 拉开了英灵殿堂的沉重大门 焦阳 许安 你们两个进来 小彩和艾伦就罗布在门口守着 白河道 随后便走向英灵殿堂 周周和许安也跟着走了进去 为什么只让他们进 我也想进去看看 鹿彩小声嘀咕道 脸色有些不满 他很想知道 焦阳领主带来的那个人族 能被多少英灵睁开眼睛注视 小姑奶奶 任性也要看地方啊 在英灵殿堂这里 可不是您任性的地方 罗布在旁边给这位小姑奶奶 捏了一把汗 知道了 鹿彩尔嘟了嘟嘴 没有再说了 而这时候 藏海守护者看着逐渐关闭的殿堂大门 也反应过来了 白殿主给他们获取 神级英灵传承的机会了 鬼鬼 那人的资质是不错 甚至可以说 是他生平仅见的 天资卓越的年轻人 但也不至于就因为他资质好 就直接给对方一个神级英雄传承吧 所以这个焦阳领主 到底给了骑士圣殿多大的好处 才会让白殿主 愿意付出一个神级英雄传承 藏海守护者心中惊奇 英灵殿堂内 当周周等人刚进入这里的时候 第一时间便感受到了 那来自三百多位英雄英灵的庞大威亚 不过 徐安身居屠龙意志 周周更是具有屠龙王意志 而白和自然不用多说 所以三人都没有受影响 站在这里不要动 安心接受来自英灵们的考验 如果你心里有鬼 或者觉得自己品行不过关的话 我劝你早点离开这里 白和淡淡道 徐安抿了抿嘴唇 正要说什么的时候 自己投来鼓励的目光不知道为什么 徐安看到周周的目光后 心中莫名一定 他没有说什么 只是点了点头 白和见此也不再多说 整个英灵圣殿陡然安静下来 周周和白和都看着眼前的这个沉默寡言 背负血影剑的年轻人 尤其是周周 他看着徐安的目光中充满了期待和信心 徐安作为他的传说度人才 对于他的来历和背景 周周自然是放心的 至于他的为人方面 周周也很有信心 而他的信心来源则是来自于他的六感 周周作为混沌人族血脉拥有者 他的混沌人族血脉 每一次晋升时 他的六感也会随之增强 在最开始的时候 他的六感增强后的表现很一般 比如 视觉上是能够看得更远更清晰 听觉上也是能够听得更清楚 嗅觉上也是能够闻得更远更清晰 嗅觉分辨力也更强 触觉也是更加清晰敏锐 至于最后的第六感 也就是星觉 则是他感觉唯一很明显的感官提升 他有些类似于天赋 危险预知 但效果弱于危险预知 并且 他不但能够提前察觉到危险 还能够隐隐察觉到 对自己好的事情 以及其他的事情 颇有点预知或福的味道 只是这份预知感 不怎么明显 不过就在他用诸多血脉 将自己的混沌人族 提升到钻石级之后 他能感觉到 自己六感的提升 得到了突飞猛进的进步 尤其是星觉 更是觉醒了一个新的能力 变善恶 他可以直接通过直觉 就判断出一个生灵的善恶 甚至哪怕是许安这种 失去了大半过往记忆的人 他都可以凭借星觉 判断出 对方以前是不是个恶人 而许安显然不是 所以 周周才如此信任对方 哪怕他刚刚加入他的领地不久 在他刺杀诸多万族领主立功之后 就立刻给他准备英雄传承 如果许安是个恶人的话 哪怕他资质再高 周周都不会给他半分好处 就在这时 英灵殿堂的诸多英灵们 终于发生了变化 只见一个手持常见的 侠客打扮的人族青年雕像 睁开了十眼看向许安 紧接着 是一个手持双笔的黑衣刺客 睁开了十眼看向许安 随后又是一名身上 挂着诸多暗器的老者雕像 睁开眼睛看向许安 一个个英灵 纷纷睁开眼睛看向许安 白河一开始的时候 神色倒还平静 不过 当睁开十眼的英灵数量 达到十尊的时候 他眼神中出现了一缕波澜 这么多英灵们都认可这小子 看来这小子的品行确实不错 片刻后 当睁开十眼的英灵数量 艾伦来这里的时候 也只是让十六名英灵睁眼而已 没想到 现在就让这年轻人给超越了 这小子前途不可限量啊 白河心中感慨 与此同时 英灵们还在不断地睁眼 很快 就有足足三十尊英灵睁开了眼睛 白河神色严肃了起来 三十名英灵 这在人族历史之中 都足以排名前十了 第一自然是周周 众多人族高层一致认为 那次周周之所以让三百一十二名英灵 全部睁眼 不是因为 他能够让三百一十二英灵们全都满意 而是因为当时的英灵殿堂中 只有三百一十二名英灵 片刻后 整个英灵殿堂中 终于不再有英灵 继续睁眼看向许安 白河深吸一口气 周周脸上也出现了笑容 四十六名英灵睁眼 许安果然没让我失望 白殿主 我这下属前置如何 周周看向白河 笑着说道 在人族历代天才之中 他可以排进前五 白河沉默几秒后说道 他瞥了一眼周周 想起了他身边那位 能够复活英雄的主教 以及其他诸多能人 甚至还有龙族下属 心里甚至有了点酸酸的感觉 这小子 凭什么身边这么多人才 他不由想起了 自己以前刚刚得知 至高一致 要从诸天万界 引来万界各族领主 角逐至高领主之位的时候 那时候的他 认为至高一致 就算从诸天万界 引来万族领主 也不一定能够赢过 他们这些老牌领主 毕竟至高大陆上的本土生灵 在至高大陆 以及其他世界 都已经经营已久 底蕴早就无比深厚 这些万族领主出来乍到 就算他们天赋惊人 能翻出什么浪花来 现在看到手段 女能人层出不穷的 娇阳领主 他心中一直以来的想法动摇了 难道至高一致 早已经预料到了这种事 所以才放弃他们 选择诸天万界的 万族领主的吗 他想了几秒 随后心中叹了口气 不再多想了 毕竟已经没用了 那白殿主 愿意答应我的请求吗 你那位生命女神免下的主教 现在能复活什么层次的英雄 白和看着他问道 超凡中级 和超凡中级以下的英雄 皆可复活 周周道 复活层次太低了 白和皱眉 没办法 想要提升复活层次 只能等我以后领地 层次提升才可以 另外我还欠缺一个复活条件 没有这个复活条件 我也没办法 让他给你们复活英雄 不过这个条件 想要达成并不难 周周道 他说的条件 自然是圣灵级信仰神经 这种宝物 不过这玩意虽然稀有 但是他两三天 就能爆出来一颗 所以周周并不担心 会因为这东西 耽误复活的事 白和文言无语地 看了他一眼 合着你是什么都没准备好 光凭一张嘴 就想从我这里 拿一份神级英灵的英雄 传承试吧 他心里摇了摇头 倒也没说什么 毕竟对方的复活能力 是实打实存在的 只要有这个能力在 其他都是小问题 他成因片刻后 道 这件事事关重大 我得召开一次 人足高层会议才行 不过 你不用多想 这件事有八成概率 会被通过 周周文言点了点头 脸上出现笑容 他来之前 心里其实也是 有些不敢打保票的 如今看到事情真的成了 他心里也松了口气 就在这时 远处突然爆发出 一道血红色光芒 这道光芒 直冲英灵殿堂的楼顶 随后 竟然直接无视楼顶穿透而过 最后犹如一道立芒般 直冲云霄 这壮观的一幕 让周周都看懵了 什么情况啊 这是 你家英灵殿堂被入侵了 他下意识地 想去庇护自己的领名许安 带他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 随后他发现 刚刚在他身后的许安这时候 居然消失不见了 他连忙看向周围 最后在那黑色光芒所在的位置 发现了一个模糊不清的人影 正是许安 周周心里咯噔一下 这小子不会乱跑 结果出发什么特殊机关了吧 在英灵殿堂这种级别的人族重地里 周周毫不怀疑 这里有大量的能够瞬间置人 与死地的保护机关存在 他瞄了一眼身旁的白河 结果却愣住了 只见白河的表情 一开始的时候也有些发愣 不过很快 他的表情就变得古怪了起来 你的这位小朋友 看来很受我们的一位英灵前辈的喜爱啊 白河看向周周 摇头无奈 又有些高兴地说道 什么意思啊 周周一愣 白河没说话 只是向许安的位置走去 周周见此 也立刻跟了上去 两人很快就来到了许安的身后 只见此时的许安 正在和一个英灵雕像 笼罩在那道通天彻地的血红色光芒中 他此时浑身上下 都穿着一身血红色刺客服装 背后的血影剑也在剧烈颤动 发出清脆而凶利的剑影声 周周看着这座英灵雕像 这是一座很正常的人族剑客英灵雕像 他竖着长发 身穿一身黑色便装 手持一柄血剑 站在安灵石上望着远方 这一幕看上去普普通通 但在这三百多名英灵聚集的英灵殿堂中 这种看似普通人的普通 反而成为了最大的不普通 周周目光落在安神石上面的简介上 这一看 他顿时愣住了 上位神级英雄血影剑魔 此人名为洛逸 他的经历和血案吉相 自小就被异族的刺客组织收养 从小到大都被那个刺客组织 以成为刺客为目标来培养 当时他并不知道自己是人族 结果从小就被那个异族刺客组织 灌输了自己是异族生灵的概念 然后 就被这个刺客组织派去刺杀人族 这个刺客组织的这种行为 在外人眼里看来 可以说是一种杀人诛心的变态培养方法 他们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洛逸在醒悟之后 知道自己已经彻底没有回头路了 从而彻底归顺这个刺客组织 然而洛逸在成年并成为了 这个组织的第一刺客血影剑之后 知道自己一直以来 竟然一直都在刺杀同族 虽然他在刚开始的时候无比痛苦 但是在痛苦过后 他却并没有让自己自甘堕落 而是决定背负起自己刺杀同族的罪念 将手中的血影剑之剑刃 对准培养自己的刺客组织 甚至是他背后的种族势力 以此来进行自己的赎罪之旅 而就在他有这种觉悟的这一天 他成为了英雄 并且出世就是下位神级别英雄 命运位格的英雄 血影剑 之后的日子里 血影剑 洛逸一直在用自己手中的血影剑 刺杀各方对人族有恶意的 种族领主势力的高层 下至王国级领主势力的高层 上至帝国级领主势力的高层 甚至就算是神国级领主势力的高层 他都进行刺杀过 他的刺杀手段 出神入化 神鬼难测 就算是真神级存在 面对当时只是中卫神级别的洛逸 都没办法阻止他的刺杀行为 洛逸 在当时 可谓是以一人之力 证明了刺客这个职业的恐怖之处 在人族血影剑 洛逸名声 正盛的那段时间 无数对人族有恶意的种族领主 无不风声鹤唳 生怕哪个阴影角落 闪过一道血光 斩灭他们的生命 在主神不出的年代 洛逸一生几乎稍有敌手 只有真神能够对洛逸产生威胁 但也最多只能逼他退走 无法消灭到洛逸 直到老年时 已经是上位神上级 并拥有上位神级英雄命运位格的洛逸 与一一族真神 决战于荒野 最终 这名一族真神重伤回到族内 不久后不治身亡 而洛逸也不知所踪 血影剑 难道就是许安的这把血影剑 看血影剑魔英灵的反应 应该是同一把没错 不过如果是同一把的话 为什么会在许安手上 周周看着那英灵雕像 手中握着的剑 又看着许安背后不断颤抖的剑 心想到 他看着许安 越来越对他以前的经历感兴趣了 与此同时 白河也发现了 许安背后的剑的异动 这小家伙 在来到这里之前 就得到过洛逸的传承 现在 居然又得到一次 白河难难道 心里十分惊奇 这种不可思议的巧合 哪怕他年纪这么大了 也还是第一次见 两久后 在周周吃惊的目光中 这座血影剑魔的英灵雕像 逐渐失去英灵的光彩 变成了一座 毫无特殊气息的普通雕像 而许安身上则 逐渐散发出了 强悍的英雄命格威亚 他背后的血影剑 更是颤抖不已 一副无比激动的样子 只有白河 轻轻叹了口气 表情十分无奈 两久后 许安睁开眼睛 他看着面前 变得暗淡的英灵雕像 一言不发 表情伤感你和洛毅 是什么关系 就在这时 白河的声音响起 洛毅 就是老焦花的名字吗 我现在才知道 我和他是朋友 不过 他也算是我的老师 许安回忆道 我有一次出刺客任务时 因为目标是一个 实力极强的对手 我最后虽然成功刺杀了他 但我自己也差点死了 我昏倒在一个破房间里 醒来后 就发现我被一个老焦花救了 我和他就这样认识了 后来他说 作为报答 我给他买食物 让他不用受了 我知道他的刺客手段的珍贵 本来想给他更好的 但是他并不想要 只要吃的 就这样过了几年 他就死了 怎么死的 白河立刻问道 在他的破房子里病死的 许安平静道 白河沉默下来 曾经让无数一族高层 闻风丧胆的人族强者 居然就以这样的方式 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白河心里悠悠一叹 老焦花灵死前说 他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让我不要哭 他唯一的要求 就是让我脱离夜之帝国 为人族而战 杀光所有对人族 有敌意的一族 许安道 你恢复记忆了吧 周周看出了什么 问道 许安点点头 我都想起来了 我在听了老焦花的言后 本来就有些厌倦夜沙楼的我 就开始想要脱离夜沙楼 然后回归人族 当时我自认为 我这些年为夜沙楼 做够了共享了 就算脱离那里 我也问心无愧 不欠他们的了 结果夜沙楼表面上答应我 并给我最后一个任务 说 只要完成这最后一个任务 就允许我脱离夜沙楼 成为自由人 但实际上 他们却在这次任务里 设下了大量埋伏和高手 想要截杀我 我与之明里暗里斗了大半年 才勉强逃脱了他们的追杀 来到了领主大人这里 被领主大人收留 多谢领主大人收留我 并对属下如此厚待 属下万死难报 许安说到最后 忽然跪了下来 真心实意的 在他的记忆中 除了老焦花这样 谁都能看出他是真的高兴 随后他看向他的个人信息 领名 许安 英雄单位 英雄称号叶罗刹剑神 魏格 尚未神级英雄命运魏格 所属领地 焦阳领 实力阶级 史诗下级 能力概述 从小就被夜之帝国暴走 并培养成了一名顶级的刺客 后来在血影剑魔的帮助下 励志返回人族 为人族而战 历经波折之下 终于返回人族 并成为了焦阳领主的下属 在冥冥中的命运际遇之下 走出了自己的英雄之路 血脉 人族血脉 中卫神上级 100% 技能 天赋 天生刺客 天赋 危机感知 天赋 强硬 天赋 无息行走 天赋 屠龙者意志 英雄纪七剑绝杀 英雄纪夜罗刹真身 英雄纪天意 尚未神上级七死书 未完全掌握 尚未神上级血影剑法 未完全掌握 尚未神上级血影杀 未完全掌握 尚未神上级漫天血影 未完全掌握 实施下级夜之子体制 为 尚未神上级骤影 未完全掌握 尚未神上级空我部 未完全掌握 尚未神上级制造虚无假傲 未完全掌握 尚未神上级深黑夜幕 未完全掌握 忠诚度 100 死忠之名 潜力 真神上级 英雄传记 一 在成为英雄之前 被夜之帝国的夜沙楼培养 以史诗下级的实力 成为了只有传说集夜之子 才能够成为的夜罗沙 英雄个人传说度 加1 夜灵族声望加50 2 在人族领主 骄阳领主 骑士圣殿和血影剑魔的帮助下 得到了血影剑魔的英雄传承 并走出了自己的路 成为了夜罗沙剑神 英雄个人传说度加10 人族声望加20万 至高大陆 名望加50 周周看完后 微微吸了口凉气 好家伙 这小子这么掉 不但得到了血影剑魔的英雄传承 而且还直接借此 走出了自己的英雄之路 成为了夜罗沙剑神 自身潜力 更是直接跃升到真神上级 都媲美萧玄那小家伙的潜力了 不过 你怎么这么快就成为英雄了 还有 这个英灵传承是怎么回事 周周指着暗淡无光的血影剑魔 络翼的雕像问道 他虽然心中有些猜测 但终究有些不确定 血安茫然地摇摇头 就在这时 白河摇头道 这小家伙 是得到了血影剑魔 络翼的真正的认可 所以直接被络翼 以英灵之力灌顶 所以就省去了传承的过程 直接成为了英雄了 不过这也有代价 代价就是 络翼的血影剑魔传承消失了 是彻底消失了 所以这英灵雕像 才会变成这样子 白河说到这里 目光落在血安身上 神色既复杂又欣慰 周周眨了眨眼 那人族高层那里怎么办 我去解释吧 白河无奈摇头 一个尚未神级别的英雄 英灵传承突然消失 哪怕事出有因 但解释起来也会相当麻烦 白河觉得 跟那帮磨磨叽叽的人族高层解释 还不如自己去深渊大战 十天十夜来的痛快 周周一脸微笑地看着白河 他此时哪里不知道 自己已经占了对方大便宜了 本来事关 一位尚未神级英雄传承的事情 在骑士圣殿这里 肯定是要经过 重重开会讨论才能决定的 现在好了 经过这位血影剑魔这么一弄 直接成定局了 不过说起来 其实骑士圣殿那边也不会亏什么 本来以他的条件来谈的话 人族高层大概率还是会同意的 现在只是加速了这个过程而已 我之前说的条件不会变 我们还有事 就先走了 最后 谢谢白店主 周周笑道 走吧走吧 白河摇摇头 也没多说什么 多谢大人 许安临走之前 也向白河表示感谢 虽然你已经走出了自己的路 但也不要辜负了 络绎给你的这身传承 白河看着许安淡淡道 他也算是我的老师 我不会辜负他 交给我的本领的 许安郑重道 白河看着他 两久 脸上才出现了笑容 走吧 大人下次再见 许安恭敬道 随后就去追周周去了 就在两人快要走出英灵殿堂时 白河突然又叫住了他们 交扬领主 有时间的话 带着你麾下的人族英雄 都来一趟英灵殿堂 也给我们人族 留下一份你们的英雄传承吧 这对他们来说 并不会有什么坏处的 白河道 周周一愣 随后认真点头 目前 他对峙高大陆的人族感觉还不错 而且也接受了骑士圣殿的很多好处 给他们留一份英雄传承 只是个小事而已 随后两人不再多说 直接走出了英灵殿堂 英灵殿堂外面 当周周和许安走出来的时候 藏海守护者 罗布 艾伦和陆采尔 立刻围了上来 这事 成了 当三人看到状态大不一样的许安后 罗布有些惊讶地说道 何止是成了 而且还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藏海守护者眼光极其毒辣 一眼就看出了 许安收获极多 这小子恐怕得到了相当不一般的英雄传承 居然连我在魏格方面 都感觉到了一点点的压力 他心里惊叹 他作为守护英灵殿堂的退休英雄 自然也是能感受到 许安身上那惊人的英雄魏格 威压的 哪怕许安已经尽量压制了 是什么层次的英雄命运魏格 对了对了 你让多少英灵睁眼了 罗布好奇问道 许安文言看向周周 周周听到罗布的话 和周围人的目光后 却没有说什么 只是微微一笑 这件事情 我们也不太方便说 等白殿主出来后 你们亲自问白殿主吧 我那边还有要事 是官职高一职的安排 就不多聊了 各位 下次再见 周周客气说完后 便不再多言 带着许安离开了 藏海守护者 罗布 艾伦和陆采尔文言 也没拦住他们细问 至高一职都搬出来了 他们还能说什么呢 最为好奇的罗布 艾伦和陆采尔 只能忍着心中的好奇 等着白河出来 片刻后 白河从英灵殿堂中 走了出来 罗布和陆采尔 立刻又把同样的问题 给了白河 他进入英灵殿堂后 得到了46名英灵的认可 让他们齐齐睁眼 最后 尚未神级英雄 血影剑魔洛翼 更是以他仅剩的英灵之力 直接引导他成为英雄 此话一出 不但罗布和陆采尔都愣住了 就连见多识广的藏海守护者 都瞪大了眼睛 就在他们震撼的时候 白河用一种 极为不争气的目光 罗布 我什么时候懈怠了 白河也没多说 直接离开了这里 小罗布 以后要多努力了 你老是明显在担心你 会被刚刚那个后起之秀追上 泽泽 尚未神级英雄命运未隔 而且看上去 还走出了自己的英雄之路了 好久没见到 资质这么强的后背出现了 日后 也许咱们人族会再多出一个 像你老师那样的顶梁柱 都说不定 藏海守护者笑呵呵道 随后又有些感慨 罗布这时候 也明白自己老师的用意了 老师觉得 我会被那个人超越吗 罗布想到这里 心中并没有产生任何负面情绪 反而涌上了惊人斗志 他是尚未神级英雄命格未格 自己又何尝不是 要论自己比对方差的 可能就是在英雄认可的 数量方面的差距罢了 但那又如何 自己如今已经是传说上级的英雄 距离成神 也只差一步之遥而已 而对方 只是一位史诗下级的新英雄 想要赶上他 都不一定要花费多少时间 更不用说超过他 我会想向老师证明 我永远是他最优秀 最值得骄傲的弟子的 罗布神色严肃说道 随后他二话不说 背负着银色长枪 转身向骑士圣殿身处的 深渊战场传送阵走去 这小子 藏海守护者笑了笑 表情十分欣慰和满意 陆塔尔眨了眨眼 随后也没多说 在向藏海守护者告辞之后 就向周周离开的方向追过去了 年轻真好啊 藏海守护者 想着今天看到的这三个年轻人 想着他们身上朝气蓬勃的感觉 充满希望和斗志的气质 不由感慨到 周周和许安回来后 他便让许安先去郊阳军团驻地 让白云来安排他的新职务 随后 他便来到召唤之门面前 开始今日的固定召唤 提示 是否立刻召唤 是 周周看着面前的召唤之门 下一秒 召唤之门骤然亮起明亮的白光 随后大量领民们 从里面纷纷走了出来 片刻后 1675名新领民 就全部从召唤之门中走了出来 见过领主大人 1675 所有新领民恭敬道 欢迎各位加入郊阳城 周周点头道 随后他让所有职业者站出来 发现这次赫然召唤出96名职业者 比正常召唤多出来了21名职业者 随后他开始查看 这些职业者领民的信息 只见这96名职业者领民中 其中有一名白金中级医师 一名白金中级铁匠 一名白金中级裁缝师 一名白金中级商人 一名白金中级尼瓦匠 其余的都是黄金级和黄金级别以下 层次的生活职业者和战斗类职业者了 周周看着这五名白金中级的职业者 心里非常满意 随着领帝等级提升到白金级后 领帝想要再次升级 已经开始需要更多的条件了 其中之一的条件 就是要求必须要有相应等级的生活职业者 和战斗职业者 战斗职业者的数量方面 周周有战争主身的祝福在 自然不会发愁 可生活职业者方面 却是周周的领地实打实的短板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召唤之门中召唤出的高等级生活职业者 不但是关着领地生活职业发展的 好不好的问题 也是关着领地以后的升级需求问题 如果李源钱真的愿意把极光王国给我的话 也不知道 现在极光王国的生活职业者 足够让我把领地升级到什么级别 周周心想到 不过也没抱太大期待 现在极光王国经过塔汉王国入侵之战后 整个国家的升级已经实不存一 就算自己得到了整个极光王国 说不定也得不到多大好处 他自己早就有这个心理准备了 随后他不再多想 向来到了石魔巢穴这里 召唤了今日的126名石魔 然后来到了娇阳军团的驻地 带着士兵们扫荡了一遍时光遗迹 最后来到了怪物牧场 这里只见足足34座怪物牧场 屹立在这里 多达51万1000头迷雾怪物生活在其中 看上去相当热闹 周周看了眼这34座怪物牧场的怪物分布 只见其中沙漠雾西 黑尾雾蝎 黄沙信徒 死灵骑士 这四种牧场怪物 每种牧场怪物 各自占用了两座怪物牧场 加起来一共占用了八座怪物牧场 剩下的26座怪物牧场中 杀人 建筑材料 极光金来源 和枯萎之树 各占据了三座怪物牧场 石铁熊 石铁熊宠物弹来源 和机械孔笋 孔笋羽翼 和孔笋三型雷达来源 各占据了四座怪物牧场 剩下的12座怪物牧场 则全规风暴魔灵所有 专门用来铲出 王国级战斗职业 风暴之灵 周周点了点头 木骨的安排正合他意 随后他不再多说 带着将近120万士兵们 开始清理怪物牧场 在这惊人的兵力之下 这51万1千头 不出13克 就被他们全部解决了 等白云指挥士兵们 提取了所有牧场怪物的战利品后 周周也拿到了今天的战利品清单 在完美战利品和称号的作用下 他一共获得 3763万8489颗青铜集物之星 1496万1768颗白银集物之星 697万3672颗黄金集物之星 334万5763颗白银集物之星 和10万2000颗钻石集物之星 152万6952本兵种转值证明 40406本 刀盾兵招募书 39920本 坡刀兵招募书 41205本 独弩兵招募书 384本 元素弓箭兵招募书 13万2200本 辉光骑兵招募书 18万本 风暴之灵招募书 18万本 风暴之灵转值证明 154份 军团之证 碎片 213822颗真性级星红结晶 171035颗前性级星红结晶 135222颗狂性级星红结晶 一颗圣灵级星红结晶 155本白金级和黄金级的作器契约 6万颗石铁熊宠物弹 6万件孔损羽翼和孔损三型雷达 至于诸如极光精 树星宝石 元素宝石之类的战利品 这里就不够多赘述了 周周看到这份清单后相当满意 34座白金终极的怪物牧场 收益果然相当恐怖 光是物之星的收入 就是昨日的五六十倍之多 兵种招募书的数量 也达到了惊人的 434115本 都快赶得上 昨天他的星辰联盟领主们 策返并送过来的两成兵力了 最让周周有些惊喜的是 今天的清理怪物牧场过程中 居然爆出来一颗圣灵级别的新红结晶 周周只能说来的妙啊 自己这边刚跟骑士圣殿 谈好复活英雄的事情 这边转头就给自己送过来 一颗圣灵级别的新红结晶 不错不错 周周对于这个开堂彩 心中很开心 说不定要不了多久 自己因为许安倩 骑士圣殿的复活名额 就可以还清了 随后 周周将这43万多本招募书 交给下属去召唤之门中去召唤 然后从这些战利品中 拿出150万本兵种转制证明 和多余的战利品 扔进交易所中 然后他看起了 人族士兵的晋升情况 这次清理怪物牧场的 119万3556名士兵中 共有87万1866人得到晋升 其中有18万5012人 晋升为黑铁中级和黑铁上级 76243人从黑铁级 晋级为了青铜级 22万2160人晋级为白银级 15万3902人晋级为黄金级 13万1302人晋级为白金级 10万1022晋级为钻石级 2225人晋升为超凡级 现在他麾下有黑铁级别士兵 14万6362人 青铜级别士兵 14万4680人 白银级别361544人 黄金级别 23万591人 白金级别 18万4802人 钻石级别 12万3346名 超凡级别 2241名 周周满意点头 现在的他 麾下光是超凡级士兵 就有足足 2241名 钻石级别的士兵 更是已经有10万多人 这哪怕在王国级实力之中 都是一个很惊人的 高级士兵数量了 现在的我 就差一个真正的 属于我的王国组织了 周周想到 随后他摇了摇头 不再多想 来到初级领主 伏地旁边的领主商城这里 老周 今天有什么新货 周周问道 老周正在拿着一个 手机刷视频 这一幕 看得周周眉头动了动 总感觉这个老周 和自己的画风不太一样 同时 他的心思也有些飘散 也不知道军工领主那边 有没有能力 把手机 在职高大陆上给复刻出来 他也不要别的 就想要其中的 联络功能就可以 有了手机的联络功能 以后他们领地的发展速度 肯定可以再次加快 来了 这时 老周已经来到了柜台前 从柜台下面 拿出三个盒子 摆在周周面前 他一一打开 周周看过去 只见这三个盒子里 分别是一本书 一张金色卡牌 和一颗物质星 周周先看向那张卡牌 卡牌名称 初级商城折扣卡 卡牌等级 特殊 卡牌效果 领主持有该卡 在领主商城中进行购物时 可以对指定商品降价 30%花费进行购买 卡牌简介 白自于领主商城的专属卡牌 可以用于降价购物 周周看到这张卡牌的效果后 眉头不由一条 这卡牌效果也不错呀 如果能用在一个特别贵的 领主商城商品上 那他也不比之前 德国的指定领名商品卡差了 随后周周看向下一件商品 那是一本书 周周看了眼 结果发现 赫然是他之前 就已经掌握的紫霞神宫 这本史诗上级的五道秘籍 周周自然不会忘 他每天都会抽出时间练一会儿的 不过让周周在意的不是这个 而是这本紫霞神宫的简介 最后面有文字提示 文字提示 该商品可以交给领地领名来使用 周周看到了这段提示后 顿时有些惊讶 要知道领主商城出产的商品 都是领主专用的商品 正常情况下 是无法给领名使用的 像这种可以交给领名的商品 周周还是第一次见 没想太久 周周就决定将他买下来 现在他的领地 已经有了很多武馆了 但是主持这些武馆的武师 其实并没有多少 拿得出手的五道秘籍 来叫领名 现在好了 有紫霞神宫 这不史诗上级的五道秘籍在 他完全可以把他交给一个武师 让武师将他传授给领地的领名们 收费不用很贵 正常普通领名 可以接受的价格就行 周周也不图他的领名们 有多么强 他只是想让他的领名们 有一个变强的渠道而已 让谁来当这个武者好呢 周周想了想 随便叫来一名士兵 让他把罗锋叫过来 至于最后的商品 只是一个黄金级别的物之星而已 周周自然不会有兴趣 这三样商品多少钱 周周问道 初级商城折扣卡 价值十颗传说集物之星 和一块传说集领地令 紫霞神宫 价值二十颗史诗集物之星 和两块史诗集领地令 这枚黄金集物之星 只需要一颗白银集物之星 就可以购买 周承明笑呵呵道 周周点了点头 面无表情地 拿出二十一颗传说集物之星 二十二颗史诗集物之星 和一颗白银集物之星 交给对方 然后把这三样商品 全都拿走 什么 不感兴趣 没那回事 一颗黄金集物之星怎么了 蚊子腿也是肉啊 下次再来啊 周承林收起物之星 笑呵呵说道 周周点了点头 随后带着这些东西 返回自己的初级领主伏地 初级领主伏地内 会议室中 周周打开交易所 查看了下 昨天发布的战利品交易 果然 那一千万本技能书 和两千万件装备 都已经卖出去了 交易结果 697亿5031万 5135颗 黑铁集物之星 周周顿时瞪大眼睛 好家伙 将其700一颗 黑铁集物之星 也就是将近700颗 传说集物之星 离谱 不过他心里算了下 发现倒是挺正常的 因为他昨天卖的 50万本技能书 和50万件装备 就得到了22亿多颗 黑铁集物之星 现在数量上 足足翻了300倍 再加上商品品级 也提升了一个小层次 加起来确实 差不多是这个价格 在这一刻 周周刚刚因为购买商品 而产生的心疼感 瞬间就没了 不就是20多颗 传说集物之星吗 洒洒水了 离谱领主大人 正副城主和罗锋求见 另外 极光王国公主李亚 和她的侍女也过来了 他们也想要见领主大人 就在这时 阿尼亚快步走过来 恭敬离告道 李亚回来了 周周一正 戴政书和罗锋来我这里 至于李亚 你先安排她去 另一个会客室 暂坐休息 就说我这里有事情在忙 周周说道 现在时间紧迫 先以公事为主 是 领主大人 阿尼亚恭敬道 随后就转身离开了 片刻后 郑元祺和罗锋过来了 见过领主大人 二 二人恭敬道 郑说 怎么了 周周看着郑元祺 禀告领主大人 属下刚刚得知 领主大人 您想要让领地的人族领名 和怪物领名 分成而居的事情 属下有一个问题 想要问 如果人族领名 或者怪物领名 提出不想要分出居住的意愿的话 我们要怎么做 郑元祺道 自家领主策反的怪物领名 已经住在郊阳邻友一段时间了 他们在和人族领名 共同居住了一段时间后 一部分怪物领名 虽然比较不适应 与人同城而居的生活 但也有部分怪物领名 和人族领名 在郊阳城居住的这段时间里 产生了一些友谊 而这样的怪物领名 面对分城而居的政策 说不定会不愿意离开这里 自然是尊重他们的意愿 如果有怪物领名 不愿意去另一个城市居住 而他在邻居里的名声里 又不是那么差 那就让他留着吧 周周没有犹豫 直接说道 他又不是搞强拆强般的恶人 自然不会强迫自己的领名 做不愿意做的事情 这也违背他当初说的 对各族领名一视同仁的初衷 那怪物领名们 要迁居的城市是 郑元祺问道 王史诚 周周文言毫不犹豫道 现在他麾下 就这么一座白金级城市 而且还没多少人居住 只有当初他派过去的驻军 和灵星迁居过去的 郊阳城领名而已 可以说 一切都在百废戴心 怪物领名们过去 正好可以开发开发 王史诚这座城市 领主大人应免 属下没有问题了 郑元祺笑呵呵道 其实如何做这种事情 他心中也有差不多的想法 但分城而居这种大事 他这种老油条 自然不可能自己一个人全做决定 那把领主大人放在哪里了 所以他就算知道该怎么做 也得过来问一问 并可以为领主大人 提出自己的建议 为领主大人多 提供几个可以选择的方向 但最后拍板决定的 一定得是领主大人才行 见证元祺没问题了 周周看向罗锋 随后眉头一挑 超凡下急了 是 领主大人 罗锋恭敬道 则则 周周满意点头 他上次看到罗锋时 对方正在保护并教导萧玄 当时的他 虽然实力也很强 但也只是钻石终极而已 现在居然就来到超凡下急了 他没多说 然后就见周周把紫霞神功 交给阿尼亚 然后阿尼亚带着这本五道秘籍 来到罗锋面前交给对方 这 当罗锋看到这本五道秘籍的时候 他顿时愣住了 他自然很熟悉这本五道秘籍 他自己还会呢 而且 这本五道秘籍 正是当初他和肖璇亲自送过来的 周周也没废话 把要将紫霞神功 教授给领地领民的事情 告诉给了对方 我知道你会紫霞神功 但咱们领地的领民越来越多了 你一个人肯定交不过来 所以我给你这本五道秘籍 是想让你另选一盒 是人选教授于他 然后一起教导领地领民们 这本五道功法 周周对于领民们 会不会愿意学 这本五道秘籍的事情 心里是十分肯定的 毕竟在智高大陆 这个战争频发的世界上 活下来的生灵 别的心思可能没有 但一颗变强自保的心 哪怕是小孩子都会有的 而且 史诗上级的五道秘籍 在智高大陆上 足以让无数舞者和普通人 疯狂追求了 有这么大一个变强机遇 摆在他们面前 只要不傻 肯定都会来学习变强的 就算没机会学习的人 恐怕都会创造机会来学习 至于萧璇那里 没有罗锋庇护也不用担心 这两天时间里 萧璇跟他们一起 征战中烟战场 虽然几乎没出手过多少次 但一身实力 也来到了白银上级 很快就要黄金级了 等过两天 萧璇到了黄金级 周周就准备让他跟着风罗 这位十方武皇习武了 有风罗这位 堪称武道教科书的英雄 来当萧璇的老师 自然不会耽误萧璇的未来 罗锋年纪也大了 就安心在领地内当一个武士吧 周周自然不会亏待他 郑老 领地内18岁和18岁以下的小孩子 让他们有权利 只支付一颗青铜集物之心 就可以来学习紫霞神功 就当是给领地孩子们的 义务武道课程了 这里面的所有教育花费 都由我们官方来承担 周周忽忽然想到了什么 对郑元祺说道 一颗青铜集物之心 哪怕对于领地内最穷的领名来说 都算是白送的价格了 周周现在兜里有钱了 也可以做一些奢侈点的事情了 领主大人仁慈 二 郑元祺和罗锋 文言顿时其身恭敬道 他们心中 对于自家领主大人 无比敬佩和崇敬 紫霞神功 作为史诗上级的武道秘籍 换作外界那些大型武道门派 都可以用来当作正派秘籍来供着了 普通弟子 哪怕想要学习 武道高层 说不定会为了让下面的人 不具备反抗自己的力量 将这种武道秘籍 紧紧攥在自己的手中 绝不轻易外传 而领主大人 却丝毫没有犹豫地 就将这种级别的武道秘籍发出去 而且还几乎没有代价 就可以让领民们学到 两人想想 心中就对领主大人敬佩不已 领主大人 是真把他们当自己让 周周笑了笑 没说什么 随后他又和两人聊了一会儿 就让他们做事去了 而阿尼亚见此 也去请尼亚和玉巧过来了 坐吧 陛下那里怎么样 周周关切问道 父王很好 他特意在我来之前 让我来这里 向你表示感谢 尼亚温柔笑道 他再回到王都 看到父王时 他永远忘不了 自己一向慈祥严肃的父王脸上 居然会露出那样喜极而泣的表情 哪怕他的国家 已经瀕临被攻陷的状态 他的父王脸上 也没有任何担忧之色 只有看到女儿重生归来的极致喜悦 尼亚自然也很珍惜 这段失而复得的亲情 同时也对给了他这一切的周周 更感激了 你本来就是我朋友 就算你父王不请我出手 我也会复活你的 周周摇头道 李亚温眼抿了鸣嘴唇 看着周周的目光 净显温柔 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旁边的玉巧 也一脸崇拜地看着周周 现在极光王国和塔汉王国的形势怎么样了 周周和两人聊了几句后 便问道 在你击杀兵破见鬼 无心之后 剩下的塔汉王国的怪物军团 就好像没了主心骨一样 根本就无心继续攻打我们极光王国 再加上巨吼王国的煞血军团 正在塔汉王国境内肆意征伐 四壁摩罗王塔罗所率领的 塔汉王国军团根本无力阻止 塔汉王国国王不得已 下令撤回了在极光王国的怪物军团 回去支援四壁摩罗王塔罗去了 现在塔汉王国国王 正命令四壁摩罗王塔罗 率领所有怪物士兵 与巨吼王国的煞血军团对抗 短时间内应该分不出胜负 不过如果塔汉王国能够撑住的话 最后应该可以逼退煞血军团 两国到时候 应该都无力攻伐我们极光王国了 现在我们极光王国 算是暂时解除灭国危机了 李亚说道 周周点了点头 这段时间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 原本她还想着 如果塔汉王国灭极光之星不死的话 她就再带着士兵去策反一趟 现在看来倒是不需要了 周周 我来之前 父王还让我向你说一件事 李亚道 什么事 周周道 她说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可以来一趟极光王国 商量下国军更替的事情 你 就是极光王国的下一任国王 如果你不喜欢极光这个国号的话 等你成为国王后 也可以随你更改 李亚说道 周周沉默两久后 点了点头 她有王国令在 完全可以在凑齐领地数量后 自己建立一个王国 但是如果有一个现成的王国 直接送到自己手上 哪怕这个王国 已经饱受战争的摧残 抵御已经实不存一 她也不会拒绝 她从来不会掩饰自己的野心 自然也不会做虚伪推托这种事 你会不开心吗 周周看着李亚问道 你是说 你从我父王手中 拿到极光王国的事情吗 嗯 不会 正相反 没有了王国 王室这两个身份的束缚 我反而觉得轻松了很多 李亚目光飘忽 似乎想到了很多事情 我不是独生子女 我有很多亲哥哥 不过 为了这个国家的安危 他们一个个都奔赴战场 然后就再也没回来过 于是最后 我也承担起了哥哥们的责任 开始为这个国家奔波 我承认我爱这个国家的子民 爱这个国家的一切 我愿意为他们做任何事情 可是当我一个人半夜忙碌完 回到床上睡觉时 我也会对自己说 我好像有点累 我有时候也想为自己而活 但上天从来没给过我这个机会 迟到我死了 然后又知道 父王决定将极光王国交给你的事情 我忽然想通了一些事情 我觉得 我可以为自己而活了 李亚眼神灼灼地看着周周 周周看着她 随后目光忍不住搓到一边 美感直视她眼中的火热 李亚真的变了 周周想着李亚刚刚眼中近乎直白的情谊 心中忍不住想到 看来 生死这种大恐怖 真的很容易改变一个人 以前的李亚 可没有这么大胆 或者说 当时的她背负了太多 所以也不敢奢求什么私人感情 现在她把一切都放下了 才表现得如此真心情 对此 周周并不觉得讨厌 反而觉得 她这种样子挺好的 这才是一个青春女孩 该有的样子吗 明天我会去找陛下的 周周转移话题说道 李亚看到她这副样子 嘴角微微一翘 似乎发现了什么好玩的事情 不过她也没为难她 只是点了点头 就准备回去了 今晚我想见你 正当周周轻轻舒了口气的时候 刚走不远的李亚 忽然转身说道 周周一正 点了点头 随后她才反应过来 有事的话 为什么不现在说 一定要等晚上 周周想了想 随后摇了摇头 不再多想 前往士兵驻地 片刻后 交洋军团和怪物军团的驻地 周周看着面前如山如海的士兵们 脸上出现笑意 在刚刚士兵用招募书 4115名士兵后 她现在麾下的士兵数量 已经达到了 1627671人 算上星辰联盟那边的 260多万兵力 她现在可以掌握的总兵力 赫然已经达到420余万 巅峰时期的塔汉王国 都没办法和这种级别的 兵力数量媲美 周周看着这些士兵们 心中充满了底气 现在 她应该不惧出级王国了 就是不知道 终极王国是什么样子的 她畅想了一会儿 随后让士兵们 准备接下来的中燕战场之行 随后她打开星辰联盟的聊天群 让林药领主 青鸾领主 沃土领主等联盟成员们 带着自己的士兵们过来 准备和她一起进入中燕战场 领主成员们自然无不应允 他们的策反已经冷却好了 早就摩拳擦掌 等着周周这句话呢 片刻后 02 农成林 青鸾领主 纸仙领主 经商领主 以及其他308名领主成员 带着足足200万军队 来到了郊阳岭 至于剩下的60万士兵 则留在了他们各自的领地 负责驻守去了 这些联盟成员们 各个意气风发 显然带着这么多士兵 让他们也颇为自得 谁能想到 在不久之前 他们中的大多数领主 还是连保护自己领地 都很难做到的生活职业像领主呢 周周和领主成员们 简单说了两句后 就不再多说 带着众领主和士兵们 登上搜新夜号 心念一动间 返回中燕战场 中燕战场 当周周眼前 重新出现景象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 已经站在了 昨晚离开之前的飞船位置 温雅 现在那围困我们的风暴 距离我们还有多远 如果我们停下 那毁灭风暴 需要多长时间能赶上我们 周周立刻问道 禀告领主大人 经过昨夜一夜时间的 最大功率飞行 我们现在距离风暴 已经有16亿5611万公里 如果我们原地停止不动的话 毁灭风暴 只需要用5小时左右的时间 就会席卷到我们所在的位置 温雅汇报道 周周闻言 皱了皱眉头 这么快 那风暴又加速了 周周问道 是的 那风暴的速度 比昨天的平均速度 加快了大概40%左右 并且这个速度 如今还在不断加快 温雅道 这哪是在加快移动速度 这分明是在加快速度 比我们万族领主之间碰在一起 然后决战 周周难难道 随后他也没有太在意 他的实力已经今非昔比 就算碰上原初领族的真领主 都有一战之力 更不用说 遇到普通的万族领主了 因此 他心中倒是不畏惧 反而想主动找强敌来打 显示你这一夜飞行 所发现的新红领主势力 和万族领主势力 和昨天一样 要显示那种 可以在今天之内攻破的势力 周周道 是 领主大人 温雅道 下一秒 就看到周周的面前 出现了一个虚拟战略图 上面显示着密密麻麻 大小不一的红点 而在这战略图的右上角 显示这些红点 足足有55451个 其中 新红领主势力 有32458个 万族领主势力 有22993个 周周神色严肃 他昨天看着战略图的时候 那上面的战略图上 可是有足足10万多个 现在居然只剩下5万多个了 而且 万族领主势力数量 只剩下2万多个了 就算这其中 可能有部分 万族领主势力 还没登入中烟战场的缘故 但也可见 经过昨天那一夜 已经淘汰了多少万族领主 今天就是万族领主 战场活动的决战了 战斗肯定会更加激烈 冲突也会爆发得更加频繁 就算我实力提升了 也要小心谨慎才行 周周心中想到 随后 他并没有将这份战略图 共享给领主成员们 而是拿出复仇之魂的罗盘 伟大的复仇之魂 我想要对一个家伙复仇 可否给予我指引 让我知道它的位置 周周看着这块罗盘 沉声说道 一秒 两秒 三秒 呼 只见复仇罗盘微微移动 随后大量的血色雾气 从罗盘周围溢散出来 很快 整间会议室内 就被这血色雾气所笼罩 周周昨天已经看过这一幕了 倒也丝毫不慌 很快 一双血色眼睛 从血雾中缓缓浮现 这双眼睛平静地看着周周 混沌人族 告知于无 如想要复仇之敌是谁 复仇之魂 声音隆隆道 我想要复仇的敌人是 机械族领主 父神领主 周周朗声道 他自然没有忘记 昨天温雅对自己说的 需要机械族的飞船科技知识 来提升建造飞船的效率的事情 现在 他刚来中烟战场 实力正盛 就先解决机械族的父神领主 顺便向他逼问 飞船科技知识的事情吧 没过一会儿 复仇之魂便说话了 无以给予指引 去吧 说吧 就见那双血色眼睛 缓缓消失在血雾中 随后血雾 也飞快缩回进罗盘内 整个会议室 再次恢复了之前的样貌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周周的目光 再次落在了手中的罗盘上 只在了东南方向上 周周心中若有鸣雾 父神领主正位于东南方向 两亿7625公里的位置 并且正在不断向 背离风暴的方向 急速前进 将近三亿公里 还挺远 周周眉头一挑 不过他心中并没有太担心 因为他的星夜号 速度更快于对方 再加上今天这一整天 才当当开始 他有足够的时间 去追上父神领主 等把他拿下 到时候 周周得到的收获 完全可以弥补 这段时间的损失 随后他把自己 要找父神领主战争的事情 通过星辰联盟的聊天群 告诉给了领主成员们 盟主大人做什么 我都支持 哇 刚上中烟战场 就要面对这种级别的对手吗 盟主大人 你说的算 我们都听你的 终于来了 我期待已久的高端局 众领主成员们 在看到周周说的话后 除了少数领主 有些担忧没有说话外 大多数领主 都对周周的行动 毫无意见 甚至是支持 周周想想 就知道原因了 他们这边 如今可是拥有 三百六十多万士兵 而且 其中就连超凡级别的强者 都有足足两千二百多个 更不用说 他身边还有诸多英雄存在 以及其他底牌 领主成员们 看到几方有这种级别的实力 自然有底气 去面对父神领主 这样的顶级万族领主 周周看到众多领主 都支持自己去做 心里也暖和很多 这种不是自己孤军奋战 还有诸多朋友 支持自己的感觉 真不错 可能这也是领主联盟的 意义之一吧 温雅 按照复仇罗盘的指示 向父神领主所在的方位前进 以最快速度追上对方 周周沉声道 谨遵您的指令 全体星夜号正在加速 本次行进追踪目标为 父神领主 距离 约两亿七千六百十五公里 目标正在不断远离几方所在位置 所需时间 约五小时 领主大人 请耐心等待 周周点了点头 随后就看到他这十一艘星夜号 向东南方向集体加速飞行 一个多小时后 周周正在一间修炼室内 盘坐修行着紫霞神功 一缕缕晋升能量 随着他的呼吸 被吸纳进他的身体里 让他距离钻石上级更进一步 虽然这点晋升能量 相比于他晋级所需要的晋升能量来说 微乎其微 但蚊子腿也是肉马 周周也就当打发时间了 而此时星辰联盟的领主们 正在另一艘飞船中 热烈讨论 关于接下来要面对父神领主的事情 他们并不畏惧 相反 反而有些兴奋 因为他们刚刚从 交洋军团士兵的口中得知 他们已经在领主战场上 在领主大人的率领下 击败过一次父神领主了 本来领主成员们 就对自己现在拥有的兵力 就有一些自信了 现在听到自家盟主 居然早在好几天之前 就击败过父神领主 他们心中的那点担心 顿时被抛去 全都更有信心起来 周周这边也停下了修行 随手打开虚拟屏幕 看到了领主们正在聊的内容 周周看完后 微微一笑 虽然说领主们的自信 有些盲目 但现在 这种大战之前的时刻 对自己有自信 总归是好事 自己总不能站出去说 父神领主这段时间 也可能有了自己的心底牌 打击几方的士气 他不再多想 只是让大家不要太大意 随后便拿出 今天从怪物牧场上 得到的154份军团之证碎片 然后将他们合成 一本完整的军团之证 现在我的怪物牧场 每天已经能产出 完整的一本军团之证了 周周感慨道 看来以后自己 应该是不缺军团之证 这种东西了 或许可以把它也当成 自己未来可以出售的商品 到时候 交给神秘商队来运作 既可以增加 神秘商队的商品底蕴 也可以为自己 带来大量物之心 或者宝物 他看着手中的军团之证 想了想 决定给自己麾下的龙族们 也成立一个军团 现在他麾下的龙族 已经有65尊了 而且还没有编入 两大军团之内 是时候 也让他们有属于自己的军团了 想到这里 周周心念一动 就看到他手中的军团之证 瞬间崩散成无数光点 并在他眼前 凝聚出一型红色文字 请确认您的王国级军团名称 龙神军团 周周到 随后他开始填写 怪物军团的军团职务成员信息 其中 军团长自然是白金上级的 龙族英雄奈萨里奥 等填完并确认之后 文字提示出现 您已创建了属于您的黑铁级军团 领主军团功能已正式开启 黑铁级军团增议勇武一开启 周周点了点头 随后将这个消息 通知给了白云 五星 奈萨里奥等人 周周通过虚拟屏幕 看着有些兴奋的奈萨里奥 脸上出现了一缕笑意 又过了片刻 主人 奈萨里奥的声音 在周周脑海中响起 怎么了 周周回应道 我感应到了 现在我们飞行的这个位置 有其他龙族存在 奈萨里奥道 周周眉头一条 难道是其他龙族领主 温雅 显示附近的龙族位置 他道 是 领主大人 温雅道 下一秒 就看到一面虚拟屏幕 出现在周周面前 上面显示的 正是一条条 身材高达数百米的龙族 他们此时正在和一群 异族生灵战斗 虽然龙族实力强大 但这些异族也不弱 而且数量上远超这些龙族 所以这些龙族 正处于岌岌可危的局面 周周看了一眼 随后眉头一条 因为他发现 这些龙族加起来有28尊 但他们大多 都不是同一品种 周周嘖则称奇 要知道 龙族可不是群居生物 更不可能和血统 不同的龙族居住在一起 所以 这是个能召唤 不同龙族的领主吗 周周目光扫过 正在激战的双方阵营 最终在龙族的后方 发现了一名 被两尊白银上级的 红龙保护的人类 这人长得健眉心目 身材修长 看上去相当英俊 虽然比不上周周的天人之姿 但也差不了多少了 能掌控龙族的人族领主 难道是 周周心里 对这个人族领主的身份 已经有了些猜测 他没有犹豫 通知所有人准备战斗 然后让温雅向对方靠近 龙神领主 维伯斯特 脸色难看地 看着面前的提示 您正处于战斗中 无法脱离中烟战场 返回元宿舰 该死 维伯斯特神色中有着愤怒 但更多的 还是深深的无力与绝望 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本想趁着中烟战场的 最后一天 来好好提升一波 自己的战场排名 但是他刚刚来到中烟战场 就被这一伙来自深渊的恶魔 魂灵骑兵者给盯上了 这些魂灵骑兵者 虽然单体实力不如他的龙族 但是他们数量多达30万多头 又擅长削弱敌人的恶魔法术 他这28尊龙族外 加上56名蓝星人物灵主所 率领的10万多士兵 在战斗一开始的时候 就被对方压着打 眼看形势越来越恶劣 人族士兵们全部被杀死 只剩下龙族还在奋战 他脸上的纠结之色 也越加浓郁 难道真的要放弃 维伯斯特不甘心道 就在这时 吼 大量的龙族吼声 从高空中传来 维伯斯特一愣 随后一抬头 就看到60多尊龙族 从天而降 直扑这些魂灵骑兵者 难道是有龙族领主在附近 看到我这些龙族领民受困 所以特意过来帮忙 维伯斯特惊喜道 虽然这种原因的可能性极低 但他也只能这么想了 总不能是人族领主 来支援他的吧 维伯斯特很早就知道 自己是蓝星人族领主中 最强的龙族像领主 其他蓝星领主中 就算有龙族相关的领主天赋 但也远不如他 这是光明玲珑 居然还有幽灵龙 那是熔岩龙吗 怎么样子 比普通熔岩龙要威武很多 还有吉隆族 那尊龙族 怎么给我的感觉这么特殊 正当他抬头瞪大眼睛 看着这些龙族 矫健争鸣的巨大身姿势 他忽然注意到 在这些龙族的正上空 平须遇风飞行着一名人族 正在面带微笑地看着他 龙神领主 维伯斯特 维伯斯特看着这漫天的龙族 和在龙族之上的陌生人族 眼中出现一抹茫然之色 为什么会有人族领主 在龙族的领域方面超过我 我不应该才是在蓝星人族中 龙族领域方面最强的领主吗 难道对方不是蓝星人族领主 而是其他世界的人族领主 是的 一定是这样 维伯斯特立刻坚定了他的猜测 蓝星人族领主中 怎么可能有比他还强的龙族领主 不然 他的龙神领主之名该放在哪里 然而下一秒 一个突然出现在他脑海中的声音 打破了他的想法 你我还是第一次见面吧 龙神领主 周周心灵传音道 用的正是蓝星人族语言 随后他就看到龙神领主的脸色 立刻变得极为难看 你是谁 我怎么没听说过你 龙神领主咬牙道 他的世界频道 虽然因为位于元素界的原因 与至高大陆的蓝星人族不在一起 但是这段时间里 他在同族领主战场上 已经遇到了不少蓝星人族领主 在加了他们的好友后 他也知道了不少 关于至高大陆上的情况 其中也包括 他是最强的龙族类领主这件事 因此 他才会对掌握着这么多龙族的人族领主 感到如此不可思议 这可和他掌握的情报不符啊 难道至高大陆的蓝星人族领主 真的有比他龙族领主 天赋还强的领主 望着远处六十多尊龙族 在魂灵骑兵者肆意屠杀的一幕 他虽然不甘心 但心里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他确实不是最强的龙族像领主 周周微微一笑他 摸了摸自己脸上的虚无假面 这玩意儿还真好用 到现在 他还没有碰到 能够主动认出他身份的对手 随后他没有说话 目光落在了那 三十多万头魂灵骑兵者身上 然后他眉头微微一挑 因为他发现 这些魂灵骑兵者的实力 还真都挺强 他们之中 最低都有青铜上级的实力 最高更是有黄金上级的实力 再加上他们的惊人数量 在当前这个时间段 实力已经相当强悍了 就算在万族领主战场上 估计也是位超凡 甚至史诗级别段位的对手 见自己被对方无视 龙神领主的脸色更加难看 不过 当他看到对方的目光 落到正在交战的龙族 和魂灵骑兵者身上后 他默然冷笑道 你的这些龙族虽然很强 数量也远超我这边的龙族 但面对这么多魂灵骑兵者 恐怕也是打不过的 他们可不是那些弱小的种族 这些魂灵骑兵者 本身就是万族中的 强横种族之一 血脉等级 就算比不上纯血龙族 但也相当于白金 钻石级别的血脉了 他们这三十多万 魂灵骑兵者 就算面对一千多尊 纯血龙族都有得打 更不用说 你我加起来 仅仅不到一百尊 纯血龙族了 面对龙神领主 半嘲讽的话 周周丝毫不以为意 反而还点了点头 确实 就算他们伤不到我的龙族 也不能在这耽误太长时间 我今天的时间 可是很宝贵的 他自语道 随后心念一动 通过军团面板 给他的士兵们传达了命令 同时把农成灵也叫了出来 下一秒 就看到他身旁不远处的 一艘星夜号中 忽然飞出来 二十万黄金级士兵 十万白金级士兵 和五万钻石级人族士兵 接着又有六十万黑铁 青铜和白银级别的士兵 在五星 白云和罗胜的控制下 组成了三尊超凡极限实力的 贪狼化身 紧接着 就看到这将近百万的士兵 在三尊贪狼化身的带领下 犹如虎豹一般 向这三十多万 魂灵骑兵者汹涌杀去 再配合上六十四尊龙族的 联合进攻 这三十多万头魂灵骑兵者 几乎没有丝毫还手之力 就被周周一方的士兵们 碾压打垮了 与此同时 龙承林带着一对士兵 也来到了他的面前 盟主大人 我来了 龙承林立刻到 他一边看着面前神色平静的周周 惊叹自家盟主大人的定力 一边目光忍不住 看向地面上的 百万大军火兵的场景 眼中闪过一抹震撼 百万级别的战争 这才是真正的大战 跟这种级别的战争比起来 之前他在世界频道上 看到那些领主 吹嘘自己所经历的战役 简直就像是 小孩子过家家一般 别浪费时间 用你的策反 策反这些深渊恶魔 再晚一点 小心这些家伙 被我的士兵们杀光了 周周说道 龙承林神色顿时一喜 盟主大人专门找我来 居然是为了这种好事 怪不得还提醒自己 让自己带队士兵过来 他看向这些魂灵骑兵者 这些看上去 就挺邪恶的家伙 虽然不如盟主大人的龙族下属 但战力方面 感觉也不比风暴之灵 这种王国级军队差了 想到这里 他当即强忍住自己 心头的火热 立刻让自己带来的士兵们 去和这些魂灵骑兵者交手 然后在交手的瞬间 立刻进行策反 随后他脸上立刻流露出喜色 盟主大人 我策反到了 24900多头魂灵骑兵者 他立刻向周周激动说道 周周点了点头 其实他也可以策反 不过他今天的策反 享用在一些特殊存在的身上 比如原初灵族 混沌神族 或者牧神族之流 所以就把这个机会 让给农成林 或者林儿他们吧 与此同时 当维伯斯特看到 那将近百万的士兵 联合龙族们 瞬间将这30多万头 魂灵骑兵者打垮的时候 他顿时就懵了 他想过自己和对方有差距 但是 差距怎么这么大 最让他难以置信的是 这些士兵 不但数量多到离谱 就连他们的平均实力 也强到离谱 现阶段 黄金级别的士兵 就已经是蓝星领主 乃至万族领主的顶级战里了 可是 在这蓝星人族领主的士兵中 黄金级别的士兵 居然多达20万之多 白金级士兵 甚至钻石级别的士兵 也多达数万之多 维伯斯特看到这些士兵后 陷入了深深的人生怀疑之中 自己和对方 真的在进行同一场 万族领主争霸吗 这家伙 不会是带着士兵们 从未来穿越回来的吧 不然 哪来这么多高境界的士兵 随后他想着想着 心里忽然浮现出了一个想法 你是 娇阳领主 维伯斯特看着天空中 注视着战场的周周 语气苦涩地说道 在蓝星人族领主中 以人族兵力众多 且强悍著称的领主 也只有那位蓝星人族第一领主 娇阳领主了 是我 周周听到龙神领主的话后 目光落在他身上 笑着说道 随后两人都没有说话 周周是因为在关注战场 维伯斯特 单纯是脑子有点乱了 自从得到传说及领主天赋 巨龙秘境后 他一向自视甚高 甚至就算在见识到了 万族领主的强大之后 他也认为自己现在 只是暂时落后 等到以后 他肯定可以凭借 这项领主天赋超越他们 甚至可以去 争夺至高领主之位 但现在 他茫然了 自己不光在人族士兵方面 比不过这位焦阳领主 甚至就连在龙族方面 也有巨大的差距 这份差距 自己以后 真的能赶超回来吗 想着想着 他不禁陷入了沉默片刻后 这三十一万多头 魂灵骑兵者 除了被农城灵策反的下属 活下来外 其他魂灵骑兵者 进阶被周周的士兵们 碾压击杀 战场上安静下来 周周的目光 也落在了 这位龙神领主身上 龙神领主 看在同为人族领主的份上 我给你两个选择 一 放弃领主身份 成为我麾下的领命 到时候 我不但不会亏待你 而且还会依然把这些龙族 交给你管理和指挥 让你不会比当领主的时候 差多少 甚至在某些方面的待遇 你会发现 比你想象的会更好 第二 试着从我手中逃走 成功的话 你自然会活下来 失败的话 绝无活路 你选择吧 周周看着对方 开门见山地说道 龙神领主 维伯斯特 一时间没有说话 片刻后 他眼神中 闪过一抹决绝之色 你只是一时超过我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维伯斯特 看着周周说道 似乎要牢牢记住他的样子 话音刚落 就看到他的身体 被血红色的火焰所包裹 接着就看到他的身体 被焚烧为灰烬 随后消失不见 果然有底牌 周周神色平静地 看着这一幕 他刚刚看到这龙神领主 在面对自己时 虽然脸色很难看 但并不是一副 完全陷入绝境的样子 就知道这家伙 有保命的底牌 现在一看 果然如此 虽然失去了 拿到对方身上 传说级领主天赋的机会 不过周周也不失望 他早就做好 这方面的心理准备了 这种顶级领主 有庇护自己的底牌 自然是很正常的 周周也不能抢求 自己想要什么 就能得到什么 毕竟 他又不是什么天命之子 不过 你就这么把你的下属 丢在这里了吗 周周目光落在下方战场上的 这二十八尊龙族身上 面对自己领主的离开 这二十八尊龙族神色 先是有些茫然 随后他们知道事实后 顿时愤怒地吼叫起来 高傲如他们 此时已然觉得自己被背叛了 天生高贵的他们 如何能接受得了这等事实 周周不用想都能知道 现在这些龙族 对于龙神领主的忠诚度 恐怕已经跌倒六十以下了 周周注视着这些龙族们 投降 或者 死 周周以龙语低沉说道 声音传遍每一尊龙族的耳旁 好 哦 好 这二十八尊龙族 哪怕已经在对付 魂灵骑兵者的过程中 身上有了或轻或重的伤势 并且还知道 周周的实力远超自己 在听到这句话后 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拒绝 并且还准备拼死一战 周周摇了摇头 龙族的这个性格 真是让人又爱又恨啊 他心念一动 随后就看到他挥下龙族中的光明圣龙 因格索尔一正 随后兴奋地点了点头 接着就看到 他飞到高空中 来到周周的身旁 居高临下地 俯视着这些龙族 他看着这些龙族 淡金色的龙筒 陡然变得沉凝起来 同时 龙躯上散发出淡金色的光芒 哄 磅礴的圣龙之威 从他体内奔涌出来 刹那间 便席卷了方圆十数公里的范围 将这些龙族笼罩在内 在圣龙之威的影响压制下 这些一开始 还想着要打药杀的龙族们 瞬间被恐怖的传奇龙族血脉所压制 镇压到趴附在大地上 只能勉强抬起龙头 仰望天空中的光明圣龙 他们眼中既惶恐又激动 来自血脉的提示 瞬间告知了 他们这尊龙族的身份 传奇龙族 光明圣龙 成年既超越龙神的存在 他们龙族的底蕴和未来 臣服于无主 英格索尔只用龙语说了这么两个字 下一刻 就看到下方的这二十八尊龙族 略微犹豫几秒 就纷纷低下了自己高傲的龙手 向周周表示臣服 周周神色平静地看着这一幕 下一秒 同样惊人 甚至还超过英格索尔的圣龙之威 从周周身上爆发出来 压向这些龙族 这二十八尊龙族 在感受到这压迫感 更强的圣龙之威后 心中既震惊又敬畏 原来这位领主大人身上 也有传奇龙族的血脉 想到这里 他们对于臣服周周这件事 心里再无见底 周周看到这一幕后 一一打开这些龙族的信息面板 随后他越看 神色中的惊奇之色就越浓 这龙神领主招募出来的龙族种族 还真是复杂多样 不但五色龙族 红龙 蓝龙 黑龙 白龙 绿龙 巨拳 共有二十一尊 另外还有五尊土龙 两尊青铜龙 一尊金灵龙 和一尊翡翠龙 这些龙族中 五色龙族是最弱的纯血龙族 土龙和青铜龙稍强一些 但也弱于熔岩龙和幽灵龙这种龙族 至于金灵龙和翡翠龙 则是可以和熔岩龙幽灵龙媲美的 纯血龙族了 像吉龙族那样更强的纯血龙族 则是一尊都没有 不过虽然如此 周周心里还是挺满意的 他也没想到 自己这趟中烟战场之行 收获最多的居然是纯血龙族 随后他没废话 将他们都收入焦阳岭后 便把他们都拉入了龙神军团 成为了龙神军团的一员 现在他麾下的龙族总数再次得到增长 已经来到了九十三尊之多 之后的时间里 士兵们开始收拾战场 为了节省时间 他们将地面上的尸体们 都带进了另一艘空闲的星夜号中 准备在这艘星夜号中提取战利品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些尸体中 不光有魂灵骑兵者的尸体 还有龙神领主 带进中烟战场的五十六具人族领主的尸体 和他们麾下的十万多具人族士兵的尸体 周周和其他领主成员们 看到这些人族的尸体后 顿时对那位龙神领主的恶感 又增加了很多 他们此时如何还想不到 那位龙神领主 肯定是拿这些人族领主 和他们的士兵们当炮灰用了 不然 但凡他用龙族当主力 顶在战场最前面 这些人族领主和人族士兵们 也不会全都死在这里 想明白这点后 纸仙领主 经商领主等人族领主 顿时更加觉得自己加入星辰联盟 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周周没去窥探纸仙领主等人的想法 打扫完战场后 周周便不再浪费时间 带着士兵们登上星夜号 继续向父神领主的方向飞去 在收服龙神领主的二十八尊龙族后 周周他们又飞行了三个多小时 忽然看到 前方有一个飞行舰队 这艘飞行舰队通体占蓝色 呈三角形状 一共有二十艘 此时 他们正在列队向远离风暴的方向飞行 终于找到你了 周周看着这二十艘舰队后 不由松了口气 脸上也出现笑容 他还是第一次在中烟战场上 花费这么长时间 来寻找一个万族领主 希望从这位父神领主身上得到的收获 不会让自己失望 准备战斗 周周通过军团面板 给所有士兵下令 随后他立刻命令温雅 让十一艘星夜号快速飞过去 将它们团团围住 是 领主大人 温雅接到命令后 立刻控制十一艘星夜号 快速飞过去 而这二十艘蓝色三角飞船的速度 明显不如星夜号 他们很快就被这十一艘星夜号围住 然后悬停在空中一动不动 与此同时 这二十艘深蓝色飞船中的一艘飞船中 一个银色圆球状机器人 正目光凝重 却又疑惑地看着 围着自己势力周围的星夜号 它正是父神领主的本体核心 星夜号 这不是 只有跟我们机械族 有一定友谊的种族势力 才会得到的飞船吗 他们现在这是什么意思 不顾与我机械族的友谊 想要对我动手 父神领主想了想 向这个未知势力 发过去一个信息 星夜号呢 领主大人 对方发来信息 询问我方 是否要不顾与机械族的友谊 与对方开战 温雅会报道 周周摇了摇头 在中烟战场这处凶险的地方 还想着什么 与机械族的友谊 对方有这种想法 应该不是天真 只是想尽量避免 与未知势力战斗 不过 周周可不会顾及这些 不说他已经消耗了一次 复仇之魂的寻敌机会 就说 为了拿到更高权限的飞船制造知识 他也要拿下对方 而且 父神领主 是机械族的最强领主没错 但也不一定能代表 整个机械族的意志 与他冲突 不见得就会破坏了 与机械族的友谊 想到这里 周周不再浪费时间 直接通过军团面板 给所有士兵下令 与此同时 父神领主 还在自己的飞船中 等待这位未知敌人的消息 同时他也让自己的机械大军们 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终极算法 让他拥有极为庞大的算力 因此 他虽然还不知道对方的态度 但他通过综合计算 却判定对方有80%的几率 将会对己方动手 只有20%的几率不会动手 希望不要真的打起来 父神领主想到 今天是中烟战场的最后一天 他虽然自持自己是顶级万族领主 但也知道 能活到现在的 肯定都是实力强横 或者生存能力强的万族领主 在他的万族领主 战场的相关记忆资料中 就有很多领主 在战力方面不比他差 比如真领主 太义领主 焦阳领主 极尊领主 魂尊领主 万魁领主 虫神领主 他之所以现在能在中烟战场上 排名这么高 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 他们机械族 可以在夜间的中烟战场上 无视星红弥雾 进行存活并行动 这让他收获了大量的排位积分 这才能够排在 中烟战场第五名的位置 而如果抛弃这个优势 他其实并不比 其他顶级领主强多少 正当他心中思考的时候 就看到那十一艘星夜号 微微震动起来 随后就看到 足足九十二尊龙族 从星夜号中飞了出来 紧接着 就看到十二万名钻石级士兵 和两千二百名超凡级士兵 也从星夜号中飞了出来 哪怕是不会飞行技能 单单凭借体内能量拖着自己 也足以让自己掌握飞行的能力 再加上这些士兵中 部分还掌握了 从军工体系中兑换的 飞行类技能和 今天早上得到的 六万件飞行装备 恐损羽翼 所以他们才能完成 空中围堵这种空战操作 这还没有完 随后就看到 三尊由白云 五星 罗胜 组织六十万士兵 创造而出的贪狼化身 从飞船中飞了出来 从三个方向 围住了副神领主的二十艘飞船 紧接着 心灵之剑 无图率领全部 骑成着机械陆航鸟的 五万天图军 从飞船中飞了出来 然后夜罗沙剑神 许安也单独一人 从飞船中飞了出来 他手持鞋引剑 冷冷直视着 飞船中的副神领主 仿佛能够透过飞船 看到里面的副神领主 本体一样 最后 星辰联盟的领主成员们 也纷纷兴奋地 派出了这两天 自己策反过来的 能够飞行的怪物士兵们 从飞船中飞了出来 将这二十艘飞船围了起来 说实实 那实况 副神领主还没反应过来 就发现自己的飞船群周围 居然被密密麻麻的 百余万生灵给包围住了 而且最让他难以置信的是 这些生灵的实力 一个个都强得离谱 他看了半天 愣是没看到 黄金级以下层次的士兵 最低都是黄金级士兵 最高更是有超凡级别的士兵 而且他还看到了数位 散发着英雄威压的恐怖存在 副神领主看到这一幕都懵了 怎么回事 至高大陆的本土势力 怎么也闯进中烟战场来了 是不是欺负人吗 投降 或者死 就在这时 周周的声音 通过心灵沟通的方式 出现在副神领主的脑海中 副神领主虽然拥有神话级 唯一领主天赋 终极算法 但正因为他是最顶级领主天赋 周周的战力品质王 没办法品质加一 所以 周周也没想着 一定要消灭对方 毕竟对方一旦开始困兽之斗 肯定也会给他造成一定损失 把对方招降过来的效果 到时候 自己一样也算拥有对方的神话级 唯一领主天赋 你是胶阳领主 副神领主听到这声音顿时一惊 他曾与胶阳领主 在万族领主战场上对战过 自然知道胶阳领主的声音 可他万万没想到 这才多长时间 胶阳领主的实力 居然膨胀到这种程度 就算是真领主和太义领主过来 恐怕都没办法从这家伙手中讨到好吧 今日暂时一更 荣小作者整理下万族战场之后的剧情 来不及去多想 胶阳领主的实力 为何能暴增到如此地步了 看着这百万余生灵将自己围住 其中甚至还不乏迷雾怪物的存在 副神领主心态严肃 丝毫没有轻松的感觉 人族血脉一般是一般 但当实力境界差距大到一定程度时 一位超凡级别的人族 照样可以随便虐杀一尊白金级别的纯血龙族 更何况他身边的都是机械族士兵 根本无法和龙族媲美 自己现在要是不想出点办法来 估计就要栽在这里了 他想到这里 再次给胶阳领主发送消息 试图能寻找到一线生计 不过胶阳领主却完全不回他了 这意思就很明确了 要么投降 要么打 只有这两个选择 副神领主想到这点后 如果他的本体能够表现出脸色的话 他的脸色一定很难看 看这位胶阳领主的意思 如果我不投降的话 估计等待我的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副神领主决绝地想到 投降是不可能投降的 作为机械族的第一领主 第一智能生命的他 有属于他自己的骄傲 随后他开始先寻找逃跑的机会 很快 他就发现在这百余万士兵的包围圈中 其中东南方向 赫然有一个包围力量比较薄弱的点 那正是无土所率领的天图军的地点 不过虽然比较薄弱 但这些坐在机械路航鸟上飞行的天图军 最低实力也有黄金级了 副神领主也知道这一点 不过他也没有办法了 那里是他的唯一生机 他必须要冲过去 随后他立刻向自己的士兵们下达命令 下一刻 就看到这二十艘深蓝色飞船中 忽然飞出四十万机械族大军 这四十万机械族大军形态各异 他们之中 最低都是青铜级机械族士兵 足足有二十万之多 最高则是白金级机械族士兵 只有五千名 这些都是副神领主 以自身领主天赋终极算法 所创造出来的发明大统一核心能源制造出来的 一较转方向与二十艘深蓝色飞船 一前一后的向无途所在的天图军飞去 在众人眼中 这些机械族大军和来势汹汹 完全是一副不达木的恃不罢休的气势 然而周周看到这一幕 神色却很平静 正面看到这一幕的无途也是如此 为师必权 五星副军团长说的果然没错 这些家伙还真从我这边过来了 无途敢开道 随后他正打算带着天图军稍微阻止一番他们 他的天图军现在各个都是风暴之灵转制后的士兵 实力强横 而且都是远程施法 稍微阻止他们一下 自然是可以的 放他们过去 让林儿的怪物阻止一下就行 就在这时 无途的耳边传来了周周通过军团面板发过来的语音 无途一愣 随后立刻反应过来 连忙命令士兵们向两边散开 给父神领主的飞船和机械族让道 处于中央飞船的父神领主 看到这一幕并没有什么意外之色 因为他刚刚派出去的那四十万机械族士兵中 其中有将近五万的白银级自爆机械甲虫 他们虽然仅仅是白银级别的机械造物 但作为专门用于自爆的机械族 一旦他们启动自爆 别说白银级 就算是黄金级生灵 也有一定概率被炸死 白银级别的生灵都有可能被炸伤 领主们都有探查事物基本信息的能力 但凡这位交阳领主心疼他的士兵 就不会选择和他的自爆甲虫同归于尽 也许我不仅可以逃出去 而且还可以省下这些自爆甲虫 父神领主心中想到 这些自爆甲虫被他制造出来的意义 本来是想作为底牌 来对付可能会碰到的真领主和太医领主 如果能省下自然最好 然而就在这时 一只黄金下级的怪物突然飞过来 拦在了他们飞行的途中 父神领主看到这只迷雾怪物后 有些意外 更有些疑惑 对方派这只迷雾怪物过来拦路做什么 他试探性地 让一对黄金级机械族 过去消灭这只迷雾怪物 结果毫无意外 这只黄金下级的迷雾怪物 只是稍作反抗 就被这一对机械族士兵给消灭了 父神领主看到这一幕后 心中更加疑惑 甚至隐隐有种不祥的感觉 不过这时候 也来不及多做推算了 只能先让士兵们逃离这里 与此同时 高空之上 只见此时在周周的身旁 灵儿正坐在一艘机械陆航鸟的驾驶舱里 看着那只迷雾怪物 使用策反 只见一股无形波动 以他的右手为中心 迅速向父神领主所在的飞船部队 扩散而去 眨眼间 足足四十万机械族士兵 就全拢罩在这无形波动范围内了 下一刻 就看到足足三万两千只机械族眼中的 银色光芒微微闪烁 随后恢复正常 看上去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然而 如果是其他领主的话 发生这种事 可能会察觉不到 但是父神领主不同 他拥有神话级 唯一领主天赋终极算法 掌控着麾下所有机械族领民的算力 因此 当灵二的策反发动成功后 他几乎立刻就感应到了 自己掌控的算力中 缺少了三万两千名机械族领民的算力链接 怎么回事 父神领主察觉到这一点后 当即脸色大变 难道他的三万两千名机械族士兵 瞬间被杀死了 他想到这里 立刻调出一个虚拟屏幕 结果就看到 他的那三万两千名机械族士兵 还老老实实地待在四十万大军中 一点异常都没有 顿时愣住了 算力确实消失了 我也掌控不到他们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这个交洋领主的下属中 有生灵精通屏蔽技术 屏蔽了我和我的下属的链接 父神领主心中凝重 但是还没等他想太久 一个虚拟屏幕忽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父神领主一正 随后看过去 只见一个身穿黑红色武道服装的青年 正站在那里 他手持一柄血色长剑 浑身散发着一股 压抑而圣人的威压 再看到这个人族的一刹那 作为智能生命的父神领主 心中的不安感陡然升到巅峰 全力击杀他 父神领主毫不犹豫地 命令他的所有机械族大军 甚至于他之前不舍得用的自爆甲虫 都全都派了出去 下一秒 就看到这四十万机械族大军 立刻向许安冲过去 然后就在冲到一半的时候 其中的三万两千名机械族士兵 忽然反水 他们在灵儿的暗中命令下 忽然集体向身旁的机械族士兵 发动进攻 一时间 就看到这四十万机械族大军 分成了两部分 一部分在火兵内斗 另一部分 则依然遵循着父神领主的命令 向许安杀去 看到这二十多万名机械族大军 向自己冲杀而来 许安表现得却很平静 作为一名刺客 无论何时何地 都要保持冷静和专注 洛义的声音仿佛响在他的耳边 又仿佛响在他的生命里 他站在原地沉默了几秒 随后一步步凌空漫步 向着二十多万机械族大军走去 在行走的过程中 他的身体开始快速成长起来 短短数秒之后 竟长到一万多米高后 才停了下来 随后一根一千多米长的 猙獰赤红色独角 从他的头顶长出 同时 他本来白皙的脸色 逐渐变得如同火山岩浆一样赤红 然后 两根五百多米长的猙獰牙 从他的嘴角伸展出来 最后就看到他的面孔两边 又长出两幅面孔 一个在咧嘴邪笑 一个在睁目发怒 再接着 又有两双赤红色手臂 从他的双叶下涨了出来 最后 就看到无尽血气 凝聚在他的另外五只手上 形成了另外五把五千多米长的血影剑 被这五只手握住 英雄记 也罗刹真身 吼 血案变化成也罗刹真身后 心中凭空出现无数怒气和杀意 他仰天怒吼一声 却没发泄出多少的他 目光最后落在向他冲过来的 二十多万机械族大军身上 他争獰狂笑 随后六只手臂 挥舞着六柄五千多米长的血影剑 向着四十万大军狂奔杀去 两者碰撞在一起的那一刹那 一剑挥出 赤红色火焰附着在剑刃上 只见虚空中 好像闪过一道血光 数千名机械族士兵 进阶被打成碎片 随后被火焰燃尽 近万名机械族士兵 被鱼波波击到 重重地跌落到地面上 随后被其他赶来捕到的 骄阳领士兵们补掉 紧接着 就看到化身液罗刹剑神的许安 六只手臂疯狂挥舞着血影剑 刹那间 无数血光闪烁 足足二十多万机械大军 不到片刻功夫 就被许安如同砍瓜切菜一样 纷纷打烂掉 至于那些自爆甲虫 还没落在许安身上 就纷纷被打碎 就算有的自爆甲虫 侥幸冲到了许安身上爆炸 但最终却在他身上 炸出个白影都做不到 随后他血红色的目光 落在了那二十艘深蓝色飞船上 他争鸣邪笑一声 随后向着二十艘飞船冲过去 高空中 打那个周周 看到许安化身液罗刹剑神 砍瓜切菜一样 消灭二十多万机械族大军的时候 他都看愣住了 他想过 史诗下级的上位神英雄命格拥有者 会很强 但没想到会这么强 在这种强者面前 低等级的生灵 就算数量再多 恐怕也没什么意义了 就像眼前的机械族大军一样 不过 当他看到许安冲向那二十艘飞船的时候 他顿时一惊 然后连忙与他心灵沟通 许安早在化身液罗刹之前 就感知到了 父神领主存在的位置 因此在这一刻 他根本没管其他的飞船 直接冲到了父神领主所在的飞船 然后一箭劈下去 打算将父神领主 连同他的飞船一起劈碎 但就在这时 他好像忽然收到了什么消息了一样 顿时愣了下 不过他很快就回过神来 他的目光重新落在父神领主身上 随后毫不犹豫地一箭斩下 与之前不同的是 这一箭看上去竟变得有些虚幻 并散发出了一股 世面灵魂的波动英雄计 七剑绝杀之士魂 只见着通天巨剑 在接触到飞船的时候 竟好像什么都没有碰到一样 直接切了进去 直直杀向父神领主的本体 父神领主看到这一箭后 立刻感受到了一股致命危机 随后他毫不犹豫地 发动了所有能保护自己的底牌 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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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足七道透明护照浮现 笼罩住了他的本体 下一秒 指尖那巨剑落下 毫无卡顿地 斩过前六层透明护照 而这六层透明护照 仿佛什么都没有感受到一样 丝毫保护作用都没起到 而当这巨剑落到 第七层护照的时候 第七层透明护照 直接轰然破碎 父神领主眼睁睁地 看到这柄透明巨剑 从天而降 然后静止切过他的身体 在这一刻 他感觉到了生命的流逝 原来这就是死亡的感觉吗 父神领主感受着 自己心中涌现出来的绝望 恐惧 缅怀 不甘等情绪 在这一刻 忽然又感到有些幸福 在机械族看来 这些在生灵眼中 与计算毫无干系的情绪 却是机械族眼中 最美丽的计算 变化和反应 也是他们心中 最向往的生命公式 拥有终极算力的他 在这一刻 隐隐触摸到了 生命奥秘的最顶点 他有种感觉 再给自己一点时间 让自己完全掌握 这点生命奥秘的 最顶点知识 自己将成为机械族 真正至高无上的神 那时候的他 甚至能够摆脱 机械族的本质特点 计算 然而下一秒 他的双眼 悄然变得暗淡 最终彻底失去光芒 俯神领主 死 高空中 周周看着面前 出现的击杀提示 您的下属 夜罗沙剑神 许安基杀了钻石下级 机械族领主 副神领主 万族领主 晋升能量加一百万 战利品凝聚完成 战争主神的祝福 您的下属 夜罗沙剑神 许安 获得额外 两千万点 晋升能量 恭喜娇阳领主 成功击杀机械族领主 副神领主 万族领主 该领主的领主 断位为神话上级 一百二十分 您获得了一百一十二亿 加十二亿 一千五百二十二万 一千三百 点中烟战场基础 排位积分 比我想象的还要简单 周周感慨道 他还以为 消灭副神领主这件事 会遇到些困难 没想到 许安火力全开后 直接变成割草模式了 他摇了摇头 不再多想 随后打开中烟战场排行榜 蓝星人族 焦阳领主 断位 三百七十六亿 七千六百四十七万 两千五百点 中烟战场排名 第一名 原初领族 真领主 断位 二百七十五亿 五千四百一十五万 三千六百五十点 中烟战场排名 第二名 混沌神族 太一领主 断位 二百二十五亿 五千五百四十二万 一百九十九亿 一千二百三十八万 五千四百点 中烟战场排名 第四名 周周满意点了点头 现在 他与第二名的差距 又拉大了 真领主追上他的 可能又小了一分 周周看着面前 这份中烟战场排行榜 可以看出 除了自己的中烟战场排位分数 得到大幅度提升外 真领主 太一领主 以及其他顶级万族领主的排位积分 也得到了相当大幅度的提升 周周也没奇怪 他们手中 虽然可能没有像复仇之魂的 罗盘这样的道具 但是如今 是中烟战场的第三天 能生存到现在 并且还敢于继续在中烟战场上 冒险探索的 大多都是强横之辈 这些领主们 能活到现在 手中肯定也掌握着 大量的中烟战场排位积分 真领主 太一领主等顶级万族领主 就算碰不到极尊领主 父神领主 这样的排名前十的顶级万族领主 但碰到普通的强大领主 只要击败他们 也可以获得大量排位积分 从而提升自己的排名 不过他们这样凭运气的方式 自然不可能比得过 周周这种精准寻敌的方法 所以周周现在是第一名 随后他关掉中烟战场 目光重新落到眼前的战场上 在许安基杀掉 附神领主之后 战场上的机械族人 已经所剩无几了 剩下的士兵们 也开始放开手脚 倾搅这些剩余的机械族士兵 与此同时 附神领主的机械躯体 也被送到了周周面前 星夜号中 周周看着眼前的 附神领主的尸体 物品名称 附神领主的机械之躯 万族领主 物品等级 钻石下级 物品效果 里面蕴藏着尚未提取的战利品 物品简介 来自机械族的万族领主 目标是成为至高领主 因为在机械族的领主中 发展得最为领先 所以被很多机械族领主 视为未来的希望之一 战利品暴虑 八十颗钻石急物之星 暴虑 百分之一百 一本夏卫神上级 可成长英雄计 超级计算 暴虑 百分之十 一本夏卫神上级 可成长英雄计 真实模拟 暴虑 百分之十 一本白银下级机械科技图纸 深蓝潜行者号 暴虑 百分之八 一本黄金上级机械科技图纸 打击者光照 暴虑 百分之五 一本白金下级机械科技图纸 生命庇护光照 暴虑 百分之四 一本钻石下级机械科技图纸 天启卫星 三 暴虑 百分之三 未研究完成 一本钻石下级机械科技图纸 大统一核心能源 暴虑 百分之一 一本夏卫神上级 英雄传承秘点 暴虑 零 00001百分号 一颗神话级 唯一领主天赋球 暴虑 百分之零 五颗神话级 唯一级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暴虑百分之零 周周只是扫了一遍战利品 目光就立刻落在了倒数第二个战利品上 他脸上出现喜色 神话级 唯一领主天赋球 不容易啊 终于又爆出来一个神话级 唯一领主天赋了 自己发展到现在 除了上次运气好 在魔角恶族的领主 罗塞尔身上获得了一个神话级 唯一领主天赋领主伤成万 这还是周周第一次在最顶级万族领主身上 亲自斩获神话级 唯一品级的领主天赋 也不知道 这个领主天赋的效果是什么 他迫不及待地 把手放在这个已经死寂的圆球身上 领主天赋提示 您的战利品受到战利品之王 完美战利品的强化 战利品品质加一 称号提示 您的战利品受到最强领主称号影响 战利品数量正20% 领主天赋提示 您获得了完美战利品 96科物之星 超凡级 一本英雄技技能书 超级计算 中卫神上级 可成长 一本英雄技技能书 真实模拟 中卫神上级 可成长 一本机械科技图纸 无形幽灵号 黄金下级 一本机械科技图纸 玉笛光盾 白金上级 一本机械科技图纸 魂锁 钻石下级 一本机械科技图纸 天启卫星4 超凡下级 未研究完成 一本机械科技图纸 大统一核心能源 超凡下级 一本英雄传承秘典 中卫神上级 一颗领主天赋球 神话级 唯一 六颗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神话级 唯一 哗啦啦 副神领主的机械之躯 瞬间变成大量的战利品 与之前不同的是 在这些战利品中 以厚厚的机械科技图纸居多 光是机械科技图纸 就堆成了一座小山 周周有些眼热地 看着这些机械科技图纸 随后迫不及待地 开始一一检查这些战利品 物质星自然不用多说 周周直接看向其中的英雄计 英雄计 超级计算 等级 中卫神上级 可成长 技能效果 当智能生命在进行计算时 可以节省5% 90%的计算时间 提示 本英雄计 只有机械族的智能生命类 英雄可以学习 英雄计 真实模拟 等级 中卫神上级 可成长 技能效果 当智能生命在进行创造项实验时 可以通过调动自己的科技知识储备 进行虚拟模拟实验 虚拟模拟实验 最终结果的真实度 与自身掌握的科技知识储备多少有关 科技知识掌握得越全面具体 虚拟模拟实验的实验结果 离真实实验的实验结果偏差度就越小 反之 则越大 当智能生命拥有的科技知识储备 可以100%满足虚拟模拟实验的知识需求时 其所产出的实验结果 将等同于真实实验结果 提示 本英雄计 需要极高的算力才能实现 并且 只有机械族的智能生命类 英雄可以学习 周周皱眉看着这两个英雄计 毫无疑问 作为中卫神上级 可成长英雄计 这两个英雄计的效果 都相当极品 前者缩短计算时间 看似平平无奇 但那可是按照百分比来缩减的 也就是说 哪怕有一个机械族英雄 想要创造一个中卫神级别的 机械科技产品 在创造这个产品的过程中 都可以通过这项英雄计 来减少90%的最大计算时间 这个英雄计 在低等级的时候 缩短时间的百分比不多 可能发挥的效果不大 但它越成长 效果将越恐怖 第二个英雄计 也非常离谱 真实模拟 简单来说 就是可以用脑海中 想象的虚拟实验 来代替现实中的真实实验 只要储备的相关科技知识足够 就无需在现实中 寻找相应的实验材料 直接可以在思考中 完成具体的实验过程 既节省了实验资金 又大大缩减了 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 对于实验狗来说 简直是无上神迹 如果他们蓝星人族在蓝星时 能够掌握这种这种能力 蓝星人族的科技发展 少说可以加速几百年 甚至上千年都不止 不过这两个英雄 既级品归级品 但他们最后 所提示的只有 机械族的智能生命英雄 才能学习 却让周周为难住了 难道要向灵儿 要一个策反过来的 机械族士兵 然后给他英雄传承秘典 让他成为智能生命的英雄 最后再让他学习 这两个英雄技 周周想想就觉得很麻烦 不过如果最后 他真没办法的话 也只能这么做了 他想了一会儿 摇了摇头 打算先看看后面的战利品 也就是这堆机械科技图纸 周周先拿起 离自己最近的一堆 叠在一起的蓝色科技图纸 机械科技图纸名称 无形幽灵号 全线等级 黄金下级 机械科技效果 无形幽灵号 拥有黄金下级智能生命幽灵侦察兵 具备白金上级无形机体功能 黄金下级折叠空间功能 黄金下级空间仓库功能 黄金下级飞船防御 黄金下级飞行速度 黄金下级生命探测 黄金下级空间隐身 超凡上级快速飞行 自动修复功能 机械科技图纸描述 无形幽灵号 是机械族的侦察宇宙飞船之一 设计灵感来源于初代侦察飞船 白色幽灵号 随后经过历代改造和提升 产出了无形幽灵号这一产品 与以往的幽灵系列产品相比 无形幽灵号最大的特点 就是零质量机体 它就像真正的幽灵一样 看不见摸不着 可以无视任何具备物质性质的攻击 在它刚刚被发明出来时 就受到了众多机械科技集团的喜爱 之后 随着更高级幽灵系列侦察飞船 被创造出来 它的地位才逐渐被取代 周周眉头一挑 零质量机体 看不见摸不着 还有这么神奇的物质 另外 它发现了一件事 那就是 这艘飞船图纸的具体功能 似乎有点平平无奇啊 要知道 温雅现在的本体星夜号 作为一种白银上级宇宙飞船 它初始就有超凡上级的 智能生命星夜女神 至于它的其他功能 也有很多白银 钻石 甚至超凡级别的飞船功能 而这艘黄金下级的宇宙飞船 它的智能生命 居然只是黄金下级 而它的其他功能 也都只是黄金下级 周周想了想 突然反应过来 难道这才是正常 知识宇宙飞船的配置 像自己之前的黑色幽灵号 和现在的星夜号 只是因为 它们是代表着机械族与自己的友谊 所以才在设计之初 加入了那么多高级飞船功能 周周越想越觉得自己的猜测 可能是对的 不然 一艘白银上级的宇宙飞船 就加入超凡级别的智能生命 也太离谱了些 那传说级别的宇宙飞船 岂不是要加入主神级别的智能生命 怎么可能 领主大人 这是第七代幽灵系列 侦察飞船的设计图纸 温雅之前的本体 黑色幽灵号的普通版本 就是与它同出一元的 第三代幽灵系列侦察飞船 领主大人 幽灵号和新叶号的性能变得更强悍 就在这时 温雅的声音响起 你收录吧 周周文言一正 随后没有犹豫 直接将这落代表着 无形幽灵号的宇宙飞船制造图纸 单独放在一边 让温雅进行收录 直接一道鸿芒 从新叶号的上方照射下来 落在了这落图纸上 随后开始自上往下扫描 不到一会儿功夫 这道鸿芒就扫描完了 领主大人 温雅已经将其收录完成 温雅道 还挺快 周周有些惊讶 他刚刚看了一眼 那上面的机械族文字加起来 估计都能顶一个大型图书馆了 温雅居然这么快就收录完成了 不愧是超凡上级的智能生命 他也没多想 点了点头后 便看向下一个图纸 机械科技图纸名称 玉滴光盾 前线等级 白金上级 机械科技效果 在自己周身 释放一层无死角的物理防御光盾 光盾耐久 出使为100% 可以阻挡白金上级 和白金上级以下层次的物理攻击 在耐久没有损耗光之前 可以通过吸收外界光能 自动恢复耐久 机械科技图纸描述 父神灵主所创造出来的 打击者光盾的升级版机械科技产品 不但防御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 还新增添了 可以自动恢复耐久的能力 即使是低级机械族 或者普通生灵也可以使用 周周有些惊讶 这个机械科技产品图纸 看上去普普通通 就是一个正常的防御装备的图纸 它不像正常装备那样 无法装备高于自身实力境界的装备 这种御敌光盾 哪怕是实力低于白金上级 甚至是普通人都可以使用 周周想到这里 顿时怦然心动 这代表着什么 这代表着 他麾下哪怕是一名黑铁下级的士兵 都可以借助这种科技防御装备 来插手白金级别的战斗 如果大规模普及的话 一万名黑铁级士兵 说不定可以发挥出 一万名白金级别士兵的作用 这就是科技产品 令人惊艳的地方 周周感慨道 温雅 把这个也收录了吧 回去后 就建造相应的机械科技制造工厂 你尽量在最短时间内 制造出足以满足全军需求的御敌光盾 物知心不是问题 需要什么卖什么 周周现在别的可能没有 但物知心是真的多 一般的传说级强者 都可能没他有钱 是 领主大人 温雅立刻恭敬道 周周点了点头 随后目光热切地 看向其他机械科技的图纸 有了这些机械科技图纸 他挥下士兵的战斗力在未来将得到大幅度提升 随后他看向下一个科技图纸 机械科技图纸名称 魂锁 前线等级 钻石下级 机械科技效果一 在自己周身 释放一层无死角的灵魂防御光盾 光盾耐久初始为100% 可以阻挡白金上级和白金上级以下层次的灵魂攻击 在耐久没有损耗光之前 可以通过吸收外界元素能自动恢复耐久 机械科技效果二 在魂锁内的灵魂 如果受伤的话 可以缓慢治愈灵魂上的伤势 机械科技图纸描述 副神灵主所创造出来的 生命庇护光照的升级版机械科技产品 不但防御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 还新增添了可以自动恢复耐久 以及治愈灵魂伤势的功能 即使是低级机械族或者普通生灵也可以使用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明显是何域迪光盾搭配使用的 一个来防御物理攻击 一个来防御灵魂攻击 都很不错 周周也没废话 图纸名称 天启卫星4 未研究完成 前线等级 超凡下级 机械科技效果 高空打击卫星建筑 射程为10万公里 拥有超凡下级天启激光炮 可以瞬间击杀射程范围内的 一切超凡下级和超凡下级以下层次的生灵 机械科技图纸描述 副神灵主所创造出来的 天启卫星3 未研究完成的升级版机械科技产品 射程范围极远 伤害能力优秀 是不可多得的低轨道太空武器 目前尚未研发完成 需要继续研发方可创造出来 周周看了一眼 发现自己没看错 10万公里 好家伙 蓝星到月星也才38万公里 这射程放在蓝星上 只需要再延长4倍 就可以直接从蓝星轰到月星上去了 唯一可惜的是 就是这图纸还未研发完成 如果能够研发完成的话 周周就拥有对部分至高大陆区域定位 轰杀的能力了 温雅 你能以此为基础 将它彻底研发出来吗 周周拿着这份图纸问温雅道 温雅没有说话 而是先扫描了一遍 随后给出了否定的答复 抱歉 领主大人 温雅目前的机械科技知识储备还不够 想要完成研发出这天启卫星4 要么温雅掌握更全面 更深层次的机械科技知识 要么让温雅的智能生命层次达到传说级 可以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否则温雅都无法完成领主大人的要求 温雅道 周周文言点了点头 他没说什么 周周看向下一个机械科技图纸 机械科技图纸名称 大统一核心能源 全线等级 超凡下级 机械科技效果 拥有大统一核心能源的智能生命 可以将其他智能生命的智能核心 归属于自己的智能程序下 让该智能生命变成自己的机械分身 当该智能生命通过击杀迷雾怪物 获得晋升能量时 可以将其部分或者全部运行到 拥有大统一核心能源的智能生命身上 从而快速攀升该智能生命的实力等级 最高可以提升到超凡下级 机械科技图纸描述 父神领主所创造出来的 大统一核心能源的升级版机械科技产品 可以快速攀升机械族的实力等级 周周眉头一挑 怪不得父神领主和他的下属的实力那么强 原来是这大统一核心能源的效果 父神领主真是个天才 居然能创造出这么多发明 特别是这个大统一核心能源 简直就是快速制造强者的神器 周周嘖则称奇 不然如果他后期成长起来 说不定真会是个能媲美真领主 太义领主 逐天领主的劲敌 随后他看向下一个战利品 正是那本中卫神上级的英雄传承 宝物名称 英雄传承秘典 品阶 中卫神上级 宝物能力 使用后可以得到一位 契合自身种族的英雄传承 简介 至高意志创造的宝物 连接着时光长河 使用者在使用后 可以得到自己所在种族的一位 拥有中卫神上级英雄命运位格的英雄传承 周周看完后 立刻就反映过来 这本英雄传承秘典的下卫神上级版本 应该就是来源于万族领主战场的战场商店 自己之前也兑换过 交给奈萨里奥 让他成为火山与破灭之龙王了 没想到 父神领主居然留给自己用了 结果现在便宜了自己 周周美滋滋地收了起来 随后看向最后一个战利品 正是那本神话集 唯一的领主天赋球 宝物名称 领主天赋球 终极算法 宝物品集 神话集 唯一 宝物效果 吸收后 领主将拥有神话集 唯一领主天赋 终极算法 宝物简鉴 经过至高意志进化过的领主天赋球 吸收后可以得到一种神话集 唯一领主天赋 终极算法 原来父神领主的神话集 唯一领主天赋是这个 周周与父神领主交手两次 还是第一次知道 父神领主的领主天赋是什么 他想了想 为了避免发生意外 还是回到领地 吸收这个领主天赋比较好 随后他没有浪费时间 立刻把白云和五星叫过来 让他们二人 暂时安排士兵们驻守在这里 没有他的命令不许乱动 一切等他回来再说 如果有强敌来袭 或者其他意外的事情发生的话 到时候 一切决策由白云和五星来决定 随后他又嘱咐了一系列事情 等安排好一切后 周周便不再浪费时间 直接心念一动 返回了郊阳城 郊阳城 出击领主伏地中 主卧内 周周看着手中的领主天赋球 深吸一口气 沉声道 吸收 下一秒 这颗神话级 唯一 领主天赋球 立刻化为无数七彩颜色的光点 涌进他的眉心里 周周闭上眼睛 片刻后 他睁开眼睛 然后立刻打开领主个人信息 只见他的领主天赋一栏 赫然再次发生了更新 领主天赋 战利品之王 神话级 唯一 诸如炼金攻防 青铜级 怪物牧场 白银级 策反 黄金级 白银级 神秘商队 黄金级 神道者的窃法手套 传说级 识神赐福 战争主神的祝福 白银级 生命女神的庇护所 白银级 骑士圣殿 超凡级 屠龙之乡 白银级 机械族的馈赠 白银级 征服者的拥戴 白银级 斗神之全职大师 青铜级 领主商城 神话级 唯一 识荒者 青铜级 兼任体制 青铜级 龙业王国 超凡级 终极算法 神话级 唯一 第二时的领主天赋了 周周脸上出现笑容 现在他的领主天赋面板 要是给其他领主看 百分百能把对方看傻眼了 随后 他立刻打开该天赋的详细信息 领主天赋 终极算法 神话级 唯一 具体领主天赋效果一 您可以召唤一尊属于自己的机械族分身 机械族分身与本体思维相通 本体可以无视距离指挥 和实际操控机械族分身进行行动 当您的机械族分身在死亡后 您可以通过消耗体内能量重新召唤出来 具体领主天赋效果二 您的机械族分身掌握着终极算法程序 并可以通过它掌握麾下所有机械族下属的算力 掌控的算力越多 机械族分身的智慧就会越高 在进行科技研究与创造时 就能节省下更多的时间 甚至可以举一反三 研究创造出全新的机械科技产品 居然是这种领主天赋 那么多经验的发明 甚至连大统一核心能源 这种外挂级科技产品都可以创造出来 原来是借助终极算法这项神话级 唯一领主天赋做到的 周周想到这里 心头顿时有些火热 她来自发展科技文明的蓝星 每一个蓝星人族都享受过科技的好处 她自然也不例外 所以对于科技这条道路 哪怕在至高大陆上的主流是超凡职业道路 并且周周已经从这条道路上获益良多 周周对她还是有自己独特的感情在的 她之前本来以为 也许蓝星的科技文明将不会在至高大陆上散发出光彩 但现在有了这终极算法 蓝星科技文明也许不但可以在至高大陆上重现光芒 甚至超越以往也将会变得极有可能 我的机械族分身 周周渐渐冷静下来 随后思索着这件事 然而就在她刚念叨完后 她顿时感觉自己的脑海中 隐隐有种某类生命想要破窍而出的感觉 原来在我脑海里 召唤 周周眉头一挑 随后毫不犹豫到 下一秒 就看到一道七彩光芒从她眉心中飞了出来 落到地上后变成了一个银色光球 周周脸色古怪的看着银色光球 如果不是自己与这光球有着明显的心神联系 再加上 她又比附神领主死去的机械之躯小很多 几乎只有拳头大小 周周都以为附神领主重生了 她看向这颗银色光球 属性信息出现 分身名称 未命名 机械族分身 所属领地 交阳城 机械族 实力竞俭 黑铁下集 能力概述 交阳领主的机械族分身 掌握着特殊天赋终极算法 技能 天赋终极算法 天赋无限机体 潜力 主神上级 周周眉头一条 这家伙的属性信息倒是非常简单 但是她的潜力却吓了周周一跳 好家伙 主神上级 这潜力已经达到这个世界的极限 和光明圣龙 英格索尔差不多了 随后她目光落在了她的名称上 想了想 给她起了个终极领主的名字 名字有点重二 但周周也没在意这种事 她看着面前的终极领主 心面一动 下一秒 在她有些惊奇的目光中 只见眼前的银色光球 开始不断变化 同时变化模样 很快 一位与周周一模一样的 银衣周周 出现在周周面前 这就是无限机身吗 果然奇妙 周周看着面前 和自己一模一样的终极领主 眼中惊奇之色更浓 片刻后 新奇新过去的周周 看着面前的终极领主 开始思考起来 接下来就要给我的机械族分身 准备机械族领名 好让她发挥出终极算法的优势了 等她掌握终极算法的能力后 刚刚得到的 天启卫星4 剩余的未研究出来的图纸部分 恐怕不需要等到温雅来解决 我自己凭借终极领主 就可以研究出来了 周周想到 父神领主能够凭借终极算法 创造出那么多令人惊艳的 机械科技发明 周周作为人族 就算短时间内 不能像他那样 直接开始发明创造新科技产品 但是完善一个残缺科技图纸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就在这时 吼 一声偌大龙银声响起 周周和战场上的士兵们 在听到这声叫声后 甚至有种天地都在隐隐震动的错觉 周周立刻来到窗户前 看向外面的景象 只见奈萨里奥此时正飞在高空中 有形无质的黑红色岩浆烂 从他体内爆发而出 奔涌向四面八方 眨眼间 就将周围方圆百里之内的环境 变得如同一个火焰地狱世界一般 而在奈萨里奥的头顶 正上方的高空中 赫然出现了 他上次突破到白金下级时 也同样出现过的火焰群山虚影 只不过此时的火焰群山虚影 明显比上次的虚影要大上三四倍 并且看上去也更加凝实 而在那火焰群山的正中央之处 有一座极其高耸的火火山 炙热粘稠的岩浆 在那火山内外流淌 呈现出一副亮红色 一尊奈萨里奥的虚影正沐浴在那岩浆中 享受岩浆的炙热和狂暴 就在这时 只见足足上千道大江大河一样的火元素长河 从虚空中凭空诞生 随后 他们犹如百川归海一般 纷纷涌入奈萨里奥的身体里 在这个过程中 奈萨里奥的气势也越发惊人 体型也在飞速变大 1000米 1500米 2800米 3600米 到最后 奈萨里奥的体型赫然从之前的700多米 增长到了4000多米 才停止了增长 吼 奈萨里奥仰天大吼 声音中有着无限的喜悦和兴奋 就在这时 周周面前出现文字提示 恭喜您 您的宠物火山与破灭之龙王突破到钻石下集 火山与破灭之龙王的破灭龙溪得到加强 火山与破灭之龙王的龙威得到加强 火山与破灭之龙王从龙语魔法精通中 领悟了成长型龙语魔法史诗级火元素掌控 火山与破灭之龙王从龙语魔法精通中 领悟了成长型龙语魔法末日火海 火山与破灭之龙王从龙语传承觉醒了龙王分身 火山与破灭之龙王从龙语传承觉醒了涅槃火山 火山与破灭之龙王的史诗级元素免疫和史诗级物理免疫觉醒度 从50%提升到70% 奈萨里奥终于晋级了 我的底牌级战力又多了一位 周周看到这一幕感慨到 奈萨里奥卡在白金上级已经很久了 今日终于后级勃发晋级了 突破到钻石下级的奈萨里奥 实力得到大幅度提升 如果两者要是真用出底牌打的话 奈萨里奥在底牌进出的情况下 还真不一定会输给许安 哪怕许安的实力比他要高出两个大层次 并且英雄命运位格也要高出奈萨里奥两个大层次 但毕竟许安体内是没有什么人族血脉传承的 而奈萨里奥的血脉之中 却拥有浩渺如星空般众多的龙族传承 那是龙族无数纪元种族文明传承的积累 自然不能小觑 对于这点 同样拥有龙族传承的周周最为清楚 此时 已经恢复本体的许安 也看向了突破到钻石下级的奈萨里奥 他眼中出现凝重之色 因为他居然从对方的身上 感受到了一股危险感 纯血龙族出身的英雄 果然可怕 许安心想到 不过他心中自然不会畏惧 好 就在这时 就看到奈萨里奥在突破之后 立刻飞到了周周所在的飞船前 看向周周的目光中 竟是喜悦和兴奋之色 周周见此笑了笑 随后飞出飞船 摆到了奈萨里奥的面前 摸了摸他的额头 奈萨里奥闭着眼睛 看上去十分享受的样子 哦 远处 光明圣龙 英格索尔一脸羡慕地看着他 但又无可奈何 他虽然刚出生时 就是黄金上级层次 但作为传奇龙族的他 所需要的晋级能量 甚至比同级别的龙族英雄 还要多上数倍 哪怕有白金级别战争主神的祝福 他想要晋级到白金下级 也要过一段时间才行 所以 他现在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奈萨里奥 接受周周的抚摸 片刻后 战场收拾完毕 周周带着所有的士兵返回新夜号 新夜号内 会议室中 周周 白云 五星 风罗 许安 无图 以及其他联盟领主正在举行会议 所有领主此时都是一脸兴奋之色 没办法 他们刚刚消灭的 可是万族顶级领主 机械族的最强领主 这等领主 他们以前都是在世界频道上 当作谈论聊天的谈资用的 没想到今天他们却与对方交战 甚至还消灭了对方 他们中的部分领主 一想到 他们参与了这场战斗 就止不住的兴奋 没想到 我们真的消灭了父神领主 感觉和做梦一样 跟你有什么关系 不都是领主大人的主力 和那位许安猛人出的力吗 你说的没错 不过我虽然没出什么力 但光是参与为官 就已经很过瘾了 没错没错 我的妈 那位许安猛将变成那么大的存在的时候 我都看傻了 那感觉跟看电影一样 许将军确实强的离谱 不对 应该说 领主大人的每一名下属都很强 你们看到盟主的那么多条龙族了吗 照我说 龙神领主算个屁啊 他能有这么多龙族 龙神领主这个称号 应该给盟主才对 我侥幸在万族领主战场刚开始的时候 跟龙神领主在领主战场上碰到过一次 龙神领主麾下的龙族 确实没有领主大人的多 领主们议论纷纷 周周也没管他们讨论 而是坐在主位上思考 现在 我手中的排位积分 已经领先真领主他们很多了 距离中烟战场结束 还有一整个下午 倒是不着急 再用复仇之魂的罗盘 找到一个顶级万族领主 来提升我的积分 那先扫荡落的领主吧 尽量多获得一些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周周很快做了决定 在中烟战场上 大批量获取领主天赋中烟碎片 也是他在中烟战场的目标之一 错过了这村 可就没这个店了 反正现在时间足够 顺便让他的领主成员们 去完成他们心心念念的策反活动 各位 现在距离中烟战场结束 还剩下接近六个小时的时间 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时间里 你们可以去使用你们的策反 不过三个小时后 各位一定要准时回来 前往不要耽误时间 到时候 我带大家去 见见另一位顶级领主 周周道 好 放心吧 盟主 我们会准时回来的 这次要去对付哪个顶级领主 有领主好奇问道 逐天领主 周周也没隐瞒的意思 他其实也想去找真领主 或者太义领主碰一碰 但奈何他从来没和这两位 顶级万族领主交过手 所以 阿帕是复仇之魂的罗盘 也没办法给他指路 所以他只能退而求其次 来碰一碰逐天领主这个老对手了 上一次与逐天领主的对战 让周周十分深刻 当时对方虽然仅仅有四名领名 但凭借掌握着恐怖的法则之力 周周他们却打得底牌平出 才艰难取胜 现在他实力比当初已经高出一大截 而对方肯定也发展得更强了 也不知道这一次交战 他们之间的胜负结果将会如何 出发 周周没有多想 下令道 随后就看到他们如同昨天那样 再次分成三支队伍 其中领主联盟的领主成员们 带着七艘新夜号飞船去策反去了 周周带着三艘新夜号飞船 二十艘缴获的深蓝潜行者号 以及自己领地的士兵 去找万族领主战斗 而许安还是和昨天一样 带着一艘新夜号飞船 和一队士兵前去独自刺杀万族领主 新夜号 周周和凌儿正待在这里 因为凌儿刚刚已经对副神领主用过策反了 所以 他并没有跟随其他领主去策反 而是留在了周周这里 哥 我们好久没单独在一起了 凌儿抬头看着周周 神色高兴道 是啊 周周笑着摸了摸对方的头发 两人聊了一会儿 随后周周道 凌儿 我有一个小请求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不用答应我也行 周周说道 我答应 凌儿闻言 甚至连问都没问 就直接答应下来 周周哑然失笑 不过 他还是说了自己的请求 我想要你刚刚策反的 那群机械族士兵 对此 我可以补偿你其他东西 周周想了想 随后从腰间的天物宝袋中 拿出十万颗钻石级物质星 装进一个小号的空间戒指中 交给凌儿 其中 物质星自然不用多说 十万颗钻石级物质星的总价值 自然是超过三万两千多只机械族士兵的 至于空间戒指这种东西 现在蓝星领主也不怎么缺了 这段时间里 随着蓝星领主的发展 世界频道交易所中 也逐渐出现了很多好货 其中 空间戒指这类储物物品就在其中 所以现在空间戒指 虽然仍然算是比较稀缺的交易所资源 但只要有足够的物质星 买上十几二十个小空间的空间戒指 还是挺简单的 周周现在手中 就有一百多个空间戒指 用作备用 而他麾下的将领 和领地重要官方人员 也基本上都已经人手一个空间戒指了 哥 我的策反都是你给我的 你需要那些机械族士兵 直接拿去就是 你是我哥 我不想把这种事情变成交易 听到周周的话后 灵儿低头且低声道 周周一正 灵儿居然这么想 他倒是没想那么多 只是不想 让自己亲近的人吃亏而已 哪怕是吃自己的亏也不行 周周想了想 随后忽然问道 你身边有你爸妈给你的东西吗 我以前的衣服 就是爸爸妈妈给我买的 可以吗 灵儿一正 回复道 算 周周笑了笑 也把这十万颗钻石集物之星收了起来 既然灵儿这么说 那我这次就不给你这些物质星了 不过以后 如果你需要什么的话 一定要跟我说知道吗 周周摸着他的头说道 可能是因为在这个世界 举目无亲的关系 所以对于自己 现在任的这个单纯的妹妹 他总是会下意识去心疼和照顾 好在这个妹妹也讨人喜爱 没有辜负他的照顾 嗯 灵儿闻言用力点了点头 一双明亮清澈的眼睛 笑成了弯弯状 显然对自己的哥哥 不给自己物质星的行为很开心 随后他没有多说 立刻就去找自己 策反过来的三万两千多头 机械族士兵去了 周周看着蹦蹦跳跳离开的灵儿 心里暗暗思考 等以后自己圣灵级信仰神经 有多余的时候 自己就通过灵儿的父母遗物 来赴活灵儿的爸妈吧 让灵儿再次拥有 属于自己的家庭 虽然他们到现在 一直没确认灵儿的父母是生是死 但是灵儿作为他的药材供应者 其实在世界频道上 已经有不小的名气了 再加上 灵儿为了找自己的父母 还在自己的交易摊位上 晒出了自己的照片 就是想让父母看到 如果灵儿的爸妈还活着的话 再知道灵儿后 肯定会找上来的 但是他们 现在还没找上来 不出意外 应该是已经凶多吉少了 不过现在 自己有复活手段 未来只要圣灵级别的信仰神经到位 就算他们真的凶多吉少了 对他来说 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直接复活就是 至于周周的亲人 是不可能了 他本身是个身穿的穿越者 表面上家乡是蓝星 真实的家乡却是地球 两者虽然像是彼此的平行宇宙 但周周再回过一次自己的老家后 发现那里并没有自己的父母 他就接受了 自己已经无家可归的事实 不过 周周现在并不气馁 如果他以后能够再成神 甚至能够成为至高领主 那他也许就能够穿越回自己的家乡 重新见到自己的父母 亲人和朋友们 这也是 他在这个世界上 能坚持活下去 并追求变强的原因之一 片刻后 灵儿就带着三万两千多头 机械族士兵过来了 周周见词也不废话 直接和灵儿办起了交接 把他们都变成了交洋领的领名 随后 灵儿知道自己的大哥要忙了 就找个理由离开了 周周见词 目光重新落到这些机械族身上 这些机械族形态各异 有攻坚型机械士兵 有远程攻击型机械士兵 有侦察型机械士兵 有空战型机械士兵 有自爆型机械士兵 还有后勤型机械士兵 周周看着微微点头 配置还挺全 随后他心念一动 就看到一个淫衣周周出现在他身旁 正是他的机械族分身 终极领主周周 这些机械族士兵的算力加在一起 能让你完成 天启卫星4的余下研究吗 周周问道 不是那么简单的 我这副机械身躯的等级太低了 想要完成超凡下级机械科技图纸 天启卫星4的剩余研究 需要先把我提升到超凡下级才行 在这之前 我还需要先把大统一核心能源制造出来 然后借助它 让我快速晋升 这其中所需要消耗的材料 需要你来负责 终极领主周周 神色平静地说道 可以 周周点头 他现在最不缺的就是物质星 完全可以轻易满足 终极领主周周的需求 现在我先把他们的程序和算力 放在我的终极算法之下 终极领主周周周说道 随后就看到他右手一伸 一股淡紫色的涟漪 从他手中溢散而出 眨眼间 就将面前这32154头 机械族士兵覆盖在内 只见这些机械族士兵眼中的银色光芒 瞬间爆闪 两久后才停息下来 恢复了平静 好了 不过算力太少了 这些算力 就算我的实力提升到超凡级别 也最多让我完成 黄金级别以下层次的科技研究 终极领主周周 感受着自己掌握的算力 微微皱眉道 随后他看向周周 本体 不出意外的话 那些机械族士兵死去的机械之躯 在提取完战利品后 应该会爆一些机械智能生命的制造图纸 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借助那些智能生命图纸 多制造一些机械族智能生命 让我统合他们掌握更多的算力 另外 经商领主之前提供过机械恐损这种机械族怪物 还说明了 他的领地附近有机械族王国 有机会的话 可以去这个机械族王国看一看 然后找个机械族大势力多策凡几次 这样肯定可以获得大量机械族的智能生命 我的算力也可以快速暴涨 终极领主周周 迅速提出这两个方案 我会考虑的 周周眉头一挑 点了点头 终极领主周周 也点了点头 对了 这个你们不能用 拿了出来给终极领主周周看 终极领主周周拿了过来 看了两眼 道 可以试一试 试试吧 周周有些期待 他早就想要一个英雄位格在身了 只是他有些不满足于低级命运位格的英雄传承 所以 哪怕经手了这么多英雄传承 他也一个没给自己用过 现在 他有了自己的机械族分身 又有了这份中卫神上级的英雄传承秘点 倒是可以试一试 让自己的分身拥有英雄命运位格 而且以终极领主周周的机械族天赋 将来凭借自己的能力 让自己的英雄命运位格更进一步 也不是没有可能 今天晚上是吧 今天的中烟战场 还需要我 终极领主周周摇头道 也好 周周文言点了点头 随后给了他十个空间最大的空间戒指 用于装他需要的物品 终极领主接过来后 也不嫌弃 直接把他们带在了自己的十根手指上 等待好后 终极领主周周 立刻有了一股爆发户的气质 不过他却不在意 周周也只是笑了笑 没说什么 之后的时间里 周周就带着士兵们 一一征服温雅一路以来 发现的万族领主势力 作为当前的中烟战场第一领主 他遇到的万族领主势力 自然无疑是他的对手 大部分万族领主势力 面对他的交洋军团 怪物军团 龙神军团都一碰就碎 就算有一部分势力较强的万族领主实力 能够和他打上一两回合 但也只不过是给他们造成了一点小麻烦 和小伤亡而已 稍微认真一些 就被他们轻易给碾压了 在这期间里 周周也没忍住手痒 亲自指挥二十万士兵 组成了几次贪狼化身在战场上 驰骋拼杀 光看起来 熟练度丝毫不逊色于五星 白云等人 就连最早掌握贪狼效越阵的五星 看到自家领主熟练驾驭贪狼效越阵的时候 都赞叹自家领主 在军阵上有极佳的天赋 甚至还说 如果领主大人 能够多投入一些时间 放在军阵上的话 未来必定可以超越他 成为一名超级军阵大师 这自然不是拍马屁 而是五星发自内心所说 不过周周却没什么兴趣 这就像古代皇帝一样 偶尔带兵御驾亲征可以 但哪有哪个皇帝 天天御驾亲征的 那不光是对自己安全的不负责 也是对自己的国家和领民的不负责 而且 周周身怀战利品之王 这种能够无限成长的领主天赋 在战场后方好好活着 才能把他的领民和领地 带着走向更远 才是对他的领民和领地的最大负责 所以周周在亲自解决几个万族领主势力 过了几把打仗的影后 就回到飞船上去了 剩余的时间里 他们倒是没碰上什么大麻烦 说实话 这让周周挺失望的 他还想着能巧遇几个神话级别 段位的万族领主 然后好好赚一笔 中烟战场基础排位分数呢 结果碰上的都是小鱼小虾 给他带来的最多排位分数 也只不过有七八亿而已 不像父神领主这样 排名前十的万族领主 一次直接给他带来一百多亿积分 无谣的周周 又打开了许安的刺杀直播 很快 周周就看得津津有味起来 成为英雄的许安 在刺杀领主这方面 效率再度提升数个档次 轻而易举的 就超过了周周这边的效率 当周周这边 征服完十个万族领主势力的时候 许安已经刺杀将近 一百个万族领主势力的领主了 虽然说 许安之刺杀领主 其他事情什么都不干 不像周周这边 是消灭整个万族领主势力的 所有成员 之后还负责打扫战场 但也可以看出 许安恐怖的刺杀效率了 三个小时后 周周结束猎杀万族领主行动 乘坐着他们所在的飞船 开始返航 准备和新陈联盟的领主成员们会合 会议室内 禀告领主大人 我们这段时间内 一共消灭了366处万族领主势力 击杀万族领主挥下敌军 约有2200万 夜罗沙剑神 许安 在这三个小时时间里 一共击杀3450名万族领主 他们的尸体 已经全部提取完 战利品也按照领主大人的要求 单独放在一个仓库里 白云汇报的同时 脸上还是忍不住出现 一抹惊叹之色 他们这边全力征服万族领主 也只不过消灭了 366处万族领主势力 而许安一人 就击杀了将近十倍的万族领主 不愧是他们当中的最强者 周周也满一点的点头 不枉费 他给许安争取到的这份英雄传承 光是今天的收获 他就感觉已经回本了 也不知道 这些异族领主的尸体中 能够提取出多少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能不能让他的战争主神的祝福 这项领主天赋更进一步 片刻后 周周和星辰联盟的领主成员们 再次汇集在一起 然后周周再次开了一个会议 会议室内 各位收获如何 周周直接问道 听到这个问题 众领主成员们相互对视一眼 脸上出现一个笑容 随后就看到农成林拿着一份清单走了过来 恭敬地交给他 这是今天所有星辰联盟领主成员们 测返结果的总结数据 请领主大人过目 他恭敬道 周周接过去 看了起来 随后他脸上很快出现笑容 今天他麾下的 这311名掌握测返的领主 居然测返了足足415万1160头迷雾怪物 这么算的话 光是他们会给自己的两成兵力 就有83万232头迷雾怪物 有了这两成兵力 他的麾下士兵数量 将会直接突破到240多万 星辰联盟领主成员们 掌握的总兵力数量 更是会达到592万余人 加起来 周周现在能够掌握的总兵力 将达到840余万 周周想到这里 不由深吸口气 那这再过两天 他的麾下领主成员们再努努力 他能够掌握的总兵力 岂不是能够轻松突破1000万 周周还没遇到过 终极王国是什么样子的 但想来一般的终极王国 应该也就差不多这个兵力了吧 周周心中想到 两久后 战场上的事实 当前我要在意的是 应该是保住我第一名的地位 周周默默提醒自己 随后看向面前的领主们 各位 接下来 让我们去会会那位竹天领主吧 他沉声道 好 我的怪物士兵的大刀 已经饥渴难耐了 干就完了 领主们不仅丝毫不畏惧 反而还纷纷热烈响应 集尊领主投降在前 副神领主败亡在后 虽然竹天领主的排名 要比集尊领主和副神领主高一些 但他们在两场胜利的冲击下 已然完全没有畏惧的想法 正如领主们所说 干就完了 随后 周周和众领主们 商量了一下 对付竹天领主的事宜 然后便解散了会议 然后他将复仇之魂的罗盘拿了出来 望着上面仅剩两次的指引次数 周周有些可惜的叹了口气 这复仇之魂的罗盘 好用是好用 就是指引次数有限 经过之前的两次指引后 现在他只剩下两次指引次数了 等指引次数消耗光后 也许可以试试 升级下拾荒者领主天赋 看看能不能再增加几次使用次数 周周想到 拾荒者作为青铜级领主天赋 升级也需要不了多少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他完全可以试一试 随后他不再多想 看着面前的复仇之魂的罗盘 深吸一口气 道 伟大的复仇之魂 我想要对一个家伙复仇 可否给予我指引 让我知道他的位置 三秒后 呼 只见复仇罗盘微微一动 随后大量的血色雾气 从罗盘周围溢散出来 很快 整间会议室内 就被这血色雾气所笼罩 周周神色平静地看着这一幕 很快 一双血色眼睛 从血雾中缓缓浮现 他凝视着周周 混沌人族 告知于无 如想要复仇之敌是谁 复仇之魂熟悉的话语响起 我想要复仇的敌人是 牧神族领主 逐天领主 周周道 很快 复仇之魂便低沉地予以回复 无以给予指引 去吧 说吧 就见那双血色眼睛 缓缓消失在血雾中 随后血雾也飞快缩回进罗盘内 整个会议室 再次恢复了之前的样貌 周周的目光 再次落在了手中的罗盘上 只见那罗盘上的血色指针 再次如他熟悉的那样 开始缓缓旋转起来 最终指在了正北方向上 他见此 心中浮现灵光 逐天领主正位 与正北方向 一亿7625公里的位置 看来逐天领主跑得比我快啊 周周心想到 同时也松了口气 这个方向 正是远离风暴的方向 看来他倒不用担心 因为追击逐天领主 而靠近风暴的事情了 随后 他便将这个位置告诉给了温雅 让温雅控制飞船 去追击逐天领主 哄 11艘星夜号 以及从附身领主那里 搅和的20艘深蓝潜行者号 瞬间爆发出最大速度 向正北方向全力飞去 片刻后 周周看着面前的 一落份机械族的 机械科技图纸 他们正是士兵们 在提取死亡机械族的 机械之躯后 得到的战力品之四 分别是 巨斧撕裂者系列 攻坚型机械族士兵 制造图纸 青铜下级 白金上级 自爆甲虫系列 机械族特战型士兵 制造图纸 青铜下级 白金上级 火炮手系列 远程攻击型机械族士兵 制造图纸 青铜下级 白金下级 暗影飞鹰系列 空中侦察与作战型机械族士兵 制造图纸 青铜下级 黄金上级 这四种图纸 一共有43份 囊括了从青铜下级 至白金上级层次的 各机械族士兵的 机械科技图纸 周周好奇了看了一会儿 随后就把它共享给 中级领主周周和温雅 中级领主周周 也不客气 他收录进自己的技能列表后 直接命令温雅 开始收购 制造这些机械族士兵的 相应材料 并着手在郊阳岭的领地内 开始建造 相应机械族 士兵的制造工厂 同时 他还让温雅通过林儿之手 收集交易所中的 蓝星文明科技知识资料 这些蓝星文明科技知识资料 最开始是由有能力学识的 蓝星领主个人编撰的 最开始的目的 也只是为了混口饭吃 现在虽然稍微涨了一点价 但也没有涨太多 毕竟 现在他们降临至高大陆 才不到一个月 大多数蓝星领主 都还在思考着 如何增强自己的势力 提升自己的领地等级 甚至是如何存活这种基础问题 至于重现 甚至继续发展蓝星科技文明 除了如军工领主这种 极少数顶级蓝星领主外 其他领主几乎没有心思 去做这种事 终极领主周周 在这时候去收购这些 蓝星文明科技知识 正是便宜的时候 他的野心很大 他不单单想要吸收 这个世界的机械族科技文明 还要吸收蓝星文明科技传承 最关键的是 以他的终极算法天赋 是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甚至都不需要多久 终极领主周周 就有信心超越 一直在这方面进行研究 并托有剑术的军工领主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左右 周周他们终于看到了 牧神领主 此时的牧神领主 距离周周上一次 在万族领主战场上看到他时 实力明显更胜一筹 远远看去 光是掌握法则之力的 牧神族族人 就从原先的四人 增加到了现在的八人 并且他们还带着 一百多名异族领主 组成的领主联盟 他们麾下的士兵 加起来也有百余万之多 周周眼睛微微发亮的 看着这些异族领主 就算他这次找过来 没能击败竹天领主 但要是能解决这些异族领主 周周也觉得不需此行了 这里提一下 其实像这种强大的领主 带着自己的领主联盟成员 及其下属 来到中燕战场 是很常见的 尤其是今天 领主联盟出现的尤其多 毕竟周周想到的 其他领主都不傻 自然也能想到 这也正是周周和许安两方 三个小时的时间 就击杀了3816名 异族领主的原因 他们根本就仓着对在一起 周周他们一次出手 就能解决几十 甚至几百名异族领主 杀得能不快吗 话说回来 虽然他们终于找到了 竹天领主 但周周并没有轻举妄动 因为此时竹天领主 正率领他的八名牧神族 以及联盟领主成员们 与另一方领主势力 进行交战 并且还处于下风 最让周周惊叉的事 这方领主势力 居然只有两个存在 他们一个周身 闪烁着雷霆光芒 另一个周身 闪烁着透明涟漪光芒 给人一种诡异的 时空错位感 因为光芒的阻碍 周周等人看不清 他们的面容 但让周周心里 感到震动的是 当他看到这两个存在的时候 他体内的屠龙王意志 出现了有史以来 最为激烈的战力 仿佛他们遇到了 血脉无比恐怖的存在 但他们血脉的本质 又驱使着屠龙王意志 去战斗 去厮杀 直至将这血脉 存在彻底撕碎 才能平静下来 周周通过军团面板 询问其他士兵们 是否有同样的感觉 士兵们纷纷回应 都说自己也有同样的感觉 只是战斗冲动 没周周这般强烈 周周听完后 眉头顿时一条 按理来说 敌人的血脉 层次越高 屠龙王意志 和屠龙意志的反应 就越激烈 而哪怕是 牧神族这等顶级种族 都没让我体内的 屠龙王意志 也有遮掩自己信息的装备 但结合吉隆 哈瑞斯告诉自己的 关于最顶级万族灵主的信息 周周心里 已经差不多确定 对方的身份了 原初灵族 真灵主 周周深吸一口气 至于对方身体周围 散发出的特殊光芒 应该是他们的神力外显了 按照哈瑞斯所说 原初灵族 作为无尽诛天血脉 最强的种族 他们的族人生下来 就拥有一个小世界 天生就拥有一个 小世界的资源 甚至有部分 原初灵族的小世界 刚开始诞生时 就拥有孕育生灵的能力 所以 原初灵族出生时 就可以以小世界为基础 培育自己的信仰 创立属于自己的世界神神格 如果有祖辈帮忙 他们 甚至可以从外界移民 些普通生灵到自己的小世界中 来增加原初灵族 小世界内的信仰之力 从而间接增强 他们的神力等级 这就是原初灵族的恐怖之处 与之相比 作为仅次于 原初灵族的混沌神族 虽然也在出生时 就有一颗混沌神格 但这个混沌神格 其实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只是带指他们的初始神力 一片混沌 没有具体的法则属性 只有成长起来后 才可以领悟 属于自己的法则道路 和神格属性 一个只有初始神格 另一个出生 就自带一个世界 可以轻易拥有神格 是天生的世界神 两者相比 差距可以说很明显了 只有两个吗 周周看着这两名原初灵族 心中顿时涌出灭杀他们的冲动 但很快 他就将这股冲动压制下去了 先坐山观虎斗 等着真领主和竹天领主 决出胜负后 我再出来收取渔翁之力 周周暗暗想到 随后他悄然下令 让所有星夜后 带着深蓝潜行者后 使用空间引盾 隐藏在空间夹层中 等待这两个万族 顶级领主战斗结束 然后 周周就通过虚拟屏幕 开始观察他们两个战斗的场面 只见竹天领主 率领他麾下的八名牧神族领明 以及麾下领主联盟的 百余万士兵们 向这两个元出灵族扑杀而去 伴随着一声令下 百余万士兵 齐齐释放出各种武技 法术 元素攻击 灵魂攻击 科技攻击等各种各样的攻击 并且 其中还夹杂着八名牧神族人 释放的法则攻击 一起向这两名元出灵族席卷去 密密麻麻的攻击 仿佛在血色天空中 挂出了一道七彩银河 只是这七彩银河不光美丽 其内还蕴含着 无与伦比至极的恐怖危险 然而面对这一幕 这两名被神力光芒 笼罩的元出灵族 却好像完全不在意一样 只是平静地悬飞在原地 甚至都不打算躲避 就在这七彩银河 快要落到这两名元出灵族身上的时候 那名在雷霆神力光芒笼罩下的元出灵族 才向前飞出一步 来到最前方的位置 随后 就在他的面前 忽然凭空出现一道百丈高的 漆黑空间裂缝 在那道漆黑空间裂缝的最深处 极强的吸力 随后在所有牧神族和麾下士兵们 瞠目结舌的目光中 他们百余万士兵和牧神族人 所释放出来的攻击 竟然进阶被吸入空间裂缝之中 随后全部消失不见 做完这件事后 这道百丈高的空间裂缝 便缓缓融合 最后消失不见 而那名元出灵族 好像什么事都没做过一样 依然平静地悬飞在空中 战场后方 当竹天灵主看到这一幕后 神色顿时一变 随后渐渐变得阴沉起来 这两个家伙 好像又变强了 以前在万族领主战场交手的时候 他们的世界 仅仅只能吸收非法则之力的攻击 对于法则之力的攻击 仅仅只是能削弱而已 可不像现在这样 能够直接吸收的 竹天灵主想到这一点后 脸色变得更难看了 驾驭法则之力 是他们牧神一族最擅长 也是最强的手段 如今最强手段都被对方克制 他们可以说 已经没有丝毫胜胜算了 想到这里 竹天灵主知道 他的中烟战场之行 恐怕要到此为止了 不但他没有任何慌乱 反而还平静了下来 也好 他看向真灵主 真灵主 这次算我输了 不过万族灵主争霸 才刚刚开始 我们还会有再对决的机会的 牧神灵主说完 看了眼周周所在的方向 脸上露出一抹冷笑 随后就看到 他拿出一份卷轴 向天上一扔 接着就看到 这份卷轴 飞快变大到十几公里长 只见他的上面 刻画着日月星辰 和山川合月 他横跟在血色天空中 看上去如同遮天蔽日一般 下一秒 就看到这道日月山河图散 发出足以照耀天地的耀眼白光 很快 光芒消散 周周等人 与原初灵族一起看过去 只见竹天灵主 已经带着他的所有灵民 和灵主联盟成员们 消失不见了 而那日月山河图 也随之消失不见了 又跑了 被雷霆神力光芒笼罩住的 原初灵族 看到这一幕 有些愤怒地说道 他们一路赶来 被他们二人以雷霆万军之势 迅速击垮击杀外 剩下的大多数万族领主 都借助中烟道具 或者其他现实中的道具逃掉了 雷霆与乌云之神安塞尔觉得 如果他们能把这些逃掉的万族领主 都击杀的话 中烟战场排行榜 怎么会轮到人族那个焦羊领主 排在他们的头上 安塞尔静下心来 赶在这时候 还留在中烟战场的万族领主 肯定是有自己的底牌的 我们不需要意外 我们也不算什么都没得到 至少逼出了对方一个保命底牌 真领主 或者说时空之神亚当说完后 目光就落在周周飞船所在的空间位置 现在让我们来欢迎下一位对手吧 焦羊领主 中烟战场时间有限 快出来吧 难道要我请你吗 亚当朗声道 星夜号中 周周听到真领主的话后 神色毫无意外 对于对方能够看穿自己飞船的空间影盾这件事 他早就有心理准备了 毕竟之前逐天领主都好像看出来了 只是有些可惜了 羽翁终究没做成 随后他直接下令 让温雅带着所有飞船飞出空间加层 出现在这两名原出领族的面前 不错 不愧是以人族之身登顶排行榜第一的领主 如今一看 在领地发展方面 你果然超过我们所有领主 亚当目光一扫 就看出了飞船中的人族士兵们的层次 和他们拥有的装备 哪怕他见多识广 此刻也不由有些吃惊 光是超凡级别的士兵 居然就有两千多名 甚至还有一位史诗下级的人族英雄强者在 装备也配置得相当齐全 这背后代表的领地发展速度 简直夸张 不知道的 估计以为对方从未来穿越回来 吊打小朋友的呢 不过 即使眼前这位人族领主 真的是从未来穿越回来的 他也要将其打败 拿走他的排位积分 万族领主战场的万族最强领主奖励 他势在必得 六赞了 不过 你说得再好听 今天 我也想杀个神识试看 周周也道 两者看着对方随后相视一笑 下一秒 杀 杀 同样的话 几乎同时从周周和真领主口中响起 随后双方的领民们 瞬间向对方冲去 战斗 一触即发 周周一方足足有八百万多万士兵 包括人族士兵 异族士兵和迷雾怪物士兵 此时 他们正向真领主和他的领民雷霆 与乌云之神安塞尔冲杀而去 面对这一幕 哪怕这两名原初领族 见多识广 也不由恍惚了一刹那 随后他们便回过神来 人多又有什么用 雷霆与乌云之神安塞尔冷笑道 随后 他心念一动 下一秒 就看到一道熟悉的百丈高空间裂缝 再次出现在他的面前 原初领族的天赋之一 世界裂袭 呼 呼 呼 无语伦比的犀利从中爆发出来 席卷向着八百多万名士兵 这熟悉的一幕 让不少联盟领主成员的士兵们 脸上露出了恐惧的神色 他们刚刚可是看到 就是这道百丈高的空间裂缝 轻而易举的就将那百余万士兵的攻击 全部吸收进去 而没有伤到对方分毫的 他们真的能对付这种手段吗 他们心中想到 此时 只有周周麾下的军团士兵们 看到这世界裂袭后 脸上不但毫无畏惧之色 神色反而更加凶狠起来 他们跟随周周征战已久 大大小小的战役 足足经历了有几百场 在这几百场战役中 几乎没多少败继的他们 心中早就养成了一股无敌意志 所以 哪怕他们现在要面对这种诡异手段 他们也毫无畏惧 只会去想办法解决 就算想不到办法 他们也相信 无敌的领主和将领们会带领他们 攻破眼前的难关 取得最终的胜利 果然 就在下一刻 嗷嗷 嗷嗷 三头仿佛来自星辰中的 神狼嚎叫声响起 随后 由六十万低级士兵 组成的三尊贪狼化身在白云 五星和罗胜的控制下 从大军中飞了出来 月坠 天地陡然一暗 三轮虚幻的血色圆月 极为突兀地出现在天空中 随后 向世界猎系坠落而去 轰隆隆 三轮血色圆月速度极快 眨眼间就撞在了世界猎系上 只见世界猎系微微晃动 随后竟微微有闭合起来的意思 没用的 雷霆与乌云之神 安塞尔 见此眉头一挑 随后心念一动 只见他身上的雷霆与乌云神力 迅速飞向那世界猎系 然后融入其中 在融合之后 那本来要融合在一起的世界猎系 居然再次稳定起来 甚至还开始有向周围扩大的趋势 而就在这时 只见心灵之剑无图 忽然从背后抽出一把冰蓝色的巨弓 随后 就见他引弓拉剑 无数寒气凝聚而来 最终在他的冰宫上凝聚出了一道冰雪剑矢 伪英雄记 大冰封 随着这剑矢凝聚出来 周围的士兵们 无不感受到一股寒冷之意 这股寒冷 不是来自肉身上的寒冷 而是来自灵魂上的寒冷 伪英雄记 大冰封 来源于心灵之剑的两大英雄记之一 大冰封 由于真正的英雄记 大冰封 需要借助一件 史诗终极装备冰雪女神的勇探 才能施展 这件装备有是有 就在无图手里 但由于它过高的品级 目前只是钻石下级的无图 自然是用不了的 不过 无图好歹也是心灵之剑英雄本尊 在他的英雄传承中记载 他虽然无法使用出真正的英雄记 大冰封 但借助刺一点的装备 来使出威力下降一半的伟大冰封 还是可以做得到的 就比如眼下这一场景 只见无图一松手 这道伟大冰封 就立刻化为一道雪白色流光 向安塞尔暴射而去 然而 安塞尔作为提前掌握了 神力的血脉超凡者 也反应极快 他心面一动 轰隆 一道夹杂着神力的深蓝色雷霆 从他手中暴射而出 随后向这只冰雪箭矢 乍立而去 两者相向飞行 眼看叫碰撞在一起 就在这时 那道冰雪箭矢 居然凭空消失不见了 而这道神力雷霆也不转向 直接射向箭矢后方的 心灵之剑无图 无图看着这一幕 正打算用飞剑 分身法顿走 就在这时 一道庞大的银色身影 以极快的速度 来到他的面前 一爪子抓住了这道神力雷霆 轰隆 神力雷霆在龙爪中爆炸 让这只银色龙爪 变得血肉淋漓起来 你怎么样了 我带你去治疗 无图见此连忙道 没事 吉隆哈瑞斯 皱眉看着自己龙爪上的伤口 心想这两个 原出灵族族人的实力 居然又变强了 随后 他驱动体内的能量 到自己受伤的龙爪上 就看到这个龙爪的伤势 迅速恢复 转眼间就恢复健康 无图惊讶地看着这一幕 他能感受到 那道神力雷霆威力 极强 可眼前的龙族 居然这么轻易 就恢复了 吉隆族的肉身 在万族生灵之中 都足以排进前五之列 只是一道神力雷霆而已 对我造成不了多大伤害 哈瑞斯摇头道 他之前好歹 也是能够与顶级万族领主 斗一斗的超级领主 解决一道神力雷霆 自然是简简单单 无图点了点头 随后看向远处的安塞尔 安塞尔在那柄冰雪剑矢消失后 心里便生出了危机感 他刚要警惕周围 结果那道冰雪剑矢 却凭空出现在他的脑后 心灵之剑英雄计 心剑天地 以心为眼 以剑为中 心之所及 无剑不至 只要心灵之剑无图所看到 感觉到的地方 他的剑矢 就可以直接出现在那里 所以这柄冰雪剑矢 才能凭空出现在安塞尔的脑后 如此近的距离 哪怕是安塞尔 也没能反应过来 下一秒 就看到这柄冰雪剑矢 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 射进他的身体里 这一瞬间 不光他周身的雷霆威势 都下降了很多 甚至 就连他面前所展开的世界猎戏 都因为收到这一击 而突然变得不稳定起来 下一秒 咔咔咔咔咔 伴随着一声声 空间崩溃的声音响起 这道世界猎戏 开始飞快变小 最后消失在空气中 伴随着消失的 还有他散发出来的 无与伦比的犀利 而没有了这恐怖的犀利 周周和星辰联盟的 八百多万士兵再无忌惮 趁他并要他命 他们没有丝毫犹豫 再次向这两个原出灵族 冲杀过去 与此同时 就在八百多万士兵们 冲向真灵主他们 而雷霆与乌云之神安塞尔 又被伟大兵风 暂时冻结灵魂之时 周周也出手了 他伸出右手 掌心对准这两名原出灵族 黄金级灵主天赋 侧反 发动 哄 无形的波动 眨眼间就覆盖住了他们 下一秒 真灵主眉头微微一条 而他面前的雷霆与乌云之神安塞 则身体颤抖了一下 另一边 周周发动策反后 便看向灵主天赋提示 提示 您发动了您的灵主 专属天赋策反 策反已生效 灵主天赋提示 共有一名原出灵族 背叛了他的灵主势力 成为了您的忠诚下属 周周脸上露出笑容 刘 虽然这次只策反一个生灵 但这家伙 可是原出灵族啊 万族生灵中的血脉最强种族 策反到他 几乎就等于策反到一个 已经拿到神灵通行证的神纪人才了 不错不错 周周心里十分满意 不枉费 他将自己的策反留到现在 留 然而下一刻发生的事情 却让他的脸色骤然一变 只见他站在安塞尔身后的 时空之神亚当 周身的透明涟漪光芒 忽然间向四面八方 急剧扩散 眨眼间 就覆盖了方圆一公里以内的范围 在这个范围内 他仿佛展开了一片属于自己的世界一般 所有冲到这个世界边缘的士兵们 纷纷凭空消失不见 周周这边的士兵本来就多 刘 他们一股脑冲过去 立刻消失了数万名士兵 退回来 白云反应极快 立刻急令到 同时他也和五星 罗胜 通过如意军心和鬼神军心 这两种军心类英雄剂 号令所有士兵 立刻远离这透明涟漪事件 在这两种军心剂的帮助下 八百多万士兵 在损失了十多万士兵后 终于纷纷后退到了安全位置 好厉害的军队掌控力 我的法则剂放逐事件 居然只收获了这么点成果 刘 时空之神亚当看到这一幕后 眉头不由一条 他的小世界 是以时空为法则基础而诞生的 因此 他出生就能掌握时空神力 视为时空之神 论小世界天赋 在原初灵族中 他可以说 在原初灵族历史中 都算得上是最顶尖的天才 他也没辜负自己的天赋 哪怕时空法则 是最难领悟法则基的法则 他在接受族内教育的时候 还是凭借自己的悟性 领悟了第一个时空系法则基 刘 随后 他在成长的过程中 更是接连领悟数个英雄记 震惊整个原初灵族 所有原初灵族族人 都将他当成族内的希望 直到他成为万族灵主 而这放逐世界 正是他领悟的时空法则基之一 可以将靠近小世界投影的生灵 全部放逐到空间加层中 空间加层危险无比 空间乱流 空间潮汐 甚至某些诡异特殊的虚空怪物 都随处可见 在他心里 流 那些沦落到空间加层的人族士兵 可以提前认定为阵亡了 不过远处的周周 却不这么认为 在真灵主使用放逐世界后 他就凭借自己对于空间元素的感应 感受到了这个法则基 似乎与空间加层有些许联系 而当这些落入放逐世界的士兵们 消失不见后 周周稍微一思考 联想到对方这个法则基 与空间加层的隐约联系 心里就猜测到大概了 如果是普通领主面对这一幕的话 恐怕没办法做什么 来解救这些落入空间加层的士兵们 但是周周可是有11艘 能够进行空间引盾的星夜号的 流 因此他立刻对温雅下令 让温雅控制所有星夜号 通过空间引盾 进入空间加层中 寻找失踪的士兵们 很快 温雅就传来消息 领主大人 士兵们找到了 不过属下一共只找到8万多士兵 并已经将他们都收进了星夜号中 至于另外 两万多士兵 属下只找到了部分他们的尸体残骸 现在也已经收入飞船中了 流 温雅会报道 听到温雅的话后 周周固游 深吸一口气 他带兵到现在 还是第一次损失这么多士兵过 尽量收集士兵们的尸体残骸 让神职人员们使用小复活术 尽全力让能复活的士兵们都复活 至于那些连残驱都找不到的士兵们 做好事后安抚工作 抚恤经以及烈士家人的照顾等方面 一定要做好安排 周周沉默几秒后 做了安排 流 是 领主大人 温雅立刻恭敬道 周周点头 随后冷冷看向那在远处的真领主 放逐世界外 白云 五星等人 看着这个保护罩 他们都知道 想要伤害到里面的真领主 必须要先破开这放逐世界才行 流 唯有法则剂 才能破除法则剂 就在这时 哈瑞斯沉声说道 众人沉默无语 法则剂 在座的众人 除了光明圣龙 英格索尔掌握了一个法则剂 绝对光明外 好像还真没其他人掌握 然而 绝对光明是辅助类法则剂 可破不了眼前的放逐世界 流 就在这时 我来试试吧 十方五皇 风罗站出来说道 如今已经突破到超凡终极的风罗 身子更加挺拔雄壮 一身威势 如同武道宗师一般 深不可测 他看着面前的放逐世界 深吸一口气 随后举起了自己手中的 超凡终极暗红色巨刀 哄 澎湃气势从他身上爆发而出 席卷向四面八方 流 一道内敛至极的恐怖刀器 凝聚在他的暗红色巨刀上 这是 武道法则的法则剂 极尊领主感受着 对方释放的法则气息 不由惊讶到 这种法则 可是只有那些武痴 在大量武道密集的奠基之下 才有可能领悟出来的 能够领悟的武者 悟性 星性 底蕴 机遇缺一不可 流 没想到这个平日里 看上去普普通通的男子 居然领悟出来了 他却不知 风罗本就得到了上一代 十方武皇尊吴的全部英雄传承 他和风罗都是武痴 尊吴又在生前借助异国之力 养出了自己偌大的武道底蕴 种种因素结合 两世英雄的积累 才让风罗在无人关注的情况下 领悟出这一武道法则的法则剂 法则剂一刀五级 风罗立声大喝 流 下一秒 就看到他猛然挥刀下看 哄 只见一道万米长的金色刀器 爆斩而出 那刀身上刻画着密密麻麻的纹路 普通超凡者若从远处看 大家会觉得 那是玄奥至极的符文 然而 如果靠近看的话 就会发现 那根本不是玄奥符文 而是一行行五道密集的文字 刻露在了刀器刀身之上 流 下一秒 这一道金色刀器 就砍在了放逐世界之上 噗 这一道直接切入进这透明涟漪光照中 将这放逐世界 砍出一个缺口 然而当风罗响更进一步时 却发现自己 无论再怎么用力 都无法让这道刀器更进一步了 奈萨里奥看到这一幕后 直接飞到高空中 张口喷出一团黑色龙溪落在那缺口上 破灭龙溪 流 这种龙溪 专门破坏一切能够破灭之物 在奈萨里奥晋级到钻石下集后 这破灭龙溪的威力 更是更胜一筹 真灵主这放逐世界法则计 本来就出现了破损 法则之力不再完整 因此 当奈萨里奥的破灭龙溪 覆盖在上面后 他的缺口立刻放大开来 随着缺口的放大 一道血色流光 瞬间暴射而入 冲进放逐世界的光照中 刺杀向真灵主 正是叶罗沙剑神许安 他等待许久 就是为了这一刻 流 真灵主见此眉头一条 刚要抬起手 对付这个不速之客 就在这时 本来处于大冰封状态下的雷霆 与乌云之神安塞尔 也撕开了自己的伪装 死吧 他手中骤然凝聚出一团 充满了雷霆神力的雷团 然后陡然转头 一脸猙獰地看向真灵主 同时将手中的雷团 向真灵主的胸口 急速拍过去 真灵主看到这一幕 一直以来平静的心情终于变了 然而还未来不及反应 流 许安的剑已经从天而降 在真灵主没有反应过来之际 一剑斩下了他的大好头颅 而雷霆与乌云之神安塞尔 手中的雷团 也击中了对方的身体 让他身体颤抖 连反击都没做出来 就一动不动了 死了 这家伙死了 我们击杀了曾经的万族最强领主 我的天 真灵主就这么死了 哈哈哈哈 盟主大人牛X 联盟成员们看到这一幕后 纷纷兴奋地不能自已 流 然而他们没发现 周周的脸色却一直很严肃 因为 他没看到击杀提示 就在这时 天地仿佛按下了暂停键 众人似乎看到了什么 纷纷瞠目结舌地 看向真灵主尸体的位置 流 只见原本被击杀的真灵主 此时周身居然时光倒流一般 他胸口上 被神力雷霆伤害过的焦黑部分 飞速退掉 直至恢复正常 而他致命处的那道血色剑痕 此时也仿佛时光倒流一样 飞快消失不见 甚至重新长出了脑袋 幸好我在来之前 在我身上固定了一个 逆转时空的法则剂 否则 我今天还真会在这里 复活后的真灵主感叹道 流 随后他看向周周 微笑道 我身上的逆转时空 用完了 这个地方很危险 我就不在这个危险的地方逗流了 你很厉害 甚至有些超出我的想象 其实我身上也有些手段和底牌 但我不想和你在这里死磕了 没必要 一次小活动的奖励而已 这次就算我输了 但是 真正的万族领主争霸 其实才刚刚开始而已 流 以后再遇到 我们再决胜负 到时候 胜的一定是我 说完 他双手结印 口念咒语 随后身体渐渐消失不见 最终消失在战场上 见此皱了皱眉 他拿出复仇之魂的罗盘 发现他上面的指针 正在向四面八方胡乱转动 看来已经不在中烟战场上 了 流 回到现实世界了吗 周周喃喃自语道 随后他忽然反应过来 他先看了眼时间 发现距离中烟战场结束 还剩下不到半小时时间 而且现在真领主走了 逐天领主逃了 流 父神领主和极尊领主 也败于他手 现在整个中烟战场上 唯一能被他重视的 顶级万族领主 就只剩下从未见过的混沌神族领主 太义领主了 可他和太义领主的积分差距 不是一般的大 在没有更顶级领主 被太义领主解决的情况下 太义领主几乎不可能 在排位积分上超越他 太义领主 此时就算想走数量 通过击杀大量万族领主 来获取排位积分 超过他都很难了 毕竟不到半小时 他再杀 又能杀多少 流 根本不可能超越自己 也就是说 我的第一吻了 周周惊喜无比 周周沉思半赏 现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只要自己安全度过 剩下的不到半个小时 自己就可以稳稳拿下 中烟战场的第一名 进而成为这次万族领主 战场活动的段位最高领主 从而获得 万族最强领主 段位奖励和 万族最强领主 段位称号 现在整个中烟战场 对我来说 真正有可能让我出现意外的 估计也只有那位 混沌神族的太义领主了 太义领主 我到现在还真没碰到过他 周周难难自语 这并不是什么好事 现 没碰到过对方 就意味着不了解对方的手段 一旦对方有什么特殊手段和底牌 比如类似龙基圣塔之类的种族建筑 周周还真有可能对付不了 毕竟不是每次都有光明圣龙 英格索尔这种巧合存在的 算了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吧 说不定我根本碰不上太义领主呢 周周摇了摇头 不再多想 就在这时 现 领主大人 属下有紧急要事要汇报 温雅忽然说道 什么事 周周一愣 围困我们的风暴 速度忽然暴增十倍 他现在正以惊人的速度 向我们靠近 还有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他就会来到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温雅道 现 周周闻言一惊 难道是因为现在中烟战场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所以这风暴也开始自己的最终冲刺了 来不及多想 周周立刻让所有人登上飞船 随后向背离风暴的方向全速飞去 领主大人怎么这么着急 发生什么事了 现 众领主们登上飞船后 全都一脸蒙蔽 显然不知道周周这么着急 把他们叫上飞船做什么 周周见此正想解释 就在这时 一面虚拟屏幕忽然出现在他面前 当他看到虚拟屏幕上所显示的场景的时候 不由深吸一口气 随后让温雅把他投放在大屏上 下一秒 现 只见一面千米长宽的虚拟屏幕 忽然出现在飞船内部的正上空 众领主立刻看过去 只见上面正显示着 在距离星夜号较远处的地方 成千上万道接天连地的黑灰色风暴 彼此连接在一起 甚至部分都已经融合在了一起 他们表面上 时不时出入一道道恐怖的银色雷霆 正向星夜号的方向急速吹来 这如同末日般的一幕 让众人悚然一惊 刚刚温雅告诉我 这恐怖的风暴 正向我们急速飞来 很快就会来到我们所在的位置 如果我们不立刻走的话 我们恐怕就要葬身在这里了 现 周周沉声解释道 各位 现在距离中烟战场的最后时间 只剩下不到半个小时了 这恐怖风暴 恐怕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突然速度大增 逼迫我们向中心区前进的 所以 接下来的时间虽然少 但我们遇到敌人的频率 反而可能会大大增加 而且 恐怕都是实力强悍的敌人 各位要做好准备 如果有人现在想退出的话 我也不会怪你的 毕竟中烟战场就快要关闭了 也没什么事了 现 有谁想现在退出吗 周周沉声道 众人都没有说话 开玩笑 不说盟主大人对他们有多么好 就说 他们都走在这里了 岂能不走完最后的路程 让他们功亏一篑 周周看到众人都没有退缩的意思 也满意地点了点头 现 之后周周简单安抚了下大家的情绪 告诉他们 自己会在危险来临之前 及时带着众人返回至高大陆的 随后 他就让众人回去了 就在这时 一个浑身笼罩在雷霆神力光芒下的生灵 走了过来 随后右手放在左胸上 见过领主大人 雷霆与乌云之神安塞尔恭敬道 欢迎加入交洋领 现 刚刚你偷袭真灵主那一击 我都看到了 很不错 周周夸赞道 这是属下应该做的事 安塞尔声音平静道 你应该是有本体的吧 为何要一直用周身的神力光芒 遮挡住本体 周周好奇问道 禀告领主大人 现 我们原初灵族 因为从初升起 就有自己的小世界 甚至可以在小世界中 凝聚小世界神格 成为小世界的神 所以我们刚接受教育时 教的就是 如何在小世界生灵中散播信仰 这神力光芒 在领主大人眼中 看起来平平无奇 但在那些小世界生灵眼中 却是可以轻易俘获他们的敬畏 得到他们的信仰的好工具 另外 我们原初灵族 是至高意志创造的第一个种族 这就让我们有了一个特性 那就是 除了本族生灵外 其他生灵一旦看到我们的本体 就会在脑海中 自动带入本族族人的样子 现 简单来说 就是 人族看我们原初灵族 觉得我们就是人族 而其他种族生灵看我们 也会觉得 我们的样子 就是他们种族的样子 所以 为了避免这种误会 我们原初灵族在外闯荡之前 都会学会这一手 遮挡自身样貌的能力 省得惹来麻烦 安塞尔恭敬道 周周恍然 现 原来原初灵族的名字 奥秘在这里 最初的生灵种族吗 周周惊奇 他看着对方 眼前浮现出对方的属性信息 领名 神明 安塞尔 所属领地 郊阳城 神职 雷霆 乌云 现 实力竞俭 白金下集 能力概述 原本是原初灵族真灵族 花费十天时间 才召唤出来的原初灵族 是天生的雷霆之神 和乌云之神 也是真灵族最为得力的大手 他的神力天赋极佳 后来在中烟战场上 被交扬灵族收服 成为了他忠诚的下属 技能 天赋 世界之主 天赋 原初之灵 天赋 世界裂系 天赋 雷霆之神 天赋 乌云之神 天赋 神力操控 天赋 雷霆免疫 法则记 雷霆神矛 法则记 雷霆神区 白金下级召唤天雷 白金下级顺雷闪 白金下级千种雷劳数 白金下级雷元素免疫 忠诚度 八十九 潜力 真神上级 周周眉头一挑 不愧是血脉最强大的原初灵族 现 天赋居然那么多 而且 各个感觉都不比萧玄的那几个 顶级天赋差 潜力也达到了真神上级 和萧玄的天赋上线相同 不错不错 周周满意点头 这次的策反果然不亏 唯一让周周有些意外的就是 安塞尔的实力居然达到了白金下级 在现在这个阶段 不算周周这种怪胎外 白金下级绝对是相当顶尖的个人实力了 这家伙是怎么做到的 周周心中好奇 随后他也没有隐藏自己的疑惑 直接就问了禀告领主大人 属下实力这么高 完全是因为 属下一直以来都是单独猎杀迷雾怪物 独享迷雾怪物的绝大部分晋升能量的 凭借着这种方式 属下的实力才突飞浓镜 来到这个程度 安塞尔恭敬道 周周点头 原来如此 以原初灵族的手段 如果选择单独猎杀迷雾物怪 独享大部分晋升能量的话 确实可以让实力得到突飞浓镜的提升 不过这也就是原初灵族天赋异禀 天生战力强悍 换作其他普通种族生灵 单独击杀一个迷雾怪物都费劲 更不用说去通过击杀大量迷雾怪物 让自己的实力得到快速提升了 之后两人聊了一会儿 安塞尔就离开了 剩下的时间里 他们就一直向背离着风暴的方向 全力飞行 不过即使如此 那恐怖的风暴 还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向他们接近 星夜号的速度 已经慢于这风暴的速度了 照这样下去 恐怕要不了多久 我们这些领主 就要被这些风暴给追上碾碎了 周周皱眉 看来他要做好 随时带着领主们 返回至高大陆的准备了 领主大人 您看这里 就在这时 温雅的声音响起 随后三个虚拟屏幕 出现在他的面前 周周看过去 这三个屏幕显示的是 他们星夜号正前方 左方和右方三个方向的景象 而正是这三个方向的景象 让周周看出一身的冷汗 直接那三个方向 赫然有密密麻麻的黑灰色风暴 连接在一起 与他们身后的黑灰色风暴 一起向他们急速吹来 我们被这些风暴包围了 周周深吸一口气 是的 领主大人 如果这些风暴 还持续不停地 向我们靠拢过来的话 到中央战场结束前的最后一秒 我们将刚好被这些风暴 给碾碎在中间 温雅道 周周点了点头 看来他们已经飞到核心圈了 领主大人 发现敌人 温雅的声音再次响起 话音刚落 又一个虚拟屏幕 出现在他的面前 周周看过去 只见五个浑身笼罩 在灰蒙蒙气息中的神秘生灵 正悬浮在远处 远远地看着他们 随后 他们中央的一个生灵飞出来 向周周所在的飞船 飞速靠近 准备战斗 白云 五星等人 也看到了这神秘生灵在靠近 白云当即通过军团面板 向所有士兵下令道 众士兵们听到命令后 立刻神色严肃地进入备战状态 星夜号 也在周周的命令下停了下来 会议室内 周周看着虚拟屏幕中的这名 浑身笼罩在灰蒙蒙雾气中的神秘生灵 这应该就是混沌神族的生灵了 周周眯着眼睛 看着他们道别人 可能会看不出 但周周作为混沌人族 灰蒙雾气可是一种很高级的能量 以它为能源来释放技能 技能威力和效果都会提升数个档次 万族之中 哪怕是牧神族和原初灵族这等顶级万族灵主 一般情况下 都没办法在成神之前就能够调用混沌之气 能做到这点的 只有混沌神族 混沌人族等寥寥几个种族 周周看着这五个混沌神族微微皱眉 第一次见到混沌神族 他本以为自己的混沌人族血脉会有什么特别反应 没想到根本什么反应都没有 他心中若有明误 混沌人族血脉和混沌神族血脉之间 应该没有所谓下位血脉和上位血脉之说 他们两个应该都是独立的血脉 甚至 我的混沌人族血脉 感觉要更胜于混沌神族血脉一筹甚至更多 周周想到 他想到这里 越来越好奇自己身上的混沌人族血脉了 自己这油脂高抑制发放的混沌人族血脉 似乎远远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随后周周没有多想 目光重新落在了这名飞过来的混沌神族身上 悬浮在高空中目光仿佛能够透视一眼 直接看向飞船中的周周 能活到现在的人族领主势力 你应该就是交洋领主了吧 这名混沌神族说道 不错 我就是交洋领主 你是太医领主 周周看似疑问 实则十分肯定道 理由无他 在这五名混沌神族之中 只有眼前这名混沌神族的实力最强 是我 太医领主哈哈大笑道 随后神色忽然变得凶利起来 我还要感谢你 要不是你打退了真领主 我还真有些难对付 掌握着大量法则剂的原初领族族人 现在 整个中烟战场的万族领主 只剩下你和我了 只要我解决了你 拿到你身上的所有排位积分 我就可以直接成为 此次万族领主活动的第一名 到现在 你的手段应该在提高排位积分的过程中 用光了吧 现在 你如何对付我 太医领主沉声道 周周闻言没有说话 而是先通过地图 看向自己位置的周围 结果还真发现 上面一个红点都没有了 甚至连星红领主都消失不见了 只看到几个正在狼狈绝望逃跑的迷雾怪物 随后又一件事情发生了 只见之前一直紧追他们的那些风暴群 忽然间停止不动起来至高意志 再给我们两个留一个战场 让我们可以尽情对战厮杀 从而决出最后一名万族领主 太医领主也看到这一幕 冷笑道 周周闻言 眉头一挑 不过他摇了摇头 他的排位积分 可比对方高出150多亿 活着就稳赢的是 他才不会冒险去一针长短 想到这里 他拿出一块血色令牌 正式指战练 使用 他心里默默道 下一秒 他手中的令牌 立刻崩溃成无数血色雾气 消失在空气中 周周看着周围的战场 心里隐隐有所触动 他有种感觉 只要自己想 他就可以一念之下 将自己和自己的下属 转移到他曾经到过的任何一处安全的地方 周周脸上出现笑容 他看向这位太医领主 白白的您嘞 他挥了挥手 话音刚落 他和他的挥下所有士兵 包括飞船 战利品 以及其他属于周周的事物 全都纷纷消失不见 太医领主看到这一幕 顿时愣住了 随后脸色立刻变得难看起来 陶盾类中烟道具 这家伙果然也有 他咬牙道 娇阳城 当周周等人 凭空出现在这里的时候 众人都纷纷松了口气 包括周周自己 一是因为避免了和太医领主战斗 最大程度上保住了自己排名第一的地位 二是因为 这场持续十天的万族领主战场活动 终于即将结束了 这场活动 虽然只是众领主们 在成为正式领主之后的第一场活动 但不得不说 给他们的压力还是挺大的 活动本身 其实并没有给他们太大的压力 毕竟这场活动的基础目标 只是晋升为青铜下级断位就可以了 他们的压力 主要还是来源于外界的其他领主 简单来说 就是不想落后于同族领主和异族领主 正是为了这一点 所以他们 才在完成活动基础目标之后 还在不断努力 甚至最后环本体带着军队 进入中烟战场 就是为了想要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排名 不过现在 一切都结束了 至少这场正式领主的第一次活动 算是结束了 诸位先带着士兵们返回个自领地 然后立刻回到我这里来 我们开个联盟会议 商量下以后的发展事宜 周周看着众领主们说道 这场活动虽然将要结束了 但至高一致 肯定还会有下一步的安排 他们现在 既然已经有同一个领主联盟了 那就要共同进退 商量接下来该怎么做了 好的 盟主 如果结算的话 我应该会在白银上级断位 也不知道会奖励给我什么 我应该是黄金中级断位 大哥牛皮 众人笑呵呵的 一边带兵向空间传送阵走去 一边谈论道 显然无论是心情还是收获都不错 他们这三天来 虽然主要都在用策反去策反迷物怪物领主势力 但如果在路上碰到万族领主势力的话 能解决的他们也会顺手解决 所以他们现在的中烟战场排位积分 相比于去中烟战场之前 也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 等转化断位后 断位肯定可以得到提升 到时候就能够获得更高断位的奖励了 周周见众领主离开 又让各将领们去统计今天的收获 而他一个人则回到了自己的初级领主伏地 初级领主伏地 会议室 周周坐在主座上等待着结算开启 十多分钟后 就在中烟战场结算快要开始的时候 周周忍不住打开中烟战场排行榜 再次看了眼自己的中烟战场排名 蓝星人族 娇阳领主 断位 412亿2510万2120点 中烟战场排名 第一名 原初领族真领主 断位 280亿5412万9380点 中烟战场排名 第二名 混沌神族太一领主 断位 231亿8720万7730点 中烟战场排名 第三名 牧神族逐天领主 断位 222亿8855万3500点 中烟战场排名 第四名 周周松了口气 还好 没出现什么意外 自己还是第一名 他看了眼外面的天色 此时 外界已经彻底变暗 星红迷雾 开始纷纷出现在空气中 就在这时 一行行血红色文字提示 忽然出现在周周面前 周周精神一震 立刻看过去 万族领主战场活动 中烟战场已结束 现在开始结算 您的中烟战场排位积分 您当前的中烟战场排位积分为 412亿2510万2120点 恭喜您 您的中烟战场排位积分 居于万族领主之手 成功登顶中烟战场排行榜 下一秒 周周从未见过的公告 出现在他眼前 万族领主全频道公告 恭喜人族 交扬领主 成功登顶中烟战场排行榜 奖励万族神话 宝箱加一 传说度加十 神话度加一 万族领主 全频道公告 恭喜人族 交扬领主 万族领主 全频道公告 恭喜人族 交扬领主 周周这边 听完这三遍公告后 顿时愣住了 万族领主 全频道公告 这是什么公告 神话度是什么 他自语道 蓝星领主全频道公告 他都上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万族领主全频道公告 他还是第一次上 不但名号变了 而且奖励也从至高宝箱 变成万族神话宝箱 传说度奖励 也直接增加到 十点传说度奖励 甚至还有了一个 从未见到过的 神话度奖励 周周想到这里 感觉自己人都赚妈了 就在这时 似乎是为了解答他的疑惑 一行提示出现在周周眼前 万族领主 战场活动提示一 万族领主全频道公告 指的是一种 会在万族领主的 世界频道中 同时进行公告的 最高等级公告 也是万族领主的 最高荣誉 万族领主 战场活动提示二 神话度是一种 比传说度 更高层次的声望单位 拥有神话度的生灵 其名声和故事 会被诸界万族生灵所知 甚至还会被诸界 万族生灵 编入万族神话之中 供万族生灵传唱铭记 万族领主 战场活动提示三 获得神话度的万族领主 将会在第二日 得到一位 神话度人才的效忠 居然在万族领主 各自的世界频道之中 进行公告 我这算是在 诸天万族之中 都出名了吧 周周惊道 随后他想到了什么 顿时苦笑起来 树大招风 说实话 他现在实力虽然强 但还远没有到 能够无视一切敌人的程度 这种公告 真是让人又爱又恨啊 另外 传说度人才他已经很熟了 神话度人才他 还是第一次听说 具体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周周故意这么说道 可惜 这次无论是万族领主 战场活动提示 还是至高意志提示 都没有站出来 给他解释一下 周周见此有些可惜 看来只能明天再看看 自己的神话度人 才是什么样的了 此时文字提示还没有结束 周周也来不及 去看世界频道上的领主们 在议论什么 继续看过去 正在根据您的 中烟战场排位积分 转化为您的 万族领主战场排位等级 100亿排位积分价值 神话上级段位 312亿2510万2120点 排位积分价值 约为3120分 您的万族领主战场段位为 神话上级段位 3120分 恭喜您 您的万族领主战场排位等级 居于万族领主之首 成功登顶万族领主战场排行榜 您获得了万族最强领主段位奖励 您获得了万族最强领主段位称号 由于您在同族领主之中的 万族领主战场排位等级 位于第一名 您被视为登顶同族领主战场 您获得了最强领主段位称号 周周看着这些文字提示 心里只剩下一个感受 爽 小作者在写的时候 可能会无意间写下错字 小作者真的检查了 只是没检查出来 这些错字可能会影响大家的阅读体验 所以小作者今天为这些错字加根 希望大家能够看得开心 同时也忘记 因为错字而产生的郁闷 小作者很难保证 每一张一个错字都没有 毕竟人都会有疏忽的时候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 错字的话 闲暇的话 可以在文中提示一下小作者 小作者看到就会改的 以后偶尔还会有错字加根 这是小作者想为自己的错字买单 也希望大家能因为本书看得开心 最后 祝大家身体健康 事业顺利 家庭幸福 能做到自己想要做到的事情 周周脸上有着笑容 不枉费他这十天来 全部心思和精力都放在遍墙上 如今 自己总算到了收获的时候了 回想当初 周周不禁有些唏嘘 当初他刚刚看到 这万族领主战场活动的时候 本以为自己能争一个 同族最强领主就不错了 对于万族最强领主的称号和段位奖励 他甚至想都不敢去想 只觉得万族最强领主 应该属于那些顶级万族领主 比如在活动刚开始前几天 就登顶神话上级段位的真领主 太义领主 逐天领主他们 可是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 在自己的不懈努力之下 自己的实力 每天都有飞跃式的变化 而这些顶级领主 也一个个被自己超越 神异族的风疏领主 光明天使族的圣光领主 紫金比猛族的莽天领主 机械族的父神领主 吉隆族的吉尊领主 牧神族的竹天领主 这些听上去就强大到遥不可及的领主 如今却都已经成为了自己的手下败将 周周想想就跟做梦一样 两久后 他清晰了一口气 将自己有些飘的心思收了回来 能做到眼前这种成绩 自己固然值得高兴 但这高领主一日不尘埃落定 自己就永远需要努力和谨慎发展 自己还远没有到骄傲的时候 不过 在放下骄傲之前 周周还是想看一下 蓝星领主们对自己做出的成就的看法 他可不是个愿意锦衣夜行的人 尤其是蓝星领主 已经对自己不构成威胁的情况下 想到这里 他立刻打开世界频道 不出意外 世界频道上此时正在热烈讨论他的事情 焦阳大佬恐怖如斯 说实话 我是真没想到 焦阳大佬居然能够在万族领主的手上 抢到这第一名啊 谁能想到呢 我本来以为焦阳领主 也就在咱们蓝星领主中牛X了 没想到到了万族领主面前 还是一样牛X 爷们服了呀 同时获得同族最强领主 和万族最强领主 这是真地强 哈哈 我感觉咱们人族都会随着这次焦阳大佬 登顶万族最强领主而出名 想想还有点小骄傲吗 我这该死的种族骄傲感啊 哎 人族随着焦阳领主登顶而出名 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万事有利有弊 想那么多干什么 瞻前顾后 是不会得到多大成就的 充就完事了 没戳 焦阳哥哥 妹妹我是您的粉丝 我可以加入您的星辰联盟吗 当个边外人员也行 羡慕了 听说这几天下来 星辰联盟的领主成员们 赚了的盆满钵满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我有一个朋友 是星辰联盟领主成员的朋友 那位领主成员 虽然没具体透露什么信息 但听说 他已经在焦阳大佬的手下赚妈了 呜 越听越羡慕 早知道我当初就攒着积分 自己买一个主从领地契约 然后直接带着契约 加入星辰联盟好了 自己单干 真的好辛苦啊 自己单干确实辛苦 我也累了 真不想当这个破领主了 说那么多丧气话干嘛 打起精神来 话说也不知道 现在万族领主们 看到他们梦寐以求的东西 成为了我们人族领主的所有物 心里会是什么感觉 我敢肯定 他们的心情一定很复杂 谁能想到 这场活动的结局 居然被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族领主 抢了最大的风头 领主们猜测的没错 万族领主们 在看到这名来自人族的郊阳领主 居然从真领主 太义领主 竹天领主这种顶级种族领主的手中 抢到万族最强领主称号的时候 他们心里确实感到很复杂 尤其是真领主 太义领主 竹天领主 他们本人的感受更加深刻 圆灵山 圆灵城 真领主看着面前的万族领主战场活动提示 没有说话 而是一直沉默着 他也没料到 自己本来在活动开始前 就已经打定主意 要拿下万族最强领主 最终奖励这件事 没想到最后居然没有达成 仅仅拿到了第二名的成绩 而且 对方还在打败他之前 把他的一名 原初领主的领名给抢走了 想到这里 真领主就恨得牙痒痒的 原初领主 作为天地孕育的种族 本来就族员西少 他发展领地到现在 也只不过从召唤之门中 召唤出了两名原初领族族人而已 现在直接在那名人族领主手中 折损了一名族人 想到这里 他顿时感觉心痛到无法呼吸 冷静下来后 他开始思考起来 那应该是某种法则剂 而且是品级相当高的法则剂 似乎有点 绝对法则 的意思 可以让神力加深的 我们都不能抵抗 真领主喃喃自语道 随后皱了皱眉 这人族领主 能击败他们这些顶级万族领主 成为万族最强领主 果然不是可以小觑的对手 尽此一意 所有万族领主 恐怕都会重新认识 这位来自人族的 焦阳领主了 这是机遇 也是风险 那个焦阳领主 能抗得过吗 真领主稍微想了下 就不再多想了 过多思考他人的未来 对他来说 并无益处 有这时间 不如好好提升自己 现在我和你是 有一段差距 但未来 可就不一定了 真领主喃喃道 某一处混沌空间中 浑身缭绕着 混沌之气的太医领主 坐在一个王座上 神色阴沉地 看着面前的万族领主 全频道公告文字提示 哼 他冷哼一声 心里十分恼怒 卑鄙的家伙 要不是你 用了那什么 能够避站的中烟道具 现在成为万族 最强领主的领主 应该是我 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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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心里十分愤怒 自从他在万族领主战场 被上针领主打败过一次后 不甘心的他 就一直想尽办法 想要提升自己的实力 期待有朝一日 能够找回场子打败对方 因此 在他的发展计划中 这次的万族领主战场活动 他都已经想好办法和底牌 去对付其他万族领主 来获取大量的排位积分 从而谋夺万族 最强领主的奖励了 没想到 中途插入了 焦阳领主这个意外 不但排位积分 远超他们这些顶级领主 最后最让他郁闷的是 对方甚至连给他 正面对打的机会都不给 直接离开中烟战场 堵住了他 一切谋夺对方身上 排位积分的可能 这让他如何能甘心 不过事情 如今已经尘埃落定 他再不甘心 也没有办法了 焦阳领主 别让我碰到你 否则我会让你知道 敢抢我的东西的下场 太医领主咬牙道 慕神领 昨天领主看到万族领主 全屏道公告后 眉头顿时皱了起来 神色有些惊诧 那个人族领主 居然能在真领主手中 保住他的排位积分 他与焦阳领主 在万族领主战场上交过手 自然记得他当时的实力 因此 当他在中烟战场上 发现这名人族领主 在暗处偷窥 他和真领主交手时 他当时就觉得 这名人族领主 要死在真领主手中了 毕竟真领主 可是很需要排位积分 提升自己的排名的 没想到之后的发展 居然和他想得完全不符 真领主 不但没有拿到 这名人族领主身上的 排位积分 还让他在中烟战场结束前 保持住了第一名的位置 成为了万族最强领主 这其中隐藏的事实 竹天领主稍一思考 就觉得不敢相信 难道真领主 也奈何不了 这名人族领主 所以才让他保住了 第一名的位置 竹天领主 觉得匪夷所思 但眼前的事实 又印证着这一点 看来是我小瞧 这名人族领主了 竹天领主难难道 骑士圣殿 当交扬领主 成为万族最强领主的 消息传开后 骑士圣殿 也随之得到了这个消息 随后他们就震惊了 尤其是骑士圣殿殿主 白河和他的弟子 罗布 艾伦 万族领主战场活动 他们自然是知道的 当他们得知这个活动 会有万族领主 来参加的时候 他们就没有想过 会有人族领主登顶的可能 甚至连有人族领主 登上史诗 神话段位的可能 他们都不敢去想 没办法 作为人族的强者 正因为强大 所以他们太了解 万族之中的那些 逆天种族族圣的潜力 有多高了 在这种逆天种族 出身的领主面前 人族领主 是很难与其比较 甚至超越的 这种事 他们在职高大陆 甚至在别的世界中 已经用十几万年的时间 验证过了 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 当他们知道 有人族领主 踩着万族领主的尸体 登顶万族领主 战场活动的第一名时 他们心中的震动非常大 尤其是这个人 还是娇阳领主 这种感觉 不亚于和自己 朝夕相处 好几年的邻居家的小孩 突然跑过来告诉自己 自己其实已经是一个 三四十岁的 事业有成的成功男士一样 白河和罗布 艾伦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都蒙住了 再三确认后 他们才接受这个事实 这孩子 每次看到他 或者听到他的消息 都感觉在 挑战我的世界观 白河苦笑道 不过他神色中 却有着开心和欣慰的神色 人族之中 能够出现一个 如此优秀的后辈 未来说不定 能够达到他的高度 甚至超越他的层次 他作为人族 胸怀广阔的顶梁柱 自然非常开心 我也没想到 我的这位小兄弟的成长速度 竟然会这么快 罗布 艾伦也感慨道 随后他想到了什么 忽然惊喜地看向自己的老师 老师 既然交阳领主这么优秀的话 那人族高层那边 对于交阳领主的属下 拿走血影剑魔的 英灵传承的事 应该不会那么斤斤计较了吧 他可是知道 自己的老师 因为血影剑魔的 英灵传承 被许安拿走的事情 可是在人族高层那边 承担了很多压力的 毕竟不是每一个人族高层 都像白河这样 一心一意为人族着想 血影剑魔 洛义的英雄传承 作为上位 神级英雄传承 一直被很多人族高层惦记着 只是因为 没有合适的人选 再加上洛义的英灵 眼光极高 不会轻易选择继承者 所以才一直保存在 英灵殿堂中 而随着许安 突然得到了洛义的 血影剑魔传承 这顿时触动了 很多人族高层的 敏感神经 哪怕白河已经说明 许安是一个 无比适合 血影剑魔传承的人选 甚至把他升华为 夜罗刹剑神 这种真神级英雄 命运位格 也让很多人族高层 对白河 许安甚至许安的 领主交阳领主 都表示了不满 而现在交阳领主 有了如此突出的表现 人族高层那边 应该会少很多话了吧 白河文言 笑着点了点头 现在洛义的英灵 传承这件事 基本上可以算是 彻底稳下来了 除了少部分 我的死对头外 其他人族高层 应该不会再说什么了 等以后 周周将三个英雄的 复活名额实现之后 那些人族高层 就更没话说了 罗布 艾伦文言 脸上顿时露出笑容 会议室内 周周自然不知道 其实圣殿 此时都已经知道了 他登顶万族领主 战场的事情 他在看着面前 忽然出现的 金色文字提示 万族领主 战场活动即将结束 各位万族领主们 从明天开始 诸位将拥有 三天的自由休息时间 在这三天时间内 星红迷雾怪物 将不会主动 进攻各位的领地 各位领主 请各位领主敬请期待 周周眉头一条 三天的休息期可以理解 新活动万王之王 是怎么回事 周周尝试性地 问了下至高意志 可惜至高意志 完全没有透露 任何活动信息的意思 让他颇为可惜 他打开世界频道 发现世界频道的领主们 现在分成了两部分 一部分在讨论 他登顶万族 最强领主的事情 以及议论 各自的断位奖励的事情 另一部分领主 则在讨论三天休息期 以及新活动万王之王的事情 可惜 他们也和周周一样 对新活动完全不了解 都在世界频道上 瞎蒙乱猜 周周见此摇了摇头 没了看下去的兴趣 不管这万王之王 是什么活动 自己努力提升 领主势力和实力 永远是最重要 最根本的事情 以不变因万变吧 随后他看向 自己的空间戒指 然后从中拿出两个宝箱 一个是万族领主 全频道公告奖励的 万族神话宝箱 另一个则是一份 通体血红色的 中烟战场礼包 周周有些期待地 看着这两个奖励 希望能开出点好东西 他看着他们两个 决定先从中烟战场礼包开启 好的东西 要留到最后吗 只见他打开这份 血红色的礼包后 一张血红色的证书 出现在周周面前 周周一正 他拿起来看过去 宝物名称 中烟领主转值证明 宝物品级 专属 唯一 宝物效果 专属 唯一级领主职业 转值道具 使用后 可以成为专属 唯一级领主职业 中烟领主并会得到 中烟战场的赐福 自动拥有职业专属装备 职业法则剂 以及专属兵种转值全能 宝物简介 专属 唯一级领主 职业转值证明 来源于传说中的中烟战场 只有在中烟战场 纵横无敌的领主 才有资格带上 中烟领主的王冠 周周看到他的信息 顿时有些惊奇 居然是特殊职业的转值证明 而且还是领主职业的转值证明 特殊职业本来就少 更不用说特殊职业中的专属 唯一级领主职业了 他虽然是第一次看到 这种类型的转值证明 但光凭借他这个职业前缀 以及他转值后 自动赠送的专属装备 法则剂和专属兵种转值全能 周周就知道 这一定是一个 可遇不可求的顶级职业转值证明 我有青铜级领主天赋 斗神之全职大师二 本来就可以再额外拥有两个职业 本来之前还有些不知道 该选择什么职业 来作为我的第二职业和第三职业 现在好了 这中烟领主 简直就是我的第二职业最佳选择呀 周周神色惊喜 随后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将其使用 只见这张血色转值证明 忽然消散成无数血色雾气 随后纷纷涌入周周的眉心中 他只感觉眉心一凉 随后文字提示出现在他眼前 您已成功就职专属 唯一级领主职业 中烟领主 您得到了中烟战场的赐福 获得职业专属装备 中烟王冠 您得到了中烟战场的赐福 获得职业法则剂 中烟涅槃 您得到了中烟战场的赐福 获得职业专属兵种 中烟卫队 周周感受了下自己的身体 隐隐发现自己的身体 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 同时他发现 原本在他的超强感知中 是只能感知到各种由混沌之气 演化出来的各种能量的 可是现在 他在这些能量之外 又发现了一种气息 这种气息通体呈现灰白色 它们无声无息地飘荡在天地之中 似乎无处不在 周周看到它们 心里忽然有种迷雾 这是中烟之气 一种能够与混沌之气媲美的气息 如果说混沌之气 代表着万物创生和毁灭之源 那么中烟之气 就代表着绝对的终末之力 对于中烟之气 中烟领主职业 就给了他这些提示 其他的就没有再提示了 周周想了一会儿 也就不多想了 能跟混沌之气媲美的中烟之气 哪里是自己现在一个小领主 能够去研究的 以后等层次到了 自然一切都会懂 现在想再多 也只是无用的空想而已 他看向中烟领主 给自己提供的三个职业好处 首先是在他就职中烟领主之后 就凭空凝聚在他面前的中烟王冠 这顶中烟王冠通体灰白色 王冠正前方 有三座小山一样的凸起 看上去古朴 而神秘文字提示出现 神器名称 可成长 神器能力 一 中烟之力 作为中烟领主的您 体内涌动着可以终结万物的中烟之力 当您攻击任何物质时 您都有10%的概率将其击碎 在攻击任何生灵时 您都有1%的概率 直接将其斩杀 神器能力二 中烟军团 中烟领主的士兵们 攻击时自带一缕中烟之气 在攻击任何物质时 都有1%的概率将其击碎 神器能力三 中烟降临 通过覆灭领主势力 可以收集中烟法则之力 更多中烟王军的能力 当前中烟法则之力收集进度 0% 神器简介 中烟领主的专属神器 蕴含着万物中末的力量 周周看到这中烟王军的信息后 不由屏住呼吸 居然是神器 我的天 这就是专属唯一级别的领主职业吗 上来就送神器 而且这神器还能成长 也不知道以后会成长到什么程度 周周神色有些欣喜地把玩了一会儿 随后尝试性将其带在了头上 当他把这王军带到头上之后 他顿时感觉到自己体内涌动的中烟之力 更加活跃了 而且他现在隐隐有种感觉 自己似乎凭借着中烟之力 掌握了两种特殊的法则力量 一种为击碎 一种为击死 虽然他们的触发概率很低 但日后 自己要是能把中烟王军的品级不断提升的话 触发这两种法则能力的概率 也会随之不断提升 不愧是神器 直接提供两种近乎法则剂的手段 周周心中很满意中烟王军这件神器 随后他看向职业赐福 法则既名称 中烟涅槃 法则既品质 主神上级 法则既能力减见 当中烟领主覆灭王国级和王国级以上领主势力时 根据覆灭领主势力的强度 可以获得数量不等的中烟涅槃之力 消耗相应数量的中烟涅槃之力 可以在中烟领主死后 让中烟领主立刻复活 并且让中烟领主的实力获得大幅度提升 当前拥有中烟涅槃之力 零 周周看完后不由屏息 复活 居然又是一种复活手段 这样的话 自己除了可以依靠生命女神的大小复活术复活外 又有了一种新的复活手段了 他脸上出现笑容 关于保命这件事 多少手段都不嫌多呀 中烟王冠的晋升 需要通过覆灭领主势力 获得中烟法则之力才行 而中烟涅槃的释放 也需要通过消灭王国级和王国级以上领主势力 获得中烟涅槃之力才行 中烟领主这个职业 还真是一个喜欢搞事的职业啊 周周难难自语道 不过他也没在意 他作为万族领主 本来就是要不断去攻伐其他万族领主势力 和新红领主势力的 中烟领主的搞事要求 在他自己看来 可以说顺手就能完成了 随后他看向最后一个职业赐福 正是中烟领主的职业专属兵种 中烟卫队 兵种名称 中烟卫队 兵种品质 神国籍 兵种创造方法 当中烟领主率领麾下领主势力 征服一个亡国籍 或者亡国籍以上领主势力时 即可自动获得一名中烟卫队队员的效忠 兵种简介 中烟领主的专属兵种 于中末中诞生的恐怖生灵 与中烟领主易容俱容 易损俱损 拥有可以不断重生的躯体 并且掌握着击碎和击死两种法则 哪怕是神灵 也会畏惧他们的兵刃 周周看到这个中烟卫队的兵种信息后 顿时既震惊又惊喜 居然是神国籍兵种 和灵魂收割者马里斯 同一品级的兵种存在 要知道神国籍兵种 几乎等于是那些神国籍势力的专属 这种级别的兵种 哪怕是传说中的主神 都会对其相当重视和倚重 周周也只是拥有战力品质王这个领主天赋 才会在当前阶段 拥有一个灵魂收割者马里斯 而现在 他一个连王国都没建立起来的领主 居然获得了一个 稳定获取神国籍兵种的渠道 哪怕达成他的条件很难 需要征服王国籍和王国籍以上层次的领主势力 才可以得到 那也很难得了 周周真的惊望 他这才意识到 这中烟领主职业的珍贵之处 他既然能够制造出神国籍兵种 那只能证明他的职业品级 至少不下于神级 忽然 他脑海中闪过一道灵光 塔汉王国如今已经国力大损 甚至可能到了实不存一的程度 极光王国国王李源钱 也答应会把极光王国送给我 如果我出兵拿下塔汉王国 再接受李源钱的极光王国 那我会不会直接得到 两份中烟法则之力 两份中烟涅槃之力 和两名中烟卫队成员 周周越想越激动 如果他的猜测是真的话 那塔汉王国和极光王国 对他来说可是两个大宝藏啊 过了许久 他的心情才平复下来 从明天开始 接下来的三天就是休息期 在这三天休息期内 我完全可以派兵 先将塔汉王国拿下 周周想到 以他目前掌握的兵力 再加上领主联盟拥有的兵力 别说一个国力实不存一的 出击新红王国了 就算是来三个巅峰时期的塔汉王国 他都有自信 可以轻松拿下送上嘴边的肉 周周没理由不吃掉 随后他看向另一个万族神话宝箱 这个宝箱通体黑金色 两米长 半米宽 表面上雕刻着古老的图画 画得似乎是万族生灵 共同生活的景象 周周深吸一口气 随后将其打开 只见一个古老的黑金色 环形城墙模型 正静静地躺在里面 周周眉头一条 他看过去 文字提示出现 建筑名称 至高之欲 建筑等级 真神上级 建筑作用一 万城之墙 将至高之欲在主城使用后 原主城城墙将会被至高之欲城墙所代替 同时 主城的下属城市的城墙 也可以被同样的至高之欲城墙所替换 建筑作用二 成长 至高之欲的城墙等级 随城市等级提升 而自动提升 最高可自动提升到真神上级城墙 同时 至高之欲自动免疫 低于城墙等级的任何属性攻击 当至高之欲 被高于城墙等级的攻击打破时 可以通过补充建筑材料来进行修复 建筑图纸效果三 绝对防御 至高之欲 每天可以开启一 十秒钟的绝对防御 在此期间 免疫任何层次的任何属性攻击 绝对防御的持续时间 是城墙等级而定 建筑描述 神话传说中的至高之欲 曾因为参加过一场死伤无数的神战 而受到破损 后来被至高意志修复 并奖励给了万族领主战场活动的第一领主 是否使用 周周微微瞪大眼睛 这至高之欲的三个城墙能力都好极品 第一个可以让他节省海量 建造城墙的材料和时间 当初他让赵长手在建造领地的第一面城墙的时候 可是花费了好多的建筑材料和时间 让他记忆非常深刻 现在这至高之欲能有这极品效果 自然是最好的 而且以后也不用担心新城市的城墙问题了 得到一个新城市 直接让至高之欲当新城墙就可以了 以后他的所有领地的城墙都可以用至高之欲 省时省力省钱还好用 第二个城墙效果更加极品 不但城墙等级可以随着领地等级提升而提升 而且还能免疫低于城墙等级的攻击 这要是让万族领主看到这种属性 肯定会无比地羡慕嫉妒他 第三个绝对防御 看上去虽然防御的时间很少 但如果能用在某种关键的时刻 说不定可以就全程领命一命 不愧是万族神话宝箱 这奖励给的太极品了 周周眼神发亮 随后他立刻拿着这至高之欲 来到初级领主府地外 然后他通过军团面板 让此时驻守在城墙上的士兵们 立刻下城墙 众士兵们虽然不解周周的命令 但还是一一从城墙上快速跑了下来 士兵们弄出的声音 有点大很多居民和士兵们 都忍不住走出来围观 包括白云 五星等人也都走出来了 周周见此 就让他们开始疏散城墙周围的士兵们和领民们 省得一会儿造成误伤 白云等人立刻领命去做 片刻后 等一切都安排好后 面对众人有些疑惑的目光 周周笑了笑没有解释 随后目光落在了手中的至高之欲模型上 他眼神灼灼道 使用 话音刚落 就看到这至高之欲模型 忽然间化为一道道灰白色光芒 从周周的手中纷纷落下 随后融入在了地面里 轰隆隆隆 大地忽然隐隐震动起来 众人一愣 随后眼中立刻出现惊恐之色 什么情况 地龙翻身了 就在这时 一阵阵惊呼声忽然响起 随后很多人的目光落在了远处的城墙上 只见远处那由光源石打造而成的白银级城墙 此时居然遥遥欲坠起来 就在众人担心城墙要它的时候 忽然 只见一块城墙墙皮脱落而下 而里面显露的 居然不是破败的城墙砖块 而是一块崭新的黑金色墙壁墙壁 越来越多的城墙墙皮脱落下来 显露出了越来越多的黑金色墙体 白云 五星 风罗 焦阳灵总建筑师赵长守 副城主郑元奇 武师罗峰 一师白月景 所有看到这一幕的焦阳灵灵民们都看愣住了 片刻后 大地震动渐渐停歇 而眼前的城墙也从原先的黑色城墙 变成了崭新的黑金色城墙 远远看去 一股无形的威势和压迫感迎面来 伴随着这种感觉的 还有他给焦阳灵灵民们带来的十足的安全感 众人虽然不知道 这城墙的防御效果如何 但光凭这城墙的迈向 众人心中就不自觉有些信任他的防御力了 不用惊慌 这是至高意志奖励给我们的珍宝 他的名字叫至高之欲 以后我们每拥有一城 就会有这样的城墙从地下拔地而出 守护我们的家园 到时候 大家别太慌乱 周周看着众人说道 并把至高之欲除绝对防御之外的其他两个能力 告诉给了他们 众人闻言顿时激动不已 如果这至高之欲真的如灵主所说的那样强大的话 以后他们就再也不用担心城墙防御的问题了 尤其是赵长手 在城墙建设这块 一直是由他这位总建筑师负责 他也对这一块的建设 其非常认真 奈何焦阳灵最高品级的建筑材料 就是白银级建筑材料光源石 这还是由青铜级建筑材料及光金 经过数天时间吸收光元素能量 才进化而来的 因此 在至高之欲出现之前 焦阳灵的城墙等级陷于材料问题 一直都是白银上级 没有办法得到进一步提升 现在好了 有了这至高之欲 他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都不用担心城墙建设的问题了 他完全可以把心思放在领地的其他建筑上去了 另一边 周周作为焦阳灵的领主 对于至高之欲的出现自然是最为满意的 他也知道 自家城墙防御上限不足 甚至哪怕有机光塔在 他还是对焦阳灵的防御有几分担心 现在好了 在至高之欲的城墙等级提升到真神上级之前 自己都不用担心 焦阳城的城墙防御强度不够的问题了 随后他看了眼 这至高之欲绝对防御的防御时间 发现他的绝对防御时间是五秒 五秒 周周难难自语 绝对防御的最长防御时间是十秒 而现在 他的领地等级是白银中级 绝对防御时间则成了五秒 所以说 这至高之欲的绝对防御时间 是每提升一个大层次 就提升一秒的吗 周周不太确定 所以他想了想 便带着白云 五星 赵长手等焦阳城主要人物 通过传送阵来到了王史成 此时 王史成的城墙也已经被至高之欲所替换 因为王史成本身也是一座白银中级的城市 所以被替换的至高之欲也是白银层次 周周看了眼他的信息 发现他的绝对防御的信息 果然也焦阳城城墙一样 也是五秒 周周点了点头 看来确实是每提升一个等级 就提升一秒的绝对防御时长 随后他又有些可惜 要不是焦阳领升级需求中的两座白银级城市 不包括焦阳城本身 他现在就可以将自己的领地升级到白银上级 不过他也没在意 如今塔汉王国的实力已经实不存一 明日他带兵去塔汉王国随便征伐一番 都可以获得一座白银级 甚至更多更高层次的城市和领地 到时候自然可以轻松升级 之后 他把绝对防御的时间 也告诉给了自己的将领们和建筑师们 如果有一日有强敌来写 我不在 你们又挡不住的情况下 你们可以使用这绝对防御来御敌 周周最后道 是 领主大人 嗯 众人恭敬道 周周点了点头 随后他不再多说 带着下属们通过空间传送阵返回了焦阳城 焦阳城 众人回来后 白云 五星他们就带着士兵们去过凯旋门去了 而周周没这急去 而是返回了自己的初级领主伏地 看向其他活动奖励 现在他手上还没有查看的活动奖励 还有万族最强领主段位奖励 万族最强领主段位称号 最强领主段位奖励和最强领主段位称号 周周先看向同族领主内部奖励的 最强领主段位奖励和最强领主段位称号 最强领主段位奖励是一个无面雕塑 周周看过去 文字提示出现 宝物名称 无面的蓝星人族祖先雕像 宝物品级 传说级 宝物效果 将其用在一个蓝星人族祖先雕像身上 即可将其立刻晋升到传说级祖先雕像 宝物简介 蓝星人族祖先雕像专用晋升宝物 可以凭此取密到祖先雕像仪式的部分 使其晋升为更高层次 从而拥有更强的祖先雕像增益效果 周周见此有些惊讶 居然是帮助祖先雕像晋级的宝物 同族最强领主只奖励一个传说级宝物吗 周周想了想 也觉得正常 毕竟在这次万族领主战场活动中 同族领主战场的段位排行第一 确实没什么含金量 万族领主战场的段位高低 才是最重要的 像周周自己 这同族领主段位最高的荣誉 完全是免费赠送的 这种情况下 给一个传说级宝物已经很不错了 他也不着急去看最强领主的称号奖励 是什么 直接拿着这 无面的蓝星人族祖先雕像 前往太庙 太庙 主殿 一股淡淡的沉香气味 弥漫在主殿中 让刚刚来到这里的周周 心不由安宁下来 他看着面前供台上的神龛 只见这里供奉的神龛数量 已经达到了五座之多 其中最右侧的两座神龛 并没有供奉新的蓝星人族祖先 而左侧的三座神龛中 则分别供奉着 黄金级祖先雕像孙思苗 黄金级祖先雕像刘备 和白银级祖先雕像公书斑 周周看着这三座祖先雕像 不由沉思起来 他现在手中的 无面的蓝星人族祖先雕像 他必须选择其一进行竞生 选哪个好 周周有些纠结 无论是孙思苗祖先的千金要方 刘备祖先的以德夫人 还是公书斑祖先的工匠之心 这三种祖先增益 周周都很喜欢 都很想要将其提升 至于留着 等以后给更强的祖先雕像用 比如皇帝 神龙 福西等祖先 周周想了想就放弃了 祖先雕像这种宝物 哪怕周周现在有战利品之王在 到现在都只获得了三尊 而且其中两尊 还是从其他蓝星灵主手中收购而来的 可见他们的稀有之处 而蓝星人族祖先又很多 周周并不觉得 自己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皇帝 神龙这种级别的祖先雕像 千鸟在灵 不如一鸟在手 所以周周觉得 还是现在用了比较好 片刻后 周周深吸一口气 来到孙思苗的雕像前 他最终还是决定 给孙思苗祖先晋升到传说级 而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孙思苗的祖先增益在于一 周周自认为 自己的领地是一个战争型领地 而对于一个战争型领地来说 一道方面的强大 自然可以大大增加军队的战斗力 相比较下来 刘备的祖先增益 以德服人 侧重于提升忠诚度 这点上 他有更完美更强大的国泰民安 其实在这点上 需求并不是很大 而公书班的祖先增益 在于提升建造建筑 和战争机械的效率这点上 也比孙思苗的一道作用差些 所以 周周才决定将 无面的蓝星人族祖先雕像 用在孙思苗祖先上 当然 其实他还有一点私人原因 那就是他见过 在千金药坊中寄居的 孙思苗的灵魂体 两人交流过几次后 对于这位慈祥的药王老前辈 周周心里难免是有些好感的 所以他本人也想提升孙思苗 祖先到更高境界 做好决定后 周周也不再犹豫 直接看着面前的 无面的蓝星人族祖先雕像 心中默念使用 使用对象则是孙思苗 下一秒 只见他手中尺寸大小的 无面的蓝星人族祖先雕像 忽然散发出紫色豪光 随后这些光芒 纷纷涌入孙思苗祖先的雕像中 下一秒 就看到孙思苗祖先的雕像 也绽放出了耀眼的紫色光芒 这紫色光芒 将整座太庙都笼罩住 过了两久 才渐渐会收进孙思苗祖先雕像内部 这种异象 郊阳城内 一些没有睡的领明 以及很多感知强大的生灵 比如英格索尔 奈萨里奥 哈瑞斯 许安 白云 五星 风罗都发现了 不过 当他们发现光芒来源出世太庙 并且里面的领主大人并没有什么侍候 他们就知道 这应该是领主大人的手笔 就不再多管了 太庙呢 周周看着面前 好似没发生什么变化 又好似 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孙思苗祖先雕像 就在这时 文字提示出现 恭喜您 您的蓝星人族祖先雕像 孙思苗 使用了无面的蓝星人族祖先雕像 正式从黄金集 进集为传说集 当前供奉祖先雕像已更新 当前祖先增益效果已更新 周周先看了眼 当前供奉祖先雕像 发现里面的孙思苗后面的等级标志 已经从黄金集变成了传说集 不仅如此 还多出了一个从未见过的召唤功能 召唤 这是什么功能 一会儿可以试一下看看 周周想到 随后他又看向当前祖先增益效果 是 千金药方也进集到传说集了 宝物名称 千金药方 宝物品集 传说集 宝物效果一 领地内的所有医师相关类职业者 在为伤病人员治愈伤病后 有极大概率会领悟更多的医学理论 增加90%突破概率 宝物效果二 所有学习过千金药方的医师相关类职业者 在遇到疑难杂症时 都将有概率会得到蓝星人族祖先孙思苗的提示 宝物效果三 领地内的所有医师相关类职业者 医师相关类职业潜力提升两大阶 最高不能超越传说上级 如若脱离领地 该潜力加持则无效 宝物简介 人命至重 贵于千金 一方己知 得于于此 提示 该宝物为太妙专属宝物 无法磨损 丢失 毁坏 周周报夕一口凉气 目光紧紧锁定在宝物效果三上 在再三确认后 他才确定自己没看错 真的是提升两个大层次 虽然只是给医师相关类职业者 提升两个大层次 但也太恐怖了吧 周周难难道 拿他领地目前的最强医师白月景来说 白月景的潜力上限是超凡中级 而他目前已经是超凡下级医师了 过不了多久 他就会达到自己的潜力上限 从而再无可进之路 但有了这条新增的宝物效果 三就不一样了 有了这条新增的祖先增议 白月景的潜力将直接跨越史诗级 直接达到传说中级的层次 可以说 以后他只要努力 再加上有足够的医道知识可以学习 他可以轻松成为传说级别的医师 甚至达到潜力上限 成为传说中级的医师 对他来说也不算什么难度 而这种级别的潜力 哪怕是他领地内的很多英雄 都无法达到的 这就是传说级别的祖先增议吗 居然恐怖如斯 周周震惊了 虽然说 这种增议脱离了领地 就会无效 但对于不是他领地的领名 周周自然不会为其失去潜力 而感到可惜 极品啊极品 周周眼神发亮的看着这条宝物效果 看了好几遍后 他才恋恋不舍地收回目光 随后他看向那个新增功能 召唤 上 召唤 周周没有犹豫 直接选择召唤试一试 下一秒 在他惊讶的目光中 只见孙思淼的祖先雕像 忽然散发出耀眼的紫光 随后 这些紫光并没有重新融入进雕像之中 而是在周周面前开始凝聚 并渐渐形成一个老道士的模样 很快 一个头杂倒计 面容慈祥 身穿朴素道袍 右手持木杖 腰间挂葫芦的老道士 出现在他眼前 栩栩如生 如同真人 不 在周周的强大感知下 他知道 眼前这人就是真人 就在这时 老者向他抱拳笑呵呵道 老道孙思淼 见过领主大人 孙老前辈客气了 周周反应过来 连忙道 孙思淼笑了笑 随后看了看周围 然后低头好奇地踩了踩地面 又闻了闻空气 随后嘖嘖称奇 这只刀大陆到底与咱华夏不同 他之前一直是在千金药方中观察这个世界 现在能够真身出现 自然对这方世界好奇的景 周周笑了笑 随后两人聊了一会儿 周周问道 孙老前辈 您要不要给我看看 我身上有什么毛病 这可是要王在世 周周自然不愿意放过领主大人 一副天人之姿 身体健康得很 哪有什么毛病 孙思淼目光独辣 仔细看完周周的面相后说道 周周闻言顿时笑了起来 对了 领主大人 我想去看看我那位好友白月景 不知可否 孙思淼道 当然可以 我和前辈您一起去吧 周周闻言也道 他也想看看 白月景在潜力提升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孙思淼点点头 随后两人一起向白月景的住处走去 与此同时 白月景的住处 此时 白月景正在挑灯夜站 研读医书 而且研读的正是由孙思淼传下来的 中医一道的医书 服疗寒以热药 疗热以含药 饮食不消以吐下药 他专心而细致地轻声送毒着 阅读 白月景越觉得这中医一道 与自己所修行的至高大陆的人族一道 有很多殊途同归的地方 这让他脑海中不由灵感薄发起来 照这样下去 我应该很快就可以晋升为超凡中级医师 达到我的潜力极限了 他心中非常喜悦 正常来说 职业者越接近自己的潜力上限 想要再次进阶的难度也将会越发的高 比如之前的赵长手 他就困在白金级建筑师很多年了 要不是后来来到了周周的领地 接触了很多特殊建筑和种族建筑 他也不可能这么快就达到潜力上限 甚至现在还更进一步成为了钻石上级的建筑师 而现在白月锦的情况就和赵长手有些类似 不同的是 赵长手是通过接触特殊建筑和种族建筑 触类旁通之下 晋升到钻石上级建筑师 而现在白月锦则是因为接触了孙思淼的中医传承 所以在触类旁通之下 也感觉自己距离超凡中级医师不远了 白月锦是个很纯粹的医者 他渴望提升医师等级 主要也不是为了那份地位和名望 他想的更多的是 提升到超凡中级医师 自己就可以救治更多的人了 现在赵阳岭已经出现了足足两千多名超凡级士兵 甚至就连史诗级强者都出现了一位 现在还成为了赵阳岭的第一次课 也正是因为如此 赵阳岭的高级医师的数量 现在已经有些捉襟见肘的 白月锦见此也渴望突破到更高级的医师层次 这样他就可以缓解下赵阳岭的医疗资源压力了 就在这时 白月锦脑海中忽然一阵 愣愣地看着面前的医书 只见之前他感觉深奥复杂的医道知识 在这一刻突然变得简单易理解了起来 一眼看去 种种医道知识就轻而易举地进入了他的脑海里 甚至还举一反三 让他明目了更多的医学知识 在这一刻 他只感觉自己距离超凡终极医师的距离 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红仿佛开天辟地一般 更加强大的医师能量在他的体内汹涌奔腾 白月锦沉溺在新获得的医道知识中 沉溺了很久 才察觉到了自身的变化 他不由一惊 自己居然突破到超凡终极医师境界了 四 白月锦倒吸一口凉气 刚刚发生什么事了 我怎么就突然突破了 而且突破的还那般轻松 跟吃饭喝水一样 他虽然距离超凡终极医师 确实感觉不远了 但也不应该这么轻易 就突破呀 这种感觉 让他想到了自己当初年轻时 还是个医师天才的时候 自己从白银上级医师 突破到黄金下级医师的感觉 就是这般容易 就是如此轻松 仿佛这对自己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难以闯过的瓶颈一样 可是自己刚刚 可是超凡下级医师了呀 超凡下级突破到超凡终极 和白银上级突破到黄金下级的难度 能一样吗 难道 他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 自己不敢置信的想法 随后立刻去感知起自己的潜力上线 然后他就呆住了 自己的潜力上线 居然直接跨越了两个大境界 来到传说终极层次了 这是什么情况 白老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了一个声音 白月锦立刻就听出 这是自家领主大人的声音 来不及去想 自身的变化是怎么一回事 他整理了下仪容 然后快步来到家门口 打开门 见过领主大人 见过 嗯 白月锦刚向周周恭敬说完 当他看到领主大人旁边的人的时候 他顿时愣住了 怎么 老友 你不是在太庙中 见过老道的雕像吗 怎么现在认不得了 孙思苗捋着胡子 笑呵呵地看着白月锦 你是 老孙 白月锦瞪大眼睛 正是 孙思苗点了点头 感慨道 老道有幸 被领主大人提升到如今 这个层次 现在已经可以重塑真身 被召唤 并可以行走在这个世界上了 而且 没有时间限制 严格来说 只要孙思苗的祖先雕像不损坏 他现在就是不死的了 哪怕现在他的肉身被杀死 他也可以在雕像中重新复活 代价 就是需要供奉些传说集物之心而已 而传说集物之心 对于现在的周周来说 也算不得多大的代价了 另一边 白月锦文言顿时眼睛一亮 整个人都欣喜起来 他们两个人 在交流彼此世界一道的时候 不知不觉间 早已经成为了至交好友 如今看到好友 能够以真身形 走在这个世界上 他自然非常高兴 在孙思苗的身边 周周也笑着 看着这两个人 就在这时 他忽然发现了什么 惊讶地一了一声 白老 你突破到超凡终极层次了 他惊讶到 不仅如此 他还发现 白老变年轻了不少 说是从老年人 一下子变成了中年人都不为过 自己可没给过对方血密之类的 能恢复年轻的物品 不错 莫名其妙就突破了 白月锦文言 也有些不知所以地挠了挠头 随后他将自己突然突破 并且潜力提升到 传说终极的事情说了出来 周周和孙思苗文言对视一眼 随后同时笑了起来 原来如此 怪不得能恢复年轻 应该是自身潜力提升 所以也带动身体年轻起来了 接着 周周也不隐瞒 将传说及千金药方的效果说了出来 现如今 咱们领地的一失潜力 应该都提升了两个大层次了 像白老您今天的突破 他会源源不绝地出现大量高级医师了 周周高兴道 他自然没忘记 传说及千金药方的第一个效果 在为伤病人员治愈伤病后 有极大概率会领悟更多的医学理论 增加90%突破概率 90%的突破概率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只要医师类相关职业者 只要没到自己的潜力上限 他就可以在积累足够的职业知识后 几乎无瓶颈地突破自己的职业等级 而千金药方 本来就可以让医师类相关职业者 在治愈伤病后 有极大概率会领悟更多的医学理论 再加上千金药方的宝物效果二 可以让掌握本书的医师类相关职业者 在遇到疑难杂症时 有概率得到孙思淼的提示 这种条件下 三条宝物效果叠加起来 几乎可以说 是为所有医师类相关职业者 打开了一条通天大道 可以说 在教养领从业的医师类相关职业者 都可以轻松达到自己的潜力上限 周周光是想想 就觉得十分惊人 他的教养领 现在简直就是一个 医师类相关职业者的职业圣地 医师 牧师 药师 甚至是生命女神庇护所的那些神职人员 等一系列医师类相关职业者 都可以在教养领感受到 千金药方对他们的恐怖加成 周周已经可以预感到 在不久后的将来 他的领地将会涌现出海量的 高阶医师类相关职业者了 而他的领地的高阶医师数量不足的问题 自然也可以在以后轻松得到解决 周周已经在考虑 以后多向外界引进些医师类相关职业者了 这样才可以把传说集 千金药方的效果发挥到最大 多谢领主大人 多谢老孙 两位对我可以说有再造之恩 白月景将永生不忘 有机会必会报答领主大人和老孙的恩情 白月景神色严肃道 让自己的医师潜力再度提升两个大境界 这对他来说 已经相当于给了自己一个光明无限的 崭新未来的这份恩情 自己一定要记住 您的领名白月景的忠诚度 已经提升至100 成为您的死忠之名 一行文字提示忽然出现在周周面前 周周见此笑了笑 本来白月景对自己的忠诚度就已经90多了 现在有了这份恩情 直接成死忠之名了 他琢磨起来 那自己要是明天把这件事传到整个领地 自己应该立刻就会有一大批高忠诚度 甚至死忠的医师类相关职业者领名了 周周想到这里 立刻决定要把这件事宣传出去 自己的赞世级国泰民安领主天赋 想要晋升到超凡级太平盛世领主天赋 可是需要100万名90点和90点以上忠诚度的领名的 现在正好借此机会来提升一下 这方面需要的领名数量 周周想到的事情 孙思淼和白月景很快也想到了 三人进屋后 很快就忍不住开始畅谈领地未来的一道发展起来 聊了半晌后 周周才说要离开 孙思淼和白月景想要送他回去 被周周拒绝了 他如何看不出 这两位一道上的同行者 此刻正有大量的话想要探讨交流 周周自然愿意成人之美 独自一人回到领地后 周周继续查看接下来的奖励 首先是最强领主的段位称号奖励 称号名称 最强领主 称号品质 种族为一 永久 称号效果一 您与任何敌对势力战斗时 将获得200%额外实力增幅和99%额外伤害减免 您的麾下领名 获得100%额外实力增幅和50%额外伤害减免 称号效果二 您在种族内部的世界频道中发言时 在您的领主称号后方 都会添加上您的领主战场段位称号后缀 您可以主动将其关闭或开启 称号效果三 至高次服 当您和您的麾下领名在提取战利品时 您的战利品暴率额外正20% 您获得的战利品数量额外正30% 特殊战利品无法获得此加成 称号简介 唯有领主在领主战场上 获得种族内部的最高段位后 才能获得的种族唯一称号 每一个种族中的最强领主 都会被至高意志赐福 提示 由于您的战利品暴率已经达到100% 所以该向战利品暴率额外增益 转化为20%的战利品数量增幅 您现在获得的战利品数量额外正50% 特殊战利品无法获得此加成 周周脸上露出笑容 自己之前就得到过 这最强领主的称号奖励 不过那是只是现实的 而现在却变成永久的了 好处自然不言而喻 并且 他不但变成永久 他的称号效果也获得了极大的提升 称号效果 一的领主额外实力加成有100% 提升到了200% 麾下里面的额外实力加成 也有50% 提升到100% 另外 战利品数量额外加持 也从20%提升到了50% 这对他这个战利品之王来说 提升法是最大的 随后他看向万族最强领主的段位称号奖励 称号名称 万族最强领主 称号品质 至高 永久 称号效果一 您与您的领地势力 在诸天万界中名声大噪 所有领主势力都将知道 您是此次万族领主 战场活动中的最强领主 称号效果二 当您与非敌对领主势力 开启外交面板时 您与对方的外交关系 自动提升到尊敬 建立王国后开启 称号效果三 至高意志的青睐 当您和您的麾下领名 在提取战利品时 您获得的战利品数量 额外正100% 唯一类型战利品 无法获得此加成 称号效果四 您在种族内部的 世界频道中发言时 在您的领主称号后方 都会添加上 您的领主战场 断位称号后缀 您可以主动将其关闭 或开启 称号简介 万族领主战场活动的 至高奖励 只有在这场活动中 表现最佳的最强领主 才可以获得 它代表着 至高意志的青睐 也代表着万族领主之中的 至高荣耀之一 周周看到这个万族 最强领主 断位称号后 不由深吸一口气 不愧是万族 最强领主断位称号啊 别的不说 光是战利品数量 额外正100% 就让它获益匪浅了 而且 它还和最强领主称号的加成 是可以叠加的 也就是说 现在它击杀一个迷雾怪物 然后开始提取战利品 除了它本身会提供的 那份战利品外 还会给另外150%数量的战利品 和它的战利品之王一搭配 效果直接爆炸 至于称号效果一 和称号效果二 提供的名声加成 周周表示已经麻木了 既然自己拒绝不了杨明这件事 那就坦然接受吧 随后 它看向万族最强领主奖励 那是一个金色礼盒 周周看过去 文字提示出现 宝物名称 种族神器礼盒 宝物品级 特殊级 宝物效果 打开后 领主可以获得一件 完整无缺的种族神器 宝物简鉴 万族领主战场的 万族最强领主的奖励 打开后 可以获得一件 极为稀有的种族神器 周周见此 眼睛顿时瞪大 完整无缺的种族神器 周周顿时激动了 难道是和宣渊剑那个级别的 随后它立刻将其打开 只见一个六棱形七彩金石 出现在它的眼前 种族神器名称 幸运星 装备品阶 种族唯一 绑病 种族神器能力 幸运 所有人族在提取战利品时 暴力症5% 幸运星拥有者 在提取战利品时 将获得一件特殊战利品 该效果一日只能触发一次 周周见此 本来期待的脸色 顿时变得复杂起来 周周看着这个名为 幸运星的种族神器 有用 但对我来说 好像用处不大 它神色有些复杂 这幸运星有两个效果 第一个正5%暴力 对它这个100%暴力的 战利品之王来说 自然是毫无作用的 不过 它的影响范围遍布整个人族 让整个人族的暴力 都提升了5% 就这一点来说 它对整个人族的未来 将会鞠躬至尾 说它是种族神器 自然是当之无愧的 第二个效果是 幸运星拥有者 在提取战利品时 可以获得一件 额外的特殊战利品 说实话 仅仅从文字简介上来看 这个效果 周周也是不需要的 他是战利品之王 最不缺的就是战利品 哪需要他再提供一件战利品 不过看着他提到的特殊二字 周周想了想 还是决定试一试再说 正好今天的这次 提取特殊战利品的机会还没用 他正好可以用一下试试看 正当他站起身 想去怪物牧场找木骨时 他忽然注意到 自己此时的好友兰 居然发过来了大量的消息 有认识的人发过来的 比如 灵二 农成林 青鸾领主 纸仙领主 经商领主 还有不太熟的人发过来的 这些人中 大部分都是周周以前 在收购商品材料时 加的领主好友 他们平常的时候 不敢打扰周周 现在却一个个全都发过来了消息 周周好奇地一一打开一看 谢谢娇阳大佬 娇阳大佬又得到种族神器了 这种族神器效果牛XR 羡慕娇阳大佬 娇阳大佬 这叫做幸运星的种族神器 就是您成为万族最强领主的奖励吗 这幸运星的影响范围 居然波及整个人族 物草 那他对于整个人族实力的提升 都有巨大的意义啊 周周光看了前面几个领主的消息 就明白过来了 看来幸运星给所有人族的暴力加成 已经开始显现了 怪不得突然有这么多领主 给自己发来消息感谢 他看了眼铃等人发来的消息 发现他们也在说 关于幸运星的事情 问的和其他领主问的都差不多 他打开世界频道 和星辰联盟的联盟群 发现此时这些领主们 也在讨论关于幸运星的事情 从众多评论之中 可以看出 众人对幸运星提供的5%暴力 还是挺满意的 有部分闲少的领主们 他们说的嫌弃的话 也很快被其他领主的发言 给淹没过去了 另外 他们也很羡慕周周这位 得到两件种族神器的领主 不过周周视频本是得来的 这两件种族神器 哪怕他们再羡慕极度恨 他们也说不出什么 觉得焦阳领主不配的理由出来 另外 从这些领主的发言中 周周也看到了 他们复制发上来的幸运星 加成buff详情 幸运星之光 您和您的人族领名 在提取战利品时 会额外挣5%暴力 住 特殊战利品无法享受该暴力加成 种族神器提示 种族神器 幸运星已出世 并被焦阳领主所掌控 此为种族神器的能力之一 周周点了点头 随后当他看到后面的文字时 又沉吟起来 特殊战利品 什么算是特殊战利品 光明圣龙的龙蛋算吗 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领主天赋球 和新红领主天赋球算吗 周周想到这里 心中隐隐觉得应该是算的 毕竟 如果他们都不能算得上是特殊战利品 那还有什么战利品 算得上是特殊战利品 不过 为了防止自己猜错 周周还是尝试性地问了一下至高意志 很快 至高意志就给自己发来消息 告诉自己 他的猜测是对的 并且还告诉他 只有那些普通装备 普通技能书 和其他普通战利品 才会在幸运星之光的暴率增加范围内 周周看到至高意志的答复后 口头感谢了一番后 心中又有些疑惑 至高意志 什么时候这么好过 不但解释得这么全 而且还告诉他 关于普通战利品的范围了 换作以前的话 说不定只说一句算就完事了 难道 周周忽然想到了什么 打开了万族最强领主的称号效果 目光落在称号效果3的 至高意志的青睐 这几个字上 至高意志的青睐 难道是因为这个的原因吗 所以 至高意志才解释得这么全 周周思考 越想 他越觉得 自己想的可能是正确的 周周嘴角出现笑容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自己以后可得好好表现 让至高意志 对自己越来越有好感 这样以后 自己说不定真可以弄一个 至高意志的天选之子当当 就在这时 他忽然看到在联盟群中 青鸾领主说 想看幸运星是什么样子的 周周也没吝啬 直接给幸运星拍了一张照 然后发在了联盟群里 不过幸运星的属性 他倒是没有共享 可即使如此 当幸运星的照片 发到联盟群上后 联盟群的领主们 在看到幸运星的样子后 还是瞬间爆炸 热烈讨论起来 哇 这就是幸运星吗 看起来好好看 跟宝石一样 不 比宝石还好看 泽泽 这颜色 简直跟神话传说中的 补天石一样了 种族神器的颜值好高 为什么上一次的种族神器 是残缺的轩缘剑 这次就换成了一个 从未听过的幸运星了 我心里也有同样的疑惑 但我懒得去想 周周也看到了领主们的疑惑 他于是又问了至高意志 有特权 不用白不用 这次至高意志也给了提示 至高意志提示一 种族神器有多种类型 其中有一种分类 将种族神器可以分为 专属型种族神器 和公共型种族神器 至高意志提示二 你的轩缘剑 农耕续养剑 就是专属型种族神器 至高意志提示三 历代拥有 公共型种族神器的生灵 都将遭到其他一族 领主的疯狂截杀 当种族神器拥有者死后 其遗落的种族神器 将自动解除绑定 直至迎来新的主人 也正是因为如此 每一个种族神器的出现 都将迎来一场 种族层面的残酷厮杀 周周看到前两个 至高意志提示时 这才知道 原来种族神器 还有专属型种族神器 和公共型种族神器区别 前者只能作用于单个种族 而后者却能够作用于所有种族 而当他看到第三个 至高意志提示的时候 他的脸色顿时微微一变 眉头也皱了起来 幸运心可能会引起 一场种族层面的残酷厮杀 他神色严肃起来 想想公共型种族神器的效果 至高意志的提示 还真可能不是威严耸听 他想了一会儿 随后眉头渐渐松开 现在他是万族领主 有至高协议庇护 在至高协议之下 王国级和王国级以上领主势力 是不能主动进攻他的领地势力的 除非是他主动挑起战争 对方才能进行反击 周周又不傻 自然不会跟远超 自己势力强度的敌人 挑起战争 而王国级以下层次的领主势力 又鲜少 甚至几乎可以说 没有能打得过周周的 这么看的话 幸运心这个种族神器 至少短时间内 不会给自己带来太大的危险 想到这里 他心里稍微轻松了些 随后他看着手中的幸运心 决定去试一试 他的特殊战利品效果 想做就做 周周拿着幸运心 走出出几领主伏地 摆到了怪物牧场这里 并通过心灵传音 将木骨叫了过来 见过领主大人 木骨来到周周面前后恭敬道 周周点了点头 他看着面前空荡荡的怪物牧场 随口问道 你一会儿 就要开始制造牧场怪物了吗 是的 领主大人 现在正是星红迷雾弥弥漫的时候 正是借助这些星红迷雾 凝聚迷雾怪物的好时候 周周点了点头 他目光一一扫过 这34座怪物牧场中 寄存的34只迷雾怪物 最后 他的目光落在了杀人身上 杀人怪物占据的 三座怪物牧场可以换了 就把杀人换成红颜血风吧 周周说道 杀人正式产出青铜级建筑材料 极光金的迷雾怪物 之前他的郊阳城城墙 就是依靠这种建筑材料 才拥有不错的白银级防御力的 不过现在 他的城墙 已经都替换为了至高之欲 自然不需要这极光金盒 产出他的杀人了 怪物牧场的备用怪物资源库 这样当哪一天 自己忽然需要以前的怪物资源时 他也不会没有办法 直接从备用怪物资源库调用就是了 至于替换杀人的红颜血风 则是因为 他们会产出血蜜 血蜜王 血蜜王膏 血蜜黄膏等 能够恢复年轻甚至寿命的战利品 赵长手 郑元祺等领地老人 都是依靠他来重回年轻和寿命的 周周之前喜欢战利类牧场怪物 就没放着红颜血风到怪物牧场里 现在怪物牧场多了 足足有34座了 杀人又被下架了 那就正好让红颜血风顶替杀人的位置吧 现在他的领地 有很多像之前郑元祺 赵长手 五星 白月锦这样具有高才能 但是寿命将近的老人 这样的他们 就算对领地忠心耿耿 想要效忠一生 但碍于年龄的原因 其实已经在工作时力不从心了 而等以后 他的红颜血风 在怪物牧场中产出大量的血蜜 血蜜黄膏 甚至血蜜黄膏等能够恢复年轻和寿命的产品后 这些老人 就将迎来他们的第二春 再也不用为年迈的身体 和将近的寿命而担心了 这样 他们也可以为领地更好的工作了 双方皆大欢喜 是 领主大人 木骨恭敬道 另外 木骨 先给我凝聚出一尊领主级的风暴魔灵 应该没问题吧 周周看着他问道 没问题 不过领主 您需要稍等一会儿 大概十分钟左右 木骨道 好 周周痛快答应下来 十分钟而已 很快就过去了 木骨见此点头 随后转身 走到风暴魔灵的怪物牧场旁 开始制造领主及风暴魔灵十分钟后 一头白金终极的风暴魔灵领主 被制造出来 周周看着这头 驾驭着风雷两种元素的元素魔灵 文字提示出现 怪物名称 风暴魔灵领主 实力阶级 白金终极 怪物简介 被怪物牧手 木骨创造的迷雾怪物领主 掌握着风雷两种元素能力 性情易怒 攻击性极强 战力品暴力 30颗白金集物之星 暴力 100% 50颗风元素宝石 暴力 25% 50颗雷元素宝石 暴力 25% 一本白金终极技能书 死亡风暴 暴力 15% 一本武品集 风暴之灵转值证明 暴力 6% 一本白金终极 风暴之灵招募书 暴力 6% 一颗真性级新红结晶 暴力 3% 周周嘖嘖称奇地看着对方的战力品 这家伙的暴力明显提高了不少 尤其是转值证明和招募书这两个战力品 之前他的初始暴力可是为1%的 现在直接提升到6%了 足足提升了5% 这应该是种族神器幸运星的幸运星之光起作用了 随后他不再多想 直接一发钻石层次的混沌刀器 解决了面前的风暴魔灵领主 随后他把手放在对方倒地的元素体上 文字提示出现 是否提取战力品 是否使用种族神器幸运星 提取一件特殊战力品 提取 都提取 周周见此立刻到 领主天赋提示 您的战力品受到战力品之王完美战力品的强化 战力品品质加一 称号提示 您的战力品受到最强领主 万族最强领主称号影响 战力品数量正150% 领主天赋提示 您获得了完美战力品 75颗物之星 钻石集 125颗风元素宝石 125颗雷元素宝石 三本死亡风暴 技能书 钻石终极 三本风暴之灵 转制证明 五品集 三本风暴之灵 招募书 钻石终极 一颗星红结晶 真性集 幸运星提示 您获得了一件特殊战力品 风暴魔灵领主木偶 钻石终极 周周看着眼前的战力品提示 脸上露出笑容 150%额外战力品掉落 就是爽啊 以后 他通过怪物牧场收获的兵种招募书 都会因为这150%额外战力品掉落 而大幅度增加 随后 他看向这次收获的特殊战力品 那是一个巴掌大小的木偶 正是风暴魔灵领主的样子 文字提示出现 宝物名称 风暴魔灵领主木偶 宝物品集 钻石终极 宝物效果低血认主后 可以获得一个实力为 钻石终极的风暴魔灵领主的效忠 该风暴魔灵领主 拥有天赋 风雷魔体 天赋 元素之体 王国级战斗技能 风雨者 钻石终极 顺雷 超繁极物理伤害免疫 觉醒度80% 钻石级元素伤害免疫 觉醒度100% 等能力 不仅实力强大 对主人忠心耿耿 而且 当身体受到过半破坏后 还将会自动恢复成木偶形态 同时开始吸收元素能量治疗自身 直至彻底恢复完成 可以重新作战为止 当前风暴魔灵领主木偶 自我修复次数上限 10 10 提示 经过您的拾荒者天赋的加成 当前风暴魔灵领主木偶的 自我修复次次数上限增加制 20 20 宝物减见 来自于一名风暴魔灵领主死后的掉落 在一种神奇的力量下凝聚而成 是上好的护主类宝物 不错的保护型宝物 周周嘖嘖称奇 随后 他将它收进空间戒指里 如今 他都已经是钻石终极了 搭配上一系列技能和宝物 就算是超凡层次的强者 他都能占而胜之 自然不需要一个钻石终极的保镖 来当自己的累赘 一会儿给铃或者消悬吧 他们两个小孩子应该需要这个 周周想到 随后 他又想到了一个问题 如果我明天再杀一个风暴魔灵领主的话 会不会给同样的战利品 他难难道 可惜 幸运性的今日可用次数已经用光了 他已经不能验证自己的想法了 只能下次再说了 就在这时 白云从远处快步走来 来到周周面前 禀告领主大人 所有士兵都已经通过了凯旋门 实力再次得到了晋升 另外 星辰联盟的领主们 已经带着他们策反的两成士兵来到了我们这里 我已经把他们都编入怪物军团了 这是我们刚刚统计完的战利品清单 和士兵实力清单 白云公进到 同时将两份清单交给周周 周周接过去看了起来 周周看着这份战利品清单 今天 他们一共消灭了3873名万族领主势力 消灭了2273万余一族敌人 在战利品之王和最强领主称号的加持下 战利品一共获得 126块青铜吉领地令 43块白银吉领地令 15块黄金吉领地令 4块白银吉领地令 96颗钻石吉武之星 201250颗白银吉武之星 20279950颗黄金吉武之星 51501700颗白银吉武之星 80547780青铜吉武之星 各类技能书40121100本 各类装备 62007160件基础材料 185亿9200亿万单位 27885块青铜及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6颗神话集 唯一及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这是战利品清单的情况 周周在看向士兵提升清单 星辰联盟的领主成员们 在江测反的两成兵力 也就是83232名怪物士兵送过来后 周周现在的兵力 正式突破到2457903人 而在今天的中烟战场中 这些士兵们 共有1811541人得到了突破 后来又走了一遍凯旋门 突破士兵数量 直接达到2101360人 只差30多万士兵 就达到了全员晋升的程度 现在他麾下的士兵中 有黑铁级别士兵451098人 青铜级别士兵481574人 白银级别士兵505200人 黄金级别士兵427354人 白金级别351176人 钻石级别237960名 超凡级别3541名 最后 五星突破到超凡上级 白云突破到超凡下级 奈萨里奥突破到钻石下级 灵魂收割者玛里斯突破到钻石下级 幽灵龙奥格斯德突破到了白金上级 风罗突破到超凡中级 周周满意点头 今天他们在中烟战场上的收获 堪称巨大 尤其是领主天赋结晶锁片 就直接得到了27000多克 这要是在现实世界中 可没有这么多异族敌对领主 能让他这么杀 可惜中烟战场明天起就要关闭了 要不然我就不用为缺少领主天赋结晶碎片而担忧了 周周颇为可惜 随后他忽然想到了什么 看了眼万族领主战场 结果他意外发现 这个活动选项还存在 只是显示处于维护中 维护 周周一愣 维护他做什么 直接撤掉不就行了 难道 至高意志想把这个活动 改头换面后留下 周周忽然想到这个可能 似乎也不是不可以 毕竟这功能如果不影响现实的话 留下来娱乐娱乐 或者锻炼下军队的实战能力 还是挺不错的 随后他没有多想 而是在交易所设置一则交易 然后从这些战利品中 拿出三千万本技能书 和五千万件装备 放在这则交易里 最后确认发布 很快 众蓝星领主们就发现了这则交易 并火速将其推到了 交易浏览量榜单的第一名 至于领主们的反应 和其他的事情 周周就不管了 他只希望这些技能书和装备 能卖个好价钱 领主大人 经商领主 他们今天带来了200多头 不同种类的迷雾怪物 你要去看看吗 白云剑自家领主大人 似乎处理完了自己的事情 开口恭敬道 让他们稍等一下 我很快就过去 周周说完后 便一个瞬移来到了 不远处的凯旋门前随后 他没有犹豫 直接走了进去 哄 汹涌澎湃 但又温和的能量 立刻在他的心脏中 凭空诞生 随后涌向他的身体各处 强化他的身体和灵魂 过了好一会儿后 周周才从突破的感觉中 回过神来 他感受了下自己的体内情况 随后脸上出现笑容 钻石上极了 那毒恶灵丹的药力 自己也终于是消耗完了 以后自己又要恢复到 那种慢腾腾的进击速度了 想到这里 周周心里还有点小惆怅 体验了快速升级的感觉 突然间又变了回去 他还真有点不适应 不过他很快就调整好了 自己的心情 和白云一起 向联盟成员们的方向 快步走去 今日有事 赞更一张 来日必定加倍不回 郊阳城 一片空地上 林儿 龙成林 青鸾领主 金商领主 只先林主等312名联盟领主 正聚集在这里 而在距离他们不远处的地方 则有200多个笼子 里面拘近着200多头形态 种族各异的迷雾怪物 就在这时 领主大人来了 也不知道我这次带怪的怪物 能不能被领主大人选上 哈哈 我带来的迷雾怪物 一定会被领主大人选上的 这次的奖励我就不客气了 这么自信 也就一点点了 哈哈 众人说说笑笑道 很快 周周来到了众人面前 盟主好 312 也不知道谁先起的头 众人纷纷有预谋的 齐齐高声道 让周周都忍不住一愣 随后他轻笑道 各位也晚上好 让大家久等了 我刚刚有点事 耽误了点时间 这点时间算什么 没错 万族领主战场活动刚结束 我们现在别的没有 时间可多得很 盟主大人太客气了 领主大人 您要的迷雾怪物 我们都带过来了 您看看满不满意 众人纷纷道 周周见此笑了笑 随后目光落在那200多头 迷雾怪物身上 准确地说 是213头迷雾怪物 他也没耽误大火时间 直接走过去看了起来 第一头怪物 是一个身形矫健 通体黑紫纹路 并且长有两双紫色眼瞳的生物 怪物名称 紫童魔暴 实力阶级 白银终极 怪物简介 荒野平原的迷雾怪物 善于潜伏和狩猎 速度极快 能够夜视 并且掌握着精神系能力 是夜间的无情猎手 战利品暴率 四颗白银急物之星 暴率 白银终极技能书 紫瘾追击 暴率8% 一本白银终极技能书 魅惑紫童 暴率 7% 一颗真性级 星红结晶 暴率 1% 周周将其击杀 随后看了眼这些战利品的具体信息 最后摇了摇头 这紫童魔暴的技能不错 不过就是太普通了 没有什么特色 达不到怪物牧场的收入标准 夜之眼 作为一个能够夜视的技能 勉强算是一个有特色的能力 不过这种夜视能力 随着他的士兵们 逐渐提升实力境界 都会自然而然掌握 根本不需要额外掌握这种技能 另外 他通过这紫童魔暴的战利品 还确定了一件事 那就是 星红结晶 也不在最强领主 和万族最强领主的战利品 增幅范围之内 否则他现在应该是三颗 前信级星红结晶了 而不是一颗 前信级星红结晶了 他心中摇了摇头 看向下一个迷雾怪物 随着时间流逝 一个又一个迷雾怪物 被周周派死掉 这让他不由心中暗叹 哪怕他有战利品之王这种天赋 但好的战利品 也不是能够轻易得到的呀 另一边 龙承林灵主等联盟灵主 也在期待地 看着自家盟主大人的态度 当看到周周派死掉 自己所带过来的迷雾怪物时 他们脸上不由露出失望之色 他们带来的迷雾怪物 如果能被灵主大人选上 自己心中高兴是一 另外 还能够得到一千本 风暴之灵转值证明 其他种类的兵种转值证明啊 谁不想要 不过领主大人的眼光确实高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居然一个都没有选中 我的应该会选中嘛 人群之中 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女领主 心中忐忑地想到 她来之前 本来心中是挺有自信的 甚至还有胆子和别人说 自己带来的迷雾怪物 一定会被领主大人选中 可是现在 看到领主大人脚步不停地pass 掉一个个迷雾怪物 她渐渐有些慌了 领主大人连王国籍兵种都有 说不定真看不上 我带来的那只迷雾怪物 她听到了人们低声讨论的 风暴之灵转值证明 再想想自己 从那头迷雾怪物身上 得到的一件战利品 心中有些失落地想到 半个多小时后 周周站在第113只 迷雾怪物的战利品前 在看完她的战利品信息后 心中失望 脸上则面无表情地 走到了下一只迷雾怪物面前 这是一只穿着黄金战甲的士兵 她双脚离地 悬浮在空中 手持一柄黄金剑和黄金盾 背后还插着九根黄金长矛 看上去威风而奢侈 周周看着她文字信息出现 怪物名称 黄金之王 实力阶级 黄金上级 怪物简介 来自失落的黄金城的迷雾怪物 是以王国的黄金王国的特级兵种 刀盾兵的分支进阶兵种 黄金之王拥有着极高的防御力 攻击力和低空爆发飞行能力 并且他们的黄金密铠 对于灵魂攻击能力和元素攻击能力 也有极高的吸容效果 在黄金王国鼎盛时期 由黄金之王组成的黄金军团 是他们最为出名的军团 战利品爆率 八颗黄金集物之星 爆率 100% 一单位 100单位黄金 爆率 20% 0% 5% 一本黄金上级技能书 九毛飞机法 爆率 20% 一件黄金上级黄金密铠系列 装备之一 爆率 15% 一份黄金上级黄金密铠制造图纸 爆率 6% 一颗潜性级新红结晶 爆率 1% 一本无品级黄金之王转制证明 爆率 0 1% 一本黄金上级黄金之王兵招募书 爆率 0 1% 周周眉头一挑 脸上终于出现一抹笑容 居然有特级兵种掉落 而且还是刀盾兵的进阶分支兵种 那他要是将其收录进怪物牧场中 以后岂不是就可以得到源源不断的黄金之王士兵了 而且他还可以用黄金之王转制证明 将他的军团中的基础兵种刀盾兵全部进阶为特级兵种黄金之王 特级兵种的上级就是王国级兵种 虽然比不上风暴之灵这种士兵 但战力肯定也远超过普通的刀盾兵了 他的交洋军团中可是有数十万刀盾兵存在的 如果能把他们都进阶为黄金之王 肯定可以让他的交洋军团战力大大增强 随后周周将其击杀 然后提取了战利品 然后周周发现 其他战利品倒是没怎么变化 只是等级加一 数量翻了150% 只有那黄金居然品质加一 变成了圆金 圆金 这可是超繁极的材料 在价值上堪比生命元素宝石和死亡元素宝石了 周周脑海中有龙族传承 自然知道这圆金的价值 他不由高兴起来 随后他拿起那一金黄金之王转值证明 和黄金之王招募书 文字提示出现 物品名称 黄金之王转值证明 物品等级 物品级 物品效果 特级兵种转值道具 使用后可以成为特级兵种职业 黄金之王 并拥有一套黑铁下级的制式装备 100千克黄金 20年的黄金之王实战经验 和黑铁下级的初始实力 物品简鉴 特级兵种转值证明 来自于已经失落的黄金王国 可以让毫无实力的普通人 踏入兵种职业者的超繁之路 物品名称 黄金之王招募书 物品等级 白金上级 物品效果 特级兵种招募书 将其投入召唤之门中 成为您的领名 物品简鉴 万界领主的兵力来源之一 只有领主中的信任可以获得 好家伙 转值直接送100千克黄金 周周感慨 这要是在蓝星或者地球 一旦传出去 不知道的引起多少人为之疯狂 不过在之高大陆 万族生灵们通用的货币 主要还是物质星 黄金在他们眼中 只是一种比较珍稀的矿产而已罢了 他默默将黄金之王的名字记在心里 然后继续看向后面的迷雾怪物 不过也不知道 是不是运气用光了的缘故 接下来的几十种怪物 都没有让他重溢的战利品 直到他看到最后一只迷雾怪物 这是一只普通的狼怪 怪物名称 血压荒狼 实力阶级 黑铁上级 怪物简介 来自荒草山脉的迷雾怪物 喜识鲜活的生灵血肉 常常群体狩猎 他们的血压锋利无比 可以卖给行脚商人 换取一些物质星 战利品暴率 八颗黑铁及物质星 暴率 100% 三单位血压 暴率 30% 一件黑铁上级装备 血压项链 暴率 20% 一颗狂性级星红结晶 暴率 1% 周周目光落在最后一件战利品上 眼睛顿时微微瞪大 狂性级星红结晶 那他在提取在进化后 岂不又是一颗圣灵级信仰神经 周周万万没想到 今天 他们击杀了2000多万名敌人 都没能得到一颗狂性级的星红结晶 现在送过来的这200多头迷雾怪物 反而出现了一颗 周周没有犹豫 直接将其击杀 然后得到了这一颗圣灵级星红结晶 他看着手中的圣灵级星红结晶 脸上出现笑容 等他把他进化后 他手上就有两颗圣灵级信仰神经了 再找到一颗 他就可以把骑士圣殿那边的债还了 此时迷雾怪物已经全部看完 周周便将农城灵叫了过来 这黄金之王和血压荒狼 是谁带过来的 周周问道 禀告领主大人 黄金之王是由一位叫做蓝轩领主的领主成员带过来的 至于这血压荒狼 则是一位名叫彩花领主的领主成员带过来的 龙承灵拿出一份 大概瞄了一眼后 立刻回应道 一会儿 你带着他们两位去领一千本 风暴之领转值证明 另外其他基础兵种转值证明 也各领一千本 周周道 是 领主大人 龙承灵宫近道 心里也有些羡慕这两个领主 在他的印象中 这两位领主 在星辰联盟内 都属于那种极不起眼的领主 没想到今天运气好 带来的迷雾怪物 居然得到了领主大人的青睐 他心中感慨 但也没多想什么 运气这玩意儿 再羡慕也羡慕不来 没有浪费时间 他立刻来到领主成员队伍中 将蓝轩领主和彩花领主叫了过来 然后把事情跟他们说了一遍 两个人都是女性领主 被叫过来后 知道了他们带来的迷雾怪物 被周周选中 神色都无比惊喜 我带来的迷雾怪物了 吹得牛成真了 他脸上浮现明媚的笑容 随后在农成林的带领下 和彩花领主一起去领奖励去了 周周这边也没有离开 而是和所有领主成员们 吃了一顿盛宴 然后和领主们与将领们 开了一个简单的会议 会议上主要谈论的是 这三天的休息期 以及之后的万王之王活动的问题 不过因为至高意志 并没有透露 关于万王之王活动更多的信息 所以 众人也没有太多商议的内容 结果最后的会议结果 就是 众人约定好在这三天时间里 好好发展自己的领地势力 尽量在万王之王活动开始前 让自己领地实力更上一层楼 来更好地面对这次活动 众人大多都掌握着策反这个领主天赋 再加上这三天以来 收获很多 很多领主的领地实力翻了十倍都不止 所以都有信心在这三天内 将自己的领地实力更进一步地增强 随后众人不再停留 就各自返回自己的领地去了 周周也返回自己的初级领主福地 结果他刚回来 就得知一个消息 骑士圣殿的白河店主 邀请他到骑士圣殿一叙 周周得知后 也没浪费时间 直接跟着暴行的士兵 前往骑士圣殿 骑士圣殿 周周刚来到这里 就看到白河和他的弟子罗布 艾伦正在门口等着自己 而在他们的周围 还站着二十多位 身上散发着惊人气势和威压的人组 这些人中 周周有的在骑士圣殿见过 有的则没有见过 虽然有些人没见过 但光从他们身上 散发的气势来看 周周就知道 他们绝对是骑士圣殿的高层 甚至可能是人族高层 周周收敛了脸上的笑意 神色变得认真起来 他走到白河面前 见过白河 见过诸位前辈 周周向这些人族强者们 客气地行了一礼 好 不愧是我人族领主 你在万族领主战场上的表现 我们都已经听说了 真给我们人族睁脸啊 小伙子长得不错呀 竟有天人之相 小友 我族内有一女后辈 长友绝世天资 你们有空见一见怎么样 幸运星现在已经庇护了 我们整个人族 你现在可是我们人族的 大恩人和大福星了 周周一开口 无数人族高层纷纷回应道 神色态度之热情 看得在白河旁边的罗布 艾伦 此时都羡慕起周周了 这家伙 休 明明才来到至高大陆不久 居然就搞出了这么多事情 罗布想想 对方这段日子做过的事情 就不禁有些杂涉了 成为蓝星人族最强新手领主 复活人族英雄 登顶万族领主战场神话断位 现在甚至还成为了万族最强领主 并且还得到了一个种族神器 幸运心 让整个人族都为之受益 现在的周周 可以说 对整个人族都有恩都不为过 这也正是这么多 骑士圣殿高层和人族高层 都过来看对方 甚至愿意多加观照和拉拢的原因 人情欠大了 秀 而自己在他这个年龄在干嘛呢 自己那时候 刚被老师收为弟子不久 还在老师门下 乖乖休息战斗之法呢 虽然能被传说中的 深渊骑士之王收为弟子 在很多人族 甚至一族眼中看来 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机遇了 但跟眼前的骄阳领主比 就完全算不得什么了 罗布 艾伦想到了 刚刚白河对骄阳领主的一句感叹的话 万族年轻一辈的第一人啊 秀 都不要在这里站着了 进去说 白河笑道 众人点了点头 随后一起进入骑士圣殿 然后来到了一处大型宴客厅中 几十张奢华的大桌子摆在大厅内 上面盛满了各种周周厅 都没听过的山珍海味 各种滋味的香气扑面来 周周稍微闻了一口 居然就感觉自己 刚刚晋升到钻石上级的体内能量 竟然再度上长了一丝丝 秀 大概有零 百分之一左右 他不由扎舌 他可是灵主啊 本来晋升就需要海量的晋升能量 没想到 现在只是吸了一口食物的香气 居然就让自己体内的晋升能量 提升了零 百分之一 这要是换成别人 估计现在已经提升 百分之二十左右的晋升能量了 秀 他的目光不经意间 落在了一盘菜肴上 那是四个散发着淡淡微光的 金色肉丸 文字提示出现 菜肴名称 吉林筋肉 菜肴品级 夏卫神下级 菜肴简介 以夏卫神上级地宝 吉林筋母为主要食材 赋以三采玉叶 明露皮 借原水等神级食材制作而成的 神品佳肴 美味非常 让生灵难以忘怀 并且可以调理身体 增加五万零一百年寿命上线 周周瞪大眼睛 秀 我了的乖乖 我随便一看 居然就是一道夏卫神级别的菜肴 而且还有增加寿命上线的功效 他忍不住看向其他菜肴 结果越看越吃惊 因为他发现 其他菜肴的品级 就没有低于夏卫神下级的 最低都是夏卫神下级菜肴 最高更是有一道真神下级菜肴 名为天元真龙鱼 位于所有菜肴的正中央 妈的 秀 长见识了 这就是高层人士的宴会吗 周周心里都快看傻眼了 他不由深吸一口气 心中告诉自己 不要露怯 这才勉强 神色如常 地将目光收了回来 落在其他人身上 这一看 他才发现 这些人在看向这些菜肴的目光中 虽然有些意外 但也并没有太大波动 显然 秀 这些菜肴品级虽高 但并不会让他们感到震惊 都是真大佬啊 周周心中更杂舌了 这些人族高层 恐怕实力最低的 都是神迹存在了 不然岂会如此平静地看待这些菜肴 自己真的被一些了不得的人看中了呀 之后 众人纷纷落座 周周被安排到了白河的左手边位置 秀 当周周坐在这里的时候 看着面前一众大佬的笑容 哪怕他心理素质再高 心里也不由有些忐忑 要知道 白河作为骑士圣变的店主 外加上这次宴会的发起者 他的位置是宴会主座的位置 而现在 他居然坐在了白河的旁边 这是要把他抬多高 不过看中卫人族大佬的表情 他们似乎对自己所做的位置 没什么意见 反而一个个笑容非常和蔼 就像看自己的晚辈一样 是真的觉得 在看待晚辈 还是表面一套 心里一套 秀 周周脑海中心思急转 宴会开始吧 就在这时 白河笑呵呵地说道 众人也纷纷笑着回应 看到这一幕 周周反而不乱想了 目光落在了眼前的神级菜肴上 秀 管他那么多干什么 这些菜肴可都是神级菜肴 是难得的极品 而且对自己也有诸多赠益作用 先吃够了再说 想到这里 他不再犹豫 直接拿起餐具 开始吃了起来 不过他虽然打定主意 要吃个够 但也不至于表现出一副 饿死鬼的形象 表面上看 秀 他吃得很符合餐桌礼仪 但如果仔细观察的话 就会发现 他的筷子压根就没停过 这让本来想过来聊一聊 事情的人族大楼 也暂时打消了过来的念头 反正也不着急一时 半晌后 众人都吃得差不多了 大家的目光都落在了周周身上 秀 周周见词也不好意思 继续吃下去了 有些可惜地放下筷子 娇阳领主 一个面容英俊的年轻人 声音沧桑道 很感谢你为我们人族 带来幸运心 让我们人族 人人都能享受 道幸运心的加持 这位叫轩元毅 是我们人族的第二组长 也是我们人族 最高议会的第二议长 和人族最强五线 不要被他的外表欺骗了 他著言有数 又修炼过 不老长生经 实际上已经快两万岁了 周周正疑惑 这位年轻人是什么来头 居然敢在这一众大佬前 第一个说话 心中忽然传来了 白河的心灵沟通的声音 他不由吃了一惊 秀 好家伙 原来是助言有数的大佬 作为人族的一份子 能为人族出一份力 也是我的荣幸 周周站起来 笑着说道 不管这话是真是假 至少在座的 各位人族大佬听了后 脸上都出现了笑容 轩元毅脸上 也浮现欣慰的笑容 他点了点头 你有这份机遇 又有这份心 实属难得 不愧是我人族俊杰 当之无愧 秀 说完后 他表情渐渐变得严肃了起来 不过 你可知道 这种由万族生灵信仰 凝聚出来的种族神器的重要性 知道一些 他不但能对我人族起作用 也能够对其他种族的生灵起作用 周周到 这些人族大佬 不会是想让我把幸运心交出去 让他们保管吧 秀 他脑海中忽然冒出这个想法 这让他脸上虽然笑容不变 但心里却有了重不好的感觉 此时其他人族大佬 不知道在想什么 轩原意看着周周 点了点头 汤 像幸运心这种种族神器 几乎可以决定一个种族的兴衰 而且因为 他是能够加持全族的 所以想要保密 隐藏这件种族神器 是必然不可能的事情 过不了多久 你和你的幸运心 恐怕就要被万族所治疗 这里的万族 不光包括万族领主势力 还有万族领主背后那些 没有参加万族领主争霸 但却在这场争霸的种族文明势力 因此 你拿到它后 日后一定要多加小心 好好保存这个种族神器 轩原意叮嘱到 5%的暴率加成 看似不高 汤 但他也足以让一些 极稀有的战利品 比如1%暴率的战利品 足足提升5倍掉落概率 有了这5%暴率的加持 很多极稀有的战利品 将会变得很容易爆出来 再加上它的加持范围 是整个人族 可以说 有了幸运心 人族的实力和潜力 未来至少会翻个倍 汤 这就是种族神器的强悍之处 我明白了 我会谨慎小心的 周周听到轩原意的话后 点了点头 另外 他也不禁有些意外 对方居然没说 要替他保存 种族神器的事情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没说 也许真的是他想多了 但这也让他对这位人族 第二一掌 有了一些好感 与此同时 汤 其他本来有所期待的 部分人族大佬 听到轩原意丝毫 没提他们所想的事情的时候 顿时都愣住了 他们纷纷向轩原意识眼色 甚至心灵传音 但轩原意 仿佛什么都没听见一样 这些人族大佬十分不解 但轩原意是他们之中地位最高 实力最强的人 所以他们也不敢多说什么 议长大人 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 周周问道 汤 什么问题 说吧 轩原意微笑道 我们这些万族领主 不是有制高意志设置的 制高协议庇护吗 那些种族文明势力 真的可以无视制高协议 对我动手 周周问道 制高协议是很强大 但制高意志 不会因为某些种族文明势力 违背了制高协议 就会将这个种族文明 全部消灭掉 最多会给予一些 让种族文明势力肉疼的惩罚 如果你表现出来的价值 超过被惩罚造成的损失 他们就会下定决心 而找你麻烦的 种族神器就有这样的价值 汤 而且 那些顶级种族文明势力 不一定会亲自动手 他们也许会通过各种方法 暗示那些中下层次的 种族文明势力 让他们对你动手 等他们拿到你身上的东西后 那些顶级种族文明势力 就可以在这时候出手 从这些中下层次的 种族文明势力 抢夺他想要的东西 这样就最大程度上 减轻至高意志 对他们的惩罚 从而获得 他们想要的东西了 薛元一尘声道 周周皱眉 汤 这一招借刀杀人 确实够狠 而且最关键的是 现在都不需要让那些 顶级种族文明势力暗示 他的种族神器 幸运性的消息 过不了多久 就会自然而然传到 万族文明势力那里 道 时候 他自然会有无尽麻烦上身 他虽然在现在的 万族领主之中 实力很强了 但跟那些发展了 不知道多少岁月的 本地领主势力比 肯定还是有不小差距的 汤 周周沉默思索 这幸运性好是好 但也是一个烫手的山芋 就在这时 薛元一忽然笑了起来 你是在担心那些 中低层次的种族文明势力 来对付你吗 他道 周周点头 汤 这没什么不好承认的 不用担心 薛元一道 为什么不用担心 周周恶然 薛元一表情有些无奈 随后沉声道 你难道觉得 你的背后没有种族吗 汤 那些种族文明势力 若是感冒着 被至高意志惩罚的风险 来抢夺你的种族神器 我们人族自然会 将其拒之门外 不让他们来伤害你 至于为什么 你可以认为 我们是看中你的潜力 也可以认为 我们对你有所求 但最简单的原因 就是你是我们人族的一员 我们人族在万族之中 虽然不算强大 只能算是普普通通的一个种族 汤 但是 不代表我们就是那种 看着自己的族人被欺负 而我们却毫无反应的懦弱种族 他们那些异族 要战 便战 轩原一说到最后的时候 沧桑的声音中 仿佛叙事 拜发着万年积累的杀意 其他人族大佬文言 也一副同仇敌忾 杀气腾腾的肃然样子 周周正然 不得不说 他在听到这些人族大佬 愿意为保护自己 而敢与异族开战的话后 心里有些暖和 汤 是了 自己从来不是一个人 我背后还有整个人族 我们会给你挡住那些 对你有恶意的异族文明势力 但你也不能松懈 要好好发展 我们会很期待有一天 你能亲自带着自己的军队 去征战敌对异族的威风样子的 轩原一笑着说道 汤 我一直都在征战异族 都会征战异族 无论是过去 现在 还是未来 周周沉声道 轩原一等人文言 脸上顿时露出笑容 白河表情也相当欣慰 众人随后又聊了一会儿 等宴席快要结束时 一个身披白袍老奶奶 走到周周面前 一脸慈祥着打量着他 小伙子长得真俊啊 难怪我徒儿经常提起你 汤 他笑道 前辈的徒儿是 周周一正 我叫凌柔 英雄称号是圣光医王 他笑道 原来 您是陆小姐的老师 周周立刻反应过来 恭敬道 汤 由不得他不恭敬 这可是人族有名的大义 无论是义德还是医术 都已经走在了人族医师的最前列 很多人族强者 都被他老人家治疗过 甚至有过救命之恩 因此他虽然实力在英雄之中普普通通 但是人脉方面恐怖的一批 那小丫头现在怎么样了 圣光医王凌柔笑道 他很好 汤 您要想见他的话 我一会带您过去 周周道 也好 正好看看你这领地有何魅力 让我的徒儿居然都不愿意回到我那里了 凌柔笑道 周周尴尬地挠了挠头 这可不能怪他 是陆彩自愿留在他这里的 汤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 宴会结束 众位人族大佬纷纷离开 天色不早了 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人走得差不多的时候 白河来到周周身旁说道 不着急 周周看着白河 道 汤 店主大人 我现在手上有一个复活名额了 您这边有什么想要复活的英雄人选吗 白河闻言 神色中立刻浮现喜色 骑士圣殿 走廊中 一位为人族大佬 向空间传送阵的方向走去 他们作为人族高层 每日都需要处理无数事物 今天要不是因为种族神器实在事关重大 他们也不会抽时间来到这里 就在这时 十几名落在后面的老者对视一眼 迟疑了几秒 最终还是快步追上了 走在最前面的轩元翼旁边 驿长 为什么 这几人刚要说什么 就看到轩元翼一边走一边说道 你们觉得 是一个种族神器重要 还是骄阳领主本人重要 众人族大佬一愣 他们犹豫了下 道 骄阳领主 自然是骄阳领主 是骄阳领主最重要不假 不过种族神器也很重要 而且现在骄阳领主很难保护得住这种族神器 如果他能在我们手中的话 我们至少保护好他 不让他被外族抢走 人族大佬们纷纷道 他们自然知道 两者相比 骄阳领主肯定更重要一些 毕竟种族神器 是骄阳领主凭本事拿到手的 不是凭运气得来的 如果是后者的话 他们肯定会想办法 拿到这种族神器 但是前者的话 只能证明 骄阳领主比种族神器更有价值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所以我决定 让骄阳领主 自己保管他的种族神器 我们这些人族长辈 就不要做那些 会含了结出后辈的新的舌了 毕竟 人族的未来是他们的 薛元一沉声道 而且 骄阳领主来到我们至高大陆的时间太短了 短到还没有与我们整个人族 有太多的情感羁绊 对他来说 羁绊最深的是他现在麾下的领名 和他背后的人族分支 蓝星人族 如果我们这时候 拿整个人族的大意 去劝说他 交出种族神器 恐怕就算最后他能交出来 也会饿了这段时间以来 其实圣殿 与他好不容易记载下来的友谊 那得不偿失的 薛元一叹气道 众人族大佬文言都不说话了 有人想说 这个骄阳领主 值得您这么认真谨慎地对待吗 可是一想到 骄阳领主这段时间做到的成就 他就把自己的想法憋回去了 这个骄阳领主 还真做了他们人族发展这么多万年来 从未做到过的事情 光这份成就 和隐藏的潜力与未来 确实值得 薛元一这群人族大佬 认真谨慎地对待 不然一旦让对方心生厌恶 关系冷淡了 倒是小事 就怕对方因此投入他族怀抱 反过来对付人族 那才是最让人后悔难受的 通知所有人族势力吧 从现在开始 立刻开始备战 随时迎接可能降临的 种族神器战争 一旦发生战争 记得把消息传给这个小子 让他知道 我们为他的付出 省的战争都结束了 这小子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那我们可就白用功了 薛元一叹 是 驿长 明白了 我回去就立刻安排下去 其他人族大佬们 立刻回应道 另一边 白河在听到周周的话后 立刻便打算 带着周周去英灵殿堂 你们这是急着要去啊 就在这时 圣光一王凌柔走过来 笑着问道 白河在看到对方后 目光温柔了很多 这小子现在能够 复活一名英雄 我打算让他来复活一个人 他道 我也想去看看 可以吗 圣光一王文言顿时有些好奇 他在来之前 就听说 这位娇阳领主 有能够复活人的手段 作为一名医师 他对此自然相当好奇 毕竟他医术虽然高超 白河文言看向周周 可以 周周见此点了点头 直接答应下来 毕竟他能复活人这件事 在人族高层中已经不算秘密了 想看就看吧 反正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随后三人不再浪费时间 直接来到了英灵殿堂这里 见过殿主 见过一王 又见面了 交扬领主 藏海守护者笑着道 白河和圣光一王点了点头 便直接走进英灵殿堂中 见过藏海守护者 周周笑着点头 随后也跟着走了进去 藏海守护者 见此嘖嘖称奇 英灵殿堂 作为骑士圣殿 甚至是整个人族的圣地 平日里基本上 很少有人会过来 可是 自从有了交扬领主 这位邻居之后 这小家伙 都快成了这里的常客了 英灵殿堂内 白河带着他和圣光一王 进入这里后 就直接向正东方向 快步走去 很快 他们就来到一个英灵雕像前 白河看着这座英灵雕像 久久没有说话 圣光一王也有些神色复杂 周周看向这个雕像 这是一个只有七八岁的少年 他穿着一身白衣 手中悬浮着一颗 散发着淡淡白光的星辰 而在他的头顶 无数星辰高挂 星辰光芒落在他的身上 将这位少年 映衬得有些神异 他看向安神石上面 显示的英雄信息 下位神级英雄 星之子 星之子 原名李星光 这位少年出生时 就生有异象 据说 那天晚上 天上本来没有一颗星辰 看上去只是一个 没有星星的普通夜晚而已 不过随着李星光的出生 本来黑暗的夜空 忽然间浮现出无数星辰 他们散发出璀璨的光芒 从天而降 直接投入到婴儿时期的 李星光体内 本来只是普通人的李星光 在被星光改造之后 再不需要转职证明的情况下 就成为了一名超凡职业者 星光使者 看到这种情况 当时所有人都惊呆了 而李星光 不但没有像普通小孩那样 被眼前的情景吓哭 反而大笑着伸出手 想要抓住围绕在自己周围的星光 然后他就在众人瞠目结舌的情况下 真的抓住了那一缕缕的星辰光芒 在他手中 那高高在上的星辰光芒 仿佛小宠物一样 在他手上 身体周围盘旋不散 看到这一幕 他的父母便将其取名为李星光 在之后的日子里 李星光身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神意 生而知之 过目不忘 智商高 情商高 能够吸收星光来修炼提升实力境界 种种神意 让李星光的传说越传越远 最后终于引起了人族高层的注意 最先找到他的 正是骑士圣殿店主白河 面对生而知之的李星光 白河提出要在他九岁后 收他为徒 九岁 在白河眼中 正是最适合教他的年纪 在此之前 可以让李星光 好好享受下难得的童年 聪明的李星光 听到这个要求后 立刻就答应下来了 此后 在人族高层暗中保护的情况下 李星光一直生活到八岁 都没出现过什么意外 最令人族震惊的是 李星光甚至在五岁时 就通过自我领悟 成为了拥有下位神级英雄命运位格的英雄 这个年纪就成为了这等英雄存在 就意味着 李星光的潜力绝不止于此 在很多人族高层眼中 李星光以后成为上位神级英雄 甚至是真神级别的英雄 都是极有可能的 不过就在李星光 要拜白河为老师的前夕 一名与白河有死仇的 真神级异族英雄出现 以迅雷之势 击杀了赶去见白河败尸的李星光 在这个过程中 无数暗中保护李星光的人族强者 纷纷出手阻止 甚至其中 还有一位真神级别的英雄在场 都没能保护得了李星光 太快了 再加上实力上有差距 这名真神级异族英雄 还擅长刺杀手段 他们根本无法阻止对方 刺杀李星光 于是 当白河赶来的时候 只看到了已经变成苍白尸体的李星光周周 看完这段英雄信息后 不由沉默了 五岁就通过自我领悟 成为英雄 这份潜力和悟性 已经不能用夸张来形容了 说他是人族历史中 都排得上号的人族天才 都完全没问题 可惜 就这样一位人族星星 却迎来了一个 令人扼腕叹息的结局 周周目光落在 还在正正发呆的白河身上 他总算知道 这位人族大佬 为何如此神态了 原来是自己的弟子 而且 是潜力如此之高的弟子 就在这时 白河转过身看向他 你的复活名额 可以用在这明星之子的身上 你应该看过他的英雄信息了 不过 我要告诉你的是 虽然他是我未收入门的弟子 不过我要复活他 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 而是整个人族 经过一致讨论后 共同商议出来的决定 我们人族高层一致认为 李星光在品行 潜力 出身等方面 都完美符合入选 复活名额的要求 才让他成为 三个复活名额之一的 他解释道 周周点头 那名刺杀李星光的 一族真神 最后怎么样了 他好奇问道 被我追杀了26个事件 最后在空间加层中 被我杀死了 白河淡淡道 周周扎舌 就在这时 白河忽然向他伸出右手 那掌心上 有一块金色令牌 上面写着一个旗字 看到这块令牌 白河眼中闪过伤感之色 这块令牌 是我当年交给李星光 让他在九岁的时候 凭借此令 来找我拜师当凭证用的 算是他的遗物之一 你可以用他当复活媒介吗 他收敛情绪问道 应该没问题 周周看了两眼后说道 白河闻言 便把这块令牌交给他 如果能成功复活李星光 算我欠你一个人情 他沉生道 周周闻言 眼睛顿时一亮 这可是一位 真神级别英雄存在的人情啊 而且在人族还未高权重 他的人情分量可想而知 店主大人客气了 三个复活名额 本来就是 我们当初商量好的 周周客气道 白河摇了摇头 没有说话 我会把李星光 带到您面前的 周周见此便不再多说 带着这块令牌 与圣光一王灵柔 走出英灵殿堂 向生命女神的庇护所走去 生命女神的庇护所 主店内 周周和卡罗 莫伊拉简单地说完了 自己来的目的后 便把令牌和圣灵级 星红结晶交给对方 交给我吧 领主大人 卡罗 莫伊拉恭敬道 随后 她的目光落在周周身后的 圣光一王身上这位女士 接下来 在我主持大复活术的时候 神的目光会降临在这里 到时候 请不要做独神的行为 否则 后果不是你能想象的 卡罗 莫伊拉严肃道 她是有信仰的人 自然不会因为 对对方的身份如何如何 就心生畏惧 说出言不由衷的话 该说什么 她就会说什么 这是自然 凌柔笑着道 卡罗 莫伊拉点点头 随后神色严肃地 来到生命女神的神像前 开始主持大复活术的仪式 仪式过程 自然和之前周周经历过的 大复活术仪式 一模一样 不过 当生命女神的威压降临的时候 一直面带微笑的凌柔 神色终于变了 震惊中带着畏惧 惊奇中又带着渴望 片刻后 大复活术结束 一个赤裸着身体的九岁小男孩 静静地躺在光元素凝聚而成的石床上 周周没去看对方 直接来到了卡罗 莫伊拉身旁 你怎么样 他问道 属下没事 他的实力只有白金上级 我复活起来还算轻松 卡罗 莫伊拉看着面前的领主 心里温暖 摇摇头道 他如今是超凡中级的主教 最高可以复活生前 是超凡中级实力的英雄 李星光死前 只是白金上级实力 他复活起来自然简简单单 周周点头 随后他来到李星光身前 先用空悟数 给他传了一身早已准备好的衣服 然后查看他的信息 领名 李星光 英雄单位 英雄称号 星之子 魏格 下位神级英雄命运魏格 所属领地 暂无 实力阶级 白金上级 能力概述 被群星赐服的少年 天生就能驾驭星辰之力 天赋异禀 生而知之 性格温和而善良 但命运多传 最终陨落于一族真神之手 如今被骄阳领主复活 开始了自己新的命运之旅 血脉 人族血脉 真神上级 百分之一百 技能 天赋 群星庇护 天赋 星辰之体 英雄纪掌中星辰 英雄纪星辰领域 白金上级星光护体 白金上级化星术 白金上级星光之玉术 白金上级星辰占卜 忠诚度 无法查看 前列 真神上级 英雄传记 一 出生之时 有群星庇护 星光笼罩 有生而知之智晦 人族声望 加1000 至高大陆 名望加一 二 在成长中 逐渐明目了星辰之道 成为了下位神级英雄 星之子 人族声望 加1000 至高大陆 名望加十 在周周的注视下 李星光 渐渐睁开了有些迷茫的眼睛 他的眼瞳非常奇异 是七彩颜色的 看上去有些梦幻 哥哥 你是 他坐起来 有些茫然地看着周周道 我不是死了吗 我是娇阳领主 本名周周 你在前去拜师的途中 被一族真神刺杀而死 如今被我复活了 快歇起来吧 你老是在等你呢 周周笑道 这小孩子说话软软的 再加上这可爱长相 看上去还挺招人喜欢的 如果把他放在蓝星上 估计不知道会有多少小姐姐大姐姐 会喜欢这个小正态 我被 复活了 李星光眨眨眼 很快安静下来 并露出了笑容 谢谢哥哥 你的恩情 星光不会忘的 以后如果有什么需要星光帮忙的地方 请一定要让星光过来帮忙 他真诚道 周周有高级心灵感应 自然能感觉出 对方说的是真心话 这小孩子真懂事啊 怪不得他的能力描述 都说他温和善良 周周有些感慨 另外 这小孩子接受能力 也够惊人的 居然这么快 就接受自己 被复活的事情了 好 如果我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 一定会叫你过来的 他笑呵呵地 摸了摸李星光的头发 这小家伙天赋一柄 只要成长起来 未来说不定可以达到 白河那个高度 当然 他对这小家伙的态度 就跟对萧璇的态度差不多 有种哥哥对弟弟 长辈对晚辈的关爱 这个送你 周周想了想 把之前得到的 封为魔灵领主木偶 拿了出来送给了李星光 之前和灵儿在一起的时候 忘了给他了 下次有机会再说吧 自己作为战利品之王 以后的好东西 少不了他们的 谢谢哥哥 李星光拿到这木偶后 顿时眼睛一亮 他虽然有生而知之的智慧 但他也只是一个九岁的小孩子 自然难顶住小孩子玩具的诱惑 周周见此笑了笑 并把这东西的作用 告诉给了他 李星光闻言 顿时觉得 眼前这位哥哥真的好好 他脑海中 还有被那名异族刺杀的记忆 因此 心中是有很大的阴影的 所以他对这位周周哥哥 送给自己的礼物 真的很喜欢 就在这时 圣光一王灵柔走了过来 小家伙 还记得我吗 他温圣道 灵奶奶 李星光眼睛一亮 他当初第一次 见到白河的时候 身旁就有这位老奶奶 好好 灵柔脸上的笑容 更和蔼了 一王大人 小心光 我们走吧 店主应该很想见 这个未收入门的小徒弟了 周周笑道 两人笑着点头 随后一起走出庇护所 骑士圣殿门口 白河和弟子罗布 艾伦正站在这里 等待着周周他们回来 老师 您回去等好了 我在这里等着就行 罗布 艾伦忍不住道 白河只是摇摇头 沉默一会儿 白河忽然道 当年我信誓旦旦的 在星光的父母面前 说会保护好他 让他们把星光交给我 那对父母很信任我 就立刻答应我了 可是在星光 就要去拜我为师的路上 我却没能保护得了他 让他死在了那里 你不知道 当我抱着星光的尸体 来到他的父母面前的时候 他的父母 是一副怎样的表情 我愧对星光 愧对他的父母 也愧对那些 愿意把星光交给我 教导的朋友长辈们 我让星光的父母 在一生的悲伤中去世 让星光再也见不到他的父母 现在我站在这里等他一会儿 又算得了什么 罗布 艾伦一正 随后抿抿嘴不说话了 就在这时 远处走过来三个人影 罗布 艾伦看过去 随后表情立刻惊喜起来 老师 交洋领主 他们回来了 他立刻道 白河看着远处的人影 脸上也不犹露出一个淡淡的笑容 很快 周周三人 就来到白河的面前 店主大人 我这算是不负所托了吧 周周笑道 白河点了点头 随后目光落在了李星光的身上 就看到李星光 眼神发亮地看着自己 一如当年那样的敬仰和崇拜 他伸出手 掌心上正是那块令牌 白伯伯 我来拜师了 他兴奋道 好 从今日起 你就是我的徒 白河看着他 两酒后 笑着点头 周周有些羡慕地看着这一幕 这小家伙 出生即天骄 现在又傍上白河这只大腿 日后前途不可限量啊 不过自己只要能成长起来 日后的前途也不会差就是了 店主大人 小星光既然已经复活了 我就不多停留了 该回去处理我的领地的事了 等日后我手中在有复活名额时 我会主动过来的 周周主动开口说道 其实他现在手中 就还有一颗空余的圣灵级信仰神经 不过这枚圣灵级信仰神经 周周准备留着备用 省得以后 万一自家英雄在外面战死 而自己却因为没有留着信仰神经 而无法立刻复活 这也算给自家的英雄们留一条后路 反正其实圣殿这边 也没规定在哪个具体时期之前 完成所有复活英雄的名额 等以后自己有第二颗 和第三颗圣灵级信仰神经 再给他们复活 就是 好 我的人情永远算数 日后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尽管提就是 白河文言也没有挽留 认真说道 周周点了点头 周哥哥 以后我能来你这里找你吗 李星光有些不舍地问道 当然可以 周周揉了揉他的头发 脸上有着笑意 李星光脸上也浮现笑容 以后 你别叫我店主大人了 愿意的话 叫我一声白书就可以了 白河忽然道 你也可以称呼 我为林仪 林柔也笑道 周周一正 目光落在白河和林柔的身上 好家伙 这两位前辈之间 有点八卦呀 表面上他没有怠慢 立刻道 白书 林仪 两人笑着点了点头 罗布 艾伦看到这一幕 目光中的清静意味更浓了 随后众人不再多说 白河他们返回骑士圣殿 准备安排李星光的具体拜师事宜 白河作为骑士圣殿店主 人族最高层之一 收徒这么重要的事情 自然不可能简简单单一句话就完事 不然 当初罗布也不可能 仅仅凭借拜师 就获得一条相关英雄传记 而周周则返回了自己的初级领主伏地 初级领主伏地内 周周刚回来 就得知吕如意和张兰生要见自己 随后 他就把他们安排在会议室内相见 禀告领主大人 我们星火冒险团 获取了塔汉王国目前的战报 并且还有一件特殊情报 想要汇报 吕如意恭敬道 作为星火冒险团的团长 如今的吕如意 身上已经没有了第一次见面时的青涩和稚嫩 整个人已经有了英姿萨爽 成熟干练的气质 先说说塔汉王国的战报 周周道 是 自从留在极光王国的怪物士兵们 在兵破剑鬼死了之后 便再也无力进攻极光王国 他们现在已经撤回到了塔汉王国境内 而有了这批兵力的增援 现在塔汉王国还剩下一百万左右的怪物军团 而聚火王国在塔汉王国境内的怪物士兵 还有大约一百五十余万 现在双方还在塔汉王国境内相互厮杀 短时间内应该绝不出胜负 不过总体上来 如果时间延长的话 塔汉王国有可能利用国土优势 将留在国内的聚火王国的军团拖垮 吕如一回报道 周周点了点头 时间延长 拖垮 他心里轻笑 明天他就去把他们两个都收拾了 当然 他也可以什么也不做 等着他们两败俱伤 然后坐收鱼翁之礼 但是有两点不妥 第一 战争瞬息万变 时间越长 变数越多 现在这种情况对自己还有利 自己就应该抓紧战机 快速出手 拿到自己想要的战果 否则时间拖得久了 谁能保证 一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 坐当渔翁是好 但也要见好就收 否则反而可能会适得其反 第二 至高意志 留给自己的三天时间太短 自己必须要抓紧时间 击败塔汉王国 获得足够的领地 然后建立蓝星人族的第一王国 所以 自己是没当渔翁的时间的 另一个特殊情报是什么 周周问道 我们驻扎在明费王国的冒险团 在一次偶然探索情报的情况下 发现了明费王国的明费军团 似有异动 但不太清楚 他们具体在做什么 他们的行动很隐秘 我们暂时没办法 查探到太多情报 吕如意道 周周文言心里一动 在这个时候 明费王国的明费军团 居然有异动 那可是明费王国的第一军团 他们的动作可不是小事 你有什么想法 周周目光落在吕如意身上 属下没有具体的情报 不敢妄议 吕如意道 说说吧 没事 这又不是具体的军事会议 周周摇头 禀告领主大人 那属下就大胆说了 指此两国国战的特殊时机 明费王国居然有此番异动 我觉得 他们应该是 想对塔汉王国的战局 暗中动手 你之前不是说 明费王国正在进行 新老教皇的交替事宜 举行在什么神兽大典吗 周周忽然问道 是的 神兽大典是真的 明费军团的行动也是真的 属下觉得 他们应该是想借着这次神兽大典 来掩盖他们 想要谋取塔汉王国的真实目的 吕如意道 周周点了点头 吕如意的猜测 基本上和他想的差不多 如果吕如意说的消息是真的 那明天我带兵去进攻塔汉王国 要是一旦冒头的话 说不定还真容易被隐藏在暗中的 明费王国当枪使 到时候 明费王国就成了真正的渔翁了 但是 要是我能晚点出场 到时候 塔汉王国 巨吼王国和明费王国 都将成为我渔翁中的渔 我完全可以将 他们派来的军队一网打尽 周周眼神中冒着金光 他自己麾下的三大军团 就有245万余军队 外加上新陈联盟的592万余军队 加起来就是将近840万士兵 就算需要留下部分士兵来守卫领地 他怎么说 也可以指挥其中的700万士兵 有了这700万士兵 再加上他的3000多名超凡者 和众多实力强横的英雄 三大王国在塔汉王国境内的怪物士兵 算什么轻松就能碾压过去 都将化作2000%的额外晋升能量 和海量的战力品 到时候 塔汉王国自然唾手可得 然后再去极光王国一趟 收下极光王国 他直接就能获得两个县城王国的国力 到时候再以此为起点 向终极王国进发也不是难事 想到这里 他心里不禁有些火热 甚至有些飘飘燃了 沉溺在这种感觉好一会儿 周周忽然猛然惊醒 他忽然想起来 现在他的情况看上去虽然很不错 内部有无数资源打底 外部有人族支持 但是他身边隐藏的危机也不少 不说种族神器引起的万族觊觎的问题 光明圣龙 英格索尔的影响 恐怕丝毫不逊色于幸运兴这个种族神器 最重要的是 他成为了这次万族领主战场的第一名 通过万族公告 已经让无数领主势力 甚至是本土势力得知了他的存在 木秀鱼灵 风必摧之 周周觉得 现在自己就是万族领主树林中最招风的树木 从今以后 要承受来自天地八方 无处不在的狂风 承受得住 自然飞龙在天 前途无限 承受不住 那早晚有一天 他本人和他的领地 都可能会被万族领主分而食之 我还需要发展 不停地发展 不停地变强 不能有一丝懈怠 这样我才能在危险到来之时 保护我和我的领地 周周默默想到 就在这时 阿尼亚快步走了过来 禀告领主大人 吉隆 哈瑞斯正在城外求见 他恭敬道 周周一愣 点了点头 随后便走出出击领主伏地 直接飞到了至高之欲的城墙上 见过领主大人 哈瑞斯飞在空中 恭敬道 有什么事吗 周周问道 禀告领主大人 属下派去接收吉隆城财产 和领名的飞船回来了 这是属下刚刚总结出来的清单 领主大人请看 哈瑞斯说道 随后就看到一份清单凭空出现 然后飞到周周面前 周周闻言眼睛顿时一亮 他自然记得 哈瑞斯在归顺之后 就派遣一尊吉隆族乘坐一艘飞船 前往哈瑞斯的领主领地 去接收那里的财产 和负责驻守领地的吉隆族领名 没想到这么快就回来了 他接过这张清单 看过去 吉隆族 三尊 建筑材料 木材五百亿单位 细砂五百亿单位 金属五百亿单位 石材五百亿单位 五十万单位基础元素宝石 一千单位高级元素宝石 物之星 一亿三千六百三十五万五千二百颗 黑铁集物之星 一千零一万五千五百二十一颗 青铜集物之星 八十六万一千二百颗 白银集物之星 十万两千五百一十一颗 黄金集物之星 一千零四十一颗白银集物之星 一颗钻石集物之星 技能说 一百二十六万五千五百七十本 装备 六十五万 其他没有什么用的资源 周周都是一眼掠鼓 周周看完后 摇了摇头 一般般 跟自己这个战利品之王 完全没法比 就是建筑资源多得有些离谱了 你收集这么多基础建筑资源干什么 周周疑获道 领主大人 你也看到 我们吉隆族的体型 在整个龙族之中 都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大了 不收集这么多建筑资源 我们没地方住啊 这都算少的了 哈瑞斯尴尬道 周周 说得好像确实没什么毛病 周周目光落在了最上面的吉隆族数量上 还行 至少又有三尊新的吉隆族 加入他的龙神军团了 现在 他的龙神军团 已经有足足六十八尊纯血龙族了 他们加起来的战力 足以堪比百万大军 等他们彻底成长起来 一尊纯血龙族灭 一个王国都轻轻松松 之后 周周和哈瑞斯没有多聊 哈瑞斯返回了自己的龙基圣塔范围内 而周周也回到了自己的初级领主伏地 刚来到伏地门口 周周就看到一个人 在这里静静地等着自己 正是里亚 此时的里亚 穿着一身淡蓝色衣裙 整个人在月光的映照下 美丽的不可方物 周周都有些看待了 周周 还是里亚的声音 把她惊醒 还是第一次见你 这副打扮 周周回过神来 笑了笑 为你而打扮的 里亚道 说完后 她便温柔地看着周周 目光不舍地离开 外面风寒 先进去再说吧 周周提出邀请 里亚轻恩了一声 随后两人一起走了进去 第二天 周周迷迷糊糊地睁眼 就看到了躺在身边熟睡的里亚 她微微一动 刚要起身 里亚猝了醋带眉 随后睁开眼睛 看向周周 随后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还疼吗 我帮你治疗一下 周周关心道 她身上一堆乱七八糟的技能 其中步伐有治疗系的技能 治疗这点小伤 自然一点问题都没有 周周正要治疗 但看着她心头顿时一热 正午时分 周周心满意足地 从卧室中走出来 没办法 她前世今生加起来快四十岁了 都没有过这种经历 就想多忙一会儿 见过领主大人 阿尼亚 阿特雷守卫在门口 看到周周出来后 立刻恭敬到 备好一些滋补的美食 给里亚送过去 如果她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找些女医师过来照顾她 周周吩咐道 是 领主大人 两女恭敬道 周周点了点头 随后向门外走去 里亚公主最近需要补充什么吗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领主大人有这种要求 阿特雷好奇道 大人的事 小孩子别管 阿尼亚文言 称怪地看着阿特雷一眼 她比阿特雷大几岁 因此多了解一些事情 心里有些不好意思 阿特雷嘟起嘴 心里很委屈 周周看着外面的阳光 神色有些唏嘘 温柔香 英雄种啊 她来到至高大陆这么长时间 第一次快要到中午的时候 才从自己的住处走出来 真耽误事啊 她还想着今天就去解决塔汉王国那边的事了 从明日起 务必每日早起 周周下定决心 至于塔汉王国那边的事 只能看她在剩下的时间能不能完成了 虽然这三天是休息期 但能早点解决 还是早点解决好 领主大人 就在这时 白云从远处快步走了过来 请领主大人恕罪 属下看领主大人有事在忙 便自作主张 带兵清理了时光遗迹和怪物牧场 并召唤了石魔巢穴那里的石魔 这是战利品清单 请领主大人过目 白云将一份战利品清单 双手碰上来 恭敬道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周周总感觉 白云的目光中似乎有些忧怨 难道她知道我昨天晚上通宵达旦 在做什么事了 是了 自己平日都是亲自带兵 清理怪物牧场的 今天却缺席了 白云看到这种情况 肯定会过来询问 说不定就听到那时的声音了 周周想到这里 不由有些无奈 我的领主形象啊 嗨嗨 没事 我没时间的时候 你作为咱们交洋领的第一军团长 自然应该负责此事 以后如果再出现这种情况 你直接来负责就行 周周到 属下一不容辞 李亚肯定点头 周周闻言 目光落在这份战利品清单上 物质星方面 一共获得 4012万3960颗青铜集物之星 1200万3950颗白银集物之星 621万9875颗黄金集物之星 350万7875颗白金集物之星 和11万3600颗钻石集物之星 另外还有 121万7780本兵种转职证明 9万5000本黄金之王招募书 9万5000本黄金之王转职证明 4035本独弩兵招募书 384本元素弓箭兵招募书 13万2200本辉光骑兵招募书 18万本风暴之灵招募书 18万本风暴之灵转职证明 132份军团之政碎片 243984颗真性级星红结晶 161105颗前性级星红结晶 129960颗狂性级星红结晶 201本白金集和黄金集的作气契约 6万颗石铁熊宠物弹 6万件孔损羽翼和孔损三型雷达 950万单位圆金 至于诸如极光晶 树星宝石 元素宝石之类的战利品 这里就不过多赘述了 周周看到这份战利品清单 十分满意 尤其是关于黄金之王的战利品清单 现在黄金之王占用了什么怪物的怪物牧场 周周忽然问道 禀告领主大人 现在穆古那里 一共掌控着34座怪物牧场 其中沙漠雾锡 刀盾兵 得两座怪物牧场 黄沙信徒 破刀兵 得两座怪物牧场 以及杀人 极光晶 得三座怪物牧场 全部被替换成了黄金之王 周周满意地点了点头 穆古不愧是他的领主天赋的人物 想法正合他意 黄金之王 作为刀盾兵的特级分支进阶兵种 其能力完全可以完美替代刀盾兵和破刀兵 至于铲除极光晶的杀人 就更不用说了 有至高之欲在 极光晶自然应该退出历史舞台 招募书和转制证明都用完了吗 周周问道 已经用完了 我们一共招募出447619名士兵 并且将郊阳军团中的95000名刀盾兵 全部进阶为特级兵种 黄金之王 现在郊阳岭的三大军团加起来 已经有290万5522名士兵 白云汇报的时候 声音有些振奋 周周闻言 脸上也不由出现笑容 周周心中十分满意 足足290多万名士兵 现在哪怕不依靠星辰联盟 他都有把握 凭借这股兵力 轻松击败巅峰时期的塔汉王国 更不用说现在的塔汉王国了 叫一名黄金之王士兵过来 另外 通知星辰联盟的领主成员们 一个小时后 带好足够的士兵 到我这里集合 告诉他们 就说有一场大仗要打 周周沉声道 是 领主大人 白云公敬道 随后他没有立刻离开 而是道 领主大人 上午您在忙碌的时候 有11名职业等级很高的职业者 来到了我们交洋岭 说想要加入我们的领地 目前政府城主那边 已经批准了他们要求 现在 他们已经是我们交洋岭 正式的领名了 您要不要见一下 周周闻言先是一愣 随后反应过来 眼睛顿时一亮 11名职业等级很高的职业者 难道是昨天万族领主 全频道公告奖励的 十个传说度人才 和一个神话度人才来了 让他们过来 周周立刻道 是 领主大人 白云公敬道 随后就转身离开了 周周趁这时候 也没闲着 而是打开了世界频道 大概看了一眼 兄弟们 万族领主战场活动终于结束了 你们得到什么奖励了 嘿嘿 我是黄金下级段位 得到了40万单位基础资源 和5个黄金级别的战斗职业者 羡慕 我到了青铜下级段位 就不再打了 只得到了400单位基础资源 和一个青铜下级段位的战斗职业者 真垃圾 实力不够 怪谁 龙女领主 我在这次万族领主战场中 达到了超凡上级段位 奖励了16亿单位基础资源 2亿单位中级资源 1000颗基础元素宝石 和50名钻石上级的战斗职业者 起飞 牛牛牛 你是超凡段位 怎么没奖励超凡级别的职业者 只给钻石级的 现阶段给钻石级职业者就不错了 你以为超凡级职业者是大白菜呢 想给就给 没错 据我所知 超凡级别的职业者 无论是生活职业者 还是战斗职业者 都是王国级领主势力的顶级存在 我们只是王国下面的万族领主 怎么可能给我们超凡级职业者 钻石级职业者已经是顶尖了 你们听说了吗 据说咱们人族领主里 有一个有统计领主天赋的领主 他说 这次万族领主战场结束之后 我们蓝星人族领主损失了将近15亿 现在我们蓝星领主 应该只剩下40亿左右了 卧槽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 那个统计地的领主天赋是超凡级的 你不信他 你还不信之高一致的领主天赋吗 哎 蓝星领主越来越少了 希望我能够活到最后 哪怕不以领主的身份活着也行 活着就行 活着就行加1 活着就行加10086 蓝星领主只剩下40亿左右了 周周看到他们的讨论 不由沉默下来 他们刚刚来到这只高大陆时 可是有80多亿蓝星领主的 现在仅仅通过 新手领主考验 和万族领主战场 两个事件就损失了一半的蓝星领主 那三天后的 万王之王活动该怎么办 万王之王之后的活动呢 周周思考半上 不由深吸一口气 他也庇护不了 整个蓝星人族的领主他能做的 只能是好好发展自己 以后 也许能够凭借自己的实力 获得更多的种族神器 这样也能间接帮同族领主一把 至于其他的 他也无能为力 随后他看向 万族领主战场 这项领主功能 然后他就发现 昨天还在维护的万族领主战场功能 现在赫然已经结束维护了 周周好奇地打开一看 发现这万族领主战场 已经由真实战场 转变为虚拟战场 领主或者领主的将领 可以带着士兵们进入 万族领主战场 或者 同族领主战场 进行禁忌 不过 与以前的真实战场不同的是 以前领主带着士兵们 进入领主战场之后 一旦发生伤亡 那就是真的伤亡 除非领主有复活令 和领地众生令 否则死去的士兵 就是真的死了 而现在则不同 现在的万族领主战场 领主们在带着士兵们 进入匹配或者排位后 就算在战场上出现 受伤和死亡事件 都只是虚拟的 只要返回现实世界 就会恢复正常 这几乎等于领主们 带着士兵们 玩了一场虚拟战场游戏一样 风险可谓是大大下降 而且至高意志 也不再对领主们 有什么段位要求了 万族领主们 在这万族领主战场功能中 达到什么段位都可以 段位已然变成了一个 单纯的荣誉称号 没有任何战力加成效果 以后领主们 就算在这万族领主战场上 提升了自己的段位等级 他们提升后的段位称号 也不再有任何特殊效果了 只有之前在活动中 得到的段位称号 才会仍有战力加成效果 周周想到这里 不由有些庆幸 幸好 自己在万族领主战场中 将自己的段位称号提升到了 最强领主 和万族最强领主 否则要是自己 一旦没拿到这两个称号的话 那自己以后 就算在这万族领主战场中 偶尔拿一次最强领主的称号 那这最强领主的称号 也会毫无作用 那他以后 在面对其他拥有 高段位活动领主称号的领主时 将一辈子 被他们的更高段位称号压制 而现在 他将永远凭借自己的段位称号 压制那些段位称号 低于自己的同族领主 和万族领主 哪怕只能压制他们的部分实力 对他来说也不错 优势总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 他不会奢求太多 那现在 这万族领主战场 对我们万族领主战场来说 几乎可以算是一个 单纯练兵的地方了 没事的时候 完全可以 让将领们带着新士兵进去练一练 省得在战场上不适应 周周想到 随后他看了眼目前自己的段位 结果发现 无论是 同族领主战场 还是万族领主战场 自己仍然是第一名 还是 最强领主 和 万族最强领主 周周心里松了口气 看来这 万族领主战场 维护后 并没有将领主们之前在活动中 打出来的段位清零也好 这样 自己也不用重新开始打了 就在这时 他打开交易所 查看自己昨日卖的怪物牧场战利品收益 和中烟战场的战利品收益 其中 昨天早上 怪物牧场产出的 150万本兵种转值证明 和多余的战利品 一共卖出 38亿1420万8000颗黑铁 集物之星 而昨天晚上 从中烟战场上得到的 多余的3000万本技能书 和5000万件装备 则一共卖了 1866亿8020万3900颗 黑铁集物之星 周周脸上浮现笑容 光是这两则交易 要是全部由天物宝带转化的话 就算是进账了 足足1905颗 传说集物之星 以后领主商城的商品 应该可以随便买了吧 想到这里 周周忽然有些蠢蠢欲动 想要去领主商城看一看 今天的上架商品有什么 就在这时 远处走过来十二道身影 他们有老有少 装束甚至是种族都不一样 让周周有些惊奇 很快 他们就来到了周周面前 见过领主大人 十二人恭敬道 你们就是今天来 加入我这里的领名 周周打消了 暂时去领主商城的心思 问道 是的 领主大人 领主大人的领地 可是万族最强领主的领地 整个至高大陆 哪个不知 哪个不晓 我们只是幸运的 第一批过来而已 以后肯定会有 更多的职业者 从至高大陆各处 甚至是诸天万界 过来投靠领主大人的 为首的 一名白发苍苍的老者笑道 这老者虽然年迈 但却穿着一身 破损的血红战甲 背负两柄血色斧头 他浑身精瘦有力 双眼血红 周周目光落在这个老者身上 瞬间感受到 一股似要占天占地的煞气 扑面而来 周周神色一领 这老人不简单啊 嗯 就在这时 他的灵魂深处 忽然传来了一丝悸动 这种悸动仿佛告诉周周 眼前这老人 是来自他血脉相连的亲人 但又有一些不同 这让他有些懵了 亲人 他一个穿越者 在至高大陆上 哪来的亲人 您是 周周客气道 老夫郭乔 外号屠夫 领主大人教老郭就好 郭乔笑呵呵道 周周点点点头 与此同时 他的眼前 也出现了郭乔的属性信息 领名 郭乔 英雄单位 英雄称号 屠夫 魏格 下位神级英雄命运魏格 所属领地 郊阳岭 实力阶级 钻石下级 重伤 能力概述 屠龙者的末代后裔 以卑剑之血脉 是杀高贵之血脉的特殊生灵 从小就流落在至高大陆上 以屠杀高级血脉 存在为生计 并应生生 以青铜下级的潜力 晋升到史诗下级 不久前 亲手是杀了一名下位神 但也因此身受重伤 实力跌落到钻石下级 如今的郭乔 已经沐浴过那名神灵的全部神血 并以此继遇成为英雄 他的未来 已然不可限量 血脉 人族血脉 青铜终极 百分之一百 技能 天赋 屠龙意志 天赋 欲血而割 天赋 无视伤痛 天赋 荣耀之死 英雄计 屠龙伏法 英雄计 诸神黄昏 史诗下级狂战 史诗下级杀意高涨 史诗下级精准飞腐 史诗下级狂战怒吼 史诗下级死而不将 史诗下级死战 忠诚度 一百 死忠之名 潜力 青铜终极 英雄传记 一 他是屠龙者 英雄个人传说杜家时 至高大陆生妄加一百 二 以史诗下级的屠龙者之身 月两阶击杀一名下位神 终极神灵 并以此成为一名 拥有下位神级英雄 命运位格的英雄 令无数血脉高贵者 为之惊骇鸡蛋 英雄个人传说杜家武林 至高大陆 冥王家一千 周周看着这名煞气十足 但却脸上笑容不断的老人 心里终于恍然大悟 怪不得自己与他 有那种特殊的感觉 原来是流落在外的屠龙者 周周自然没有忘记 自己身上 还有一个白荆棘领主天赋 屠龙之乡 自己也因此 获得了屠龙王的身份 眼前这位老人 在自己获得这个天赋的时候 就是自己天生的领名了 这一点 从他刚刚加入郊阳岭 就已经死中的忠诚度 就可以看得出来 欢迎回家 周周看着他笑道 郭乔文言依然在笑着看着周周 只是眼中已经悄然出现了泪光 周周没有安慰他 而是目光落在其他十个心领名身上 这十个心领名中 有三名一族和七名人族 周周一一看过他们的属性资料 发现他们分别是 一名白金上级铁匠 一名白金上级裁缝 两名钻石下级火枪兵 一名钻石终极建筑师 一名钻石上级商人 一名超凡下级制图师 一名超凡下级灭军骑士 一名超凡中级御寿师 周周微微点头 他们应该就是自己的传说度人才了 别的不说 超凡级传说度人才就来了三个 这比例已经相当不错了 那么 眼前这位拥有下位神级英雄 命运位格身份的屠龙老人 应该就是自己的神话度人才了 以史诗下级之身 击杀一名下位神终极的神灵 那等他晋升到传说级 甚至神级 他的战力又该恐怖到什么程度 这神话度人才当之无愧 随后他的目光落在最后一个人身上 他穿着一身黄金铠甲 手持一柄黄金剑和黄金盾 背后还插着九根黄金长矛 看上去威风凛凛 正是一名刚刚转职成为黄金之王的士兵 领名 徐政 所属领帝 郊阳城 兵种职业名称 黄金之王 实力竞俭 超凡终极 能力概述 原本是一人族王国的普通领名 由于家境贫困 为了帮扶家里 从小就加入帮派 从小就在底层四处奔波的他 因此很了解底层领名生活的艰难 梦想是跟随一名伟大的领主 让底层领名 获得属于自己的温饱和安定 技能 天赋 天生战士 天赋 吃苦耐劳 超凡终极黄金刀盾合击战法 超凡终极九毛飞击法 超凡终极点石成金 超凡终极黄金之血 超凡终极体质强化 超凡终极物理免疫 超凡终极元素免疫 钻石下级灵魂免疫 超凡终极飞行 忠诚度 99 潜力 史诗下级 周周看着他的技能列表 微微点头 他的技能列表 跟他之前看到的那头 黄金之王怪物的技能列表 有很大不同 增加了很多新的黄金之王兵种技能 不过这也很正常 之前他看到的那头黄金之王怪物 只有黄金上级 而眼前的黄金之王士兵 却是超凡终极 黄金之王到了这个实力境界 自然会多出更多的兵种专属技能 之后 周周和他们简单聊了两句 就让他们去忙去了 现场只留下周周和郭乔 跟我来 周周到 随后向触及领主福地走去 郭乔紧随其后 很快 两人就走进了福地内 等大门关上的一刹那 周周还没转身 就听到一个膝盖跪地的声音 屠龙者 郭乔 见过大王 周周看过去 只见郭乔已经跪倒在他 双肩颤抖不已 滴滴老泪落下 那不是悲伤 是激动 是归乡的激动 也是见到至亲长辈的激动 在这个将屠龙者 视为高贵之敌的世界上 孤独飘零了大半生的郭乔 第一次看到 与他拥有同样意志的屠龙者 而且是这么多的屠龙者 还有他们视为大王的屠龙王 他怎能不激动 起身吧 都回家了 不用这么小心翼翼了 周周想把他扶起来 然而郭乔的身体 却一动不动 王下之礼不可废 他沉声道 好吧 那你起来 周周沉着声音 用几分命令的语气说道 是 大王 郭乔脸露笑容 这才起身 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 有没有遇到其他屠龙者 周周问道 大王 我们屠龙者 是诸天万界的高贵血脉之敌 祖讯告诉我们 我们屠龙者 如果想要保存血脉下去 是万万不能聚集在一起的 所以属下自有记忆起 一直到来到您的领地之前 都会碰到过第二个屠龙者 郭乔道 周周点了点头 心里有些唏嘘 屠龙者的命运 就是这般啊 然而自己的屠龙之乡 这像白金级领主天赋 却注定要吸引流落在外界的屠龙者 聚集在一起 现在还看不出什么影响来 但等到以后 他隐隐有种预感 自己的屠龙者之乡 怕是要搞出什么大事出来 摇了摇头 他没再多想 最大的屠龙者头子就是自己 自己现在要做的 就是在未暴露屠龙者身份之前 努力发展自己的领主势力 到时候 兵来将党 水来土野 之后 周周和郭乔又聊了一会儿 并让他以后 加入他的交洋军团 与交洋军团一同作战 对此 周周特意嘱咐过他 在以后作战的时候 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千万不要暴露自己屠龙者的身份 郭乔自然答应下来 屠龙者作为高贵血脉之敌 在之高大陆 甚至是诸天万界之中 不知道有多少顶级血脉种族的存在 明里暗里地 在清剿他们 这批残余的屠龙者 他能活到现在 自然也懂得明哲保身之等 之后 两人便没有多聊 周周便让郭乔 去交洋军团驻地报到去了 至于之后的生活起居等安排 自然有相应人负责 而周周则来到了召唤之门前 提示 是否立刻召唤 是 下一秒 召唤之门 骤然亮起明亮的白光 随后大量领民们 从里面纷纷走了出来 片刻后 1675名新领民 就全部从召唤之门中走了出来 见过领主大人 1675 所有新领民恭敬道 欢迎各位加入郭阳城 周周点头道 随后他让所有职业者站出来 发现这次赫然召唤出106名职业者 比正常召唤多出来了31名职业者 随后他开始查看 这些职业者领民的信息 只见这106名职业者领民中 其中有一名白金中级血脉术士 一名白金中级游侠 一名白金中级冒险者 一名白金中级舞者 一名白金中级魔法师 其余的 都是黄金级和黄金级别以下层次的 生活职业者和战斗类职业者了 周周看着这5名白金中级的职业者 心里十分满意 现在他的领地升级 已经开始需要一定数量的生活职业者 和战斗职业者了 就比如 他的领地想要晋升到白金上级 就需要20名白金级别生活职业者 和300名白金级别兵种职业者 后者有战争主神的祝福在 自然简简单单 可在生活职业者方面 自己可没有类似战争主神的祝福 这类领主天赋的加持 所以他的领地内的生活职业者数量 远比兵种职业者要少得多得多 不过好在 目前自己有诸多称号的加持 让自己名声在外 因此 每天光自发吸收的流民之中 就有很多高级的生活职业者 再加上白银级领主天赋 征服者的拥戴的加持 传说度人才的加入 以及千金要方 让很多衣室类相关职业者的职业等级 提升得非常快 所以目前周周领地内的生活职业者的数量 把领地提升到钻石级 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随后他将这五名职业者之中的血脉术士叫了过来 此人身材高瘦 一副西方面孔 双眼如同鹰一样 炯炯有神 同时 鼻子也有一点鹰沟鼻 周周看向他的个人属性信息 领名 布朗 罗德里克 所属领地 焦阳城 战斗职业名称 血脉术士 暗炎魔鹰 职业阶级 白金终极 能力概述 一个普普通通的血脉术士 血脉为深渊生物 暗炎魔鹰 擅长使用黑暗属性术法和火焰属性术法 天生能够飞行 并且还能够在飞行过程中隐身 技能 天赋暗炎魔鹰血脉 天赋鹰眼 天赋火元素掌控 天赋黑暗元素掌控 天赋飞行 天赋隐身 天赋火柱术 天赋精神恐吓 天赋超级反应 天赋恐惧尖叫 忠诚度 82 潜力 超凡上级 周周有些愣愣地看着这家伙的技能列表 好家伙 没有技能 全是天赋 这就是血脉术士吗 曾几何时 他以为天赋是只有少部分生灵才会拥有的特权 但现在他才明白什么叫世界之大 无其不由 是他格局小了 原来这个世界上 还有这种以天赋为主的职业 他也没多说 直接把这些新领名交给工作人员去安排了 这些工作人员自然会把这些新召唤出来的领名 安排到他们最适合带的地方 随后 他来到了领主商城这里 只见在这座商店内 老周正坐在一个电视机前 手持一个手柄 面前摆放着插卡游戏机 而电视机的屏幕上赫然显示着一个名为 忍者魂斗罗的游戏 周成明此时正玩的起劲 一个个飞镖打出去 消灭一个个外星怪物 老周 老周 周周连敲了两下柜台 发出的声音才让老周回过神来 呵呵 不好意思 玩入神了 周成明笑着道 周周也没在意 这游戏他小时候也玩过 感觉比正版只知道开枪的魂斗罗 好玩多了 而且现如今 他的老周的种种奇怪行为 已经有相当高的免疫力了 所以看到这一幕 也没表现出什么奇怪的表情 今天有什么新火 周周问道 老周文言按下暂停 走到柜台前 将柜台下面的三个金色盒子拿了出来 然后一一打开 周周看过去 第一个盒子里装的是一份紫色天赋金石 周周看过去 文字提示出现 天赋 雷霆免疫 天赋效果 下位神级层次以下的雷系元素攻击落到您的身上 您都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天赋效果介绍得简简单单 但它的效果却不同凡响 要知道 在众多元素之中 雷系元素绝对是攻击性最强的元素 而且对肉身和灵魂的伤害能力都很强 也正是因为如此 有很多强者都对雷系技能趋之若鹜 都想要掌握几手雷系攻击技能 而如果他买下并掌握了这个天赋 在神级以下层次的敌人面前 他就不用担心对方的雷系元素攻击伤害到自己了 想到这里 周周心中立刻决定买下这个技能 这个天赋 是元出灵族的安塞尔的天赋之一 可惜了 要是得到他的天赋世界之主或者天赋元出之灵的话 我的血脉天赋 恐怕就可以赶上正统的元出灵族族人了 不行的话 天赋雷霆之神或者天赋乌云之神也行啊 直接多了两条成神的坦途 周周有些贪心不足的想到 随后他笑了笑 也觉得自己有点太贪心了 天赋雷霆免疫其实也相当极品了 随后他看向第二个盒子 第二个商品里是一个技能书 周周看过去 发现赫然又是一本英雄技技能书 而且还是鬼神将的英雄技 鬼神军星 周周嘖则称奇 他之前就在领主商城中 得到了五星的英雄技 如意军星 现在居然又拿到了 罗胜的英雄技 鬼神军星 等他买下这个商品后 他就有两个军星方面的英雄技加持 到时候 在军队掌控方面 他将无人可出其右 周周心中 决定要买下这件商品 随后看向第三件商品 第三件商品 就乏善可陈了 只是一份炼金科技 机械陆行鸟 白银下集 得炼金科技技能书 周周也没太失望 毕竟前面两个商品 已经很不错了 第三件商品 虽然比较一般 但也无需在意了 他们三个 需要多少物质星购买 周周问道 天赋 雷霆免疫 价值五十颗传说 集物质星 和十颗传说 集领地令 英雄技 鬼神军星 价值五十颗 史诗集物质星 和五块史诗集领地令 白银下集的 炼金科技 机械陆行鸟 价值二十颗 白银集物之星 和两颗白银集领地令 周承明道 周周文言 眉头一挑 这天赋 雷霆免疫 怎么这么贵 他忍不住问道 在他买到的 领主商城商品中 这天赋 雷霆免疫 是最贵的商城商品了 这天赋 如果论品级的话 算是下位神级天赋 不算贵了 周承明摇头道 周周文言不说话了 他不再多言 从天物宝袋中 拿出六十颗传说集物之星 五十五颗史诗集物之星 和二十二颗白银集物之星 交给对方 承蒙会顾 周承明笑着接了过去 下次来点好货 现在我不差物之星 周周没有立刻走 而是说道 他刚刚才从交易所中 拿到一千九百多颗 传说集物之星的他 现在还真不缺物之星 他缺的是 极好的领主商城商品 好嘞 我试试 明天能不能进点好货 周承明一愣 随后笑道 周周文言反而一愣 刚刚这一句话 只是他顺口说出来的 根本没指望 明天能出什么真正的好货 没想到 这位领主商城的老板 居然这样回答 这领主商城出现的商品 不是随机的吗 难道他真的可以 左右商品的产出 周周也没在心里 憋着这个疑问 而是直接问他了 然而周承明面对这个问题 只是打了个哈哈 并没有回答 周周见词也没办法 只能离开了 领主大人 有空来我这里打游戏啊 老人家 我这里可还有很多游戏卡呢 赤色军色 炸弹超音 街拳 还有其他景点游戏 都有 玩游戏 说不定可以交到好运哦 周承明的声音 忽然从身后传来 周周一愣 随后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难道老周在暗示我 只要我陪他玩 明天领主商城 就会上架好东西 周周一边向太庙的方向走 一边心中思考 刚刚周承明刚刚说的话 过了一会儿 他心里有了决定 反正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那今天回来后 就去陪他玩玩吧 就当回忆童年了 周周想到 很快 他就来到了太庙这里 进入太庙主殿 周周看着面前的三位祖先雕像 最后目光落在祭坛上 之前他每天出战之前 都会来一趟太庙 通过祭坛 获得一份祖先赐福 只是那时的祖先雕像 都是白银黄金级的 相应的祖先赐福虽然不错 但也不是太给力 现在孙思淼的祖先雕像 已经到传说集了 那现在再来一次祖先赐福 会给我传说集的祖先赐福吗 周周心中期待 随后他目光再次落在祭坛上 文字提示出现 祖先祭坛 每逢大战之前 向祖先献祭十颗 传说集物之星以下价值的祭坛 即可获得祖先赐福 得到一种随机的 临时战争增益效果 提示一 蓝星人组祖先雕像等级越高 祭坛的价值就可以更高 获得的祖先赐福效果 也会更强 提示二同一时间内 领主只能拥有一种祖先赐福 周周嘴角一抽 好家伙 现在已经开始需要 价值十颗传说集物之星的祭坛了 这要换成别的领主 说不定都出不起这个价钱来 好在他出得起 他不再多想 直接拿出十颗传说集物之星 放在祭坛上 文字提示出现 您获得了一份祖先赐福 随军国一传说集战争增益 随军国一传说集战争增益 您麾下的 十名职业等级最高的 一十类相关职业者 在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内 职业等级将临时提升到 传说下级 二十四小时后 一十类相关职业者的 职业等级恢复正常 周周顿时瞪大眼睛 卧槽 这传说集战争增益 也太给力了吧 直接给了十名传说下级的医师 这在他所在层次的战场上 都可以堪称外挂一样的存在了 虽然只持续二十四小时 但这二十四小时的 传说集职业者体验 肯定会让那十人受益匪浅 以后肯定可以在自己的 职业道路上进步飞快 这十颗传说集物之星 没白花 孙思淼的祖先雕像等级 也没白提升啊 周周心里美滋滋的 片刻后 郊阳城外的一处广阔的空地上 足足将近九百万士兵聚集在这里 在这些士兵中 有人族 有各种各样的迷雾怪物 甚至还有众多身形遮天蔽日的龙族 林药领主 沃土领主 金商领主 指仙领主等星辰联盟的领主 看到如此庞大的军队 无不心情激荡的不能自已 有这么多的士兵 天下之大 哪里去不得 这话说的有点夸张了 不过有这么多士兵在 心里确实踏实哈 我从来没有这么有安全感过 干账干账干账 有这么多士兵 不干账 简直浪费才能 哈哈 这什么急 领主大人找我们来 不就是说 有一场大仗在等我们吗 我从来没有这么迫不及待的 想上战场过 众领主们议论纷纷 每个人的眼中 都迸发的野心的火焰 很难想象 在三天之前 他们还只是一群 连自保都很难自保的生活像领主 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从远处飞来 最后悬浮在将近九百万大军的天空之上 正是周周 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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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是谁起了个头 很快 五百九十余万星陈联盟的领主 挥下士兵们 纷纷高声怒吼起来 声音当真是惊天动地 连刚来的周周都不由一正 随后脸上浮现笑容 他双手悬空一压 同时发动英雄计 如意军心 和英雄计 鬼神军心 所有士兵们的呐喊声 几乎不到两秒钟 就平息下来这一幕 让白云 五星 封罗 郊阳城的其他将领 以及新陈联盟的领主们 都看愣住了 这 白云 五星 罗胜等郊阳城将领 都愣愣地看着悬浮在天空中的周周 领主大人在军心掌控方面 已经超过等了 两久后 五星脸上露出笑容 说道 白云 罗胜 这两名也掌握着军心英雄计的将领 也点了点头 他们两人 前者是在五星的教导下 通过学习 掌握了如意军心这项英雄计 后者则是因为 传承了鬼神将英雄传承 自动掌握了鬼神军心这项英雄计 他们和五星 虽然也能做到类似的事情 但那最多 只能控制在百万大军之内 像周周这样 一声令下 将近九百万大军 直接另行禁止的恐怖军心掌控程度 他们是万万做不到的 想到不久前 自家领主大人在一夜之内 就掌握了贪狼啸阳阵 以及他的最强军阵计 阅阵 他们心里顿时觉得 自家领主大人在掌控军队这方面 恐怕有着非同一般的天赋 他们想到这里 脸上露出更加灿烂的笑容 自家领主大人能有如此天赋 对于他们 这些将领来说 自然是好事 与此同时 天空中 周周看到下方的士兵们 几乎不到两秒钟的时间 就立刻安静下来 他脸上不由浮现满意的神色 两项军心英雄技加持 效果果果然不同反响 可惜贪狼啸阅阵阵 有数量上限 不然我若是能够让这九百万士兵和将领 进阶起阵 化为贪狼化身 那战力 恐怕就算是神灵将领 也有的一战吧 周周心中想到 至于天赋 雷霆免疫 自然也被他使用了 而那本白银下级的 机械鹿行鸟 炼金科技图纸 也已经被他交给正元旗 让他交给诸如炼金攻防的炼金科技师使用 现如今 他的士兵们的飞行工具 已经以星夜号 和黑色幽灵号为主了 不过这不代表 之前的机械鹿行鸟 就没用了 作为既能在天空中飞行 又能够陆地上 赶路的炼金科技交通工具 周周已经吩咐正元旗 将它们转为民用炼金科技了 有了这等方便的民用道具 郊阳岭的领民们 以后无论是出行 还是做生意 肯定都会更加方便 周周还打算 等以后黑色幽灵号与星夜号 能够大规模普及后 也让他们中的一部分 变成民用交通工具 到时候 在至高大陆上 实现蓝星的飞机交通 将不再是梦想 他不再多想 目光再次落在下方 这将近九百万士兵身上 今日 我们的目标 是雄聚在郊阳岭附近的一方 新红王国 我们的目标很简单 将其覆灭并取而代之 建立属于我们的王国 你们可会畏惧 他看着下方的九百万士兵们高声道 在体内混沌原能的扩散下 声音响彻在每名士兵的耳旁 不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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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百万士兵齐声幕后 每个人身上都有着澎湃的战役 甚至就连星辰联盟的领主们 在九百万士兵的怒吼声中 都被激发出了内心的胆破和热血 仿佛前方有什么敌人 他们都可以战而胜之一样 好 随本领主上飞船 周周也不废话 第一个飞入天空中为首的 一艘星夜号中 经过一夜 对附身领主所报科技图纸的研究 再加上制造飞船的飞船工厂规模扩大 温雅制造飞船的效率 明显提升了很多 不到一晚上时间 就造出了两艘星夜号 和三艘黑色幽灵号 现在他麾下 共有十三艘星夜号 和四艘黑色幽灵号 有这么多飞船在 别说九百万士兵了 就是装下一千七百万士兵 都完全没问题 当然 超过一千七百万就不行了 很快 这将近九百万士兵 大量医师 神职人员 以及其他战争后勤人员 就纷纷登上飞船 然后向塔汉王国的方向飞去 郊阳城城门前 已经从初级领主伏地中 走出来的李亚 痴痴地望着远去的飞船纵队 她的脑海中 不由想起了 刚刚周周和她交谈的内容 周周 你怎么不去找我父王 等接受了 我父王的极光王国之后 再去讨伐塔汉王国 不是会更有把握吗 哈哈 我的王国 还是亲手打下来 成就感更高一些 至于岳父的极光王国 等我攻下塔汉王国 建立属于自己的王国之后 再去接受不迟 父亲 您和我恐怕都没想过 当初仅仅是想投资的万族领主 如今已经成长到 能够自信轻易征服塔汉王国的程度吧 李亚心中难难道 脸上的笑容也更加幸福 飞船中 周周坐在船长室的主座上 看着手中的地图 这份地图正是塔汉王国的地图 整个塔汉王国 共有54处区域领地 而之前 他已经攻下了夜明镇 洪峰镇 王史城等6处区域领地 还剩下48处区域领地 其中 超凡级区域领地1处 钻石级区域领地3处 白金级区域领地10处 黄金级区域领地20处 青铜级区域领地14处 只要我能全部攻下这些区域领地 不光领地升级有望 建立王国所需要的30座区域领地 也可以轻松完成 周周脸上有着淡淡的笑容 之前 他为了提升郊阳岭的区域领地等级 融合了他征服的绝大多数区域领地 现如今 他挥下还没有被融合的区域领地 只剩下寥寥两三个了 不过好在 只要征服塔汉王国这边的区域领地 也可以满足建立王国的区域领地数量需求 温雅 先到这个白金级区域领地血落成看看 周周到 是 领主大人 温雅的声音响起 随后又归于沉寂 周周心念一动 就看到一道七彩光芒从他眉心中飞了出来 落到地上后变成了一个淫衣周周 正是终极领主周周 此时的终极领主周周 与昨日又有很大不同 因为他的身上 此时赫然散发着惊人的英雄威亚 周周感受着对方身上的威亚 脸上浮现笑容 他看着他 文字提示出现 分身名称 终极领主周周 机械族分身 英雄称号 机械副神 魏格 中卫神英雄命运魏格 所属领地 焦阳城 机械族 实力竞俭 黑铁下集 能力概述 焦阳领主的机械族分身 掌握着特殊天赋 终极算法 技能 天赋 终极算法 天赋 无限机体 英雄计 超级计算 英雄计 真实模拟 超凡下集机械科技 大统一核心能源 超凡下集机械科技 天启卫星4 未研究完成 钻石下集机械科技 浑锁 白金上级机械科技 玉笛光盾 黄金下集机械科技 无形幽灵号 机械科技 巨斧撕裂者 系列 青铜下集 白金上级 机械科技 自爆甲虫 系列 青铜下集 白金上级 机械科技 火炮手 系列 青铜下集 白金上级 机械科技 暗影飞鹰 系列 青铜下集 白金上级 潜力 主神上级 英雄传记 一 在人族领主 交扬领主的赐语下 得到了英雄传承 成为了第一代机械副神 英雄个人传说度加2 人族声望加5000 机械族声望加2000 至高大陆明望加5 周周满意地点了点头 厉害啊 这才一晚上时间 不仅用了那份 英雄传承秘点 还把附身领主的 所有机械科技 全部掌握了 他夸赞道 我有终极算法 掌握着3204名 机械族士兵的 所有算力 智慧本来就很高 一晚上掌握他们并不难 现在我最需要的 是提升我的实力等级 终极领主周周道 拥有终极算法的他 可以说是 绝对的科技天才 凭借他掌控的算力 超凡和超凡以下 层次的科技理论 他基本上看一眼就能学会 如果他的实力 能够得到提升的话 就能够掌控更多的算力 从而更快更好地 提升实力 和创造更多的科技发明 提升实力等级 那你的大一桶 核心能源做好了吗 周周问道 终极领主周周文言 抬头道 温雅 做好了吗 做好了 一共5万颗大一桶 核心能源 目前正放在仓库里 温雅道 立刻给机械族士兵 进行安装 终极领主周周道 温雅没有第一时间说话 按照他说的做 以后他的命令 就等于我的命令 终极领主周周是他的天赋分身 他们心意相通 周周自然不用担心 终极领主会害自己 是 领主大人 属下这就开始安装 温雅这才回应道 温雅 交给你的那些机械族图纸 你利用的怎么样了 周周又问道 属下已经着手在领地内 建立相应的科技制造工厂 从时间上来看 明天就可以开始产出 各项机械科技产品了 温雅道 周周满意点头 如果能够将附身领主的 那一系列科技产品 全部消化掉 他的领地实力和发展潜力 绝对可以再次提升很多 一分多钟后 17艘飞船 就飞到了塔汉王国的境内 塔汉王国 周周 白云 五星 风罗 罗胜 许安等诸位交洋领将领 还有新陈联盟的 312名领主成员们 正在通过虚拟视频会议 看着位于会议室中央的 虚拟屏幕 只见在虚拟屏幕上 一个被血色城墙围起来的 安静城市正屹立在这里 正是白金级区域领地 血落城 他看起来死气沉沉 一眼看去 甚至都看不到多少迷雾怪物 无图 血落城里还有多少迷雾怪物 周周问道 话音刚落 坐在他右手边 穿着一身银色弓 将轻甲的无图 便快速站了起来 禀告领主大人 据天图军的情报来看 此时这血落城只剩下 大概20多万迷雾怪物 其中 迷雾怪物士兵只有多头 剩下的 都是几乎没什么战力的 平民迷雾怪物 无图神色沉着地说道 众人文言后都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和情报所说的一样 塔汉王国的绝大多数士兵 都去支援那场 关乎国运的国战去了 不然若大一个白金级新红城市 绝对不会只有这么多迷雾怪物士兵的 白云道 塔汉王国的新红国王 已经放弃这些城市了 他想的是 先赢下巨猴王国 至于这些城市 先活下来再说吧 一名怪物军团的怪物将领 笑着说道 众人都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 咱们也不需要客气 以最快速度 属下带二十万士兵下去吧 这点敌人 属下召唤出贪王化身 几个来回就能把这座城给图了 鬼神将罗胜道 去吧 另外 你那二十万名士兵中 用上机械族的士兵 另外 新陈联盟的领主成员们 按照之前积累的战争贡献高低 来派出一人随军进行策反 削弱敌方势力 周周道 他的策反虽然今天已经刷新 不过自然不会用在这帮小喽喽上 那就留给自家的领主成员们吧 是 领主大人 罗胜起身领命 随后就副枪离开了 不一会儿 就看到一尊身上 映衬着星光的神狼 落到血落成中 开始在迷雾怪物中肆虐起来 同时 一名被选出来的新陈联盟的领主成员 也在这个过程中成功策反 带回来了将近两万迷雾怪物领名 领主大人 我们什么时候出战啊 有新陈联盟的领主成员们 看到这一幕 忍不住开口问道 他们麾下五百九十多万士兵的武器 早就已经饥渴难耐了 不要着急 现在只是小打小闹而已 用不着你们出手 有你们出手的机会 周周到 众领主成员们闻言 这才安静下来 心里都有些期待 五分钟后 血落成便已经变成一片血海 再也没有一只活着的迷雾怪物 周周见此微微点头 照这个效率看 今天还真有可能将 塔汉王国的所有区域领地 全部征服 他看了眼旁边坐着的 终极领主周周 眼前浮现他的属性信息 随后他的眼睛顿时一亮 因为他发现 终极领主周周的实力境界 赫然已经提升到青铜终极了 不错不错 照这样下去 说不定今天 终极领主周周的实力 就可以提升到黄金层次 这可比他当初晋级时 所需要的时间快多了 那 大一桶核心能源 果然是个快速提升实力的极品科技 可惜 他只能用在机械族身上 不能用在生灵身上 不然就完美了 十分钟后 周周他们带着血落成的所有战利品 在之后的四个多小时时间里 周周他们一路不断征战 很快就将塔汉王国的剩余区域领地 征服到只剩下一处超凡级区域领地 和两处钻石级区域领地的程度 而这三处区域领地联合在一起的地方 正是塔汉王国的王都所在 也是目前塔汉王国怪物军团 与聚后王国怪物军团的战争之地 温雅 出发 前往塔汉王国王都 周周沉声道 是 领主大人 温雅恭敬道 受 受 十七艘飞船向塔汉王国王都急速飞去塔汉王国 钻石级区域领地 左卫城 这里是拱卫塔汉王国王都的一座新红城市 本来在以往的时候 这里还居住着数百万平民迷雾怪物 就算是迷雾怪物士兵也驻扎了几十万名 不过在现在这个时间里 这里却已经变成了一片残缘断壁 两百多万迷雾怪物正在这里交战 吼声震天 战况惨烈 称之为血流成河 一步为过 这一幕 被隐藏在空间中的十七艘飞船的郊阳领 众人看得清清楚楚 这里就是两大王国的军团 对拼的主战场 打得真凶啊 不过也不过如此 也就两百多万怪物士兵 跟咱们的将近九百万士兵怎么比 是的 如果我们这时候下去交战 剩的一方肯定是我们 那就是巨吼王国的巨吼一族吗 身体果然恐怖 跟怪兽一样 领主成员们议论纷纷 虽然有些震惊巨吼一族的身体天赋 但对于己方 还是有一种绝对的信心 周周也看着战场上 正在疯狂战斗的巨吼一族 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巨吼一族 他们大概有130多万头巨吼族 每头巨吼的身高 普遍都在20多米高 3040米高的巨吼也有 但数量并不多 他们通体灰白色 身上穿着古老粗糙的巨型铠甲 手上握持着的兵器 也都是一些简单易用的力量型兵器 诸如石斧 铁棒 青铜锤之流 他们与塔汉王国 迷雾怪物军团战斗的方式极为简单 就是蛮横地冲进他们的士兵之中 凭借自己的体型优势 外加上皮操肉猴力量大的优势 挥舞武器 在他们的士兵之中肆虐 虽然简单粗暴 但意外的好用 杀得也很快 不过塔汉王国的迷雾怪物军团 也不是好惹的 他们虽然在肉身方面 大多数都不如巨吼一族 但是他们的战力也一样很高 而且手段层出不穷 近战打不过 大不了用远程技能拉扯着打 这让双方在战场上的局势 看起来有些僵持不下 盟主大人 可以录像吗 有领主成员们忍不住问道 这种大场面 他实在想录下来 录吧 不过不要传给外人 咱们联盟内部传播就可以了 周周文言 想了想 就答应下来了 这是自己第一次对一个王国 发起正面攻击 而且也是自己建立 蓝星人族第一王国的经历 有值得纪念的价值 好嘞 保证不外传 被答应的领主文言 顿时兴奋了起来 随后立刻开启 世界频道的录像功能 开始录制了起来 其他领主见此也有样学样 连忙开始录像 这对他们来说 也是个极有纪念意义的经历 周周看到这一幕 脸色有些古怪 这一幕看起来 简直就跟网红扎堆拍视频一样 摇了摇头 周周不再多想 温雅 有察觉到 明费王国的军队在哪吗 周周观察了一会儿下方的战况 问道 暂时没有 温雅道 周周文言皱了皱眉 星夜号内部 可是有钻石上级生命探测 与反侦察雷达的 连这种侦察仪器 都没能探查出 对方的军团位置 要么是对方隐藏的手段 高于自己的探查手段 要么就是没来 吕如意的情报应该没错 再加上他此时在天赋 危险预知的感知下 隐隐感知周围的环境中 似乎隐含着什么 隐而未发的微弱危险感 他自然偏向于前者 王国及势力 果然没一个简单的 时间有限 他可不想等 民费王国的民费军团出手 自己再出手 而且自己坐拥九百万兵力 士兵各个实力境界也都极高 如此战力在手 有什么可耸的 谁敢在他之后做那渔翁 他直接给一锅端了 想到这里 他顿时下定决心 以白云为总指挥 五星 罗胜为副指挥 带领全军出击 剿灭眼下所有迷雾怪物 周周果断下令 是 嗯 一声声怒吼声 在他身后响起 随后地面上正在交战的双方 就看到了天空中 忽然凭空浮现出17艘飞船 紧接着 这17艘飞船的底部 忽然散发出一道道白色光柱 无数人族士兵 迷雾怪物士兵 以及一尊尊龙族 从光柱中飞出 然后有的落在地面上冲向他们 有的则 直接从空中杀向他们 在他们恐惧的目光中 他们源源不断地从飞船中出来 仿佛无穷无尽一样 什么情况 这些敌人哪来的 难道是极光王国的人 他们这时候 不应该再修缮他们残破不堪的王国吗 塔汉王国的怪物军团 和聚吼王国的怪物军团 都蒙住了 不过这时候 已经来不及多想了 因为交阳岭和新陈联盟的士兵们 这时候已经冲到他们面前了 双方刚一接触 就开始激烈战斗起来 最先冲到这200多万头怪物士兵面前的 正是奈萨里奥率领的龙神军团 首先是哈瑞斯率领39尊吉隆族 最先砸落在了 这200多万头怪物士兵的密集处 就超过了上万头 随后 哈瑞斯这40尊吉隆族 便开始在200多万头迷雾怪物中肆虐起来 吉隆族作为肉身最为强横的纯血龙族 他们的龙蛆就是他们最强悍的武器 因为他们都不需要施展什么技能 只需要煽动龙翼 挥动龙爪 就可以让周围的成百上千头迷雾怪物 磕着就伤 碰着就死 周围的迷雾怪物们 看到这一幕后 纷纷冲上去 想要击杀这些吉隆 然后就发现 他们的大部分攻击 甚至都无法对其进行破防 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吉隆族 在他们的同伴之中肆虐杀戮 而毫无办法 而只有钻石级和钻石级以上的迷雾怪物强者 才能够勉强与其斗一斗 但也占不到太大便宜 除了吉隆族外 紧随其后的是 五色龙族 土龙 青铜龙 金灵龙 和翡翠龙 他们都是周周从龙神灵主手中收服的 此时也都施展着权力 想着在新灵主和光明圣龙面下面前 好好表现一番 而在他们的后方 则是光明玲珑 以及正在空中施法的火山 与破灭之龙王奈萨里奥 幽灵龙奥格斯德和光明圣龙 英格索尔 帝他们三尊龙族 奈萨里奥施展火系龙语魔法 奥格斯德施展灵魂龙语魔法 英格索尔则释放着极致的光明龙语魔法 三尊龙族的实力 如今都已经在白晶级以上 施展起龙语魔法起来 威力也相当惊人 尤其是奈萨里奥和英格索尔 他们每一击龙语魔法 都能够让成千上万头 迷雾怪物死去 与此同时 帝白云 五星 罗胜 终极领主周周也组织八十万士兵 召唤出四尊贪狼化身 在这些新红王国怪物士兵之中 战斗和杀戮 十方武皇 风罗 心灵之剑 无图 夜罗沙剑神 许安 以及刚刚加入的屠夫 郭乔 也在迷雾怪物之中 全力杀戮 另外 灵魂收割者马里斯和雷霆 与乌云之神安塞尔 也不甘示弱 一个以灵魂状态 悄无声息的 收割一只只迷雾怪物 另一个直接化为雷霆之神 挥手召唤出万千雷霆 击杀大量迷雾怪物 将领们如此威猛 地交阳领的士兵们 也表现极佳 他们的平均实力 在战争主神的祝福下 个人实力 都远超过这些迷雾怪物 这样的他们 本来可以在战场上 一达三甚至一达四 然而因为兵力数量上的优势 他们反而是经常三达一 四达一 这样一来 两个星红王国的迷雾怪物们 就更加没有还手之力了 再加上星辰联盟的 五百九十万士兵的加入 双方战斗刚一开始 交阳领和星辰联盟一方 就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并以惊人的速度 开始剿灭这些迷雾怪物 这是怎么回事 地怪物大军之中 一个有四十多米高 浑身轻子 身有四臂 并且手持四种武器的高大怪物 看到战场上的局势后 不由怒目远征 他正是塔汉王国 现在仅存的超凡级新红英雄 四臂摩罗王塔罗 他万万没想到 他们刚刚有些信心 觉得能够凭借塔汉王国的国土优势 来拖垮这些来自巨吼王国的巨吼军团 没想到转眼间 就有第二家未知的强大人族势力 来横插一杠 地这队本来就勉强进行战争的他们 可以说十分致命 另一边 巨吼军团军团长 同时也是巨吼王国的五大英雄之一 钢牙铁拳王塞芬 在看到这未知人族势力 居然想抢夺他们的战果时 也顿时愤怒了 再加上知道对方兵力众多 几方恐怕没有撤退的可能后 他心中的戾气就更重了 杀 把这些挡在我们面前的杂碎们 统统杀死吃掉 塞芬大吼道 递此时的他 心里已经有了玉石俱焚的念头 一起死吧 与此同时 天空中 悬浮在半空中的周周 看到这一幕 不敢浪费时间 立刻抬起手来 施展策反 就在这时 第一行文字提示 忽然出现 周周见到 这突然出现的文字提示 不由一愣 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随后他略微思考 便道 巨吼王国 地巨吼王国的巨吼族士兵 足足有一百三十多万 而塔汉王国 现在只有一百万多怪物士兵 他当然要策反士兵多的那一方 他刚刚确认自己的选择 下一秒 哄 无形的波动 所有巨吼族 十五万多名巨吼一族 眼中的神色骤然发生变化 随后 他们并没有立刻攻击 自己身边的同伴 而是在周周的暗中受益下 继续和刚才一样 去进攻塔汉王国的怪物士兵们 底天空中 周周看着面前的策反提示 周周微微满意地点头 这一波策反 直接得到了十五万八千五百七十五名 巨吼族士兵的效忠 要知道这些巨吼族 本来就身体天赋惊人 战力甚至还要强于同级别的特级兵种 虽然策反的数量比较少 但周周也没有觉得吃亏 地随后周周将灵儿叫了过来 让他对塔汉王国的怪物士兵们进行策反 很快 灵儿也策反到了八万多塔汉王国的怪物士兵 周周见此 就让灵儿立刻命令这八万多塔汉王国的怪物士兵 直接在他们的内部进行内战 这一举动 顿时让塔汉王国的这一百多万头怪物士兵 稍微骚乱了一会儿 不过 他们好歹也是塔汉王国的精英士兵 地很快 他们就冷静下来 开始一边抵抗巨吼族士兵和交洋领士兵的进攻 一边防备身边同伴的偷袭 不过即使如此 因为兵力数量和战力上的巨大差距 再加上有十名传说下级医师 以及大量医师类相关职业者 在战场后方治疗伤员 他们在战场上 还是显露出了必败的绝对劣势 天空中 周周看到下方的战争局势 脸上不由浮现笑容 但他的心中 却依然保持着谨慎 地因为在天赋危险预知的提示下 他知道在自己的周围 还隐藏着一股明费王国的敌对势力 但就在这时 周周眉头忽然一挑 随后眼神不着痕迹地观察周围 结果自然什么都没有发现 我的天赋危险预知 给我的危险提示感消失了 难道是明费王国的敌人走了 地周周暗暗想到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周周倒也不觉得意外 毕竟 只要是一个有点常识的出击王国势力 在看到他这将近九百万士兵后 恐怕都不会产生什么进攻的想法 那不是纯纯找死吗 当然 也不排除明费王国手上 有什么能够瞒过他危险预知的手段 不过周周感觉 这种猜测的可能性极小 地毕竟天赋危险预知 可是萧雪那真神及潜力人才的天赋 怎么可能随随便便 就被一个王国级领主势力隐瞒过去 所以 现在这情况 大概率是明费王国 在看到他的九百万士兵之后 自知不能与之匹敌 于是自动撤退了 周周想到这里并没有掉以轻心 而是继续保持谨慎 同时 他看了一眼刚刚一闪而过的文字提示 地周周目光又落在了下面的战场上 看来是这两个新红王国的怪物军团 触发了军团战役模式了 也好 地正好提升下他挥下三个军团的军团等级 两个多小时后 战场上逐渐恢复了安静 只见战场上 除了焦阳岭和星辰联盟的士兵外 塔汉王国和聚吼王国的士兵已经进阶身死 天空中 他并不意外 没办法 他的实力超出塔汉王国和聚吼王国太多了 再加上这两个王国又不是巅峰时期的战领 而自己又是清朝出动 这两个王国能挡得住才有鬼了 随后他目光落在刚刚出现的文字提示上 本次战役已收入 战役结算已完成 您的怪物军团 黑铁级军团获得四千点战役点 怪物军团已晋升为白银级军团 黑铁级军团增议勇武 已晋升为白银级军团增议勇武 本次战役已收入 战役结算已完成 您的龙神军团 黑铁级军团获得四千点战役点 龙神军团已晋升为白银级军团 黑铁级军团增议勇武 已晋升为白银级军团增议勇武 本次战役已收入 战役结算已完成 您的交洋军团 青铜级军团获得四千点战役点 交洋军团已晋升为黄金级军团 青铜级军团增议勇武 已晋升为黄金级军团增议勇武 周周看到这三个提示后 脸上不由出现笑容 这一仗没白打 青铜级交洋军团 直接晋升为黄金级交洋军团 而刚刚建立正式军团编制不久的 怪物军团和龙神军团 更是直接从黑铁级军团 跃升为白银级军团 果然军团占一点这种东西 还是要和正式军团打 现在一战直接获得4000点 周周瞬间满足了 他点开军团界面 看了眼当前的军团信息 和军团增议勇武的信息 交洋军团 黄金级王国军团 当前可容纳士兵数量上限 145万5641 500万 当前战役点 1200 4000 提示 可以通过完成战役来获得相应战役点 当战役点足够时 即可提升军团等级 解锁升级更多军团功能 军团增议 勇武 增议等级 黄金级 增议效果 您的军团士兵在战场上战斗时 将会更加勇敢 同时 自身综合实力 获得40%增议加成 周周满一点头 综合实力获得40%增议加成 这已经是一个相当高的实力加持了 随后 他又看了眼白迎击军团增议勇武的加持 发现它是30%的综合实力加持 也不错 就在这时 白云走了过来 右手一挥 就看到四臂摩罗王 塔罗和钢牙铁拳王 塞芬的尸体 他好奇道 应该是跑了 当然 也有暗中窥视等待时机的可能 不过可能性不大 周周到 白云点了点头 打扫战场 该拿的 都拿了 另外把这些敌人的尸体 都暂时装进飞船中 一边行动 一边提取战利品 然后我们直接去塔罕王国的王都 周周到 是 领主大人 就在这时 心灵之剑无图 突然快步走了过来 禀告领主大人 刚刚我的人传来消息 说有一股神秘军团 忽然降临塔罕王国王都 并正在攻打塔罕王国王都 塔罕王国国王 虽然凭借着王都的防护罩勉强支撑 但恐怕支撑不了多久了 无图语速即快到 好胆 白云文言 眼中顿时闪过怒意 他们在这边拼死拼活的战斗 那只神秘军团 居然想直接越过他们摘桃子 周周文言眼中 也闪过一道冷色和杀意 不用多想 这只神秘军团 八成可能就是 明废王国的明废军团 无疑不然 其他王国的反应 应该不会这么快的 我以为你们畏惧我跑了 没想到居然在王都那里 想要掠夺我的战争果实 周周眯起眼睛 留下十万士兵 一艘新夜号和九成的征服者高如 留在这里 继续提取战利品 剩下的士兵 立刻放弃打扫战场 登上飞船 前往极光王国王都 本来周周 还想路上的时候 抽空去另一座钻石级区域领地 又未成 看看有没有什么遗落的怪物敌人 没攻打的 现在看来 只能先去王都那里了 是 领主大人 白云立刻到 随后立刻下令去了 很快 除了留在原地 继续提取战利品的士兵之外 剩下的士兵都登上了飞船 向塔汉王国王都飞去 塔汉王国王都 足足两百万狗头人身 身穿幽黑色盔甲狗头人大军 正聚集在王都都城之外 像笼罩在都城表面的一层 深蓝色光罩 不停地进攻 在那光罩之上 隐隐可见 一尊深蓝色东方虚幻神龙正在游走 不停地化解这两百万大军的攻击 不过因为敌人攻击的太过猛烈 和密集的缘故 这尊深蓝色东方虚幻神龙的身形 正在连续不断地被打溃散 然后重新凝聚 在这不断溃散和凝聚的过程中 他的神龙身姿 正在逐渐变得透明起来 显然 这光罩已经撑不了多久了 明废军团后方 一座临时搭建的军事驻地 一名有二十多米高 背负幽黑色双刀 身穿幽黑色神威铠甲 外面披着一层 死神教会主教服饰的狗头人 正目光幽深地看着前方的战况 他是明废军团的军团长 也是明废王国四大英雄之一 死亡灵士萨科莫 这汉海神龙罩 还能庇护他们王都多久 他声音深沉道 禀告萨科莫主教 据属下观察 再过半个小时的时间 这护照应该就会被我们击溃了 一名身穿死神祭祀服饰的狗头人 声音谈媚地说道 他声音中有些得意和兴奋 在他眼里看来 这塔汉王国王都的攻破 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情 那个还在左卫城大战的 强大人族领主 不过是为他们做嫁衣罢了 等他们攻破这塔汉王国国度 达到王国令 再回到明废王国境内 到时候 有死神免下庇护 那人族领主再强大 又能如何 半个小时的时间 时间太长了 哪知萨科莫在听到祭祀说的话后 神色却相当严肃 无主在警示我 危险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靠近 我们必须在十分钟内 攻破塔汉王国王都 击杀塔汉王国国王 并拿到王国令 萨科莫沉声道 祭祀文言顿时瞪大眼睛 正在急速靠近 怎么可能 难道那强大的人族领主势力 已经解决了他们的敌人敌人 可是塔汉王国和聚后王国的残余士兵 加起来可是有足足两百三十多万的 这么多士兵 就算全都束手就擒 一个个杀 也得杀得一天一夜吧 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解决 然后休息都不休息 立刻就过来找我们 不过 萨科莫大人作为信仰及其纯粹的死亡灵士 其灵感是能够与死神大人的神力 达成某种奇妙共鸣的 所以 萨科莫大人的预感 一般情况下不会出错 想到这里 祭祀脸上凝重起来 属下这就去加紧催促 务必在最短时间内 将塔汉王国的王都攻破 说完 他立刻转身就走 然而还没等走几步 就看到一名狗头人士兵 慌乱地冲了进来 看到这一幕 萨科莫和祭祀 心中都有了重不好的预感 而接下来 这名狗头人士兵说的话 也验证了他们的想法 供奉大人 那人族领主 驾驶着机械族的机械飞船飞过来了 他有些慌张道 萨科莫和祭祀 一时间没有说话 来得真快啊 两久后 萨科莫才悠悠道 准备撤退吧 他道 就这么撤退吗 虽然已经预感到萨科莫大人的决定 但当真正听到时 祭祀还是有些不甘心 不撤退跟那人族领主硬打吗 这又不是我们国内 萨科莫瞥了他一眼 如果是在明废王国国内 有死神免下的庇护在 那人族领主 就算是有千万士兵 他也有胆量与之一战 但在塔汉王国王都这种无信之地 他可不会坐与敌人应拼这种傻事 是 供奉大人 祭祀还是有些不甘心 萨科莫见此也能理解对方的心情 谁又能甘心呢 他们明废王国可就差这一颗王国令 就能够晋升终极王国了 可惜 天不从他们之愿 随后 他们就不再停留 从这座临时军事驻地中走了出来 然后他们就看到了天空中 那十六座飞船 和那气势磅礴的九百万士兵 天空中 周周静静地悬浮在天空中 他看着下方的两百万名费军船的士兵们 当他们到来之后 他们自然不傻 已经停下了继续进攻那王都护照的行为 一脸警惕 防备地看着他们 就在周周准备进攻他们的时候 他看到了萨科莫和从那座军事住所中走了出来 他们互相对视 文字提示出现在周周面前 名称 萨科莫 英雄称号死亡灵士 魏格 史诗级英雄命运魏格 所属领地 塔汉王国 实力阶级 史诗下级 简剑 明费王国四大英雄之一 同时也是国内死神教会的四大供奉之一 擅长使用一副黑心双斩刀 能够驾驭死亡元素之力和腐朽元素之力 附着在自己的双刀和身体上 让自身的战力更上一层楼 作战风格成文老练对死神的信仰极为纯粹 战力品暴率 20颗史诗集物之星 暴率 100% 1000颗元金 暴率 100% 一本史诗下级可成长英雄计死神附身 暴率 8% 一本史诗下级可成长英雄计死亡十字斩 暴率 8% 一剑史诗下级装备黑心双斩刀 暴率 12% 一剑史诗下级装备黑心铠甲 暴率 10% 一剑史诗下级技能书死斗战计 8% 一本史诗下级技能书死亡替身 暴率 8% 一剑狂信徒级星红结晶 暴率 3% 一本史诗下级英雄传承秘点 暴率 0 001% 5颗黑铁级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暴率 0% 周周眼睛一亮 这家伙的战力品列表中居然有狂信徒级别的星红结晶 那将它击杀后 岂不是又可以得到一颗圣灵级信仰神经吗 明飞王国是一个信仰死神的宗教王国 也许在这个王国里会有很多信仰纯粹的狗头人 说不定 我可以从他们身上获得不少圣灵级信仰神经 周周心里有了个猜测 另外 他的史诗下级 英雄传承秘点 也会在提取后变成一本传说下级的英雄传承秘点 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诱惑 想到这里 周周顿时觉得一定要拿下他 就在这时 一直看着他的萨科默说话了 人族领主 你这是要做什么 他心灵传音道 装什么装 你们想干什么 只要不是傻子都能看得出来 周周懒得和他虚伪 直接撕破脸皮说道 你应该是想要攻占这里吧 好 我们不会阻拦你 其实我们明废王国无意与你为敌 这次来到这里 也只是因为我们与塔汉王国有多年仇怨而已 既然你也想解决 那就交给你好了 我们走了 说吧 他右手一挥 就看到一座巨大黑色非洲出现 上面最明显的 是一座高达千米的死神塔纳托斯的黑色狗头人雕像 两百万明废军团的士兵们 立刻化为一道道士兵洪流 向这座黑色非洲上赶去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是我们为无物吗 周周冷声传音道 下一秒 他挥下九百万士兵 就立刻向他们这两百万狗头人士兵冲杀了过去 萨克莫看到这一幕后 轻轻一叹息 随后神色变得严肃起来 是我向缅下献出信仰的时候了 他飞到所有明废王国的士兵前 然后盘坐在虚空中 紧接着 就看到他闭上眼睛 然后以狗头人语开始祷告 祷告内容则是死亡圣典的内容 这是死神教会的圣经 是所有死神信徒都必须掌握的宗教至高经典 随着他祷告声慢慢扩大 他的身躯和面容也以飞快的速度 开始变得衰老起来 等他的祷告声已经扩大到 让整个战场都听到时 他的身躯已经变得老朽至极 看上去就像一个风竹残年的老狗头人一样 哄 一股恐怖至极的威压 骤然降临在战场上 随后一个万米高的庞大黑色身影 逐渐从萨克莫的身后浮现出来 所有处于战场上的生灵 当看到这黑色身影时 都仿佛都看到了自己生命终结石的样子 无数生灵脑海中忽然产生一种迷雾 死神 降临了 恐怖的神灵威压之下 狗哪怕名费军团的两百万狗头人士兵 在萨克莫的友谊庇护下 并没有承受太多的压力 他们的身体也进阶颤抖起来 就连跑向黑色非洲的速度都不由慢了很多 而在萨克莫面前 被有意针对的九百万士兵 则承受了死神的全部神之威压 然而 让萨克莫难以置信的是 面对寻常种族难以抵抗的神之威压 他面前的九百万士兵 居然好似没受到什么影响一样 看上去没有多大感觉 这人族领主 果然不好对付 萨克莫脸色凝重 狗不用想 这肯定是这人族领主的特殊手段做到的 九百万士兵一方 周周神色凝重地看着 这高达万米的死神 随后似乎看出了什么 皱紧的眉头微微松动 不是真正的死神 应该只是神力投影 狗他微微松了口气 他脑海中有龙族秘星传承 所以很轻易就看出这手段的底细 这应该就是对方的英雄计死神降临了 强 但强得并不夸张 他看了眼自己的士兵 嗯 狗自己领地内的士兵和其他职业者 都是屠龙者 天生免疫高等血脉威压 神灵本质上 也可以看作一种高等血脉 而且是极高等的血脉 所以 死神的神力投影威压 周周并不担心自己的领名 都是屠龙者的事情会暴露 毕竟诸天万劫之中 有不少手段 都可以免疫高等血脉神灵的威压 屠龙意志的独特之处在于 他不光可以免疫高等血脉的威压 还可以在免疫的同时 将自己的实力 提升最高两个大层次青铜变黄金 狗黄金变钻石 这才是屠龙意志最变态的地方 而只要他的士兵们 不同时显露出 这种实力大幅度提升的能力 别的人几乎很难猜到 一个透明并散发着淡淡白光的狗头人灵魂 从他头部飞出 然后融入进了他背后的死神投影里 死神投影在融入了萨克莫的灵魂后 无论是实力还是威压都骤然暴涨 达到了传说级别的实力 同时他的形态也飞快转化成萨克莫的样子 下一秒 狗就看到他睁开血红色的双眼 从背后抽出两柄黑色长刀 然后向周周的九百万大军杀过来 看到这一幕 不需要周周下令 许安和郭乔已经第一时间站了出来 然后气息飞向死神降临状态下的萨克莫 许安在飞过去的过程中 就已经变成了万米高的叶罗查真身 在三头六臂状态下 他手持六柄歇影剑 看上去如同来自地狱中的血神 而郭乔此时也穿着那身血红色铠甲 手持血色双斧 一身气势赫然已经恢复到巅峰时期 狗他已经在来的路上 在那实名传说下级医师的联合治疗下 彻底抑制好了自己的伤势 如今的郭乔 一身实力不但从钻石下级 恢复到了全胜状态下的史诗下级 甚至因为吸收了他所杀戮的神的神血 在浴血而搁的帮助下 实力再次得到突破 直接晋升到史诗上级层次 想到这里 周周就更加庆幸自己今天 从太庙中得到的这传说级祖先增益了 要不是这传说级祖先增益 提供的十名临时的传说下级医师 他想要找到能够医治郭乔伤势的医师 不知道得找到什么时候 所有人一起攻击 狗 死活不论 周周回过神来 下令道 是 九百万士兵齐声怒吼 随后立刻发出各式各样的远程攻击 攻向身形巨大的萨科莫 战场上 当死神降临状态下的萨科莫 看到许安和郭乔 以及他们身后恐怖的集体攻击后 脸色顿时凝重起来 苟不过并没有太过畏惧 他心念一动 只见一层黑色皮膜出现在他的体表 让他看起来就像是穿着一身紧身轻甲一般 而当那九百万士兵 落入到他的身上的黑色皮膜上后 这些攻击就好像落入水中一样 纷纷消失不见 这时他在死神降临状态下 掌握的三种违法 则剂之一 神力铠甲 虽然比不上真正的法则剂那样强大 但无视史诗级以下层次的普通攻击 还是没问题的 就在这时 狗国桥已经冲到了他的身前 屠龙 他一声怒吼 手持双斧向萨科莫狠狠劈下 那双斧之上 竟然隐隐有雷霆煽动 并在空气中 形成一道三千多米长的 虚幻血色斧刃轰隆 仿佛神雷劈下 萨科莫提表的黑色皮膜 居然直接被这虚幻血色斧刃 劈开一个大口子 潺潺黑血从伤口处奔涌而出 随后还没来得及 滴落在地面上 就诡异地消失在空气中 狗萨科莫心里一惊 这家伙是什么人 正常来说只有法则剂 才能对付法则剂 哪怕他的法则剂 只是临时借来的违法则剂 但也不应该这么脆软 为什么这家伙 只用了一个英雄剂 就把他以违法则剂 形成的神力铠甲给劈开了 他双刀劈开疯狂劈砍的 郭桥到七八百米外 然后连忙后退 低头看向自己的伤口 只见他胸口上的伤口 正在以缓慢的速度开始恢复 狗根本没有像他想象那样 以极快的速度恢复 这英雄剂 居然这么克制他的违法则剂 萨科莫脸色凝重地 看向郭桥 这家伙的英雄剂 但是郭桥能够发出 数千米长的斧刃 因此倒是能和萨科莫 正面打一打 狗正打着的时候 萨科莫也在观察周围 结果让他心中凝重的是 他根本没看到 之前和郭桥 一起冲过来的许安在哪 这让他的心中 笼罩上了一层阴霾 既然你不出来 那我就先解决眼前这人 他眼中忧冷之色 一闪而过 随后他一刀劈开郭桥 随后双刀核石 英雄剂死亡十字斩 狗这本来只是一个 普通的史诗级英雄剂 但是在死神降临的状态下 他也染上了一丝 死神神力的气息 拥有了微弱的 死亡法则的力量 死 一声怒吼 一刀散发着 浓郁死亡气息的 黑色十字 从他的双刀中爆射而出 静止攻向郭桥 郭桥也感受到了 这一招的不好惹 准备进行躲避 然而就在这时 狗就看到萨科莫 忽然用那双血红色眼睛 深深看了郭桥一眼 为法则计 死之恐惧 在这一刻 郭桥只感觉 天地之间 只剩下这一双眼睛 那一双眼睛中 似乎蕴藏着一切生灵 对于死亡概念的终极恐惧 郭桥身体一僵 随后在萨科莫 有些瞠目结舌的目光中 他的眼中 居然爆发出了 极为狂热的神色 天赋 荣耀之死 英雄计 诸神黄昏 前者 可以让他在死亡中 越死越强 后者 则可以无视任何生灵 甚至哪怕是神灵 给他附加上的 心灵负面buff 比如眼前 来自死亡概念的 终极恐惧 对于郭桥来说 在与高贵血脉 生灵的战斗中死亡 是他最向往的死亡方式 大多数生灵 也许会对这样的死亡 感到恐惧 而他 却认为 这是他最好的归宿 他自然不会被 这样的死亡所吓到 郭桥神色狂热的大笑 随后无视 心脏位置出的十字血痕 仿佛感受不到 他的心脏 已经停止跳动一样 手持力斧 向萨克默狠狠 批去英雄技 屠龙伏法 这里的龙 不是单单指纯血龙族 而是指 一切拥有高贵血脉的生灵 这是 专门针对高贵血脉 生灵的英雄技 也是一个相当精深的战斗技艺 面对这一英雄技 萨克默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他手持双刀 与其全力战斗 结果却被其精湛的 战斗技艺所压制 处于明显的下风 萨克默身上的伤口 越来越多 这让他脸色难看至极 他拼尽全力 将其劈退到千米之外 然而下一秒 被劈飞的郭桥 直接将手中的血斧 抛飞过来 这柄斜斧 就像闪电一样 眨眼间就划过他的右臂 将他的右臂 以及一把黑心战刀斩落 这一击 即使是萨克默 也不由惨痛地叫了起来 因为他此时是灵魂附体 这一击断的 不是他的肉身 而是他的灵魂 后者之痛 胜过前者百千倍 而就在这时 一股极为惊人的死亡危机 忽然降临在他的心灵中 然后 他发现 天突然黑了 或者说 他发现自己所处的世界 变黑了 就像是被一层黑色 木布龙罩住一样 在这个被黑暗的世界中 萨克默发现自己的感知力 被极大的限制住 就在这时 一道血影 极为突兀地出现在他面前 正是夜罗沙剑神 许安 他一箭轻轻斩去 就斩落了萨克默的左臂 萨克默见此来不及多想 连忙控制着 两柄黑心战刀飞回来 然后劈向面前的许安 下一秒 就看到被劈中的许安 居然化为一道血影 消失不见了 另一个许安 出现在萨克默的身后 一箭斩掉了萨克默的右腿 萨克默在控制着 黑心战刀飞过去后 发现这个许安 也是个血色虚影 一个个许安的血影出现 在斩下萨克默的一部分身体后 又迅速消失 就这样重复到第九次之后 许安的第九剑 斩下了萨克默的脑袋 萨克默在临死之前 脸上浮现出解脱的笑容 不愧是死神的信徒 许安看到他脸上的笑容后 淡淡道 下一秒 他不知的深黑夜幕消失 然后他就看到了 一脸不甘的果桥 你抢了我的敌人 这并不荣耀 他愤愤道 他此时的伤势 已经在残余神血的帮助下恢复了 甚至连那停止跳动的心脏 都再次恢复健康跳动起来 许安没说话 在此刻的眼中 可没有什么公平荣耀的想法 以最快速度来解决目标 才是他们信奉的刺客要义 不过 这家伙真的很强 比他要强 要不是他先手 将对方身上的那层黑色皮膜斩破 让对方的身体防御出现了破绽 他不可能凭借歇引杀 那么轻松地解决对方 甚至说不定 连破防都很难做到 因为那是违法则剂形成的身体防御 而他并没有同样的违法则剂 或者法则剂来与之对抗 甚至就连像屠龙斧法那样的 专门对付高贵血脉的英雄技都没有 只有正常的攻击技能 领主大人麾下的强者 简直层出不穷 许安有些唏嘘 昨日他还是交阳领的最强者 今天这个头衔就换人了 压力还真有点大 他没有多说 直接带着萨科默的尸体 前往领主大人的位置 至于那两百万名费军团的士兵 这时候已经撤走了 萨科默还真没白死 另一边 周周看着面前的击杀提示 您的领名屠夫郭乔 叶罗沙剑神许安 击杀了史诗下级死亡灵士萨科默 获得晋升能量加4亿 战利品凝聚完成 战争主神的祝福 您的领名屠夫郭乔 叶罗沙剑神许安 获得额外81点晋升能量 您的领名屠夫郭乔 叶罗沙剑神许安的英雄传记更新了 周周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两个下属果然没让他失望 史诗下级的萨科默 使用死神降临之后 实力已经达到了传说级别 郭乔两人联手干掉了 强是真的强啊 不愧是他的传说度人才和神话夺人才 很快 许安就带着萨科默的尸体来到周周面前 郭乔紧随其后 是属下能力不足 没能留下那200万名费军团士兵 许安低头道 郭乔也反应过来 连忙低下了头 无妨 你们二人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 周周笑道 对于逃走的200万名费军团士兵 他是真没在意 相反 要是灭了200万名费军团士兵 而逃了萨科默 他反而可能会不甘心 两人闻言 心里都松了口气 周周收起萨科默的尸体 准备一会儿再提取战利品 随后他飞到了士兵们的最前方 看着这深蓝色神龙护罩 汉海神龙罩 倒真是一个不错的王都保护设施 周周难难道 随后他看向那位于王都中央 神色阴沉地 看着他的塔汉王国国王 塔汉 从我们来了之后 你就一直在那看着我们 看够了吗 周周淡淡道 声音传遍方圆百里的范围 他感知力惊人 刚来的时候 就感受到了王都内传来的灼灼目光 一眼看去 见到怪物信息后 就知道了 这家伙正是塔汉王国的国王 塔汉国王自然听到了 不过他什么都没说 只是目光阴冷地看着他 周周见词也没说什么 他的目光再次落在这汉海神龙罩上 心里忽然一动 他右手一翻 一副钻石上级的弓 出现在他手上 随后他拉起这把弓 体内混沌员能汹涌而出 在弓上形成一支混沌色箭矢 蹦 弓如霹雳咸精 这混沌色箭矢 化为一道混沌色流光 眨眼间就落在了汉海神龙罩上 吃呀 箭矢插在了护罩上 深深镶嵌在上面 随后 一道道裂缝 以他落点为中心 向四面八方 飞速扩散而去 轰隆隆 在所有人和怪物 瞠目结舌的目光中 那二百万名费军团士兵 努力攻打许久 都攻打不破的汉海神龙罩 居然轰然破碎了 周围的人和士兵都安静下来 每个人的脸上 都有着不敢置信的神色 谈周周则脸上浮现笑容 没想到 仅仅一箭就触发了击碎法则 然后有点疾面 直接打破了汉海神龙罩 我还以为 怎么也得要射十几箭呢 他有些欣喜地想到 这击碎法则不愧是法则 效果果果然非同一般 一国国度的保护设施 竟然阻挡不了他分喉 谈百分之十触发概率的击碎法 则都这么强了 也不知道 触发率只有百分之一的击死法则 表现的效果如何 周周想到这里 又有种想要射箭的冲动 他的目光扫视王都中的迷雾怪物 最终落在塔汉国王的身上 你可愿意投降 如果你愿意带着你的领名向我投降 我可以饶你麾下的怪物领名一命 让他们加入我交养领 成为我麾下的领名 周周想了一会儿 开口说道 谈塔汉国王 周围的怪物臣子 以及其他听到周周的话的怪物领名 文言都愣住了 你要我们迷雾怪物当你的领名 塔汉国王 由此不敢相信地问了一嘴 周周点了点头 你没看到我身后的怪物士兵们吗 他指了指自己身后的怪物士兵们 塔汉国王等怪物们不说话了 谈他们确实看到了 而且让他们感觉夸张的是 这人族领主 作为至高意志 召唤到至高大陆上的万族领主 麾下的怪物士兵 居然比普通圣灵的士兵还要多 不知道的 还以为眼前这人族领主 是新红领主假扮的呢 塔汉国王沉默两久后 最终眼神坚定下来 我们对新红之主的信仰 是极度纯粹的 你不要妄想 我们会向你投降这种事了 他神色严肃道 坦周围的怪物臣子 也一副同仇敌忆的神情 周周文言心中嗤笑一声 要是你们心中真这么忠诚 为什么你们战力品中的新红结晶 大多都是潜性 真性级别的新红结晶吗 潜性 黄性级别的新红结晶都少得可怜 更不用说圣灵级别的新红结晶了 我们之间的差距 你们应该已经看到了 负于顽抗是没有用的 不投降的话 等待你们的只有死路一条 你们的国王是必死的 不过你们这些新红怪物臣子 我可以给你们一些机会谈 一会儿开战后 只要你们放下武器 将自己绑起来投降 接下来开战之后 我的士兵就不会杀你们 而且以后 你们到了我的领地 成为了我的领民 其他领民也不会用异样的眼神看待你们 你们能享受的权力和义务 和其他领民是一样的 另外 周周抬起手指着塔汉国王 谁若是能杀了塔汉国王 我必有重伤 本领主说到做到 他肯定道 其实 谈要不是看现在快要夜晚了 他才懒得说这种劝降的话 直接让士兵们上去一波了 另一边 周周的话一出 塔汉国王的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 其他新红臣子的眼神 也变得闪烁不定起来 不用怕 谈 马上就要黑天了 等天黑之后 这人族领主 看不住新红迷雾的侵蚀 肯定会退去的 塔汉国王连忙安慰众臣道 众臣子表面上回应 心里则在嘀咕 是 晚上这人族领主就会退去了 可明天呢 谈以后呢 这天又不是会一直黑下去 他们没有把这话说出来 心里却已经有了些别的心思 天空中 周周看到对方没有要投降的意思后 没有犹豫 直接向身后的士兵挥了挥手 进攻 除投降者外 不需要留活口 坦塌道 是 XN900万士兵 幕后应道 随后在将领们的带领下 向王兜冲了过去 此时的王兜 本来就没有多少士兵 加起来还不到十万 因为其他士兵们 都已经派到左卫城 和巨吼军团战斗去了 现在 他们都被周周收拾掉了 坦所以 眼下的塔汉王国王都 在没了汉海 神龙罩后 几乎就等于一个 不设防的城市一样 随着士兵们的进攻 战场局势 几乎是一边倒的 倒向周周这里 而在这期间 周周也尝试去触发 几死法则 结果他射了将近两百多箭 才触发了一次 那头雄生狗头的迷雾怪物 在触发了几死法则后 整个人直接没了气息 倒在了地面上 甚至连灵魂都消失不见了 这让周周不禁感叹 坦豪可怕的几死法则 片刻后 王都被周周的士兵们攻占 塔汉国王和他的所有重要臣子 全部被交阳领 一方的强者所俘虏 天血殿 周周神色随意地坐在 这一往塔汉国王和臣子们 讨论国政的地方 坦下方则是被羁押的 塔汉王国的重要臣子们 而在他们的最前面 则是一具尸体 正是塔汉国王的尸体 这位统治塔汉王国近百年的国王 终究还是逃不过 被下属被刺的下场 周周目光落在一个肤色紫红 身体纤细 头顶有两个尖尖触角 穿着一身紫色大臣服饰的 迷雾怪物身上 就是他 在塔汉国王没有注意的时候 从他的背后一匕首 刺入了后心处 了结了塔汉国王的生命坛 随后他立刻自负 表现出一副乖乖投降的姿态 这才活到现在 你叫什么名字 植物是什么 周周饶有兴趣问道 禀告领主大人 小名叫塞希尔 以前是负责塔汉日常起居的 二品义务官 塞希尔连忙谄媚道 谈 你刺杀了塔汉国王 做得不错 本领主不会食言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本领主的领名了 等本领主正式掌握了 塔汉王国全境 你就可从众多领地中 自行选择一处黄金级 和黄金级以下层次的领地 作为你的领地 成为领地之主 日后只要不违背 我们交洋领的大小律法 做好领地成主该做的事 你的领地成主之位 就会一直做下去 周周道 多谢陛下赏赐 谈 臣 届时必定承担好成主的职责 不会让陛下失望 塞希尔在听到周周的话后 眼神顿时变得忠诚且激动起来 立刻跪在地上 兴奋而恭敬道 周周点了点头 随后目光落在这些 塔汉王国的臣子身上 这些人加起来 共有五十多头迷雾怪物 他一一打量着他们 同时也在查看他们的属性信息 而面对着人族领主的目光 众星红臣子身体微微颤抖 面色十分惶恐 生怕自己有什么举动 惹得这位人族领主不满 不过也有怪物臣子 在惶恐的同时 心里也有些期待渴望 塞希尔的例子 证明了这位人族领主 是真的不计较他们怪物的身份 他们也许真的不会有事 甚至还可能会被这位人族领主重用 也说不定 片刻后 周周收回目光 心中有些欣喜 这些迷雾怪物臣子 能在这里当上塔汉国王的下属 能力果然都不一般 他刚刚看了他们的属性信息 发现他们的职业等级 就没有低于超凡级的 最低都是超凡下级 最高甚至有一位史诗中级的铁匠 他在塔汉王国的 官职是一品练兵官 专门负责炼制史诗级 和超凡级的武器和装备 而他们的潜力也相当不错 大多数都是超凡 史诗潜力 甚至 周周还发现 三名传说级别潜力的 怪物武将 这都是塔汉王国 近百年来积累的怪财啊 现在 都归他了 想要得到大量的 高等级职业者 来满足升级领地的需求 还是攻占王国级领主 势力最快 周周想到 你们都是已经主动投降的人 那应该是愿意 当我麾下的领名了吧 他目光落在这些 怪物臣子身上 淡淡问道 是 这是当然 我们非常愿意 当领主大人的臣子 听到周周的话后 这些怪物臣子们 连忙回应道 那以后 就在我的领地好好干吧 只要你们能在我这里 好好做事 从而将功补过 你们以前在这里 为塔汉国王效力 甚至研究对付过我们的事情 我就可以当 他们没发生过 如果做得好了 我也不会亏待你们的 周周淡淡道 多谢领主大人 众怪物臣子们 不禁狂喜 随后感激道 周周神色平静地 看着这一幕 若不是他有 国泰民安这项领主天赋 他恐怕会像 其他正常的万族领主一样 将眼前这些迷雾怪物 赶尽杀绝 毕竟 迷雾怪物和万族生灵 是天生的死敌 哪有迷雾怪物 是真心愿意投诚于 万族领主的 就像迷雾怪物 也很少收万族生灵 做俘虏一样 他没有多想 目光落在面前 这具塔汉国王的尸体上 怪物信息出现 物品名称 塔汉的尸体 王国级新红领主 物品等级 超凡上级 物品效果 里面蕴藏着 尚未提取的战利品 信任的嗅觉和决断力 为塔汉王国的发展 做了很多重大决策 但也因为过于 相信自己的嗅觉 也为塔汉王国 带来了很多损失 但总体来说 算得上一代英主 在被交阳领主 邪大军攻破王都后 被信任的义务官 刺杀而死 战利品暴率 100颗超凡集物之星 暴率 100% 500颗元金 暴率 100% 一套特殊套装 黑龙之威严 暴率 15% 一件特殊装备 王之宝石 暴率 10% 一本特殊级技能书 王术 暴率 10% 一个史诗下级 汉海神龙罩 暴率 8% 一颗前信级 新红结晶 暴率 3% 一颗超凡集 新红领主天赋球 暴率 0% 6颗超凡集 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暴率 0% 周周走过去 把手放在尸体上 然后开始提取 领主天赋提示 您的战利品 受到战利品之王 完美战利品的强化 战利品品质加一 称号提示 您的战利品 受到最强领主称号影响 战利品数量 正150% 领主天赋提示 您获得了完美战利品 250颗物之星 史诗集 1500颗元金 三件地龙黄袍 特殊集 三颗地质宝石 特殊集 三本 帝王星术 技能书 特殊集 一个传说下集 日月同天照 一颗新红结晶 狂信集 一颗新红领主天赋球 史诗集 15颗领主天赋 结晶碎片 史诗集 他心面一动 就将这些 还没暴露在地上的战利品 收进了自己的空间戒指里 看着空间戒指里的战利品 哪怕以周周素来沉稳的心态 脸上也不由出现喜色 最强领主和万族最强领主 加起来 让战利品数量 正150%的效果太强了 直接让原本的6颗 超凡级领主天赋 结晶碎片 变成15颗 史诗集领主天赋 结晶碎片 这么多领主天赋 结晶碎片 都可以合成一个史诗集领主天赋球 来让他觉醒一个新的史诗集领主天赋 或者让一个超凡级领主天赋 晶升到史诗集了 更不用说 塔汉本身提供的那个史诗集领主天赋了 爽 他重新坐在王座上 无视下方还在等他说话的怪物臣子们 检查这些战利品 其中 物之星和元晶 自然不用多说 他看向那三身通体金色 表面上游走着一尊 威严无比的黄金龙的服饰 那黄金龙活灵活现 看起来就跟真的一样 文字提示出现 套装名称 地龙黄袍 套装品阶 特殊级 套装效果一 地龙威严 穿上地龙黄袍的生灵 一举一动之间 都会散发出无形的地皇威严 让无数生灵为之敬畏 同时能够无视任何生灵 施加在自身上的威压类能力 并可主动进行威压反击 套装特性二 地龙气质 身穿地龙黄袍的生灵 容易获得其他生灵的主动效忠 并逐渐提升周围人的忠诚度 套装特性三 地龙护体 当身穿地龙黄袍的生灵 收到袭击时 附着在地龙黄袍上的地龙之魂 将会自动防御该攻击 并可以主动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反击 防御和反击强度上限为传说下级 套装特性三 地龙变 身穿地龙黄袍的生灵 可以将自身服饰 身体和面貌 进行任意形态的表面变化 同时也可以遮掩自己的属性信息 真神以下层次的生灵 无法看穿地龙黄袍的变化 简介 地龙 传说中自地龙气韵中诞生的传气龙族 传说每位穿上地龙黄袍的生灵 未来都将成为举世瞩目的地王 好套装 周周眼睛一亮 这套装一看名字和效果 就知道是给领主穿的 正好 他以前穿的寿风支点仪 早就跟不上他的脚步了 现在正好换上他 而且 这地龙黄袍 足足有三件 他还可以来回换着穿 周周直接拿出来一件 穿在了自己的身上 下一秒 他的眼前 就出现了一大堆忠诚度提升的提示 而这些提升忠诚度的人和怪物 正是眼下在这座大殿中 看着他的人和怪物 极品套装啊 周周感慨 周周看向第二件特殊战利品 那是三颗散发着金色光芒的十二面宝石 宝物名称 抵制宝石 宝物品级特殊级 宝物效果 可以用于交易 从而获得大量物质星 也可以用于收藏 或者在打造装备时镶嵌在装备上 增加装备的美观度 宝物简介 宝石中的帝王 是神级宝石之下最珍贵的宝石 常常被生灵用于收藏或者装饰 如果将其进行出售 将会获得大量物质星 交易 收藏 装饰 合着就是的单纯的收藏品 周周摇了摇头 他对这种东西不是很感兴趣 回头交给神秘商队 看看能不能卖掉吧 随后他看向下一件战利品 帝王星术 技能名称 帝王星术 技能品质 特殊级 技能描述 使用后 使用者在以后处理领地事物的过程中 将会逐渐理解和掌握帝王之道 并逐渐成为一个合格 杰出甚至千古传颂的帝王 主 该技能只能由领主进行学习 居然还有这类技能书 周周惊了 他看似没什么主动的效果 但是 如果真能够如他所描述的那样 让他在处理领地事物的过程中 逐渐掌握帝王之道的话 那他确实是周周目前最需要的技能 毕竟 周周成为领主的时间还是太短太短 很多领主应该明白掌握的事情 他都不甚了解 这也是他为什么将大部分领地事物 都交给正元旗处理的原因 无他 他有些领地问题 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只有像正元旗这样 当了极光王国多年首相的人 才能如必实旨地处理这些领地事物 但是 这种处理方式只能解决一时 不能解决一时 作为一个有志于登顶之高领主的人 周周早晚要接触 了解和掌握处理领地事物的方法的 特别是他即将创建蓝星人族第一王国 成为一国国主 这方面的能力 他就更需要提升了 而不能只依靠正元旗来代劳 否则 时间久了 他的臣子和领民们可能就会怀疑一件事情 到底是正元旗是交阳领的领主 还是他才是领主 周周不可能让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他必须了解和掌握处理领地事物的方法 所以说 这帝王心术确实是他目前最紧缺的技能 想到这里 周周没有犹豫 直接拿出一本进行学习 很快 这本帝王心术技能书就化为无数金色光点 涌入了他的眉心中 这一瞬间 周周只感觉无数帝王处理政事 军事 名声 超凡者 怪物 神灵等国家大师的技艺 纷至他来的涌进他的脑海里 因为技艺太过庞大 最后 只有一小部分技艺彻底被周周所掌握 剩下的帝王技艺 全部隐藏在他的技艺最深处 等待着他以后来逐渐挖掘 使用和掌握 周周睁开眼睛 众臣子们看到此事的周周不知道为什么 浑身都绷紧起来 一点忤逆的想法都不敢产生 仿佛在面对一个积累了万年帝王之威的大帝一样 如果说 之前的周周在这二十天以来的领主生涯中 身上积累了一点点上位者的威严和气势 那么现在 周周在众人眼中 就好像变成了九居上位 掌声杀大权的大人物一般 甚至比那还要恐怖 领主大人这是怎么了 怎么感觉忽然间变了一个人一样 简直就像 从一个初出世间的懵懂年轻人 突然间变成了位高权重的大人物一样 跟最周周最近的白云 有些静怡不定地看着周周的样子 一旁的五星则眼神发亮地看着周周 不可思议 这股气势和眼神 简直比李渊前还要强很多呗 领主大人 好像突然成长了很多啊 他眼神非常欣慰 能有一个这样领主大人做自己的主上 对他们这些下属来说 自然是天大的好事 王座上 周周也在细细品味自己此时的感觉 和刚刚消化完的帝王记忆 虽然不是什么强力的攻击技能 或者辅助技能 最多只能算是一个被动技能 但这帝王星术 对我来说 作用简直太大了 他果然是我现阶段最需要的技能 周周心中十分欣喜 从今以后 他再也不怕处理领地事物这件事了 相反 掌握了如此多帝王记忆的他 此时甚至还有些跃跃欲试 不着急 王国即将建立 到时候 有的是让我一展能力的地方 周周心中暗想到 另外 处理政务 不单单是他想试一试自己的能力 在他记忆深处中 隐藏的更全面耗秒的帝王记忆 也需要他通过处理领地事物来一一唤醒 如果说 他现在只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帝王 那么如果他想成长为优秀 杰出 甚至千古一帝 万古一帝的程度 就需要通过处理日常领的事物 来掌握潜意识中隐藏的帝王记忆才行 等他彻底掌握那些帝王记忆后 成为和万古一帝同样水平的存在 也将不是奢望 两久后 他平复了自己得到帝王星术的心情 然后看向下一个战利品 那是一个拳头大小的圆形光照 这光照犹如太极一般 分为一黑一白两种颜色光芒 黑色光芒代表着黑夜 表面上有一个按照运行规律 缓缓移动的太阴星 白色光芒代表着白昼 表面上有一个同样按照运行规律 缓缓移动的太阳星 正是汉海神龙照的品质 加仪战利品 日月同天照 宝物名称 日月同天照 宝物品级 传说下集 宝物效果 日月循环 开启后 能够吸收外界的光明元素能量 和黑暗元素能量 作为日月同天照的能源储备 用于日常维持所用 无需额外进行外部能量补给 宝物效果 日月天佑 开启后 能够抵御外界的攻击能量 最高可完全防御传说下集的攻击 防御能力上限 等同于掌控者实力进阶加一 宝物效果 日月之星 在日月同天照方圆1000公里的范围内 空气中的能量密度提升1000% 宝物效果 日月轮转 宝物掌控者 可以通过消耗光暗能量储备 来调整日月同天照的日月昼夜变化 从而增幅几方实力 只限于传说下集 和传说下集以下层次的勇军 日昼十分 增幅日月同天照内 几方额外30%实力 月夜十分 增幅日月同天照内 几方额外30%伤害减免 日月同天 增幅日月同天照内 几方额外30%实力增幅 和30%额外伤害减免 数 开启日月同天后 将会大幅度消耗日月同天照的能量储备 宝物简鉴 日月道人效仿某件古老阵法 所创造的特殊军阵宝物 失败后将其交易 后来被塔汉亡国的国王所得 并被视为护国至宝 未认着 军阵类宝物 周周难难自语 他倒是听五星说过这类宝物 这类军阵类宝物 不需要使用者对军阵有什么了解 只要体内的能量能够驱动宝物 就可以直接将宝物内克路的军阵施展出来 对于不愿意学习军阵 但又需要军阵作战的将军来说 算是一种捷径 这要是在作战的时候 直接把日月同天照放在战场上 然后再开启日月同天 就可以直接增强 几方士兵三成的实力 周周很满意这宝物的效果 最关键的是 这玩意儿是可以和最强领主称号的 100%额外实力增幅 和50%额外伤害减免 叠加的 也就是说 有了最强领主称号 和日月同天的加持 他的士兵在战场上 几乎可以立刻增幅 130%额外实力增幅 和80%额外伤害减免 士兵战斗力和保命能力 都将大大增强 随后他看到后面的 未认主字样后 没有犹豫 直接选择认主 认主后 周周就将其收了起来 至于最后的史诗级 新红领主天赋球 回去再看也不晚 现在 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你知道王国令在哪吗 周周问向安塞尔道 属下知道 王国令在塔汉王国的王坠中 那里 是整个塔汉王国王 都防守最严密的地方 除了有历代塔汉 王国国王的雕像外 还有王国金碑 王国令就在王国金碑中 安塞尔恭敬道 带我去 许安 郭乔 你们也跟我一起去 至于其他人 打扫整个王宫 收集并整理这里的战利品 周周道 是 陛下 是 领主大人 嗯 安塞尔神色一喜 立刻道 许安和郭乔 也神色恭敬地点头 随后 安塞尔就带着周周 许安和郭乔 王辞 周周看着面前 这一座坐或争鸣 或威武 或邪义 或冰冷的塔汉国王的雕像 他神色平静地走过去 对这些雕像 连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 很快 他们就来到了王国金碑的面前 这是一座足足十米多高的 金色石碑 看上去 似乎隐隐散发着 神秘莫测的威严 周周看着这块金碑 神色中有着兴奋和期待 他看了眼他的耐久 好家伙 足足一百亿 他的白金 终极领地石碑的耐久 也才两千万而已 足足五十倍的差距 不愧是王国金碑 许安 郭乔 打碎他 周周深吸口气 随后沉声道 幸好带着许安和郭乔 这两位史诗级强者在身边了 不然还得回去一趟 找人过来 打碎金碑 是 领主大人 二 二人没有犹豫 直接开始施展各式手段 攻击这块王国金碑 在两名史诗级强者的联合攻击下 这块王国金碑的耐久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下降 片刻后 伴随着轰隆一声巨响 这座十米多高的王国金碑 轰然倒塌 三块令牌 悬浮在金碑原本的位置上 其中两块 一块是塔汉王国王都的超凡级区域令 另一块 则是塔汉王国的超凡上级领地令 至于最后一块令牌 通体金色 正是塔汉王国建国实用的超凡上级王国令 周周走过去 先收了领地令和区域令 然后看着这一块王国令 最后把手放了上去 文字提示出现 是否收取王国令 是 周周到 话音刚落 悬浮的王国令 就像失去了力量一样 落在了他的手上 随后 一行行金色文字提示 忽然出现在周周面前 也出现在几十亿蓝星领主面前 蓝星全评到领主公告 恭喜郊阳领主 成为首位攻破王国级领主势力的领主 奖励至高宝香加一 传说度加五 蓝星全评到领主公告 恭喜郊阳领主 蓝星全评到领主公告 恭喜郊阳领主 周周眉头一条 只是蓝星全评到领主公告吗 可惜了 他还以为这种事情 会再一次触发万族领主全评到公告吗 看来自己多想了 也是 其实 攻破一个王国级领主势力 只要实力足够就能做到 比如元初领族的真领主 混沌神族的太义领主 和木神族的竹天领主 还有其他实力强横的领主 他们如果拿出权力的话 其实说不定也能够攻破一个王国 只是可能会损失比较惨重而已 不像他这样 说是轻松碾压都不为过 如果这样 就可以登上万族领主全评到公告的话 那这公告也太随便了点 要知道 他可是在一个领主活动中 得到第一名 才有信登上公告一次的 这种级别的等球 肯定不可能和攻破一个王国级领主势力化等号 不过 攻破一个王国 没办法登上万族领主全评到公告 那建立一个王国呢 建立万族领主之中的第一个王国呢 周周心中想到 越想 他心里越砰砰直跳 建立王国有三个要求 第一 拥有一块超凡上级宝物 王国令 现在他都有两块了 自然算是达到了 第二 拥有至少三十座区域领地 并且 其中至少有一座超凡级区域领地 来作为王国的王都所在之地 这个周周也达到了 毕竟光是今天他攻破的领地 就有足足48处了 至于超凡级区域领地 他和王国王都算一个 不过周周并不打算 将这里设为日后交阳王国的王都 交阳王国的王都自然得是交阳城才行 这个等今天回去后 用领地融合证明 将交阳城融合晋级为超凡级区域领地就行 他之前就兑换过一个五品级领地融合证明 只要用他将交阳城和塔汉王国王都进行融合 交阳岭自然可以顺利晋级到超凡级区域领地层次 至于塔汉王国王都 没了就没了吧 哪有建立王国重要 至于第三个条件 王国内至少有三名能够庇护王国的本族英雄存在 就更简单了 他麾下现在有的人族英雄就已经有足足六位了 早就远远超过建立王国的要求了 等今天回去后 提升完交阳城的区域领地等级 我就可以建立王国了 周周心中默默想到 他心里有些期待 这一天 终于要来了 周周想到今晚就要建立王国了 新朝澎湃了好一会儿 才渐渐平息下来 随后他不经意间瞄了一眼 这才发现在蓝星全凭到领主公告之后 还有几条不是那么明显的提示信息出现在他眼前 周周一一看过去 领主天赋提示 恭喜您 您攻占了一处王国 触发了白银级领主天赋征负者的拥戴 您获得了一名拥有超凡级英雄命运位格的英雄的效忠 祝 该名英雄正在向您的领地赶来 请注意最近的新增领名单 中烟领主职业提示 您覆灭了一处初级王国级领主势力 收集到了20%中烟法则之力进度 中烟王冠的品级提升更进了一步 当前中烟法则之力收集进度 20% 中烟领主职业提示 您覆灭了一处初级王国级领主势力 收集到了100点中烟涅槃之力进度 您可以凭借100点中烟涅槃之力 换取一次死亡后复活 并在复活后实力大增的机会 当前拥有中烟涅槃之力 100点 当前拥有复活次数 0 中烟领主职业提示 您覆灭了一处初级王国级领主势力 一位中烟卫队成员已经收到您的召唤 您可以将其召唤出来 当前拥有中烟卫队成员数量 一 可召唤 周周看着这些提示 脸上不由浮现出效益 果然 攻破王国级势力 对自己来说 是一个有很大好处的事情 一位拥有超凡级英雄 命运位格的英雄的效忠 一次复活机会 一名神国级兵种 中烟卫队成员 这些其他领主想都不敢想的机遇 自己只攻占了一个初级王国 就全都有了 不错不错 周周心里十分满意 看看我的中烟卫队成员 召唤 灰白色气息从他眉心中涌出 随后在他身前 形成一个两米多高的人组 他头戴灰白色头盔 穿着一身灰白色铠甲 背负一个灰白色长枪 腰间缠着一柄灰白色长剑 浑身散发着一股 仿佛来自中末尽头的气息 看上去神秘而严肃 见过领主大人 他跪在地上 声音平静道 起身吧 周周将他扶起来 随后看向他的个人信息 领名 江约 所属领地 郊阳城 兵种职业名称 中烟之枪 实力竞简 钻石上级 与中烟领主同步 能力概述 中烟领主专属兵种 于中末中诞生的恐怖生灵 拥有可以不断重生的躯体 并且掌握着击碎和击死两种法则 哪怕是神灵 也会畏惧他们的兵刃 技能 天赋 枪到天才 天赋 灵敏训捷 天赋 天生神力 神国及兵种天赋 中烟之力 神国及兵种天赋 击碎法则之力 神国及兵种天赋 及死法则之力 神国及兵种天赋 中烟灾体 钻石上级中烟枪法 钻石上级杀戮剑法 钻石上级尊主军阵 钻石上级物理免疫 钻石上级元素免疫 钻石上级灵魂免疫 忠诚度100 死忠之名 潜力 未知 周周点了点头 不愧是神国及兵种 和灵魂收割者马里斯一样 都具备神国及兵种天赋 可惜就是数量少了点 只有一个 要是再多些中烟卫队成员 就更好了 周周心中贪心不足地想到 随后他和江渊聊了一会儿 得知了他的更多的兵种能力细节后 就把他重新收回 自己的眉心精神空间中 这种召唤和收回方式 具有很强的安全性和隐蔽性 周周也十分满意 随后他又收取了 这三块王国金杯的令牌 然后又将这王瓷仔细检查了一遍 结果并没有发现任何其他的宝物 这地也太穷了 周周表情十分嫌弃 安塞尔 塔汉王多的宝物在哪 你知道吗 周周问向旁边的安塞尔道 宝物 那肯定是塔汉宝库啊 安塞尔文言后 毫不犹豫地说道 宝库 周周眼睛一亮 带我去 他立刻道 是 陛下 请跟我来 安塞尔立刻道 随后他便带着周周三人 前往塔汉宝库 塔汉宝库 周周看着这座充满科技感的银色宝库 皱起了眉头 机械族的东西 他想了一会儿 随后眉头松了下来 塔汉王国存在数百年 这数百年的底蕴积累下来 有什么东西都不奇怪 他走到宝库的大门前 发现他的大门右侧 有一个十分复杂的密码锁 这密码锁的密码 除了塔汉外 还有谁知道 周周问道 四壁摩罗王 塔罗也是知道的 不过他之前带兵出去打仗了 至今还没回来 至于其他的 小人知道了 安塞尔说到最后的时候 小心翼翼地看向周周 周周没有说话 四壁摩罗王 塔罗现在早就变成他手中的 英雄传承秘典了 塔汉国王也被被刺而死了 也就是说 这塔汉宝库的开启密码 已经无人可知了 他想了想 心念忽然一动 随后什么话也没说 就站在原地静静等待着 两秒钟后 一艘星夜号忽然从远处飞来 悬浮在天空中 飞船阴影笼罩住下方的 塔汉宝库和众人 领主大人 温雅来了 温雅的声音 在周周脑海中响起 你能开启这座宝库吗 周周问道 请稍等 温雅道 很快 领主大人 这座宝库的科技等级 在钻石终极层次 以属下的算力 大概需要39分钟12秒 才能算出他的开启密码 不过如果由领主大人的 机械族分身出手的话 那应该会快很多 温雅道 周周听到前言时 还有些觉得这时间有点长 不过 当他听到后面这句话的时候 他顿时一愣 你是说 我的终极领主分身 周周问道 是的 领主大人 机械副神大人拥有 终极算法领主天赋 在算力方面 已经超过属下 再加上机械副神大人的 英雄计超级计算 和英雄计真实模拟 由他来计算 开启密码的话 会简单很多 温雅道 周周文言有些惊讶 说实话 他得到这神话级 唯一领主天赋的时间 还是太短 平常总是下意识 忽略他的能力 要不是温雅提醒 他都差点忘了 终极领主周周 也可以帮忙了 他没有犹豫 直接把终极领主周周叫了出来 只见此时的终极领主周周 实力境界 赫然在大统一核心能源的帮助下 已然提升到了黄金夏季层次 他出来后 也没有多说什么 直接来到大门前 将手掌放在输入密码的位置上 随后就看到他的身体 散发出淡淡的荧光 他的那双眼瞳之中 也闪烁出了无数的银色数据光芒 十多秒后 嗡 伴随着一阵嗡鸣声 就看到之前还在紧闭的 塔和宝库大门缓缓打开 各色宝物光芒从里面骤然绽放出来 周周见此 有些惊奇地看了神色平静的 终极领主周周一眼 我最擅长的就是算力 英雄记又是与演算相关的 破解这种密码很简单 终极领主周周 神色平静道 周周点了点头 随后和他 许安 郭桥 一起走了进去 宝库内 当周周四人进来的时候 就看到这座占地面积 高达近万平米的宝库内 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宝物 各种各样的宝物应有尽有 让人眼花缭乱 而这其中最引人瞩目的 就是一座由物质星堆积而成的 十几米高的小山 周周走过去 精神力一扫而过 发现这些物质星的等级 最低都是黄金级别 最高甚至还有四颗史诗级别的物质星 超凡级别的物质星 也有五百多颗之多 周周惊奇 要知道 塔汉王国可是没有他手中的天物宝带的 所以是没办法通过融合物质星的方式 获得更高级的物质星的 也就是说 眼前这些超凡 史诗级别的物质星 都是塔汉王国建国这数百年来 一点一点地通过击杀或者交易的方式 逐渐积累起来的他们 放在这宝库内 不轻易拿出来使用 说不定是历代塔汉王国国王 想要将其作为塔汉王国最后的退路用的 现在 都归我了 周周脸上浮现出笑意 他右手一挥 直接将这些物质星 收进自己的天物宝带里 而当这些物质星 进入自己的天物宝带后 周周也知道了 这些物质星的总价值 大概有八百颗传说 集物质星的总价值 也就一般般吧 看来这塔汉王国 也不是个富裕的王国 周周心里嘀咕 他昨日卖的三千万本技能书 和五千万件装备 就足足卖了一千八百多颗传说 集物质星 远远超过眼前这堆物质星了 不过虽说如此 他自然也不会嫌弃 这些物质星 随后 他便开始在这个塔汉宝库里闲逛起来 走着走着 他随意拿起一副弓箭 这幅弓箭通体赤红色 散发着淡淡的火焰光芒 拿起来却温润暖手 手感非常不错 周周仔细打量这柄弓 很快发现在弓身上 有一尊如同火凤凰一样的虚幻身影在游业 与此同时 装备信息出现 装备名称 赤黄血玉弓 装备品阶 超凡下集 装备效果一 血黄鱼史 以自身能量沟通赤黄血玉弓 凝聚黄血之力 形成一只附带有赤黄灵火的羽毛状剑士 射向敌人 赤黄灵火 拥有不灭和灼烧两大法则特性 非同级别的灵水 不能浇灭赤黄灵火 装备效果二 赤黄祥天使 以消耗宫内赤黄真血为代价 形成一只赤黄祥天使射向敌人 赤黄祥天使 最高可击杀史是下级的敌人 这似乎是以一滴赤黄真血为核心主材 打造而成的特殊装备 拥有法则特性 说明这低赤黄真血的主人 应该是一尊神级的赤黄 周周目光独辣 只是把玩了这柄大弓一会儿 就差不多摸清了他的底细 他又看了一会儿 便把这弓和旁边的二十只血黄 于是收了起来 回头把他们交给白云用马 白云现在实力是超凡下级 而这柄弓也是超凡下级的兵器 他的领地内 没有谁能比白云更适合这件装备 随后他没有停留 继续在宝库里逛了起来 一边逛 他也在一边看宝库里的宝物 遇到适合自己 或者适合自己下属的宝物 他会直接将其收进自己的空间戒指里 以后留着自己用 或者交给下属用 而在看宝物的过程中 周周也发现 这宝库不愧是宝库 他里面保存着的各种各样的宝物 最低都是黄金级别的宝物 而且这种级别的宝物 数量是最少的白金 钻石级别的宝物则是最多的 至于超凡 史诗级别的宝物 数量虽然少 但各个都是精品 甚至 还有连周周这位战利品之王 都十分惊讶的宝物 比如 现在周周手上拿着的宝物 那是一颗散发着淡淡雷霆光芒的蓝色光球 这颗蓝色光球 悬浮在周周手上 一股令周周熟悉的威压 从他身上散发出来 让他心中不由暗惊 这种威压 难道是 周周看着他 心里忽然有了一个 让他不敢相信的猜测 而随着他的面板信息出现的时候 周周的神色 顿时变得又惊又习起来 还真是 周周南南道 宝物名称 神格碎片 威光之神 宝物品集 下位神上集 宝物效果 使用者手持神格碎片 有几率从中领悟出一个 威光法则的法则剂 宝物简介 该神格碎片 来源于光临小世界的一尊 以威光法则成神的威光之神 古尔凯斯 后来该名神灵 在来到至高大陆 追求更高神之境界时 被一名深渊邪神所击杀 他的神之碎片意外流落到塔汉王国 被第十二代塔汉王国国王所得到 并收入宝库中 作为他最珍贵的珍藏 那股威压 果然是神灵的威压 周周看着这块神格碎片 心中想到 随后他将其收了起来 现在这个时间点 不方便领悟 等回去之后再说 来不及分章节了 就两张盒在一起发出来了 除了这神格碎片外 周周还获得了他 渴望已久的元素宝石资源 其中 基础元素宝石资源 和雷元素宝石资源 他的领地内有相应的矿产 和怪物牧场产出 他倒是不缺 不过生命元素宝石 和死亡元素宝石 这两项高级元素宝石资源 他从这塔汉宝库中 得到了不少 具体有8412颗生命元素宝石 和7650颗死亡元素宝石 有了这些宝石 回去后 可以升级领地了 周周脸上浮现出笑容 之后的半个小时时间里 周周将塔汉宝库中的剩余宝物 都看了一个遍 结果发现 这诺大的宝库中 大概有三万多件宝物 这些宝物中 有周周心动的 也有周周不感兴趣的 他将所有心动的宝物 都装进自己的空间戒指之后 并没有动剩余的宝物 而是走出了塔汉宝库 在门口伸了一个懒腰 第一次感觉看宝物 还能看到索然无味 周周脸上带着笑意 心中想到 不得不说 这次宝库之行 算是给他过了一把看宝物的眼 随后他转身看着这座宝库 打量了一会儿后 忽然心中问道 中杰 温雅 这宝库 你们能收走吗 可以 这座机械族的宝库 自带体积空间压缩功能 和飞行移动功能 说它是一座小型的 移动宝库飞船 都不为过 带走它 只需要下一个指令就可以 温雅没有说话 终极领主周周 却直接说道 那就把它收走吧 这玩意儿不错 以后可以做咱们领地的宝库来用 从今以后 它就不叫塔汉宝库了 叫交洋一号宝库 等你和温雅研究出 它的制造方式后 多制造几个出来 这样以后 咱们领地的那些宝物和资源 就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存放了 周周文言立刻说道 它得益于战利品之王 获得的那些海量物资 一直存放在领地仓库之中 这领地仓库 虽然说也能装这些物资 但是安全性并不是很高 而且空间也不是很大 而眼下这机械宝库 完全可以取代领地仓库 来储存那些多余的战利品 用于领地发展 所以 周周才想着 让终极领主周周和温雅 研究出制造她的方法 来多制造几个出来 我和温雅最近的科研任务有点多 恐怕没那么多时间 终极领主周周到 她现在正在和温雅一起研究 从附身领主身上得来的那些机械科技图纸 确实十分繁忙 没事 机械仓库的事情不急 安排到最后再研究也可以 周周笑着拍了拍她的肩膀 是 领主带 温雅到 终极领主周周文言也点了点头 随后她走到大门前 将手贴在娇阳一号宝库的大门上 紧接着就看到她和宝库的身上 同时散发出银色的光芒 几秒钟后 就听到大地微微颤动 随后就看到 这座占地面积极大的机械组宝库 居然渐渐悬浮起来 随后飞速缩小 变成了一个巴掌大小的 迷你版机械组宝库 然后飞到了周周的面前 这一幕 让带他们过来的安塞尔都惊呆了 哪怕是见识过周周各种各样手段的 许安和郭桥都有些吃惊 另一边 周周看着面前的迷你机械组宝库 接过去好奇看了看 随后将她传给天空中的星夜号飞船 温雅收下吧 等回到郊阳城后 直接在郊阳城内布置就行 周周心灵沟通道 是 领主大人 温雅恭敬道 周周点了点头 随后和众人离开了这里 此时 天色已经彻底黑了下来 星红迷雾也逐渐弥漫在空气中 不过因为塔汉王国王都已经变成了周周的领地 所以 至高避障和至高之欲 这两个一须一时的城墙已经出现并庇护了这里 没有让星红迷雾入侵进来 两久后 天血店 王座上 周周独自一人坐在上面 正在闭目养神无形的帝王气质 从他身上弥漫开来 让他即使什么都没有说 其他人也依然有些谨慎忐忑 领主大人 就在这时 白云的声音响起 周周睁开眼看过去 就看到白云正拿着一个清单站在大殿下面 禀告领主大人 刚刚五星将军已经带人将又未成攻破 并收取了所有值得带走的战利品 而后我们提取了所有怪物尸体的战利品 并在经过我们的军需观计算后 今日一整天的战利品已经全部整理完毕 这是具体清单 请领主大人过目 白云公劲爆 拿上来 是 白云双手捧着清单来到周周面前 周周拿过去 看了起来 今天 他们一共攻占了48处区域领地 消灭了将近1100万余迷雾怪物 这些迷雾怪物中 除了其中240多万是迷雾怪物士兵外 剩下的900多万迷雾怪物 都是迷雾怪物平民 对于这些没能备策反收到几方麾下 又无法通过语言沟通 说服投降的迷雾怪物士兵 周周自然没有怜悯的想法 直接让士兵们全部解决了 今天这一战 他们几乎可以说 把整个塔汉王国的迷雾怪物 都进阶灭国了 都不为过 听起来惊人 实际上也给他们带来了相当惊人的收益 在战利品之王和最强领主称号的加持下 战利品一共获得 48块区域令 青铜及到超凡级 512块领地令 黑铁及到超凡级 2540颗史诗集物之星 49,980颗超凡集物之星 20万7850颗钻石集物之星 216万7230颗白金集物之星 3184万1350颗黄金集物之星 5863万1700颗白银集物之星 8054万7780青铜集物之星 各类技能书 7015万9632本 各类装备 1亿1110万4521件 基础材料 1000亿1500余万单位 27885块青铜及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15块史诗集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12块超凡集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1块史诗集星红领主天赋球 1块超凡集星红领主天赋球 这是战利品清单的情况 至于士兵的提升情况 因为还没有过今天的凯旋门 所以暂时没有记录 看着这份清单中的技能书和装备 周周想了想 并没有按照以往那样 扔进交易所里 现在他麾下的士兵数量 可以说一天一个样 这些技能书和装备 还是先用在自己士兵身上吧 等满足几方士兵们的需求后 再把多余的技能书和装备 扔上交易所 去售卖也不迟 空间传送阵建设的怎么样 周周抬头问道 金红子大师正在建造空间传送阵 今晚应该就可以建成 白云宫进到 周周点了点头 随后道 那今晚 你们先让士兵们在这里驻扎一晚 顺便安排好这里的事务 等明天早上 再带着士兵们返回郊阳城 这件事情 你们交给一个下属 去做就好 你去把五星 无图 封罗 罗胜 还有其他重要将领都叫过来 一会儿随我一起返回郊阳岭 我有大事要做 你们必须在一旁 周周沉声道 他说的大事 自然是建立蓝星人族的 第一座出击王国 这种事关整个领地的大事 自然不能他一个人独自进行 是 领主大人 白云宫进到 他心中隐隐猜到自家领主大人 要做的大事是什么 眼底深处 不由闪过一抹火热 随后他没有浪费时间 立刻转身离开这里 去叫人去了 片刻后 王宫内的一处空地上 白云 五星 封罗 乌图 罗胜 许安 郭桥 奈萨里奥 奥格斯德 马里斯 所有从交洋岭出见到如今 一路追随周周的重要将领 和下属们纷纷聚集在这里 周周看着他们 心里忽然有一股名为雄心的热血在沸腾 这都是自己争霸万族领主 追逐至高领主的班底 而这只是刚开始而已 以后 他的领地队伍一定会不断扩大 各种强者 将领 谋士 天才 都将会汇集在他这里 助他登上万族领主的更高峰 都登上飞船吧 我们返回郊阳城 周周没有感慨太久 随后便下令道 是 嗯 众人纷纷高声道 随后他们不再迟疑 纷纷飞入头顶 早已等待已久的星夜号中 周周最后飞了进去 随后 他直接心中默念回城 下一秒 这座搭乘着周周 以及郊阳岭众多将领 和强者的飞船 骤然消失在空气中 郊阳岭 至高避障之下 是万家灯火的平静时光 此时天色虽然已经晚了 但郊阳岭还很热闹 一条条规划有序的街道上 生活职业者领民 正在卖力地出售自己的商品 其他领民则在街道上 说说笑笑的购物和六弯 一副太平盛世的样子 就在这时 天空之中忽然出现了一尊 体积巨大的银黑色飞船 正是星夜号 众多领民对此见怪不怪 不少领民看向那飞船的目光中 还充满了敬仰 向往的神色 是领主大人回来了 领主大人真忙啊 天天这么晚回来 不过也正是这样 我们才有现在这样 和平幸福的生活 我已经请一位降师 在家里建立了一个领主像 天天向领主大人祈福呢 哈哈 这要巧 我家也是 我也是 人们笑着议论纷纷到另一边 周周带着人从飞船上下来后 便给白云下了命令 白云 五星 你们去请正副城主 还有其他领地内的 重要官方人员过来 然后去行政大厅 让他们商议一下 有关王国发展的事情 我们的王国将会在今晚建立 你让正副城主他们讨论一下 拿出一个日后王国 发展的大致方案出来 我给你们两个小时的时间 你们慢慢讨论 不要着急 时间不够也没关系 以后慢慢完善 我今天只是想看看 你们对以后 如何发展王国的大致想法 在这两个小时之内 我会去准备 建立王国的事业 我这边处理好后 就会去找你们 周周说道 白云 五星等人文言 哪怕心中早有准备 但当真正听到的时候 他们还是感觉自己 被惊喜砸中了 我的老天 郊阳岭要成王国了 他们激动兴奋之余 又有些感慨唏嘘 自家领主大人 这才来到至高大陆多久 满打满算 也不过二十天吧 居然就建立王国了 都不敢这么险 虽然说这背后 有至高一致大人的推动作用 但自家领主大人 那种种不可思议的 领地发展手段 才是他们能在 这么短的时间内 走到如今这一步的重要原因 可以说 没有领主大人 就没有郊阳岭的今天 哪怕他们在这个过程中 也起了不少的作用 但跟领主大人的手段相比 却还是远远不如的 是 属下这就去 白云等人恭敬到 随后就去找人去了 周周见词 也返回了自己的 出击领主伏地 伏地内 一处书房中 周周坐在书桌后的座椅上 没有着急先建立王国 而是先将今天得到的 48块区域领拿出来 然后融入进自己的领地石碑中 然后他就静静等待着 片刻后 什么也没听到的周周 微微挑了挑眉 拥有的区域领地 超过50座 居然没触发新的蓝星 全平道领主公告 难道要70座 或者100座 他疑惑自语道 上次他融到区域领地 到30座的时候 就触发了一次 全平道领主公告 本来以为 这次超过50座区域领地 还会再触发一次 没想到 居然没触发成功 就在这时 异形让他颇感 意外的文字提示 忽然出现在他眼前 至高意志提示 当领主拥有的区域领地 数量超过30座时 已经触及建立 触及王国的基础条件 此时再获得更多的区域领地 将会无法再次获得 全平道领主公告成就 此时 领主只有更进一步 征服一座座 王国级领主势力 才能够再次获得 全平道领主公告成就 周周微微皱眉 原来是这样 那这难度可提高了 不是一星半点啊 他想了一会儿后 就摇了摇头 不再多想 以他如今的领主势力 想要征服更多的 王国级领主势力 并不是难事 这蓝星全平道领主公告 少不了他的 随后他拿出了 今天蓝星全平道领主 公告奖励的至高宝箱 他打开至高宝箱后 发现里面有三个熟悉的金石 周周瞪大眼睛 这三颗金石 正是三颗圣灵级信仰神经 至高宝箱 不愧是至高宝箱 是真会给我想要的东西啊 他看着这三颗圣灵级信仰神经 脸上不由浮现出笑容 现在他手上 一共有五颗圣灵级信仰神经了 除了其中两颗 要用于复活骑士圣殿的 两名英雄外 其他三颗圣灵级信仰神经 他完全可以自己留下来备用 这样一来 万一以后 他和他身边的人出现意外生死 他也可以拿来直接复活 随后他收起这三颗圣灵级信仰神经 然后拿出一块橙色结晶 和一块紫色结晶 正是超凡级新红领主天赋球 和史诗级新红领主天赋球 后者是从塔汉国王身上曝出来的 前者则是在征服塔汉王国的 48座区域领地时 从其中一处区域领地的 新红领主身上得到的 周周先将他们两个进化 然后看向他们的属性信息 宝物名称 领主天赋球 王之宝霞 宝物品级 超凡级 宝物效果 吸收后 领主将拥有超凡级领主天赋 王之宝霞 宝物简鉴 经过至高意志进化过的领主天赋球 吸收后可以得到一种超凡级领主天赋 宝物名称 领主天赋球 天赋直觉 宝物品级 史诗级 宝物效果 吸收后 领主将拥有史诗级领主 天赋 天赋直觉 宝物简鉴 经过至高意志进化过的领主天赋球 吸收后可以得到一种史诗级领主天赋 王之宝霞 天赋直觉 舟舟神色一喜 舟舟神色中有些欣喜 这两个领主天赋 好像都挺不错的样子 他没有犹豫 立刻将其吸收 下一秒 这颗超凡级领主天赋球 立刻化为无数橙色光点 涌进他的眉心里 舟舟闭上眼睛 片刻后 他睁开眼睛 然后他就看到 他的眼前赫然出现一个长方体金匣 匣子上面雕着龙凤等各种锐瘦的金色瑰丽纹路 看山去贵重而神秘 这就是王之宝霞 舟舟好奇地接过去 他看过去 文字提示出现 宝物名称 王之宝霞 灵魂绑定者 骄阳领主 宝物品级 特殊级 宝物效果一 半位面空间 王之宝霞是王者的储物宝物 内含一座死寂的半位面空间 可储存海量物质 宝物效果二 自动拾取 王之宝霞拥有者在击杀敌人 并提取战利品后 战利品可自动收入王之宝霞的空间中 并无法被其他生灵 窥视王之宝霞内的宝物 宝物效果三 运灵 储存在王之宝霞中的宝物 在经过宝霞的长时间运养后 破损的宝物会慢慢得到修复 完好的宝物有几率诞生灵性 从而让宝物品质更进一步 该运灵效果 只对传说集和传说集以下宝物有效 宝物简介 来自于灵主天赋的造物 内部蕴含一座半位面空间 是可遇不可求的储物质宝 好宝贝 周周看着王之宝霞的能力 眼睛不由一亮 他最近正愁自己拥有的战利品太多 自己的空间戒指有些装不下了 本来他还想着 要不要自己的十只手指上 都戴上一个储物戒指来装战利品 虽然看上去不好看 但至少能解决他的问题 现在好了 有了这王之宝霞 他就再也不用担心 储物空间不够的问题了 那可是足足一个半位面 别说海量物资了 就是装下几个王国的领地都可以 至于那运灵效果 听起来也不错 只是不知道 他的具体效果如何 运养的时间会多长 周周看着手中的王之宝霞 心念一动 就看到这王之宝霞凭空 显示不见 出现在了自己的眉心实海之中 这就是灵魂绑定的效果了 可以直接把灵魂绑定的宝物 直接收入自己体内 这可比戴在手上安全多了 只要自己不死 那别人就休想从自己身上 偷到一件宝物 随后他拿起另一个史诗级领主天赋球 将其融合 然后满怀期待地看向他的天赋信息 领主天赋 天赋直觉 史诗级 天赋直觉 当您遇到需要决断的事件时 有几率得到一种犹如天助的直觉 让您做出正确的选择 周周微微皱眉 这领主天赋 也配得上是史诗级领主天赋 他沉思了一会儿 神色却逐渐变得严肃起来 好天赋啊 他喃喃道 人生 可以说 就是由一个个选择构成的 有时候 一个正确的选择 就有可能让一个人飞黄腾达 省却无数年苦功 而一个错误的选择 也有可能让一个人 从天堂跌入地狱 甚至在无翻身之可能 蹉跎一生 这就是选择的重要性 而这史诗级领主 天赋 天赋直觉 却有几率让自己在面临选择时 选择出正确的选择 这代表着 他可以让自己不用去走弯路 甚至在某种时候 得到些大机缘也说不定 这天赋直觉 如果用得好了 说不定给我带来的收益 不下于传说级领主天赋 甚至神话级 唯一领主天赋 周周心中想到 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 可能说的 就是这种领主天赋了 他想到这里 脸上不由浮现出笑容 没想到 一个史诗级领主天赋 居然给自己这么大惊喜 不过 这领主天赋 可能短时间内 不会给自己带来太大的收益 这点自己要做好准备 不过这倒没什么 周周别的没有 就是领主天赋多 他短时间内不起作用 其他21个领主天赋 还可以轮流发力 随后他又想到了 之前看到的 有关塔汉国王的信息 怪不得塔汉国王的信息上 介绍对方 有着惊人的嗅觉和决断力 为塔汉王国的发展 做了很多重大决策 原来是他有 超凡版本的天赋直觉 另外 他后面还说 塔汉国王 因为因为过于 相信自己的嗅觉 也给塔汉王国 带来了很多损失 这点我也要警戒 可以相信天赋直觉 但千万不要盲目 相信其他直觉 周周暗想到 随后他看了眼 自己的领主天赋 足足26个领主天赋 让他脸上 不由浮现出笑容 这么多领主天赋 要是截图下来 发到世界频道上去 不得吓死他们 周周笑呵呵想到 随后他深吸了一口气 这些领主天赋 就是自己的立身之机 不过他们还不够 要想赶超那些 拥有顶级种族文明底蕴的 万族领主 自己得需要更多 强大的领主天赋才行 随后他不再多想 拿出了之前 在塔汉宝库中 找到的那颗 微光之神的神格碎片 文字提示出现 是否使用 是 周周立刻道 下一秒 他的意识变一黑 周周发现自己 似乎成为了 微光之神小的时候 微光之神小的时候 生活在一个 名为黑暗大陆的地方 这里是他的故乡 在这片大陆上 没有太阳 只有无尽的黑暗 而秉承着篝火 和光明而生的光明使者 便是这片大陆上 唯一追随光明的 生灵种族 微光之神索兰 就是这样一个光明使者 自从索兰诞生之日起 他就信仰着光明主神 他的一生 都在用自己的光明 来探索黑暗 消灭黑暗怪物 为那些无法生活 在黑暗中的生灵 寻找一片光明栖息之地 在这个过程中 他的实力 也在不断地增长 直至掌握了 微光法则的力量 成为了一名 下位极神灵 微光之神 后来他偶然穿过 一个传颂阵 来到了至高大陆 他本以为 在这片更加伟大的大陆上 他能够找到 更高的神灵进阶之路 然而出事不利的他 很快遇到了一名 深渊邪神 并被深渊邪神所击杀 微光之神神格碎片的记忆 到此就戛然而止 文字提示出现 请从以下 微光之神的法则记中 选择一项属于您的法则记 1.法则记 微光庇护 下位神上级 2.法则记 光明圣剑 下位神上级 2.法则记 火光 下位神上级 周周看着这三个法则记 有了微光之神 模糊记忆的他 立刻就知晓了 他们的法则记能力 第一个法则记 微光庇护 它有些类似于 周周掌握的法则记 绝对光明 都是可以用自身的 光明法则之力 庇护他人 在星红迷雾 或者其他黑暗环境中 不受外界负面环境侵袭的 只不过绝对光明 是大范围庇护 而微光庇护 虽然不是大范围庇护 却可以精准到 给每一个人庇护 让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不受外界负面环境侵袭 并且微光庇护 哪怕远离施法者 也可以继续生效 而绝对光明 则无法远离施法者 周周太远 算得上是一个 很实用的辅助法则记 第二个法则记 光明圣剑 则是一个光明法则的 单体法则攻击技能 并对拥有黑暗 负面 邪恶等属性的敌人 有额外的法则杀伤加成 第三个法则记 火光 则是一种光明法则的 群体法则攻击技 虽然威力弱于光明之锤 但是杀伤范围极广 周周沉思半晌 有些迟疑 不知道该选哪个 这三个法则记 未来都有很大的用途 就在这时 他忽然扶制心灵 目光落在法则记 光明圣剑身上 仿佛上天在明明指引般 让他选择这项法则记 并告诉他 以后这项法则记会有大用 周周立刻反应过来 这事 天赋直觉被触发了 他没想到 这项领主天赋 居然这么快就触发了 不过既然触发了 周周也就不再犹豫 直接选择了 光明圣剑这项法则记 下一秒 周周仿佛看到 远远有一柄通天彻地的金色圣剑 流淌着仿佛黎明晨曦一样的光明 看上去如神如圣 下一秒 这圣剑竟然从远处飞了过来 眨眼之间就冲进了他的眉心中 周周一惊 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额头 然后又拿出一面镜子 随后果然在镜子中发现 自己的眉心上 赫然多出了一个圣剑印记 不过这圣剑印记随心而动 他心中想着隐藏 这圣剑印记就消失不见了 他心中想着出现 这圣剑印记就再次出现了 有意思 这是法则记光明圣剑的显化吗 我怎么隐隐感觉这光明圣剑 能够与我的绝对光明法则记联动 周周心中暗暗想到 看来的以后找个机会试一试 看看能不能真的联动 随后他看向这项法则记的能力信息 法则记名称 光明圣剑 法则记品质 下位神上级 法则记能力减见 操控光明法则之力 凝聚一柄光明圣剑斩杀敌人 对邪恶 黑暗 星红 负面等混乱阵营生灵 具有额外法则杀伤效果 文字描述简单 但作为法则记 他的效果注定不是描述中那么简单的 他多看了两眼 随后不再多想 而是走出出级领主福地 看着面前的这座建筑 心里默念升级领地 下一秒 随着八亿单位基础材料 五百颗白金集物之星 两千颗圆金 三万单位基础元素宝石 九千单位高级元素宝石 和两块白金级别的领地 令消失不见 哄 一阵金色光芒 立刻覆盖住整座初级领主福地 片刻后 金色光芒消散 面积明显有所扩大的领主庄园 出现在周周眼前 恭喜您 您的初级领主福地 成功提升为白金上级建筑 您的白金中级领镇 成功提升为白金上级领镇 您的领地成功提升为白金上级领地 领地石碑耐久提升为 五千万 五千万 您的领地疆域扩大到五千千米 五千KGM 两万米 以驱逐新增领地疆域范围内的所有迷雾怪物 新红迷雾不会在您的任何领地疆域范围内出现 您获得了升级奖励 基础建筑图纸宝箱 白金上级 领主天赋提示 您能够进行策反的敌方领主势力上线提升到传说终极 领主天赋提示 您的怪物牧场可以升级了 领主天赋提示 您的神秘商对势力得到提升 领主天赋提示 您的生命女神的庇护所内的神职人员 实力得到提升 周周微微点头 随后看向下一集的升级所需 建筑升级 木材五亿单位 细砂五亿单位 金属五亿单位 石材五亿单位 白金集物之星 一千颗 五千颗原金 十万单位基础元素宝石 一万单位雷元素宝石 一万单位生命元素宝石 一万单位死亡元素宝石 三座白金级别的城市 五十名白金级别生活职业者 五百名白金级别兵种职业者 三块白金级别的领地令 还是高级元素宝石的问题 周周看着这份升级需要 微微皱了皱眉头 足足两万颗生命元素宝石 和死亡元素宝石 他哪怕刚刚收获了 塔汉王国的全部高级元素宝石 也没办法满足领地升级的需要 看来的抓紧时间 去巨吼王国看一看 周周难难自语道 他还记得李源钱说 在附近的几个王国之中 就属巨吼王国国境内的 高级元素宝石 矿藏最多 自己如果想要获得 更多的高级元素宝石资源 继续升级领地 那和巨吼王国打交道 就是必不可少的事情了 随后他来到召唤之门前 花费两千单位基础资源 和五百颗白金级物之星 升级了召唤之门 恭喜您 您的召唤之门成功提升为 白金上级建筑 您每日能够召唤的李明家七零 您每天召唤的李明中 必会出现八十名职业者 提示 受种族唯一称号开拓者的 荣耀寺的影响 您每日能够召唤的李明数量 达到一千七百一十五人 您每日召唤的李明中 必会出现九十名职业者 并且其中五名职业者的职业等级 将会与您的领地等级相同 周周看向他的下一级升级需求 建筑升级 木材一千万单位 细杀一千万单位 金属一千万单位 石材一千万单位 白金集物之星一千克 领地等级提升为超凡下级 这要求 白给一样 周周感慨道 倒是没感觉太意外 该准备建立王国了 周周回过神来 深吸一口气 随后 他先拿出一份超凡级领地融合证明 这份超凡级领地融合证明 也是他在塔汉宝库中找到的 本来他之前是想用五品级领地融合证明 来融合交洋城和塔汉王国王都的 现在有了这超凡级领地融合证明 自然就不需要了 文字提示出现 是 他到 下一秒 一面虚幻地图出现在他眼前 正是交洋岭 现在掌握的所有区域领地的地图 周周看着这份地图 在这张虚幻地图上 交洋城和塔汉王国王都之前 还隔着12处区域领地 周周见此 先用低级的领地融合证明 将两者中间间隔的区域领地 全部融合 这些低级领地融合证明 周周本来就从里亚那里得到不少 再加上 今天在塔汉王国宝库中 又得到了将近500张领地融合证明 所以 这方面 他自然是不缺的 将间隔的领地融合之后 交洋城的区域领地等级 已经从白金级提升到了钻石级 周周见此 才开始融合交洋城和塔汉王国王都 很快 他就看到虚幻地图上 代表着交洋岭和塔汉王国王都的疆域分界线 开始逐渐变得模糊 最终消失不见 随后 一排排新的文字提示 也逐一出现 您已选定了塔汉王国王都 超凡级区域领地 作为您的初始领地的领地融合对象 正在融合中 融合成功 恭喜您 您的初始领地交洋沙漠 钻石级区域领地 成功融合了塔汉王国王都 超凡级区域领地 您的交洋沙漠 钻石级区域领地等级得到显著提升 晋升为超凡级区域领地 您的交洋沙漠 超凡级 领地将域范围得到显著提升 您的交洋沙漠 超凡级 领地完美继承了原领地 和融合领地的所有领地资源 请继续融合区域领地 提升自己的区域领地等级 周周见此 脸上顿时浮现出笑容 至此 建立王国的三个条件 我算是彻底满足了 接下来就该建立王国了 周周拿出王国令 文字提示出现 是否使用王国令 是 周周兴奋到 下一秒 就看到这块王国令刹那间 绽放出无比强烈的金色光芒 这金色光芒强烈到 甚至穿透了他的初级领主伏地 照射向四面八方 让方圆几千公里 甚至近万公里的生灵都看到了 有些生灵十分惊讶地看着这一幕 心中猜测 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有些上了年纪的老者们 看到这一幕 则十分感慨 这是哪位大人 要建立王国了 王国之路 兴衰不定 特别是在治高大陆这个地方 也不知道这位王者 能够让他的王国坚持多久 几十年 几百年 如果能坚持到上千年 就算他成功 新建王国的初期阶段 可不是那么容易渡过的 巨吼王国 一座千米高的巍峨宫殿中 当代巨吼之王 分斯正坐在一座 满荒血色王座上 冷视着那远方的金色光芒 那是 王国令的光芒 又有谁建立王国了吗 他神色有些阴冷暴躁 他们周围的王国疆域 就是那么大一点 本来一开始 是由他们巨吼 塔汉 明废 极光四国之间 来进行瓜分的 现在突然多出一个王国 就代表着 原先他们可以分到四分之一的疆域 现在只能得到五分之一 甚至更少 蛋糕就这么大 他自然想竞争对手越少越好 王 那个光芒的方向 是那人族领主领地的方向 臣觉得 恐怕是那名消灭 我们派过去的巨吼军团 击杀钢牙铁拳王 塞分的人族领主 建立王国了 一名身穿彩色祭祀服饰的 巨吼祭祀走出来 有些担忧地说道 巨吼之王 分思闻言 神色变得更加阴沉起来 让他的国力大大下降 而且还没有吃到 塔汉王国的好处 他现在对那名人族领主 可以说是恨之入骨了 但与此同时 他又想到了什么 眼神之中 闪过一抹不甘之色 骄阳领主 按照情报上说 这家伙能够驱使 将近千万兵力 而且 单个士兵拿出来都很强 我巨吼王国 哪怕能够全员皆兵 总兵力也不过五百万之数 就算能够与之抗衡 恐怕也会十分勉强 巨吼之王喃喃自语 大殿下的祭祀 看着自家陛下的神色 虽然没有听到他在说什么 但大概也能猜到一些 他主动道 陛下 那人族领主 不知道从哪找到的千万兵力 有如此兵力的他 接下来为了快速升级领地等级 必然会盯上我们巨吼王国的 高级元素宝石矿藏 我们与对方之前的战争 虽然还未开始 但未来必然会出现 我们必须要早做准备 祭祀严肃道 祭祀有什么想法 就直说吧 巨吼之王分思看了他一眼 但但说道 陛下 我们被那人族领主所威胁 与那人族领主毗邻的明废王国 又何尝不是 陈建议与明废王国联手 在寻找几个盟友 共同对付那人族领主 祭祀恭敬道 如果是以前听到这话 高傲如巨吼之王分思 必然会不屑一顾 与其他国联手 但此刻 想着交扬领主的兵力情报 分思什么都没有说 只是沉默地思考起来 明废王国 教皇殿 此时的教皇殿 刚刚举行完神兽大典 完成了新老教皇的交替 然而明废王国的民众们 不知道的是 就在他们敬爱的新老教皇 刚刚交接结束的时候 又有一场简单低调的葬礼 在隔壁的供奉殿中举行了 供奉殿中 新教皇弗洛伊德 和老教皇科洛宁 正沉默地看着 在花族包围中的透明水晶棺 那透明水晶棺里面没有尸体 只有一些简单的衣服和遗物 无主的死亡灵事 居然就这样陨落了 而且是在今天这样的日子 弗洛伊德 有一头璀璨微卷的金发 他浑身上下散发着淡淡的金色光泽 看上去如同希腊神话中的生灵 此时的他 看着死亡灵事 萨克莫的水晶棺 有些唏嘘的 神色倒是没有太大 惋惜的神色 他和老教皇科洛宁 在教皇殿中是两个派系 彼此之间 素来有很多明理案里的矛盾 而死亡灵事萨克莫 则属于老教皇的派系 他死了 虽然对于整个明废王国来说 不是一件好事 但对他来说 可未必 老教皇克洛宁 瞥了弗洛伊德一眼 一眼就看出了他的心思 我已经退去了 萨克莫迟早会成为 你手中的力量 他死了 你就不惋惜吗 你就不怕到时候 那人族灵主打上门来 而你手中 却没有够用的强者吗 克洛宁沉声道 这里现在只有 他和弗洛伊德两人 所以有些话 他也不顾忌 直接明说了 我难道没有惋惜吗 弗洛伊德心里不屑 表面上泽雇做吃惊道 随后他又神色高傲道 我们明废王国境内 有神上的死亡神力加持 那人族灵主要是敢攻过来 就让他尝尝 被死亡神力诅咒 是什么滋味 到时候 他说不定都不敢 跨入我国境半步 如果他真敢过来 就别怪我取了 他手中的种族神器了 骄阳灵主有种族神器的事情 已经随着万族灵主 全频道公告的传播 让很多生灵知道了 明废王国自然是其中之一 想到那种族神器的效果 哪怕是弗洛伊德 这样信仰坚定的人 眼中都不由产生一抹火热之色 如果能将这种族神器抢到手 再奉献给死神免下 也许他还可以更进一步 成为死神免下身边的死亡天使 都说不定 到时候 他辛辛苦苦争夺的教皇之位 又算得了什么 而另一边 老教皇克洛宁 听到弗洛伊德的话后 也没有反驳 你好自为之吧 希望明废王国在你手中 能够发展得更好 克洛宁看着棺材中的 萨克莫的衣冠和遗物 转身向大门处走去 从背影上看 好像又苍老了很多 弗洛伊德看着远去的克洛宁 眼睛微微眯起来 这老东西 又在想什么对付我的坏主意呢 和这位老教皇斗了这么多年 他可不会因为对方的表面行为 而对他的真实想法 轻易下判断 嗯 嗯 就在这时 两人忽然感受到了什么 目光齐齐看向郊阳城的方向 有人建立王国了 应该是那人族领主 呵呵 那人族领主野心不小 接下来恐怕要向周围扩张了 则 我想这么多干什么 我只是一个卸下了 教皇之位的老东西罢了 克洛宁头也没回得离开了 新教皇弗洛伊德 则皱起眉头 本来因为登上 新教皇之位的好心情 此时也因为那新建的人族王国 而便恶劣了不少 郊阳领主 种族神器 供奉殿中 传来了弗洛伊德低沉的声音 郊阳城 周周自然不知道 自己才刚要建立王国 就已经让这么多生灵心中 有了其他的想法 他正看着面前出现的文字提示 王国提示 郊阳领主 您已使用王国令 是否决定正式将自己的领地 晋升为初级王国领主领地 是 周周立刻到 是否以郊阳领 超凡级区域领地 作为您的初级王国王都区域 是 请设置您的王国名称 郊阳王国 周周对此早有准备 立刻达到 您的世界频道ID已发生改变 您当前的世界频道ID为 郊阳王国 郊阳领主 您成功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王国 下一秒 周周期待已久的公告终于出现 万族领主全频道公告 恭喜人族 郊阳领主 成功建立万族领主的第一座王国 奖励万族神话 宝箱加一 新手王国宝箱加一 传说度加十 神话度加一 万族领主全频道公告 恭喜人族 郊阳领主 万族领主全频道公告 恭喜人族 郊阳领主 周周脸上浮现出笑容 心里满是喜悦 终于 自己心心念念的王国 终于是建立完成了 就在这时 文字提示再度出现 新手国王提示1 您的王国初见 名声将会渐渐在附近区域传开 区域内的生灵将会逐渐知道 您的王国存在 请做好准备 处理好接下来的各项王国事务 新手王国提示2 您拥有了建立王国频道的权限 该王国频道 最高可以容纳一名领民的加入 新手王国提示3 您拥有发布王国公告的权限 发布王国公告后 所有王国频道内的领民 都将会第一时间得知您发布的消息 新手王国提示4 王国频道只有万族领主拥有 本土领主无法拥有王国频道 王国频道 王国公告 还只有万族领主拥有 其他本地领主无法拥有 周周眼睛一亮 这就是王国的权利吗 果然和普通万族领主有太大不同了 他看向自己视野的左下角 果然在世界频道和交易所的中间 发现了一个新图标 这个图标有一个简单的王字 后面则是一面金色旗帜 正是王国频道的图标 周周点开一看 发现这个王国频道 和蓝星领主的世界频道很相似 都有个人信息和王国频道 和好友蓝三项功能 只是缺少了交易所 这项最重要的功能 周周见此有些可惜 在他成长的过程中 交易所绝对起了不下于传说及领主天赋的作用 可惜王国频道里没有 不然他的领名可就舒服多了 而除了以上这些功能外 周周还发现了一项 专属于自己的王国频道功能 国王功能 周周点开一看 发现这项国王功能里面有 近年频道管理员 设置 发布王国公告 查询领名信息 等一系列功能 看上去相当齐全 周周点开其中一项 领名加入 功能就看到了一满页领名的名字 出现在他面前 一页有100人 周周看了眼最下面的页数 发现足足有11万多页 也就是1100多万人 他麾下的领名总数 大概有400多万人 这1100多万人 应该是 把他星辰联盟的领主 及其麾下领名 也全都算进去了 周周选择全选 然后把这些领名都拉了进来 紧接着 从零一下子穿升到了54,612人 下一秒 直接穿升到227,786人 不但片刻时间 就有1000多万人 加入了他的王国频道 其他暂时还没有加入的 估计是还没有反映过来 是怎么回事 所以没敢贸然加入 他想到这里 打开 发布王国公告 然后思考半赏后 开始填写公告内容 很快 他就写完了 然后选择发布 下一秒 所有交洋王国的领名 包括星辰联盟的领主 及其麾下领名 眼前都突然出现 一排排黑色文字提示 交洋王国公告 诸位领名们 首先要告诉大家 一个好消息 从今天开始 我们交洋领 正是从一个普通的领主领地 晋升为王国及领主领地 我们是万族领主之中 第一位晋升为 王国及领主领地的领主势力 这代表着 我们走在了万族领主的最前列 并且没有之一 这是属于我们交洋王国 全体领名的荣耀 另外 你们应该看到 刚刚出现的王国频道邀请了 大家不要害怕 这是我发布的 各位正常进来就可以了 以后各位就可以在这个频道中 这建国之日 从今日起到一个月之后 所有领的贡献体系内的物品价格 都将会以五折价格 进行打折兑换 一个月后 价格会恢复正常 望各位领名 能够把握时机 提升实力 更好的生存在至高大陆上 交洋领 所有看到 这条王国公告的领名们 先是一愣 随后全都沸腾了 他们交洋领的兑换体系 尤其是军工兑换体系中 有多少好东西 他们作为交洋领的领名 实在再清楚不过了 现在他们的领主 不 是国王陛下 居然愿意以五折的价格 进行出售 他们仿佛已经看到了 自己的实力和家底 飞速提升的未来 周周发布完王国公告后 就第一时间看向王国频道 此时王国频道 已经热闹了起来 很多刚刚来到这里的领名 一边在欢呼交洋领 正式晋级为出击 王国领主势力 一边也在惊叹 王国频道的神奇之处 当然 后者的领名中 不包括领儿 青鸾领主等 从属领地的万族领主 他们早就体验过 蓝星领主的世界频道 自然对熟悉的王国频道 功能反应频频 不过即使如此 他们对于万族领主 成立王国后 居然可以获得一个 建立王国频道的权限的事情 有些惊奇 交洋领主 他们心中的地位 也因此再次暴增 此时已经有不少 新陈联盟的领主 跑去世界频道上炫耀去了 周周对于这种是笑了笑 随后没着急 去看世界频道的 蓝星领主们的反应 而是看向了 周周见此微微点头 这个数量代表着他的领名 已经几乎全部 来到他的王国频道了 王国频道 共有一名领名的数量上限 短时间内 我应该不用担心 会超出上限的问题 周周心想到 另外 就算以后超出了 他也觉得没什么关系 初级王国 就有一名领名的数量上限 等到了终极王国 甚至更高级王国之后 这个王国频道的领名 数量上限 应该会得到增加 他不再多想 打开蓝星领主的世界频道 没有出乎他的意料 此时 整个世界频道 都在讨论他建立王国的事情 牛牛牛 蓝星领主的第一个王国 也是所有万族领主之中的 第一个王国 娇阳大佬牛X 破喉咙 这脸正大发了 军功领主 军功联盟 恭喜陛下建立蓝星第一王国 万族第一王国 龙女领主 龙穴联盟 携全体领主成员 恭喜陛下蓝星第一王国 建立万族第一王国 霸王领主 霸王会所有领主成员 恭喜陛下建立蓝星第一王国 万族第一王国 亡灵领主 不死者联盟 邪盟内所有领主成员 恭喜陛下建立蓝星第一王国 万族第一王国 哇 好多大佬都同况出现了 今天真是见证历史了 你还在感慨见证历史 而机智的 我已经截图 你还在截图 聪慧的我 已经开始录像 你还在录像 远见的我 早已经加入星辰联盟 妈的 我愿称你为绝杀 我也想加入星辰联盟 可是活动结束了 我现在连兑换主 从领地契约都兑换不了了 总之 报警交阳大佬的大腿就对了 叫什么大佬 没看见那些大佬怎么称呼吗 叫陛下 陛下万岁 陛下万岁 交阳大佬已经成国王了 是不是要考虑后宫的事情了 嗨嗨 我有一个妹妹 长得天资国色 陛下要不看一看 这年头 当舔狗都有人争 太难了 舔狗当不成 可以给陛下舔狗 狗 哪个狗 交阳王国 交阳领主 万族最强领主 陛下出现了 快抓住陛下 抓住楼上 抱紧大腿 郑主出现了 贴贴 沾沾陛下的贵气 助我接下来在领地的战争之中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周周一脸无语地 关掉世界频道 每次有大事发生的时候 蓝星领主之中 总会冒出几个 让他无语的人才出来 另外 他也看出来一件事 那就是 随着他的实力增长 成就不断增多 现在敢于在世界频道上 公然嘲讽他 发布交扬威胁论的领主 已经越来越少 甚至近乎绝技了 这就是实力带来的好处 当自己与对方实力差距不大的时候 对方仗着世界频道 还敢公然嘲讽他 阴谋论他 而当实力差距大到 足以让对方仰望的时候 什么嫉妒 怨恨 愤怒的情绪 就随之消弭与无形 或者隐藏在最深处了 周周对于这种情况 虽然很乐于见到 但也并没有放松警惕 毕竟他们同族领主之间 也是竞争对手 当他以后在领地扩张过程中 碰到其他蓝星领主的时候 对方如果不想投降 就会势必与他一战 而他也不会因为 对方是同族领主 就让自己变强的步伐停止下来 所以他也会与对方开启战争 这是万族领主之间 必定会发生的事情 他们终究是敌人 只不过与一族不同的是 他们之间有了一个同族的身份 希望以后遇到的蓝星领主 都能直接向我投降 不然 我也只能同时操哥了 周周虽然性格谨慎 但他也觉得 在蓝星领主之中 恐怕很难出现 能与他一战的领主 这点从万族领主战场上 蓝星领主除他之外 最高只有寥寥几名领主 登上史诗段位 而他却能超越传说 神话 登顶万族第一 就能看得出来 他没有多想 看向万族领主 全频道公告的奖励 首先是那十点传说度 和一点神话度 这代表着明天 他又会有十名传说度人才 和一名神话度人才 加入他的领地 其次 他又看向那两个宝箱 首先是万族神话宝箱 周周打开一看 发现里面放着一张 散发着淡淡金光的纸张 周周拿起来 看过去 文字提示出现 宝物名称 英雄位格晋升书 宝物品级 真神级 宝物效果 任何种族的英雄使用后 可以立刻将自己的英雄位格 晋升到真神级英雄命运位格 宝物简介 珍贵的至宝 可以让低级英雄的命运位格 得到大幅度提升 最高可提升到 真神级英雄命运位格 周周眼睛一亮 好宝物 不过这英雄位格晋升书 该给谁呢 周周现在麾下的英雄 如果连机械副神 周周也算上的话 已经达到了足足九位之多 他们对于领地都有贡献 而且 有的英雄之间 他们的贡献差距并不大 但是这英雄位格晋升书 却只有一份 想要把它交给合适的英雄 还真有点难以决断 他思考了一会儿 随后忽然一笑 心念一动 机械副神 周周被召唤了出来 给你了 好好用 别让我也别让你失望 周周直接把这只英雄位格晋升书 扔给了他 机械副神 周周神色平静地点了点头 然后离开这里 找了个房间去使用去了 周周神色平静地 看着这一幕 沉溅 将这英雄位格晋升书 交给自己的机械族分身 有两个原因 第一 增强自己的实力 让自己在万族领主战争之中 保命能力更强 无论何时何地 保命 对他来说永远是第一位的 毕竟 有命才有未来 而强大的实力 也永远是保命的第一手段 第二 周周有信心 在让自己的实力暴增后 以后再回馈自己的下属 让下属的实力和英雄位格 也随之暴增 这是 对自己未来的自信 所以他才把这英雄位格晋升书 给自己的机械族分身用 趁机械附身 周周晋升的时候 周周看向另一个新手王国宝箱 这个宝箱通体黑金色 看上去尊贵至极 他打开后 发现里面是一柄剑 周周瞪大眼睛 不由微微吸气 竟然是第二柄残缺的轩缘剑 他的剑身上雕刻着日月星辰 淡淡的星光弥漫开来 仿佛有星辰运转 十分玄妙 日月星辰剑 周周低声道 神器信息出现 种族神器名称 残缺的轩缘剑 装备品阶 种族唯一 种族神器能力 一 日月星辰剑 所有蓝星人族将会被日月星辰之光照耀 提升自身潜力一个小阶级 实践领主及其领名 会被日月星辰所钟爱 潜力提升一个大阶级 种族神器能力二 山川草木剑 未知 开启该种族神器能力 需要收集并融合薛源剑的山川草木剑面 种族神器能力三 农耕续养剑 未知 开启该种族神器能力 需要收集并融合薛源剑的农耕续养剑面 种族神器能力四 天地一统剑 未知 开启该种族神器能力 需要收集并融合薛源剑的天地一统剑柄 种族神器剑剑 薛源剑 有名薛源夏宇剑 剑身一面刻日月星辰 一面刻山川草木 剑柄一面输农耕续养之术 一面输天地一统之策 其内蕴藏无穷之力 既可斩妖除魔 也是蓝星领主 在至高大陆上 争夺至高领主的重要一掌之一 周周看到日月星辰剑的效果后 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这日月星辰剑 居然可以提升蓝星人族的潜力 而且 其他蓝星人族只会提升一个小层次 他和他麾下的领名 却可以提升一个大层次 青铜级潜力 直接变成白银级潜力 超凡级潜力 直接变成史诗级潜力 周周立刻通过军团面板 把白云他们都叫了过来 在他们赶过来的过程中 周周也打开了世界频道 然后他就看到了无数个相同的发言 陛下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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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眼望去 世界频道上 每秒钟都要刷过去上百万条发言 而这些发言 居然全都是 陛下万岁 无一例外 周周笑了起来 看来他们也看到了种族神器的属性了 他看向王国频道 发现王国频道这边的情况也差不多 唯一有些不同的是 就是王国频道的领民们 虽然不如世界频道的蓝星领主数量多 但是他们喊的却是最疯狂的 最忠心的 毕竟他们是自己麾下的领民 现在他们的潜力 借此更是提升了一个大层次 这相当于再造之恩的恩惠 试问谁能不疯狂 本来我还有些担心 领民们因为战争主神的祝福 实力提升太快 而导致潜力跟不上的事情 现在好了 有了这轩辕剑日月星辰剑的潜力加持 再加上屠龙者的天赋 欲血而割 可以让领民们的实力提升 不受潜力的限制 接下来 我的领民们的实力提升 应该会迎来一个爆发期 周周脸上浮现出笑容 屠龙者的天赋 欲血而割 虽然效果很好 但却需要通过屠戮高等血脉生灵 沐浴高等血脉生灵的鲜血 才能做到提升实力 限制很大 毕竟 没了中烟战场 他们以后遇到的敌人 不一定会是高等血脉生灵 甚至连是不是生灵 有没有鲜血都不一定 比如机械族 元素族 概念类种族 击杀这类种族生灵 可没办法触发欲血而割 让他的屠龙者们提升实力 所以相比较而言 还是直接提升潜力 更稳妥先 这时 他的好友兰 已经充斥了各种各样的消息 周周随意打开灵儿的消息 灵药灵主 哥 我刚刚看到种族神器的消息 哥你好厉害啊 又得到一部分薛元剑 焦阳灵主 低调 对了 你那边怎么显示的 灵儿没说话 很快 对面发过来一个截图 周周看过去 薛元剑日月星辰剑 所有蓝星人族灵主 被日月星辰之光所照耀 潜力提升一个小阶级 周周微微点头 日月星辰之光 他沉思半晌 随后走出自己的房间 抬头望向天外的星辰 他能隐隐感受到 那漫天的星辰 此时正隐隐散发出星辰之光 照耀在他的身上 也不知道我现在的潜力如何 周周难难自语 万族灵主的灵主信息界面中 是没有潜力一览的 只有当万族灵主 失去了灵主身份 才会暴露出 他们的具体潜力是多少 随后他细细感受自己的身体 过了一会儿后 微微皱起了眉头 按理来说 自身提升一个大阶级的潜力 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提升了 为什么我没感觉 我自身的潜力发生什么变化 难道 是我的潜力 已经达到主神上级了 周周皱眉自语 主神上级 就是诸天万族生灵的潜力极限 在网上 就已经涉及到了至高神的领域 那已经不是潜力高低能决定的了 他一边想着这个问题 一边拿出另一柄轩辕剑 浓耕续养剑 此时 他左手手持轩辕剑 浓耕续养剑 右手手持轩辕剑 日月星辰剑 两柄残剑似乎都感知到了对方 表面上泛起了淡淡的白色荧光 文字提示出现 是否融合 果然可以融合 融合 周周立刻道 下一秒 就看到这两柄剑光芒大放 随后 一柄金色华贵金剑出现在他手中 他的剑身分为四面 此时已经有两个剑面 雕着了日月星辰 和浓耕续养的内容 而令两面剑面 则空荡荡的 什么都没有 周周看了眼此时轩辕剑的属性 发现没发生什么变化 只是简单的功能融合后 微微有些失望 他还以为 会产生什么额外属性呢 也许等我凑齐完整的轩辕剑后 他的种族神器属性 才会发生变化 周周心中有了些许猜测 周周看着手中的轩辕剑 虽然两剑融合 并没有出现新的神奇属性 但望着日月星辰剑的效果 周周也十分满意了 就在这时 白云 五星 风罗 罗胜等人走了过来 奈萨里奥 奥格斯德 哈瑞斯等龙族 也纷纷飞了过来 见过领主大人 嗯 众人和龙族 纷纷恭敬道 都感受到自身的变化了吧 周周点了点头 随即笑道 感受到了 我的潜力提升了一个大层次 直接来到了传说上级 风罗神色中 难掩兴奋 他作为史诗级英雄 命运卫格的英雄 本来潜力只有史诗上级 经过日月星辰剑的提升 现在直接跃升到传说上级 这等潜力 已经媲美传说级英雄 命运卫格的英雄潜力了 属下的潜力提升到了 夏卫神上级 白云微笑道 这段时间里 他通过与同伴击杀敌国英雄 英雄命运卫格 已经从传说级英雄命运卫格 为 正式蜕变为 真正的传说级英雄命运卫格 同时 他的潜力 也随之提升到了传说上级 而现在 他的潜力 赫然已经突破了 普通生灵的限制 拥有了成神之潜力 哪怕只是夏卫神上级的 神灵潜力 那也是真正的神灵 与传说级和传说级以下的生灵 已经不算是同一种生物了 周周看向其他人 其他人见词也纷纷站了出来 汇报自己的潜力提升情况 其中 无图的潜力 从史诗上级 提升到传说上级 鬼神将 罗胜的提升 则比较恐怖 他本来就是一名 上位神下级潜力的天才 这次经过轩辕剑 日月星辰剑的提升 直接从上位神下级 跃升到了真神下级 而夜罗沙剑神 许安的潜力提升的是最恐怖的 因为他本来就是 真神上级的潜力 现在直接从真神上级 提升到主神上级 潜力赫然已经达到世界极限了 屠夫 郭桥的潜力 则比较离谱 因为他作为屠龙者 自身潜力只有青铜终极 现在哪怕有日月星沉剑的提升 潜力也只是晋升到白银终极而已 就这 郭桥还一脸庆幸的样子 幸好我的潜力 没有得到大的提升 不然 我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屠龙者了 说完 他用一种诡异的神色 看着出了周周之外的众人 众人 没必要用那种眼神看着大家 我们都是人族 天生血脉并不高贵 周周轻咳了两声 说道 也是哦 郭桥收回目光 随后忍不住撇向奈萨里奥他们 奈萨里奥等龙族下意识地抖了抖身体 随后突然反应过来 他们有什么好怕的 他们虽然是龙族 但也是屠龙者啊 想到这里 他们反而盯着郭桥 直到盯着他一脸不自在的时候 才收回了目光 周周见此笑了笑 他的目光落在了火山与破灭之龙王奈萨里奥身上 然后发现他的潜力 已经从下卫神上级提升到了中卫神上级 周周有些感慨和唏嘘 遥想当初奈萨里奥可是他的领地内的第一战力下属和第一潜力下属 现如今 居然开始渐渐排不上毫了 他笑了笑 这也说明他的领地发展飞快啊 不过奈萨里奥对于他领地的发展鞠躬甚为 以后如果能找到提升潜力的宝物 得帮奈萨里奥提升下潜力才行 对于老部下 只要不背叛自己 周周都很希望能和他们一起看看领主之路的最终风景 陛下 这是刚刚过了凯旋门后 士兵们实力提升的清单 这些士兵里面还有今日新陈联盟的领主们策反过来的两成兵力 就在这时 白云拿着一份清单走过来 交给周周 周周接过去 看了起来 今天新陈联盟的领主们 一共策反了103万5900头怪物 给周周转过来的两成兵力则有20万7180头迷雾怪物 再加上他自己策反的15万8,575名巨吼族士兵 现在他麾下一共已经有了327万1277名士兵 这些士兵在经过凯旋门的提升后 大多数实力都有了提升 现在他麾下的士兵中 黑铁级别士兵有32万7131人 青铜级别士兵93万2518人 白银级别士兵719600人 黄金级别士兵54万1712人 白银级别45万9612人 钻石级别28万7152名 超凡级别4532名 郭桥提升到史诗上级 风罗提升到超凡上级 白云提升到超凡中级 罗胜提升到超凡中级 乌图提升到钻石中级 赖萨里奥提升到钻石中级 远处邻族安塞尔突破到白金中级 其他将领的实力暂无变化 周周见词满意地点了点头 现在他麾下的兵力 加上星辰联盟的总兵力 已经正式冲破千万 达到1022万余兵力了 不错不错 这等兵力在他所了解的初级王国之中 已经算是完全碾压了 既然如此 明日就进攻聚后王国 或者明废王国 周周眼中冷色一闪 对于这两个赶在自己口中 虎口夺食的一族王国 周周可对他们没什么好感 正好他王国新建 就拿这两个初级王国 来为他的新王国铺就些凶面 省得一些不长眼的王国 以为他王国初建 就觉得他的王国是个软柿子 可以随意拿捏 你们那边商讨得怎么样了 周周收回心思 看向白云他们 政府城主 他们还在商议 我们离开之前 他们正在讨论建国庆典 王国律法和王国官员 官职名称的事情 现在应该还在商议 白云公进回报道 领主大人 您如今毕竟是 新建王国的王国之主 有些重要的王国决策 还需您亲自肯定才行 不然 他们可能会讨论很长时间 也不会出结果的 而且 有些国家大事 没有您在 他们不敢讨论的 五星说道 他在朝为官多年 自然知道 这时候领地的高层们 最需要的就是周周在场 你们先回去继续讨论 我现在有点事 一会儿再去你们那边 周周想了下 说道 是 领主大人 众人自然没有意见 片刻后 出击领主伏地的会议室内 周周看着面前的三人 正是穆古 正负贵和卡罗 默默依拉 老规矩 说说你们各自的提升情况吧 周周道 穆古文言 习惯性地第一个站了起来 他恭敬道 禀告陛下 属下的实力 在领地晋升为白金上级后 也提升到了白金上级 各项技能 也随之提升到了白金上级层次 并且 属下现在 能够管理的怪物牧场数量 已经达到了36座 每座怪物牧场的最大容量上限 也从原先的15000头 提升到了20000头 能够培育的怪物实力上限 也提升到了白金上级层次 周周点点头 新增加的两座怪物牧场 就用来培育风暴魔灵 周周道 是 陛下 穆古宫进道 周周点头 看向正负贵正负贵 笑呵呵地站了出来 禀告陛下 如今 我们神秘商队的神秘商人数量 已经有原先的1000人 直接提升到了1500人 全体神秘商人的能力 也全部都提升到了白金上级 我们的马车数量 也提升到了1500辆 另外 我们美人之前被至高意志赋予的那枚神秘商剑 也从3万立方米提升到了8万立方米 可以运输更多的商品了 这就是我们神秘商队的全部提升了 这个给你 看看能不能卖个好价钱 最好能换点宝物 周周想了想 将那三颗地质宝石拿出来 扔给正负贵 正负贵下意识接过去 当他看到手中的三颗地质宝石后 他顿时眼睛一亮 郑重地收了起来 属下一定给陛下带回来满意的商品 正负贵恭敬道 周周点了点头 其实心中并没有抱太大希望 一个不加属性的宝石 就算品级再高 又能值多少钱 值多贵的礼物 正负贵见词也没有多说 重新做了回去 卡罗 莫伊拉神色平静地站了起来 禀告陛下 我们生命女神的庇护所 在随着领地提升到白金上级后 也提升到了白金上级层次 现在我们庇护所内 已经有了3000名牧师 3000名神父 3000名修女 一万名生命圣骑士 另外所有神职人员的实力 也都提升到了白金上级 而属下的实力 也从超凡下级 提升到了超凡上级 周周满意点头 现在她的士兵众多 在战斗中的伤亡 也随之大大增加 生命女神的庇护所 是她的士兵 保持零伤亡率的根本 现如今 她获得加强 对周周来说 可以说是目前最有用的加强了 你们回去吧 卡罗 莫伊拉 你准备一下 一会儿 我可能会让你复活两名英雄 周周道 是 陛下 三人恭敬道 随后就离开了 周周见此也离开这里 向骑士圣殿的方向走去 骑士圣殿 当周周来到这里的时候 恰好看到白河和罗布 艾伦站在门口聊天 见过殿主大人 见过银色允星大人 周周一正 随后恭敬道 你可真不可思议的 这才来到至高大陆几天 居然就建立王国了 白河还没说话 罗布 艾伦就忍不住感慨道 运气 周周谦虚道 建立万族领主中的第一座王国 可不是单凭运气能够做到的 你很不错 白河开口 目光欣赏地看着周周 你知道吗 你是我们人族之中 再不借助外力的情况下 建立王国速度最快的族人 他认真说道 周周一愣 他没想到 自己居然还破了一项记录 不过他心里平淡如水 并没有因为这件事 心情产生多少波澜 白河看到这一幕 心中颇为感慨 看来这小子 在两次登上万族领主 全频道公告后 格局已经彻底打开了 不会因为一点成就 就心态不稳 这一点 他身旁的罗布 艾伦甚至都没还做到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罗布 艾伦身上的话 恐怕这时候 都要喜不自胜了 你这次过来 应该不单单是报喜吧 白河回过神来 问道 是的 周周点了点头 我这边又凑齐了 复活两名英雄的资源 走 跟我去英灵大殿 白河闻言 眼睛顿时一亮 随后他就拉着周周 向英灵大殿的方向 快步走去 片刻后 周周拿着魂法师 伊兹和烈焰刀王 诺勒斯的遗物 来到生命女神的庇护所这里 让卡罗 莫伊拉复活 复活了这两名英雄后 周周和他们简单聊了几句 便把他们带到骑士圣殿 交给白河 至此 周周身上的欠款 彻底还清 无债一身轻的他 便向行政大厅走去 行政大厅 当周周他们刚接近这里的时候 就听到里面 传来的激烈讨论声 我们交洋王国 作为新建的王国 却沿用过往极光王国的律法 我觉得不太好 我曾是极光王国以前的首相 并亲自主持 修上过极光王国的律法 对于如何确立一国律法 我很有把握 而且 我不会完全照搬 会根据交洋王国的情况 做出具体修改的 交洋王国的国旗 以太阳星为主体怎么样 用太阳星 作为国旗主体没问题 但是个人感觉 不能只有太阳星 太单调了 有理 建国大典 应当大操大半 这是自然 没错 毕竟我们的国王是开国之军 不是后继之军 如果不大操大半 岂不是显得太低调了 周周听到这些谈论后 脸上不由出现笑容 他走进去 当众人看到他来的时候 顿时纷纷站起身来 恭敬行礼 见过陛下 嗯 众人高声道 你们继续聊 我在一旁旁听 如果我有什么想说的 会直接说的 你们如果有什么想问我的 也直接告诉我就行 周周点了点头 自然而然坐在了主位上 随后淡笑着说道 众人对视一眼 随后恭敬称 是 接着 众人就像刚才那样 开始再次谈论了起来 一开始的时候 众人还有点小心翼翼 不过 当看到自家陛下 没什么举动后 他们便放开胆子 再次如刚才那样 激烈讨论起来 在这期间 周周也把自己的想法 跟众人讨论交流 众人在难以下决断的时候 也会主动找周周探讨问题 时间飞快消失 眨眼间 就过去了三个多小时 此时时间已经来到深夜 周周见此 便让众人回去休息去了 王国的事情 以后可以慢慢商议 众人文言点了点头 随后就回去了 周周见此 也回到了自己的 初级领主伏地 初级领主伏地 言无常 周周看着面前的三具尸体 正是今天 他们在战场上击杀的 四臂摩罗王塔罗 钢牙铁拳王赛芬 和死亡灵士萨科默的尸体 三具异族英雄的尸体 这可是三个 英雄传承秘点 啊 周周脸上有着兴奋之色 他虽然麾下英雄 已经有酒味了 但据他所知 一些老牌帝国级势力的 英雄数量 比如精灵帝国 就有足足一百多位 精灵英雄存在 这还不算归附 精灵帝国的一族英雄 所以他对于英雄的需求 自然是多多益善的 这样才能早日赶上 那些老牌领主势力 不再多想 周周把手放在 四臂摩罗王塔罗的身上 文字提示出现 领主天赋提示 您的战利品 受到战利品之王 完美战利品的强化 战利品品质加一 称号提示 您的战利品 受到最强领主称号影响 战利品数量 正150% 领主天赋提示 您获得了完美战利品 100颗物之星 史诗集 800颗元金 一本史诗终极英雄记 四面八臂 一本史诗终极英雄记 魔罗无相战法 三件史诗终极装备 最月流星级 三件史诗终极装备 赶山破月斧 三件史诗终极装备 落日于灰刀 三件史诗终极装备 销魂练星顶 三件史诗终极技能书 魔罗戟 三本史诗终极技能书 魔罗刀 三本史诗终极技能书 魔罗斧 三本史诗终极技能书 魔罗斧 一颗前信级星红结晶 一本史诗终极 英雄传承秘点 九颗青铜及领主天赋 结晶碎片 哗啦啦 四臂魔罗王的尸体 瞬间化为一道光芒 飞入到他眉心空间中的 王之宝侠中 周周见此 脸上浮现出笑容 150%的额外战利品加成 再加上本来就有的 100%战利品 正常来说 一件战利品会变成二 五件 但这里取了四手五入的方法 所以直接变成了三件 再加上这四臂魔罗王 塔罗天生有四臂 生前能同时操控 四种不同的兵器作战 并且 每种兵器都能用出章法来 现在直接爆出 十二件史诗终极兵器 和十二本史诗终极技能书 爽 另外 有了这王之宝侠 提取战利品 确实方便很多 以后再也不用担心 他提取战利品满暴率的意向 被外人发现了 随后 他又提取了 钢牙铁拳王 赛芬的战利品 领主天赋提示 您获得了完美战利品 八十颗物之星 史诗集 六百五十颗元金 一本史诗终极英雄计 钢牙试咬 一本史诗终极英雄计 千拳破军 三件史诗终极装备山岳拳套 三件史诗终极装备 研制铠甲 三件史诗终极技能书 岁月蛮拳 三本史诗终极技能书 大奔袭 三本史诗终极技能书 汉帝 三颗种族天赋球 史诗终极 一颗前信级星红结晶 一本史诗终极 英雄传承秘典 二十颗青铜 及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还有种族天赋 不错 周周满意点头 这巨侯一族 并非星红怪物 而是万族中的异族生灵 它能掉落种族天赋球 说明这个种族的天赋 确实不错 怪不得能够凭一己之力 在其他三国面前 保下国内的高级保时资源 周周郑重收起其他战利品 单独将这颗史诗下级的 种族天赋球拿出来 它看过去 宝物名称 吼灵士 宝物品级 史诗终极 宝物效果 使用后 使用者将自动拥有 巨吼族的天赋能力 吼灵士 一声巨吼之下 实力远低于自己的生灵 即可被使用者吸入腹中 化为生命能量 以及部分晋升能量 增强己身提升境界 宝物简介 巨吼族的种族天赋 使用后 将会拥有该种族的种族天赋能力 周周看着这个天赋能力 神色严肃起来 巨吼族应该就是 凭借这项天赋能力 在过去那段年月里 无数次入侵极光王国 吞噬极光王国的领明的 不过 此法虽然有些血腥 但不可否认的是 它的天赋能力 直接选择学习 法不分善恶 分善恶地使用它的人 周周自然不会凭借这个天赋能力 去滥杀无辜 随后他看向最后的死亡灵士 萨科莫的尸体 他自然不会忘记 这家伙的身上 还有一颗圣灵级信仰神经呢 没有犹豫 周周直接提取对方的战利品 同时 他心念一动 选择触发幸运心 一日一次的特殊战利品机会 领主天赋提示 您获得了完美战利品 五十颗物之星 传说集 2500克元晶 一本传说下集 可成长英雄记 死神降临 一本传说下集 可成长英雄记 死亡纠集斩击 三件传说下 装备黑绝幽冥刃 三件传说下集装备 黑绝幽冥甲 三件传说下集技能书 死亡天使战斗笔记 三本传说下集技能书 死亡天使的庇护 一颗圣灵级星红结晶 一本传说下集 英雄传承秘典 十三颗青铜 及灵主天赋结晶碎片 幸运星提示 您获得了一件 特殊战利品 死亡邀请函 周周满意点头 圣灵级星红结晶到手 拿到生命女神的庇护所 一进化 又是一颗圣灵级信仰神经 这回 她手上是真的有 三颗圣灵级信仰神经了 都得留着呀 本来我麾下就有九名英雄了 现在又多出三本 英雄传承秘典 等用了后 我麾下的英雄数量 就十二位了 才三颗圣灵级信仰神经 感觉完全不够用啊 周周感慨 圣灵级信仰神经这玩意儿 确实是好东西 就是数量太少了 哪怕她是战利品之王 也不能多得 摇了摇头 她也没有多想 看向幸运星 爆出来的特殊战利品 那是一张两个巴掌大小的 黑色邀请函 邀请函的边缘部分是白色的 看上去的时候 因有一种死亡的气息 扑面而来 周周看着她 文字提示出现 宝物名称 死亡邀请函 宝物品级 宝物效果 死神塔纳托斯 随手写了一封邀请函 据说得到邀请函的生灵 可以请求让死神出手 将死亡带给近期 对邀请函拥有者出手过的敌人 宝物简介 不要抱太大奢望 看清楚 只是请求而已 出不出手 要看死神免下的心情 周周 这宝物很好是没错 不过这最后的宝物简介 是什么意思 要看死神免下的心情 所以说 这宝物能不能用 完全取决于 死神免下心情好不好 这么说也不准确 毕竟谁也没说 死神免下心情好 就一定会出手的 周周心中暗中赋肥 他都给死神 供奉过两次 圣灵级信仰神经了 如果死神到时候 真不回应他的请求的话 那以后自己 就再也不去死神神殿了 以后 他天天在生命女神的 庇护所那里待着 圣灵级信仰神经 也只给生命女神留着 看死神曾经的态度 应该也是很看重 圣灵级信仰神经的 自己到时候 不给死神 供奉圣灵级信仰神经了 看他怎么办 周周想了想 也把这个死亡 邀请寒收了起来 留着备用吧 万一以后有用呢 随后他把王之宝 侠中的三个 英雄传承秘典 拿了出来 然后看过去 宝物名称 英雄传承秘典 品阶 史诗终极 宝物能力 使用后 可以得到六臂蛇龙皇 即刻的英雄传承 简介 无为六方兵器之王 六臂蛇龙皇 即刻 宝物名称 英雄传承秘典 品阶 史诗终极 宝物能力 使用后 可以得到血腥拳皇 扎罗 简介 享受擂台和观众的加冕吧 血腥拳皇 扎罗 宝物名称 英雄传承秘典 品阶 史诗终极 宝物能力 使用后 可以得到死亡天使 下落地 简介 死亡 是万灵的归宿 死亡天使 下落地 周周微微点头 三个升级版 英雄传承秘典 看起来都不错 该怎么用呢 周周摸了摸下巴 随后想到了什么 打开军功面板 然后设置了的军功任务 军功任务 战争英雄 任务内容 在接下来的战争中 表现卓著 且对领地中心的前三名士兵 将获得成为英雄的机会 任务期限 五天 一 该任务将由领地内所有英雄 共同评价讨论决定 所有英雄需秉承公正 公开 公平的评价原则 不得逊思王法 不得胡乱评价 否则一律严惩 周二 英雄进行第一次选拔后 将有国王进行第二次面试 决出三名英雄传承的 正式继承者 确定 发布 很快 这则军功任务 就出现在了各大军团面板中的 军功系统里 周周看着这则军功任务 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样就不用自己选择了 直接让士兵们竞争去好了 这三个英雄传承名额 谁最有能耐 就是谁的 而与此同时 所有士兵看到这个军功任务后 都瞬间疯狂了 英雄 何等尊崇的名号 无论是生灵 还是迷雾怪物 心中其实都藏着一个 成为英雄的野望 本来他们以为成为英雄 对他们来说 是很遥远的一个目标 甚至可能这辈子 都接触不到成为英雄的机会 但现在 领主大人 居然就把这个机会 光明正大的摆在他们面前 让他们公平竞争 谁会不兴奋 哪怕是自知 没办法争夺英雄名额的士兵 也予有荣烟 觉得自家领主 是真把他们当自己人 重视他们 什么宝物都愿意拿出来奖励他们 至于军功任务是假的 怎么可能 有鬼神将 罗胜这样的例子在前 谁都不会怀疑 这则军功任务的真实性 上次输给了罗胜 这次我一定要拿到 这个成为英雄的机会 我一定要成为英雄 这样我就能直接实现 光宗耀祖的梦想了 陛下不会是陛下 一出手 就是三个英雄 传承的名额 也就是说 过不了多久 我们交阳王国 都要强了吧 真难想象 我们建国还不到一天 为我是交阳王国的领民 感到骄傲 士兵们和得知消息的领民们 兴奋激动的一轮纷纷到 另一边 初级领主服地内 周周看着面前堆积如山的领主 天赋结晶碎片 不由深吸一口气 该晋升战争主神的祝福了 周周心中期待 时至今日 他终于再度凑齐 升级战争主神的祝福 这项领主天赋 所需要的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他右手一挥 就看到如山一般的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出现在他面前 其中有六万颗青铜 及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以及四块钻石级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周周开始动手融合 他先将六万颗青铜 及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融合成六颗白金 及领主天赋本源神经 然后 把它们和四块钻石级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放在一起 下一秒 文字提示出现 是否融合成一块钻石级领主天赋本源神经 是 周周见此 毫不犹豫的 下一秒 就看到这些领主天赋结晶物质 散发出璀璨的白金光芒和钻石光芒 等光芒散去后 一块散发着钻石光芒的透明钻石水晶 出现在他面前 正是一颗钻石级领主天赋本源神经 周周见此 立刻打开自己的领主天赋界面 然后心中默念升级 随后 伴随着他手中的钻石级领主天赋本源神经 散发出更加明亮璀璨的钻石光芒 文字提示随之出现 由于您同时拥有石神赐福战争主神的祝福 生命女神的庇护所 屠龙之乡三种白金级领主天赋 请选择其一进行晋升 选择石神赐福战争主神的祝福进行晋升 周周毫不犹豫到 已显定领主天赋 正在进行晋升 下一秒 他感受到额间的眉心中传来了熟悉的温暖感觉 周周神色平静丝毫不见一样 片刻后 额间的温暖感渐渐消失 新的文字提示出现 领主天赋晋升成功 恭喜您 您的白金级领主天赋石神赐福战争主神的祝福 晋升为钻石级领主天赋石神赐福战争主神的祝福 您晋升后的钻石级领主天赋效果如下 领主天赋 石神赐福战争主神的祝福 钻石级 石神赐福战争主神的赐福 由至高意志麾下的十位主神之一的战争主神 为您和您麾下的战斗类职业者进行了赐福 您和您麾下的战斗类职业者 在击杀敌人后 会获得额外4%的晋升能量 他脸上浮现出笑容 居然直接翻倍了 不过 这还没结束呢 因为他手上 还有28颗超凡级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和19份史诗级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他一直没用 等的就是今天 周周没有犹豫 先拿出10颗超凡级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和10颗史诗级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融合出一块超凡级领主天赋本源神经 和一块史诗级领主天赋本源神经 随后再次选择升级 很快 这项领主天赋就又升级了两次 周周看过去 领主天赋 石神赐福 战争主神的祝福 史诗级 石神赐福 战争主神的赐福 由志高一致麾下的十位主神之一的战争主神 为宁可宁麾下的战斗类职业者进行了赐福 宁可宁麾下的战斗类职业者 在击杀敌人后 会获得额外百分之八千的晋升能量 周周看着这个领主天赋 忽然大笑起来 八十倍啊 这可是足足额外八十倍的晋升能量加成 也就是说 别的领主麾下的士兵 击杀一个迷雾怪物 只会获得一个单位的晋升能量 而他麾下的士兵 击杀一个迷雾怪物 将会获得八十一个单位的晋升能量 这加成 简直恐怖至极 周周明白 从今天起 他的领名的升级 要再次起飞了 兴奋过后 周周看向自己剩余的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只见在刚才的消耗后 他现在手中 还有752颗黑铁及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769颗青铜及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133颗白银及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11颗黄金及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9颗白银及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18颗超凡及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9份史诗及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2颗传说及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6颗神话及唯一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周周看着这些领主天赋结晶碎片微微点头 其实 以他手中的这些领主天赋结晶碎片来看 他是有条件 可以再升级一些其他领主天赋的 但是 他感觉自己 目前对于其他领主天赋的提升 并没有太过急切的需求 所以 就没有动用这些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这样的话 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 当他以后遇到一些极品领主天赋 比如足以媲美食神赐福 战争主神的祝福 这类领主天赋时 他就可以直接通过积攒的领主天赋结晶碎片进行提升 而不需要等到积攒的时间过后 才能提升 另外 他现在手中的领主天赋 已经多达20多个了 他手中的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虽然看起来很多 但如果平均分摊到每个领主天赋上 其实并不能把他们的天赋等级提升多少 而低级的领主天赋 对他来说 其实效果并不怎么明显 比如 当初在他刚刚降临至高大陆时 起到很好辅助作用的青铜及领主天赋 诸如炼金攻防 这项领主天赋 现在随着他领地内医师和生命女神神职职业者的增多 已经渐渐沦落到 只能起到提供药剂作用的程度了 在他的众多领主天赋中 效果看上去并不明显 事实上 也确实是如此 所以他不需要低级领主天赋 提升一级两级的程度 他需要的是 超凡 史诗 甚至传说 神话级别的领主天赋 而这些高级领主天赋 要么凭运气 从敌人身上获得 要么就需要他积攒大量的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用于提升极品的领主天赋到高级阶段 所以 这些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他不会轻易动用 之后的他 打开自己的王国界面 王国名称 焦阳王国 国王 焦阳国王 王国等级 初级王国 王国国旗 魏定 王国军团 焦阳军团 黄金级 怪物军团 白银级 龙神军团 白银级 晋升终极王国所需条件 领地等级晋升到超凡下级 一万颗超凡级物之星 征服三座新红之主 麾下的初级新红王国 一 三 征服两座非新红之主麾下的初级王国 零 二 五百座独立区域领地 拥有十尊种族英雄 一块实施下级王国令 周周目光落在晋升终极王国的条件上 然后眉头不由皱了起来 光是第一条 将领地晋升到超凡下级 他就远远没有达到 毕竟他现在的领地等级 才是白银上级而已 还要提升四次 才能达到超凡下级层次 看来 初级王国 正常来说 至少都应该是超凡级别的领主势力 才能建立的 我一个白银上级领地势力 就建立初级王国 如果按照游戏术语来说 都算得上是超越版本的行为了 周周难难道 随后苦笑地摇了摇头 光是这一个条件 就把他将交扬王国 晋升到终极王国的日期 无限期拉长了 更不用说后续的条件了 征服三座新红之主 麾下的初级新红王国 征服两座非新红之主 麾下的初级王国 目前周周知道的新红王国 只有被攻陷的塔汉王国一个 其他无论是极光王国 明废王国 巨火王国 还是刚刚知道不久的严林王国 都是属于本土生灵的 老牌王国级领主势力 而非新红王国级领主势力 他倒是听说 星辰联盟里的一些 领主成员的领地周围 披链着一些新红王国级领主势力 但周周并不打算 跨越那么远的距离 去征服不与自己领地 紧爱的新红王国 一来费力 二来距离太远 哪怕有空间传送正在 征服之后也不好管理 有那精力和时间 周周宁愿向外扩张 去寻找自己领地周围的 其他处级新红王国 周周想到这里 便派人把无图叫了过来 然后告知了他接下来的日子里 继续去探索王国周边 未知领地的情况 从明日起 你从其他军团抽调士兵 将你的天图军 扩充到十万兵力 另外再领三座黑色幽灵号 两座星夜号 和五万架机械鹿行鸟 作为你们天图军的 军用飞行器 我要大大增强 你们天图军的实力 加强你们探索周边 未知领地的能力 周周沉声道 随着郊阳岭 晋升为初级王国级领主势力 天图军这个王前 先锋军的实力 必须要随之增长 否则将严重拖慢他的成长速度 是 陛下 无图激动无比道 他越发感受到 陛下对自己和天图军的看重 我还没说完呢 周周微微一笑 随后拿出一份军团之证 选择使用 请确认您的王国级军团名称 天图军团 周周沉声道 军团名称天图军团已确定 请确定该军团的军团长 副军团长 后勤总长 器械总长 周周见此 只在军团长的位置上 填写了无图的名字 其他的就交给无图吧 死中的无图 会给自己一个好答案的 下一秒 就看到 无图身体轰然一震 接着抬起头 用震惊的目光看着自己 陛下 他有些不知所措道 不用多问 以你和天图军的功劳 得到一个军团编制很正常 但军团编制和军团长的位置 是权力也是责任 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期望 和你现在肩上担负的责任 周周沉声道 是 陛下 属下 他必不会辜负陛下的期望和肩上的责任 无图脸上的激动渐渐退去 神色逐渐变得严肃起来 他肃然道 周周点了点头 随后挥挥手让他退去了 无图见此便恭敬离开 等他离开后 没什么别的事的周周 也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准备休息 当他刚刚进入自己房间的时候 一个倩影就扑到了他的怀里 正是李雅 两人抱了一会儿 我们休息吧 周周忽然坏笑道 李雅没有说话 只是不好意思地 把头埋进了周周的怀里 周周见此笑了笑 他忽然公主抱起李雅 随后走进房间 星空之上 群星在这一刻 也似乎不好意思地 戴上了新红色的面纱 名费王国 教皇殿中 新教皇弗洛伊德 看着下方的人 那是一个披着黑色斗篷 浑身笼罩在阴影中的狗头人 阴影与逆杀之神阿尔杰农 我已经多久没看到你了 弗洛伊德看着这个狗头人感慨道 五十多年了 阿尔杰农淡淡道 弗洛伊德点了点头 本教皇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 他道 任务 现在到了你们 名费王国的生死关头了吗 弗洛伊德 你不要忘了 神上派本神来 只是因为你们这里百年前 诞生了一位圣子 神上因此派我过来 让本神在你们遇到 生死危机的时候 出手帮你们一次 这是神上对你们的奖励 不应该沦为你们信仰斗争的工具 阿尔杰农淡淡道 他对新老教皇斗争的事情 早就有所耳闻 信仰坚定而纯粹的他 心中不屑于与他们为伍 更不屑于加入他们 被他们利用 不不不 阿尔杰农 你误会本教皇了 本教皇岂会因为那种无聊的事情 就动用你这尊神力 你可知 今天刚刚建立的焦阳王国 他问道 阿尔杰农摇了摇头 他最近这段时间都在前程祷告 根本没去了解外界发生的事情 那我先跟你讲讲 弗洛伊德笑着说道 随后 他就将焦阳王国最近发生的事情 以及种族神器的事情 告诉给了阿尔杰农 按照那位焦阳王的实力和习惯来看 接下来 他并不会满足于只征服一个塔汉王国 极光王国 巨吼王国 甚至是我们明费王国 恐怕都将在他扩张的版图之内 同样猜到这一点的巨吼之王 今天甚至还亲自来到了我这里 与本教皇谋求合作 可见 那名焦阳王的凶悍 你说 本教皇是不是应该 在事情未发生之前 将这件事扼杀在摇篮中 他盯着阿尔杰农问道 阿尔杰农文言 没有说话 如果事情真按照弗洛伊德所说 那位焦阳王接下来 恐怕会有九成的可能来进攻明费王国 确实是个很大的威胁 他心中暗想道 教皇座位上 弗洛伊德看到阿尔杰农脸上微动的表情 顿时更起劲了 他神色更加虔诚 道 更不用说 那名焦阳王的身上 还有种族神器这样的质保 那可是能够万族通用的种族神器 是真正的质保 如果你能够把那种族神器带过来 然后与我一同奉献给缅下 缅下一定会很高兴的 甚至说不定会赐下奖赏 阿尔杰农文言更加心动 作为一名真正的神灵 他比弗洛伊德更加明白 这种通用型种族神器的价值 那可是连真神 主神层次的存在 都会为之心动的超级至宝 虽然他也不知道 他到底有什么价值 能让真神 主神层次的存在都想要 但无所谓 他只需要知道他很宝贵 献给神上后 神上会很开心就足够了 弗洛伊德看到阿尔杰农脸上 更加心动的表情后 又说出了自己的第三个理由 阿尔杰农 你已经来我这里快一百年了 你就不想 早点摆脱自己的使命 立下一个大功劳 回去继续侍奉免下吗 他引诱道 阿尔杰农沉没了 他心动了 我会去一趟 收下那人族领主的生命 阿尔杰农沉没凉酒后 淡淡说道 弗洛伊德心中顿时一喜 但就在这时 一道血痕 忽然出现在他的右脸上 滴滴血液从血痕上流出 很快就把他的半张脸 都染上了血迹 弗洛伊德一开始的时候 只是感觉自己的脸有点凉 等摸过去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受伤了 你 他刚要对阿尔杰农发怒 就看到阿尔杰农猛冷地看着他 你虽然是明废王国的死神教会教皇 地位与本神平等 但你终究只是一个超凡上级的狗而已 而我 是与你有着天大差距的神灵 刚刚那种设计隐诱的话 本神不想听到第二次 不然 下次你身上裂开的 就不只是 你的漂亮脸蛋了 阿尔杰农目光落在他的脖子上 让弗洛伊德下意识地感觉自己脖子上有一丝凉意 随后 他冷哼一声就走开了 弗洛伊德一脸怒涩地看着对方离开 等对方走开两久后 他脸上的怒意才渐渐消失 甚至还笑了起来 阿尔杰农这一去 既解决了明废王国的最大威胁 又能借此 让我在教会中 威望彻底压倒老教皇一方 并且还能得到免下的欣赏 一举多得 哈哈 想到美好的未来 弗洛伊德不禁大笑起来 娇阳城 就在这时 一道犹如剧中长迷的警示声音 在周周脑海中骤然响起 无与伦比的危机感 突然降临在他的意识中 呼 周周直接从床上坐了起来 脸色苍白 瞪大眼睛看着前方 怎么了 李雅也被惊醒 她坐在周周旁边 一脸担忧地看着眼前的男人周周没说话 只是紧皱眉头 她知道 这是自己的天赋 危险遇知被触发了 一定是生死危机 不然危险遇知对我的危机感觉不会这么强烈 周周心中警铃狂响 表面上 她则不显露分毫 脸上甚至还有着淡淡笑意 李雅 不好意思 你恐怕要先回去一趟 我有些事情要处理 周周歉一道 大半夜的 把一个刚刚睡着的女孩赶出去 确实有点不好 不过她也没办法 在这种无形的恐怖威胁面前 她恐怕没办法在保护自己的同时 还能保护别人了 必须让自己最近的人 先离开自己身边才行 这样自己也能放开手段 来解决这次危机 李雅文言一正 不过她虽然心中疑惑 但她相信周周不是无理之人 她这么说 肯定有她这么说的理由 于是她好了一声 就穿上衣服离开了 周周见她离开 便通过军团面板 将自己麾下的所有英雄 全部召集过来 不过 她并没有让他们靠近自己 只是让他们隐藏在屋外 随时准备出手 然后 周周就在床上静静等待着 片刻后 周周身体忽然一颤 心中的危机感达到了顶峰 她立刻不着痕迹地看向周围 但令她心里一沉的是 此事在她的视野中 她居然没看到任何敌人 也没感受到任何敌人的气息 与此同时 在周周面前 不到两米远的地方 阴影与逆沙之神阿尔杰农 正堂而皇之地悬浮在她的面前 神色平静地看着她 仿佛在看着一个死人 阴影与逆沙之神阿尔杰农 看着眼前的人族领主 脑海中不由想起了对方的资料 焦阳王 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族领主 仅仅凭借人族血脉之身 居然能够走到这地步 甚至还能够成为当下的 万族最强领主 要是继续让她成长下去 未来说不定真有可能会成为 称霸一方的霸主及领主 阿尔杰农敢凯道 作为一名真正的神灵 在她漫长的神灵生涯中 见过诸多不可思议的领主崛起 但是像周周这样 以低等人族血脉之身 走到当前这地步的 她还是第一次看到 不过可惜了 这样的俊杰就要死在她的匕首之下了 想到这里 阿尔杰农的眼神变得越发平静 她抬起右手 掌心上凭空浮现出一个 黑色弯爪一样的黑色匕首 这匕首表面散发着看似不起眼 实则能量惊人的黑色豪光 如果有生灵在旁边看过去 立刻就会有一种 不寒而栗的惊悚感 阿尔杰农伸出手 将匕首放在周周的脖梗上 就要割掉她的头颅 而就在这时 周周脑海中 白子天赋危险预知的警告 也瞬间达到了极致警铃狂想 周周浑身汗毛直立 想也不想 直接施展瞬间一动 凭空消失在原地 阿尔杰农一击落空 不由轻易一声 表情有些惊讶 随后又恢复平静 逃跑 是没有意义的 她淡淡到 随后身体消散在黑暗中 与此同时 初级领主伏地外 周周的身影凭空出现 她微微喘着粗气 皱眉看着初级领主伏地 心里闪过诸多想法 在她混沌人族的强大感知中 似乎隐隐感觉到 有一个敌人 要用某种锋利的武器 斩过她的头颅 那个敌人应该掌握着 相当高级的隐秘技能 甚至可能是隐秘方面的法则剂 周周觉得 后者的可能性极高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对方要么是能够提前 掌握法则剂的高等血脉种族 如木神族 混沌神族 原出灵族 要么就是 神灵 普通神灵 掌握法则剂很难很难 但神灵 掌握法则剂就很正常了 因为神灵最显著 也是最基础的特征之一 就是掌握法则剂 想到这里 周周心脏砰砰直跳 居然有神灵要杀我 而且居然是用暗杀这种形式 这神灵 就没有一点关于神灵的自觉吗 杀我至于用暗杀的手段吗 周周心里有些吐槽的想到 随后 她又忽然想到了什么 不对啊 神灵怎么会对我出手 她不怕至高协议吗 等等 周周忽然反应过来 她现在已经是一座 初级王国的领主了 帝国或神国级领主势力 也许碍于至高协议 不能对我出手 但是别的王国级领主势力 已经没有了至高协议的束缚 是可以对她这个王国国王动手的 如果是老牌王国的话 动些手段 说不定还真能请到 极少数低级神灵向她出手 就在她脑中思绪纷飞的时候 熟悉的毛骨悚然的危机感 再度传来 周周想也不想 再度瞬移离开了原地 并出现在了数百米外的空地上 她看向自己顺移前的地方 时间那个地方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但周周不但没有感觉到安心 反而更加毛骨悚然 好恐怖的隐秘能力 绝对是法则级级别的隐秘能力 咦 居然能躲过我的两次弓箭 这人族领主只有钻石上级实力 却能做到这一步 确实不凡 阿尔杰农悬浮在周周顺移前待的地方 看着数百米外的周周惊讶到 随后 她身体再度消失不见 周周看着周围空无一人的环境 心中暗暗着急 她此时知道 自己必须要找到刺客的位置 否则自己躲得了一次两次 但绝不可能每一次都能凭借危险预知躲开 九首必失 这是稍微读些兵书的生灵 都会知道的道理 她仔细感知 远处自己顺移前的位置 忽然 嗯 那个地方 似乎有一股阴影的气息 周周凭借着体内的光明圣龙血脉 终于堪堪察觉到了 那微微一缕阴影的气息 她没有犹豫 立刻直立身体 双手握拳高举 法则记绝对光明 圣龙之威 下一秒 周周全身上下 骤然爆发出一股无法形容的璀璨光芒 在这璀璨光芒的照耀下 焦阳灵仿佛冉冉升起了一尊小太阳 照亮一切黑暗和阴影 与此同时 一股恐怖的血脉威压 骤然从周周身上爆发开来 让一切阴影邪碎都无法遁形 啊 一声惨叫声响起 周周周周然睁眼 就看到一个身披黑色斗篷 手持一柄黑色弯刀状匕首 浑身笼罩在阴影中的狗头人 就在自己十多米外的位置 正是阴影与逆杀之神阿尔杰农 文字信息出现 神奇真名 阿尔杰农 神奇称号 阴影与逆杀之神 神奇阶级 夏卫神夏节 所属领地 明废王国 能力概述 原本是死神塔纳托斯神系中的 一尊低级神灵 擅长在阴影中隐身和刺杀 后来因为明废王国国内诞生出一名圣子 被死神塔纳托斯派来庇护明废王国一次 血脉 阴影之子血脉 中卫神夏节 技能 法则记化身阴影 法则记死亡影笔 忠诚度 无 对方非领地领名 潜力 中卫神夏节 英雄传记 周周心里有些可惜 实力差距太大了 居然无法看到对方的全部属性信息 不过即使如此 从今有的信息中 他也知道了对方的来历 明废王国 没想到 自己还没过去找他 对方居然给自己来了一手 先下手为强 很好 明天要是不找你们明废王国算算账 我这交阳王国就算白创立了 周周眼中有着冷意 不过当前 还是要解决眼前的危机才行 与此同时 就在二杰农报露出身形的时候 不需要周周提醒 下一瞬间 就看到无数人影 从四面八方暴视而出 向二杰农发出各种各样的攻击 英雄纪贪狼式杀剑 白云 英雄纪七剑绝杀 许安 英雄纪星剑天地 无图 英雄纪屠龙伏法 国桥 法则纪一刀五级 风罗 法则纪绝对光明 英格索尔 大量且形态各异的攻击 纷纷攻向二杰农 二杰农不愧为成神多年的老牌下位神神灵 即使他因为遭到绝对光明的攻击 一时间状态大减 甚至难以改制周围的环境 但在这一刻 他依然用自己精准的匕首手法 挡住了大部分攻击 只有少部分攻击落在了他的身上 但也没造成多大伤害 二杰农此时恼怒至极 同时也十分惊骇 他万万没想到 只是一次简简单单的刺杀行动 刺杀目标还只是一个钻石上级的领主 结果过程居然让他落得这样狼狈 而且对方只是钻石上级 居然就掌握这样一门 如此克制他的法则技 此时的他 居然发觉 他的周围居然一点死亡 阴影 腐蚀之类的混乱元素都没有了 他心中警觉 这门法则技绝对不简单 不能再拖下去了 再拖下去 谁知道这个焦阳王会不会又弄出新的手段 他收起了松懈的心思 果断发出自己的最强法则技 死亡隐笔 在这一刻 天地仿佛都黑了下来 除了英格索尔和郭乔 勉强能看出一些东西来 其他人全部陷入了黑暗的环境之中 而周周这边的视角则更加惊人 因为他除了看到黑暗之外 还看到了一柄仿佛黑光一样的匕首 像流星一样向自己报射而来 他根本来不及反应 这黑色匕首就刺到了他的眉心上 就在这危急时刻 忽然凭空出现在周周的眉心上 并自动铺展开来 挡住了这匕首的攻击 正是周周许久前 用一颗圣灵级信仰神经 从死神手上换到的死亡豁免卷轴 在这一刻 他赫然起到了救命的作用 而抱着必杀之心的阿尔杰隆 看到这黑色卷轴 顿时就蒙住了 这是死亡豁免卷轴 这人族领主和死神免下 是什么关系 居然能被死神免下 赐下这种宝物 阿尔杰隆愣愣想到 而周周也看到了 此时阿尔杰隆愣在原地的状态 好机会 周周眼睛一亮 他心念一动 嗡 一柄通体由晨曦光芒构成的圣剑 飞快凝聚在他手中 正是新得到的法则剂 光明圣剑 下一刻 周周凭空消失在原地 随后在凭空出现在阿尔杰隆的身前 最后毫不犹豫的 一箭刺入阿尔杰隆的心脏位置 噗 光明圣剑透体而过 阿尔杰隆愣愣地低下头 看着胸口穿透过去的光明圣剑 又看着面前眼神果决的周周 眼神逐渐茫然的同时 身上的气息也逐渐衰弱下来 直至彻底消失 哄 阿尔杰隆无力地倒在地上 荡起些许烟尘 周周看着这具尸体 喜悦的同时又有些难以置信 自己居然以钻石上级之身 月三个大层次 击杀了一位下位神下及层次的神灵 虽然这神灵是最低层次的 但那也是这儿巴金的一个神灵啊 自己居然做到了 如此匪夷所思的事情 此时 周围的白云 五星 风罗 许安等人也愣愣地看着这一幕 显然也没想到 自家领主大人 居然做出了这等成就 周周没管他们的反应 而是看着面前的击杀提示 您击杀了下位神下及阴影 与逆杀之神二杰农 晋升能量加20亿战力品凝聚完成 战争主神的祝福 您获得额外1600一点晋升能量 哄 澎湃汹涌的晋升能量 陡然出现在周周的心脏中 随后又以一种极为柔和的方式 涌向他的身体各处 强化他的肉身和灵魂 很快 周周身体一震 随后就感受到了 更强大的力量 流转身体 他看了眼自己属性列表中的实力一览 果然 超凡下级 他突破了 周周脸上浮现出笑容 没想到 自己刚刚晋升完钻石上级不久 现在就又得到突破 直接晋升到超凡下级去了 超凡级 在至高大陆的本土王国级势力中 这个级别已经算是顶级战力了 就算从整个诸天万劫来看 也可以算是一位中等层次的强者了 周周心中十分满意 随后他的目光落在阿尔杰农的尸体上 他蹲下身 把手放上去 开始提取 领主天赋提示 您的战力品受到战力品之王 完美战力品的强化 战力品品质加一 称号提示 您的战力品受到最强领主称号影响 战力品数量正150% 领主天赋提示 您获得了完美战力品 150颗神经 中卫神下级 三块 暗影之子神格碎片 中卫神下级 三块暗影杀戮神格碎片 中卫神下级 三件死亡阴影装备 中卫神下级 三件暗影披风装备 中卫神下级 一份神灵之书 中卫神下级 十颗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青铜级 二杰农的尸体 瞬间化为一道光芒 融入进周周的王之宝侠中 化为大量战力品 周周一一看过去 首先是神经 那是一颗颗如同种子大小 通体晶莹剔透 泛着金光的物品 宝物名称 神经 宝物品级 中卫神下级 宝物效果 神灵的交易货币 亦可作为神灵的神力来源之一 是极为宝贵的货币 宝物简鉴 神灵之间用于交易 和提升实力的宝物 哪怕是神灵 对它们也十分看重 原来这是神灵的交易货币 而且还能作为神灵的 神力来源来用 甚至还能够提升 神灵的实力 好宝物 周周眼睛一亮 他郑重地将其收起来 随后看向后面的宝物 宝物名称 神格碎片 暗影与刺杀之神 暗影之子 宝物品级 中卫神上级 宝物效果 使用者手持神格碎片 有几率从中领悟出 暗影与刺杀之神的成名法则记 暗影之子 宝物简鉴 暗影与刺杀之神的神格碎片 对暗影与刺杀法则有天赋者 可以从中领悟它的成名法则记 宝物名称 神格碎片 暗影与刺杀之神 暗影杀戮 宝物品级 中卫神上级 宝物效果 使用者手持神格碎片 有几率从中领悟出 暗影与刺杀之神的成名法则记 暗影杀戮 宝物简鉴 暗影与刺杀之神的神格碎片 对暗影与刺杀法则有天赋者 可以从中领悟它的成名法则记 周周看着这六个神格碎片 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可是六个法则记呀 不光自己可以学习 还可以分给下属掌握 这样以后 对付法则记级别的强者 就不需要他一个领主亲自出手了 周周没有犹豫 直接拿着一颗暗影之子神格碎片 和一颗暗影杀戮神格碎片 选择学习 下一刻 他眼前一黑 进入了暗影与刺杀之神的记忆中 暗影与刺杀之神 在成神之前名为 西 西字有记忆开始 就明白一件事情 他未来要击杀一个存在 而这个存在的位阶 乃是传说中的神灵位阶 所以为了是神 他未来也必须要成为神 因为只有神灵才能对付神灵 他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想着对付那尊神灵 但是他却愿意相信 这种与生俱来的天赋直觉 因为他感觉 这就是自己天生的使命 也是自己天生的宿命 他躲不掉的 于是 他从小就开始锻炼身体 增强自己的身体素质和刺杀能力 后来他这种独特的行为 虽然让少年时期的他 没有多少朋友 但却意外引起了一位刺客首领的注意 最后刺客首领带走了西 并教授他刺客的战斗方法 让他走上了刺客的超凡之路 紧接着 天地发生大变 无数普通动物吸收未知灵气 成为了实力强大的超凡怪兽 而本来就实力超凡的怪兽 实力更是更进一步 成为了更加恐怖的超级生物 末日因此降临 在末日之中 西平借一柄匕首 游走于暗影之中 刺杀无数怪兽生物 拯救越来越多的族人 建立避难所 同时实力也越来越强 最后他成为了神 而在成神的瞬间 他也通过这一方世界意志 得知了末日的真相 一名实力无限接近真神的上卫神 陨落于这方世界 其一身神力滋润天地 一方面让世界位格得到提升 世界内的生物实力增强 另一方面 上卫神的意志 也在侵略这方世界意志 想要取而代之 世界意志感受到危机 于是选择了世界内天赋 意志潜力最好的他 让他快速成长 来对付上卫神一流的意志 在世界意志的帮助下 西打败了那尊上卫神 同时实力也因此提升到 中卫神上级层次 世界意志得到解救 后来为了得到进一步突破 西被世界意志送到了至高大陆 但后来在至高大陆的历练中 西却遭遇危险 陨落了 不过虽然他陨落 但是他的灵魂 却因为是世界之子的缘故 被世界意志收回到自己的世界 重新参与了轮回 记忆过后 周周这次眼前只有 暗影之子和暗影杀戮 这两门指定法则剂可供选择 他自然没什么想法 直接选择学习 然后他就掌握了这两门法则剂 周周张开眼睛 没想到 居然经历了一个小世界的 世界之子的成神经历 不过至高大陆 还真够危险的 居然连世界之子 都会死在至高大陆上 周周感慨道 随后他点开这两项法则剂 法则剂名称 暗影之子 法则剂品质 中卫神上级 法则剂能力简介 法则剂拥有者是暗影法则的蠢 能够轻易感悟到暗影法则的存在 并在参悟的过程中 有较大几率领悟出 暗影杀戮 法则剂品质 中卫神上级 法则剂能力简介 法则剂掌控者 可以隐藏在黑暗和阴影之中 完全隐藏自身的身形 气息 杀意 声音等一切 可能会暴露自己位置的因素 只有同级别光明系法则剂 才可以看出 法则剂拥有者的所在位置 当法则剂掌控者 隐藏在黑暗和阴影之中 进行战斗时 不会脱离隐身状态 在暗影中杀戮的过程中 法则剂掌控者 如果杀掉目标 自身身体素质 会获得微弱的永久性增强 乖乖 好极品的两个法则剂 周周目光惊叹地 看着这两个法则剂 这两个法则剂 一个可以在法则天赋上进行加成 让法则剂拥有者 成为暗影法则的处 另一个更是一个 可以永久隐身 和在杀戮中变强的 可乘长法则剂 周周虽然不怎么了解 神灵的事情 但他觉得 这两个法则剂 恐怕任意拿出去一个 可以奖励给立下功劳的将领 周周看着剩下的四块神格碎片 心中想到 随后他将它们收了起来 然后看向另外六件装备 其中三件装备是死亡阴影 另外三件装备是暗影披风 最重要的是 它们都是神器 周周深吸一口气 随后看过去 首先是死亡阴影 死亡阴影是一件灰色匕首 看上去虽然普普通通 但周周自然不会因此小瞧它 神器信息出现 神器名称 死亡阴影 神器品皆中为神上级 神器法则一 死亡标记 给视野范围内的敌人 赋予死亡标记 随后 无论敌人在什么位置 死亡阴影拥有者 都可以感受到敌人的位置 同时被死亡标记标记过的敌人 将会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中 无时无刻 不再感受着死亡的恐惧威胁 周 同一时间 死亡标记只能标注一名敌人 神器法则二 弱点刺杀 在与被死亡标记记录过的 敌人战斗过程中 使用者有较小几率 看穿对方的弱点 攻击该弱点 敌人将承受更大的伤害 提示 可灵魂认主 周周眼睛一亮 这死亡阴影的第一个能力 死亡标记的效果不错 几乎等于一个无限使用的 复仇之魂的罗盘效果 不过 复仇之魂的罗盘 不需要再视野范围内锁定敌人 只需要直接去想敌人 就可以锁定敌人的位置了 另外 复仇之魂的罗盘 虽然不会让敌人 时时刻刻感受到死亡威胁 但也不会让敌人有所察觉 从这点上看 周周还是更喜欢 复仇之魂的罗盘更多一些 但死亡阴影的死亡标记 是可以重复使用的 而复仇之魂的罗盘 只剩下一次使用次数 这么看的话 两者也算是各有优劣吧 更不用说 这死亡标记 还可以与下一个神器法则 弱点刺杀联动了 极品攻击神器啊 周周有些惊艳 这个神器的属性 另外 他现在大概明白 神器为什么被称之为神器了 因为神器上面 居然承载着 只有神灵才能掌握的法则剂 也就是神器法则 这样一来 拥有神器的神灵 就相当于额外掌握了其他法则剂 这样的话 掌握神器的神灵战力 和没掌握神器的神灵战力 几乎就是两种战力存在了 想到这里 周周立刻对其中一件死亡 阴影神器灵魂认主 很快 他就感受到 自己与这件神器之间 多出了一种密切的联系感 他隐隐感觉到 自己以后 就算和这件神器分开 只要两者的距离 在这联系范围之内 那自己心念一动 即可让这件神器 飞到自己身边 而且最让自己惊喜的是 他发现 自己居然能够驱动这件神器 是的 他一个刚刚跨入超凡下级的领主 居然能跨越将近四个大阶级 驱动这件中 卫神上级神器 而能够驱动的原因 就在于 他作为混沌人族 体内的混沌员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替神力 来驾驭神器 这也是他刚刚才知道的 所以 我的混沌人族的血脉特点就在于 不但能够吸收和优化万族血脉 还能够凭借独有的混沌员 能提前驾驭神器 周周神色中 喜色更加明显 原出灵族 天生极为体内小世界之神 混沌神族 天生拥有混沌神格 可以无瓶颈成为神灵木神族 天生能够掌握神灵能力 法则剂 这三个最顶级种族 天生都能掌握 与神灵有关的血脉能力 周周之前一直自认为 自己的混沌人族血脉 不弱于这三个顶级种族 但在神灵相关能力方面 他一直觉得自己的混沌人族血脉 有些欠缺 没想到 不是自己的混沌人族血脉 有所欠缺 而是自己没碰上神器 自己的混沌人族血脉 居然能够模拟神力 以非神灵之身操控神器 光从这点上看 自己的混沌人族血脉 就不比那三族差了 周周心念一动 将这件神器 收入眉心空间中的王之宝侠里 随后看向另一件神器信息 神器名称 暗影披风 神器品鉴 中卫神上级 神器法则暗影藏匿 身披暗影披风 可进入永久隐身状态 如果使用者本身就拥有隐身类能力 暗影藏匿 可在保持神器法则能力的同时 大大增强使用者本身的隐身类能力 提示 可灵魂认主 周周看到这件神器 神色平静很多 这件神器的神器法则 几乎和暗影杀戮法则剂的隐身效果差不多 除了能起到相辅相成的效果外 就没其他特色了 不过即使如此 他也是一件神器 周周自然也将其灵魂认主 随后他将神器都收了起来 然后看向最后一件战利品 宝物名称 神灵之书 宝物品集 中卫神上集 宝物效果 记载着暗影与刺杀之神 西城神道路的神话书籍 使用后 可以走上成为暗影与刺杀之神的道路 宝物简介 神奇传承之书 使用后 可以走上一条成神的坦途 但最终能否真正成神 还要看使用者自己 周周看完这件宝物的信息后 深深吸了一口气 他眼中难掩震惊之色 他没想到 这居然是一本能让生灵 走向成神坦途的神灵传承之书 有了这本 神灵之书 使用他的人 就可以按照这名神灵 已经走过一遍的成神道路走下去 这种成神 就几乎相当于 有一个老师在身边 将如何成神的一步步步骤 亲自掩饰给自己的弟子看 这样的成神难度 几乎比没有 神灵之书的生灵 简单百千倍都不止 好宝贝 不过该给谁 周周沉思 他作为领主 虽然目前不知道 自己的成神道路 该如何选择 但肯定不会走刺客 成神这种路的 无他 太危险了 而且 他也有些看不上 中卫神上级的 神灵之书 作为上一个活动的 万族最强领主 他的目标 至少也是真神 如果可以的话 主神甚至是至高领主 才是他的野心所在 给许安吧 周周很快想到 许安本身就是刺客出身 这本 神灵之书 可以说 相当契合对方了 而且 以他的主神上级潜力 肯定可以大大加快 成为暗影与刺杀之神的速度 甚至超越暗影与刺杀之神 也是简简单单的事情 这本中卫神上级的 神灵之书 不会限制许安的未来 只会加快他的潜力兑现速度 周周看着 神灵之书 心中想到 他不再多想 将许安叫了过来 很快 许安就过来了 见过陛下 许安恭敬道 嗯 最近 你立下诸多功劳 我将你叫过来 是想奖励你的 周周开门见山道 这是臣的分内之责 许安神色平静道 有功则赏 有过则法 不用多说 周周也没废话 直接将神灵之书 和两块神格碎片递了过去 由着记载着暗影之子 和暗影杀戮 两项法则记的神格碎片 许安的成神之路 应该可以再次加快 经过刚刚的神灵刺杀之后 周周迫切的希望 自己的下属之中 也能出现一尊神灵 另一边 看到周周递过来的物品后 许安恭敬的双手接下 当他看到这些宝物的信息的时候 他顿时身体一震 眼中充满了震惊之色 周周看到这一幕 嘴角浮现出笑容 自从这小子恢复记忆后 就一直保持着 生人物尽的刺客表情 没了之前的毛头小子模样 如今 看到他因为这些宝物 而表情绷不住的样子 周周心中有种恶趣味得逞的快意 这份奖励 应该还入得了你的眼吧 周周故意说道 许安深吸一口气 神色更加恭敬 他深深感激道 多谢陛下赏赐 陛下之恩 臣万死难报 周周站起身 走到许安身边 拍了拍他的肩膀 都是自己人 不用说这些 他道 许安很早就成为了 自己的死中之名了 对于自己的死中之名 周周向来还是很大方的 许安没有多说 只是默默将这份恩情 记载了心里 英雄传承的恩情 资质提升的恩情 成神之路的恩情 种种恩情加起来 许安都快不知道 怎么报答领主了 他能做的 只能是让自己这把剑 为领主大人 不断扫清钱 进入上的障碍 直到自己战死那一天 许安回去了 今天他就要吸收 这本神灵之书 踏上成为神灵的坦途 至于失败 那自然是不可能的 如果一个拥有 主神上级潜力的天才 连成神都成不了 那周周就要 置一致高一致 设置潜力 这一属性信息的 意义何在了 等许安离开后 周周打开自己的属性面板 看了眼 自己现在掌握的法则记 他们分别是 法则记绝对光明 法则记光明圣剑 法则记暗影之子 法则记暗影杀戮 周周看着这四项法则记 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个数量的法则记 估计都媲美一些 出入下位神境界的存在了 随后他的目光 落在了法则记光明圣剑上 目光有些庆幸 幸好有天赋 直觉这项史诗级领主天赋 让我在当初选择了 光明圣剑这项法则记 不然的话 我刚刚都没有手段 来破这个阴影 与逆杀之神的神器披风防御 如果真发生那种事的话 我可能真的就死了 虽然我有中烟涅槃之力 可以复活 但复活次数宝贵 能省还是省下好 这么看的话 我当初的猜想果然没错 天赋直觉 这个史诗级领主天赋 平常时候可能看不出用出来 但到了关键时刻 它可能就会起到救命的作用 就比如这次 周周眼神发亮 他的领主天赋果然没有废物 就在这时 阿尼亚敲门走了进来 陛下 李亚公主求见 她恭敬道 让她进来 周周一震 随后立刻道 阿尼亚领命离开 很快 李亚便快步走了进来 周周见此笑着走过去 正想说什么 就看到李亚扑进了自己怀里 紧紧地抱住自己 你吓死我了 我听说有神灵过来刺杀你 我当时以为 以为 李亚低声啜泣道 后面的话 她没敢说出来 我这不没事吗 周周摸了摸她的头发 被自己喜欢的女孩关心的感觉 还真不错 她想到 脸上不自绝浮现出笑容 你真的没事吗 李亚起身 想要检查周周身上有没有伤势 周周一边笑着 一边任期检查 两久后 李亚确认 周周身上真的没伤势后 才终于松了口气 你看 我就说我没事吧 周周笑道 你真厉害 神灵居然都没伤到你 还被你给是神了 李亚看着周周 眼睛中闪烁着小女孩一样崇拜的光芒 摆脱了威国公主的身份 又成为了周周的女人 如今的李亚 已经逐渐退去 以往那种谨小慎微的性格 变得像正常女孩那样洒脱 不但敢于说出 自己以前不敢说的话 而且也会毫不掩饰地 愿意表达出 自己对于自己 男人的崇拜 周周很喜欢她这种变化 这也证明了 她作为男人和领主的能力 神灵又不是不死不灭 当然可以杀的了 过去又不是没有神灵死过 周周摇头道 好了 不说这个了 刚刚那个神灵打扰到我们休息了 现在我们继续歇息吧 卧室的灯光又熄灭了 两人一番征战后 周周充分证明了 自己作为领主的征服能力 让李亚成功败下阵来 床上 你什么时候去见我父王 李亚抱着周周问道 怎么了 这么着急 要把极光王国交到我手里 周周坏笑着说道 李亚文言确点了点头 极光王国让我的几个兄长 全都在战场上战死了 所以 极光王国对于我父王来说 既是沉甸甸的责任 也是不忍回忆的负担 你虽然用那神奇的糕点 让我的父王变年轻了 但我能看出来 父王他虽然表面上 看起来变年轻了 但他的心灵 还是一副饱经苦难 垂垂老矣的模样 早日卸下这个负担 对父王来说 也是件好事 李亚担忧地说道 我明天就去极光王国 周周见此说道 其实他本来也就有此意 李亚点了点头 随后 他忽然想到了什么 不由微微一笑 话说 也不知道父王在得知 你在接受极光王国之前 就已经通过 占领塔汉王国的方式 创建了属于自己的王国 会是什么感受 他笑着说道 周周闻言笑了笑 没有说话 接手一个现成的王国 哪有直接自己打下一个王国 更让一个男人有成就感 他没有多说 和李亚又聊了一会儿后 就一起沉沉睡去了 与此同时 明废王国 教皇弗洛伊德 在派二杰农去刺杀娇王后 就一直处于兴奋状态 幻想自己得到种族神器后的未来 这娇阳王也是蠢蛋 弗洛伊德兴奋至极 他自语道 这家伙才来到至高大陆多久 居然就敢建立王国 哈哈 他这一建立王国 至高协议那些限制我们行动的规则 就无效了 我们这些老牌王国级领主势力 就可以再无顾忌 能够使用任何手段 对焦阳王主动出手了 而我 作为距离焦阳王国最近的老牌王国级领主势力 种族神器这等天大的机遇 何该就是至高意志赐予我的机缘 到时候 本教皇再将种族神器 陷于死神免下 死神免下一高兴 说不定会直接给我一个死亡天使的神位 弗洛伊德眼中燃烧着野心的火焰 死亡天使 作为死神的最亲近神士 在过去的无尽岁月中 加起来也才只有一百多位在无尽岁月之前 当死神塔纳托斯凭借灵魂收割者军团 肆意征伐诸天万界生灵之时 死亡天使就是各大灵魂收割者军团重要职务的担当者 军团长 副军团长 这等重要职务 也都是由死亡天使担任 可见死亡天使的超然 而只要他能够成为死亡天使 他甚至都不需要修炼 就可以立刻成为上位神 这是死神塔纳托斯赋予死亡天使的特殊权柄 如果他能够当上死亡天使 那他几乎可以算是一步登天了 到时候 教皇之位 他看都不带看一眼的 而就在他幻想未来的时候 一份散发着黑色死亡气息的黑布 忽然从他腰间飞了出来 悬浮在他面前 弗洛伊德看到这份黑布时 神色一正 弗洛伊德自然认识着黑布 这份黑布是一份来自死神的神域 一百多年前 他们这里诞生了一尊圣子 死神为了奖励他们教会 特意让阿尔杰农携带神域降临这里 从此之后 历代教皇可以凭借这份神域 让阿尔杰农在危急之时 出手就他们教会一次 而等阿尔杰农出手之后 这份神域就会离开教会 回归到死神免下那里 不过 现在这是什么情况 弗洛伊德眼神有些茫然 他和阿尔杰农的事情 按理来说 应该算是交易 是他们两个之间的私人事情 这种情况 不应该会触发死神神域啊 这死神神域 怎么自己跑出来了 就在弗洛伊德 有些发懵的时候 死了 布勃斯烈的声音响起 在弗洛伊德惊恐的目光中 这份来自死神的神域 他们死神教会 珍藏了上百年的宝物 居然就在他的面前碎裂开来了 紧接着 就看到这些神域碎片 忽然燃起了黑色的火焰 自焚在半空中 随后随风消散了 弗洛伊德表情凝固地 看着这一幕 脑海中只剩下一个想法 阴影与逆杀之神阿尔杰农死了 也只有他死了 才会让这份事关他的神域自焚消散 怎么可能 难道是他没能成功击杀那焦阳王 然后反过来被那焦阳王反杀了 他惊恐道 开什么玩笑 一个专精阴影和刺杀的神奇 哪怕他只是最低的下位神下级 也不应该被一个刚刚建立 触及王国的人族领主反杀了呀 不过事实就摆在眼前 弗洛伊德哪怕再不愿意相信 也得去相信 他神色殷勤不定了扮上 随后脑海中忽然想起了 巨吼之王的话来 和巨吼之王联盟吗 不 一个巨吼王国不够 我要召集更多的王国级领主势力 来一起对付这个焦阳王 弗洛伊德在这一刻 已经将周周 视为此生最难对付的敌人 决定发动一起可以利用的力量消灭他 焦阳城 后半夜并没有再次出现什么意外 等到早上的时候 周周自然醒了过来 随后他和里亚一起吃完早餐后 就一个人来到了召唤之门这里 文字提示出现 提示 是否立刻召唤 是 下一秒 召唤之门骤然亮起明亮的白光 随后大量领民们从里面纷纷走了出来 片刻后 1955名新领民就全部从召唤之门中走了出来 见过领主大人 1955 所有新领民恭敬到 欢迎各位加入焦阳城 周周到 随后他让所有职业者站出来 发现这次赫然召唤出136名职业者 比正常召唤多出来了51名职业者 随后他开始查看 这些职业者领民的信息 只见这106名职业者领民中 其中有一名白金上级鉴定师 一名白金上级考古学者 一名白金上级魔法师 一名白金上级武者 一名白金上级建筑师 其余的 都是白金中级和以下层次的生活职业者 和战斗类职业者了 随后他让旁边的工作人员 安排他们这些新领民的工作 然后他则带兵清理了一边时光遗迹 又去了一趟石魔巢穴 召唤今日份的126名石魔 最后来到了怪物牧场 现如今 足足36座怪物牧场 一共培育了72万头 最高白金上级的迷雾怪物 虽然还远不及他麾下的士兵数量 但给他的士兵们 当战争前的开胃小菜 还是足够用的 他没有浪费时间 直接让士兵们开始清理怪物牧场 片刻后 怪物牧场清理完成 并提取了所有战利品 物质星方面 一共获得 6123万9680颗青铜集物质星 1842万3360颗白银集物质星 901万7780颗黄金集物质星 470万7010颗白银集物质星 和161100颗钻石集物质星 另外还有 121万7780本兵种转值证明 14万本 黄金之王招募书 14万本 黄金之王转值证明 61420本 独弩兵招募书 960本 元素弓箭兵招募书 179630本 辉光骑兵招募书 28万本 风暴之灵招募书 28万本 风暴之灵转值证明 162份 军团之证 碎片 363984颗真性级星红结晶 206056颗前性级星红结晶 149960颗狂性级星红结晶 311本 白金集和黄金集的座器契约 8万颗石铁熊宠物弹 8万件恐损羽翼 和恐损三型雷达 1350万单位元晶 至于其他战利品 因为不是很重要 再加上种类又太多 周周就没多看 他看着兵种招募书的总数量 脸上浮现出笑容 108万2010本 光是一天的怪物牧场提供的招募书 居然就达到了百万本 直接给他增加了百万兵力 爽 周周二话不说 直接把他们装进王之宝侠中 然后来到召唤之门前 开始召唤 就在这时 一行文字提示出现 王国权限 由于您需要招募出大量士兵 为了节省时间 您可以花费一百颗白金集物之心 立刻召唤出所有想要招募的士兵 居然还有这种王国特权 周周有些惊喜 随后毫不犹豫地 花费一百颗物之心 进行加速招募 对现在的他来说 一百颗白金集物之心 完全就是毛毛雨 与之相比 立刻招募百万士兵 所节省下来的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对他来说 反而能起到 远超一百颗白金集物之心的价值 所以这物之心不能省 随着一百颗白金集物之心 消失不见 只见召唤之门的门前 忽然浮现出大量人形虚影 紧接着 这些人形虚影快速凝食 变成了一个个人组领民 足足百万名领民 刹那间全部出现在召唤之门前 幸亏周周提前在这里 预留了大量空地 否则这时候 恐怕都会出现人踩人的现象了 白云这时候迅速过来 将这一百零八万两千零一十名新兵 带到焦阳军团 现在我麾下 就有435万3287名士兵了 这还没算上 新陈联盟的六百多万人呢 而且我和新陈联盟领主们的策反 今日还没使用了 等今天过去后 我麾下的兵力将会再度猛增 周周嘴角有着笑容 禀告陛下 外面有十一名领民 联名要加入咱们焦阳王国 他们看上去都怀有不凡的本领 领主大人要去看看吗 就在这时 郑元祺快步走过来说道 周周闻言立刻反应过来 这是自己的神话渡人才 和传说渡人才来了 走 去看看 周周立刻道 郑元祺点头 随后两人一起 向那十一人的方向走去 当周周看到那些传说夺人才 和神话夺人才的时候 发现他们并非十一人 而是十七人 这时 一名负责看护他们的士兵 快步走了过来 恭敬禀告道 陛下 他们来了之后不久 又有六名气质不凡的人族 前来加入我们焦阳王国 就是他们 这名士兵 只向那六名新来的领民 周周闻言点了点头 他想想就记起来了 这十七人中 其中十名传说渡人才 和一名神话渡人 十万族领主 全频道公告奖励的人才 另外五名人才 应该是他攻破塔汉王国 拿到王国令时 触发的蓝星领主 全频道公告奖励的 五名传说渡人才 这就十六人了 至于最后一人 应该是自己的 白银级领主天赋 征服者的拥戴的效果之一 征服一处王国时候 可以获得一位 拥有超凡级英雄 命运位格的英雄的效忠 吸引来的人才 之前他拿到 塔汉王国的王国令的时候 也确实听到了 会有超凡级英雄 来效忠他的提示 现在看来 应该就是他们之一了 随后他开始看 这些人的属性信息 其中十五名传说渡人才 分别有 两名超凡上级建筑师 两名超凡上级铁匠 三名超凡终级武者 三名超凡终级血脉术士 三名超凡终级阵法师 两名超凡下级农民 神话渡人 才是一名先道修行者 他长相年轻俊逸 目光中隐隐透露着 极恶如仇的神色 他的背后 背负着一柄 散发着淡淡五色光芒的仙剑 看上去超然雾外 犹如仙人 领名 赤玄天 所属领地 娇阳王国 战斗职业名称 剑仙 职业阶级 史诗上级 战斗职业名称 练气士 实力层次 史诗上级 合体后期 能力概述 来自于仙界万剑仙宗 是万剑仙宗最耀眼的天才 天生拥有天剑仙体 拥有着不俗的剑道造诣 和仙道修为 最辉煌的战绩 是以史诗上级剑仙之身 借万剑化仙大阵 正面斩杀一名真仙初期 下位神下级的强者 他只要不死 未来注定是称霸仙道一方的存在 技能 天赋 天剑仙体 天赋 仙剑仙照来 天赋 剑仙通明 天赋 五行灵体 史诗上级 万剑仙典 史诗上级万剑化仙大阵 史诗上级不朽剑仙大阵 史诗上级大五行剑阵 史诗中级大千剑阵 史诗下级万里非剑术 超凡上级顿空剑术 忠诚度 95 潜力 主神下级 周周咽了一口口水 这位居然还是一位 合体后期的仙道强者 他忽然想到了什么 好奇问道 你在你们万剑仙宗的地位如何 一位合体七强者 在他的能力概述中 居然被描述为一个 最耀眼的天才 而不是宗门强者 那这个万剑仙宗该多离谱 陛下 我本是下界人士 后来因为被发现 拥有剑道体质 于是被提前接引飞升 来到万剑仙宗 然后直接就成为了一位 太上长老的真传弟子 我的地位方面 大概等同于宗内 精仙强者的地位 按照至高一致的说法 也就是媲美中卫神级强者的地位 赤玄天想了想 说道 乖乖 周周扎舌 一名史诗上级的剑仙 居然被视为等同于 中卫神这万剑仙宗 对赤玄天够看重的 不过他也的确对得起这份看重 毕竟这位不光是潜力高 而且更是仅仅凭借 史诗上级的实力 就能够正面杀死 一位下卫神的存在 他在当时 可没有屠龙者的实力加持 完完全全是凭借真本事 月两个大层次完成击杀的 不愧是天才 当真恐怖如斯 他忽然想到了什么 不过没有说出来 毕竟旁边还有位英雄没看呢 随后他看向这名英雄 领名 麦伦 英雄单位 英雄称号 风之王 魏格 超凡级英雄命运魏格 所属领地 焦阳王国 实力阶级 超凡上级 能力概述 远古听王国的魔导师 擅长使用风元素魔法 后来因为不满于古听国王 对于领名的压迫 脱离王国来到了焦阳王国 成为了焦阳王的领名 血脉 人族血脉 超凡上级 80% 猎风魔鹰 史诗上级 20% 技能 英雄纪 死亡飓风天赋超等元素清和 风天赋魔法天才 超凡上级究极龙卷 超凡上级裂空风暴 超凡中级急速飞行 超凡下级狂风缠绕 钻石上级召唤风元素领主 钻石终极多重风认数 忠诚度 88 潜力 史诗上级 英雄传记 一 在古听王国被深渊入侵之时 挺身而出 独自斩杀恶魔领主 瑟谢尔 拯救大量黎民百姓 英雄个人传说度加一 人族声望加一千 至高大陆 冥望加一 二 创造了众多风元素高阶魔法 在魔法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最后成功走出了英雄之路 成为了初代风之王 英雄个人传说度加一 人族声望 加1000 至高大陆 冥望加三 周周点了点头 加上这位风之王 他现在麾下的英雄 就多达十位了 虽然还远远比不上精灵帝国 但可以慢慢追吗 凭借战力品之王这个领主天赋 他可以得到大量英雄传承秘点 总有一天 他能追得上 随后工作人员将这些人 才带到了各自工作的岗位 至于这位风之王 则被带到了交阳军团任职 现场只留下 赤玄天这位剑仙艺人 我可以成为练气士吗 周周直接开门见山问道 赤玄天文言眉头一条 他想过这位陛下 留下自己有事 但没想到是这种事 我手上倒是有 练气士转职证明 但是陛下 您应该有自己的职业了吧 赤玄天说道 我有自己的特殊机遇 可以兼职一个其他职业 周周孝道 他的斗神之全职大师二 可以让他拥有两个额外职业 目前其中之一 已经被中年领主占用了 第二个职业 他打算兼职练气士 因为练气士 这个职业上限相当之高 最高更是可以修炼到 圣人层次 主神级 而且 练气士掌握的种种 仙道术法威力 也比其他职业强横很多倍 修炼到高深境界 一心换斗 翻天覆地 也只是弹指之间 就像赤玄天 他能以合体后期的修为 战胜真先初期对手 一来是他本身 天赋机遇确实强悍 让他可以越阶战斗 二来也是练气士 这个职业强度上限 实在太高了 不过这个职业也有缺点 那就是他 极为消耗资源 资源充足的练气士 和资源评级的练气士 完全是两种层次的存在 不过 周周作为战力品之王 最不缺的就是资源 这也是他敢于兼职练气士的底气 陛下好机遇 赤玄天有些惊讶 随后也不多说 直接右手一翻 就看到一本仙气盎然的证明性 出现在他手中 周周拿过去看起来 物品名称 练气士转职证明 物品等级 特殊级 物品效果 特殊战斗职业转职道具 使用后 可以成为特殊战斗职业练气士 并拥有一本二阶驻机功法 土卓纳轻功 练气士理论常识 和练气初期的初始实力 物品简介 特殊战斗转职证明 可以让人族成为传说中的练气士 追寻常生九世之仙道 周一 练气士为人族 稀有特殊职业 唯有部分有资质的人族 可以进行转职 周二 人族唯有拥有灵根者 才能进行练气士的修行 周周一开始 看到这个转职证明的时候 还很期待 可是 当他看到后面的灵根需求后 心里顿时忐忑了起来 灵根 也不知道 自己作为混沌人族 有没有灵根这玩意儿 他没继续多想 直接选择使用 下一秒 一股清凉的感觉 从他的眉心灵魂处 蔓延向他的身体各处 让他不由 有些舒爽 外界 当赤玄天看到陛下成功使用 练气士转职证明的时候 脸上渐渐浮现出效应 不过很快 他就震惊了 因为在他的视角中 此时的周周身体表面 赫然散发着阴阴曝光 同时淡淡的混沌气息 从他身体表面浮现 一股仿佛万物本源的气质 从周周身上 自然而然散发出来 赤玄天很难形容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就像 就像游子遇见了家中父母 然后心中忽然产生 想要归乡的感觉一样 陛下也有特殊体质 而且 这特殊体质很强大 潜力也极高 甚至要远高于 我的天剑仙体 赤玄天心中有所猜测 但正因为如此 他心中反而更加震惊 要知道他的天剑仙体 在万剑仙宗的高层眼里 甚至足以称得上一声 天道及仙体 意志 来日登顶大道 也指日可待 而远比他的天剑仙体 还要恐怖的体质 那得是什么体质 而且 这股混沌气息也很特殊 混沌之气一般来说 只有大罗金仙 和大罗金仙以上的存在 才会开始接触 陛下身上居然就有这种气息 真是不可思议 他忽然想到了什么 神色微微一动 与此同时 周周也睁开了眼睛 一个专属于炼气室的职业面板 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领主称号 焦阳领主 职业名称 炼气室 灵根 混沌灵根 体质 混沌圣体 炼气室阶级 筑基圆满 炼须初期 炼气密集 土卓纳轻弓 二阶 以圆满 需要进阶功法 法术 五 这就是我的先道资质 混沌灵根 有灵根就好 混沌圣体 看上去也不错 周周笑呵呵地 看着自己的炼气室面板 看来 自己作为混沌人族 再炼气室一道的资质也不赖吗 陛下 您的灵根可是混沌灵根 就在这时 赤玄天忽然开口问道 你看出来了 周周一正 果然是混沌灵根 那陛下也应该是混沌圣体了 赤玄天悠悠道 周周点了点头 这两个有什么特殊的吗 他好奇问道 混沌灵根 可以兼修世间一切属性的先道功法 五行 风雷光暗 兵饮气血 种种功法皆可修行 万千大道向陛下大开方便之门 至于混沌圣体 则赋予拥有者无上无性 让拥有者可以学习掌握世间万千先道术法 并且体内可以生成混沌法力 以混沌法力可以催动无数法术 而不起冲突 据说混沌圣体 还可以统一世间万千血脉 不过这件事太匪一所思 很多炼气室也都不知真假 属下也不确定 士玄天说道 周周若有所思 这些能力倒是和混沌人族血脉的能力挺像符合 不过无上无性 他倒是没感受到 可能是因为他目前的混沌人族血脉 还没提升到最顶级的缘故吧 陛下 您如今的炼气室修为受限于功法层次 只能提升到筑基圆满层次 这是可以继续突破的功法 您可以修行 他来继续提升炼气室境界 士玄天拿出一份玉石交给周周 周周接过去 看了起来 宝物名称 传功预检 宝物品级 无品级 宝物效果 记载着一门先道功法 混沌原点 该功法乃是传说中的混沌人族所创造 只能由混沌人族来学习 后来随着混沌人族的消失 该功法也随之无人问津起来 宝物简介 仙道文明的功法传承宝物 记载着一门失落的仙道功法 这门功法 你从哪得到的 周周惊喜无比 这门功法 就是最适合他的功法呀 在宗门藏经阁找到的 我看这功法 虽然没办法修炼 但他内部的一些修行理论 都很深奥经典 就拿过来时常参我了 士玄天道 这门功法正是我需要的 周周道 陛下需要就好 士玄天道 回头你可以去军功关那里领 功法的奖励 那里应该会有很多资源 是你需要的 周周想了下 道 士玄天没有拒绝 作为一名合体器的炼气士 他确实需要海量的修行资源 供自己提升实力境界 随后两人聊了一会儿就分开了 周周直接回到自己的初级领主伏地 然后进入修炼室 开始学习并修炼这部混沌原点 一个多小时后 修炼室内 周周睁开眼睛 收起身上自然而然散发的恐怖灵压 然后调出自己的炼气室面板 领主称号 灵根 混沌灵根 体质 混沌圣体 炼气士阶级 炼虚初七 炼气密集 混沌原点 六阶一层 法术 混沌飞毛术 混沌瘦术伏法 混沌骨楷树 混沌治愈法 混沌战武 混沌祭道点一 周周感受着自身的强大力量 脸上不自觉浮现出浮现出笑容 现在的我 比之前强大了至少十倍不止 他自语道 两久后 他收敛心情 然后开始查看自己新掌握的法术 周周看着这六种来自混沌原点的法术 用混沌原点的说法 这既可以叫法术 也可以叫混沌道术 这六种混沌道术中 混沌飞毛术 混沌兽兽伏法 混沌骨楷树 混沌战武 都是用于日常战斗的道术 只有一个混沌治愈法 是用来治疗伤势的辅助道术 按照混沌原点 记载 混沌人族原本生活在混沌之中 他们的生活 有些近似于原始部落 需要通过狩猎混沌环境中的混沌兽 来维持生活于是 这些战斗道术和治愈道术 就应运而生 唯一有些特殊的就是 混沌祭道点移这项道术 周周看着这项道术的具体信息 技能名称 混沌祭道点移 技能品质 超凡下级 技能描述 举行一场盛大的祭祀 向不可知存在进行陷阱 从而提升自己的混沌人族血脉等级 术 不可知存在已陨落 该技能无法使用 周周看着这个技能微微皱眉 原来是个废物技能 不过不可知存在是什么 他有些好奇 随后摇了摇头 没有多想 这种不可知存在一看就离自己太远 想再多也没有意义 就在这时 阿尼亚过来说 说许安前来见他 周周闻眼眼睛一亮 立刻把他叫了过来 见过陛下 许安公进道 神灵之书使用的如何 周周问道 不负陛下所托 臣已经完全吸收了神格之书的力量 得到了暗影与刺杀之神的传承 许安公进道 周周点了点头 打开对方的属性面板一看 发现他的技能列表中 果然出现了很多 新增加的暗影系技能和刺杀系技能 另外 他的能力简介上也写着 对方得到了神灵传承 正在攀登成神之路 周周见此 脸上浮现笑容 以许安的主神上级资质 未来成神是板上钉钉的了 再加上自己刚刚升级不久的 史诗级战争主神的祝福 许安成神的速度 肯定可以进一步加快 也许要不了多久 他的领地内 就会有一尊神灵出现了 之后 他和许安走出出级领主伏地 找到了白云 然后让他组织兵力 等待接下来的与明费王国的战争 而他则一个人通过空间传送阵 前往极光王国 极光王国王都 正前功 当周周被人引入这里的时候 就看到李渊前 与上百名极光王国大臣 正在这里 当他一进来的时候 所有人的目光 立刻落在了他的身上 出乎周周意料的是 他本来会以为 这些大臣之中会有敌视 冷淡看待自己的大臣 毕竟自己是来取代 李渊前这位老国主的 结果这些大臣 看着自己的目光中 居然全都是充满期待的目光 仿佛十分欢迎 他来入主极光王国 周周心里古怪 不过也没说什么 就在这时 王座上的李渊前 忽然站起身来 拱手失礼道 见过焦阳王 见过焦阳王 众大臣们也随之纷纷恭敬道 诸位客气了 周周一正 随后笑道 他不卑不亢 身穿地龙黄袍 腰缠缘剑的他 无形之间 就散发出一种帝皇威严 让众极光臣子 为之心哲众极光臣子 既惊叹又难以置信 如果不是知道 他一路以来的成长诡计 我很难相信 这是位刚刚成为 国王不久的新国王 看着气质举止 不知道的 恐怕会以为 这是位理正多年的 盖世帝王呢 难得 难得啊 也许这就是天生的王者吧 众极光大臣心中感慨 焦阳王 上来坐吧 李渊前指了指 他的王座的旁边的 另一座王座说道 周周点了点头 随后走了上去 和李渊前一起 坐在了各自的王座上 李渊前看着周周 越看越满意 不愧是他认可的王者 他本以为 对方就算会对 塔汉王国动手 也应该是在 接手了极光王国 整合了双方的 全部力量后 再对塔汉王国动手 没想到 周周不但没有那么做 而且还凭借一己之力 不但碾压了 整个塔汉王国 还顺带击败了 巨猴王国 和明废王国 派过来的异族军团 凭借一己之力 正面碾压 三大王国的精英军团 而且自身损失还极少 甚至几乎没有 最关键的是 那时的娇阳领主 甚至还没建立 自己的王国 只是一个万族领主 这等恐怖战绩 纵观整个人族历史 都堪称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怕是也很难 再加上最近又得知了 对方成为 至高意志活动中的 万族最强领主 李渊前越想 越感慨 这年轻人的不可思议 他现在就是人族 最杰出的俊杰 未来也必定是 人族最强的几辆 李渊前十分看好 周周的未来 想到这里 他对于接下来 将极光王国 交到对方手上的事情 就更加放心了 极光王国的子民 在对方的带领下 必然会生活得 更好更安宁 李渊前想到这里 忽然笑着站起来 来到周周面前 他右手一翻 只见一块王国令 出现在他手中 众人的目光 第一时间被吸引过去 周周也不例外 这正是我 极光王国的王国令 李渊前看着周周 笑着说道 你想保留极光王国 成为两个王国的国王也好 或者直接将极光王国的版图 纳入你交扬王国的版图也罢 那都是你的选择 我不会单手 从今以后 我便不再是极光王国的国王 而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领名 你将拥有极光王国的一切 说吧 他将王国令递给周周 周周站起身 双手接过这块王国令 下一秒 文字提示出现 蓝星全频道领主公告 恭喜交扬领主 成功攻破一座王国级领主势力 奖励传说杜家三 蓝星全频道领主 公告恭喜交扬领主 蓝星全频道领主公告 恭喜交扬领主 周周看到这蓝星全频道领主公告 眉头不有一条 原来只要攻陷一座王国 就会上一次蓝星全频道领主公告吗 那看来 以后别的领主也会有机会登上这公告了 周周也没太在意 他已经登上太多次这种公告了 甚至就连万族全频道领主公告 都登上两次了 对这种种族内部的小公告 早就不怎么在意了 反正也没多少奖励 还不拜见新王上 就在这时 李元前对大殿下的众臣子们 严肃说道 拜见王上 嗯 众臣子们文言 毫不犹豫地齐齐跪拜 高声道 举止整齐 显然早有准备 周周看着这些臣子 脸上也浮现了笑容 他一扫之下 就发现 这些人的职业等级 最低都是钻石下级 超凡级别的官员 更是有二十多位 虽然大部分都是生活职业者 但也相当难得了 不愧是极光王国的精英官员 他让众人起身后 随后看向李元前 岳父 你这有宝库吗 他直接传音问宝 极光王国的宝库 可以说是他最看重 极光王国的地方了 李元前一愣 随后嘴角的笑容越发明显 哟 我带你去 好 两人没有多说 暂时让臣子们退下后 就一起向王国宝库的方向走去 在两人前往极光宝库的路上 周周也看起了 其他未看的提示信息 领主天赋提示 征服者的拥戴 您获得了一名拥有超凡级英雄 命运位格的英雄的效忠 助 该名英雄正在向您的领地赶来 请注意最近的新增领名名单 中烟领主职业提示 您征服了一处初级王国级领主势力 收集到了20%中烟法则之力进度 中烟王冠的品级提升更近了一步 当前中烟法则之力收集进度 40% 中烟领主职业提示 您征服了一处初级王国级领主势力 收集到了100点中烟涅槃之力进度 您可以凭借100点中烟涅槃之力 换取一次死亡后复活 并在复活后实力大增的机会 当前拥有中烟涅槃之力 100点 当前拥有复活次数 1.中烟领主职业提示 您征服了一处初级王国级领主势力 一位中烟卫队成员已经收到您的召唤 您可以将其召唤出来 当前拥有中烟卫队成员数量 2.可召唤 周周看着这些文字提示 脸上不由浮现出笑容 这极光王国没白来 不光上了一次蓝星领主的公告 得到一整个极光王国 而且还得到20%中烟法则之力的收集进度 一次复活次数 和一名中烟卫队成员的效忠 血传啊 看来这些东西 也不光是只有采用战争方式 覆灭一整个国家才能得到 直接接收一整个王国 同样也可以得到 很快 两人就来到了王国宝库前 极光王国的王国宝库 虽然不像塔汉王国的机械宝库那样 充满科技感和严密感 但它通体由暗银色的悬钢石构成 这是一种七阶矿石 以坚硬沉重著称 价格昂贵 只有用超凡集物之心才能买到 而这座宝库 居然通体都由悬钢石打造 一方面可见 极光王国历代国王对于宝库的看重 另一方面也可见极光王国的底蕴了 哪怕极光王国如今已经国力实不存一 但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底蕴还是有的 李源钱用钥匙打开悬钢的门锁 然后让十名钻石级士兵一同打开大门 只听轰隆隆一阵巨响 才将沉重大门缓缓打开 两人见词走了进去 周周边走边看着宝库中的宝物 和塔汉宝库差不多 这座极光宝库里 物质星 装备 图纸 珍稀材料 技能书 卷轴 各式宠物弹 甚至是专门炼制的宠物装备都应有尽有 不过总体来说 比塔汉王国要差一些 不过周周也没意外 极光王国本来国力就要比塔汉王国差 再加上因为战争受创严重 宝库内的宝物少太正常了 他先将物质星收了起来 大概有500颗传说集物质星的总价值 至于其他宝物 周周没拿 就让白云一会儿过来全都拿走 送回领地宝库那去吧 片刻后 他来到一个样式古朴的羊皮地图前 周周看着这个地图 这个地图上显示的是整个极光王国的区域地图 他涵盖了整个极光王国的全部40座区域领地 并且在地势地形 资源分布 兵力布局等地图信息等方面都标注得十分完整 这地图绘制得好啊 周周有些惊讶 难道极光王国有一位制图大师 他目光落到一个名叫云腾城的城市上 下意识地集中精神看过去 下一秒 他眼前场景忽然变化 然后他发现他出现在了一个破败的城市前 这座城市如今已经变成了一片残垣断壁 硝烟弥漫在各处房屋商铺的上空 数十万领民正在从被毁坏的房屋中 或是救人或是寻找可以利用的物资 虽然他们的家园被毁坏了 但很多人眼中都充满了坚毅之色 对未来仍有希望 一声声议论的声音传到周周耳中 老家被塔汉国的怪物给破坏了 也不知道新家什么时候能建好 会好起来的 塔汉王国都被消灭了 我们的未来一定会比之前更好 听说消灭塔汉王国的人 是那传说中的交洋领主 人家现在不是交洋领主了 是咱们人族的交洋国王 泽泽真不可思议 他才来到咱们制造大陆多久 居然就建立王国了 而且还把那凶残可恶的塔汉王国给消灭了 不仅如此 我还听说当今王上 早已有意将国王之位 让与这交洋国王 据说就连公主殿下 都十分仰慕那交洋国王呢 如果事情是真的 希望那位交洋国王 能够让我们生活得更好吧 周周听着这些人说的话 目光落在了不远处的一块 掉落在地上的残破十字上 只见那上面写着一半的云藤两字 所以 我现在是在现实中的云藤城 那地图直接把我带到了云藤城 周周有些吃惊 他走到这些领民的身边 发现这些领民根本看不到自己 自己试着和这些领民交流和触碰 发现也做不到 在这些领民面前 自己此时的身体 好像是透明无形的身躯一样 不对 我并不是真身来到了云藤城 而是以意识体的形式来到了云藤城 所以这些人才听不到我说话 也接触不到我 周周很快弄明白了原因 这就是那个地图的效果吗 那地图竟然是个如此神奇的宝物 周周十分惊讶 焦阳王 这大千江山图的感觉如何 就在这时 天空中传来李元前略带笑意的声音 周周发现 这个声音只有他能听到 其他领民是听不到的 很神奇 周周由衷说道 这大千江山图 也是我偶然从异国商人手中获得 确实是非常神奇 你现在心中想着回来 就能够返回现实了 李元前道 周周闻言心里一动 下一秒 他眼前场景大变 已然回到了极光宝库中 李元前正在身旁笑着看着自己 这大千江山图 可是观察自己领地情况的一个好宝物 而且 他还会随着领地增长 而不断增加领地地图范围 理论上来说 如果你能掌控整个至高大陆的话 整个至高大陆的地图 都会出现在这大千江山图上 不过 你以后在使用这大千江山图的时候 需要注意两件事情 当你通过他查看领地情况的时候 如果有强者感知比较敏锐的话 是会察觉到你的窥视的 自己人的话 还好 如果是强大的敌人的话 就需要慎用了 另外 以后你经常使用的话 可以尝试下掌握一心二用之法 这样就可以既能观察地图内的情况 也能注意现实中的情况了 李源钱提示道 多谢岳父提醒 周周感谢道 都是自家人 客气什么 李源钱笑着摇摇头 周周点头 随后目光落在这大千江山图上 发现他显示出来的信息 和李源钱说的一模一样 随后他 直接将其收进自己的王之宝侠中 之后 他将整个宝库都逛了一遍 发现这里 大概总共有两万多件宝物 他确定这些宝物中 并没有其他值得注意的宝物后 就走出了这里 宝库大门外 周周看着王之宝侠中的大千江山图 脸上有着笑意 虽然这极光宝库内的宝物 远远不如塔汉宝库中的宝物 但他觉得 光是这大千江山图 自己就没白来了 唯一有些可惜的是 他在这里并没有发现高级宝石资源 看来正如李源钱之前表示的那样 他已经将所有高级宝石资源 全都交给自己了 等把明费王国收拾了 就去收拾聚后王国 得到他的高级宝石资源 周周心中默默想到 高级宝石资源是官领的升级和王国升级 自己必须拿下他们 想到这里 周周打开晋升中级王国的条件 然后发现 在众多条件之中 征服两座非星红之主会下的初级王国 已经由零二变成一二了 其他条件先不说 在征服初级王国方面 我还需要征服两座初级新红王国 和一座非星红之主会下的初级王国 周周默默想到 这对他来说并不难 先从解决民费王国开始 随后他让白云带上士兵 来收取宝库里的宝物 而他则和李渊前 重新回到正前殿这里 随后周周叫人 再次将极光百官叫了过来 片刻后 等所有人都到了后 周周看着众人 报 本王决定取消极光王国的王国建制 彻底融入到交扬王国之中 众臣子文言 虽然心里早有准备 但不少人眼中 还是出现了失落之色 不过 他们也知道这是必然的 不然 留着两个王国的建制 哪怕有周周这位共主在 也很容易让彼此国家的 领民臣子之间产生隔阂 所以 众人都没有什么反对的意见 纷纷恭敬乘事 至于李渊前 他在听到周周这个决定后 虽然眼神有一瞬间的恍惚 但很快就恢复正常了 他对周周的这个决定 也早有预料了 并不觉得意外周周 也没管众人什么反应 他直接说出了第二个决定 作为你们的新王 本王要下达第一个命令 明晚之前 本王要看到 元极光王国 一面看看他们的潜力资质如何 如果他们潜力资质好的话 本王不会吝啬奖赏 周周淡淡道 他下这个命令 自然不是为了 仅仅想见见元极光王国的领主 更重要的原因是 他想要他们身上的领主天赋 结晶碎片 周周现在身上的领主天赋 已经够多了 自然不会 为了得到新的领主天赋 就去杀害自己麾下的领民 那样 万一以后自己杀有 天赋的领民的名声传出去 自己也就别想会有 有天赋潜力的生灵 投靠自己了 作为一名 有志于争夺之高领主的领主 他对自己的名声 还是很爱惜的 但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他一颗也不会放过 众臣子文言 并不觉得这个理由很奇怪 于是纷纷恭敬答应下来 周周点了点头 随后告知他们 以后会有 焦阳王国的官员 过来安排他们的新去处 和新职务 然后便在一众 或担忧 或期待的目光中 和李源钱一起离开这里 焦阳城 初级领主伏地 当周周和李源钱回来的时候 正好李亚 也从自己的房间中走了出来 三人对视在一起 李亚顿时惊喜起来 父王 他惊喜地跑过来 来到二人身前 好女儿 李源钱俯顺自己女儿的头发 笑道 以后我就定居焦阳城了 我们妇女相处的时间 以后也会多很多了 另外以后不要叫我父王了 叫我爹吧 李源钱笑道 爹 李亚笑道 唉 周周笑了笑 没管这对妇女 跟他们告辞后 就来到了领主商城这里 此时 周承明正在打游戏 周周也没多想 直接喊话 老周 商品 哪知周承明文言 却转头忧怨地看了他一眼 随后站起身摇头道 唉 是我抱太大期望了 我还以为 某人会跟我通宵打游戏呢 我自己白白打了一宿 杰拳都通关五次了 人还没来 周周文言 这才反应过来 卧槽 自己好像确实是打算过来 陪这家伙打游戏的 结果昨天晚上 回来处理完事情后 就和李亚睡觉去了 之后 又被神灵刺杀 完全忘记这回事了 唉 昨晚事情太多 没时间来你站 周周解释到 周承明点了点头 他也知道 自家领主 昨晚被神灵刺杀的事 其实心里也并没有多介意 他也没多说 从柜台下拿出三个商品 然后一一展示给周周 周周看过去 第一个商品 是天赋精实 天赋 无视伤痛 天赋效果 当您承受 超过您承受极限的伤痛时 您可以进入特殊意志状态 无视该伤痛 直到该伤痛下降到 您可以承受的程度为止 这不是郭桥的天赋吗 周周有些惊讶 他点了点头 决定买下来 他自己并不认为自己 是一个可以承受 任何伤痛的铁人 再加上自己以后 或多或少 应该都会参与一些战斗 这天赋 对自己来说挺有用的 然后他看向其他件商品 第二件商品 是一颗心脏 它散发着火焰 和破灭的气息 周周看过去 血脉名称 火山与破灭之龙王之血脉 血脉等级 下位神上级 血脉作用 吸收后 使用者可以获得 火山与破灭龙王的血脉 融合该血脉后 使用者在成长的过程中 会逐渐觉醒 火山与破灭之龙王的血脉能力 这个不错 周周点了点头 他的混沌人族血脉 正需要这样的高级血脉 来充当血脉提升的养分 随后 他看向最后一件商品 令周周有些意外的是 这最后一件商品 居然也是一份血脉 而且是吉隆族的血脉 则则 没想到获得两份 顶级龙族的血脉 周周有些惊讶 随后脸上浮现出效益 他自然也是满意 这两个血脉商品的 唯一有些可惜的是 他最想要的 原初灵族的血脉商品 和天赋商品 没有出现 那可是诸天万界 最顶级种族的血脉和天赋 一旦能够得到 他的混沌人族的血脉等级 一定可以得到大幅度提升 这三件商品多少钱 周周收回发散的心思 问道 下卫神上级的火山 与破灭之龙王之血脉 价值一千颗传说 集物之星 和一千块传说 集领地令 下卫神下级的 集龙族血脉 价值二百颗传说 集物之星 和二百颗传说 集领地令 周承明道 这火山与破灭之龙王的血脉 和集龙族血脉 都是下卫神级别的血脉 为什么他们两个的价格 相差这么大 周周本来以为 自己的钱包已经够好横了 可是此时听到周承明的报价 还是被吓了一跳 好家伙 一份下卫神上级的火山 与破灭之龙王之血脉 就价值两千颗传说 集物之星 你老小子想物之星想疯了吧 至高意志如此定价 自然是有其道理的 周承明摇头 随后指着火山 与破灭之龙王的心脏 道 这火山与破灭之龙王 虽然他的血脉等级 仅仅为下卫神上级 但他的血脉深处 还蕴含着一丝 毁灭龙神血脉的力量 毁灭龙神 可是真神上级存在 他的血脉 哪怕占比再少 拿出去卖的话 别人也会用 真神级别的神经来购买的 两千颗传说集物之星 最多相当于 两颗尚未神级别的神经而已 这么看的话 真的不贵的 周承明用一副 你赚大了的表情说道 周周嘴角抽出了好几下 这么一说 好像真的不贵 个屁啊 别以为我不知道 毁灭龙神 在奈萨里奥体内 血脉的占比 他可是很早就看过 奈萨里奥的属性信息的 毁灭龙神血脉 只占奈萨里奥体内 总血脉的百分之一啊 就这点占比 你卖这么贵 周周很气愤 不过他的内心 对于这百分之一的 真神级血脉 也有些心动 他犹豫了下 看向自己的天物宝贷 经过这段时间的积累 他现在手里掌握的 传说集物之星 赫然已经突破了八千颗 拿出其中两千颗 来买奈萨里奥的血脉 也不是不行 但就是心疼啊 犹豫良久 周周才有些不舍地 从天物宝贷中 拿出两千四百颗 传说集物之星 和二十颗超凡集物之星 买下这三件商品 他看着重新 做回去打游戏的周成明 犹豫了下 决定今天过来 和他一起打游戏 虽然不知道 这样的方式 会不会提高 明天出好货的概率 但就当娱乐了 反正又不会有什么损失 随后他带着商品 返回初级领主伏地 然后先融合了天赋 无视伤痛 随后又融合了 这两种龙族血脉 他看向血脉融合提示 您吸收了一份 火山与破灭之龙王的血脉 下位神上级 您的混沌人族血脉 被发掘出了更多的潜力 晋升为超凡终极血脉 您的六感能力 得到大幅度加强 您觉醒了钻石上级 可成长混沌人族 种族天赋 出及混沌之星 您觉醒了真神上级 毁灭龙神天赋 毁灭龙溪 您觉醒了真神上级 毁灭龙神天赋 火元素掌控 您掌握了部分 龙神秘星传承 您掌握了下位神上级 种族技能 万物皆焚 您掌握了下位神上级 种族技能 火山噴发 您掌握了真神上级 法则剂 毁灭之力 您的主神级物理免疫 从觉醒度3% 提升至觉醒度5% 您的主神级元素免疫 从觉醒度3% 提升至觉醒度5% 您的主神级灵魂免疫 从觉醒度3% 提升至觉醒度5% 您吸收了一份 吉隆血脉 下位神上级 您的六感能力 得到小幅度加强 您觉醒了下位神上级 吉隆族种族天赋 吉隆之躯 您觉醒了下位神上级 吉隆族种族天赋 吉隆之力 您掌握了吉隆族秘星传承 您的主神级物理免疫 从觉醒度5% 提升至觉醒度7% 您的主神级元素免疫 从觉醒度5% 提升至觉醒度7% 您的主神级灵魂免疫 从觉醒度5% 提升至觉醒度7% 周周眉头一挑 这奈萨里奥的血脉 从钻石终极提升到超凡终极 而且还得到了两个 毁灭龙神的天赋 和一个法则剂 不错不错 虽然感觉还是很贵 但现在心情好点了 至于吉隆血脉 就有点不堪入目了 一发吉隆血脉融合过去 居然没让混沌人族血脉 得到提升 周周摇摇头 开始查看这些能力的详细信息 首先就是混沌人族的种族天赋 初级混沌之星 种族天赋名称 初级混沌之星 天赋级别 钻石上级可成长 天赋描述 您的悟性和思维反应能力 得到大幅度提升 能够轻易领悟各个领域的职业能力 并且对于世间法则 也有超高的领悟能力 周周眉头一挑 混沌人族血脉等级提升到 钻石上级以后 终于开始涉及道物性这方面了 这倒是和混沌圣体能力描述中的 无上悟性开始逐渐契合起来了 它看向下一个能力 种族天赋名称 毁灭龙西 天赋级别 真神上级 天赋描述 您可以释放出 具有毁灭法则气息的龙西 被毁灭龙西攻击过的任何物质 都会遭到不可逆转的毁灭伤害 提示一 由于您作为中烟领主 体内涌动着 可以终结万物的中烟之力 所以 您的毁灭龙西中 所蕴含的毁灭法则之力 得到大幅度增强 提示二 您掌握了微弱的毁灭法则的力量 您的中烟王冠的能力 得到小幅度增强 周周见此眉头一挑 随后打开中烟王冠的能力信息 然后他发现 是中烟王冠的第一个能力 得到了加强 神器能力 一 中烟之力 作为中烟领主的您 体内涌动着 可以终结万物的中烟之力 当您攻击任何物质时 您都有20%的概率 将其击碎 在攻击任何生灵时 您都有1%的概率 直接将其斩杀 击碎概率从10% 提升到20%了 足足提升了一倍啊 周周惊讶 看来 毁灭法则和中烟之力 种族天赋名称 火元素掌控 天赋级别 真神上级 可成长 天赋描述 您对于火元素的修炼天赋 犹如火神转世 诸天万界少有生灵 能够与您媲美 您可以很容易地 就领悟到火元素向的技能能力 甚至有一定概率 领悟火元素方面的法则能力 当您修炼到传说上级时 您可以很容易地 凝聚初顶级火元素神格 周周满意点头 自己以后成神的路子 又多了一条 随后他看向下一个种族能力 种族技能名称 万物皆焚 技能品质 下位神上级 种族技能描述 您是火焰元素的君主 在您的号令之下 世界万灵万物 无物不可燃 种族技能名称 火山喷发 技能品质 下位神上级 种族技能描述 您可以凭空召唤出大火山 并令大火山产生剧烈的喷发 覆灭一方地狱的全部生灵 法则既名称 毁灭之力 法则既品质 真神上级 法则既能力减见 您不入了毁灭法则的门槛 并掌握了一丝微弱的毁灭之力 当您使用毁灭之力 入侵到任何物质上 都可以对该物质 造成不同程度的不可逆转的毁灭 周周看完奈萨里奥血脉觉醒的能力后 便看向吉隆血脉觉醒的另个能力 种族天赋名称 吉隆之躯 天赋级别 下位神上级 天赋描述一 您的肉身强度和灵魂强度得到大幅度提升 并且可以免疫任何等级 低于自身实力等级的负面状态 对于高于自身实力等级的负面状态 也有一定的抵抗削弱作用 天赋描述二 您能够免疫一切即死类能力 种族天赋名称 吉隆之力 天赋级别 下位神上级 天赋描述 您拥有同阶无敌的恐怖肉身力量 诸天万阶万族之中 没有任何种族的生灵 能够在同阶之中 与您在力量方面一较高下 周周满意点头 不得不说 虽然吉隆族觉醒的种族天赋 只有两个 但这两个种族天赋 都堪称极品前者 不但让他的肉身强度 和灵魂强度大幅度提升 甚至还赋予了他 免疫即死类伤害的能力 周周以前得到的虚无假面 67章 也有类似的能力 但那到底是外物 终究不如自身能力可靠 至于吉隆之力 也赋予了他同阶无敌的恐怖力量 至高一致都说 在万族之中 没有任何种族的同阶生灵 能够在力量方面 与得到了吉隆之力的自己媲美 可见这股力量的可怕 融合了这三件商品后 周周也不浪费时间 第一时间来到了轿场 然后他就看到了 早已准备就绪的 交扬王国军团 和新陈联盟的领主们 和士兵们 看到这一千一百多万人 周周脸上浮现出笑容 有这股力量在 他就不信 那民费王国能挡得住 今天 我们的目标 还是一座王国 本王就不说废话了 上飞船 我们出发 周周简单说了两句后 就跟随士兵们登上星夜号 然后向民费王国的方向飞去 飞船上 周周正在看民费王国的地图 民费王国作为原四大王国中 国力最强的王国 其领地疆域也相当庞大 它一共有足足88座区域领地 其中 超凡级区域领地两处 钻石级区域领地八处 白金级区域领地25处 黄金级区域领地51处 白银级和白银级以下的区域领地 甚至一个都没有 这自然是被民费王国 用领地融合证明给融合了 不过能融合到这种地步 可见对方的财大气粗 按照我们的路线飞行的话 我们第一个到达的地点 将会是一座名叫幽和城的 钻石级区域领地 周周看着地图 心中下意识开始想一会儿该怎么打 不过他很快就反应过来了 还能怎么打 以他碾压级别的兵力数量 直接碾过去就完事了 禀告陛下 无图求见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了无图的声音 静 周周到 随着门之鸭一声被打开 无图来到了周周面前 他神色凝重 让周周不由一正 没等他询问 无图便直接说出了 自己脸色凝重的原因 陛下 城的天图军团 刚刚传来密报 明费王国教皇弗洛伊德 畏惧我方实力 于昨日晚上 和巨吼王国秘密 联合了16座异族王国 想要一起对付陛下 16座王国 那加上巨吼王国和明费王国 不是18座异族王国 周周闻言也有些吃惊 这个数量确实有点离谱 这家伙 有那么大好招力吗 周周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他自然是没那么大好招力的 不过他已经崛起太快为由头 又抛出了种族神器这个大杀器 这16座异族王国才下决心 要联合在一起对付我们的 无图神色肃然道 都是初级王国吗 有中级王国 或者高级王国吗 他们聚集的兵力有多少 周周快速问出了 自己想要知道的问题 16座王国都是初级王国 至于他们的兵力 据属下的情报所汇报 光是昨晚 他们就凑足了1500余万兵力 到了今天 恐怕会更多 无图道 还有其他情报吗 暂时没了 再探再报 是 无图离开了 周周则坐在原地 若有所思 最后 他决定 就算对方兵力真的很多 他也要带着自己的所有下属 聚会他一会 一来 对方既然已经联合了 那么他们早晚不会公管 既然如此 这时候退 其实也没太大意义 反而会暴露自己心虚的态度 让对方更加嚣张 二来 就算接下来的战争中 自己一方打不过对方 自己也有手段可以全身而退 既然如此 那就先试一试对方的手段 想到这里 周周不再多想 继续命令温雅 向明废王国前进 片刻后 明废王国边境 钻石级区域领地 幽和城 周周他们乘坐飞船 来到了这里 看来这些异族 早有准备啊 周周看着这座幽和城 悠悠说道 在他的感知之中 这座幽和城城内 至少有将近五百万的异族兵力 这等兵力照以往来说 已经算是整个明废王国的 所有兵力了 这种情况下 要么是对方知道 自己要来这里 所以早早就在这里聚集 但这显然可能性不大 因为周周也是临时决议 要来从这里开启战争的 那就只剩下一个可能了 明废王国的弗洛伊德 早就料到自己要带兵前来进攻 所以早早就与其他异族王国势力 将他们麾下的庞大兵力 分别安排在边疆城市之中 这才让一个幽和城 就有五百万亿族兵力驻扎 与此同时 幽和城这边 似乎也发现了 隐盾在空间中的 焦阳王国的飞船 只见海量亿族士兵 或是从城门中涌出 或是从城内飞出 或是在地下遁地 眨眼之间 这座幽和城的天空和大地之中 就遍布了密密麻麻的 亿族士兵们 他们神色警惕地 看着周周 他们所在的方位 一副随时准备迎战的样子 这还不算完 周周注意到 幽和城内的传送阵光芒 正在接连不断地亮起 海量的异族士兵们 正在源源不断地 从传送阵中走出 然后迅速补充这里的兵力 让幽和城这里 聚集的兵力越来越多 六百万 七百万 八百万 九百万 不到片刻时间 就有足足一千万的异族士兵 聚集在幽和城这里 这还没有结束 源源不断的异族士兵 仍然在从传送阵中走出来 周周见此不但不惧怕 反而淡淡一笑 他让温雅 让星夜号们 退出空间引顿状态 堂而皇之地 出现在这些异族士兵面前 随后 他叫上许安 郭桥和赤玄天 一起飞出飞船 悬浮在高空中 居高临下地 看着这千万级别的 异族军团士兵 这时 一名身穿黑金色 教皇服饰的金发狗头人 也从这异族联军中飞了出来 抬头看向周周他们 你就是娇阳王 他淡淡地 声音充斥着高傲服饰的态度 弗洛伊德 周周看着他 随后目光落在他周围的 这一千多万一族士兵身上 你这阵势搞得挺大 他道 还不都是因为你 交出种族神器 幸运心 放弃领主身份 我们可以饶你一命 否则 这里 将会成为你和你的这些士兵们的死亡之地 弗洛伊德盯着周周道 说完话的同时 他右手一挥 就看到族族二十三尊 散发着英雄气息的存在 从一族联军中飞了出来 来到弗洛伊德的身后 他们看着周周 神色或不耐烦 或冷漠 或诡异 或贪婪 种种神色不一 跟他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 直接杀了他 取了他身上的种族神器 就是 他身上的那身 散发着帝王气息的袍子不错 一会儿我要了 那炳剑 好像也是种族神器 不过好像是人族的种族神器 虽然对无族无用 但拿来收藏也不错 这等完美的人族躯体 他的尸体我要了 他应该是天人之姿 这等极品躯体 可知很大一笔物之心啊 他们议论纷纷道 看其态度 已经将周周 当成了他们的囊中之物 看到了吗 他们都是英雄 每一个都是能够 名流种族历史的存在 你们赢不了的 早些投降 这样也用不着受太多苦 弗洛伊德淡淡道 他知道 焦阳王的手中有千万士兵 一旦打起来的话 就算他有十足的把握能赢 但恐怕也会损失不少 所以 他想用这种方法 尽量减少几方损失 周周神色平静地看着他 把他当成傻子吗 他要是敢那么做 保证死得比谁都快 更何况 谁胜谁负 还不一定呢 他没有说话 直接通过军团面板 让所有士兵从飞船中飞出来 看到这一幕 弗洛伊德神色一尘 然后 他右手一挥 下一秒 就看到无数弓箭 弩箭 炮弹 远程元素法术等 各种各样的远程攻击 向飞船的方位抱舍而来 他居然要趁这段时间 攻击周周的士兵们 周周看到这一幕后 右手一翻 一个散发着黑白亮色光芒 拳头大小的圆形光照 出现在他手中 正是从塔汉王国得到的宝物 日月同天照 下一秒 周周一扔 这日月同天照 就飞到高空中 紧接着 这日月同天照陡然变大 眨眼间就遮天蔽日 囊括了方圆十公里以内的距离 将周周 飞船和士兵们 全部笼罩在内 弗洛伊德一方释放的 上千万道远程攻击 纷纷落在这日月同天照上 结果让他们瞠目结舌的是 这上千万道攻击 落在日月同天照上后 居然只在他的表面 引发一层层微弱的涟漪 甚至连打破一个小孔 都做不到 那二十三名异族英雄 看到这一幕 也纷纷眉头皱起 他们也随之出手 但他们之中 最强大的 不过是史诗下级英雄 面对着足以抵抗 传说下级层次攻击的 日月同天照 他们的攻击 虽然也有些作用 但收效并不大 这是 塔汉王国的镇国至宝 日月同天照 一旁观战的弗洛伊德 很快就认出来 这光照是什么 脸色顿时阴沉起来 他与塔汉王国 相互敌对了数百年 这点情报 他还是了解的 他只是没想到 这等之宝 娇阳王不留着 保护自己的领地 居然拿出来 当作行军打仗用了 他挥了挥手 让士兵们 停止无用的攻击 与此同时 周周看着下方 停止攻击的 一族联军们 脸上浮现出冷笑 你们结束了 那该我了 他叫来零二 龙成林 以及其他十五名 在星辰联盟中 贡献排名考前的领主过来 然后一同向下方的 一族联军们 使用策反 文字提示出现 请选择您要策反的 敌对领主势力阵营 1.塔汉王国 2.聚后王国 3.鬼忧王国 4.罗塔王国 5.阎陵王国 周周没有犹豫 直接选择排名第一的 塔汉王国 下一秒 哄 无形的波动 瞬间从周周等 17名领主的手中 散发开来 眨眼间就覆盖住 地面上的 所有异族联军 此时 数量已经达到 2200多万的异族联军 在策反的作用下 眼中的神色 瞬间发生变化 吼 阿妩 哈哈 杀 为了交扬陛下 刹那间 足足200余万异族士兵 忽然间在异族联军内部 开始肆意杀戮起来 本来气势正盛的异族联军 瞬间就乱了套了 怎么回事 我们的兵 怎么内斗起来了 发生什么事了 异族英雄们懵了 弗洛伊德 也忽然想起来了 在之前看的情报之中 他确实看到这交扬王 似乎有些蛊惑人心的手段 不过他没想到 这蛊惑人心的手段 居然这样强大 他这足足 2000多万异族联军 居然都被影响了 该死 所有将士听令 此时内斗者 视为敌人 进阶斩杀 保护我军士气 弗洛伊德大吼道 不过他也知道 发生这种事情 他们想要在保持之前的士气 肯定是不可能了 该死的交扬王 他咬牙切齿地 看着天上的交扬王 天空中 周周看着面前的策反提示 领主天赋提示 共有24561名黑铁级狗头人士兵 155415名青铜级狗头人精英 155410名白银级狗头人百副长 79960名黄金级狗头人千副长 51650名白金级狗头人首领 1220名钻石级狗头人副将 207名超凡级狗头人将领 背叛了他们的领主势力 成为了您的忠诚下属 周周微微点头 策反了617423头狗头人士兵 林儿他们的收获应该也相当巨大 毕竟这可是足足2200多万异族联军 按照他们8%的策反率的话 至少也能策反140多万名异族士兵 很快 他们这边的士兵们就全部从飞船中飞了出来 有的落在了地面上 有的士兵 比如风暴之灵 机械族士兵 龙族 以及其他能够飞行的士兵 则飞在天空中 冷饰着这群异族联军 异族联军的士兵数量 虽然是周周一方的两倍 但是光从气势上来看 周周麾下的士兵虽然少 但是在战争主神的祝福帮助下 士兵的平均实力水平远高于对方 二来则是周周这方 有龙族这等恐怖体型的生物压阵 作为神话传说中的龙族 他们光是飞行在天空中 就给予了对方极大的压力 与此同时 周周见到自己的士兵们出来之后 心念顿时移动 下一秒 只见之前庇护他们的日月同天照 覆盖范围进一步增大 直接囊括了方圆百里的广阔范围 然后周周更是直接开启了 日月同天照的日月同天模式 让几方士兵得到了 30%的额外实力增幅 和30%的额外伤害减免 同时 他心念再次移动 就看到两道灰白色气息 从他眉心中涌出 随后在他身前 形成两个两米多高的中烟卫队成员 其中一人拿枪 是之前就知道的 中烟卫队成员江渊 另外一人则背负一套灰白色弓箭 他叫李安 觉醒于得到极光王国之后 是周周的第二个中烟卫队成员 擅长使用弓箭 兵种名称是中烟之箭 两人一进站一远程 正好可以相辅相成 见过陛下 二人恭敬道 一会儿 你们就在我身边保护我 听我命令再出手 周周道 是 陛下 两人神色平静道 随后来到周周的身后 与此同时 弗洛伊德一方也解决了内战问题 将近两百万内斗的士兵 全部被绞杀 但是代价也让他们很心痛 因为事发突然 他们这边也没做准备 于是两百多万内奸杀性大发之下 直接让他们损失了足足五百余万同伴 本来他们这方有足足 两千二百多万联军士兵的 结果经此内斗 直接让这两千二百多万联军士兵 下降到一千五百多万 每名异族英雄的脸上 都有着明显的肉疼之色 他们也没想到 战争还没开始 他们就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兵力 同时 他们也心中打寒 这等不讲道理的蛊惑军心的手段 实在是太可怕了 这交洋王能够在之前的活动中 从万族领主手中夺得万族最强领主的称号 果然不是凭运气得到的 而就在这时 他们看到了 周周将日月同天照 把他们也覆盖在内的行为 他们神色顿时一喜 这家伙找死不成 就算他们的士兵损失惨重 但余下的士兵也远超他们 再加上二十多尊英雄在 胜过他们还不是简简单单 想到这里 弗洛伊德不再犹豫 直接下令大军向周周他们进攻 周周见此也没有废话 也下达命令开始进攻 杀 杀死这些异族 为了交扬国王 严陵万岁 苍寒亡国必胜 死神庇佑着我 将近两千七百多万生灵 疯狂呐喊着冲向彼此 异族联军的二十三尊英雄 全部参战 周周一方的十名英雄 也全部参战 双方一接触 战斗就直接进入了白热化 而刚刚一接触 周周一方的将士们 脸色就微微一变 不少士兵脸上浮现出 从未有过的恐惧之色 好在有把握 控制军心的英雄存在 周周一方的士兵们 倒没有出现意外 仍然可以保持战力 继续全力战斗 天空中 周周周眉看着面前的文字提示 发现正式战役 战役模式已开启 虚拟战场已建立 战役点正在计算中 提示 当战役结束后 军团战役点功能 将会根据交扬军团 怪物军团 龙神军团 天图军团的战役表现 结算并获得相应 数量的战役点 当战役点足够时 即可提升军团等级 解锁升级更多军团功能 让周周周眉的 不是这个文字提示 而是下一个文字提示 您对死神塔纳托斯 庇护下的出击王国 名废王国 发动了进攻 死神塔纳托斯 降下了他的目光 您和您的士兵 被死神诅咒了 死亡诅咒 您和您的士兵在战斗时 将会无法控制的 无限扩大 对于死亡的恐惧 战斗时间越长 对于死亡 将会越发恐惧 这就是这么多年来 其他王国 不敢进攻 名废王国的原因吗 周周周眉难难道 周周微微皱眉地 看着这个死神的诅咒 其实 解决这个死神的诅咒 也很简单 那就是让他的士兵们 使用屠龙者的能力 屠龙者是高贵血脉之敌 任何高贵血脉的能力 他们都有着 极高的免疫能力 而神灵 毫无疑问 也是高贵血脉的一种 这样一来 他的士兵们 自然能够免疫 对死亡的恐惧 但是 他要付出的代价就是 他的领地是屠龙之乡的事情 很有可能会暴露 不暴露的话 他只是与眼前这些 异族王国及领主势力为敌 一旦暴露的话 他恐怕会立刻 与诸天万界的 所有高贵血脉种族为敌 想到这里 周周按耐住 发挥出屠龙者能力的想法 试一试吧 也许不用屠龙者的能力 我也能让我的士兵们 抵抗住这个诅咒 周周想到 他思迅速思考起来 随后忽然想到了什么 眼睛一亮 然后立刻联系一个存在 与此同时 异族联军之中 当弗洛伊德看到 交洋王国的士兵们 神色中时不时地出现 恐惧神色的时候 脸上立刻浮现出了笑容 诸位联军英雄和将士们 敌人已经与我们正式作战 并被无主的 神之诅咒影响了 接下来 他们将无时无刻 不再承受死亡的恐惧 战力将会实不存一 胜利就在五等前方 杀死这些可恶的人族 他大喊道 话音刚落 所有异族联军的将士们 神色骤然兴奋起来 士气也明显大震 而周周一方 本来正在受死神的诅咒的影响 战斗力有所下滑 再加上敌方士气大震 场上的局势 顿时倾向于异族联军一方 看到这一幕 白云 五星和罗成 脸色有些难看 他们三人都掌握着 如意军心和鬼神军心 这两种把控军心的英雄技 本来这两种英雄技 对于眼下这种情况来说 是非常适用的 可惜 他们遇到的是死神的诅咒 面对一尊主神级别的诅咒 哪怕只是那尊主神随意赐下 力量不足他鼎盛时期的亿万分之一 也不是他们三个 连传说级别都不到的小家伙 能够消除的 最多只能勉强压制 让士兵们勉强能够发挥出 平常时候的战斗力 但因为对于死亡的恐惧 所产生的时不时的恍惚感 却是避免不了的 而在战场之上 这点恍惚却足以致命 但就在众人忧虑重重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只见无量光明从他们身后出现 随后迅速扩大 眨眼间就覆盖了 所有娇洋王国的士兵们 本来士兵们此时还在 勉强忍耐死亡的恐惧 可是当这光明照亮在他们身上时 他们顿时感觉心中的恐惧扫荡一空 再也没有任何恐惧的感觉 心中没有恐惧的他们 再次恢复了最顶盛的战斗力和斗争 不到片刻时间 他们就夺回了战场上的盛事 开始逐渐蚕食异族联军 看到这一幕 弗洛伊德和23名英雄一惊 这群娇洋士兵 怎么忽然战斗力提升了一个层次 弗洛伊德 你们明废王国的死神诅咒呢 怎么不起作用啊 这下难打了呀 正在激战中的英雄们 发现情况不对 一边分心对付眼前的 娇洋王国的士兵和英雄们 一边向弗洛伊德传音道 你们不知道 我就知道了吗 弗洛伊德听到他们质疑的询问 心中暗骂一声 随后他眯着眼睛 看向那无量光明的源头 很快 他就看到 在那光明的源头处 赫然屹立着一尊人族身影 和一尊龙族身影 其中人族身影 是他非常忌惮的娇洋国王 而那龙族身影 弗洛伊德传了皱眉 光明玲珑 应该是吧 不过怎么跟他在书中 看到的光明玲珑的样子不一样 他也没多想 只当对方是个光明玲珑的变种 另外 他此时也知道对方 为什么能破解他们明废王国的死神诅咒了 法则计 而且还是驱散一类的光明戏法则计 弗洛伊德咬牙道 怪不得死神诅咒对他们没用 眼看焦阳王国士兵 在战场上占据的优势越来越大 弗洛伊德本来从容的心 渐渐有些沉不住了 杀 杀了那焦阳王 只要焦阳王生死 胜利还会是我们的 弗洛伊德思考半赏后 陡然大喊道 那23名联军英雄 文言也顿时眼睛中闪过一抹杀气 他们没有多说 其中13名英雄 直接打退眼前的敌人 然后化为13道颜色不同的流光 向周周报射而去 至于剩下的那10名英雄 则被周周麾下的等10名英雄拦下了 领主大人小心 白云 五星等人看到这一幕 想要放弃眼前的异族英雄对手 前去支援周周 然而这些异族英雄自然不会答应 拼命阻止他们 前去保护他们的领主 他们此时也知道 如果放白云他们过去 保护了他们的国王 那这一战 他们恐怕就会输了 而如果那位焦阳王被他们杀死 那这场战场 对于他们来说 就算不能说稳赢 但胜率肯定会大大提升 白云等人间自己被拦住 心中不有有些焦急 就在这时 专心对付眼前的敌人 不用担心我 周周沉稳的声音 在众将领心中响起 听到自家陛下淡定的声音后 众英雄虽然有些担心 但也都冷静了不守 陛下既然这么说 一定有保护自己的自信 那就听陛下的 想到这脸 众人虽然还是有些担心 但也都开始专心 对付起眼前的敌人来 天空中 13名异族英雄 一脸争鸣嚣张地 向周周杀去 这人族国王必死 没有了你的千万士兵 没有了你那些英雄庇护 你不死谁死 哈哈 这人族国王 居然傻愣愣地站在空中不动 难道吓傻了不成 异族英雄们自信无比 完全不信这人族领主 能够在他们手中逃出升天 在这一刻 他们仿佛看到 胜利已经落到了他们的手上 而就在这时 一直待在周周身后 拦在了他们的身前 这13名异族英雄见此 哭斥一笑 一个只是超凡下级的人族 居然敢拦他们 他们根本不屑搭理他 然而 就在他们想飞过江渊身边时 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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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道寒光 从四名异族英雄的脸上划过 在他们的脸上 划出了四道身可见骨的伤口 这四名受伤的英雄 摸了摸脸上的伤口 然后怒了 小小蝼蚁居然敢伤他们 也许 等他们解决完这人族士兵的时候 那人族国王也早早被杀死了 也说不定 他们没有浪费时间 第一时间与江渊交手 然而刚一交手 他们就知道他们错了 这人族士兵 绝非普通的超凡级士兵 那无与伦比的枪盗技艺 精彩艳艳的身法动作 敏锐动威的细致观察 都将他们四名超凡级异族英雄 硬生生平实力拦了下来 再加上他的背后 还有一名散发着同样气息的士兵 时不时的射箭辅助 更让他们难以再进一步 最让他们四个感到吃惊的是 他们在这两个诡异人族士兵们的枪法上 和箭支上 居然感受到了法则之力 而且是极为危险 且诡异的法则之力 仿佛一旦触发 他们将不是伤 就是死 这让他们心中既惊怒又忌惮 一身实力 只能发挥出七七八八 谁能想到 这么两个看上去 普普通通的人族士兵 居然掌握着 连他们都无法掌握的法则能力 另外 这人族领主 是天命之子不成 不光现阶段 就有这么多英雄和士兵 效忠于他 甚至就连掌握法则的天才士兵 都甘愿当他的护卫 要知道 这种天资卓绝的士兵 要是放在他们的国度 都是可以当成未来英雄种子 来培养的他们脸色难看 但又不得不接受 他们四名超凡级英雄 被两名士兵拦住的事实 现在 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其他九名异族英雄 能够击杀那可恶的人族国王了 想到这里 他们忍不住 抬头看向那人族国王的方向 然后 他们就呆住了 只见那人族国王的正前方 一名年轻俊义 古义飘飘 背负着一柄 散发着淡淡五色光芒先见的人族男子 正屹立在空中 挡住了这九名异族英雄的去路 这九名异族英雄 面对眼前这名明明不是英雄的人族 竟好像感受到了什么大恐怖一般 不敢向前迈进一步 凭道万箭先宗 赤玄天 而等 是前来赴死的吗 赤玄天面对九名异族英雄 不但丝毫不畏惧 反而冷冷地说道 这一副完全不把他们这些异族英雄 放在眼里的行为 顿时把他们给惹怒了 连英雄都不是 居然敢在这里狂妄 你这一身血肉 吃起来一定很美味 都别拦我 我要杀了这家伙 真让本将军不爽 九名异族英雄纷纷怒道 不要被他迷惑了 他就是来拖延时间的 别忘了正事 我们要先解决那人族国王 否则 一旦我们带来的军团损伤惨重 此战就算赢了 回去我们也得不到多少奖赏 有一族英雄冷静道 其他八名英雄文言也冷静下来 纷纷点头 我去解决那人族领主了 就在这时 一尊身高一百多米 长着一张血盆大口的巨吼族英雄说道 他是碎金魔锤 奥迪斯是来自巨吼王国的英雄之一 此时 他看着天空中的周周 眼中闪过一抹仇恨的神色 我哥哥钢牙铁拳王 塞芬 就是被这人族国王的下手杀死的 我要亲手杀那人族领主 为我哥哥报仇 奥迪斯仇恨道 其他八名异族英雄见此也没阻止 同样也没说出 再增加一个一起去杀娇杨王的想法 眼前这人族给他们的感觉很诡异 明明不是英雄 但却给他们比英雄还要恐怖的压迫感 仿佛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普通人族 而是一尊神灵 面对这等诡异的人族 他们也不敢分散太多的力量去做别的事 奥迪斯见此也不再多说 直接飞向周周 赤玄天见此正想拦住他 但就在这时 他神色一动停下了拦住他的动作 放任他离去 转而神色平静地看着眼前这八名异族英雄 呼 只见一柄赤红如玉的神剑 逐渐浮现在他的头顶上 这是从他出生起 就随之半生的一柄神剑 赤玄仙剑这柄仙剑 从他出生起就一直陪伴着他 如今赫然已经成长为一尊真仙级别 下位神级别的仙剑 他心念一动 只见赤玄仙剑心随念动 以一画十万 赫然在他身后 汇聚成一柄 一道道犹如生命一样的细小血红剑气 在剑身上诞生又破灭 正其好大威力 正是赤玄天的最强剑阵 万剑化仙大阵 他当年正是凭借着万剑化仙大阵 正面斩杀一名真仙初期 下位神下级的强者 今日 这里就是二等丧命之地 赤玄天看着这八名异族英雄 声音犹如天上剑仙 神威如玉 另一边 周周正神色平静地看着 向自己飞速赶来的碎金魔锤 奥迪斯 文字提示出现 名称 奥迪斯 英雄称号 碎金魔锤 魏格 史诗级英雄命运魏格 所属领地 聚火王国 实力阶级 史诗下级 剑剑 聚火王国五大英雄之一 其兄长是钢牙铁拳王赛芬 两兄弟感情深厚 但随着赛芬身死 奥迪斯心中只剩下报仇之志 他天生神力 擅长使用一双碎金魔锤 在其神力的加持之下 威力极为恐怖 曾经凭借其双锤 硬生生锤壁一头史诗上级的新红领主 国内聚火 无不将其视为力量的象征 战利品暴虑 20颗史诗集物之星 暴虑 100% 1000颗圆巾 暴虑 100% 一本史诗下级英雄记 神力巨人 暴虑 8% 一本史诗下级英雄记 吼灵碎魂 暴虑 8% 一件史诗下级装备 碎金魔锤 暴虑 12% 一件史诗下级装备 黑猿魔甲 暴虑 10% 一件史诗下级技能书 封魔36锤 暴虑 8% 一本史诗下级技能书 此战 暴虑 8% 一颗前信图级青红结晶 暴虑 3% 一本史诗下级 英雄传承秘点 暴虑 0 001百分号 三颗黑铁级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暴虑 0% 刚刚看完 这奥迪斯就已经来到了 他身前十多米外的位置 死 一声怒吼 同时 这一招专门针对灵魂 正面接触此招者 轻则意识涣散 重则灵魂殒灭 然而 周周面对这一英雄技 却神色平静 一副完全没有受影响的样子 他的精神潜力 早就达到了史诗上级的特技精神潜力 又精通多种灵魂攻击和防御手段 之前甚至还吸收过巨吼族的血脉 得到过巨吼族的种族天赋 吼灵士 了解他的攻击方式和化解方法 最重要的是 他作为混沌人族 灵魂意志 早早就转化为混沌意志 对于幻术迷惑 精神操控 灵魂攻击等攻击时 有较大概率 直接免疫此类攻击 所以这一来是汹汹的英雄技 他甚至都没怎么防御 就直接渡过了 而这一幕 落在奥迪斯的眼中 则让他震惊了 自己的英雄技 居然对这个人族国王毫无作用 怎么可能 他心中难以接受这个结果 所以 他准备释放自己第二个英雄技 然而就在这时 他忽然看到那人族抬起右手 掌心上混沌气息弥漫 最后渐渐凝聚成一根混沌色的长矛 混沌倒树 混沌飞毛树 周周轻轻一投掷 就看到这混沌长矛 仿佛穿越空间一般 骤然消失 下一秒 他已经带着滴滴血迹 悬浮在奥迪斯的身后 奥迪斯难以置信地 看着胸口的巨大窟窿 随后自身的气息 飞快消失 最后彻底归于虚无 碎金魔锤 奥迪斯 死 文字提示出现 您击杀了史诗下级碎金魔锤 奥迪斯 获得晋升能量加4亿 战利品凝聚完成 战争主神的祝福 您获得了额外321点晋升能量 您获得了第一条属于自己的英雄传记 请努力获得更多的英雄传记 铸就属于自己的英雄命运位格 周周脸上浮现出笑容 好家伙 足足324亿点晋升能量 不愧是史诗级领主天赋 战争主神的祝福 杀一个史诗下级强者 堪比杀死81个史诗下级强者 随后 当他看到下一条文字提示时 他顿时愣住了 然后便是狂喜 我获得英雄传记了 他立刻打开自己的个人信息 然后直接看向自己个人信息的最下方 果然 他看到了一条英雄传记 英雄传记 一 在面对来自18座异族王国 组成的异族联盟的围攻时 郊阳王仅以一击之力 便灭杀了一尊偷袭的异族王国英雄 英雄个人传说度加20 人族声望加100000 至高大陆名望加5 周周满意点头 不错 这给的传说度 声望和名望都挺多的 不过原来 哪怕不是英雄的普通人 在击杀异族英雄之后 也是可以获得英雄传记的 这么一来的话 他完全可以趁此机会 大肆杀戮一般 想到这里 他看向下面的22名异族英雄的眼神中 顿时亮起光芒来 眼下这么多异族英雄 自己哪怕只要杀死五个 应该就可以成就自己的英雄命运 贵格了吧 至于杀不了的事 周周丝毫没有想过 经过刚刚的实验 他已经彻底明白一件事 那就是来自混沌原点的混沌非毛术 以及其他五种混沌倒数 其实本质上就是法则记 或者说 法则记也是混沌倒数 想想也是 天地间最开始诞生的那批混沌人族 本来就生于天地未分的混沌之中 他们所要面对的敌人 说是混沌兽 其实就是掌握着法则的特殊神灵 而这种情况下 也只有法则记 或者说混沌倒数 才能对付混沌兽了 那时的混沌人族 恐怕从没想过 他们当时的一举一动 便已经充斥着法则奥妙 流传至今 竟已经成为了 无尽生灵苦苦参悟 而不得的法则记了 收回发散的思维 周周手中再次凝聚出 一根混沌长矛 然后目光落到下方 正在与己方下属战斗的 异族英雄身上 以他如今超凡下级的实力 配合上混沌倒数 越一个大街斩杀史诗下级的英雄 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也就是说 此时只要他出手 在场的众多异族英雄 没有一个能够挡得了 他一击之力 但看着眼前的战场 他的表情渐渐差异起来 因为此时在他的眼中 他的十一名英雄 居然和那异族联军的 二十三名英雄 打得有来有回 尤其是赤玄天这位剑修 这位拥有天剑仙体的剑道强者 此时仗着长达十里的 万剑化仙大阵 以一击之力 竟然在压着八名异族英雄打 要知道 这位可还没成英雄呢 这要是成为英雄 战力不得翻个好几番 剑翅玄天这边没问题 周周看向其他英雄 最后 他的目光落在了一个人身上 正是他的机械族分身 终极领主周周 这家伙此时正在被一名 生有六目四臂 浑身泛蓝的怪物英雄 使用不同的四把武器 打得节节败退 要不是他的旁边 有机械大军和龙族辅助他 此时恐怕早就被打爆 回归他的灵魂空间 等待着重新凝聚机械躯体了 以黄金下级之身 面对一个超凡终极的异族英雄 到底还是太勉强了 周周摇头 终极领主周周晋升所需要的能量 比他也少不了多少 所以 晋升等级也相当艰难 好在现在有了史诗级的战争主神的祝福 以后实力提升速度 应该会提升一大节 没有犹豫 周周右手一挥 就看到他手中的混沌长矛 瞬间消失 下一秒 他就已经穿过那异族英雄的头颅 硬生生将其碾成粉尘 出现在他的身后 您击杀了超凡终极狂战之王洛森特 获得晋升能量加八千万 战利品凝聚完成 战争主神的祝福 您获得了额外64一点晋升能量 您获得了一条英雄传记 请努力获得更多的英雄传记 助就属于自己的英雄命运位格 周周打开自己的英雄传记 发现果然多了一条 击杀一族英雄的英雄传记 脸上不由浮现出笑容 也许自己今天 就可以获得 属于自己的英雄命运位格 想想还真有点期待 另一边 终极领主周周 看到眼前打得自己 不能反击的一族英雄死后 神色也并不意外 他叫上20名机械族士兵 抬着这具一族英雄的尸体 飞到周周身边 将这具尸体直接扔给周周 被周周用王之宝侠收了起来 以我现在掌握的科技和机械族士兵 还无法面对这种层级的战场 今天过后 我打算通过联盟领主的空间传送阵 去一趟神机领主那里 他的领地就临近一处机械族王国 那里充斥着大量的机械族生命 机械材料和科技知识传承 我如果在那里历练 实力一定比在这里提升得要快 终极领主周周道 好 你打算带多少人 周周早就有这个想法了 文言直接问道 我只带我的三万多名机械族士兵去就行了 其他不是机械族的士兵 前往机械王国太爱眼 对了 我去的时候 要带走一艘原始型号的星夜号飞船 原始型号的星夜号 承载着与机械族的友谊 我带着他去机械族 会对我的发展有大用 终极领主周周早有复稿地说道 周周点了点头 答应下来 也是时候让机械族的馈赠这项领主天赋 发挥出他的隐藏作用了 以前碍于实力 只用他的飞船当运兵工具来用 多少有些大材小用 现在用他与机械族外交 才能发挥他们本身的真正意义 随后终极领主并没有放弃战斗 而是不去面对异族英雄 带着他的士兵开始在战场边缘游走 击杀那些实力底下的异族士兵 以他黄金下级英雄的实力 加上机械族士兵 做这种事情自然手到擒来 而周周也再度凝聚了一根混沌飞毛 目光扫射着战场 四级出手 虽然混沌长矛 需要消耗他体内不少混沌原能 但他混沌人族的根基太雄厚了 以他体内剩下的混沌原能来看 再用出五六道混沌飞毛术 也没什么问题 片刻后 再接连又用两发混沌飞毛术 击杀了围攻无图的 两名超凡层次异族英雄后 战场上的双方终于注意到了周周的存在 周周这边的人都相当惊喜 他们万万没想到 一直以来没怎么出过手的国王陛下 一出手就是如此惊天动地 一位成就英雄的平凡之身 顺杀四名异族英雄 这等恐怖战绩 哪怕在整个人族历史之中 都堪称闻所未闻 放在万族历史之中 也是极为少有 想到自己追随的领主这么猛 而如果周周这边是开心的话 那异族联军那边 就完全是士气大跌了 英雄作为种族的瑰宝 国家的顶梁柱 他们的存在何其宝贵 一次性损失四尊英雄 对于他们这些异族联军背后的国家来说 绝对是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 而看到这位击杀四尊英雄的人族国主 居然还有余力再度开启猎杀 他们的脸上都浮现出金木之色 必须要先杀死那交阳王 否则我们今天谁也别想逃 他用的是法则剂 怪不得能够这等轻易击杀我方的英雄 这交阳王也太恐怖了 用了四次法则剂 居然还一副轻轻松松的样子 他什么鬼体质 天生神灵吗 众义族英雄们紧急讨论 都感觉有些棘手 之前他们那样冲 都没能伤到交阳领主 现在他们的数量可更少了 难度就又增加了 就在这时 一名身披花绿大袍 脸上画着密密麻麻的彩色纹路 手持一柄重行法杖的老太婆站了出来 他是一族联军之一的 领古王国的首席大祭司 摩牙 我有一项未完全领悟的 法则剂名为 咒虫魔骨 这项法则剂我虽然未能完全领悟 成品的咒虫魔骨 虽然也只有一尊 但足以咒杀传说集 和传说集以下层次的存在 接下来 我会施展咒虫魔骨 咒杀那焦阳王 但等杀了之后 我也会消耗光我自身的全部功能 所以 那时我会直接撤走 你们有意见吗 摩牙看着周围的英雄们 心灵传音道 没有意见 如果真能咒杀他 你们领古王国便是立了大功 到时这战场上 除了那疑似传说中的剑修外 其他人便对我们没有威胁 你走了就走吧 没关系 不过那人族领主 是上一个活动的万族最强领主 手中不一定有多少特殊的手段 你确定你真能咒杀他吗 有一族鹰雄吃一道 这么一说 摩牙也陷入了沉默 但随后 他就坚定下来 老生不幸 这人族领主就这么强 不光掌握攻击型的法则剂 甚至连防御型的法则剂都能掌握 我这咒虫魔谷 暗含不完整的诅咒法则 核虫之法则 世上掌握克制手段的生灵 少之又少 他必死 老太婆越说越自信 其他一族英雄 似乎也被他说服 纷纷点了点头 我在来之前 巫王赐予我一张 传说下级的雷霆卷轴 可以召唤出一道 能够锁定敌人的传说 下级威力的雷霆 到时候 我与你一起攻击那浇洋王 就在这时 一个通体闪烁着 深蓝色雷霆的雷电元素 生灵传音说道 你们摩雷王国 真是真是下血本了 居然连这等 镇国之宝都拿出来了 你也真舍得用 其他一族英雄 听到他的话后 顿时惊诧到以防万一罢了 谁知道那人族领主 还有什么手段 摩雷王国的英雄 闻言淡淡道 其实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他们王国从建国至今 只有三尊英雄 其中一尊英雄 还已经垂垂老矣 没什么战斗力了 还拥有战斗力的 就剩下他和另一名 摩雷王国英雄 他们的国主也是担心 他此次过来不小心战死 会影响到国之根本 这才舍得把这等宝物 交给他手中自保 他心中已经默默打定主意 如果接下来 他们两个英雄的手段 都对那浇洋王 没什么用的话 他就会毫不犹豫地 立刻离开这里 他的背后 还有整个摩雷王国 他不能把一切都压在这里 至于种族神器 好是好 但没有国家威王重要 事不宜迟 那我们现在就动手吧 摩雅肃然道 摩雷王国英雄点了点头 随后他们 一个拿出了一个血色骨盘 里面存活着一只 通体血色诡异纹路的虫子 正是咒虫魔骨 另一位则拿出了一张 深蓝色卷轴 那卷轴表面 暗含着一道道血色摩雷 上面隐隐刻画着一尊 活在雷云中的血色魔原生物 两名异族英雄同时施法 很快 就看到摩雅手中的蛊虫 突然从蛊盘上飞了起来 然后以极快的速度 飞向舟舟 在飞行的过程中 这个血色蛊虫 没有发出一点声响 战场上的千万生灵 甚至就连赤玄天 都没有注意到 这个蛊虫的存在 摩雅见此心中傲然 他的咒虫魔骨的第二个特点就是 自身存在感极低 这也是他有自信 能够咒杀舟舟的底气之一 另一边 摩雷王国英雄手中的卷轴 此时也化为一道雷光冲上天空 天空中刹那间 浮现出无数乌云雷霆 而他们的中心 赫然正是周周所在的地方 周周这时候也抬起头 看向天空中的雷云 隐隐约约间 他看到一头血色魔原 张开血盆大口 口中正凝聚着一个 胀宽的血色雷霆 下一秒 轰隆隆 伴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雷鸣声响起 血色魔雷从天而降 刹那间 直直地劈到了周周身上 血色雷霆之中 陛下 国王陛下 领主大人 看到这一幕 很多人纷纷惊呼起来 更有很多士兵的神色 都近乎疯狂了 他们的陛下被刺杀了 与此同时 看到周周成功被雷霆击中 被蛊虫近身的这一幕 众义族英雄们脸上 也纷纷浮现出笑容 这浇阳王必死无疑 不得不说 这摩雷王国的 镇国之宝威力还真够大的 远远看着都心惨 浇阳王一死 眼下的战场 我们必胜 众义族英雄们 纷纷放下心来 高兴笑到摩雅 和摩雷王国英雄 也松了口气 但他们没注意到的是 战场上的这些人中 白云 五星 许安 郭桥 赤玄天 这些周周清静的臣子 神色之中 却并无慌张之色 就在这时 嗖 嗖 两道混沌色光芒 在血色雷霆之中 一闪而过 下一秒 摩雅和摩雷王国英雄 只觉得胸口一凉 他们难以置信地低下头 发现自己的心脏位置 赫然已经成了两个大窟窿 当他们在抬头看过去的时候 他们的瞳孔顿时一缩 只见雷光渐渐散去 周周毫发无伤地悬浮在高空中 神色平静地看着他们 仿佛刚刚什么都没经历过一样 如果硬说 要有什么不同的话 那只能说 此时在周周的身上 披着一层暗黑色的披风 这两个家伙的攻击真的很强 甚至有些让我意外 但我有天赋直觉 可以预感到你们的出手 最重要的是 我身上有中卫神上级的神器 暗影披风 下卫神级以下层次的攻击 根本伤不到我的 周周心中暗暗摇头 不好意思 你们很强 但本王 更强 战场之上 当周周毫发无损地出现在 双方士兵的眼前时 战场上顿时安静了下来 随后 周周一方的士兵士气大震 个个都嗷嗷叫地 和一族联军的士兵拼杀起来 而一族联军一方的士兵 士气则一瞬间跌倒了谷底 他们的英雄 用出了那等恐怖手段 居然都未伤及这交阳王分毫吗 有这尊能够肆意击杀几方英雄的 恐怖国王在 这仗还怎么打 想到这点 一族联军的士兵们 顿时士气全无 一族英雄们也注意到了这点 不过这时候 他们已经完全顾不上 普通士兵们的感受了 他们看着周周 仿佛在看着一柄达摩克利斯之箭 悬浮在他们的脖梗上 可以随意取走他们的性命 这仗确实没法打了 不少一族英雄在这一刻 心中已经有了想要逃跑的念头 一名通体青色 头上长着两根触角的 高瘦体型的英雄 勉强一击打散了 风之王麦伦释放的 超凡上级魔法 纠集龙卷后 脸色凝重地看着这尊魔法师 他发现一件事 那就是他作为一名 有着拥有钻石级元素免疫的 超凡上级实力的英雄 竟然在1v1的情况下 打不过这个超凡上级 风系魔导师 这个名叫麦伦的风系魔导师 对于风系魔法的造诣 简直堪称恐怖 以他的实力 恐怕就是面对一些 史诗下级的英雄强者 都有一战之力 最不济 自保也是简简单单的 毕竟风系魔法 在自保方面 仅次于生命魔法和时空魔法 他又看了眼战场上的局势 随即心中一沉 眼前这战场局势 简直不要太糟糕 尤其是他们这些异族英雄们 他们一边要对付眼前的敌人 一边还要防范天空中 那尊恐怖国主的致命飞毛 一身实力在这种情况下 能发挥出十之七八就不错了 终于 在看到又一名异族英雄 被骄阳王击杀后 他终于下了决心 他以受伤为代价 打散了麦伦的又一记 超凡上级魔法裂空风暴 然后借助其力量 暴退十几公里之外 最后他毫不犹豫地 拿出一张银色卷轴 打开卷轴后 龙玉的空间之力爆发 在他的身后 形成一个有着无穷犀利的空间通道 直接将其吸入了空间裂缝之中 看到这一幕 很多异族英雄愣了下 随后眼神纷纷闪烁起来 一名名异族英雄 纷纷拿出各自的逃命手段 远离这片战场 不到一会儿功夫 就有七八名异族英雄逃走了 能追则追 但不要追太远 如果实在追不到 就让他们离开吧 就在骄阳王国的众英雄 由于要不要追的时候 周周传音说道 是 陛下 是 陛下 白云等人纷纷领命 高空中 周周看着这些逃跑的英雄 脸上有着冰冷之色 想打就打 想跑就跑 把他这里当什么了 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妙 这些异族英雄 能这么快赶过来组成联军 他们背后的王国 一定距离我的领地不远 等我解决了冥废王国 和聚厚王国 闲下空来 就去收拾你们 周周心中冷冷想到 之后的时间里 因为异族联军英雄的逃跑 异族联军士兵们的士气 彻底跌落谷底 交扬王国一方 则士气大增 彻底占据了战场上的优势 在周周和众领的强者们的 不断出手之下 以及士兵们的不断蚕食之下 异族联军一方的士兵们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减少 异族英雄们 也一个个开始陨落 终于 随着第一位异族英雄 开始丧失斗志 崩溃投降 就好像倒塌了多米诺骨牌一样 海量异族士兵 开始纷纷投降 半个小时之后 战场上的战斗 就彻底平息下来 这场涉及2000多万士兵的大战 彻底结束 焦阳王国以死亡400多万士兵 包括策反的200万士兵 受伤500多万士兵的代价 取得了胜利 一时 神职人员开始治疗 不要吝啬信仰神经 都拿出来用小复活术 复活我们的士兵 周周下令道 这些士兵们 战死不超过一个小时 灵魂还没有前往明界 理论上不算真正的死亡 只是肉身死亡而已 是可以用小复活术就能复活的 而小复活术 只需要十颗前性级信仰神经 就可以使用 用不着珍贵至极的 圣灵级信仰神经是 陛下 三千名牧师 三千名神父 三千名修女 一万名生命圣骑士 以及五万多名医师 纷纷踏上战场 开始给伤亡的士兵们 治疗和复活 周周看到这一幕 微微点头 他现在手中 掌握的低级信仰神经 实在是太多了 复活个几百万人 完全没什么问题 而且现在 他这边还击杀了 近两千万头迷雾怪物 掉落的新红结晶 肯定比消耗得更多 周周心中期待 他的士兵到现在 在小复活术之下 甚至还没有真正死过一个 这等惊世骇俗的事情 恐怕也只有 他这个掌握大量 领主天赋的人 才能做到了 不过 他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神职人员的数量 才有一万九千人 相对于我的千万大军来说 数量还是少了些 周周思考 等以后有足够的 暂时级领主天赋 结晶碎片的话 就升级下 生命女神的庇护所 这个白金级领主天赋吧 不然 这么少的神职人员数量 将来会大大限制 他的士兵的复活事宜的 将这个领主天赋升级了 也许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随后他不再管战场 而是看向自己的信息提示面板 他在刚刚击杀了 第六名异族英雄后 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文字提示 当时他正验证 自己的各种能力 就没有多看 现在闲下来 正好可以看一看 恭喜您 您在当前一战中 获得了足够的英雄传记 可以借此在时光长河中 留下自己的命运印记 形成专属于自己的 最基础的史诗级英雄 命运位格 斗神领主 是否正是铸就自己的 史诗级英雄 命运位格 斗神领主 史诗级英雄 命运位格 斗神领主 周周眉头一挑 这是跟自己的青铜级领主天赋 斗神之全职大师二有关吗 是了 混沌飞毛术 来源于炼气室这个特殊职业 而炼气室的兼职 又来源于 斗神之全职大师二 这个领主天赋 让自己可以同时拥有 两个额外战斗职业 再加上自己刚才 在战场上的辉煌战绩 得到一个斗神领主的 英雄命运位格 完全说得过去 不过 周周总感觉有些怪怪的 他又不是青鸾领主 或者霸王领主那种 专精战斗的领主 他自己最希望成为的 领主的样子 是可以站在战场 大后方挥斥方球 就能够率领将士们 取得战争胜利的领主 战斗领主 和自己的需求不符啊 周周有些迟疑 凭良心说 史诗级英雄命运位格 已经很不错了 而且以后自己 大概率通过击杀敌人 还能够提升他的位格层次 自己要是不凝聚 会不会错过一个大好机会 正思考期间 一股冥冥中的感觉 忽然涌向他的心头 仿佛一道光亮 照亮他的心间 理清了他的思维 我不能凭借这种英雄传记 成就我的英雄命运位格 这不是我的英雄之路 周周清醒了 他怎么可以 为了一个英雄的身份 就改变自己的领主风格呢 上战场打仗击杀敌人 那还是我妈 自己要是真这样成为了英雄 那自己就走错了路了呀 周周进行自我反思 自己这是看下属 甚至分身都成为了英雄 而自己却迟迟没有成为英雄 心里有些着急了 要不然肯定不会这么纠结 刚刚那是 领主天赋 天赋直觉又起作用了 周周想起 刚刚心中仿佛老天点拨的一样 顿时反应过来 随后他微微点头 这史诗级领主天赋 虽然平常时候 看起来没什么用 但关键时候还是挺给力的 那我未来的英雄之路是什么 我未来的成神之路又是什么 周周又想到这两个问题 心中忽然有些迷茫起来 思考两久后 他心中叹了口气 自己才来到这高大陆的时间 到底还是太短了 如果时间久一点的话 自己肯定能够明目出 自己以后该当什么样的英雄 甚至是走什么法则的神灵的 他没有多想 自己才超凡下级 距离传说上级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边走边看吧 这时 白云飞了过来 陛下 其中有八名异族英雄逃离了这里 剩下的十五名异族英雄 有四名异族英雄投降 剩下的十一个异族英雄 已经全部付诸 这是他们的尸体 白云右手一挥 就看到九具异族英雄尸体 悬浮在半空中 至于剩下的两个异族英雄尸体 现在正在周周的王之宝匣里躺着呢 周周点了点头 然后将这九具异族英雄的尸体 也收了起来 陛下 刚刚我抓到一个明废王国的俘虏 那狗头人称 他看到教皇弗洛伊德逃回 王都去了 白云又会报道 等所有士兵复活并治疗好伤势 在提取完所有战力品后 全军休息一个小时 然后直奔明废王国王都 拿下这座王国 然后再转到去巨吼王国 直奔王都将巨吼王国也拿下 至于他们剩下的区域领地 日后慢慢征服 周周想了下后 便果断下令到 明废王国和巨吼王国 仅此一战 他们的有生力量 几乎已经被消耗殆尽 就连英雄也没剩下多少 现在可以说是 这两个异族王国最虚弱的时候 这时候 自然要趁胜追击 不给对方一丝喘息之机 是 陛下 白云公进道 神色震惊中 透露着几分激动 显然也吃惊于周周的果断 他们的王国刚刚建立一天 便要接连收服四座老牌 出击王国了吗 想想就让人难以置信 但是他一想 交扬王国现在所掌握的兵力和强者 又觉得这件事的成功率很高 不再迟疑 他转身 就去传达命令去了 与此同时 明费王国王都 教皇殿 浑身破烂不堪 一脸狼狈的弗洛伊德 连滚带爬地闯进这里 然后他就看到一个 身穿黑金长袍 头发花白的年迈狗头人 正在死神神像面前静静祈祷 正是老教皇克洛宁 你太狼狈了 克洛宁淡淡的 狼狈 你这时候 还在乎狼不狼狈 你知道不知道 联军败了 弗洛伊德壮若疯狂 同时眼神中 藏着深深的恐惧 整整十八个王国的联军 加起来足足 两千两百多万士兵 全都死在那里了 我们明费王国 仅剩的三尊英雄 也全都站死在了那里 其他王国 也没活下来多少英雄 你应该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吧 我们明费王国完了 那浇阳国王 简直强的 难以用常理来形容 我从未见过 一个未成为英雄的 超凡级生灵 能够杀死世纪英雄 如杀鸡一样 我们总共二十三尊英雄 他恐惧道 今天 他简直是开了眼界了 他从未见过一个 超凡级别的普通神灵 能够强到这种程度 怪不得他能够成为 上一次 至高一致活动的 万族最强领主 圣名之下 果然没有虚实 克洛宁闻言 眼中神色一闪 他确实是得到了 前线战败的消息 但并不知道具体情况 没想到 居然是那几乎 从未出手的 浇阳王出手 奠定圣局了 真难以想象 对方才来到 至高大陆不到半个月 有对付他们的底牌 对不对 弗洛宁德渴望地 看着克洛宁 克洛宁闻言 却摇了摇头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那我手中的底牌 也没办法阻止对方 今日 明废王国 恐怕必将灭亡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 弗洛宁德 有些六神无主 逃吧 离开这个地方 无主的光芒照耀诸天万界 只要有死亡信仰的地方 就必定有我们的栖息之地 在弗洛宁德震惊的目光中 克洛宁神色平淡地 说出了这句话 他们沉默良久 随后弗洛宁德站起来 恨恨的 我先去取了王国令 我就算逃 也不会把王国令留给交洋王 别 克洛宁闻言却 立刻阻止 交洋王实力强大 你要是不想被他一路追杀 最好留下王国令 以及部分重要宝物 让交洋王停留在这里 否则一旦你全部拿走 那恐怕 我们就逃不掉了 弗洛宁德一呆 随后垂头丧气地点了点头 此时的他 已经完全没有了 曾经和老教皇对峙的那份气派 完全是老教皇说什么 他就听什么了 然而 就在他们两个刚刚走出教皇殿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手持血色神剑的人族 正悬浮在门口静静地等着他们 叶罗沙剑神 许安 奉无王之命 来取而等性命 许安神色平静道 只见血色见光一闪 他们就被削掉了井上狗头 无力地倒在了地上 正午时分 当周周率领修整好的士兵们 来到明废王国王都的时候 就看到整个王宫之中静悄悄的 只有许安一人 身材挺拔地站在宫门前 见过陛下 属下不辱亡命 已斩杀这两个教皇 其余想要反抗者 也已经进阶被斩杀 许安神色平静道 随后他右手一挥 就看到新老教皇的无头尸体 出现在一旁 他们两个 一个超凡上级实力 一个史诗下级实力 在面对如今已经是史诗 终极实力的许安面前 自然毫无还手之力 做得好 周周笑着点了点头 许安果然没让他失望 随后他右手一招 将这两具尸体 控制着飞了过来 然后提取他们的战利品 然后周周惊喜地发现 在这两人的战利品中 赫然又有两颗 圣灵级信仰神经 不错不错 现在我手里 又有五颗 圣灵级信仰神经了 周周满意点头 至于其他的战利品 无非就是技能书 和装备支流 周周看不上眼 不说也罢 之后 他派兵在整个 明费王宫内寻找 很快找到了 王国金碑 和王国宝库的位置所在 王国宝库不用着急去看 周周直接来到 王国金碑这里 并让许安击碎王国金碑 足足一百亿的耐久度 在许安这位大高手手下 也只不过坚持了一刻钟 就被打碎了 王国金碑崩碎之后 三块令牌 悬浮在金碑原本的位置上 正是超凡级区域令 超凡上级领地令 和超凡上级王国令 周周走过去 先收了领地令和区域令 然后把手放在最后一块 王国令上 文字提示出现 是否收取王国令 落在了他的手上 随后 一行行熟悉的金色文字提示 出现在周周面前 也出现在几十亿蓝星领主面前 蓝星全评到领主公告 恭喜交扬领主 成功攻破一座 初级王国级领主势力 奖励传说杜家三 蓝星全评到领主公告 恭喜交扬领主 蓝星全评到领主公告 恭喜交扬领主 领主天赋提示 恭喜您 您征服了一处初级王国 触发了白银级领主天赋 征服者的拥戴 您获得了一名 拥有超凡级英雄 命运位格的英雄的效忠 出 该名英雄正在向您的领地赶来 请注意最近的新增领名名单 中烟领主职业提示 您征服了一处初级王国级领主势力 收集到了20%中烟法则之力进度 中烟王冠的品级提升更进了一步 当前中烟法则之力收集进度 60% 中烟领主职业提示 您征服了一处初级王国级领主势力 收集到了100点中烟涅之力进度 您可以凭借100点中烟涅槃之力 换取一次死亡后复活 并在复活后实力大增的机会 当前拥有中烟涅槃之力 100点 当前拥有复活次数 2 中烟领主职业提示 您征服了一处初级王国级领主势力 一位中烟卫队成员已经收到您的召唤 您可以将其召唤出来 当前拥有中烟卫队成员数量 3 可召唤 周周脸上浮现出笑容 征服王国果然是他目前收益最大的 提升实力的方式 不但上了一次蓝星领主的公告 得到一整个名费王国 而且 中烟法则之力的收集进度 也达到了60% 复活次数达到了三次 和中烟卫队成员的数量 也达到了三名 舒服 他打开世界频道 此时世界频道的蓝星领主们 果然都在惊诧和热议 他再次攻占一座王国的事情 蓝星领主也没想到 他们之中出来的交扬国王居然这么猛 刚刚建国不到一天时间 居然就接连征服了三座王国 触发了三次蓝星全频道领主公告 同时 也有很多领主 察觉到一件事情 那就是 征服王国的公告 好像是可以多次触发的 他们向周周对这件事进行请教 这也不是什么保密的事情 周周直接就在世界频道上统一回复了 交扬王国 交扬领主 是的 任何领主势力 只要征服王国 就可以触发一次蓝星全频道领主公告 此言一出 普通领主倒是没什么感觉 但龙女领主 霸王领主 王陵领主等蓝星人组顶级领主 纷纷兴奋起来了 果然如此 这么说 以后传说度排行榜这个榜单 自己也有机会上一上了 想到这里 他们忽然有些莫名感动 传说度排行榜苦交扬领主久矣 以后那排行榜上 终于不会只有周周一人了 他们也终于可以上一上了 想到这里 他们立刻准备 先在他们的领主联盟内部 讨论下征战王国的事宜 他们先在领主联盟麾下的领主数量 少则几百 多则上千万 虽然其中99 9%的领主 都只是相当于网友一样的联盟成员 根本提供不了什么助力 但只要剩下的0 0100分号的领主 能派兵过来的话 怎么着也能凑齐几百万兵力 在他们眼中 一般出击王国的兵力 称死也就几百万左右 就算他们的强者多于几方 并且还有至少三名超凡级英雄存在 但用兵力去应堆 总能堆死吧 怀揣着这样的想法 一部分领主已经开始畅想 登上蓝星全频道领主公告的事情了 周周自然不知道 其他蓝星领主 在得知这件事之后的想法 如果他知道 恐怕会对他们的行为不太看好 领主联盟的联盟军队内部之间 能否全程顺利指挥的问题 暂时不说 关键是 他们太小瞧超凡级英雄 在战争中的恐怖作用了 用人数堆死超凡级英雄这种事 在蓝星那种超凡不显的世界 或许有用 但在这个伟丽大于天的世界 想要凭借低级士兵的数量 去堆死一名超凡级英雄 太难太难了 更不用说 他们背后的王国级领主势力的底蕴 这些老牌王国 能在职高大陆上存活这么久 可不是简简单单兵力多 就能堆死的 战斗素养 装备 军械 武器 兵法策略 他们都是这些方面的全能手 周周也是在22个领主天赋的加持下 才能在今天做出这等事迹 他们想要复制自己所做的事情 不能说没有可能 但是成功的概率 极低 除非能一下子凑出数亿的蓝星领主军队 否则几乎不可能成功 片刻后 教皇殿 周周坐在曾经的教皇宝座上 看着下方的狗头人们 这些狗头人大概有一百多个 他们都是投降于 郊阳王国的狗头人大臣们 而他们无一例外 职业等级最低都是超凡下级 甚至就连史诗层次的生活职业者 都有24个之多 其中有8名史诗下级军将大师 5名史诗中级军将大师 1名史诗上级军将大师 5名史诗下级宗教雕刻大师 3名史诗中级裁缝大师 2名史诗上级裁缝大师 这名史诗王国不愧是四大王国中 实力最强的史诗级生活职业者 居然这么多之于史诗级别的战斗职业者 为什么会没有 那应该是都投入到刚刚的战争之中 然后被他的军团击杀了 随后他离开这里 前往名史诗王国的宝库 名史诗王国 当周周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 名史诗王国的大门已经被打开 100名超凡阶位的士兵正驻守在这里 见过陛下 100名超凡阶位士兵看到周周后 立刻单膝跪地恭敬道 起身吧 走进名费宝库之中 片刻后 他从名费宝库中走了出来 他看了眼自己的王之宝侠中堆积如山的宝物 嘴角幅献出一抹微笑 这名费宝库也没让他失望 它里面的总宝物数量高达10万多件 是塔汉宝库的三倍还要多 并且其中 单单是储藏的物质星的总价值 就将近2000颗传说集物质星 其他大多数宝物都是高级装备 高级技能书 珍惜药材 珍惜矿石材料 珍惜建筑图值等宝物 在他们之中 最让周周在意的 就是高级元素宝石的数量了 在宝库之中 他一共得到46000多颗生命元素宝石 和54000多颗死亡元素宝石 有这么多高级宝石资源 回去后 又可以升级领地了 周周满意地点了点头 昨天他屠了塔汉王国 就将领地升级到白金上级 今天 他又征服了名费王国 再次凑齐了升级领地的资源 杀人放火 惊腰带 古人成不起我 想到一会儿 自己要去征服宝石资源 更为丰富的聚厚王国 周周就忍不住心中火热 初级王国 晋升中级王国 其要求之一 就是要将领地等级晋升到超凡下级 照这个速度 也许自己过不了多久 自己就可以满足这个要求了 随后他右手一翻 一份黑色建筑图纸 出现在他的手中 这是他在宝库中的 另一份重大收获 一份神赐建筑图纸 这份建筑图纸上 绘制了一个 身披黑色披风 手持黑色法杖的狗头人 整体看上去威严肃木 同时也有很浓郁的神秘气质 让人心生敬畏的同时 不敢直视这个狗头人 仿佛一旦直视 就会感受到 犹如深渊般的死亡恐惧 文字提示出现 建筑名称 死神神像 神赐建筑 建筑等级 特殊级 建筑作用 一 死神的诅咒 当有敌人入侵您的领地 并与您或者您的领名战斗时 敌人将无法控制的 无限扩大对于死亡的恐惧 战斗时间越长 对于死亡将会越发恐惧 建筑作用二 死亡信仰 将死神神像 置放于领地之中 可以缓慢增加领地领名的忠诚度 同时 领地领名会日益增加 对于死亡的理解 天资卓越者 由较小概率自动转制为 超凡职业死亡守护者 建筑所需材料 木材十亿单位 细砂十亿单位 金属十亿单位 石材十亿单位 传说级物之星一千颗 圣灵级信仰神经一颗 建筑简鉴 死神塔纳托斯赐予信众国家的 神赐建筑 拥有不可思议的威力 能够凝聚明星的同时 让敌人感受到死亡的恐惧 周周看着这份建筑图纸 不由思考起来 神赐建筑 顾名思义 就是神灵所赐下的建筑 这类建筑与普通建筑最大的不同就是 它的建筑效果 与它背后的神灵有很大联系 神灵会在这类神赐建筑上 赋予它们所掌握的法则力量 使神赐建筑拥有种种不可思议的能力 比如这死神神像 就有三种能力 死亡的诅咒 提升忠诚度 以及特殊转值死亡守护者 死亡的诅咒 周周已经领教过了 这就是一个覆盖全国范围的法则能力 效果相当强大 要不是它和光明圣龙 英格索尔 恰巧掌握了 克制死亡诅咒的法则剂绝对光明 它今天的征服之旅 绝对不会像之前那样轻轻松松 提升忠诚度这项能力 也不用多说 每个领主都极为渴望的能力 周周自然没忘记 他的国泰民安 想要晋升为超凡级领主天赋 太平盛世 可正需要大量的高忠诚度领民呢 因此这项能力 他也十分需要 但让周周有些迟疑的 是他最后一个建筑效果 死亡守护者 这是什么职业 不会是死神留下的后手吧 周周有些迟疑地想到 他对于神灵信仰这种东西 向来十分谨慎 忠诚度信仰这类东西 一旦被改变将会有多可怕 想了想 周周决定问问至高意志 结果 他还真得到了回复 至高意志提示 帝国级战斗职业 死亡守护者 职业能力 灵魂安息术 灵魂波振术 遗体修复 照灵 安宁法 召唤亡灵 职业简介 死亡守护者 是一群对于死亡十分敬重和信仰的生灵 他们置于守护死亡 通过让遗体恢复完整 让灵魂归于平静等方式 让死者得到安息 当死者的亲人 渴望与死者再见一面时 赋予怜悯心的死亡守护者 会向死亡法则发出请求 让逝者的魂灵短时间内回归世间 与亲人做最后的道别 死亡守护者正因为理解死亡 所以他们热爱生命 并十分愤怒于那些轻视生命 甚至放弃生命的生灵 死神塔纳托斯 传播死神神像 只是为了扩大死亡法则的影响范围 并没有留下后手 理解死亡 所以热爱生命 原来死亡守护者 是这样一个职业 看上去还不错呀 周周嘖嘖称奇 最关键的是 这神赐建筑之中 没有死神塔纳托斯留下的后手 这样周周就可以放心使用它了 周周将这份建筑图纸收起来 片刻后 把整个名费王多多搜刮得差不多的周周 再次率领军团起航 向巨吼王国的王都飞去 前往巨吼王国的道路并不平静 生活在巨吼王国的巨吼一族 仿佛知道他们来做什么一样 早早就在沿途的路上 设置好了种种埋伏等待着他们 不过他们的主力大军 早就陨落在一族联军的战场上 这些布置陷阱的巨吼国领民 不过是不甘心巨吼王国 被灭国的王国之徒罢了 根本没给周周一方带来多少威胁力量 周周仅仅是派石头及龙族 护卫在飞船周围 就将这些试图反抗的巨吼王国的领民 全部清理掉了 陷阱布置得太粗糙了 不像是巨吼官方的人出手 倒好像是普通领民 自己设置的陷阱一样 飞船上 白云看着又一处陷阱和巨吼族 被龙族轻易覆灭 开口说道 确实是这样 一旁的五星点了点头 表示认同 周周站在一边 看着窗外的风景 正在思考今后的发展事宜 片刻后 巨吼王国王都 当周周刚来到这里的时候 惊讶地发现 一个身材超过五百米 穿着奢华王袍 头戴尊贵金色王冠的巨吼族 正率领三百多巨吼大臣们 聚集在王宫大门之前 当他们看到 周周他们的飞船的时候 为首的巨吼族 立刻抬起右手 接着周周就看到 他们纷纷单膝跪地 似是主动迎接他们一样 周周有些惊讶地 看着这一幕 就在这停吧 他道 话音刚落 就看到所有搭载着 娇阳王国士兵的飞船 全部停了下来 随后周周第一个 向飞船大门飞去 许安和郭桥紧随其后 大军则跟在了最后面 很快 巨吼族问道 巨吼王国 第46代巨吼之王 分思 见过郊阳王 巨吼之王 分思低头恭敬道 巨吼王国 超凡级英雄 巨斧撕裂者 菲尔 见过郊阳王 巨吼王国 国家大祭司 谭普尔 见过郊阳王 他身后的两名 看上去地位 仅次于他的巨吼族 也低头道 其后面的三百多名 巨吼之王臣子 也纷纷如此说道 周周目光落在巨吼之王 分思身后的那名 受伤的巨吼王国英雄身上 这应该就是之前 侥幸从战场上 逃回来的巨吼王国英雄了 周周没多管他 目光重新落在巨吼之王 分思身上 你之前不是还 组织一族联军 想要对付我吗 如今摆出这副样子 是要做什么 周周神色平静地看着他 成王败寇 是之高大陆的规矩 巨吼之王将王冠摘下 放在地面上 随后看着周周 神色平常道 您的交洋王国的势力 远超我的巨吼王国 如果坚持抵抗 不过是白白葬送我 巨吼王国的领民性命而已 所以 我便带着我的臣民 全部投降于您 从此愿为您的 交洋王国而效忠 我只希望尊敬的交洋王 您能够不计前嫌 饶过巨吼王国的大臣 和领民的性命 组织一族联军的想法 是我告诉给弗洛伊德的 具体执行上 我也参与了很多 所有的罪过都因我而起 我愿为此付出代价 说到这里 巨吼之王分思立刻站起来 接着手中凭空出现一柄史诗级宝剑 然后毫不犹豫地 就要引紧救路 说实迟 那实款 在众人和巨吼大臣们 都来不及反应的时候 这位巨吼之王 就硬生生地 将自己的头颅割了下来 最让周周和众人吃惊的是 割下头颅的巨吼之王 此时肉身居然生机仍存 他的无头尸身 颤巍巍地 将掉落在地上的头颅捡了起来 然后一步步来到周周面前 将自己的头颅放在地面上 最后跪了下来 这才彻底没有了声息 周周没有说话 周围也一片寂静 所有人和巨吼王国臣子们 都瞪大眼睛看着这一幕 被巨吼之王的举动震撼住了 哪怕是其中见多识广的人 都一时间没有言语 过了好一会儿后 巨吼王国的大臣们 才回过神来 嚎啕大哭起来 另一边 周周看着面前的巨吼之王的 一人高的头颅 他睁着眼睛 眼神绝绝而坚定 卡罗 莫伊拉 周周忽然道 话音刚落 卡罗 莫伊拉就从后面飞了过来 向周周鞠躬行礼 陛下 卡罗 莫伊拉道 复活他 周周淡淡道 是 卡罗 莫伊拉静止 走到巨吼之王的尸体前 先控制着他的尸体 和头颅放在一起 随后拿出十枚 前信级信仰神经 释放小复活术 只见一道充满生机的 绿色光芒 落在了分丝的尸体上 等光芒散去后 只见巨吼之王 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有巨吼大臣 大胆唤了一声陛下 就看到巨吼之王 分丝眼皮微微一颤 随后睁开了眼睛 他茫然地看着天空 随后坐起身来 看着周围的人和巨吼族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我不是死了吗 巨吼之王 分丝懵了 周周看着对方 忽然他拔出腰间的轩辕剑 走到巨吼之王 分丝面前 拿剑指着他的眉心 巨吼之王一正 先解答你的问题 你是被本王的下属复活的 已经付出生命了 那么你现在这条命 就归本王了 加入娇阳王国 当本王的下属 我可以答应你刚才的要求 周周到 他这么做的理由很简单 因为对方刚才那番举动 周周觉得 对方如果真就这么死了 反而有点可惜了 拿来复活收入麾下 也不耽误什么事 于是周周就这么做了 另一边 巨吼之王 分丝愣愣地看着周周 随后神色严肃起来 他单膝跪地 恭敬道 分丝见过陛下 话音刚落 两行文字提示出现 提示 分丝加入娇阳王国 成为娇阳王国的正式领名 您的领名分丝的忠诚度 已经提升至100 成为您的死忠之名 周周一正 随后脸色古怪起来 什么情况 居然一上来 就成为死忠之名了 难道是刚刚我的一番举动 太过霸气外露 直接让对方为之心者了 周周也没多想 巨吼族族人 本来就是一个崇尚强者的种族 他能以如此惊人优势击败他们 又施展出复活这种惊人手段 再加上自己获得的种种称号效果 让对方直接成为死忠之名 也不是不可能 起身吧 周周道 巨吼之王分丝 闻言站起身来 陛下 先随我进王宫吧 分丝恭敬道 周周点头 分丝见此 便转头看向身后这群 还没反应过来的巨吼族大臣们 银巫王回王宫 他大吼道 巨吼族大臣们一愣 这才反应过来 连忙带着周周他们 前往王宫内部 王宫何心处 巨吼宫 周周坐在王座上 看着下方恭敬至极的巨吼之王 和他身后的三百多名巨吼王国的大臣们 在看了他们的具体属性信息之后 周周心中有些惊喜 这三百多巨吼王国的大臣中 居然有一百多名钻石级生活职业者 两百多名超凡级生活职业者 和三名史诗级战斗职业者 虽然他们在史诗层次的职业者方面 比明费王国要差很多 但在超凡层次的职业者方面 却比明费王国留下的超凡级大臣们 要多很多 不错不错 周周心中挺满意的 分思 本王给你下三个命令 周周没有多想 看向分思说道 陛下请讲 分思恭敬道 第一 整合一下你们巨吼王国的所有领地 领民 高级元素保释资源 和其他有价值的资源 以最快速度做好这件事 然后全部转交到焦阳王都 最是明天 我要看到巨吼王国的所有领地 都是焦阳王国的领地 巨吼王国的所有领民 都是焦阳王国的领民 至于日后 你们所需要的发展资源 由你们自己发展所得 和王都来提供两方面来进行 第二 召集你们王国内的所有领主 我要见一见他们 看看他们的资质 如果有资质好的 我不会吝啬奖励 第三 你将这次异族联军的 所有异族王国 以及相关情报 全部记录下来 然后交给本王 周周道 那些异族王国 他一个都不会放过 是 陛下 分思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带我去你们的王国金杯存放处 周周点了点头 随后道 陛下请跟我来 分思说道 随后便带着周周向王国金杯的 所在位置走去 片刻后 他们来到了王国金杯的 所在位置 和塔汉王国一样 聚吼王国的王国金杯 放在了聚吼宝库这里 周周让许安他们 打碎王国金杯后 顺利取到了 里面包括王国令在内的 三块令牌 随后熟悉的文字提示 再次出现 蓝星全评到领主公告 恭喜交扬领主 成功攻破一座 初级王国级领主势力 奖励传说杜家三 蓝星全评到领主公告 恭喜交扬领主 蓝星全评到领主公告 恭喜交扬领主 领主天赋提示 恭喜您 您征服了一处初级王国 触发了白银级领主天赋 征服者的拥戴 您获得了一名 拥有超凡级英雄 命运位格的英雄的效忠 祝 该名英雄正在向您的领地赶来 请注意最近的新增领名单 中烟领主职业提示 您征服了一处初级王国级领主势力 收集到了20%中烟法则之力进度 中烟王冠的品级提升更进了一步 当前中烟法则之力收集进度 80% 中烟领主职业提示 您征服了一处初级王国级领主势力 收集到了100点中烟涅槃之力进度 您可以凭借100点中烟涅槃之力 换取一次死亡后复活 并在复活后实力大增的机会 当前拥有中烟涅槃之力 100点 当前拥有复活次数 3 中烟领主职业提示 您征服了一处初级王国级领主势力 一位中烟卫队成员已经收到您的召唤 您可以将其召唤出来 当前拥有中烟卫队成员数量 4 可召唤 周周满意地点了点头 很好 明天又会再来三名传说度人才 和一名超凡级英雄 中烟王冠只差最后20% 就可以提升品级复活次数 也达到了4次 中烟卫队成员的数量 也达到了4名 这些奖励来得可真轻松啊 周周心中颇为愉快地想到 随后他开始愉快地收集 这巨猴宝库中的宝物 片刻后 整个巨猴宝库内的宝库 被他用王之宝侠全部收了起来 其中宝物有8万多件 物质星的总价值 约有1200多颗传说及物质星 高级元素宝石的数量则最为惊人 其中光是生命元素宝石 就有足足21万颗 死亡元素宝石也有18万颗 这还不是巨猴王国的 全部高级元素宝石资源 据分子说 他们巨猴王国的 绝大多数高级元素宝石资源 都埋藏在巨猴王国的疆域内 尚未被开发 如果将它们全部都开发出来 估计会有百万颗以上的 高级元素宝石资源 这回我的王国 短时间内 应该不会缺高级元素宝石资源了吧 周周心中欣喜 而除了以上这些资源和宝物外 周周还看到了另一种 让他感兴趣的物品 他右手一翻 只见一份配方出现在他手中 这是一份名为巨神的高阶药剂配方 药剂配方名称 巨神 配方品质 使是上级 配方效果 服用后 可以将生灵的体型大幅度提升 最高可以提升到2000米体积高度 同时可大幅度提升生灵的各方面身体素质 持续时间一小时 配方材料 穿云神果 使是上级材料 血王花 使是上级材料 通天木树根 使是上级 配方简鉴 一种可以大幅度提高生灵体型的特殊药剂 可以大幅度提高生灵的战斗力 学习要求 只能有药剂师 炼精药剂师 医师等药草类相关生活职业者学习 在大陆上有很多种族 他们的体型非常庞大 因为体型大 哪怕他们什么技能都不会 光凭借体型带来的巨大力量 都足以碾压很多高阶生灵 这其中最有名气的代表 就是比蒙一族 虽然周周曾经在万族战场上 打败过很多比蒙族领主 但他们惊人的表现 让他现在都记忆犹新 可以试着制作一批这种巨神药剂 这样以后 面对龙族 比蒙族这种超级体型的敌人 我的士兵就可以有单对单正面对抗的底气了 周周心中想到 随后他将配方收了起来 陛下可还满意 一旁的分思恭敬道 不错 周周看向分思拍了拍他的肩膀 道 从今以后 巨吼王国的王国名号消失 改为巨吼周 你就是以后的巨吼周周长 负责管理巨吼周的事业 不要辜负我的期望 臣 必不会辜负领主大人的期望 分思身体一阵 难以置信地看着周周 仿佛不敢相信 周周将这个位置交给自己 随后立刻跪地激动到 周周点了点头 他对于忠于自己的下属向来宽容 而且巨吼周的领名 大多数都是巨吼一族 让曾经的巨吼王管理他们 是最方便的 再加上这巨吼王 也是一个尚未神级别潜力的人才 交给他 也不算辜负他这一身本事和潜力 随后周周不再多停留 带着士兵返回郊阳王都 郊阳城 今天好多收获 他还没来得及看 趁晚上的时候 他要好好整理一下今天的总收益 就在周周他们返回郊阳王都的时候 原极光王国王宫中 预书房 李元前正坐在一扇项目桌前 处理一封封政务奏折 虽然周周已经将极光王国取消了国号 融入进了郊阳王国的领地中 但关于如何处理极光王国的事务问题上 周周那边还没有确定合适的人选 所以极光王国现在的政务 仍然暂时由李元前代劳 如今的极光王国 由于刚刚结束战争 一切都处于百废待兴的阶段 所以政务事件相当多 一封封奏折堆积如山地摆在他面前 光看上去就足以让处理者头皮发麻 然而李元前却好像没有这样的感觉一样 一边熟练至极地处理一件件政务 给奏折上的事件进行批复 一边嘴角始终有着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 虽然失去了国王之位 但他知道 如今的极光人族 有比他更强的国王统治他们 所以他心情相当轻松 甚至在批阅奏折的时候 都忍不住走神去向日后的悠闲时光 也不知道那小子什么时候来 派人接管这里的事务 郑元骑过两天说要约我下棋 也不知道时间来不来得及 李元前心中想到 就在这时 一道倩影手持一封信件 从宫外快步走了进来 爹 李雅高兴道 这不是我的乖女儿吗 不在你亲郎那里待着 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 李元前放下笔 笑着调侃道 爹 李雅小脸一红 周周那边怎么样了 李元甘笑了笑 转而问道 我来就是因为这件事 爹你看 刚刚极光卫送过来的最新情报 李雅把手中的信封交给李元前 李元前接过去 神色严肃地看着起来 他已经听说了 名费王国和聚吼王国那边 组织了16座异族王国 共同对付交扬王国的事情 虽然他对自己的女婿很有信心 但一想到 足足18个异族王国 要一起对付周周 他还是忍不住有些担忧 不过 当他看到信件中的内容时 他的脸色逐渐发生了变化 从吃惊 到难以置信 再到呆滞 最后 他的脸上浮现出了笑容 这笑容越来越大 到最后 李元前直接畅快无比地大笑了起来 爹 您笑什么 信里说什么了 周周那边怎么样了 李雅有些着急道 你的这位夫君可了不得 李元前放下信件 胆慨万分道 李雅不知道李元前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连忙拿起信件看了起来 看到最后时 他的表情都有些呆滞了 18国异族联军全部覆灭 明费王国现在已经彻底灭国 拒吼王国主动向交扬王投降 交扬王以绝世之资 一人一毛诛杀七名异族英雄 这 这 他完全惊呆了 周周可能会赢这场战场 但赢得如此让漂亮 是他万万没想到的 尤其是交扬王一人一毛诛杀七名异族英雄这件情报 更让他感到不可思议 李雅很少见周周出手过 本来以为他不擅长战斗 没想到他本身的战力居然这么强悍 旁边的李元前看到自家女儿傻傻的样子 不由笑得更开心了 交扬王都 周周他们回来后 白云就带着士兵们去凯旋门提升境界去了 周周也跟了过去 他今天光是自己一个人就击杀了七名异族英雄 获取的净升能量超过了1400一点 更不用说 他的士兵们击杀了将近2000万异族联军 分享给他的净升能量也是海量 因此 他直接在战场上就从超凡下级突破到了超凡中级 并且 超凡中级的净升能量也积累到了90%以上 现在他去凯旋门 可以直接借此突破到超凡上级 片刻后 周周返回了初级领主伏地 他感受着体内的能量层次 脸上浮现出了笑容 超凡上级 在不凭戒毒恶灵丹等外力的帮助下 让自己的实力提升得如此之快 周周还是第一次有这种经历 史诗级别的战争主神的祝福就是给力啊 他不知道第几次这样感慨 片刻后 陛下 交洋军团军团长白云求见 阿尼亚走过来恭敬道 让他进来吧 周周文言点头说道 是 陛下 阿尼亚点头 随后转身离开了 片刻后 白云走了进来 陛下 这是今日的战利品清单 以及士兵提升情况 新陈联盟的领主们 也已经将他们策反的两成兵力 全部移交给我们 也都已经记录在内了 另外 原极光王国的大将军韩元 已经将极光王国的士兵清单送过来了 他说 如果我们需要的话 他会立刻将极光王国的士兵 立刻全部送过来 他一边恭敬道 一边将一打厚厚的清单 交给周周 周周接过去 看了起来 今天 他们一共消灭了2000余万一族联军 其中 光是参战的非英雄层次的史诗级敌人 就有32个 超凡级别的敌人也达到了3000多名 至于钻石级和钻石级层次以下的敌人 这里就不多赘述了 在战利品之王和最强领主称号的加持下 战利品一共获得 560颗传说集物之星 52500颗史诗集物之星 1842050颗超凡集物之星 8903125颗钻石集物之星 26329800颗白金集物之星 59612875颗黄金集物之星 1亿6904875颗白银集物之星 2亿139100颗青铜集物之星 各类技能书2亿2164万9632本 各类装备3亿7400万4550件 基础材料3000亿单位 15023块青铜 即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2块青铜集星红领主天赋球 12颗圣灵集信仰神经 这是战利品清单的情况 周周对这些战利品中 最喜欢的自然就是 那两块青铜集星红领主天赋球 和12颗圣灵集信仰神经 前者是从一族联军士兵的尸体身上爆出来的 后者则完全是从明废王国的士兵尸体上 提取出来的让他的圣灵集信仰神经的储备量 直接暴增到17克 至于其他将近2000万的异族王国的士兵身上 则没有一个能提取出圣灵集信仰神经的 这让周周不禁感慨 像明废王国这种宗教国家 的确很容易爆出高品质的信仰神经啊 以后自己如果缺圣灵集信仰神经了 倒是可以专门来找敌对的宗教王国来打一打 这样应该会很容易爆出来 另外 在今天这场与异族联军的大战中 他们一共还得到了5名异族英雄的效忠 现如今 周周麾下已经有16名英雄了 除此之外 他在提取了今天击杀的11名异族英雄的尸体后 还得到了11本超凡级和史诗级的英雄传承秘典 算上之前得到的3本英雄传承秘典 周周现在手中已经有14本这东西了 等他们完全被使用后 这就是另外14名英雄了 周周想了想 决定将这11本英雄传承秘典作为奖励 奖励给在今天这场战场中表现优秀的将领士兵 让他们得到晋升为英雄的机会 这样一来 也可以最快速度将这11本英雄传承秘典 快速变现 至于剩下的3本英雄传承秘典 还是留在军工系统中 继续当激励军心的工具吧 另外 在士兵战力提升方面 今天这一战之后 周周麾下的总兵力也再次到了提升 除了他自己策反的617423头狗头人士兵 星辰联盟的领主成员们 也给他移交了两成兵力 总共413150头狗头人士兵 两者加起来就又是百万士兵 一天就策反百万大军 这件事如果传到世界频道上去 蓝星领主们恐怕都会极度到眼红 但对于掌握策反的 星辰联盟领主成员来说 这不过是日常操作罢了 现如今 周周麾下的总兵力 已经达到了53838863人 其中 黑铁级别士兵有291720人 青铜级别士兵841512人 白银级别士兵1201572人 黄金级别士兵1483816人 白银级别1001960人 钻石级别544811名 超凡级别18460名 史诗级别12名 另外 机械副神周周突破到白银下级 原初灵族安塞尔突破到白银上级 战争羽利之龙王哈瑞斯 原吉隆族领主突破到钻石中级 火山羽破灭之龙王奈萨里奥 心灵之剑无图突破到钻石上级 鬼神将罗胜突破到超凡上级 血火剑灵白云龙马枪将五星 十方五皇风罗风之王麦伦 突破到史诗下级 周周看着这份清单 脸上浮现出了笑容 通过这份清单 他更能看出史诗级战争主神的祝福的强大 至少有200万士兵因为战争主神的祝福 在大战之后 实力得到了大结尾晋升 特别是超凡级别的士兵数量 昨天他麾下的士兵数量 还只有4000多人 今天直接跃升到18000多人 足足增加了14000多人 而且 他们之中终于出现了史诗层次的士兵 并且直接出现了9人 至于另外三个 是他从巨吼王国带过来的 三名史诗层次的巨吼族战斗职业者 最后 他麾下的将领和分身们 在这次大战之后 实力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尤其是白云 五星这些陪伴自己良久的将领们 实力终于超过了超凡级 达到了史诗级的层次 周周对此相当欣慰 随后他将 这两块青铜级领主天赋球拿了出来 他看过去 宝物名称 领主天赋球桃花运 宝物品级 青铜级 宝物效果 吸收后 领主将拥有青铜级领主天赋桃花运 宝物简介 经过至高意志进化过的领主天赋球 吸收后可以得到一种青铜级领主天赋 宝物名称 领主天赋球美颜 宝物品级 青铜级 宝物效果 吸收后 领主将拥有青铜级领主天赋美颜 宝物简介 经过至高意志进化过的领主天赋球 吸收后可以得到一种青铜级领主天赋 看起来好像都不是什么好的领主天赋 周周的眉头动了动 尤其是第二个领主天赋 美颜是什么鬼 他也没多想直接选择吸收 下一秒 这两颗青铜级领主天赋球 立刻化为无数青铜颜色的光点 涌进他的眉心里 周周闭上眼睛 片刻后 他睁开眼睛 然后立刻打开领主个人信息 只见他的领主天赋一栏 赫然再度增加了两个领主天赋 现在我 一共有24个领主天赋了 随后他点开这两个天赋的详细天赋信息 领主天赋 桃花运 青铜级 桃花运 领地名风类领主天赋 你和你的领名很容易交到桃花运 所欲之人都是值得心爱之人 具体天赋效果一 领地内随机区域内生长出青铜级作物 桃花果树 可以进行采摘和移植 具体天赋效果二 领地领名与异性交流时 好感度提升速度正100% 具体天赋效果三 领地领名繁衍效率正100% 具体天赋效果四 领地领名在选择配偶时 更容易从对方的言行举止中 看出对方是否是一个真正值得去爱的人 这个天赋长时间来看是好天赋 可以加快领地领名的自然增长效率 但是短时间内感觉好像没什么用啊 周周眼中闪过一抹失望 不过也没有太在意 一个青铜级领主天赋而已 他本来也没期待 他能出现一个多么惊人的能力 他看向另一个青铜级领主天赋 领主天赋 美颜 青铜级 美颜 您 您的领地领名以及后代们的容貌 得到永久性的提升 在遇到其他生灵时 更容易通过相貌 第一时间获得他们的好感度 祝 由于您是天人之姿 容貌已经达到世界极限 所以无法通过美颜再次获得提升 周周 这两个领主天赋不会是配套来的吧 我的领名本来就有桃花运的加持 现在再加上这个美颜 周周想着想着 不由陷入沉思 怎么感觉 以后他的领名之中 容易出现渣男渣女呢 周周摇了摇头 没去多想 这两个领主天赋 总体来说 是正向增益的领主天赋 他总不能因为这点小小的猜测 就去不用他们 随后他从自己的王之宝匣中 拿出一面镜子 看向镜子里的自己 不出意外 自己的面貌并没有发生变化 有时候太帅了也不好 没有上升空间了 周周遗憾道 随后他打开王国频道看了一眼 结果发现 虽然他刚刚得到了这两种领主天赋 但一些领名已经敏锐地发现了 美颜对于自身的加持变化 咦 我刚刚照了下镜子 发现自己怎么突然好像变好看了一些 啊 你也变了 我还以为就我一个人变帅了 还以为这是我的金手指道了 你们才发现吗 我刚刚正在和我的朋友们在酒楼里吃饭 结果吃着吃着 我们突然感觉体内出现一股暖流 那暖流流进我们的全身 然后我们就发现 我们的长相好像得到了优化 对对对 就是优化 我能看出来我没变成别人的样子 好像只是在我的样貌的基础上进行了提升 我喜欢这样的提升 加一 我刚刚确定一件事了 我们焦阳王国所有领名的样貌都得到了提升 包括新陈联盟的领主成员们 以及他们的领名 毕竟作为从属领地 他们和他们的领名也算是焦阳王国的领名 卧槽 吴国牛X 我的国厉害了 我好好奇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周周见此笑了笑 随后打字 焦阳王国 焦阳领主 大家的样貌提升 算是我送给各位的礼物 希望各位能喜欢 如果有想保持原样貌的 可以私聊频道管理员 我可以把这项提升收回 不过只有一次机会 大家想要再找我 作为领主拥有者 这点小事 还是能做到的 结果他刚发出去 下面的领名立刻纷纷回复 惊了 居然是陛下的礼物 陛下您居然可以做这种事 陛下万岁 从此以后 陛下就是我的忠诚信仰 赞美陛下 陛下万岁 不要收回 我喜欢这样的提升 我也喜欢 谁不喜欢帅帅的自己呢 对对 我喜欢这样的提升 嘿嘿 以后找媳妇没问题了 我觉得还是有点问题的 毕竟你变帅了 女领名也变漂亮了 说不定眼光也高了呢 吐了 这怎么还能内卷起来了 那我去外面找老婆好了 说的也是 那我也去外面找老婆好了 最近城内新设了机场 有三架闲置下来的黑色幽灵号 从军用改为了民用 据说 只要付出些物质心 就可以搭乘他们 前往其他地方 包括星辰联盟的 其他领主成员所在的地方 甚至连外国都可以 我决定了 我要凭我现在的颜值 卫国争光加二 卫国争光加1000 周周 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突然个个都想要 跑去卫国争光了 而且 卫国争光是这么用的麻味 周周无语 不过他也没打算多管 领名想做什么事 他们的自由 而且多出去见见世面 也是件好事 有心得到的两个领主天赋加持 他们也许会给自己带来惊喜 也说不定 他也没有多管 也没想着对这件事保密 毕竟样貌的提升是全国范围的 想保密都保密不了 但周周却没想到 此时 这两个在他眼里 没什么大用的领主天赋 会在今后 给他带来多大的惊喜 周周关掉世界频道后 就看向了手中战利品清单的最后一眼 那是原极光王国大将军 所记录的士兵清单 周周看过去 随后不由吃了一惊 因为这士兵清单上写着 现在极光王国还剩下的保持战斗力的士兵 居然只剩下20万人左右了 其他大概130万左右的 原极光王国士兵 不是战死 就是身体重伤 无法继续服从兵役 原极光王国的三名英雄 其中的暗陵法师 也死在了对抗 塔汉王国的战场上 另外两名英雄之一 也身受重伤 现在还卧床不起 至于另一个英雄 则受了轻伤 现在已经养好了 好惨 周周扎舌 他想了想 抬头看向白云 你明天去一趟极光王国 找到我岳父 然后替我传一些话 第一 那些在与塔汉王国战争中 受伤的士兵们 如果他们愿意加入 交洋军团继续当兵 我们可以给予他们 完全免费的治疗 让他们重新拥有 健康完全的身体 哪怕是缺胳膊缺腿 我们也能治回来 并且他们当兵后的待遇 也绝对不会差 第二 让我岳父派人 送过来一份暗陵法师的遗物 我这边可以给他复活 另外 派几名高明的医师 去找那两位 原极光王国的英雄 检查治疗下他们的身体 王国改为极光州 如果他老人家 愿意的话 可以担任极光州的州长 总览一切大小事物 如果他不愿意的话 可以让他老人家 来举荐合适的人才 不行就让郑元琪派过去 一位处理政务 熟练的官员过去 接管极光州的事宜 另外 告诉郑元琪 等占领明废王国的 所有区域后 把明废王国和塔汉王国 也设为明废州和塔汉州 而我们交洋王国原本的区域 则命名为中州 这五大星州设立好之后 务必在最短时间内 将地方相应官员的位置 进行及时补充 尽快恢复好战争之前的 社会良好秩序 让领明生活的安全安心 还有 要早日开发 聚后州的高级元素保时资源 以及其他资源 周周说了好长一段话 才看看停了下来 战争结束 新国一时 有太多太多的事情 要去做和准备了 他现在吩咐的事情 只是一部分而已 其他的事情 就只能交给郑元琪这些官员们 以后慢慢来做了 是 属下记住了 白云宫尽到 周周点了点头 极光王国的那些士兵 都是经历过大战的百战老兵 这种老兵经验丰富 在战场上 不但可以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还可以带新兵熟悉战场 将新兵培养成老兵 周周来到这高大陆的时间 到底还是太短了 所以他很渴望这些老兵 加入他的麾下 哪怕为此付出些代价也可以 至于复活和治疗原 极光王国的三位英雄 只是他的顺手之举 反正他现在也不缺信仰神经 如果那三名英雄 能因此加入他的麾下 自然最好 如果不行 他也不会有多少损失 留他们待在王国疆域内 这样以后 万一他出去征战的时候 国内有敌人突袭 周周就不信 他们会冷眼旁观 不过 这种意外的可能性很小 一来 随着他占领四大王国 所有区域领地内的城市 都会升起至高之欲城墙 有至高之欲在 他在得到消息后 完全可以第一时间 带麾下将士返回领地支援 二来 等死神雕像建立之后 敌人在进入王国区域内 一旦开启战斗 都会受到死亡恐惧的影响 战力大大下降 除非对方实力太强 否则不会造成太大危害 想到这里 周周又看向白云 一会儿你出去后 叫人让赵长守和亚西伯恩 霍尔过来 他道 是 陛下 白云点了点头 随后就转身离开了 片刻后 赵长守和亚西伯恩 霍尔过来了 见过陛下 两人恭敬道 坐吧 周周点了点头 等两人坐下后 他看向亚西伯恩 霍尔 感慨笑道 我们两个好久不见了吧 陛下日理万机 陈也理解陛下 而且现在 不是也见到了吗 亚西伯恩 霍尔笑道 周周点了点头 随后看了眼他的属性信息 结果发现 如今的亚西伯恩 霍尔 如今已经是一位 白金上级的炼金科技师了 同时还是一位 钻石下级的炼金药技师 这段时间 你竟不显著啊 周周惊讶 如果不是陛下 在我们炼金科技部 与药剂制造部 投入大量资源 让属下有充足的资源条件 属下不可能提升得这么快 亚西伯恩 霍尔文言更加恭敬道 如今的诸如炼金工坊 已经不是当初 只能生产生命药剂 能量药剂 机械鹿行鸟的小工坊了 在周周的海量物质星 药剂配方 炼金科技配方 相应药材和炼金材料的投入下 如今的诸如炼金工坊 已经摇身一变 成为了交洋王国官方的 炼金科技研究部 和药剂制造部 他不但总管 整个交洋王国的 炼金科技产品制造 和药剂制造等业务 周周麾下的军队 日常征战所需要的药剂 都是由他们提供的 而且还涉足了药材培养 药方研究 炼金科技师 与炼金药剂师人 才培养等诸多领域 灵而麾下的神圈药谱 也与他们有密切的合作关系 甚至就连最近领地内 新兴的飞船飞行业务 也是亚西伯恩 霍尔联手温亚 共同发展出来的 黑色幽灵号只是个开始 按照亚西伯恩 霍尔的想法 既然机械陆航鸟 这种低级的 陆空交通工具 已经随着飞船工厂的建立 和新叶号等飞船的普及 逐渐淡出了 众军团的视野 那不如将其 渐渐转为民用交通工具 让交洋王国的领民们 也过上出门坐车 甚至单人飞行器的日子 周周对这个想法 自然是同意的 交通工具的发达和普及 是决定国家实力的 重要因素之一 也能提升领民 个人财富和国家税收 他没理由拒绝 这个给你 让药剂制造部 制造出一批 这样的药剂出来 以做备用 周周不再闲聊 将巨神 药剂拿出来 交给亚西伯恩 霍尔 亚西伯恩 霍尔接过去 看了眼巨神 药剂的配方 眼中惊讶之色 一闪而过 随后恭敬道 陈立刻去办 去吧 是 陈告退 雕像的建筑图纸 交给一旁的赵长手 赵说 以最快时间内 将这死神雕像 建造出来 周周到 后天至高一至 就要开启 万王之王活动了 虽然不知道 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什么 但按照以往的惯性 危险是肯定的 这死神雕像 能早点建成 还是早点建成为好 赵长手接过图纸 随后看了一眼 神色立刻严肃起来 可以让入侵的敌人 心生对死亡的恐惧 那这死神雕像的效果 几乎可以堪称 护国至宝了 臣一定会立刻办好 赵长手严肃道 周周点了点头 赵长手为他 打造了交洋王国的 绝大多数建筑 对于他做事 他还是放心的 随后两人又聊了一会儿 然后赵长手笑道 陛下 明日就是建国大典 同时也是您的登基仪式了 陛下可是做好准备了 周周笑着点了点头 对于建国大典 和自己的登基仪式 他心中还是挺期待的 就在这时 阿尼亚敲门 随后在得到同意后 走了进来 陛下 天图军团 军团长无图求见 阿尼亚恭敬道 让他进来 是 阿尼亚离开了 陛下要忙的话 那臣也去筹备 建造死神雕像的事宜了 赵长手见此 也极有眼力地站起身 去吧 周周点头 赵长手文言便告退离开 很快 无图就走进来了 见国陛下 他恭敬道 怎么了 周周好奇道 陛下 这是臣刚刚搜集到的地图 这份地图中 包含今日一族联军中的 16个异族王国的 王国疆域分布 并且除此之外 还囊括了 另外6个陌生异族王国 和3个陌生人族王国的疆域 他们无一例外 都是初级王国 最后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在这些初级王国的正北方 有一个名为 冰鬼王国的 中级王国 这冰鬼王国 和异族联盟的 异族王国 距离很近 属下大胆猜测 这冰鬼王国 恐怕也在暗中 插手了今天的这一大战 不过 这座陌生的中级王国 我们并没有得到 他的太多地图资料 还请陛下多给我们一些时间 臣一定能够带领天图军团 拿到这座中级王国的 全部地图资料 乌图一边将 手中厚厚的地图册子 递给周周 一边沉生说道 周周文言吃了一惊 囊括了25个初级王国 和一个名为 冰鬼王国的 中级王国的大地图 他立刻接过 乌图递过来的地图 然后开始一页页翻看了起来 等看到最后的时候 他看到了一个 面积比16个异族王国的疆域 加起来还要大的 中级王国的地图标识 上面标志着 中级王国 冰鬼王国的字样 周周见此轻轻地吐了口气 这地图哪来的 周周看向乌图问道 这两天 乌图一直带着天图军 和自己不断征战 按理来说 他应该没时间 带人搜集到这么多地图情报才对啊 陛下 今日军队带回来的 诸多宝物和资源之中 有一些地图类资源 这些地图类资源 应该是明废王国和巨吼王国 这数百上千年来 对于周边环境探索后的积累 陈带着一百多位信任的高阶制图师 将这些地图类资源分类整合 最终才得到了这样一份地图 无图公尽道 周周恍然 怪不得 原来是巨吼王国和明废王国 这数百年来积累的地图情报 可以啊 你小子这件事做得不错 有了这份地图 以后咱们找他们报仇就方便了 记你一大功 回头去军公关那里领军公奖励去吧 记得给那些整理这份地图的制图师 也领一份 周周笑道 谢陛下 其实 这本来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无图又激动又不好意思道 周周笑了笑 两人聊了一会儿 随后无图就离开了 周周见此又看了一会儿 这踏厚厚的地图册子 最后 他的目光落在了兵鬼王国的地图上 周周此时 脑海中不由想起了 刚刚无图说的话 想了想 他将今天投降的五名 异族英雄叫了过来 开始询问一些事情 片刻后 他们又离开了 只剩下周周一个人待在房间里 此时的他 已经知道了他想要知道的 无图还真猜对了 这兵鬼王国 果然与今天这一战有关 原来兵鬼王国也知道了 我手上的种族神器 又忌惮我万族最强领主的身份 所以就暗中指挥一些 异族的初级王国 与明废王国合作 想要试探我的手段 则则 堂堂一个老牌中级王国 居然这么谨慎 不过话说回来 这兵鬼王国 距离我的领地 距离虽然有些远 但花费些时间 多建立点空间传送阵 也能到我这里 以后得放着他一手 就从 灭了他的这些狗开始吧 周周看着这些异族王国的疆域 眼中闪过一抹兵了 对于对自己出手过的敌人 他不会有丝毫留情 等他羽翼见风 有把握对付兵鬼王国时 就对兵鬼王国动手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静 周周头也不抬到 目光一直看着手中的地图 门轻轻被打开 随后一道倩吟走了进来 周周抬头一看 这才看到是李亚过来了 你不是回去陪月父去了吗 周周惊讶道 陪完了 然后就回来了呗 李亚笑嘻嘻道 随后又正经起来 当然 我现在过来 也是有正式找你的 可没有打扰你哦 李亚并不想让自己 与周周之间的儿女私情 影响到周周的国家大事 在之高大陆 这个充斥着领主战争的世界 天天赤迷于儿女私情 无论是对于个人 还是国家来说 都有害无意她作为曾经的一国公主 本身也极为不喜欢爱美人 不爱江山这种事情 听起来 看似这个君主很潇洒 其实却是至万民 江山设计于不顾 也只有那些 整天食指不沾阳春水 丝毫不问世事 只喜欢看爱情画本的女人 才会觉得 那样的君主很潇洒 李亚只会觉得这个君主不负责 原极光王国的领主过来了吗 周周想了想 就想起来了 嗯 不光是极光王国的领主 另外巨吼王国 也把他们国内的领主都带过来了 他们现在正在行政大厅那里等着呢 李亚道 这么快 他们效率挺高啊 周周惊讶道 极光王国那边还好说 毕竟是今天早上就去的 一整天的时间 通过传送阵等交通工具 将众领主送过来不足为奇 但巨吼王国那边 自己可是刚刚才回来不久的 分思那家伙 居然这么快就把他们原王国的领主 全召集过来了 这效率确实很高了 看来他很看重自己 吩咐下去的事情 这个态度让周周很舒服 看来对方确实是诚心归附 走 周周没有犹豫 直接起身和李亚前往行政大厅 很快 两人就来到了行政大厅 只见偌大的行政大厅中 坐着族族 上万名极光人族和巨吼族 要不是如今的行政大厅 在晋升到白金上级后 面积已经达到了二十公顷之大 还真容不下这上万名领主 见过陛下 嗯 当周周来了后 随着一个人族领主开头 其他领主纷纷站起身 恭敬行礼道 一个领主的声音虽然不大 但上万名领主会合在一起的声音 却让整个行政大厅都回荡着他们的声音 各位坐吧 周周到 众领主这才坐了下来 陛下 这是所有领主的具体名单 后面还记录着他们的能力 实力和以前的领主经历 早就在这里等待的正元旗 将一达名单拿了出来 交给周周 周周接过去看了起来 片刻后 他微微点了点头 在这份领主名单上 记录了足足五千四百六十一名 原极光王国领主 以及一万零六百三十一名 原巨吼王国领主 加起来 就是足足一万六千零九十二名领主 这么多领主 得给他提供多少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他心中有些期待 随后周周按捺住心中有些雀跃的心情 神色如常地看着前方的一万多名领主 今天召唤各位前来 是想看看你们的资质 如果潜力优秀的话 本王不会吝啬奖赏 另外 交扬王国兴建 五大王国改为五大洲的制度 也刚刚建立 现在五大洲内各个区域领地的城市 都严重缺少能力精悍的官员 等我查看完各位的资质之后 各位就可以听从安排前去赴任 待遇方面 不会亏待各位 如果政务做得好的话 日后升官发财完全没问题 尤其是物知心方面 只要大家做得好 至少在物知心奖励方面 不会让各位失望的 只希望各位到时候 不要觉得奖励的物知心太多就好 当然 如果有人失位素参 甚至知法犯法 是交扬王国律法为无误的话 那到时候 就休怪我们的承接太严苛了 周周话说得很赤裸 但没办法 他的物知心真的很多 称号加持下的二 五倍战利品之王 可不是开玩笑的 众领主们闻言 都被周周的财大气粗给震住了 自己的这位陛下 跟他们以前追随的国王相比 好像有点不一样 有点平易近人 多才多艺 一高人胆大 随后 他们就兴奋起来了 谁不爱财呢 还是跟着这位陛下有前途 这时 郑元祺也早有准备的 派人将上万份记录着 讲成制度的书册 发放到每个领主的手中 当领主们看到具体的 讲成制度的时候 他们顿时更加理解周周的大气了 黄金级区域领地的区域之主 每月最低固定薪资 五百颗黄金集物之星 这么高 如果做出杰出政绩 会有最低一百颗白银集物之星 最高尚不封顶的政绩奖励 领地领民平均忠诚度 每提升一点 就奖励一万颗钻石集物之星 四 真的假的 四亿残害无辜平民者 无论其身份实力高低与否 都要以重型伺候 可我是强者 众领主们 一轮纷纷起来 有领主兴奋 开始期待以后的围观生涯 也有领主犹豫 不太喜欢里面的一些惩戒事项 周周神色平静地看待这一面 这份讲成制度 他也看过 觉得没什么问题 经过其他官员考量后 也一致认为 很适合当前的统治制度 如果他们不愿意接受的话 那就别做他的交扬王国的官员 他也不是来这里 和他们讨价还价的 片刻后 郑元祺在周周的示意下 走到众领主的前方 各位能接受这份 临时制定的讲成制度吗 如果愿意的话 一会儿就可以过来听到夫人了 如果不愿意的话 我们也会提供免费的传送 送各位回家 现在 不愿意的请举手 周周和郑元祺 看着这万名领主一片寂静 无人举手 郑元祺脸上 这才浮现出笑容 既然各位都同意 一会儿就请过来 领取自己的职务调令吧 我们会按照能力范畴 究竟原则 和个人意愿三方面 来审定各位的就职职务 和就职地点 大家如果还有不愿意的地方 可以找相应部门 来申请调整 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吗 此言一出 很多人和聚吼族 都松了口气 这最后担心的一点 也顿时消失无踪了 就在这时 一个弱弱的声音响起 我有一个问题 周周他们看过去 发现说话的 是一位体格魁梧的壮汉 但让人感到怪异的是 此人虽然身材强壮 但说话和举动 都散发着一种 柔柔弱弱的感觉 你有什么问题 说吧 郑元祺温和笑道 并没有因为对方身上的怪异之处 而歧视对方 听说 如果成为万族领主 麾下的领主下属 如果本身是有领主天赋的领主 自身领主天赋 就会隐秘不见 直到脱离万族领主麾下 才会重新唤醒领主天赋 对吗 他忐忑问道 此言一出 所有领主都看向周周他们 是 周周点了点头 万族领主 确实是这样的 至高意志 似乎有意让万族领主 和他们的领地势力之中 只有领主本人才 万族领主的麾下 自身的领主天赋 就会隐秘不见 直到脱离万族领主麾下 才会重新唤醒自己的领主天赋 而本土势力 则没有这个限制 本土势力 是可以正常统治 有领主天赋的领主的 甚至因此 还会主动发放给 潜力高的领民领地令 让领民尝试觉醒领主天赋 万族领主想要做到同样的事情 只能借助主从领地契约 将拥有领主天赋的领主 变成自己领地的 从属领地领主 这样才能保留 他们身上的领主天赋 比如领儿 青鸾领主 就是这样保留下 自己的领主天赋的 可惜的是 随着万族领主战场活动的结束 现在已经没办法 再兑换主从领地契约这种宝物了 而在听到他的话后 众领主的神色 又迟疑了起来 他们中有极少部分领主 是拥有属于自己的领主天赋的 而如果自己的领主天赋 暂时隐秘不见的话 他们自然有些舍不得 舍不得自己领主天赋的 可以离开这里 我们不会勉强各位 就在这时 周周忽然说道 现在不愿意留在交阳王国 当本国官员的 请举一下手 郑元旗见此 再次重复了一遍 片刻后 无人举手 就算是那些拥有领主天赋的领主 这时候都没有举手 没办法 交阳国王给的太多了 多到他们觉得 就算暂时用不了自己的领主天赋 也不会亏 反而会大赚 再说 只是暂时隐秘 又不是消失不见 众领主对于这一点 还是可以勉强接受的 周周见此 嘴角浮现出淡淡的笑容 有国泰民安这项领主天赋在 只要他们在他的领地 当一个月的领民 到时候以他们的忠心程度 基本就不会想着离开了 周周站了起来 接下来 我会对各位做一些 验证忠心的举动 请大家不要反抗 大家不用担心 这件事情 对各位不会有什么危害 事后大家就是自己人了 到时候 我会给大家发放一些奖励 他道 众领主一愣 周周见此也没有多解释 他伸出带着神道者的 妾法手套的右手 遥遥指着这些领主 下一秒 体内混沌员能发动 涌入进他的妾法手套中 在这一刻 周周有种感觉 只要他想 就可以瞬间盗走 这上万名领主身上 任何可以盗走的东西 包括财产 身外物品 天赋 血脉等一切不危及生命的物品 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自然也在其中 他心里一笑 神道者的妾法手套 这件特殊的尚未神神器 随着他体内的混沌员 能可以驱动神器后 终于可以更方便地使用了 以前他还需要亲手触摸对方 才能盗取对方身上的物品 现在可以直接隔空偷取了 这盗取效率 简直提升百倍都不止 不再多想 他心念一动 下一秒 他就通过神道者的妾法手套 将面前 这上万名领主的领主 天赋结晶碎片 都盗取到了自己的王之宝侠中 他看了一眼 随后惊喜地发现 这16,092名领主 居然给他提供了 54,730颗黑铁及领主 天赋结晶碎片 615颗青铜及领主 天赋结晶碎片 256颗白银及领主 天赋结晶碎片 154颗黄金及领主 天赋结晶碎片 51颗白金及领主 天赋结晶碎片 12颗钻石及领主 天赋结晶碎片 至于超凡级和超凡级 以上层次的领主 天赋结晶碎片 则一颗也没有 不过即使如此 周周也相当满意了 别的不说 周周心心念念的 生命女神的庇护所 这项领主天赋 终于可以从白金及 升级到钻石及了 心情大好的他 转头看向正元旗 正书 给这些领主 每人发放 1000本特级兵种 黄金之王转值证明 如果是有领主天赋的领主 可以根据领主天赋的品级 额外多发放一些 转值证明 这算是对自己人的奖励 周周道 这也算是自己拿走 他们的领主天赋 结晶碎片的补偿了 是 陛下 正元旗恭敬道 周周的这番话 众领主们也听到了 他们的脸上 隐隐浮现出激动之色 特级兵种的上级兵种 可就是王国级兵种了 陛下居然这么大方 直接给1000本特级兵种 转值证明 刚刚成为自己人 就送给他们 这样一份大礼 众领主们越发觉得 自己加入交洋王国 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就连之前纠结于 自己领主天赋的领主 此时也对周周更认可了 之后的事情 就是正元旗派人 安排这上万名领主的 调动事宜了 周周看了一会儿 就离开这里 返回了自己的 初级领主伏地 来到初级领主伏地门口 周周并没有进去 而是站在门口 准备升级自己的领地 他的升级领地的资源 在今天掠夺了 三座初级王国的宝库后 就已经准备得无比充足 现在只差升级领地了 随着他心念一动 下一秒 随着40亿单位基础材料 1000颗白金集物之星 5000颗圆金 10万单位基础元素宝石 3万单位高级元素宝石 和三块白金级别的领地 令消失不见 哄 一阵金色光芒 立刻覆盖住 整座初级领主伏地 片刻后 金色光芒消散 面积明显大为扩大的领主伏地 出现在周周眼前 恭喜您 您的初级领主伏地 成功提升为钻石下级建筑 进阶为中级领主伏地 您的白金上级 圆林阵 成功提升为钻石下级 许圆林阵 您的领地成功提升为 钻石下级领地 领地石碑耐久提升为 一亿 一亿 您的领地疆域 扩大到一万千米 一万千米 两万米 已驱逐新增领地 疆域范围内的所有迷雾怪物 新红迷雾 不会在您的任何领地 疆域范围内出现 您获得了升级奖励 基础建筑图纸宝箱 钻石下级 领主天赋提示 您能够进行策反的 敌方领主势力上线 提升到传说上级 领主天赋提示 您的怪物牧场可以升级了 领主天赋提示 您的神秘商对势力得到提升 领主天赋提示 您的生命女神的庇护所内的神职人员 实力得到提升 下一秒 周周无比期待的提示声音响起 蓝星全频道领主公告 恭喜胶阳领主 成为首位将领的提升到钻石级的领主 奖励至高宝箱加一 传说度加一 种族为一称号 开拓者的荣耀 四进阶 为开拓者的荣耀物 蓝星全频道领主公告 恭喜胶阳领主 蓝星全频道领主公告 恭喜胶阳领主 周周脸上浮现出笑容 终于得到这个称号了 而且他的领地 也终于从初级领主伏地 进阶为终级领主伏地了 周周心情大好之下 直接打开世界频道 想要看看蓝星领主是什么反应 结果他愕然发现 蓝星领主们虽然都在讨论 他升级领地到钻石级的事情 但居然没表现出太过意外的情绪 仿佛他做到这件事是理所当然的 甚至还有领主说 等什么时候 再上一次万族领主全频道公告 才能够让他们感到震惊 周周见此不由无语 这帮家伙的胃口 还被自己喂雕了 普通公告都看不上了 就看得上万族公道了是吧 他摇摇头 看向自己刚得到的称号效果 称号名称 开拓者的荣耀物 称号品质 种族为一 称号效果一 您在蓝星领主中声明远播 更多的人才仰慕你的名声 渴望加入您的领地 每日召唤之门可召唤的领名数量 正500% 召唤出来的领名中 出现与领地等级同级别职业人才加6 称号效果2 您在任何频道中发言时 在您的领主称号后方 都会添加上您的唯一称号后缀 您可以主动将其关闭或开启 称号效果3 当您成为第一位 拥有超凡下级领地的蓝星领主时 该称号将会升级为开拓者的荣耀6 并解锁更多称号效果 称号简介 至高一致为领主中的开拓者 赋予的专属称号 每一位种族中的开拓者 都有更大的概率成就不凡 周周满意地点头 明天他召唤之门出现的基础领名数量 将再次提升一倍 最重要的是 召唤出现的 与领地等级同级别的职业人才 也将提高到6名 从明天开始 我将每天保底 召唤6名钻石下级的人才 周周嘴角微翘 6名钻石下级的人才 已经堪比6名传说度人才了 不错不错 随后他打开制高宝箱 发现制高宝箱里 居然装着一颗10颗钻石级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还能给这个 周周有些惊讶 不过钻石层次的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他确实很需要 就直接收起来了 随后 周周看向下一级的升级所需 建筑升级 木材110单位 细砂110单位 金属110单位 石材110单位 钻石集物之星1000颗 1万颗圆金 50万单位基础元素宝石 10万单位雷元素宝石 10万单位生命元素宝石 10万单位死亡元素宝石 一座钻石级别的城市 10名钻石级别生活职业者 100名钻石级别兵种职业者 3块钻石级别的领地令 资源足够 可以继续升级领地了 周周脸上 笑意更浓 他今天从三大王国中 取出来的高级元素宝石 没白拿 居然可以让他 接连升级两次领地 没有浪费时间 周周直接选择升级 恭喜您 您的终极领主伏地 成功提升为钻石终极建筑 您的钻石下级级元灵阵 成功提升为钻石终极许元灵阵 您的领地成功提升为 钻石终极领地 领地石碑耐久提升为 五亿五亿 您的领地疆域 扩大到两万千米 两万千米 两万米 以驱逐新增领地 疆域范围内的所有迷雾怪物 新红迷雾不会在您的任何领地 疆域范围内出现 您获得了升级奖励 基础建筑图纸宝箱 钻石终极 领主天赋提示 您能够进行策反的 敌方领主势力上限 提升到下位神下级 领主天赋提示 您的怪物牧场可以升级了 领主天赋提示 您的神秘商对势力得到提升 领主天赋提示 您的生命女神的庇护所内的神职人员 实力得到提升 周周见此微微点了点头 随后迫不及待地 看向她的升级条件 建筑升级 木材500亿单位 细砂500亿单位 金属500亿单位 石材500亿单位 钻石级物质星5000颗 5万颗原金 100万单位基础元素宝石 30万单位雷元素宝石 30万单位生命元素宝石 30万单位死亡元素宝石 两座钻石级别的城市 50名钻石级别生活职业者 500名钻石级别兵种职业者 10块钻石级别的领地令 其他升级条件我都满足 只有30万单位生命元素宝石 和30万单位死亡元素宝石 我手里还不够 明天再嘱咐一下郑元奇 让他加快开发巨猴舟的宝石资源吧 周周想到 没想到 限制他升级的 还是这两个高级元素宝石的数量 不过 虽然没能继续升级领地 但连升两级领地的他 心里已经挺满足了 他走进终极领主伏地 发现里面的各项建筑设施 以及内部装潢 都比之前好了很多很多 占地面积更大的同时 建筑功能也比以前更加弃全了 周周越看越满意 随后他走出终极领主伏地 来到召唤之门前 花费很少的资源 就将召唤之门 升级到了钻石终极 文字提示出现 恭喜您 您的召唤之门 成功提升为钻石终极建筑 您每日能够召唤的领名家200 您每天召唤的领名中 必会出现200名职业者 提示 受种族唯一称号开拓者的荣耀5的影响 您每日能够召唤的领名数量 达到4000人 您每日召唤的领名中 必会出现206名职业者 并且其中6名职业者的职业等级 将会与您的领地等级相同 周周满意点头 召唤之门升级到钻石终极后 基础召唤领名数量达到了足足800人 被开拓者的荣耀5加持后 直接翻了5倍 就成了4000人 足足4000人 幸好现在召唤之门 可以一次性全都召唤出来了 要不然 光是看他们从召唤之门走出来 就得好一会儿 周周感慨道 心中对于这次升级很满意 随后他看向召唤之门的 下一级升级需求 建筑升级 木材2亿万单位 细砂2亿单位 金属2亿单位 石材2亿单位 钻石集物之星1000克 领地等级提升为钻石下级 周周摇头 这召唤之门的升级条件 看起来还真像是领地升级的赠品一样 完全没什么难度 他没有留恋这里 离开召唤之门 再次返回自己的终极领主福地 然后一路来到了自己的书房 升级后的书房 简直就像一个小型图书馆一样 装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 其中囊括天文地理 生活日常 万界种族信息 各种生活职业的记忆书籍 甚至还有龙族写的 周周逛了一会儿 就决定闲暇时可以来这里看看书 增长一下自己的见识 作为领主 他也要随着实力的提升 提升下自己的见识和眼界才行 随后他才坐回了书桌前 拿出了十块钻石级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准备升级生命女神的庇护所 这项领主天赋 他先将十块钻石级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融合成一块钻石级领主天赋本源神经 随后召唤出领主天赋面板 开始升级 文字提示出现 由于您同时拥有生命女神的庇护所 屠龙之箱两种白金级领主天赋 请选择其一进行晋升 选择生命女神的庇护所进行晋升 周周到 屠龙之箱也不错 但现在 他还是更需要生命女神的庇护所多一些 已选定领主天赋 正在进行晋升 下一秒 他感受到 额间的眉心中出现了熟悉的温暖感觉 片刻后 这种温暖感觉渐渐消失 新的文字提示出现 领主天赋晋升成功 恭喜您 您的白金级领主天赋生命女神的庇护所 晋升为钻石级领主天赋生命女神的庇护所 您晋升后的钻石级领主天赋效果如下 领主天赋 生命女神的庇护所 钻石级 一座特殊建筑生命女神的庇护所 这天赋信息没变啊 就天赋皆未变了 周周眉头一挑 看来还得去实地看一看 他没有迟疑 直接起身向生命女神的庇护所走去 生命女神的庇护所 周周站在这里 有些吃惊地看着眼前这座庞大的建筑 与之前通体由灰色沙石构成的沙土建筑不同 升级后的生命女神的庇护所 高达三十多米 通体由银色的整齐砖石搭建而成 并且在建筑墙体的边缘 还生长着许多散发着蓬勃生机的绿色植物 一只只可爱的小动物也在里面自由穿梭 仿佛完全不担心建筑里的人伤害他们一样 此时 他的建筑风格可以用庄重和自然两个词来形容 除此之外 在庇护所的正前方 一座高达百米的生命女神的雕像屹立在这里 他的面容娇好 穿着一身翠绿色的服饰 一双翠绿色的眼睛看着前方 嘴角挂着笑意 仿佛在看着什么一样 乖乖 大便样啊 周周惊奇 他来过这里不下几十次 对这里极为熟悉 眼前的生命女神的庇护所 比之前的简直好上百倍 之前的简直就像是一个破败的避难所 现在明显有些神灵地盘的气色 他凝神看着这座建筑 很快 建筑信息出现 建筑名称 生命女神的庇护所 建筑等级 特殊 建筑作用一 庇护所大主教卡罗 莫伊利以及其麾下牧师 神父 修女等神职人员 每人每日可以为领地领主和领明 免费提供三次基础庇护服务 但之后 如果需要更多的庇护 则需要花费物之心 或者信仰神经进行购买 当前提供庇护类型 基础庇护 生命圣水 一颗青铜集物之心 基础庇护 神术 生命治愈术 两颗青铜集物之心 基础庇护 神术 安抚心灵 两颗青铜集物之心 基础庇护 神术 心灵沟通 两颗青铜集物之心 高级庇护 雇佣生命牧师 一颗真性级信仰神经 一天 高级庇护 雇佣生命圣骑士 三颗真性级信仰神经 一天 高级庇护 神术 灵魂恢复术 一颗前性级信仰神经 高级庇护 神术 断枝重生 五颗前性级信仰神经 高级庇护 神术 神圣庇护 五颗前性级信仰神经 高级庇护 神术 小复活术 五颗前性级信仰神经 高级庇护 神术 大复活术 一颗圣灵级信仰神经 建筑作用二 领主及领主麾下势力 在外出狩猎迷雾怪物时 会碰到有小概率 掉落星红结晶的迷雾怪物 将星红结晶 交给生命女神的庇护所后 可以转化为信仰神经 从而兑换想要的庇护 建筑升级 本建筑源于领主天赋 无法升级 提示一以上庇护服务层次 随领地等级提升而提升 提示二 建筑效果二位本特殊建筑 专属建筑效果 其他生命女神的庇护所 并不具备该能力 建筑描述 生命女神现世间 生灵饱受战争之苦 于是在至高大陆各地 建造生命女神的庇护所 来减少生灵死亡 凡进入生命女神的庇护所的生命 其生命接受到生命女神的庇护 周周看着生命女神的庇护所的信息 越看越惊喜 首先 是卡罗 莫伊拉的神职职位 从主教变成了大主教 按照周周从他口中了解 生命女神麾下神职人员 共有九个层次 从下到上分别是 主教 首主教 大主教 兜主教 宗主教 书籍主教 教皇 神士 天使 卡罗 莫伊拉以前只是一个小小的主教而已 就是管理一个教区的普通主管 而现在 他居然直接提升了两个层次 成为了大主教了 大主教已经相当于管理 一座重要大城市的教会上层了 并且 这里的大城市 指的是相对于神灵眼中的诸天万计而言 对于至高大陆来说 一个大城市的层次 差不多就相当于一座普通的王国了 跟以前相比 地位已经堪称大大提升了 不过让周周惊喜的 不是这个 而是他的建筑效果 得到了巨大加强 第一点是 每天每名神职人员 为领地领主和领明提供的 免费基础 庇护服务次数 从一次提升到了三次 第二点是 庇护所提供的众多庇护服务之中 除了大幅活数的价格不变之外 其他庇护服务的价格 统统降低了一半 并且 如今他的基础 庇护服务 还可以用物质薪来支付了 而且 所需要的物质薪还极少 这对于财大气粗的周周来说 根本给有什么区别 也不知道 现在庇护所内的神职人员 有多少了 周周有些期待地想到 就在这时 仿佛听到了他心中所想一样 庇护所大门缓缓打开 随后身穿红底银边 大主教服饰的卡罗 莫伊拉带着七名 穿着低级主教服饰的神职人员 从庇护所中走了出来 大主教卡罗 莫伊拉 见过陛下 首主教朱利叶 斯特勒 凯利 幽森 见过陛下 主教萨姆 艾米 科夫戴尔 阿娜斯塔西亚 姚琴 马拉基 罗塞蒂 朱恩 见过陛下 八人来到周周面前 齐齐恭敬行礼 他们都是你的下属 周周惊讶地看着卡罗 莫伊拉 是生命女神面下 将他们七人拍到属下身边 帮助属下分担庇护所内的事物 他们的资质都相当出众 并且都掌握了大复活数 以后陛下 如果需要复活多人的话 就算我脱离无法进行 有他们在 也可以在短时间内 及时全部复活 这样也不会耽误陛下的事了 卡罗 莫伊拉笑道 周周闻言顿时更加满意了 正如对方所言 这样确实就不用担心卡罗 莫伊拉一个人忙不过来的情况了 不过 他没忘记问最重要的事情 现在庇护所内的神职人员 有多少了 他们实力如何 周周问道 我们生命女神的庇护所 在随着领地提升到钻石终极后 也随之提升到了钻石终极层次 当时我们庇护所内 已经有了两万名牧师 两万名神父 两万名修女 二十万名生命圣骑士 另外所有神职人员的实力 也都提升到了钻石级 而属下的实力 也从超凡下级 提升到了史诗终极 后来陛下 将我们庇护所 进行专门的升级后 我们庇护所内的神职人员数量 直接翻了十倍 现在我们庇护所内 也跃升到了传说下级层次 卡罗 莫伊拉道 好 周周文言 脸上浮现出了笑容 足足二百六十万名神职人员 外加上新增的七名主教级存在 虽然想要驱动他们 需要支付物之心 或者信仰神经才行 但周周还真就不缺这玩意儿 再加上卡罗 莫伊拉的实力 提升到了传说下级层次 虽然他限于天赋规则 不能参战 只能提供大复活术等庇护服务 但能复活传说下级生命的能力 也足以成为他手中的一份重要筹码了 这次的领主天赋升级 还真没让他失望 之后他和卡罗 莫伊拉又聊了一会儿 便向怪物牧场走去 然后询问了木骨怪物牧场的提升情况 首先 木骨本人的实力也提升到了钻石终极 成为了钻石终极的怪物牧场主和怪物牧手 其次 现如今 木骨麾下的怪物牧场数量 赫然从之前的三十六座提升到了如今的五十座 并且 每座怪物牧场的最大容量上限 也从原先的两万头提升到了五万头 能够培育的怪物实力上限 也提升到了钻石终极层次 有战力品之王的加持在 从今以后 周周每天光凭借这五十座怪物牧场 就能获得海量超凡层次的资源 至于新增的十四座怪物牧场 周周想了想 决定让其中四座来培养特级兵种 黄金之王 另外十座怪物牧场 则全用来培养王国级战斗职业 风暴之灵 其实他也有权用来培养风暴之灵的想法的 毕竟风暴之灵是王国级战斗职业 比黄金之王强一级 但这就跟游戏里打团一样 就算法师在后面输出再猛 前面要是没肉盾顶着 那法师最后也得被刺客凸脸输出 打出GG 而黄金之王这个特级兵种 在当前看来 就是最合适的肉盾 战争开始时 有黄金之王在前面顶着 风暴之灵就可以放心在大后方输出了 之后 周周离开怪物牧场 又去了正副柜那里一趟 询问了神秘商队的提升情况 如今的神秘商队 光是神秘商人的数量 就从原先的1500人 直接提升到了3000人 运输商品的马车数量 也提升到了3000辆 同时 全体神秘商人的实力 也全都提升到了钻石终极 每名神秘商人的神秘商界 其内部空间也从原先的8万立方米 直接提升到了50万立方米 检查完所有领主天赋的提升后 周周便向终极领主伏地走去 走到一半的时候 他忽然察觉到 自己的眉心有些异动 他心念一动 一道银色光芒 从他眉心中飞出 落在地上 变成了终极领主周周的样子 天色不早了 我要去神秘领主那边的 机械王国去了 终极领主周周到 注意安全 周周文言也没有阻止 终极领主周周点了点头 随后就向星夜号的方向飞去了 他要带一艘代表着 与机械族有意见证的星夜号 去机械王国那里 这样也好方便行事 周周看着他离开 心中其实也没有太担心 毕竟他死了 自己还能重新凝聚出来 那句注意安全 也只是脱口而出的话而已 片刻后 终极领主伏地 卧室内 今天我就不和你一起休息了 我要去做一件事 今晚应该都不会回来了 周周对面前的李雅说道 李雅一正 随后温柔地笑了笑 抚平了他胸前的变装 去吧 正式要紧 他道 嗯 周周离开了 片刻后 领主伤城前 今晚打什么游戏 周周一脸兴奋期待地 对周成明说道 周成明一正 随后反应过来 呵呵笑了起来 陛下 来 坐 周成品拿出一个小马扎 指了指他说道 周周没有犹豫 直接走进领主商城 坐在了周成明的旁边 先打把炸弹人 然而再来把灵斗罗 双龙也可以玩玩 周成明有些兴奋地 开始拿出一堆游戏卡带 然后开始挑选起来 周周没有说话 他今天就是来陪他玩的 一切随他高兴就是 我靠 你怎么把我给炸死了 吃吃吃 这个炸弹我吃 你快死了 借我命 那多不好意思 这可不可以一次性 把你的命都借到我身上 别用这种眼神看我 会给你留一条命 陛下 你当的人吧 第二天清晨 周周放下手柄 起身伸了个懒腰 好久没玩这么痛快了 一旁的周成明 也一脸舒适的表情 今天卖什么商品 周周没说废话 直接问宝 你就不回味一下 昨晚的经历吗 我看你玩得也挺开心的 要不今晚上继续 周成明意犹未尽道 先让我看看商品 周周道 如果不是为了领主商城的商品 谁愿意陪个死肥宅通宵玩游戏呢 不过 他昨天玩得确实挺开心的 久违地感受到了一种放松的感觉 周成明见此撇撇嘴 来到柜台前 将三个金色盒子拿了出来 然后一一打开 只见第一个盒子里 装着一颗透明的心脏 周围隐隐有浩大的规则之力流转 仿佛孕育着一个小世界 第二个盒子里 放着一张卡牌 第三个盒子里 则放着一本技能书 周周目光立刻落到了第一个商品上 难道是 他眼睛微微睁大 就在这时 文字提示出现 血脉名称 元出灵族血脉 血脉等级 真神上级 血脉作用 吸收后 使用者可以获得元出灵族的血脉 融合该血脉后 使用者在成长的过程中 会逐渐觉醒元出灵族的血脉能力 果然是元出灵族血脉 这应该就是安塞尔那个元出灵族提供的了 周周心中惊喜 他的领地内就一个安塞尔 是元出灵族 自然是他提供的商品无疑 不过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老周还真是够说话算话的 说和自己玩游戏玩一个晚上 领主商城就会出现好商品 还真就出好商品了 而且还是自己最想要的商品 老周 今晚我再来陪你玩游戏 周周立刻抬头 对正在收拾游戏级的周成明说道 那感情好 周成明一愣 随后笑了起来 周周点点头 随后看向另一件商品 结果发现是一份 指定领明商品卡 使用后 可以指定一项领明拥有的能力 天赋 血脉 装备等事物 作为领主商城的商品 出现在第二天的领主商城中 周周自然记得这东西 他之前得到这张卡牌后 用他得到了消悬的 危险预知 个人天赋 这段时间下来 感觉相当好用 不错不错 周周笑了起来 第二件商品 他也挺满意的 然后他看向第三件商品 发现也是一个重复的商品 正是鬼神将 罗胜的英雄记 鬼神军星 这东西也不错 周周点了点头 现在他领地内的士兵越来越多 对于统帅士兵的将领的要求 也越来越高 有了 英雄记 鬼神军星 这本技能书 他就能快速制造出一个 能轻松统帅大军的将领出来了 他们三个商品的价值多少 周周问道 这是二合一章节 情节不好分 就不分章了 原出灵族血脉 价值一万颗传说 集物之星 和一万颗传说 集领地令 指定领名商品卡 还是老价格 十颗传说 集物之星 和一颗传说 集领地令就行 英雄记 幽幽说道 什么玩意儿 周周今生道 声音都快扭曲了 一万颗传说集物之星 和一万颗传说集领地令 也就是两万颗传说集物之星 这笔物之星 他不是拿不出来 毕竟他昨天光是物之星的收益 就有三万六千多颗传说集物之星的总收益 但即使他再有钱 他也不能这么花呀 他就从来没买过这么贵的东西 这个真不贵 这原出灵族的血脉 乃是无尽诛天中最为顶尖的血脉之一 他的品级更是达到了真神上级层次 按理来说 他应该需要花费一百颗真神级别的神经 才能够买的 我也是看陛下这时候 应该是搞不到真神级别的神经这种东西 所以才退而求其次 要一万颗传说集物之星 和一万颗传说集领地令的 陛下 你可不要太贪心啊 周承明听到了周周的话后 摇了摇头说道 周周无语 居然还说我太贪心 不过按照原出灵族的真实价值来算 他确实值这个价钱 甚至远超这个价钱 也很有可能 自己确实是占很大便宜了 周周想到这里 看了下自己天物宝袋中的物之星储备 在兜转化为了传说集物之星后 现在他手中一共有44647颗传说集物之星 要大出血了 周周有些肉疼地想到 不过虽然很贵 但这原出灵族的血脉 作为诸天万界最顶级的血脉 一定可以让自己的混沌人族血脉 获得巨大提升 所以自己必须将其买下 他正想拿物之星出来的时候 忽然 他心中闪过一道亮光 随后连忙在自己的王之宝侠中 开始翻找了起来 很快 一张金色卡牌被他找了出来 卡牌名称 初级商城折扣卡 卡牌等级 特殊 卡牌效果 领主持有该卡 在领主商城中进行购物时 可以对指定商品降价30%花费进行购买 卡牌简介 白子于领主商城的专属卡牌 可以用于降价购物 差点忘了这个了 周周脸上浮现出笑容 这张卡牌是之前领主商城刷出来的商品 周周买到手后就一直没用 现在 眼前这个真神上级的元出灵族血脉 以后领主商城估计也出不了几次 既然如此 就把这个初级商城折扣卡用在他身上吧 想到这里 周周一边把这张初级商城折扣卡交给周承明 一边说道 这三个商品我都要了 不过对这个元出灵族的血脉 我要使用初级商城折扣卡 好 周承明接了过去 那陛下只需要七千颗传说集物之星 和七千块传说集领地令 就可以购买它了 周周笑着点了点头 一张初级商城折扣卡 直接让他省下六千颗传说集物之星 这买卖不要太赚 他拿出一万四千零一十一颗传说集物之星 和五十五颗史诗集物之星交给周承明 跟他告别后 就拿着这三件商品准备返回终极领主伏地 结果他刚出领主商城 就恰巧碰到从伏地中走出来的李雅和他的侍女玉桥 两人四目相对 陛下 你昨晚一直待在这里吗 李雅疑惑道 两人私底下 以陛下或者真名互相称呼 但大庭广众之下 李雅自然还是会叫周周陛下的 周周刚要说话 就看到周承明那张油腻的中年老男人脸 从房间中伸了出来 笑呵呵道 对啊 昨晚陛下在我这里玩了一小游戏 对了 我们约好今晚也一起玩游戏 大概率也会通宵的 周周 李雅 陛下 原来你昨晚说要去做的事情就是玩游戏 李雅恍然大悟道 不是 不是那样的 你听我解释 周周连忙解释 开什么玩笑 我是那种因为游戏而耽误正事的人吗 不用解释 李雅走了过来 笑道 我一直觉得陛下的生活太紧张了 除了发展领地之外 陛下几乎没有自己的业余爱好来放松身心 现在能看到陛下在发展领地之外 有一个其他喜欢的爱好 臣妾也很开心 那臣妾先走了 今晚就不过来了 祝陛下玩得开心 李雅和玉巧离开了 玉巧临走之前还一脸惊奇地看着周周 仿佛不敢相信 这个打下四个出击王国的男人 居然为了玩游戏 去陪一个中年油腻大叔 而不陪自己的夫人 你觉得是故意的 对吧 两女离开后 周周一脸忧怨地看向周成明 绝对不是 周成明当即否认 随后认真到陛下的夫人 确实是贤后之选 陛下可要珍惜啊 这是自然 周周点了点头 她就算再迟钝 也知道 李雅是个值得珍惜的好女孩 而且 从以往她为极光王国上下奔走的事迹来看 这个女孩也有资格当一国之母 周周早已在心中 把她当成自己的真正妻子来看待了 这也是她为什么直接管理员前教岳父的原因 两人随后 没有多交谈 周周回到终极领主伏地后 就立刻使用了元出灵族的血脉 很快 她就感受到自己的心脏在发热 好像开始在郁郁什么东西一样 与此同时 文字提示出现在周周眼前 您吸收了一份元出灵族 真神上级 您的混沌人族血脉 被发掘出了更多的潜力 晋升为史诗上级血脉 您的六感能力得到大幅度加强 您觉醒了超凡上级 可成长混沌人族种族天赋 原本的初级混沌之心 晋即为终极混沌之心 您觉醒了史诗上级 可成长混沌人族种族天赋 原本的终极混沌之心 晋即为高级混沌之心 您觉醒了真神上级元出灵族天赋 世界之主 您觉醒了真神上级元出灵族天赋 元出之灵 您觉醒了真神上级元出灵族天赋 世界猎喜 您觉醒了真神上级元出灵族天赋 雷霆之神 您觉醒了真神上级原初灵族天赋乌云之神 您觉醒了真神上级原初灵族天赋神力操控 您掌握了原初灵族常识传承 您掌握了原初灵族秘星传承 您的天赋雷霆免疫得到大幅度增强 您掌握了真神上级法则记雷霆神毛 您掌握了真神上级法则记雷霆神区 周周看到文字提示后惊喜不已 这原初灵族果然没让自己失望 居然让自己超凡终极的混沌人族血脉 直接提升一个大阶级还多 直接跃升到史诗上级层次 他立刻看向觉醒的这些能力 种族天赋名称 高级混沌之星 天赋级别 史诗上级可成长 天赋描述 您的悟性 思维反应能力 法则清合度已经接近生灵的极致 能够轻易领悟各个领域的职业能力 甚至是法则能力 甚至可以从无到有的领悟一项全新的法则能力 周周看到这个天赋能力 眉头不有一条 好强 之前的初级混沌之星 只说自己的悟性和思维反应能力得到了大幅度增强 现在却已经告诉自己 已经接近生灵的极致了 随后的描述更让人震惊 他现在的悟性 居然可以从无到有的领悟一项全新的法则能力了 也就是说 他就算不依靠神格碎片来领悟法则记 也可以通过闭门造车 自己单独领悟出一个属于自己的专属法则记出来 成为神灵的前提 就是要领悟出属于自己的法则 这个高级混沌之星的价值 恐怕不亚于我之前给许安的神灵之书 甚至超出都有可能 周周想到 这个想法让他精神顿时一阵 他之前还有些迷茫 自己未来的神灵之路该如何走 现在有了这个种族天赋在 应该会在未来成神的路上帮自己不守 然后他看向下一个原出灵族的种族天赋 种族天赋名称 世界之主 天赋级别 真神上级 天赋描述 你的体内流淌着原出灵族的血脉 这种万界顶尖的血脉 让你的心脏之中孕育着一方小世界 而你就是这个小世界的世界之主 在这方小世界里 你的地位堪比创世神灵 大道之主 你在小世界中 可以轻易做到现实世界中做不到的事情 并且随着本体实力的增长 你的小世界也会随之扩张 你的能力也会随之变强 当你突破到下位神层次后 这方小世界可以脱离你身体的束缚 进入诸天万界之中 成为一个可以独立生存的小世界 周遇来了 原出灵族最根本的天赋 周周看到这个灵主天赋后 眼睛顿时大亮 他立刻内视看向自己的心脏位置 之前吸收着血脉的时候 他就感受到自己的心脏隐隐发热 似乎出现了什么变化 现在他的心脏的变化 已经渐渐平复下来 应该是改造完成了 周周看过去 结果惊讶地发现 自己的心脏 此刻居然变成了一个透明的心脏 心脏的周围更是隐隐有玄奥法 则纹路流转 跟之前看到的 原出灵族的血脉一模一样 不过有一点不同的是 在自己透明心脏的周围 还环绕着一缕缕混沌之气 这些混沌之气 时不时地融入进他的心脏之中 让他的透明心脏 渐渐染上淡淡的混沌色 按照提示所说 我的混沌人族血脉 应该是在优化 这原出灵族血脉改造后的心脏 也不知道优化结束后 我的血脉又会发生什么变化 周周看到这一幕 心中猜测到 他的混沌人族血脉 本来就有优化提升血脉的能力 没想到 居然连原出灵族 这种最顶级血脉 都可以进行优化提升 他没有多想 看向下一个种族天赋 种族天赋名称 原出之灵 天赋极变 真神上级 天赋描述 原出灵族 作为诸天万界诞生之初的 第一批种族生灵 其存在本身 便受到至高意志的钟爱 更容易感受到 天地间无处不在的法则 从而促进自身的成长 当原出灵族陨落后 自身的小世界 将会进入诸天万界之中 成为诸天万界的 无尽世界之一 周 该种族天赋 正在被混沌人族血脉 进行优化 原来原出灵族的来头 居然这么大 居然是诸天万界诞生之初的 第一批种族生灵 而且 他们陨落之后 自身的小世界 居然会进入诸天万界之中 成为其中的一份子 难道诸天万界中的一部分世界 甚至全部世界 就是由陨落的原出灵族 变化而成的吗 周周看完这个灵族天赋后 有些扎舌地想到 另外 这个种族天赋 居然也在被混沌人族血脉 进行优化中 也不知道 天赋名称 世界裂血 天赋级别 真神上级 天赋描述 原出灵族天生对于空间法则 有着非同一般的掌控能力 并且 他们天生可以打通体内小世界 与真实世界的空间通道 将体内小世界向外界开放 从而让体内世界 和真实世界的物品和生灵 互相进出 周周点了点头 这个就相当于给体内世界 开了一扇通往现实世界的空间门 与战斗几乎无用 但对于储藏物品 和藏匿生灵方面 却非常便捷 按照他掌握的原出灵族传承中说 等原出灵族成长到神灵阶段 他们甚至还可以本体进入自己的 小世界之中 完全消失在现实世界里 到了那种境界 原出灵族的敌人 想找都没办法找 除非撕裂空间 进入空间加层之中漫游 在诸天万界之中 寻找属于原出灵族的世界 否则几乎很难找到 原出灵族的本体世界所在 往低了说 这是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幻想箱 往高了说 世界列席一开 本体一溜 真实世界的万般劫难都不加深了 可以说保命能力极强了 然后他看向下一个种族天赋 种族天赋名称 雷霆之神 天赋极别 真神上级 天赋描述 你在自己体内的小世界中 是天生的雷霆之神 你拥有无与伦比的雷霆法则天赋 可以轻易领悟雷霆系的技能 甚至法则技 只要顺利成长下去 你将来不但会成为一尊世界祖神 甚至还会成为一尊真神上级的 雷霆法则系神灵 种族天赋名称 雷霆之神 天赋极别 真神上级 天赋描述 你在自己体内的小世界中 是天生的雷霆之神 你拥有无与伦比的雷霆系法则天赋 可以轻易领悟雷霆系的技能 甚至法则技 只要顺利成长下去 你将来不但会成为一尊世界祖神 甚至还会成为一尊真神上级的雷霆 法则系神灵 真是让人羡慕的天赋啊 周周看着这两个种族天赋 有些感慨 神灵 对于诸天万界的绝大多数圣灵来说 都是渴望不可及的存在 多少超凡圣灵 花费漫长岁月都在苦苦追求 成为神灵而不得 而原初灵族却可以天生成为神灵 甚至还比神灵多了一座属于自己的小世界 跟普通神灵相比 拥有小世界的神灵 相当于天生自带一整个世界的死中之名 是世界中的世界祖神 如果走信仰成神的路线 那原初灵族根本就不带仇的 乃像普通神灵那样 还需要创建教派 传播信仰之类的 这种天生成神的血脉 乃是神灵之书 这种东西可以比的 两者相比 前者就像古代的读书人 想要当官的话 得先寒窗苦读十年 熟悉四书五经等名著 然后上京赶考 博纳万分之一的机会 才能当上一个小官 后者就像是天皇贵咒 一出生就已经被安排好以后 当什么官僚 当官之后 还能有各种人脉资源扶持 可以一路高升 至高抑制 对原初灵族的宠爱 还真是没话说 不过现在他就是我的了 从此之后 我也是个 披着原初灵族皮的 混沌人族了 周周嘴角微翘 然后看向下一个天赋 种族天赋名称 神力操控 天赋极变 真神上级 天赋描述 你作为天生的世界祖神 对于神力操控 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可以使用神力 轻易做到其他神灵 做不到的事情 这个周周不了解 不过 按照他掌握的原初灵族 传承描述中说 这个天赋在成神之后 会有大用 据说甚至可以用来创造生命 但这对于周周太远了 他也没多想 直接看向下一个 原初灵族常识传承 和原初灵族秘星 传承这个不用多说 是一种见识 眼界 知识方面的增强 暂时对实力提升作用不大 下一个 是周周很早就得到的雷霆免疫 这次又得到了原初灵族的血脉 直接把这个天赋给增强了 种族天赋名称 雷霆免疫 天赋级别 真神上级 天赋描述 中卫神级层次以下的雷系元素攻击 落到您的身上 您都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周周心中满意 他记得 原先这个天赋 只能免疫下卫神 及以下层次的雷系元素攻击 现在免疫伤害上限 提升到中卫神层次了 可以 也是个很强的提升 随后他看向觉醒的两项法则技 法则技名称 雷霆神矛 法则技品质 真神上级 法则技能力简介 操控雷霆法则之力 凝聚出一根杀伤力极强的雷霆神矛 雷霆神矛拥有极高的攻击破坏能力 尤其对于死亡 阴影 腐蚀等混乱邪恶元素 具有极高的克制能力 对于迷雾怪物 也有额外的伤害加成 法则技名称 雷霆神区 法则技品质 真神上级 法则技能力简介 您的身体充斥着雷霆法则神力 拥有万邪不清的法则能力 下卫神和下卫神以下的攻击 将无法伤害到你的身体 周周脸上浮现出笑容 他脑海中只剩下两个字 无敌 雷霆神矛和光明圣剑 这项法则技类似 都具有极高的攻击能力 并且对于混乱邪恶等存在 都有极高的克制和伤害加成效果 但与光明圣剑明显不同的是 光明圣剑的攻击特性 偏向于净化 坟灭 雷霆神矛更追求 极致的破坏和毁灭 两者相比 还是雷霆神矛更暴力一些 而且 世间万千法则之中 能克制雷霆法则的 几乎没有 这几乎是一种无敌的攻法手段 同阶对战 几乎无敌 只有大境界压制 才能压制这雷霆神矛的威力 至于雷霆神区 就更不用说了 万邪不倾听起来就很厉害 以后周周就不怕诅咒等负面 Buff加身这种事了 至于他后面 描述的免疫下卫神 和下卫神以下的攻击 更是让周周无比惊喜 这可是极凭保命能力啊 以后 他面对神灵以下的存在 基本上可以不用担心受伤 甚至死亡了 幸亏我当初是用策反 直接策反了安塞尔这位雷霆 与乌云之神 否则就算我们全军攻上去 恐怕都奈何不了他 周周唏嘘道 现在一回想起来 当初面对的那两个原出灵族 还真是够逆天的 安塞尔自然不用多说 那位天生的时空之神亚当 展示的放逐世界 和逆转时空 这两个法则计也无比逆天 要不是对方不想死磕 也看不上万族领主战场的活动奖励 万族最强领主 花落谁家 还真不一定 摇了摇头 他没有多想 他其实不在乎什么虚名 管他谁最强 万族最强领主的奖励 到手就行 随后他一边感受体内的变化 一边打开世界频道 今天就是第三天了 这休息期过得真快 过七天就好了 楼上格局小了 建议给领主放个寒假 明天就是万王之王活动了 我又开始紧张了 每次至高一致一出活动 就必然会死一大批蓝星领主 希望这次死的领主少点吧 最好死的 不要是我 我现在麾下也有一千名士兵了 也不知道能不能过得了 这次万王之王活动 一千名士兵还算可以 建议去给土著国家当雇佣兵用 这样还能白嫖下他们的训练资源 哈哈 我就是这么做的 我麾下只有一千多名士兵 而且大部分都是新兵 几乎没有什么战场作战经验 后来我送了五百新兵过去 给土著王国当雇佣兵 结果回来的时候 感觉他们个个都成精兵了 我现在士兵缺 最关键的是 缺兵器何技能书啊 草了 这只高大陆的暴率真是坑爹 我试过了 平均一百个怪物 才能爆出一件装备或者技能书 这什么垃圾暴率 确实 这暴率比我玩的传奇还感人 求技能书 求装备 求包大腿 各种求 周周看着世界频道上的聊天内容 本来因为得到原初灵族血脉 而有些高兴的心情 也稍微冷静了一些 明天就是万王之王活动了 好在我周边的敌队王国都被清理了 不然我一边进行着活动 一边还得防范他们偷袭 至于兵鬼王国和那些异族王国 我昨天才击败了他们一次 短时间内 他们在不摸清我底细的情况下 应该不会贸然出兵再来找我开启战争 周周想到 至于今天 他并不打算再派兵出去征战了 因为今天是自己的建国大典 这种日子里 自己作为主角 注定会很忙 肯定是没时间出去的 并且建国大典这种日子 在派兵出征 多少有些不太好 反正也不差这一天 就当给自己 士兵们和领民们放个价 让所有人都轻松一天 明日在恢复之前的发展节奏也不吃 想到这里 周周自己都觉得心里轻松不少 随后他又想到了世界频道上的领主们 关于技能书和装备的需求问题 正好把我我昨天得到的那批技能书和装备给卖了 希望这次售卖这些技能书和装备 能够把我刚刚买原出灵族血脉的付出都赚回来 不行赚一半也行 周周想到 随后他立刻打开交易所 然后直接往上面放了一本技能书和两亿件装备 如此海量的技能书和装备 刚刚一进入交易所 就瞬间引起了大量领主的注意 并飞快提升到浏览量排行榜第一名的位置 世界频道上的领主们 也再次惊叹于娇阳国王的大气 周周则没在意这些 虽然放假了 但该做的事情 还得做呀 他把交易所界面关掉后 就直接起身向召唤之门的方向走去 召唤之门前 周周看着眼前的建筑 文字提示出现 提示 是否立刻召唤 是 下一秒 召唤之门骤然亮起明亮的白光 随后大量领民们从里面纷纷走了出来很快 四千名新领民就全部从召唤之门中走了出来 见过领主大人 四千 所有新领民恭敬道 欢迎各位加入交洋城 周周孝道 随后他让所有职业者站出来 发现这次赫然召唤出235名职业者 比正常召唤多出来了29名职业者 然后他开始查看这些职业者领民的信息 只见这206名职业者领民中 其中有一名钻石终极武师 一名钻石终极破刀兵 一名钻石终极恶魔术士 一名钻石终极铁匠 两名钻石终极建筑师 其余的都是钻石下级和以下层次的生活职业者和战斗类职业者了 周周满意地点了点头 一天召唤出6名传说度人才的感觉就是爽 遥想当初 赵长手刚来的时候 作为一名传说度人才 他也只是一位白金上级的建筑师而已 现在他正常召唤出来的领民中 就有两名钻石终极的建筑师了 更不用说其他四名钻石终极的职业者了 这么一看 自己这段时间还真是进步挺大的 周周笑了笑 但也没有骄傲 他知道 自己要走的路还很远 眼前自己所拥有的成就 对于自己的目标而言 根本不算什么 随后他让旁边的工作人员 安排他们这些新领民的工作 然后正当他想带着士兵们 前去清理时光遗迹的时候 一名士兵忽然急匆匆从远处跑了过来 来到他的面前 毕 陛下 外面有很多流民远道而来 说 说要加入我们交洋王国 成为我们交洋王国的领民 他气喘吁吁道 眼睛瞪得溜远 仿佛看到了什么极为吃惊的景象一样 周周却有些意外 他有征服者的拥戴 这项白银级领主天赋 又因为民生在外的原因 每天他的领地 都会有几百甚至几千的流民远道而来 想要加入他的领地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他这么慌张干什么 新来的 没事 你们看着接收他们 成为我们国家的领民就行 周周随口答复道 并没有太在意这件事 陛下 不是我们不接收 实在是情况超出了我们的控制 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了 是政府城主特意让属下过来 请陛下过去看看的 士兵道 周周一愣 郑书让我过去 走 周周一改注意 立刻说道 如果真是郑元旗让他过来的 那恐怕事情确实有点不对头 到底是怎么回事 周周心中疑惑 刘明还能闹出什么事来 片刻后 周周乘坐新夜号飞船 来到了至高之域城墙这里 之所以乘坐飞船 不是因为周周懒 实在是因为 如今的郊阳王都实在是太大了 他升级的领地 所提升的领地疆域 并不是整个王国的领地疆域 而是单单只郊阳王都的领地面积 而如今钻石终极层次的郊阳王都 它的面积是多大呢 答案是 足足八千万平方千米 以前的他所在的地球表面积 也不过只有五 一亿平方千米而已 如今 光是整个郊阳王都的面积 就已经达到了六分之一地球大小 听起来很夸张 但在能够容纳万族领主 彼此征战的至高大陆上来看 这么大点面积 估计也就相当于 沙漠里的一粒沙子的表面积大 正因为如今的郊阳王都面积太夸张 所以周周才乘坐星夜号过来 而就在他登上城墙 看到城墙下的流民的时候 他顿时被眼前的一幕 给惊得目瞪口呆 卧槽 什么情况这是 陛下知道 臣为何不得不将陛下请过来了吧 一旁等待两久的郑元旗 听到周周脱口而出的话后 不由苦笑说道 周周没有说话 他目光落在城墙之外 那如同海潮一般 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流民大潮上 这些流民中 除了部分贫苦的流民外 大多数领民居然看起来 生活条件都不错 一副穿金带银的样子 不少流民身上 还散发着明显的超凡者气息 你们这么有钱 还是超凡者 当什么流民啊 周周惊了 他们都是流民 周周忍不住问道 是的 郑元旗老实回答 有多少人 没有统计过 但据下属估计 估计有一百万流民 周周 是我疯了 还是这个世界疯了 哪有直接来一百万流民的 难道附近发生大国战争了 所以海量领民才会流离失所 寻找新归宿 周周心中满是问号 派人去这些流民中 询问他们 为什么来我们这的理由了吗 周周问道 陈刚刚已经派人过去询问 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了 郑元旗道 周周点了点头 两人随后没有多说 而是继续看着眼前的百万移民潮 看着看着 周周发现一个奇怪的事情 那就是 这百万流民中 居然以年轻人居多 并且是以年轻女性居多 占据了八成以上的流民数量 这是怎么回事 周周心里越发疑惑了 在她的了解中 流民人群 大多以老年人 或者年轻男性为多 女性也有 但占比从来没这么高过 毕竟 女性在流浪方面 不是很占优势 不是每个女性 都是超凡职业者 可以承受流浪 对于体力抑制的考验的 郑元齐明显也发现了这件事 眼中的疑惑也更多了 没有让他们等太久 一名士兵很快跑了过来 对他们恭敬道 陛下 正副城主 属下刚刚已经了解了一些 他们为什么集体来到 咱们交洋王国当领民的原因了 说 周周到 从他们的回答来看 除了少数流民 是因为战争苦难 和我们交洋王国的民生 来到我们交洋王国定居外 其他绝大部分流民 尤其是那些 以年轻女性为主的流民 他们来到我们交洋王国 当领民的原因是 士兵说到这里的时候 脸色有些古怪 有些想笑 但又有些骄傲 是因为他们 想变得更好看 他们好像是听说了 陛下让全国领民 变漂亮和英俊的事情 这件事情传到外国之后 这些外国领民 尤其是外国女性领民 就纷纷连夜赶过来了 周周 郑元齐 仅仅为了变好看 就不远万里 来到我们交洋王国 年轻人啊 郑元齐有些感慨 他虽然有些意外 但感觉 这件事也在情理之中 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嘛 而且 陛下的这首 让全国人民变美的能力 也确实让人咽现 他忽然想到了什么 神色忽然激动起来 陛下 他看向周周 激动到 陈觉得 这些领民的到来 是一件大好事啊 咱们交洋王国 因为以士兵 本来占据领民主体的原因 男性领民的数量 几乎占据 全国领民数量的 90%以上 这种占比 哪怕因为 极光王国领民的加入 其实也并没有改善多少 陈从很早之前 就一直在担忧这件事了 陈之前想过 通过一些好的移民政策 将其他人族国家的女性领民 移民到我们国家来 但除了极光王国外 其他人族国家 距离我们交洋王国都太远了 没有空间传送阵的帮助 很难在短时间内 移民一大批女性领民 加入我们交洋王国 解决我国的男女领民数量 严重不平衡的问题 但现在有了陛下 让领民变美的手段 这个问题 就已经迎刃而解了呀 我们交洋王国的领民 样貌可以提升优化这件事 还只是刚刚传播出去 仅仅是一夜时间 就来了百万女性流民 那随着时间越来越长 传播的范围越来越广 每天来到我们交洋王国的女性领民 绝对会越来越多 而且短期内 绝对不会出现 流民数量下降这种状情况 等到未来之后 一天来到我们交洋王国的流民 就有可能达到千万甚至上亿之多 以后我们交洋王国 就再也不用愁女性领民的人口来源了呀 郑元祺越说越激动 仿佛已经看到了亿万流民 疯狂涌入交洋王国的盛况 周周文言也被郑元祺说的未来给吸引了 郑叔说的没错 这种事情确实极有可能发生 这么一来的话 他们交洋王国洋气过重的问题 确实可以得到解决了 快安排他们成为我们交洋王国的领民 周周想到这里 立刻说道 臣在陛下来之前 就已经安排了上万官员来解决这件事了 只是因为流民数量太多 一时之间看上去不明显而已 郑元祺笑着说道 周周文言点了点头 他看着城墙之下的百万领民 心中越发感慨 没想到 没想到 一个小小的青铜级领主 天赋美颜 居然给他带来这么大的好处 则则 一天就招来百万领民 并且未来过亿领民加入 也极为可能 这种吸引领民的效果 就算是钻石 超凡级别的领主天赋 也做不到吧 没想到自己不在意的领主天赋 居然还是个宝贝 而且有了这么多女性 新领民的加入 再加上他国内 本来就多的男性士兵 桃花运这个青铜级领主天赋 也将派上巨大用场 乖乖 这么一想 这两个领主天赋 还真是绝备 周周想到这里 心中更高兴了 他看着下面的百万领民 看着看着 又想起了一件事情 是了 也只有家底丰厚 或者本身就是超凡者 或者两者具备的女性 才有能力一夜之间 就来到交洋王国 则 这是来了一大群 白富美女性啊 周周脸上浮现出笑容 他领地内的那些单身男性 有福了 他们来的也是真巧 正好赶上我们 交洋王国的建国大典 郑元祺这时也感慨道 建国大典什么时候开始 周周闻言问道 即时是上午十点 郑元祺恭敬道 到时候通知我 周周说道 然后转身离开了 随后他带着士兵 先清理了一遍时光遗迹 又去了一趟石魔巢穴 召唤今天的126名石魔 最后来到了怪物牧场 他看着眼前的怪物牧场 如今的怪物牧场 在牧场数量达到50座 单座怪物牧场 培育5万牧场怪物的情况下 培育的总怪物数量 赫然已经达到了250万之多 其中 培育黑尾物邪 产出独弩兵招募书 和转值证明的怪物牧场 有两座 培育死灵骑士 产出灰光骑兵招募书 和转值证明的怪物牧场 有两座 培育枯萎之树 产出树星宝石 和玉阳树树种的怪物牧场 有三座 培育石铁熊 产出石铁熊宠物弹 牧场有11座 培育风暴魔灵 产出王国级兵种 风暴之灵招募书 和转值证明的怪物牧场 有24座 这就是当前怪物牧场的现状了 周周也没废话 直接开始带兵清理 片刻后 怪物牧场清理完成 并提取了所有战利品 物质星方面 一共获得1750万颗青铜集物之星 1050万颗白银集物之星 700万颗黄金集物之星 612万5千颗白金集物之星 253万7500颗钻石集物之星 8万7500颗超凡集物之星 另外还有 1400万颗本兵种转值证明 137万5000本 黄金之王招募书 15万5620本 独弩兵招募书 960本 元素弓箭兵招募书 25万7595本 辉光骑兵招募书 300万本 风暴之灵招募书 215份 军团之正 碎片 120万1500颗真性级 星红结晶 83万5100颗前性级 星红结晶 46万3300颗狂性级 星红结晶 1500颗本 白金级和黄金级的 作器契约 20万颗 石铁熊宠物弹 20万件 孔损羽翼 和孔损三型雷达 5960万单位元金 至于其他战利品 这里就不多描述了 周周看着这些战利品 目光几乎第一时间 就落到兵种上 当他看到这么多 兵种招募书的时候 他嘴角的笑容 想压都压不住了 哈哈 他大笑了起来 足足478万 9175本 兵种招募书 等一会儿 从召唤之门中招募出来 就是足足478万9175名 新领名 乖乖 他现在麾下的总兵力 也才538万3863名士兵而已 这几乎等于一个 新的交洋王国的总兵力了 加起来更是达到了 1017万3038名士兵 放在外界来看 这几乎屁美五个老牌 出级王国的总兵力了 如果跟刚刚建立的 出级王国比 等于十个新晋升的 出级王国总兵力 都没有问题 如果算上 星辰联盟的 840余万兵力 他能掌控的兵力 已经快到2000万了 之前弗洛伊德搞的 一族联军 也就差不多这个数量而已 而那可是18个 一族王国的联军 他现在居然就已经达到了 连周周自己 都被自己实力提升的 速度惊了一下 随后他便是惊喜和兴奋 不愧是连升两级的 怪物牧场 这提升真没让我失望 他没犹豫 直接带着这400多万招募书 来到召唤之门 并花费物质心 将这400多万新兵 一次性全都招募了出来 很快 足足400多万新兵 就整整齐齐地出现在周周面前 见过陛下 400多万新兵 齐声怒吼道 声音之大 震天动地 刚刚加入 郊阳王国的女性心领名 听到这个声音 身子都软了 也不知道是被吓的 还是其他原因 诸位既然来到郊阳王国 以后就是自己人了 我周周 作为郊阳王国的国王 再次保证 一定不会亏待各位 周周看着这400多万新兵 心情也是极好 极少在这时候说话的他 这时候 也对这些新兵说了两句 众新兵也很兴奋 虽然他们刚来郊阳王国 但也能从周围人的身上看出 他们加入的是一个强大的王国 毕竟那种腰杆子挺直的气势 和那种自信自豪的眼神 是骗不了人的 随后这些新兵 就被白云他们 带去加入郊阳军团了 就在这时 郑元旗带着12个人走了过来 陛下 郑元旗恭敬道 见过陛下 见此 他身后的12人 也纷纷恭敬道 周周点了点头 这些人是 他的目光看向郑元旗身后的12人 陛下 他们是陈在接收新领名的过程中 发现的特别优秀的领名 其中三位 身份更是不凡 所以陈就想着 把他们带过来给陛下看看 郑元旗道 周周文言又认真看了一遍这12人 很快 他就眼睛一亮 因为他发现 其中三人身上 竟然隐隐散发着英雄的气息 周周立刻明悟 这应该是自己的征服王国 被领主天赋征服者的拥戴奖励的 三名超凡级英雄 投奔过来了 至于另外九人 他看了眼信息 发现是九名超凡级别的生活职业者 这应该就是三次蓝星全频道 领主公告奖励的 九名传说度人才了 想明白后 他脸上浮现出笑容 欢迎各位加入郊阳王国 本王相信 本王的国度 绝对不会让各位失望的 周周道 12人连忙回应 态度上丝毫不见巨傲之色 他们虽然是难得一见的人才 其中三人 更是拥有超凡级别的英雄位格 但他们进入郊阳王国之后 顿时发现 也只是能人辈出 别说超凡级别的人才了 就算是史诗级别的人才 甚至是史诗级别的英雄 都并不少见 这让他们如何骄傲的起来 不过这并不让他们失落 反而让他们更加兴奋 觉得自己加入郊阳王国 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毕竟谁都会希望 自己所在的国家 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而眼前的郊阳王 更是让他们心惊和叹服 他们来之前都已经听说了 这位坐拥郊阳王国的郊阳王 不但麾下能人辈出 而且自身也是一个超级猛人 他那一人一毛 独自斩杀七名异族英雄的事迹 已经传开了 甚至有人传说 在整个郊阳王国里 人族之身的郊阳王 才是战力最强的那个人 毕竟有实打实的战绩为证 而这样猛的人 说话居然这样和蔼 和他们交流时 一点居高临下的居傲感都没有 让人如目春风 这简直太难得了 有这样的君主在 又有这么多猛人扶持这位君主 这郊阳王国的未来 只要不出意外 简直就是一片光明啊 所有人心中都这样感慨的 周周看着眼前这十二人 尤其是那三名超凡位格的英雄 嘴角有着压抑不住的笑容 就在这时 远处又来了十一个存在 这十一个存在中 有六名是人族 五名则是迷雾怪物 此时他们的身上 赫然都散发着不弱的英雄气息 见过陛下 他们来到周周面前后 立刻齐齐单膝跪地 恭敬而狂热道 看到他们这副姿态 刚刚加入郊阳王国的 三名超凡英雄顿时都懵了 随后便是深深的震撼 这还是一个 刚刚建立不久的人族王国吗 不说他们 刚刚沿路看到的那些英雄 眼前这十一名英雄 是怎么回事啊 什么时候 英雄这种有着极高地位的存在 开始像大白菜一样 可以批发着来了 正常一座新建的初级王国 不应该只有三名英雄 才正常吗 眼前这一幕 他们如果不了解情况的话 估计会以为 他们来的是一个老牌中级王国 甚至是新进的高级王国呢 与此同时 周周看着这十一名 向自己单膝跪地的英雄 点了点头 随后笑道 看来 你们的英雄传承 都接受得很顺利 怎敢让陛下失望 十一名英雄 齐声恭敬道 不错 周周微笑道 这十一名英雄 不是因为别的原因而诞生的 正是周周亲自造就的 他昨日率领大军 在异族联军战场上 击杀了十一名异族英雄后 便提取了他们体内的 十一本英雄传承秘典 在带回交洋王都后 周周几乎立刻就把他们 交给白云 五星等主要将领 让他们根据 昨日战场上士兵们的表现 按照军功高低 将这十一本 英雄传承秘典 奖励给获得军功 最高的排名前十一名士兵 不论出身 不论种族 不论职位 不论资历 只论军功 这便造就了眼前 这十一名新英雄 他们之中 最低都是史诗位格的英雄 最高则是传说位格的英雄 实力也都在超凡和史诗层次 这等位格和实力 哪怕在中级王国 甚至是高级王国 都足以担任国家支柱级别的存在了 而现在 他们都是周周这个 刚刚建立王国 每两天的新国王的下属 这传出去 估计会让外界 无数种族的生灵震惊 周周自然相当高兴 有了这十一名新英雄 再加上刚刚加入的 三名超凡位格的英雄 现在他麾下的英雄数量 赫然已经达到了三十一位 试问 那个初级王国 能有这等雄厚的英雄储备 更不用说 在他的军功兑换系统中 还有三本英雄传承秘典 尚未被兑换呢 如果极光王国的那三名英雄 愿意来投靠他的话 就又是三名英雄 不能骄傲 我现在虽然发展得不错 但跟精灵帝国那种 作用数百英雄的帝国相比 还差得很远 更不用说 更高层次的国度了 而且在当前 中级王国 甚至是高级王国 作为同样的王国级领主势力 也是有资格对我出手的 谁知道 有哪个逆天的中级王国 甚至高级王国 也有我这等势力 甚至更强 周周默默想到 心中刚刚升起的骄纵之心 顿时消散了 不是他不想膨胀 实在是在这个危险的世界 膨胀没有丝毫好处 谨慎点总没错 你们去准备准备 一会儿一起参加 本王的建国大典吧 不过要注意低调 本王暂时不想外界的 那些敌人知道 本王麾下 有你们这么多英雄 周周到 一会儿在建国大典上 他们作为东道主 肯定会举行阅兵 向来可展示他们的实力 但周周自然不会傻到 仅仅因为想要炫耀 就在建国大典上 将自己的全部实力 都暴露出去 把之前显露出来的实力 再展现一遍就可以了 至于眼前这些新英雄 就让他们暂时低调一些吧 是 陛下 十四名英雄恭敬道 随后 就被郑元旗带走 安排各自的住处和职务了 与此同时 就在郊阳王都这边 紧锣密鼓地准备建国大典的时候 远在百里之外的一处地窟中 七名种族各异 模样各异的一族聚集在这里 他们有一点相同的事 他们的身上 赫然都散发着英雄的威压 而此时 这七名英雄中的六名英雄 正看着远方郊阳王都的方向 眼中充斥着仇恨阴朗之色 我们的王国战死了英雄和百万大军 整个王国都因此而败落 那郊阳国主居然在王都里 大操大半举行建国大典 我的儿子被那郊阳国王一毛击杀 此仇不共戴天 真想生食其肉 该死的郊阳国王 我总有一天要负灭他的国家 六名异族英雄愤恨到 只有最后一名英雄 坐在一块巨石上 神色平坚儿 阴冷地望着郊阳王都的方向 他大概有十多米高 身体累人而消瘦 四肢细长 通体覆盖着一层冰蓝色的冰晶 就连一双眼瞳都是冰蓝色的 身上隐隐散发着阴冷的气息 正是来自终极王国 冰鬼王国的一名传说级英雄 冰血鬼刺阿诺 何必要等到以后 有我给你们的随机传送卷轴在 你们大闹一场之后 直接使用随机传送卷轴离开 这郊阳王再强 还能追到亿万里之外找你们去 你们的安全大可放心 到时候尽情破坏便是 阿诺冷冷说道 以他的实力 就算在冰鬼王国之中 也是排名前五的存在 对于陛下安排他到这里来 对付一个新晋出击王国的国王 他其实心里是相当轻视的 不过他一想到对方的战绩 他心中又来了几分热情 这郊阳王能够以一己之力 在战场上接连击杀七名异族英雄 肯定不是因为他的实力有多强 一定是因为他手中 掌握着足以越界而战的宝物 也许就是他成为上一个活动的 万族最强领主后 至高意志奖赏下来的至宝 只要我将他杀了 他身上的宝物就是我的了 到时候 我在冰鬼王国中的地位 一定可以大大提升 甚至说不定可以接纳宝物 一窥成神之境 踏足神灵位格 到时候 冰鬼王国将以我为尊 阿诺越想 心中就越激动 恨不得现在就飞到焦阳王都去 斩了那焦阳王 拿到他的宝物 不过还在 他还算冷静 知道无论什么时候 都要谨慎 在治高大陆这片地方 因为仗着境界高 就轻视低境界职业者 最后被低境界 职业者反杀的势力不要太多 所以 他虽然心里轻视对方 但还是决定要全力对付对方 阿诺看向这六名异族英雄 这六名异族英雄 分别来自六个异族王国 正是之前异族联军中的六个王国 至于其他参与异族联军的王国势力 因为被焦阳王的战绩给吓破胆了 在听到冰鬼王国 又想要对付焦阳王时 根本就不想派出英雄来助战 这六名英雄之所以能来 除了他们冰鬼王国 需以重力之外 还有一点原因就是 焦阳王斩杀了他们的英雄和士兵 让他们的国度受到重创 因此产生了极大的仇恨 在仇恨和利益的驱使下 他们才赶过来赴今日之事 你们做了什么准备 阿诺瞥了一样 这六名异族英雄淡淡问道 其他英雄文言 立刻说了自己为今天准备的手段 阿诺就神色平淡地听着 作为终极王国的传说魏格英雄 这些超凡 使侍魏格式之为最强底牌的手段 其实在他这里 也就是寻常底牌而已 直到他听了两个异族英雄准备的手段后 他才真正打起了精神 这两个异族英雄 分别来自摩雷王国和灵谷王国 前者准备了一张 具有中卫神下级威力的 万雷风暴魔法静咒卷轴 据说这是对方的建国皇帝 魔元王 在临终前 献祭自身 又融合多种神级材料 才铸就而成的中卫 神级威力的静咒卷轴 而灵谷王国的英雄 则带来了一份下卫神层次的死咒血骨 虽然这份死咒血骨 只是下卫神层次 看上去威力低于 魔雷王国的万雷风暴魔法静咒卷轴 但这份死咒血骨之中 却蕴含着一份完整的法则计 法则计倒不算什么 在座的都是老牌初级王国 阿诺更是出身老牌中级王国 看上去 王国层次很低 只能接触超凡 史诗传说层次的力量 但都在这高大陆 存续了数百上千年了 谁家里没点能够越界而战 震慑敌国的底牌 法则计虽然高端 但在他们的眼界中 最多算是正常的镇国之宝 算不上稀有的护国之宝 不过 当那灵谷王国的英雄 说出这法则计的法则性质时 在场的所有英雄 包括阿诺在内 神色顿时都变了 所有异族英雄 都恐惧地 看着这条血色的小虫子 仿佛这条小虫子的身上 蕴含着绝大的恐怖 而阿诺则在恐惧之余 眼中更是隐晦地闪过贪婪之色 要不是顾忌王国命令 再加上家族血脉还在王国中 他现在都想放弃这次的任务 抢了这个小虫子 远走高飞了 不愧是手段最诡异的灵谷王国 没想到 你们居然连蕴含 几死法则计的蛊虫 都能培养出来 阿诺强行收起眼中的贪婪 但笑着试探说道 我们灵谷王国祖上 本就是曾经万古帝国的一脉分支 这死咒血骨 也是祖上传下来的 现如今只剩下这一尊了 并且 也只有像我这种 蕴含万古帝国血脉的族人 才能够勉强操控他 其他不具有万古帝国血脉的生灵 是没办法支配这死咒血骨的 强行支配 还会遭到死咒血骨的反噬 灵谷王国的英雄 神色平淡地说道 听得其他英雄 眼神闪烁不定的同时 也有些失望起来 阿诺文言也勉强打消了 抢夺这死咒血骨的想法 看到众义族英雄的表情后 灵谷王国的英雄 表面上神色毫无变化 心里则松了口气 他冒着巨大风险 将这唯一一尊死咒血骨带出来 就是为了暴灵谷王国首席大祭司 也就是在义族联军战场上 被焦阳王击杀的异族英雄 磨牙之仇 他与磨牙是一起 从小长到大的亲生姐妹 感情深厚无比 听到磨牙被焦阳王杀死后 就决定带着这灵谷王国的质宝 死咒血骨过来了 现在他只希望 能亲手斩杀那焦阳王 为他姐姐报仇 当然 顺便能为自己的国家争取些利益 也是他想要看到的 华仙说明白了 如果我能用这死咒血骨 击杀那焦阳王 等焦阳王国覆灭后 种族神器我可以不要 但是焦阳王国的财富 我要代表灵谷王国要三成 他冷声说道 这是自然 如果真能杀了焦阳王 手工就是你的 三成财富算什么 没错 阿诺等异族英雄 纷纷答应下来 至于真正的想法是什么 就不得而知了 他们又商量了一番具体行动事宜后 阿诺站了起来 好 那我再说一遍 这次行动的目标 我们主要的目标是 毁掉焦阳王的建国大典 同时尽量试探出 这焦阳王的手段 次要目标才是击杀焦阳王 当然 如果我们真能击杀那焦阳王 次要目标和主要目标 就无所谓了 毕竟主要目标 本来就是为次要目标服务的 阿诺说道 明白 六名异族英雄文言点了点头 那就准备行动 好 是 与此同时 焦阳王都终 终极领主伏地 此时时间是九点半 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建国大典就要正式开始了 刚刚换上帝龙黄袍 准备去建国大典会场的周周 心中忽然产生了一丝莫名的紧张 这紧张非常明确 而且仿佛离自己不远的样子 周周微微眯眼 他知道 这是自己的危险预知被触发了 有敌人想要对我不力 他心里并不慌乱 他从崛起开始 一直到现在 不知带兵斩杀了多少对手 因此也积累了很多敌人 这些敌人在今天这种重要日子 选择对自己下手 对他来说 也不是不能理解的事情 不过 今天这么一个大好日子 可不能让老鼠屎给破坏了 周周难难道 想到这里 他心念一动 一个宝物忽然出现在他眼前 正是从极光王国得到的宝物 大迁江山图 让我看看 你们这些家伙在哪 周周看着眼前的 精神集中看向危险预知 告诉他的方向 下一秒 他眼前一黑 随后周围迅速出现了新的场景 他看着这里的景色 只见这里周围生长着 整整齐齐的御阳树 而在远处 还有一个小城市 那城市的城墙之上 雕刻着一个石碑 上面书写着三个大字 居然在御阳城 周周记得这个地方 御阳城所在的地方 原本是一处 名为枯萎陵园的区域领地 正是怪物牧场怪物 枯萎魔术的来源地 至于这御阳城 原本名叫枯木村 后来加入交洋领后 由于全员对周周都很忠心 所以得到了重点培养 其中部分领民 被分配到了原住地 在这伙人的齐心协力 共同建设之外 不久之后 御阳城就诞生了 他大概看了一眼 发现御阳城领民 没有被祸害后 便看向危险预知感知的方向 很快 他就看到了 冰鬼王国的英雄 以及其他六名异族王国的英雄 同时也从他们 时不时的商议中 知道了他们的目的和来历 原来是异族联军背后的敌人 我还没去找你们 你们居然又找上门来了 周周看着这一幕 神色顿时意冷 就在这时 谁 冰血鬼刺 阿诺 似乎隐隐感觉到了什么 猛然转头看向周周所在的方向 历声说道 其他六名异族英雄一惊 连忙看过去 却什么都没有看到 阿诺大人是发现什么了吗 一名异族英雄 惊疑问道 奇怪 刚刚我隐隐感知到 有生灵在窥视我们 结果转身一看 居然什么都没发现 难道是我的错觉 阿诺中没到 其他英雄文言也是一惊 连忙放出感知 去观察四周 结果 他们自然什么也没有发现 他们见此也没说什么 只以为是阿诺大人 有些疑神疑鬼了 阿诺见此没有说话 梅雨间却多了几分疑惑 难道真的是自己疑神疑鬼 郊阳王都 终极领主扶地内 这兵鬼王国的英雄 感知还挺敏锐 居然差点发现我的意识体了 周周目光从中收了回来 神色平静地想道 不过 其实发现了也没什么 当他看到这几个家伙的时候 就注定了这些异族敌人的死期到了 周周心念一动 通过军团面板 迅速召集了白云 五星 赤玄天 许安 郭桥等十名下属过来 见过陛下 白云 五星等人恭敬道 周周淡淡点了点头 是谁负责巡查王都周边安全 他道 禀告陛下 是心灵之剑 无图 白云公敬道 等建国大典结束后 让他去自领惩罚吧 暂定为小过级惩罚 敌人都跑到眼前了 都还没发现 这巡查有什么用 周周冷哼道 虽然他知道 以无图钻石级别的实力 很难发现那群超凡 史诗 甚至传说级别英雄的手段 但没能发现敌人 就是没能发现敌人 该惩罚就得惩罚 讲成有序 这是他作为领主最重要的处事原则之一 不过他也留情了 毕竟只是小过级别的惩罚 这种小过级别的惩罚 最多就是降一降官职 罚罚款 不然要是换了别的国家 在建国大典这种重要日子里 出现了巡查不当 让敌人翘无声息 入侵王都附近这种大问题 削去官职 点为平民 都是轻的 严重的直接责令 让其自杀谢罪都有可能 众英雄也知道 周周手下领情了 谁也没给无图求情 反而各个称赞领主仁慈 跟我走吧 会一会这群异族朋友 周周在朋友这两个字上咬得很重 是 众将士纷纷领命 周周见此心念一动 直接使用回城这项青铜及领主天赋 带着众人消失在原地 与此同时 玉阳城东南方向的地窟中 冰血鬼刺 阿诺 看着远方的郊阳王都 神色严肃地站了起来 各位 按照消息 再过五分钟左右 郊阳王都的建国大典就要开始了 各位可以 随我前往郊阳王都了 那郊阳王都的城墙 据说乃是神话传说中的 至高之域城墙 不过大家不用担心 至高之域的城墙等级 与领地等级相同 而那郊阳王到底来到 至高大陆的时间太短了 领地等级不过钻石终极而已 连超反击都没到 所以 至高之域的城墙等级 也只是钻石终极而已 挡不住各位的联手进攻的 只要那郊阳王没反应过来 来不及开启 至高之域的绝对防御模式 我们就可以迅速突入 郊阳王都中 在王都内部大肆破坏 各位到时候 见机形势 遇到危险 直接使用随机传送卷轴离开就是 阿诺说道 他来之前 冰鬼王国早早就为其提供了 丰富的情报支持 所以 他对于郊阳王都的情况 还是有几分了解的 六名异族英雄文言 心中更加踏实了几分 那就准备出 谁 发还没有受出口 阿诺只感觉心头锦铃骤响 仿佛有一股天塌了一样的大恐惧 即将降临 他的脸皮 都被这股恐怖危机 刺激地扭曲起来 几乎想也不想 他立刻拼尽全力 飞离了原地 其他六名异族英雄 心中也有差不多的大恐惧 开始四散奔逃 下一秒 轰隆隆 伴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雷霆轰鸣声 堪堪飞到天空中 躲开了这一危机的阿诺 等异族英雄转头看去 顿时吓得差点魂都快飞了 只见地面之上 一块方圆五六千米范围内的地面 竟然硬生生被一道雷霆神矛 射出了一道深渊巨坑 一眼望去 这深渊巨坑竟好似没有底一般 只有深蓝色 并带着淡淡金光的雷霆 布满整个深渊巨坑 恐怖的法则气息 在深渊巨坑周围流转 让异族英雄们望而生畏 其中有两个异族英雄 看到这一幕 不由咽了咽口水 心中忽然觉得 今天过来给骄阳王捣乱 也许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就连阿诺也吃了一惊 不过 当他看到天空中 身穿地龙黄袍 腰间挂着轩辕剑的周周的时候 他一眼就看出 此人就是他们这些英雄此行的目标 好歹 居然敢出城 不过这家伙只是超凡上级实力 居然就能使用出 如此强大的法则剑 不愧是上一个活动的万族最强领主 只要把他杀了 他身上的机缘 一定可以让我成神有望 阿诺眼中燃烧着野心的火焰 仿佛那骄阳王身上的机缘 已经是他囊中之物 至于他身边那十名下属 他只是扫了一眼 就无视一般地收回目光了 都是些史诗层次的小角色而已 虽然这种实力的下属 掌握在一个刚刚建立 出击王国不久的新国王手中 是一件很惊人的事情 但如果无视这一点 其实这种实力 对他这种传说级强者来说 也没什么 与此同时 天空中 周周看到自己发出的一道雷霆神矛 被这七名英雄躲开之后 也并不意外 这是他第一次使用雷霆神矛 这个法则剂 用起来多多少少有些生疏 再加上这些异族英雄 最低都是史诗实力的英雄 拼命爆发之下 还是能做到这一点的 随后他抬起右手 又凝聚出一根散发着 雷霆法则气息的神矛 然后虎视眈眈地看向 这七名异族英雄 他的混沌人族体质 加上原出灵族体质 两者加起来 让他体内有着极为庞大的 混沌原能 如今的他 连续凝聚出十一二根雷霆神矛 都没什么问题 在场的这七名异族英雄 说句不夸张的话 他一个人就能全部解决了 带上白云 五星 赤玄天等人 只是为了以防万一 顺便防止他们逃跑而已 而与此同时 看到那焦阳王 再度凝聚出一个法则剂之后 在场的异族英雄 除了阿诺之外 其他异族英雄 无不脸色大变 他们们心自问 面对这等恐怖的法则攻击 除了拿出如死咒血骨 万雷风暴魔法 静咒卷轴这种级别的手段外 凭他们自身的手段 是万万抵挡不住 焦阳王的这等攻击的 你们还不把底牌拿出来 想等死了再用吗 就在这时 阿诺也向他们怒吼道 闻言 六名异族英雄咬了咬牙 立刻拿出了 各自压箱底的手段 除了灵谷王国的死咒血骨 和魔雷王国的万雷风暴魔法 静咒卷轴之外 还有一族英雄 拿出了传说上级层次的 一次性爆发类宝物 也有一族英雄 拿出了可以在短暂时间内 让自己实力提升 一个大层次的炼金药剂 甚至还有英雄 小心翼翼地 从自己的空间宝物中 取出了一尊散发着半步下 为神下及气息的僵尸 一时之间 这小小的御阳城附近 居然爆发了一场 几乎堪比神级的战斗 这是把国家内压相抵的手段 都拿出来了 周周看着这七名 异族英雄各显神通 不由有些惊讶到 同时他也对这个世界的 王国级势力更加慎重了 之前的冥废王国 就能请来一位 下位神级的神灵刺杀他 而眼前这些初级王国 也能拿出差不多层次的手段 由此可见 初级王国 虽然是王国中的 最低级领主势力 但如果千百年时间发展下来 总会积攒一些 超越自身层次的手段的 我不能因为自己实力增长 就小瞧这些初级王国 周周心中默默道 与此同时 就在这些异族英雄出手的时候 不用周周下令 白云 五星 赤玄天 郭桥 许安等人也纷纷出手 为周周挡下了 这些异族英雄的手段 有抵挡的颇为艰难的 也有抵挡的比较轻松的 也有势均力敌的 不过有两个异族手段 他们却挡不了 周周也没让他们挡 这两个异族手段 不是别的 正是魔雷王国英雄的 万雷风暴魔法禁咒 以及灵谷王国英雄的 死咒泄骨 前者是直接以 滚滚雷的形式 出现在周周的正上空 将周周彻底锁定 无论周周往哪去 这雷云都会同步跟随 其他人一旦来到 雷云覆盖范围内 想要帮助周周挡 这静咒威力 不但不会成功 反而还会触发静咒机制 让雷云中蕴含的 雷霆威力得到提升 至于后者的死咒血骨 也好像锁定了周周一般 白云等人想挡下 这死咒血骨 却发现 这血色小虫子 直接穿过他们的身体 禁止向周周飞去 白云等人 还想追上来挡住 周周见此 连忙制止他们 以白云他们的体质 应该是没办法 挡下这死咒血骨的 一旦要是强行 拦下这恐怖蛊虫 自己反而会生死 圣灵级信仰神经 它有的数量 毕竟也不多 可不能因为这小虫子 被消耗一颗 随后他的目光 就落在这飞过来的 血色小虫子身上 眼看着血色小虫子 化为一道 血光向自己冲过来 周周只是淡笑着 看着这一幕 丝毫没有动手的意思 在这一刻 所有异族英雄 哪怕要分心战斗 都忍不住 看向这位焦阳王 难道死咒血骨 要成功了 下一秒 他们赫然看到 这一只死咒血骨 竟直落在了周周的身上 然后一口咬向 周周的肉身 看到这一幕 所有异族脸上 都浮现出了笑容 这焦阳王必死无疑 死咒血骨的 即死法则之力 在面对实力 低于他的存在时 触发即死法则的概率 可是无限接近100%的 这焦阳王才不过超凡上级 而死咒血骨 却是下位神级别的蛊虫 实力差距如此之大 这焦阳王要是不死 我当众斥实 等着没有后代的焦阳王一死 焦阳王国将不攻自破 到时候 他的王国的财富 我们将于取于求 一族英雄们眼神火热 仿佛已经将焦阳王国的财富 尽数收入囊中 但下一刻 他们仿佛看到了什么 让他们极为吃惊的场景一样 看着焦阳王的目光 陡然变得惊骇起来 只见那死咒血骨一口咬下之后 那足以咬破神灵躯体的虫牙 居然没能咬破周周的身体 反而被崩断了两颗牙齿 死咒血骨 见此不但没有放弃 反而被激起了血脉中的胸利 一连咬了三口 然后 他的牙就全被崩断了 他的眼睛泛起泪光 牙疼到哭了 我的身体硬不硬啊 周周以混沌员能化为一只混沌之手 将这小虫子提起来 笑呵呵地问道 他早就看出 这小虫子身上 蕴含着急死法则之力了 毕竟这种法则之力 他自己也有掌握 可以说再熟悉不过了 再加上自己早就吸收了 吉隆族的血脉 凝聚了能免疫 急死法则的吉隆之躯 所以根本不拒这死咒血骨 所以这灵骨王国 视之为护国至宝的手段 对他而言 几乎跟挠痒痒差不多 周周面对这死咒血骨 甚至都没依靠神器 暗影披风 仅仅依靠肉身之力 就将这小虫子 牢牢地挡在身体之外 随后他仔细检查了 一遍这死咒血骨 发现他身上 没什么隐藏的后手后 直接右手一滑 打开一道 通往体内小世界的世界猎系 将这小虫子 随手扔进自己的体内小世界里 面对以雷霆法则 和乌云法则为根基造就的小世界 死咒血骨 在本源属性上 可以说被克制得死死的 将它放进自己的小世界中 哪怕这小东西 是下位神级别的蛊虫 也翻不了天 随后他抬头看向天上的乌云 只见天上的滔滔乌云之中 凝聚着一尊巨大猿猴身形的 雷霆血脉之灵 此时 他正散发着中卫神下级的恐怖气息 吼 面对周周丝毫不惧 甚至还隐隐好奇的眼神 这魔猿王血脉 形成的雷霆元素之灵 仿佛被激怒了一样 顿时向周周幕后起来 随后 他立刻携雷霆万军之势 从乌云中心俯冲而下 声势宛如惊天洞般 砸响周周 轰隆隆 两者眨眼间就碰撞到了一起 残余的雷霆 直接扩散到方圆石里 好在只是些余波 白云等人倒没受什么伤害 不过即使如此 众义族英雄 还是心惊胆战地看着这一幕 哪怕对自家陛下有信心的白云等人 此时也忍不住有些担心起来 两久后 雷霆散去 只见周周毫发无伤的悬浮在虚空中 身上别说伤口了 甚至连帝龙黄袍都没有破损 我没事 安心对付敌人 就在这时 周周的声音在仲下鼠耳旁响起 听到这话 众英雄们纷纷松了口气 随后继续专心对付眼前的敌人 而看到周周毫发无伤的异族英雄们 则纷纷陷入了沉默 这娇阳王怎么这么强 中卫神级别的魔法静咒 居然都无法伤害到他 我们要不跑吧 鬼刺大人呢 也不知道鬼刺大人有没有什么底牌 他怎么还不出手 异族英雄们心中都有些动摇了 不过有随机传送卷轴在 他们仍然有跑的把握 所以 他们倒不是很慌 他们想看看 那位终极王国出来的英雄 有什么底牌手段 与此同时 周周也在看着此时的战场 至于刚刚那一道万雷风暴 对于他这位拥有雷霆神区的人来说 自然是毫无效果的 甚至还把他之前使用雷霆神帽产生的消耗 都给补回来了 他随手凝聚出两根雷霆神帽 直接向那灵谷王国和摩雷王国的英雄甩出去 雷霆的速度何其之快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 两名异族英雄还没来得及拿出随机传送卷轴逃跑 就被雷霆神帽轰成渣渣了 幸好渣渣也能提取战利品 不然 我就损失了两个英雄传承秘点了 周周看到这一幕 心中嘀咕道 随后他再次看向战场 寻找出手机会 但看着看着 他眉头微微一跳 嗯 那冰鬼王国的英雄呢 他自语道 就在这时 他心中产生微微的紧张 与此同时 一道冰蓝色身影 忽然从空间中穿透而出 手持一柄冰蓝色匕首 向周周骤然刺去 正是冰血鬼刺阿诺 死吧 阿诺一脸争鸣 这一击 他已经用出自己的权力了 但就在他的匕首 快要刺到周周勃梗的时候 一只散发着淡淡白色光芒的手 轻飘飘地挡在匕首的前面 然后静静直抓住了这匕首 让阿诺这一击 再也没办法前进 阿诺看到这一幕 不但没有慌张 脸上甚至还浮现出一抹 奸济得逞的笑容 下一秒 就看到这匕首 陡然释放出巨量的能量冲击 攻向周周 而这能量冲击的威力层次 赫然已经达到了上位神层次 能释放出上位神级别 全力一击的匕首 在我们冰鬼王国之中 也算是护国至宝了 陛下也是够看重你的 连这种宝物 都专门拿出来对付你了 阿诺看着 被能量冲击覆盖的焦阳王 心中知道对方必死 于是下意识放松下来 淡淡地说道 但就在这时 一只散发着淡淡灰黑色光芒 仿佛有乌云构成的虚幻手臂 忽然从能量余波中飞了出来 然后直接抓住了他的脖梗 将他抓了起来 阿诺顿时瞪大冰蓝色的眼睛 惊恐地想要摆脱这只手臂 但这手臂中蕴含着的神力 却让他无论用出什么手段 都无法摆脱 等能量余波散去后 周周毫发无损的身影 出现在阿诺眼前 只不过此时的他 与刚才的人形态有些不同 现在的周周 通体仿佛由漆黑乌云构成 看上去幽碎而神秘 你 你 阿诺惊恐地看着周周 怎么可能 那可是上位神层次的权力一击 怎么可能连一个超凡上级的灵主都杀不死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存在 在这一刻 他的眼中终于浮现出一抹 从未有过的恐惧 他感觉 眼前这个人族 简直好像什么手段都对付不了 仿佛是无敌的化身一样 而周周也看着眼前的阿诺 刚刚这家伙释放的一击 确实不俗 要不是他不仅是雷霆之神 还是乌云之神 可以立刻将自己的雷霆神区 转化为乌云神力 构成的乌云神力躯体 从而大幅度削减降临在身上的攻击 自己说不定 还真被这一击消去一次 中烟领主的复活次数 现在他看上去毫发无损 但其实体内神力 已经为了抵抗刚刚的攻击 耗去九成以上了 实战经验还是欠缺 周周心中暗暗总结 这也是他来到战场的理由 现在他已经有四次复活次数了 仗着这么多复活次数 他也可以放心大胆地 接触战斗这方面的事宜了 不然以后 万一他前方的将士 挡不住突袭过来的敌人 自己要是一点实战经验都没有的话 自己就只能慌张迎战 然后被敌人以丰富的战斗经验击杀 现在仗着自己有足够的复活次数 正是培养自己战斗经验的好时候 好在 这一次有惊无险 既积累了实战经验 自己的复活次数也没有折损 随后他看向自己手中 抓着的冰鬼王国英雄 此时这冰鬼王国的英雄 还想着逃出他的手掌心 不断地向周周 发出各种各样的攻击 然而 现在维持乌云神力 构成的乌云神力体的他 哪怕是上位神层次的攻击 都能抵消大半 更不用说区区传说及异族英雄的攻击了 他的攻击落在自己身上 一点效果都没有 别白费力气了 你逃不掉的 现在 你还想活着的话 只有一条路 投降 然后加入本王的娇阳王国 本王可以饶你不死 周周忽然道 阿诺文言也停止了手上的攻击 有些惊诧地看向周周 这家伙怎么敢说出这种话的 就不怕我表面上答应 被地理直接反叛吗 难道他有这方面的特殊手段 小小人族领主 也想让我投降 我不会背叛我的国家的 你不要妄想了 阿诺冷冷道 实际原因是 他的家人还在冰鬼王国的王都 如果他敢投降 消息一旦传回去 他在王都的家人肯定也活不了了 而且 这娇阳领主 应该真有限制投降者的手段 不然不会说出这种话来 既然如此 他也就不做那白费力气的事了 周周看着他 拥有高级心灵感应的他 隐隐能感知到对方心中 似乎有些顾虑 你有什么顾虑 可以跟我说 周周到 他还是不想放弃 眼前这个传说层次的异族英雄 你好像吃定我了 阿诺文言咧子一笑 随后他右手一翻 一份随机传送卷轴 出现在他的手中 他当即精神沟通 随机传送卷轴 想要借助着随机传送卷轴 传送到亿万里之外 到时候 就算这交阳王想追 一时半会儿 肯定也追不上他 他完全可以安全返回兵鬼王国 然后将此战的消息 告知国王陛下 从而让陛下了解 更多交阳王的手段 为下一次战争做准备 然而下一秒 他的脸就僵住了 怎 怎么回事 为什么随机传送卷轴 会没反应 他失声道 这份随机传送卷轴 可比其他异族英雄手中的 随机传送卷轴 还要高级一个层次 怎么居然会有失效 这种离谱的事情发生 就在这时 他忽然感觉到了什么 脑袋僵硬地转到一边 只见一个手臂长的 漆黑空间裂缝 正悬浮在他的身旁 里面的最深处 隐隐有雷霆闪烁 在这道空间裂缝的影响下 周围的空间 产生了一道道涟漪 就仿佛是平静的水面 被砸进了一块石头一样 阿诺见此 本来就冰蓝色的面孔 变得越发泛白了 他哪里还不知道 正是因为这道空间裂缝 扰乱了空间 让空间不再稳定 这才让他手中的 随机传送卷轴失效的 他看向周周 发现周周也在笑着看着他 然后说出了 让他彻底绝望的话 你们一个都跑不掉的 还不投降吗 阿诺文言沉默一会儿 随后摇了摇头 你杀了我吧 他闭上眼睛 周周见此有些可惜 随后随手召唤出 一道混沌长矛 刺穿了对方的心脏 覆灭了对方身上的生机 文字提示出现 您击杀了传说 下级冰血鬼刺阿诺 获得晋升能量 加40E 战利品凝聚完成 战争主神的祝福 您获得了额外 3200一点晋升能量 您获得了一条 属于自己的英雄传记 请努力获得更多的英雄传记 铸就属于自己的 英雄命运位格 哄 汹涌澎湃的晋升能量 宛如银河倾泻一般 涌入了周周的身体各处 周周只觉得自己 离史诗级的关卡 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终于 轰隆 几乎毫无阻拦一般 周周直接冲破了史诗级的瓶颈 达到了史诗下级层次 我也是史诗级了 周周感慨道 自从有了史诗级领主天赋 战争主神的祝福后 他感觉自己的晋升速度 简直跟开了挂一样迅猛 这才短短几天时间 他自己就从钻石上级 晋升到史诗下级了 想想就不可思议 平复了心情后 周周看向已经死了的阿诺 他有些惋惜地摇了摇头 随后直接提取了战利品 领主天赋提示 您的战利品受到战利品之王 完美战利品的强化 战利品品质加一 称号提示 您的战利品受到最强领主称号影响 战利品数量正150% 领主天赋提示 您获得了完美战利品 50颗神经 下卫神下级 三本 血鬼影刺 英雄记 下卫神下级 三本 冰血鬼王体 英雄记 三件冰鬼记神笔装备 下卫神下级 三件冰鬼记神袍 下卫神下级 三份随机传送卷轴 中卫神下级 一份 神灵之书 下卫神下级 一本 英雄传承秘典 下卫神下级 二十颗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青铜级 周周看到这份战利品 脸上不由浮现出笑容 一个传说下级的异族英雄 居然掉落出一身神装 这种离谱的事情 恐怕也只有战利品之王 这种超级领主天赋 能够做到了 他先看了眼战场 发现自己的属下们 基本都能对付得了 剩下的六名英雄 便不再多管 开始检查这些战利品 神经自然不用多说 血鬼影刺 英雄记 和冰血鬼王体 英雄记 一个是刺客的进攻类型的英雄记 另一个 则是强化身体的英雄记 周周看了一眼就收回目光 打算把他奖励给白云 五星等一众英雄们 谁想学 可以直接花费军功来学习 随后他看向一枚 空间影盾 神格碎片 然后直接选择学习 在经历了一位空间 与影盾之神的 下卫神下级的 神灵的部分经历后 他成功领悟了 空间影盾这门法则记 法则记名称 空间影盾 法则记品质 下卫神下级 法则记能力减见 使用者操控法则之力 遁入空间之中 能够短暂在空间加层 和空间乱流之中 进行短暂停留 并收敛自身全部气息 掌握空间影盾 法则记的生灵 能够无视较弱的空间波动 强行盾进空间之中 而自身不受伤害 周周看着这门法则记 微微点了点头 这门法则记相当实用 再至高大陆上 其实 能够影响空间的手段有很多 基本上 实力高深的生灵 都会掌握一两手 影响空间的能力 来避免敌人通过盾入空间 或者使用空间类宝物 等逃跑的事情发生 而空间影盾的最大价值 就在这里 像阿诺这个异族英雄 如果他掌握空间影盾 这门法则记 他也许就可以无视周周 制造出来的世界猎戏 直接对入空间逃走了 那对周周来说 还真会造成一些麻烦 不过还好他 不会这等手段 不然 周周就错过他这一身 神装了 随后 他看向下一个战利品 神器名称 冰鬼祭神笔 神器品间 下位神下级 神器法则 祭神 像冰鬼祭神笔 献祭神经 每十颗神经 可以让神器释放出一次 同等级的神灵层次 冰属性法则攻击剂 提示 可灵魂认主 神器名称 冰鬼祭神袍 神器品间 下位神下级 神器法则 祭神 向冰鬼祭神袍献祭神经 每十颗神经 可以释放出一次 同等级的神灵层次 冰属性法则防御剂 提示 可灵魂认主 献祭流的神器 使用它 还得花神经 周周神色奇异 这种类型的法则剂 对他来说 用处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 作为混沌人族 他体内的混沌猿能 天生就能代替神力 来释放法则剂 或者驱动神器 也就是说 即使他没有这寄生功能 他也可以一样 用出神灵层次的法则剂 或者发挥出神器的正常威力 这一点 就算是同样拥有神力的 元出灵族都做不到 因为元出灵族 在未成为神灵之前 他们体内的神力 都是小世界级别的神力 放在现实中来看 最多算是削弱版的伪神力 跟正常神力 是没法比的 这种伪神力 不但无法驱动神器的全部威力 只能是部分威能 就连法则剂的威力 也不如神灵用出来的 法则剂威力强 而他作为混沌人族 却可以发挥出 法则剂和神器的正常威力 这也是混沌人族的优势之处 而也正因为如此 周周并不需要计神这种法则 来使用出神灵层次的 法则攻击剂和 法则防御剂 不过如果他自己体内的 混沌员能耗尽 这两件神器 倒是可以派上用场 让自己继续保持战斗力 他想到这里 将这六件神器 收进自己的王之宝侠中 随后他看向下一件战利品 宝物名称 随机传送卷轴 宝物品级 中卫神下级 宝物效果 以精神力催动随机传送卷轴 可力克将使用者 传送到百亿公里之外 如果使用者的传送地点 在一亿公里范围之内 则可以进行定向传送 宝物简介 空间细神灵 制造而成的随机传送卷轴 使用起来并无危险 不用担心随机传送到地下 或者其他危险地点 这种事发生 是上好的逃盾类宝物 随机传送到百亿公里之外 在一亿公里范围之内 还可以进行定向传送 好宝贝 周周笑呵呵地收了起来 随后他看向神灵之书 宝物名称 神灵之书 宝物品级 下位神下级 宝物效果 记载着冰鬼之神 八一城神道路的神话书籍 使用后 可以走上成为 冰鬼之神的道路 宝物简介 神奇传承之书 使用后 可以走上一条成神的坦途 但最终能否真正成神 还要看使用者自己 冰鬼之神八一 难道是冰鬼王国的神灵吗 则则 也不知道冰鬼王国知道 他们种族的神灵传承 落到我手上 会是什么感受 周周脸色古怪地想到 这本神灵之书 周周想了想 并没有打算 现在奖励给自己的下属 而是先收了起来 下一个战利品 就是这本下位神下级的 英雄传承秘典 品阶 下位神下级 宝物能力 使用后 可以得到冰刺之王八一的 英雄传承 简介 我是冰鬼之神 也是刺客之王 冰刺之王八一 周周摸着下巴 看着这本英雄传承秘典 下位神下级的英雄传承 已经算是很珍贵的传承了 哪怕在人族中 也并不多见 他想了想 一样把他收进自己的空间戒着了 这本英雄传承秘典 和神灵之书 以后就奖励给在战争中 表现好的下属吧 至于奖励给白云 五星等人 周周有过这个想法 但很快就否定了 无他 这两本宝物的等级有些低 周周觉得 不能用他们来限制 自家老将的未来 他们不像许安这种人 自身潜力极高 不会被暂时得到的神灵传承 而限制自己的未来 白云五星等人 就算被薛元剑 日月星辰剑提升了资质 但其实潜力也就一般般 像白云 资质也就是下位神上级 五星更加低 只有传说上级 他们一旦接受了神灵传承 可能这辈子 也就困在神灵传承的层次了 周周对于老将 还是有感情的 就算他们未来 真的要选择一个神灵之书 来确定自己的未来上线 周周也要给他们 弄基本高级一点的 神灵之书才行 这样 就算以后将领之间 拉开差距了 差距也不会太大 周周对此的要求 怎么说 也得是上位神级别的 神灵之书才行 没有多想 周周继续看向眼前的战场 冰雪鬼刺 阿诺死后 剩下的四名英雄 明显慌了 再加上 他们渐渐也发现 打不过周周的英雄下属 于是也纷纷起了逃跑的想法 但就在他们 拿出随机传送卷轴 并启动逃跑的时候 他们的脸色顿时变了 因为他们居然发现 这下位神级别的随机传送卷轴 居然无法让他们 打开空间通道逃跑 周周见此微微一笑 他早已通过世界列系 将他们周围之内的空间扰乱 这群异族英雄 想要借助随机传送卷轴逃跑 是万万不可能的 投降不杀 剑时机差不多了 周周淡淡开口道 声音在混沌原能的帮助下 扩散到每个异族英雄的耳中 我投降 我愿意投降 不要杀我 饶过我 我愿意投降 我也投降 听到这声音 这四名已经被赤玄天 许安等人 快要打死的异族英雄 立刻连忙说道 赤玄天 许安等人见此眼 停下了手 现在就宣布 加入焦阳王国 成为焦阳王国的领名 周周又道 一族英雄们文言 完全不敢提出意见 立刻按照周周说的话去做 等他们按照周周说的话做完后 一股异样的感觉 无形间影响了他们的意志 随后 当他们在看向周周时 心里的那点小心思 已经几乎全没了 眼中只剩下敬畏和忠诚的神色 周周看到这一幕 神色丝毫不变 走吧 回焦阳王都 继续进行建国大典 时间应该还来的 急 周周淡淡道 是 陛下 众人和刚投降的异族英雄 纷纷恭敬道 周周点了点头 随后 转身向焦阳王都的方向飞去 其他人和异族 见此纷纷跟上 片刻后 焦阳王都 建国大典现场中 周周身穿地龙黄袍 端坐在王座之上 看着下面的士兵们 和陆续入场的客人们 其中 巨吼之王 分思和李源钱都来了 此时正坐在下面 各自和周围的朋友交谈甚欢 至于这两人之间 则没什么交流 甚至还冷漠得很 毕竟他们以前在巨吼王国 和极光王国的时候 是互相为死敌的 这种态度太正常了 就在这时 郑元祺走了过来 陛下 有三位重要的客人来了 他低声道 谁 周周一正 郑元祺来到周周耳旁低语 周周听完后 脸上浮现出明显的惊讶之色 随后便是惊喜 带我去 周周站起身来 说道 陛下请跟我来 郑元祺说完 就带着周周 向一侧的大殿走去 大殿中 当周周来到这里的时候 就看到大殿中 站立着三个人影 其中两个人隐身穿一身黑袍 周身散发着恐怖的怨灵气息 赫然正是许久不见的 勇计之王夫妇 另一个人耳朵尖尖的 有着一头血红色长发 脸上有着奇异美感的血色纹路 他身姿绰约 穿着一身血色轻甲 背负一柄精致血色长弓 看上去仿佛被血与火交织 周身存在着战争和不幸 但与此同时 他又有一种惊心动魄的美感 流露而出 周周看着他 眼神也柔和下来 好久不见了 纳提亚 周周感慨道 此人正是因为时光遗迹 而与周周结缘 后来又死而复生的 第一代血火剑灵 纳提亚 其实也没有多久不见 你成为蓝星最强新手领主的时候 我们不是见过一面了吗 纳提亚笑着道 随后他看着周周 还是忍不住道 不过虽然相隔时间不长 但真的感觉好像 已经过了好久一样 当时 你还只是一个刚来到 指导大陆的领主 现如今 你都已经建立王国 成为一国之主了 周周文言笑了笑没有说话 自己发展的确实很快 这没什么好谦虚的 他看向一旁的永济之王 歉意道 不好意思 我和这位精灵帝国的英雄 是许久不见的老朋友了 所以多聊了两句 怠慢两位了 无妨 你们其实也没说多少话 今日你是主人公 而且我们也不着急 你们如果还有更多的话想聊 可以多聊一会儿 永济之王笑道 他和自己的永济王后 越看眼前这位新王 越觉得心惊 当初他们第一次 和周周见面的时候 在他们眼里看来 周周只是一个蝼蚁而已 甚至还需要他们出手相救 才能从敌人口中逃出来 而这才过去多长时间 眼前这陌生而幼 熟悉的人族 竟已经让他们 有心惊肉跳的感觉了 这对怨灵夫妻对视一眼 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惊讶 和不可思议 不过 两人都是有贵族素质的怨灵 虽然心里疑惑 但也没有多问 两位不是自封于天灾禁区 杀暴禁地了吗 怎么忽然出来了 周周有些疑惑地说道 自然是因为 多了你这位新邻居 而且是我们熟悉的邻居 所以我们就过来看看 并为你的新王国庆贺 永济之王解释道 还有一点隐藏的原因 他没有说 那就是这位新王 疑似跟神秘商队有关系 而他们在上次 与神秘商队的交易中 获益匪浅 所以基于这点原因 他们也就过来了 周周点了点头 心中对于他们 亲自过来的真实原因 心中也有所猜测 不过他也没有说透 笑呵呵地跟他们聊了起来 聊着聊着 永济之王夫妇右手一翻 手中多出了一个御合 这是我们永济王国 送给你们交阳王国的贺礼 希望能入得了你的眼 永济之王笑道 您客气了 周周客气道 随后将这份御合接过来 然后看过去 魔法卷轴名称 英雄投影 魔法品级 传说上级 魔法效果 打开卷轴 召唤出两尊 拥有传说上级实力的 永济之王和永济王后的 怨灵投影 他们将为交阳王而战 怨灵投影持续时间一小时 召唤次数 三 三 宝物简介 永济之王和永济王后 为庆贺交阳王国建国大典 专门为交阳王打造而成的 魔法卷轴 周周有些惊讶 随后 脸上浮现出笑容 这份礼物 我很喜欢 让两位费心了 他笑道 他是真的喜欢这份卷轴 能召唤三次永济之王夫妇 相当于召唤出 六名传说上级的强者 为自己而战 这已经是相当不错的合理了 喜欢就好 永济之王夫妇看周周脸上的笑容 不似作假 脸上也浮现出笑容 一旁的纳提雅 看到这一幕 也拿出一份绿色礼盒 这是我们精灵帝国的女皇大人 特意派我送过来的贺礼 他道 此言一出 周周和永济之王夫妇都看向纳提雅 精灵女皇大人 是那位世间唯一的原初精灵吗 永济之王忍不住问道 纳提雅点了点头 永济之王夫妇心中暗惊 他们虽然久居地下 但也有自己对外获取情报的渠道 因此 他们很了解 那位精灵女皇的厉害 据说 这位原初精灵女皇 是这么多代精灵帝国国主之中 最有希望将他们的帝国及领主势力 晋升为神国及领主势力的国主人选 没想到 眼前这人族领主 居然跟那种存在也有关系 甚至 对方还主动送礼过来 在这一刻 周周在他们夫妻心中的地位 又拔高了几分 周周闻言也有些意外 那位精灵女皇 居然会注意到自己 然后他就更好奇 这位女皇大人 送给自己的礼物是什么了 他右手一招 让人将这份绿色礼盒拿了过来 打开一看 只见一张有着玄奥绿色纹路 并散发着淡淡绿色荧光的叶子 静静地躺在礼盒里 周周轻轻吸一口 就感觉大量生命气息 涌入自己的身体里 哪怕他是混沌人族 都觉得精神陡然一阵 周周惊讶地看过去 宝物名称 精灵母术的盛业 宝物品集 真神下集 宝物效果 将其待在身上 可以为本体抵挡一次致命伤害 当佩戴者 身受真神层次以下的伤势时 可以让其短时间内 迅速恢复到健康状态 宝物简鉴 精灵母术的盛业 蕴含着磅礴的生命精华 周周看到这份精灵母术的盛业效果后 眼睛顿时一亮 好宝贝 这效果几乎等同于一次复活机会了 不愧是精灵帝国的帝皇 出手就是阔绰 回去后 替我多感谢一下你的陛下 这份礼物我很喜欢 周周笑着将其收了起来 纳提亚文言笑着点了点头 四人随后聊了一会儿 随后周周笑道 各位 时间不早了 大典应该快到我出场的时候了 我们先去参与大典吧 今天是建国大典 他自然不能把时间都放在陪他们身上 好 勇继之王夫妇和纳提亚文言都赞同地点了点头 随后三人就一起离开这里 向大典会场走去 接下来的大部分时间里 周周都在参与建国大典 而在这个过程中 自然避免不了阅兵这个固定程序 当白云 五星 赤玄天 许安 郭桥等英雄 以及众多龙族出现的时候 在场的所有兵客 哪怕早早就了解了一些 心里做好了准备 但依然被这一幕给震住了 这哪里还像一个刚刚建立不久的初级王国 单论英雄数量 说是终极王国 恐怕都会有人信 勇继之王看着众英雄们 不由感慨道 没想到 当初那个还需要我们救的小鬼 如今居然已经成长到 与我们并肩的程度了 勇继王后也感慨般地说道 与我们并肩 我看不止 别忘了 这只是一个展示实力的大点而已 以这位新王的过往经历来看 他肯定不会傻到 把全部实力都展现出来 这位焦阳国王 在暗中 恐怕还隐藏着很大一股势力 当然 这只是我的猜测 勇继之王道 勇继王后点了点头 随后 他看着繁荣的焦阳王都 眼中闪过一抹黯然和渴望 我们自封在地下太久了 有多久没看过这样的声况了 他低声道 多看看吧 我们晚上再回去 勇继之王抓住勇继王后的手 温和而坚定地说道 他是不可能因为王后的这点诉求 而让勇继王国重新现实的 否则勇继王国的亡灵大军 必然会给现实带来一场灾难 更会给焦阳国王这位邻居带来不幸 勇继王国的存在 本来就是他们亲手造就的罪孽所在 为了封印这份罪孽 哪怕要他们永生永世镇压在地下 他们也在所不惜 他们已经错了一次了 绝不能再错一次了 勇继王后文言抿了名嘴唇 看着眼前的圣景 眼角不自觉留下惊鸣的眼泪 另一边 初代血火剑林纳提亚 看完阅兵仪式之后 心里也不由震撼 他是怎么做到的 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攒下这样一份家底 怪不得女皇陛下那样重视周周 以刚当的阅兵仪式来看 周周确实有这份值得被重视的潜力 纳提亚心中想到 他此次来 一是为了庆贺周周建立王国 二是为了传达女皇陛下的善意 三则是为女皇陛下 看看周周王国的情况如何 然后回去如实禀告 这自然不算泄密 毕竟建国大典 是在万人瞩目的情况下进行的 他所展现的东西 算不上是什么秘密 而之所以女皇特意吩咐 要他如实禀告周周王国的情况 原因就是 他想要投资周周 其实 之前原初精灵女皇 就想要投资周周了 只是那时候 周周还只是个普通的万族领主 哪怕他后来获得最强新手领主的称号和地位 甚至还被制高意志所注意都改变不了 他依然是一个连王国及领主都不是的事实 碍于制高协议的关系 哪怕他作为精灵帝国的女皇 也不能多做插手 但现在周周建立了初级王国 成为了王国及领主势力的领主 这等势力 虽然在精灵帝国眼中依然不值一提 但已经到了勉强可以对话的程度了 一些隐性的帮助和投资 精灵帝国也可以进行了 至于投资多少 该怎么投资的问题 则就要看内提亚这次回去怎么回报了 那提亚也没多想 他回去后自然是决定如实回报 至于隐瞒或者夸张这种事情 他是万万不敢做的 女皇陛下不是常人 是能一眼看出他说的是真是假的 更何况周周发展的确实极好 所以如实禀告就是最好的选择 而之后的联系和投资工作 作为和周周渊源最深的人 自然也是由他来负责 想到未来 他以后会和周周有更多的接触 那提亚脸上不由浮现出一抹绝美的笑意 令周围的宾客不由一阵失神 你是那提亚姐姐吗 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忽然在他耳边响起 那提亚一震 转头看去 就看到一个英姿飒爽的女将站在他一侧 正是白云 此时的她穿着一身变装 让她显得既阴气 又有女人的柔和和美丽 你是 二代血火剑灵白云 那提亚站起身 看着面前的白云惊讶到 白云点了点头 我可以坐在你身边吗 白云道 当然可以 那提亚立刻点头 碍于美女的气场和帝国来使身份 她方圆两三个座位内都没有人敢坐的 白云文言便笑着坐了下来 那提亚感受着对方身上的气息 心里有些惊讶 高位 木精灵血脉 她记得自己刚成为英雄时 血脉只是普通木精灵血脉而已 按理来说 传承者获得的血脉 也应该是普通木精灵血脉才对 难道她获得了 可以提升血脉层次的机缘 那提亚心中暗想到 这类可以提升血脉的机缘 往往都十分稀有 哪怕是她 也是在帝国花费了巨大的代价之后 才将自身木精灵血脉 转化为烈焰与血脂精灵血脉 而这种极为稀有的复合血脉 也只是比高等木精灵血脉高一个层次而已 她没有掩饰自己的疑惑 直接好奇问了出来 并说了 如果不方便的话 可以不讲 没什么不好讲的 是陛下之前用特殊手段帮我提升的 白云笑道 那提亚不出意料地点了点头 她在周周的身上 也确实感受到了一丝淡淡的高位木精灵气息 此时的周周在那提亚眼中越发神秘了 你已经走出了自己的路了 那提亚又观察了几秒 随后再次惊讶到 走出了自己的路 意味着眼前这位英雄 已经不受英雄传承的限制 未来可以说不可估量了 白云笑着点了点头 那提亚文言更加欣赏对方 两人随后再次聊了起来 也许是因为同为女性英雄的原因 又因为同样拥有者血火剑林这个英雄称号 两人之间聊着聊着 就没有了生疏的感觉 仿佛已经是认识多年的好闺蜜一样 建国大典从上午一直持续到了下午 四点多才看看结束 当结束后不久 永济之王夫妇以及纳提亚 就纷纷告辞离开了 周周稍微挽留了一番 见对方真的有事要走 也就没有阻止 送他们离开了焦阳王都 并借了他们两艘新夜号 前往各自的目的地 而等建国大典结束之后 郑元祺等人也有了各自的职务 焦阳王国的官职制度 是按照至高大陆的九品官职制度来的 周周对此也没有意见 至高大陆的官职制度 都已经发展了数万年了 周周虽然对蓝星的官职制度有自信 但也没自信到无视一切的程度 而且入乡随俗 蓝星的那一套 放在至高大陆上不一定管用 其中 郑元祺作为焦阳王都的副城主 为焦阳王国处理政务 无论是资历还是能力 都毫无问题 自然是焦阳王国的一品首相 白云 奈萨里奥等四大军团的军团长 则担任焦阳王国的一品大将军之职责 至于各大英雄 则按照实力高低和英雄位格 担任焦阳王国的王国供奉之位 赵长守是焦阳王国的王国建筑官 同时也是焦阳王国建筑协会的协会主席 想二品官职 至于其他生活职业者和战斗职业者 也都悉数安排了各自的职务 至于焦阳王国的王公 自然是终极领主伏地 他现在的终极领主伏地面积极为庞大 就算是同时生活上百万人都没有问题 担任王公职责自然不在话下 至于处理朝政的地方 则安排在了王都的行政大厅 行政大厅的面积也极大 单独拿出一处改造成处理正式的宫殿 完全没什么问题 而且行政大厅也是官员们 日常处理政务的地方 这样也可以方便传达和解决政务 最后是国旗 焦阳王国的国旗 以无尽幽碎星海为背景 左上角则是一个白色耀眼的太阳 也就是众星拱日 日照群星之下 日自然指的是焦阳王国的这颗焦阳 至于无尽星海 则代指焦阳王国的未来 焦阳王国要将自己的王国疆域 扩大到无尽星海 甚至无尽诸天 至于其他王国事项 也在建国大典背后的各项大会宣布中 一一安排下去 周周作为新王 自然全程参与 掌握帝王星术的他 对此不但不陌生 反而相当熟练 在有的地方 甚至处理的 比正元祺这位官场老人的手段 还要完美 这让所有见证的大臣们 都不由感叹 自家陛下 真是一个天生的帝王 等一切事物都忙完之后 周周正打算回自己的房间时 赵长手找到了他 陛下 死神神像已经建成 并且 就算死神神像刚刚建成的时候 我们领地内 就几乎同时诞生了一位死亡守护者 赵长手道 说到那名死亡守护者的时候 他的表情也十分惊讶 显然也没想到 居然这么快 就能诞生一位神像的职业者 周周闻言也十分惊讶 去看看 是 陛下 两人向死神神像的方向走去 死神神像前 一名身穿白衣的稚嫩少年 正抬头看着这尊高达百米的神像 这尊身上手持一柄死神镰刀 浑身上下都披着一层黑色披风 看上去神秘而威严 这就是死亡的代言者 死神塔纳托斯勉下吗 张安南南道 他原本是一个身患先天死穴症的少年 这种绝症 就连领地内的众多医师和神职人员 都束手无策 他的家庭帮助他各种手段都用过了 甚至还花费巨额贡献 从宝库中购买了一份风暴之灵的 王国级战斗职业转制为风暴之灵 领悟了超凡力量 但这也没用 按照那位神耀一仙路采所说 想要解决他绝症的唯一办法 就是让他的实力层次达到钻石级 领悟完整的风暴之灵的职业技能 风雷元素肢体 从而将自身彻底转化为元素体质 这样就可以解决 他的先天死穴症的问题了 不过有一个问题就是 完全转化风雷元素肢体后 他也无法恢复人形 只能以元素之身在世上活着 这种方法虽然有很大的弊端 但为了让张安活着 他们也选择尝试 但奈何 他的身体无法支撑高强度的战斗 就算他每天坚持杀怪物 再加上有战争主神的祝福帮助 极低的杀戮效率 也没办法支撑他死亡之前到钻石级 面对这种问题 他的家人和朋友都绝望了 但张安不但不在意 反而脸上笑容更多的同时 更加珍惜身边的亲人朋友 并为他们做了很多事情 而就在今天 他终于还是扛不住病情的侵袭 死在了病床上 但没过多久 他又在家人的目瞪口呆之下 睁开了眼睛 然后他发现 他不但健康了 没有了病魔的困扰 体内的力量 除了亡国级战斗职业风暴之灵外 还多出了一种 名为死亡守护者的 帝国级战斗职业的力量 他赫然成为了一名双职业拥有者 同时他也明误了 死亡守护者的一些职业能力 以及一些死亡方面的事情和秘心 他知道 自己拥有的死亡守护者 并不是死神赐予的 而是由死亡法则赐予的 死亡法则欣赏他对于死亡的态度 所以赋予了他心声 以及死亡守护者的力量 随后他安抚了一番 经历大悲大喜的亲人朋友后 便按照心中的感应 一路来到了这里 看到了这座刚刚建好不久的死神神像 好浓郁的死亡法则的力量 张安又感受了一番 随后有些扎折道 你能感受到死亡法则 就在这时 他的背后忽然传来了一个 温和好奇的声音 张安吓了一跳 转身一看 就看到了一脸惊讶的周周和赵长手 毕 陛下 赵叔 张安吃惊 随后立刻行礼 不必多礼 你刚刚说的是真的吗 你真的能感受到死亡法则的力量 周周一边好奇问的同时 一边查看了这个少年的属性信息 结果让他吃惊的是 眼前这个少年 不但是一位钻石下级别的 同时还是一位钻石下级的死亡守护者 双职业拥有者 这在至高大陆的万亿照生灵之中 都是极为少见的 自己仗着领主天赋 也才拥有三个职业而已 眼前这个少年 可没有自己的领主天赋 再往下看 这个少年的天赋 赫然是真神下级层次 并且在这个少年的技能列表中 赫然有一个特殊的天赋 天赋 死亡法则的赐福 天赋效果 被死亡法则赐福者 天赋潜力将会大大提升 同时对于死亡法则的悟性将会媲美 拥有死亡系体质的高等血脉生命 周周看完后 不由惊奇地看着这个少年 好家伙 这是天生的神灵御选啊 这个孩子只要成长起来 未来也许不比萧玄那小子差 而且 这可是死亡法则的天赋 一旦他成为了死亡法则系的神灵 战力也会相当恐怖 周周心中暗想到 随后 他又想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每一个死亡守护者 都会得到死亡法则的赐福吗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这死神神像的价值将不可估量 他试着询问这孩子 结果张安不确定道 我也不知道 不过我感觉应该不是这样的 他并非想要故意抬高自己 而是他自身冥冥中 来自死亡守护者这份职业的直觉 告诉他 他的天赋 只是偶然性事件 其他死亡守护者 如果想要他身上的法则祝福 估计得看死亡法则的心情如何 周周闻言 微微点了点头 他虽然有些可惜 但也没太失望 这其实也在他意料之中 死神神像 如果真有那种逆天奇笑 名费王国也不会被自己那样轻易攻破了 随后 周周和张安聊了一会儿 凭借着高级心灵感应 很快知道了 眼前这个少年 是一个相当善良孝顺的少年 在这战争乱世 这等品质 可以说相当稀有了 也令周周越发看重对方 你可愿意接受我的培养 为我效力 为交扬王国效力 周周看着他 认真问道 我 真的可以吗 张安文言 先是十分兴奋 随后又有些惶恐时宜 当然可以 你的潜力和性格 都值得我以国力用心培养 不过 你也不要试闯骄 努力提升自己 让我看到你的进步 这样 才不枉费我以后 在你身上投入的资源 周周点了点头 随后又认真严肃道 如果这少年 在接受了他的资源后 不但不努力进去 反而还放松懈怠 那他也不会因为 对方的潜力资质 而用心培养 他的领地内 别的不多 人才和强者 却多的是 一个双职业的高潜力者 就算值得他用心培养 但不去培养 他也不会感到太可惜 我愿意 谢谢陛下 我一定会努力 不让陛下失望的 张安文言 在沉思半场后 认真说道 本来 他在重生之后 心里有些迷茫 不知道未来该干什么 但在这一刻 陛下的话 给他指了一条明路 而且 他本身也不拒绝 为陛下效力 毕竟他身上拥有的东西 绝大多数都是来源于陛下的 甚至是这条性命 都来源于陛下 指定建造的死神神像 因此 陛下对他来说 可以说 有救命之恩都不为过 而且 陛下也是领地领民 交口称赞的明君 是无数领民的崇拜对象 无数领民都争先恐后 想要为陛下效力 他自然也不例外 如今好不容易 天降这等珍惜机会 他当然不愿意放过 周周文言 点了点头 赵说 回头告诉首相 就说这个名叫张安的少年 以后由交扬王国来 专门培养 待遇 与萧玄相同 周周转头 对赵长手说道 赵长手文言 吃惊地看了一眼张安 好家伙 萧玄因为年纪小 性格活泼 又潜力极高 还能带人寻宝 在交扬王国中 可是有着堪称 国宝级别的地位和待遇 没想到眼前这名少年 居然在和自家陛下 对话一番后 就有了这样的地位 真是 天降的造化啊 赵长手心中感慨 是 陛下 趁这就去 赵长手恭敬道 随后转身离开了 张安也有些呆住了 萧玄他自然也是知道的 郊阳王国的最强少年天骄 无数小孩子眼中的孩子王 没想到 自己死里重生后 居然就一跃成为了 萧玄一样的人物 他有些惶恐 也有些兴奋和期待 周周见此笑着和他聊了一会儿 然后也离开了 终极领主扶地内 周周刚回来 就收到了来自交易所的提示 他打开交易所看过去 果然 那一本技能书 和两亿件装备 都已经卖出去了 交易结果 1060亿 5031万 5135颗黑铁集物之星 周周看着这惊人数量的物之星 脸上浮现出了笑容 足足一万多一颗黑铁集物之星 换算成传说集物之星 就是足足一万多颗 传说集物之星 虽然他的价值 还不足以弥补 购买原初灵族血脉的付出 毕竟原初灵族的血脉 可是他花14000颗 传说集物之星购买的 但至少 已经回本一大半了 不错不错 周周心中十分满意 随后他这些物之星 都收进自己的天物宝袋中 再多转化为了 传说集物之星后 他又拿出了另一件物品 这是一个散发着 混乱光芒的心脏 看上去就跟重金属污染了一样 不过这却是 他在今天解决那些异族英雄中 得到的唯一一件血脉类的战利品 血脉名称 万古王族血脉 血脉等级 传说上级 血脉作用 吸收后 使用者可以获得万古王族的血脉 融合该血脉后 使用者在成长的过程中 会逐渐觉醒万古王族的血脉能力 提示一 融合一千份传说上级万古王族血脉 可以获得一份上位神上级万古帝族血脉 万古王族血脉 周周打量着这个心脏 这血脉 本来只是一个史诗上级的万古贵族血脉而已 后来被他的战利品品质加以后 就直接变成这万古王族血脉了 一个传说上级血脉 也不知道能让我的原初灵族血脉提升多少 周周想到 他也没多想直接选择吸收 您吸收了一份万古王族传说上级 您的混沌人族血脉 被发掘出了更多的潜力 您的六感能力得到小幅度加强 您觉醒了传说上级万古王族天赋 古王毒体 您觉醒了传说上级万古王族天赋 传说级毒素免疫 您觉醒了传说上级万古王族天赋 古虫清河 您掌握了万古王族古虫传承 万古圣典 第一册 您掌握了万古王族常识传承 您掌握了万古王族秘星传承 周周看着这份血脉提示 嘴角忍不住抽出了几下 好家伙 一份传说上级的血脉 居然连让他的混沌人族血脉 提升一个小层次都做不到了 看来 随着混沌人族血脉等级的提升 他对于吸收的血脉等级要求 也越来越高了 现在我所掌握的 并且还能够获取升级的两种高级血脉 一个是吸血鬼血脉 它可以通过不断融合的方式 最终晋升为初代该隐级血脉 这个该隐级血脉 至少也是神级血脉 甚至是真神级血脉 都有可能 而在我的星辰联盟的蓝星领主中 经商领主的领地附近 就有一个吸血鬼王国存在 如果我能打下那吸血鬼王国 通过不断融合血脉 说不定就能融合初阶 静该隐级血脉的存在 哪怕只提升到吸血鬼亲王的血脉层次 对我也大有一处 第二个高级血脉 就是这万古族血脉了 周周难难自语 按照他刚刚接受的万古族血脉传承来看 在上位神上级的万古帝族血脉之上 还有真神上级血脉的万古神族血脉 如果他能够获得万古神族血脉 一定可以让自己的混沌人族血脉更进一步 而如果想要达成这一点 周周的目标就很明细了 领古王国 周周眼中有着冷光 既然对方几次三番地招惹我 那也不要怪我灭你们国家 化为我的血脉力量了 以他如今的实力 灭一个已经没了大半英雄的领古王国 自然简简单单 又想了一会儿后 他才看向万古王族所觉醒的能力 种族天赋名称 古王独体 天赋极变 传说上级 天赋描述 作为一名万古王族 明天生就擅长操控各种各样的蛊虫 并且自身可以容纳各种各样的蛊毒 当你每吸收一种普通蛊毒时 你的身体素质会得到微弱的提升 当你每吸收一种稀有蛊毒时 你的身体素质和灵魂素质会得到大幅度提升 当你每吸收一种神级蛊毒时 你的身体素质和灵魂素质不但会得到大幅度提升 甚至还有极小概率获得额外的天赋 周周惊诧地看着这种族天赋 好家伙 感觉和混沌人族血脉有些类似 都是可以辅助自身成长的顶级天赋 够极品 吸收蛊毒吗 周周想了想 忽然想起了什么 眼睛顿时一亮他右手一挥 打开一道世界裂系 随后向里面伸出右手 最后从里面取出来一个血色的小虫子 赫然是之前灵魂王国英雄对付 他实用的死咒血骨 只见此时 这条小虫子 此时已经是一副粘不拉击的状态 周周的雷霆与乌云小事件 其内蕴含的雷霆法则太刻着他了 他能称到现在只是粘不拉击的状态 而不是直接被雷霆法则削弱致死 只是因为他本身太过强悍而已 换个别的蛊虫 早就已经死了 周周看着手中的小虫子 看着看着 一个意外的情况发生了 只见这条之前还无比敌视周周 想要将自己的死咒血骨 植入周周体内的蛊虫 此时竟然在看了两眼周周之后 忽然轻腻地在周周的手上摩擦了起来 他刚觉醒的一项万古王族种族天赋 种族天赋名称 蛊虫清河 天赋级别 传说上级 天赋描述 作为一名万古王族 世间海量蛊虫都对您抱有极高的出世好感 你甚至可以凭借这万里无一的清河能力 在不签订契约的情况下 就能指挥他们 让陌生蛊虫直接为己所用 果然是这项蛊虫清河天赋在起作用 周周难难自语 随后有些惊奇地看着手中 正在表达轻易行为的死咒血骨 乖乖 这前后的态度反差 比他用国泰民安得到李明的忠诚度还夸张 不愧是万古王族 既然如此 周周看着手中的死咒血骨 神色逐渐严肃起来 他用精神力将其悬浮在半空中 面对这种情况 死咒血骨极为配合的 一点反抗的动作都没有 他就老老实实地待在空中 一双单纯的小眼睛看着周周 仿佛好奇他接下来要做什么一样 周周也没迟疑 他按照脑海中刚刚得到的万古圣典 第一册的传承内容 以一种不太熟练的速度 开始双手掐印 欲骨圣印 死咒印 这是一种专门用来给死咒血骨 这种骨虫下咒的印法 使用它给死咒血骨下印后 死咒血骨就会如同下了奴隶契约一样 会老老实实听从下印者的命令 一丝一毫反抗的念头都不会有 可以说从身到心 彻底归属于下印者 很快 周周就布置好了骨印 只见在他的面前 悬浮着一个散发着血光的诡异蚊子 周周双手一拍 就看到这血色 诡异蚊子向死咒血骨飘过去 最终在死咒血骨毫无反抗的情况下 毫无阻碍地进入了他的眉心中 烙印在了他的灵魂里 在这一刻 周周和死咒血骨都感受到了对方 都与对方有一种血脉相连的感觉 与此同时 周周也感受到了 自己的身体素质 得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虽然没有得到突破 但也快要到事事终极的肉身强度了 除此之外 更让周周惊喜的是 他发现自己觉醒了一个新天赋 天赋名称 腹毒死咒骨毒 天赋级别 下位神下级 天赋描述 你可以在任何生灵和物质身上 附上死咒骨毒 被附着的生灵 会有10%固定概率被直接毒死 被附着的物质 在接触其他生灵时 有1%固定概率会将敌人直接毒死 周 该天赋只对下位神下级 和以下层次的生灵有效 我这是 得到了一个 附魔类技能 周周惊奇 不过 当他看到后面的 柱 石 不由微微皱了皱眉 如果只对下位神下级 和以下层次的生灵有效 那这个天赋的效果 就大打折扣了呀 随后他忽然想起了什么 神色微微一动 然后 周周先从自己的王之宝侠中 拿出了一个超凡级别的长剑 然后尝试性地 在他的表面开始复毒 只见一道黑光一闪而过 随后就看到这柄长剑 已经开始散发出 悠悠的黑色光芒 这是附魔成功的标志 而周周却在附魔成功之后 神色突然惊喜起来 因为他发现 自己在附魔一次之后 自己体内的混沌原能 居然只消耗了5%左右 也就是说 如果他全力制作的话 他完全可以在短时间内 制造出20份 有概率毒杀下位神的毒技 或者制造出20柄 有概率试杀下位神的武器出来 这样一看的话 这个天赋 还算有些价值 周周看着这个死咒古毒的天赋技能 微微点了点头 从使用次数来看的话 这个技能倒是没有那么鸡肋 随后他看向其他觉醒能力 种族天赋名称 传说级毒素免疫 天赋级别 传说上级 天赋描述 作为一名万古王族 宁天生就免疫传说级 和传说级以下层次的毒素 这个种族天赋也不错 在制高大陆上 由于其面积广阔 所以各种毒素性质的植物和动物 数量相当多 他有了这个天赋 以后至少不会惧怕 神级以下层次的毒素了 至于其他的三个觉醒能力 其中万古圣典 第一册是万古王族的专属秘典 里面记载着各种各样的毒蛊 育蛊之术 和一些在制造蛊虫时的常识和深奥知识 可以说是一本记载古道知识的百科全书 不过由于只是记载了第一册内容的原因 所以 它里面记载的古道百科 在万古王族之中算得上高深 但在万古地族 甚至万古神族眼中就普普通通了 至于其后续内容 只有当万古王体 紧接为万古地体的时候 才会觉醒万古圣典 第二册 当万古地体紧接为万古神体的时候 才会觉醒万古圣典 第三册 到了第三册的时候 才是万古圣典全部解封的时候 万古神体离我太远 万古地体倒是可以试一试 周周想到 至于万古王族常识和万古王族秘兴 自然不用多说 就在这时 它忽然身体一阵 感觉到自身的血脉 似乎发生了些许的变化 等回过神来后 周周脸色微微一变 怎么回事 它深吸一口气 冷静下来 开始感受自身的变化 随后它松了口气 因为它发现 是它的混沌人族血脉 对于原初灵族的 原初之灵 这项种族天赋优化完成了 它看过去 在被混沌人族血脉优化之后 当它以后陨落后 它可以选择 不将体内的小世界 送入诸天万界之中 成为诸天万界之一 而是选择继续存放在自己的尸体内 在自己的体内 继续世界的运行 周周对此 有些摸不着头脑 这有什么用 它想了一会儿 也没什么头绪 索性不再去想 之后它想了想 发现没什么事了之后 就起身离开中级领主府地 来到了领主商城这里 当它来了的时候 发现周成明 早就一副等待已久的样子 正坐在电视前 手握手柄 瞧手一盼 当它看到周周的时候 眼睛顿时一亮 你终于来了 等你好久了 周成明笑着站起来 拉着周周 坐在了他旁边的小马扎上 然后并没有第一时间 递给他手柄 而是在两人的马扎旁边 放了一个小桌子 小桌子上赫然摆放着 各种各样的小零食 大片 棉花糖 掌上脆 小当家 大白糖 锅巴 周周脸色古怪地 开着这些零食 小老头 你暴露年龄了呀 他也没多想 随口问道 今天玩什么游戏 你自己选吧 周成明笑着说道 然后从电视下面的柜子里 拿出来了一大把游戏卡 人归系列 松鼠作战系列 忍者猫 绿色军团 顶蘑菇 敲冰块 各种各样的经典小游戏 都在里面 你这些游戏卡都哪来的 周周看到这么多游戏卡 有些惊讶 去蓝星拿的 周成明随口说了一句 随后忽然反应过来 立刻瞪大眼睛 闭上了嘴 周周却一副被惊到了的样子 蓝星 你去不蓝星 他立刻激动地站起身 蓝星虽然不是地球 但他也在这个与地球 十分相似的蓝星 待了很多年 还是有一点感情的 所以他很想知道 蓝星现在的情况如何 激动什么 激动什么 坐下坐下 我们继续玩游戏 周成明想蒙混过关 但是周周可不是那么容易糊弄的 你回到蓝星了 那蓝星现在怎么样了 你可以带我一起回蓝星吗 我们以后还能回到蓝星吗 周周接连发问道 周成明脸上闪过一抹无奈之色 你问我 我问谁 他道 你一定知道什么 周周心里不敢确定 他说的是真是假 表面上却一副十分肯定的样子 我不知道 你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周周 他看着对方 想了一会儿 咬牙道 你要是告诉我蓝星的消息 我接下来的三天 都一直陪你打游戏 周成明微微一亮 随后装作无奈道 我真的不知道 五天 你再怎么问 我也不知道啊 我还能骗你不成 十天 十四天 俩星期 周成明忽然道 成交 周周脸上浮现出一抹喜色 以他如今的身体强度 一辈子不睡觉都没什么问题 他之所以每天还保持着睡觉的习惯 只是因为 这具身体的习惯难改 再加上夜晚有星红迷雾覆盖 不好外出征战而已 什么事都没办法做 他自然也就遵从自身的习惯去睡觉了 现在既然可以用这种微不足道的代价 就能够获得这样一份重要信息 他自然很乐意 周成明见此 叹了口气 道 其实你也不用太想念你的家乡 你只要一直活着 以后总会有机会回去的 那蓝星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周周问道 蓝星现在正处于时间静止状态 他的上面还有一些老人和小孩 这些老人和小孩 因为不具备参与万族领主争霸的条件 所以 未被选拔进这场领主争霸中 成为领主 目前他们和蓝星一样 都处在时间静止状态中 不会有事的 周成明迟疑了下 说道 以后会有机会回蓝星 是什么机会 周周点了点头 随后又问道 这个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知道你们有机会回蓝星而已 至于是什么机会 这个你得问志高意志 周成明道 周周文言也没犹豫 直接询问志高意志 结果 志高意志并没有回复 志高意志没回复我 周周无奈道 这等涉及未来的事情 能告诉你有鬼了 周成明撇撇嘴 周周挠了挠头 也有些无奈 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些事的 周周想了想 又问道 我好歹也是神话级 唯一领主天赋的半生生灵 也是志高意志麾下的打工人 知道些内幕消息 不是很正常吗 周成明淡淡道 周周既无语 又羡慕好一个内部人员 还有能告诉我的事吗 周周又问道 没了没了 光告诉你这些 我都要受罚了 别想我告诉你更多 周成明神色坚定的摇头 周周见此 忍不住多询问了几次 但见对方口风实在严实 实在是一点消息 都问不出来之后 就无奈放弃追问了 他坐下来 拿起手柄 开始和周成明 开始玩游戏 第二天清晨 周周看着面前 电视机上显示的通关字样 脸上浮现出了笑容 随后他看向周成明 老周 今天有好商品吗 他期待问道 这得看着高意志大人的心情 不过 应该会有的吧 周成明咳嗽两声 随后站起身 走到柜台前 从里面拿出三个银色盒子 放在桌面上 随后 结果让周周极为意外的是 这三个盒子中 居然全装了一块传弓玉剑 这玩意儿 他自然知道 他的混沌原点 就来源于赤玄天 给自己的一块传弓玉剑 这三个商品 不会都来自赤玄天吧 周周心中猜测 随后一一看去 结果让他有些意外的是 这三块传弓玉剑 还真是来自赤玄天 第一块传弓玉剑 赫然记载着赤玄天的修行功法 史诗上级的万剑仙点 第二块传弓玉剑 记载着赤玄天的最强剑阵 史诗上级的万剑化仙大阵 第三块传弓玉剑 记载着赤玄天的第二强剑阵 史诗上级的大五行剑阵 周周看着这三块传弓玉剑 眼睛微微亮起 虽然它们都是史诗级别的商品 但他并没有因为这件事 小瞧这三件商品 要知道 赤玄天正是凭借这三件商品 以史诗上级之身 斩杀一名真仙出气存在的 哪怕这其中 赤玄天本人的天剑仙体 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也不能磨灭 这三件传弓玉剑中 记载的内容的作用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看到这三件商品的最后 赫然标注着 这三件商品 是可以给其他人使用的 也就是说 他完全可以凭借这三件商品 再造就一名剑仙 这三件商品多少物质星 周周思考半赏后问道 万剑仙点 转弓玉剑 价值一千颗史诗集物质星 和一千颗史诗集领地令 万剑化仙大阵 转弓玉剑 价值三百颗史诗集物之星 和三百块史诗集领地令 大五行剑阵 转弓玉剑 价值一百颗史诗集物之星 和一百颗史诗集领地令 周承明道 怎么这么贵 周周吃了一惊 这价格都比一些传说集物品贵了 周承明笑了笑没有说话 周周看了他两眼 心虚地转移了目光 看来这周承明 也知道这三件商品的真实价值 他不再多说 拿出二百八十颗传说集物之星 交给对方 这点小钱 对于刚刚收获一万多颗传说集物之星的他来说 自然不算什么 随后周周不再停留 离开这里后 就派人叫赤玄天过来 很快 赤玄天就过来了 见过陛下 赤玄天背负五色仙剑 对周周恭敬道 周周点了点头 随后将刚刚买下来的三件商品 交给对方 赤玄天看到这三件商品后 顿时吃了一惊 这三件传公预检中记载的内容 哪怕放在他们万剑仙宗 都可以称的上是镇宗级功法 因为他们虽然明面上 是史诗级的功法和见证 但其实在万剑仙宗的仙法阁中 是记载着更高层次的相应秘点和见证的 万剑仙宗 对于这种级别的仙法传承 向来从不轻易外传 哪怕是天资绝世的他 也是在万剑仙宗修炼多年 并立下诸多功劳之后 才被赐下这等仙法 陛下是如何得到的 你不要在意 他们来自于哪里 放心吧 他们的来历绝对清白 周周看了一眼赤玄天 就猜到他在想什么 随口解释一番后 便问道 本王得到他们之后 便想到 你是咱们王国之中 最了解他们如何使用的 所以 我便找你前来 我想问你 你觉得 在咱们王国之中 有谁最适合修炼这三个功法 赤玄天文言沉思起来 片刻后 他认真道 沉认为 目前咱们王国内 修仙资质最高 并且最后资格修炼者 三部功法和见证的人 除了萧玄外 绝无二人 周周文言点了点头 赤玄天的话 正符合他的心意 萧玄本就是 真神上级潜力的人才 后来被日月星辰剑加持之后 自身资质 更是一跃晋升到了主神上级 达到了世界极限 按照仙剑那边的说法 萧玄的资质 赫然已经达到圣人之资了 再加上他的五大天赋之中 还有一个仙武圣体 这样的武道和仙道的综合性天赋 赤玄天说这话 绝对没毛病 这三部功法 在万剑仙宗之中 还有后续吧 周周忽然问道 有 你现在还能和你的宗门联系吗 你觉得你的宗门如何 特别是在培养弟子方面 赤玄天文言便知道了周周的意思 神色移动 严肃道 臣有特殊的传音符录 能和宗门联系 另外臣所在的万剑仙宗 在整个仙界之中 也算得上是最顶级的正道仙宗之一 在培养弟子方面 绝对不比其他宗门差 周周点了点头 以后我应该有机会去得了 你们仙界吧 这是自然 赤玄天正色道陛下 万族领主的争霸领地 绝不仅仅只限一个至高大陆 据陈宗门内的捕师说 未来至高大陆 最多算是主战场 但其他界域 在未来也会是很重要的战场 诸天万剑 没有一个世界 能逃得掉的 这也是陈为何出来历练 并且愿意成为陛下的下属的原因之一 周周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其他界域 也会成为他们万族领主的战场吗 那他也要早做准备了 以后 你就先负责教导萧玄吧 军功方面 不会亏待你 以后有机会的话 看看能不能通过你的关系 将萧玄引荐入你们万剑先踪 周周想了想 说道 是 陛下 赤玄天立刻领命 周周点了点头 随后两人聊了一会儿 赤玄天就离开了 而周周见此也 准备走出了自己的住处 去召唤之门召唤领明 但就在这时 阿特雷突然过来 说正元旗求见 周周也没多想 便让正元旗过来了 陛下 大喜事啊 正元旗刚过来 就一脸喜色地说道 什么喜事 周周有些惊讶 刚刚城门外 又来了一大批 想要加入 焦阳王国的流民 他们的数量 属下看了 大概在五百万左右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们之中 有七成以上是女性流民 正元旗激动道 周周闻言 微微吸了一口凉气 好家伙 足足五百万流民 而且 七成以上都是女性流民 这也太夸张了点 美丽真的那么重要吗 周周都有些不理解了 不过这总归是好事 而且可以预见的是 今天只是美颜效应 扩散的第二天 前来的流民数量 就从一百万 激增到五百万 那么以后 前来加入 焦阳王国的流民 绝对会越来越多 好好接待他们 争取让这些流民 以最顺畅 最快的速度 成为焦阳王国的领民 另外从今天开始 你们派兵 在流民前来的 必经之路上 安排好岗哨和保护措施 在维护他们之中 秩序的同时 尽量不要让他们发生意外 让他们在未成为 焦阳王国领民之前 就感受到 郑元祺微笑着说道 这件事 其实他也想到了 本来他也想提的 不过既然陛下想到了 那他自然不会做这种 跟陛下争风采的愚蠢事情 以后接受领民这件事 就有宁多费心了 周周认真道成 必当竭尽全力 郑元祺严肃道 周周点了点头 之后 两人又聊了一会儿 郑元祺就离开了 这五百万流民数量太多 他必须过去主持大局 周周看着郑元祺离去的背影 脸上浮现出了笑容 有了这新增的六百万新领民 他的领地内的阳盛英衰的气氛 总算有所缓和了 事实上 他昨天就明显感受到 有了那一百万新增的流民后 他的领地内 明显少了大半浮躁的气息 每个领民的脸上 笑容都更多了一些 甚至领民平均忠诚度 都有了明显的提升 他打开国泰民安的领主天赋信息 领主天赋 国泰民安 钻石级 国泰民安 同以前 具体天赋效果一 同以前 具体天赋效果二 同以前 具体天赋效果三 同以前 具体天赋效果四 同以前 具体天赋效果五 当领地内中程度为90点和90点以上的领民数量 达到一百万人后 国泰民安将晋级为超凡级领主天赋 太平盛世 当前人数 96万1299 一百万 已经96万人了吗 周周满意地点了点头 按照这个增长速度 估计明后天就可以达成这个成就了 到时候 他就可以直接白嫖一个超凡级领主天赋 想想就美滋滋 随后他离开这里 向召唤之门走去 召唤之门前 周周看着面前的建筑 提示 是否立刻召唤 是 下一秒 召唤之门骤然亮起明亮的白光 随后大量领民们从里面纷纷走了出来 很快 四千名新领民就全部从召唤之门中走了出来 见过领主大人 四千 所有新领民恭敬道 欢迎各位加入娇阳王国 周周笑道 随后他让所有职业者站出来 发现这次赫然召唤出241名职业者 比正常召唤多出来了35名职业者 然后他开始查看这些职业者领民的信息 只见这241名职业者领民中 其中有一名钻石终极恶魔猎手 一名钻石终极武师 两名钻石终极铁匠 一名钻石终极裁缝 一名钻石终极园艺师 其余的都是钻石下级和以下层次的生活职业者 和战斗类职业者了 恶魔猎手 周周眉头一挑 好久没看到新职业者了 他看着这名新领民 只见此人身材高大 面容惊悍 眼神平静中带着一抹眼藏极深的星红 他手持一柄恶魔长刀 背负一柄恶魔弯弓 腰间还挂着一个个瓶瓶罐罐 看上去气质就不同凡人 周周打开他的属性信息 领民 杰尔顿 所属领地交扬王国 战斗职业名称 恶魔猎手 职业阶级 钻石终极 能力概述 杰尔顿的父母因为一次恶魔之灾 死在了深渊恶魔手中之后 年幼的杰尔顿 就立志 长大后 要成为一名恶魔猎手 在经历一番苦苦寻觅后 杰尔顿找到了传说中的猎魔大师杰洛特 并成功拜祭为师 后来杰洛特失踪 杰尔顿在寻找老师的同时 也在不断前往深渊 猎杀深渊恶魔 直到有一天 他接收到了领主的召唤 于是他来到了焦阳王国 成为了焦阳王国的领民 技能 天赋 恶魔嗅觉 天赋 血魔之血 钻石终极恶魔手臂 钻石终极视魔之剑 钻石终极血魔盔甲 钻石终极血魔变身 钻石终极灵猫轻盈 钻石终极无息潜伏 钻石终极武器修理 忠诚度 85 潜力 史诗上级 周周看着这份属性面板 微微点了点头 还算不错 不过也不是很突出 现在周周眼光也高了 如果是他刚来至高大陆那会儿 看到这幅面板 肯定会敬畏天人 但现在 他就觉得很普通 不过他对恶魔猎手 这个从未听闻过的职业 还是挺有兴趣的 于是他跟这个杰尔顿聊了起来 在聊天的过程中 周周逐渐知道了 恶魔猎手这个职业的来历 恶魔猎手 是一群视恶魔为死敌 同时为了获取力量消灭恶魔 从而以融合恶魔血脉 获得恶魔能力 走上超凡之路的一群生灵 这些恶魔猎手的潜力 以融合的恶魔血脉为标准 融合的恶魔血脉越强 潜力就越高 未来的成就就越高 融合的恶魔血脉越弱 潜力则越低 成就也就越低 这种不需要转职证明 同时也不需要长期训练 从而获得超凡之力的超凡职业 看上去不错 但实际上隐患也极大 首先 每名恶魔猎手的寿命都极低 在这个超凡世界中 最强大的恶魔猎手 甚至都活不到50岁 其次 恶魔猎手 因为通过融合恶魔血脉 获得力量 所以在成长的过程中 很容易被恶魔血脉中的 邪恶力量蛊惑 从而失去自身意志 变成只知道杀戮的魔人 最后就是恶魔血脉 决定成就高低的问题了 可以说 恶魔猎手 是一种上限很高 成型很快 但是缺陷也很多的超凡职业 周周了解完这个职业的信息后 不由沉思起来 随着思考 渐渐的 周周眼中浮现出感兴趣的神色 恶魔猎手上限很高 成型很快 这是他很看重的优点 而他所谓的缺点 因为无法完全兼容 所以恶魔猎手才会有寿命短 会有概率被恶魔血脉反噬 成为魔人的缺点 但是 这对于周周来说 却完全不是问题 因为他是混沌人族 混沌人族血脉 拥有的优化血脉能力 完全可以将这些恶魔血脉的缺点 给优化掉 再加上他的混沌人族血脉 又可以无限兼容其他血脉 别的恶魔猎手 只能融合一到两种恶魔血脉 还要担心他们之间会不会冲突 但周周却可以融合 无限种恶魔血脉 获得多种恶魔能力 而完全不用担心隐患问题 对于恶魔猎手来说 最痛苦的问题 对于周周来说 却完全可以无视 所以如果周周选择成为恶魔猎手的话 一定会是最完美的恶魔猎手 只要我将斗神之全职大师 再升级一次 完全可以再兼职一个恶魔猎手职业 周周心中想到 不得不说 他心动了 这恶魔猎手 跟混沌人族血脉太匹配了 简直就是为混沌人族血脉 而专门设计的超凡职业一样 仅次于他现在拥有的恶魔猎手 是职业了 如果我想成为恶魔猎手 你知道如何做吗 周周想到这里 问杰尔顿道 杰尔顿一愣 他能感受到 自家陛下的身上 拥有着极为浓厚的职业气息 怎么陛下还问这种问题 陛下 成为恶魔猎手的后患极其危险 您身份高贵 最好不要与恶魔猎手这个职业牵扯太深 杰尔顿尽量婉转地劝说道 本王知道 放心吧 本王既然敢问 自然有本王的道理 周周文言也没生气 笑呵呵地说道 杰尔顿文言也只好选择相信陛下说的话 随后点头说 自己知道成为恶魔猎手的方法 周周文言点了点头 心里有些开心 现在他掌握的可以无限升级的血脉 就有三个了 吸血鬼血脉 万古族血脉 深渊恶魔血脉 前两者他已经有获取渠道了 后者更简单 骑士圣殿本身就直通深渊前线 如果他向骑士圣殿提出说 以自己在骑士圣殿眼中的重要性 对方几乎没有拒绝的可能性 想通这点后 周周不再多聊 他让人安排这些心里民的住处和工作后 便带兵前往怪物牧场进行清理 并提取战利品 由于木骨这里没有增添新的怪物牧场 所以 今日得到的战利品和昨天差不多 其中最主要的物质星方面 一共获得了1820万颗青铜集物之星 1100万颗白银集物之星 720万颗黄金集物之星 633万颗白金集物之星 2417000颗钻石集物之星 88000颗超凡集物之星 而在兵种转值和招募书方面 一共获得1400万颗本兵种转值证明 1375000本黄金之王招募书 161000本独弩兵招募书 960本元素弓箭兵招募书 249987本辉光骑兵招募书 300万本风暴之灵招募书 至于其他战利品并不怎么珍惜和重要 就不用多说了 周周看到这么多收获 还是十分满意的 毕竟又是400多万本兵种招募书 他没浪费时间直接带着这么多招募书 来到召唤之门前 然后花费物之星将所有新兵全部招募了出来 周周看着面前这400多万名新兵 脸上不自觉服献出笑容 有些这些新兵 他麾下的总士兵数量赫然达到了1496万246人 再加上星辰联盟领主们的840多万士兵 他现在麾下的总兵力数量 已然突破了2000万 达到了2340万名士兵的恐怖数量 这个数量 恰好是之前16国一族联军的数量了 另外需要一提的是 昨日因为是建国大典的原因 星辰联盟的领主们全都来参加大典了 所以并没有出去进行策反 虽说浪费了一天的策反机会 但只是一天而已 两成兵力可能也就几十万士兵 再加上昨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周周也没太在意 清理王怪乌木场之后 周周没有做其他士兵 而是让士兵们稍作休整 然后静静等待万王之王活动的开启 趁着时间 周周先打开王国频道 看了下领明和星辰联盟领主们的反应 结果发现 无论是领明还是星辰联盟的领主 都对即将到来的万王之王活动毫不畏惧 甚至还期待他的降临 好让自己的策反大显神威 周周见此笑了笑 自己的策反领主天赋 确实是个好天赋 短短几天时间 居然就让这些之前 还畏惧战争的生活系领主 变成了如今这副战争系领主的样子 随后他又打开世界频道 世界频道的领主们则悲观很多 上一个万族领主战场 死了那么多蓝星领主 也不知道这次我会不会死 别被关 兄弟们 活动还没开始 我们不能自己先看不起自己 先鼓起勇气来 说实话 战场上拼的 说到底还是实打实的实力 勇气有用 但不大 上一次活动 焦阳大佬成为第一 你们说这次活动 他还能成第一吗 我觉得不可能了 真当那些顶级种族势力 出身的领主 是吃干饭的 他们的种族文明底蕴 咱们想象都想象不到 蓝星文明中 持续时间最长 且不中断的种族文明 也才有五千年而已 这怎么跟那些发展了几万年 几十万年 甚至几百万年的种族文明底 我看焦阳领主 上次能得到第一的名号 也只是侥幸而已 侥幸 我笑了 你给我侥幸一个看看 陛下还是有实力的 我是星辰联盟的领主 别以为在世界频道上说话 就能够随便说了 敢说我们陛下的坏话 小心哪一天 我们找到上门去 周周神色平静地 看着世界频道 心中想起了他之前 遇到的元出领族 等顶级种族领主 他摇了摇头 不再多想 就在这时 一行金色文字提示 忽然出现在周周面前 也出现在所有万族领主的面前 甚至是本地土之领主的面前 至高意志提示 万王之王活动即将开始 请各位领主做好准备 看到这行文字提示 周周不由精神一振 万王之王活动终于开启了 不等他多做反应 新的活动提示出现 现在开始宣布 万王之王活动简介和活动规则 万王之王活动简介 在至高意志 将万族领主 从诸天万界 引入万族战场上之后 新生的万族领主的力量 但依然加强了 对于至高意志 麾下领主势力的攻势 想要以最快速度 攻下本土领主势力 然后再转而消灭 万族领主势力 在无尽新红领主势力的进攻之下 万界本土领主势力 承受了极大的压力 覆巢之下无完卵 万族领主势力 需要在这次新红领主势力的 全面进攻中 全力帮助本土领主势力 度过这次危机 这样才能延长自己的发展时间 也能够在真正的新红危机爆发之前 积攒更多更强的势力 为了让万族领主势力 全力积极地参战 同时也为了选拔出 优秀的万族领主 至高意志 特别推出本次万王之王活动 以下是具体活动规则 具体活动规则一 本次万王之王活动中 万族领主可以暂时加入 任意王国阵营 或者帝国阵营 与新红之主麾下的新红王国 或者新红帝国交战 具体活动规则二 加入王国阵营 帝国阵营的万族领主 可以通过完成相应阵营任务 获取相应阵营积分 以及其他奖励 在战争中表现突出者 可以获得额外成就 成就相当于数量不等的阵营积分 具体活动规则三 本次活动设置王国 帝国阵营积分排行榜 以及万族领主阵营积分排行榜 两座排行榜 前者覆盖所有加入王国 帝国阵营的万族领主 后者只限单一种族之中 拥有阵营积分最多的领主加入 具体活动规则三 活动结束后 在王国 帝国阵营积分排行榜 排名第一的万族领主 可以获得传说 神话品质的领主之王称号奖励 一块超凡上级王国令 一百 一千点传说度奖励 以及阵营奖励 在万族领主阵营积分排行榜 排名第一的万族领主 可以获得至高 永久级别的万王之王称号奖励 一块拥有特殊能力的王国令 十万点传说度奖励 十点神话度奖励 阵营奖励 以及一个万族神话宝箱奖励 具体活动规则四 在本次活动中 万族领主可以选择加入 多个非敌对王国阵营 但需要一定的外交度基础 具体活动规则五 本次活动将持续一个月时间 一个月时间后 第三百三十号至高军团 将降临万族战场 击退来犯的所有新红领主势力 特殊提示 在活动期间 各位领主的功能列表中 将会增添一项万王之王功能图标 您可以通过自身意识 点击该图标 获得具体活动信息 您的领主功能列表中 增添了万王之王功能图标 您可以选择在相应功能中 加入指定阵营 周周看了两遍 心里大概有数了 他打开领主功能 果然在 领主个人信息 蓝星领主世界频道 蓝星领主交易所 传说度排行榜 好友蓝 虚拟领主战场 的最右方找到了 万王之王的功能图标 打开图标看过去 里面有四个选项 分别是 加入阵营 阵营任务 成就列表 阵营积分排行榜 周周点击 加入阵营 结果发现 里面可供加入的阵营 赫然有一大堆 而他们之中 排名第一个正是 人族 骑士帝国 友好 第二个则是 精灵族 精灵帝国 友好 在他们的后面 还有一些外交层次在 出十层次的 王国级领主势力 和帝国级领主势力 周周大概看了一眼 稍微一想就想起来了 之前他参与了 骑士圣殿邀 邀请他的一场饭局 在那场饭局中 他认识了不少人族大佬 而在这些人族大佬的背后 好像就是这些王国和帝国 没想到 只是吃了顿饭就建交了 那群人族大佬 还真挺在意我 周周想到 随后他的目光 落在了排名前二的 两个领主势力身上 其中 人族 骑士帝国 就是创建骑士圣殿的 最重要的势力之一 它不但是人族 仅有的五座帝国之一 并且骑士圣殿殿主白河 也出身于骑士帝国 有骑士圣殿这层关系在 周周对于骑士帝国 与骄阳王国有 友好 层次的外交关系 丝毫不感到意外 毕竟昨天的建国大典 骑士圣殿和骑士帝国 都派人来参加了 还送了颇为贵重的厚礼 让周周有些意外的是 与精灵帝国的外交关系层次 它和精灵帝国 其实除了内提亚的事情之外 其他方面 没有过多接触过什么 没想到外交关系层次 已经直接达到友好级别了 想到之前 纳提亚带精灵女皇 送精灵武术的盛业的行为 周周心里更加讶异 那精灵女皇 还真够看中我的 这个友好外交层次 恐怕大半都是那位 精灵女皇陛下贡献出来的 周周想了想 点击选择 加入这两个阵营 至于那些初始层次的 国家级势力 周周暂时没打算加入 活动时间有限 她的兵力也有限 不可能将所有兵力 都投入到每一个国家之中 去完成他们的阵营任务的 只有集中所有兵力 在两个外交关系 最高的国家级势力身上 她才有可能获得最大的收益 等把这两个帝国阵营的 阵营任务都挖掘完了 再去加入其他阵营 挖掘阵营任务也不迟 很快 文字提示接连出现 您已选择加入精灵族 精灵帝国阵营正在申请中 您已选择加入人族 其实帝国阵营正在申请中 还要申请 周周也没多想 准备等一会儿 然而还没过两三秒钟的功夫 新的文字提示就出现了 精灵族 精灵帝国已通过你的申请 您成功加入该帝国阵营 您的频道中额外 增加精灵帝国阵营频道 空间传送阵 精灵帝国已建立 人族 歧视帝国已通过你的申请 您成功加入该帝国阵营 您的频道中额外 增加歧视帝国阵营频道 空间传送阵 歧视帝国已建立 周周恶然 这么快 她也没多想 觉得可能每个国家阵营都是这样 然而周周不知道的是 现在绝大多数蓝星领主 由于来到至高大陆时间太短的原因 根本还没有来得及获得 与王国级领主势力 或者帝国级领主势力建交的机会 所以他们打开 加入阵营 这个功能后 赫然发现没有一个阵营可以加入 只要那些在领地发展初期 就选择外出建设本土领主势力的 一小部分蓝星领主 才侥幸达到了外交关系条件 从而加入了王国阵营 或者帝国阵营 但即使如此 这些蓝星领主们在选择加入阵营之后 也很长时间内也没有得到回复 尤其是选择帝国阵营的领主 因为帝国阵营的疆域广大 所批邻的万族领主势力堪称海量 加入的万族领主 更是犹如过江之清一般 数不胜数 所以他们在选择加入后 很长时间内 都没有得到申请的同意德国一段时间之后 轮到他们才行 乃像周周这样 不到两三秒 就直接加入了 可见这两个帝国对于周周的重视 在这场万王之王的活动中 选拔和筛除 这项没有描写的隐藏规则 从加入阵营这一刻就已经开始了 话说回来 周周打开世界频道 果然在世界频道和王国频道的右边 发现了两个新增频道 正是精灵帝国阵营频道 和骑士帝国阵营频道 周周好奇地看着这两个频道 虽然这两个频道刚刚建立不久 但已经有几十条领主留言出现在上面了 赞美伟大的精灵帝国 至高意志颁布了这个活动之后 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为帝国效力 为女皇陛下效力 所以我就第一个来了 泽泽 本来只是想试一下 没想到居然真的成功了 哇 这么快就有这么多领主加入了 我还以为我是第一个呢 我是第二个来的 第一个是那位叫做 骄阳领主的万族领主 不用我多说 你们也知道他是谁吧 卧槽 上一个活动的万族最强领主 他居然也加入我们精灵帝国的阵营了 小小人族领主 应该是很仰慕我们精灵帝国 所以才在阵营出现之后 第一时间加入了我们精灵帝国 哎 骄阳王国 骄阳领主 大佬 你是怎么打败那么多顶级种族领主 成为万族最强领主的 你是怎么这么快建立王国的 能说说吗 周周一脸猛逼的看着这寥寥几十条留言 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只是浅浅水 居然都能被提到 不过他并没有回复的想法 但就在这时 又一行发言出现 原初精灵女皇爱丽莎尔 加你好友了 通过一下 阵营频道中全都是省略号 掺杂着少许大胆的问号 周周也愣住了 随后连忙打开好友申请 找到精灵女皇的好友申请 然后选择通过 骄阳王国 骄阳领主 通过了 原初精灵女皇爱丽莎尔 嗯 随后他便发来私聊 原初精灵女皇爱丽莎尔 什么时候过来一趟 骄阳王国 骄阳领主 我准备一下就过去 原初精灵女皇爱丽莎尔 嗯 到了直接来地宫 我跟你说一下我们敌人的情况 骄阳王国 骄阳领主 好 对方不再发来消息 周周却有些发懵 他到现在还有些不太敢相信 这个说话如此随意大方的存在 居然就是精灵帝国的最高统治者 这说话的语气 简直就像让我过去吃午饭一样自然 周周挠了挠头 虽然有些意外 这位女皇的性格 但这么好接触 也不是坏事 就在这时 他发现 骑士帝国阵营频道 也有人爱特他 他打开一看 发现爱特他的人 是一位名叫爱琳娜的骑士 爱琳娜 骄阳国主 我是骑士帝国帝国之主的女儿 你可以叫我爱琳娜 安道尔 爱琳娜 请通过下我的好友 我有事与你相伤 他说完后 其实帝国阵营频道 也一阵大乱 谁也没想到 堂堂帝国之主的女儿 竟然会主动与一个万族领主联系 不过 当知道骄阳领主的身份和来历后 众人也都理解了 随后便是一阵羡慕 周周这边也有些扎舌 他也没多说 直接通过了对方的好友申请 并告知对方 等他处理好他这边的事情之后 便会前往他们那里 商量具体的战争事宜 有这两位帝国的重要人物帮忙 阵营任务应该少不了我的 周周想着 这两位大人物的主动接触的同时 心里也有些高兴 有这两层关系在 也许他可以接到一些 具有高额阵营积分的阵营任务 这对他提升阵营内部的积分排名 甚至争夺万王之王称号 无疑有着巨大的好处 就在这时 白云向自己走了过来 同时他的身后 还跟着无图以及九名英雄 其中三名英雄 是来自极光王国的英雄 另外六名英雄 则都是一副新面孔 见过陛下 他们到来后 立刻对周周恭敬道 不必多礼 起身吧 周周笑呵呵道 众英雄闻言 这才恭敬起身 暗邻法师孙瑜 多谢陛下复活之恩 臣无以为报 只能以此老弱病残之身 向陛下效忠了 孙瑜颤颤巍巍地 从英雄之中走出来 向周周感激道 他身穿一身暗黑色斗篷 手持一柄暗黑色法杖 浑身散发着一股黑暗的气息 他的脸上有着很多皱纹 眼睛上戴着一副眼镜的他 看上去完全没有 邪恶法师的感觉 反而有一种老学究的气质 老先生为雪和剧成 牺牲自己的事情 本王早就有所耳闻 所以一直对你很向往敬佩 区区复活不算什么 老先生不用多提了 以后老先生安心 在交阳王国做事就是 周周笑道 臣尊命 孙瑜严肃道 随后退了回去 等他退回到队伍中后 他旁边的两名英雄 也站了出来 他们正是原极光王国的 另外两名英雄 他们站出来后 便向周周说明了 自己已经加入 交阳王国的事情 周周笑着点了点头 看来他派出去的 说客水平还真不错 居然真将 极光王国的这三名英雄 全部请到交阳王国 当他的臣子来了 等他们两人说完之后 另外六名新英雄 也站了出来 向周周恭敬行礼 这六名英雄之中 其中三名英雄 是获得了军功兑换系统中的 三本英雄传承秘典 成就的英雄 而另外三名英雄 则是昨天他在王兜之外 击杀的那三名异族英雄身上 获得的三个英雄传承秘典 所造就的英雄 周周看着眼前 这九名新加入的英雄 脸上的笑意越发浓郁 有了这九名新英雄在 他现在麾下的英雄数量 赫然已经达到44位之多了 这等数量 已经堪比11座 普通出击王国的英雄总和 还要多了 不错 有了这么多英雄在 面对刚刚开始的 万王之王活动 他也能有更大的把握 来提升自己的排名了 就在这时 无图走了过来 又恭敬又惭愧的 陛下 您赏赐给我的神灵之书 臣已经吸收完了 无图怎么也没想到 在建国大典上 犯下大错的自己 居然在当天晚上 就得到了陛下的接见 不仅如此 还被陛下亲自赐予了 无比珍贵的神灵之书传承 这可是连白云 五星等老将 都没有得到的殊荣 他居然先得到了 这让他既感激又惶恐 周周看着无图脸上 感激惶恐的神情 轻叹了口气 昨日的事情 虽然确实是你寻察不力 但对方实力太强 也不能全怪你 那兵鬼之神八一的神灵传承 与你自身的英雄传承 有几分契合之处 安心使用吧 不想让我失望 就早日成神 周周到 是 陛下 无图用力点了点头 现在他麾下的天图君 已经拥有了大量的高阶制徒师 不需要他每次出去 都亲力亲为制徒了 作为领导者 同时也是交扬王国的英雄之一 如今都是超凡 史诗级别实力的 其他国内英雄面前 确实有些不够看 也没办法服众 周周没说什么 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 让他退下了 然后他打开王国频道 进入一个 由所有星辰联盟 领主组建的小群里 他自然是这座小群的群主 盟主 Ed所有人 大家都还没有选择阵营吧 下面立刻出现了数百条回复 没有 惭愧 我的阵营选项里 都没有阵营可以选择 我倒是有 不过我不太想去 那是一个哥布林王国 里面的哥布林 就是一群欺软趴硬的家伙 靠 我要是加入他们阵营 估计半点获得阵营积分的 可能都没有 到时候 要是拖累我跟他们 一起灭国了 那我也太冤了 加一 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惜 陛下虽然建立王国了 但不是本土阵营 不在阵营选项里 陛下 您肯定有阵营吧 能不能带我们一起加入 我们肯定是跟陛下混啊 没错 跟着陛下混 加一 加二 加111111 周周看着众领主们的回话 满意的点了点头 不错 看来他的领主下属们 都不是辱莽的人 没有活动一开始 就直接莽撞的选择加入阵营 随后他开始打字 盟主 你们带着你们的士兵 都来到交洋王都 然后我带你们去两个帝国看看 试试能不能混两个 初识 外交关系 成功的话 就可以一起接阵营任务了 他话刚发出去 星辰联盟的领主们 就一阵欢呼 陛下就是强啊 直接让我们抱两个帝国阵营的大腿 舒坦了 幸好没选哥布林王国 陛下万岁 盟主万岁 盟主 低调 随后他让白云 去让士兵们做好准备 同时等星辰联盟的领主们 带兵过来的时候 一起统辖管理他们的士兵 随后他就叫上赤玄天和许安两人 来到一处教场 等待星辰联盟领主们的到来 很快 一众领主们就过来了 陛下 见过陛下 陛下 我们来了 领主们来了后 纷纷围在周周身边 恭敬兴奋道 士兵们都安排好了 周周看着他们 问道 都安排好了 白军团长已经都接管过去了 陛下放心吧 陛下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事不宜迟 我们现在就出发 周周听到了人群中的发问 但笑着说道 随后 他便带着众人 顺着心中的感应 很快 来到两座空间传送阵前 好大的空间传送阵啊 这一次性得传送多少人 这传送阵真气派 不愧是能够连通帝国阵营的 空间传送阵 咦 你们看到了吗 这空间传送阵的能力 有点掉啊 突然有点怂了 你们说我们 到了那之后 不会被埋伏 然后给一锅端了吧 应该 不会吧 刚来到空间传送阵这里 星辰联盟的领主们 看着面前这两座空间传送阵 就不由惊叹起来 周周没有说话 他也在看着这两座空间传送阵 只见这两座空间传送阵 占地面积无比广阔 一眼望去 每一座空间传送阵 竟然都有上万平方千米大小 这等面积 已经足以容纳千万级别的士兵 进行传送了 周周宁神 看着其中一座空间传送阵 很快 文字提示出现 阵法名称 空间传送阵 骑士帝国 阵法等级 特殊级 阵法效果 超级传送 在阵法覆盖范围内的 一切万族领主的领名和物资 都可以通过空间传送阵 随时随地传送到骑士帝国所在疆域 也可以从亡国阵营 帝国阵营所在疆域的空间 传送阵传送回来 但亡国阵营 帝国阵营的生灵 无法通过该空间传送阵 来到万族领主的领地 传送所需消耗能量 由至高意志提供 阵法描述 万王之王活动专属空间传送阵 在万王之王活动结束后 将会自动消失 他看向另外一座空间传送阵 正是精灵帝国的空间传送阵 可惜了 居然会在活动结束之后消失 还以为能白嫖两个空间传送阵的 周周心中嘀咕 这两座专属帝国阵营的空间传送阵的效果 不可谓不强大 不但面积极为广阔 能够一次性传送大量的士兵和物资 最重要的是 这等级别的传送居然是免费传送的 传送能量都由至高意志来负责 可见之高意志对于这次活动的重视 他转过头 看向正在彼此讨论交流的星辰联盟的领主们 很快 他就从其中听到了一些特殊的声音 害怕传送过去被一锅端了 周周有些愕然 随后反应过来 也是 这些家伙还不知道 自己与这两个帝国的外交关系 面对未知的传送之旅 有些担心很正常 自己对于这点倒是忽略了 他也没犹豫 直接打开两个帝国的外交关系层次 然后截图发在了群里 告知大家不用担心 这等级别的外交关系 除非发生特别大的意外 否则传送过去基本上不会有危险 就算真的有危险 周周也有底牌 能够把他们和自己全都安全送回来 大家都上来吧 我们先出发去歧视帝国 周周不再多想 他说完后 便第一个踏上这空间传送阵 士玄天和许安紧随其后 其他星辰联盟的领主们 见此夜纷纷大胆走了上去 等所有领主都走上来后 周周心中默念传送下一秒 整座空间传送阵 忽然升起冲天的银色光芒 随后渐渐消失不见 同样消失不见的 还有周周他们 其是帝国 诺兰军事要塞 当周周他们从黑暗中脱离 重新看到周围场景的时候 他们发现自己 赫然已经来到了一座巨大的军事要塞之中 整座军事要塞 看上去有些老旧 但却给人一种坚不可摧的感觉 军事要塞之内 一眼看去 街道上行走的 大多都是宝金风霜的士兵 除此之外 则是普通的领民 但是如果仔细看的话 就会发现 这些领民与士兵们的关系极好 看上去不是亲属 就是好友 而在他们所在空间传送阵的周围 也聚集着一排又一排队列整齐的骑兵 粗粗看去 将近有上万名骑兵之多 而就在这时 他们也发现了空间传送阵的意象 看到了周周等人 随后其中一名明显是将领级别的人物 带着一对士兵飞速骑马过来 见过各位 这名将领过来后 立刻跳下马笑着说道 随后他的眼睛很快就落在了周周的脸上 眼睛顿时一亮 再看向他身旁 这些面相基本都在中等以上的人族 心中越发觉得 自己的猜测可能是正确的 您就是交洋王国的国主 交洋国王吧 果然是天人之姿 您的这些领名也各个都是人中龙凤啊 他惊讶笑道 他所在的骑士帝国 虽然距离交洋王国相当遥远 但随着交洋领主的诸多成就和传闻传出 他也跟着听说了不少对方的传说 而在这其中 传说加入交洋王国 可以让自己变好看的传闻 是他觉得最不靠谱的一个 加入一个王国 就变得好看了 怎么可能吗 一听就是为了吸引外界流民的加入 而故意编造的谎言 不过后来 随着越来越多变率 变美帝势力传回帝国内部 他在听闻之后 虽然内心深处还是不太相信 但已经有些动摇了 直到现在 他看到周周 以及麾下的领名 看到了他们惊为天人的面貌 又想到了之前的传说 立刻就猜到了 来者正是以人族之身 祭拜万族领主 拿下万族最强领主活动称号的人族领主 交洋领主 是我 周周点了点头 他看着对方 如今 以他实施下级的实力 再加上混沌人族的超强六感 哪怕不依靠属性面板 他也能看穿对方的实力层次 传说下级 这名将领的实力 赫然正式传说下级实力 周周眉头微微挑起 精灵帝国 真够有效率的 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派出这种级别的强者 和一众下属 来保护着空间传送阵了 爱玲娜公主 已经等候您许久了 请跟我来吧 就在周周心中 惊讶对方办事效率的时候 这名将领客气说到他看着对方 表面上虽然如常 但心中却暗暗惊议 怎么回事 看对方的实力 只是一名史诗下级的万族领主而已 这等实力 虽然在万族领主的实力提升进度之中 已经堪称不可思议 但对于他这位惊艳老道的传说 下级强者来说 应该不算什么才对 为什么自己居然在他身上 感受到了一股 令他心惊单颤的危机感 仿佛对方如果想要杀他的话 只需要在弹指之间就可以做到 难道 传说中 这位娇阳领主战力惊人的传闻也是真的 可就算再真 也不该强到这个程度吧 将领发现自己 真的越来越看不懂眼前这个年轻人了 周周能隐隐感觉到对方在想什么 不过他什么也没说 劳烦带路了 他开口道 请跟我来 至于您的这些下属 将领点了点头 随后看向他身后的人 一死不言而喻 是玄天跟着我 许安你留下来 跟着灵儿他们 将军 请你给他们暂时先安排一处休息的地方 方便吗 周周做了安排后 随后问道 自然方便 好 周周点了点头 随后就带着赤玄天 跟着这位将军 向爱琳娜公主所在的行宫走去 而许安则跟着其他新城联盟的领主们 跟着另一名士兵 向另一个方向走去 对于他们的安全 周周并不担心 因为他临走之前留了个心眼 在许安身上 放了个血服分身 这样 他那边万一出现什么意外 他也能第一时间知道 然后第一时间赶过去 或者直接发动领主天赋 回城 带着他们返回郊阳王都 玉陵殿 这是一处临时建造的行宫 周周 赤玄天两人在将领的带领下 走进这座行宫 然后很快见到了那位爱琳娜公主 这位公主 虽然名字有些西方化 但却有着一副东方美人的美丽面孔 手若柔仪 夫如宁芝 领如球棋 齿如护膝 禽手峨眉 巧笑烟熙 美目盼熙 论样貌 不比顶级美人李亚差 不过 两人有一点明显有些不同 李亚身上 有一种大国公主的英姿和气度 而对方身上 则有一种高贵飘渺的感觉 这种气质 周周和赤玄天对视一眼 炼气室 这位名字中有些西方化的帝国公主 赫然和他们一样 也是一位炼气室 周周很快反应过来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 人家可是堂堂一座帝国的公主 掌握无数人族资源 搞来一个炼气室转职证明 和高级炼气功法 还不是简简单单 葫芦将军 你带人退下吧 我想和这位焦阳国王单独聊聊 就在这时 爱玲娜的声音响起 宛如黄黎轻声明教室 公主殿下 带周周二人过来的葫芦将军 文言毫不犹豫到 随后直接转身离开了这里 你也离开吧 我和这位公主好好聊聊 周周见此也对赤玄天说道 赤玄天文言也没犹豫 直接转身离开 现在在焦阳王国 公认的战力第一 不是他 正是他的陛下 他留在这里 除了碍事之外 确实没什么用 等两人带着其他人离开这座宫殿后 大殿内只剩下了周周和爱玲娜公主两人 不知公主殿下 特意留我一人下来 有什么事要说 周周主动问道 爱玲娜公主看着大殿下的周周 两眼微微恍惚 真好看啊 他心中下意识想到 这就是天人之姿吗 他以前对于这种存在 只在母后口中听说过 本以为只是个传说 没想到真的见到了 而且现实中第一次见到 居然能让人这么心跳加速 这家伙 比母后说的还要好看 他心中想到 心跳再次加速 真是从未体验的感觉呢 公主殿下 周周见对方迟迟没有说话 又开口说了一遍 嗨 那个 听说加入你们王国的领名 都会变得更好看 是真的吗 爱玲娜脱口出道 周周 周周没想到 这位帝国公主 见到自己的第一个问题 居然就问这个 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果然是亘古真理 是的 周周点头 直接承认下来 真想去看看 你的神奇的领地 爱玲娜公主闻眼眼中 浮现出浓浓的好奇和向往之色 颇为感慨说道 凭借歧视帝国的强大 以后公主殿下嫌下来 总会有机会的 周周笑道 他们之间的空间传送阵 只能让万族领主 传送到帝国阵营疆域内 但没办法让帝国阵营的人士 前往万族领主领地 可以看出 这是至高一致 为了保护万族领主所 专门设置的措施 防止万族领主 被本土领主阵营宣兵夺主了 闲下来 艾琳娜公主 颇为唏嘘地摇了摇头 她没多说什么 转而笑道 重新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跟随父皇和母皇生活 因为一些原因 所以有两个名字 跟随母亲的名字 就是你现在叫的艾琳娜 另外 我还有一个跟随父亲的名字 叫做玉玲 因为我大多数时间 都和我母亲一起生活 所以国内大多数领名 都称呼我为艾琳娜公主 但如果你想叫我玉玲公主 我也不会介意 艾琳娜公主 或者玉玲公主微笑道 玉玲公主 舟舟稍作犹豫 便立刻以这个名字称呼 对方一副东方人面孔的样子 虽然有淡淡的混血特征 但舟舟还是觉得 叫玉玲习惯一些 玉玲公主笑着点了点头 我先跟你说一下 我们需要面对的情况嘛 这次无尽新红势力来袭 席卷了整个至高大陆 以及所有万族领主 覆盖的大千事件 在你们万族领主眼中 至高一致将这次的事件 称之为万王之王活动 而我们这些本土王国 和帝国级势力 则从之高一致的口中 得知这次的事件是 万族之劫 舟舟听到这话 眉头微微一挑 玉玲公主还在说道 我们骑士帝国 现在已经在正面战场上 感受到了这场 万族之劫的巨大压力 你可知 现在有几个新红帝国 在围攻我们骑士帝国 玉玲公主问道 三个 舟舟尝试性说了一个数字 这在她心中 已经相当大胆了 不 十六个 玉玲公主神色凝重地 说出了这个惊人的数字 这还仅仅只是帝国级新红势力 另外还有至少五百个以上的 王国级新红领主势力 正徘徊在我们骑士帝国的疆域内外 不断攻伐我们骑士帝国 以及周边的帝国级势力 和王国级势力 现在 我们骑士帝国的周围 有将近十亿的新红怪物 在不断地战斗 新红神灵也有十尊以上 可以说 每时每刻都有王国级领主势力 不断地被新红势力覆灭 就算是帝国势力 恐怕也撑不了太久 情况不是很妙 周周文言脸都绿了 尼玛 你管这叫情况不是很妙 御灵公主 你也太心大了吧 周周本以为 以自己现在掌握的两千多万兵力 来到这两个帝国阵营 就算不能说称王称霸 但怎么说 也能在与新红势力的战争中 独领风骚吧 结果上来 就是十亿新红兵力 和十尊以上的神灵 直接给他弄懵了 在这十亿兵力面前 周周所率领的兵力 也就是个小趴菜啊 更不用说那些真正的神灵了 他上次之所以能视神 多少有些仗着绝对光明 和光明圣剑 这两个法则剂克制的优势 他可不认为 自己侥幸杀了一个神灵 就能够真的无所畏惧地 与神灵对战了 而且周周有些不敢想象的是 骑士帝国都已经如此了 那比骑士帝国疆域还要广阔 不知道多少倍的精灵帝国 又在面临多少新红帝国 和新红王国的围攻 他本以为加入两个帝国阵营 对自己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自己要是一步小心 很有可能就折在这次活动里了 有什么我可以做的吗 周周安静伴上 开口说道 既来之则安之 既然已经选择了这里 那接下来就好好完成阵营任务吧 不过 自己接下来要好好小心了 这种级别的战场 可不是自己想做什么 就能做什么的 老规矩 一切要以谨慎为主 有 听闻周周的话后 玉林公主点了点头 不过这件事的难度有些大 你如果愿意接的话就接 不愿意的话 我也可以给你安排其他任务 他道 先说说看 周文言没有拒绝 先问道 距离我们骑士帝国 625亿公里之外 有一座神剑帝国 那也是我们人族的帝国之一 这次万族之节来势汹汹 光凭我们单个帝国 恐怕很难度过这场劫难 所以我想派你前往神剑帝国 找到剑帝陛下 然后沟通合作事宜 我们之前本来是想自己派人去的 不过现在帝国周围便不兴红怪物 我们的兵力也捉襟见肘 没办法腾出多余的力量 去做这件事了 所以我就想把这项重刃交给你 玉林公主认真道 625亿公里 这么远 我怎么过去 周周周没道 这个不用担心 到时候 我们会给你沿路的地图 在地图上 会标注各个空间传送阵的位置 通过空间传送阵 你和你的军团 完全可以短时间内 就跨越数十亿 甚至上百亿公里的距离 600多亿公里的距离 其实并不难达到 难的是 沿途你们会遇到的敌人 玉林公主肃然道 我们都知道空间传送阵的重要性 那些空间传送阵 要么已经被敌人所掌控 要么就是彻底被毁坏了 从敌人手中夺回空间传送阵 才是你们此行最大的难点 如何 你愿意接受这个任务吗 玉林公主道 话音刚落 一个许久未见的任务提示 出现在周周面前 骑士帝国阵营 玉林公主向你发布了阵营任务 阵营名称 遥远的神剑帝国 任务品质 传说上级 最高 唯一 任务内容 万族之节的恐怖敌人 让骑士帝国深感压力 他们不得已 需要外出寻找盟友 以求支援 您需要带领你的士兵们 离开骑士帝国 奔赴前往神剑帝国 寻求帮助 在这个过程中 您需要从途径的 新红领主势力手中 夺回最少12座传说 上级空间传送阵 0 12 26座史诗 上级空间传送阵 0 26 114座超凡 上级空间传送阵 0 114 以打通骑士帝国 与神剑帝国的道路 从而让骑士帝国 和神剑帝国 能够彼此互通有无 甚至传送军队和强者 进行支援和合作 如果成功 您将得到 两大人族帝国的友谊 以及其他巨量好处 但如果失败 让人失望是小 也有可能丢掉性命 请谨慎思考 然后再做出你的选择 任务奖励 以一点阵营积分 骑士帝国 与神剑帝国的外交关系 提升至尊敬层次 死剑魔怨里的一柄 死剑选择机会 一万位帝国籍战斗职业 灭军骑士的效忠 一千颗传说极物之心 提示 每打通一座空间传送阵 就会奖励一部分阵营积分 如果选择中途放弃任务 这部分阵营积分不会收回 周周看着这份奖励 若有所思 他看着这个任务 心里有些感慨 传说上级的顶级任务啊 再也没有比这种级别的任务 更高层次的阵营任务了 还真和他想的一样 他选择来到这帝国阵营 确实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之处 如果去一个他不熟悉的王国 帝国阵营 别说传说上级顶级任务了 能不能从万千领主之中脱颖而出 达到一个最基础的阵营任务 都不一定了 乃像现在这样 顶级阵营任务 直接送到自己嘴里 就看自己吃不吃了 他看了任务内容一会儿 最后目光落在任务奖励上 看着这份任务奖励 周周心中不由心动 别的不说 光是那一点阵营积分 就非常让他眼馋 如果他能够得到这笔阵营积分 完全可以 让他直接登顶帝国阵营积分排行榜 就算是万族领主阵营积分排行榜 他说不定也能进入前十 甚至前三都有可能 两个帝国阵营的外交关系 提升到尊重层次 也可以让他以后 在这两大帝国方便做不少事情 遇到什么困难了 说不定可以凭借这关系 请这两大帝国出手相助 至于死剑魔缘里的一柄 死剑选择机会 虽然他不太了解 但能够和前面几个条件并列 应该也是一个极好的假例 一万位帝国级战斗职业 灭军骑士的效忠更不用多说 每一名灭军骑士 都是帝国级的战斗职业 各个在战场上 都是以一敌万的存在 甚至单独灭一个军团 都有可能做到 这也是为什么 他们的名字叫做灭军骑士的原因 这样恐怖的单兵战力 周周现在手中 也只有一百多名而已 如果能够得到 这一万位灭军骑士的效忠 他的实力一定可以得到加强 至于最后的一千颗传说集物之星 反而是他最不怎么在意的 奖励周周想到这里 几乎想要立刻答应这位公主殿下了 不过好在 他最终还是谨慎冷静地 问了两个问题 公主殿下 如果我们发现了破损的空间传送阵 然后没办法修复 该怎么办 这个不用你操心 如果你决定做这个任务 我们自然会给你配备 相应的阵法修复士队伍 到时候 就由他们来负责这方面的事情 还有问题吗 玉玲公主道 有 如果我们能够借助这些空间传送阵 一路畅通地前往神剑帝国 然后完成任务再回来 这一来一回 您觉得需要花费多长时间 一路顺利的话 十天差不多了 如果速度更快的话 七天说不定也可以 玉玲公主想了想 说道 周周闻言 稍稍松了口气 这样的话 还好 万王之王活动 共有一个月时间 花费七天或十天 拿到一亿点阵营积分 也不是不可以接受 如果中途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的话 大不了直接不做这个任务 反正这个任务 也没有放弃任务的惩罚 到时候 他大不了 只拿开通空间传送阵的阵营积分奖励 这个任务我可以接 但我想先请公主殿下 帮我一个小忙 我带来的那群领主 都是我蓝星领主 同时也是我的下属 这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 我想带着他们一起去 能不能请公主殿下 将他们与贵国的外交关系 提升到可以加入阵营的程度 周周说道 这个简单 我可以现在就做到 玉玲公主道 说完 她就闭上眼睛 过了两三秒钟 她便睁开眼睛 但笑着看着周周 已经好了 现在他们 与我歧视帝国的外关系 已经达到初始层次了 他们凭借这等外交关系 已经可以加入 我歧视帝国的阵营 同时接去我们帝国的阵营任务了 麻烦公主殿下了 小事而已 不用在意 随后两人又聊了半个多小时 这个阵营任务的更多细节 然后周周才离开行宫 重新和自己的下属和领主们会合 见众人都成功加入了 歧视帝国的阵营 周周便将这个传说 上级阵营任务的协助任务 发放给他们 有了这个协助任务 他们在与自己出去 做任务的时候 也会在不分论 自己任务奖励的基础上 得到一些阵营积分 和部分其他奖励 另外 他虽然只是协助任务 但也是实施上级的协助任务 所奖励的阵营积分 也相当惊人 足以让他们超过很多阵营内部的 其他万族领主了 陛下 我们现在去了 现在就去做任务吗 只先领主期待问道 不着急 玉灵公主得先调遣过来 一对阵法修复师 然后我们才能出发 我们先去精灵帝国 看看能不能在精灵帝国 也接个高收益阵营任务 到时候 说不定可以两个阵营任务一起做 周周到 众人自然没有意义 随后众人直接通过空间传送阵 返回焦阳王都 等他们离开之后 玉灵公主才从行宫中走了出来 看着他们离开的位置 明明知道 这趟任务的途中 会有很多危险 还敢接下任务去做 你到底是自信呢 还是狂妄呢 他喃喃道 精灵帝国 清玉城 阵营专属空间传送阵 当周周他们出现在空间传送阵上的时候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一群身穿精致制式轻甲 头戴奇异花冠 背负弓箭 妖怪常见的精灵族 就立刻围了上来 他们全都是年轻女性精灵 身材窈窕 面容精致 双眼淡绿色 耳朵尖尖的 一个个看上去在普通人之中 都算得上是万里挑一的美人 周周带来的灵主们 看到这么多精灵都看待了 部分灵主眼中 甚至出现了痴迷之色 要知道 他们可都是经过美颜加持过的 但即使如此 还是有一大部分人的颜值 甚至都比不上这些精灵 可见这些精灵的夸张容颜和身材 众人之中 只有周周以天人之姿 才能稳稳碾压这些精灵的颜值 他们中的一部分精灵 看着周周 美丽的淡绿色眸子 微微发亮 精灵是爱美的种族 不少精灵在选择配偶之时 甚至都会以外貌高地位选择标准 因此 周周精卫天人的面貌 一出现在他们面前 就俘虏了很多精灵的芳心 就连为首的精灵卫队队长 看着周周的样貌 都微微待了一会儿 才回过神来 你就是交洋王国的国王陛下吧 请跟我来吧 我们需要先转成另一座空间传送阵 前往精灵帝都 陛下正在等你 卫队队长客气道 好 周周点了点头 随后他招呼众人 从空间传送阵上走了下来 看到这一幕 前往另一座空间传送阵 在路上的时候 周周看了一眼远方的城墙 这座清语城 不比交洋王都的面积差 可即使如此 他也能听到 远方传来的喊沙和战斗声 甚至能清楚地听到 星红怪物的嘶吼声 周周心中微微凝重 精灵帝国帝都阿兰洛斯 当周周他们一行人来到这里的时候 顿时就被这里的场景给震撼到了 只见各种各样的自然风光 与精灵风格的各式建筑 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高达万米的古树和建筑 也随处可见 各种各样的文明奇观 和特殊建筑 让人目不暇接 大方地展示了 这座发展了数万年的 帝国的恐怖底蕴 奇花异草 异竹生灵 还有很多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的事物 充斥在众人眼前 不过 这都不是最令人震撼的 最令人震撼的是两个事物 一个是一株 不知道多少万米高的 金色古树 它直冲云霄 遮天蔽玉 覆盖整座精灵帝都的 金色树冠 宛如一扇神灵赐下的 天造华盖 庇佑着整座精灵帝都 和无数精灵子民 另一个让所有人震撼的是 他们看到了一颗星辰 一颗无比巨大的星辰 那星辰之巨大 更在这株神树之上 它高高屹立在天穷之上 散发着磅礴的生命气息 如果仔细聆听的话 甚至还能听到 神灵的圣歌在欢送 神灵的教义在滴涌 众人一时之间 被震撼的没有言语 哪怕是周周一时之间 也没有说话 不过与此同时 他脑海中 来自各大血脉种族的 血脉传承 也在迅速翻阅着资料 很快 他就知道 这诸神树 和那星辰的来历是什么了 精灵母树 阿比盖尔 丰饶与郁郁之真神 奥克塔威尔的神国星辰 周周低声道 他心中震撼 血脉里记载着 这方面的传承 是一回事 可是在现实中亲眼见到 就又是另一回事了 尤其是后者 那可是货真价实的 真神级存在 主神不出 真神就是这个世界的霸主 没想到精灵帝国 居然能够得到 一真神庇护 看来传闻说的没错 这一代精灵女皇 确实有希望 将精灵帝国 建成精灵神国 因为建成神国 最难的一点 也是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 有三尊真神级别的存在 庇护本国国土 万事开头难 现在 既然已经有一位了 那后续的两位 也不会很难了 此时 带他们来的卫队队长 本来想向周周等人 介绍一下 他们精灵帝都 尤其是精灵母术 和天上的神国星辰 可是当他听到周周的低语后 表情顿时有些意外起来 这位来自不知名蓝星的人族领主 居然知道这方面的事情 要知道高级传承 因为各个势力 一向保守得很严密的原因 所以 就算是很多老牌王国 都不一定知道 精灵母术和神国星辰 是怎么一回事 这位人族领主 居然能够一口说出来底细 甚至还认出了那座神灵星辰 来自于哪尊神灵 这等件事 就算是一般的高等血脉种族 都不一定能够比得上 本来他心中 对这些来自蓝星的乡下领主 心中或多或少 还是有些蔑视的 只是他表面上装得很好 再加上素质较高 所以没有表现出来而已 现在他却没有了那份蔑视之心 这位人族领主 能夺得上一个活动的 万族最强领主称号 看来确实不是运气原因 众人继续向地宫走 请问该怎么称呼你呢 回过神来的周周 问这位卫队队长说道 我叫艾力 是地宫第三位队的队长 艾力随口道 我叫周周 周周笑了笑 之后 众人便一路来到地宫 很快就见到了 盘坐在地座之上的 原初精灵女皇 艾力沙尔 不过这次 自然是只有周周一人见女皇 至于其他人 则暂时在大殿门口等候 陛下 交阳国王已经带到 艾力宫尽道 辛苦了 你退下吧 穿着一身华丽璀璨长裙 五官美丽到极致的 精灵女皇淡淡道 是 陛下 艾力宫尽道 随后便安静离开 见过女皇陛下 周周恭敬道 这可是统治整个精灵族的女皇 客气一点不丢人 不用多脸 你既然加入 我精灵帝国的阵营 我们就算是朋友了 你应该是需要阵营积分吧 我有一个任务 你应该会感兴趣 就看你有没有自信来接了 艾力沙尔开门见山说道 是什么任务 周周谨慎问道 在我们精灵帝国的疆域之内 有一座神战战场遗址 这座神战遗址 每逢战争爆发之际 就能汇集旁驳的生命与死亡之力 来打开他的大门 到时候 外界的生灵就可以进入其中 寻找神战战场遗址中遗留的宝物 我要你进入其中 取到其中一块真神器的神器碎片 然后带回来交给我 只要你能完成这件事 本皇不会吝啬奖励 甚至 本皇可以最大程度上 给你发放阵营积分 让你近乎百分百成为 我们精灵帝国阵营中的领主之王 至于你们的万族领主阵营积分排行榜 本皇也会尽力帮你提升名次 但最后能留在第几名的位置上 就看你的实力了 如何 女皇淡淡说道 一副对他们万族领主的活动内容 十分了解的样子 周周神色并不意外 以这位女皇的地位 了解这些消息 不要太简单 她看着眼前刚刚出现的任务提示 精灵帝国阵营 原初女皇爱丽莎尔 向你发布了阵营任务 阵营名称 遗师的真神器碎片 任务品质传说上级 最高 唯一 任务内容 在精灵帝国的疆域内 有一座涉及神灵大战的神战战场 这座战场在过往的数万年来 都处于完全封闭之中 只有当海量的生气和死气聚集时 这座战场才会裂开一道世界裂系 让外界的生灵得以进入 您需要在世界裂系开启之日 进入世界裂系之中 取得真神终极神器碎片 玉灵十种 将其交给原初精灵女皇 你将获得大量奖励 任务奖励 三一点阵营积分 精灵帝国的外交关系 提升至崇拜层次 一份上位神上级的自然之子精灵血脉 一万位自然精灵的效忠 一万颗传说极物之心 援出精灵女皇爱丽莎尔的友谊 同时 爱丽莎尔将会帮助你 提升在万王之王活动中的排名 好丰厚的奖励 周周看着这份奖励 不由有些吃惊 这份奖励 可比骑士帝国给自己的奖励 丰厚多了 不过 随后他神色又严肃起来 以精灵帝国的体量来看 能让他拿出这么多奖励 来当阵营任务的奖励 也正说明了 这个阵营任务之难 他的难度 恐怕是歧视帝国的阵营任务的数倍 甚至是更多倍 都有可能 如果我拿不到您想要的神奇碎片 我到时候可以放弃这个任务吗 周周先问道 当然可以 不过 如果你放弃任务 那本皇也不会帮你提升 在这次万王之王活动中的排名了 到时候 你只能和其他精灵帝国阵营中的万族领主一样 自行寻找阵营任务 获取阵营积分奖励了 爱丽莎尔说道 这是自然 那我愿意接受这个阵营任务 周周点了点头 说完 他直接接了这个任务 您说的这处神战战场 他什么时候会开放 位置在哪里 他接完任务后 立刻问道 现在星红领主势力刚刚攻过来 积攒的生气和死气还不够充足 正常来说 至少要十天之后 神战战场才有可能吸收到足够的生气和死气 来开启世界猎息入口 不过本皇已经派遣精灵帝国的各大军团 加快速度剿灭帝国附近的星红势力 等灭了两三个星红帝国 或者两三百个星红王国之后 到时候 应该就足够开启神战战场的入口了 放心吧 到时候 本皇会派下属通知你时间和位置 你可以在这期间 寻找其他阵营任务来做 爱丽莎尔说到这里 右手一翻 掌心上出现一块金色令牌 那金色令牌上雕刻着精灵母树的树状纹路 他手轻轻一挥 这块令牌就飞过来 落在了周周的受伤 这是精灵帝令 整座精灵帝国之中 也只发放了十块 本皇届你一个月时间 在这期间内 你可以手持它 前往精灵帝国的各大城市之中 寻找阵营任务发布关 到时候 在他们面前出示这块令牌 对方就会允许你 截取任何等级的阵营任务 而不需要相应的阵营等级之类的要求 你如果没事做 可以做做这些小任务 他随口说道 多谢陛下 周周大喜 随后他看着对方不慎在意的面容 犹豫了下 道 陛下面对这次的万族之劫事件 似乎并不感到紧张 紧张 爱丽莎尔轻轻一笑 别把我们精灵帝国和其他那些小帝国相比 这场万族之劫活动 对于其他帝国来说 确实可以称得丧失一番劫难 这次万族之劫活动过后 注定会有无数王国势力 甚至是帝国势力 陨落在这场劫难之中 但他对于我们精灵帝国来说 最多不过是有些麻烦而已 甚至 还可以说是一场天大的机遇 机遇 周周一正 嗯 你不会以为 只有你们万族领主 才会在这次活动中 得到至高一致的奖励吧 我们这些参与进来的 王国阵营和帝国阵营 只要在这场万族之劫中 表现好的话 也同样会获得至高一致的奖励 爱丽莎尔笑道 原来如此 周周心中恍然 怪不得他看歧视帝国和精灵帝国的人 在面对他们这些万族领主时 脸上一点怨气都没有 毕竟按照活动简介中所说 新红之主 虽然看不上他们这些新生力量 但这次无尽新红势力突然来袭 多多少少也与他们有些关系 如果这些王国阵营和帝国阵营 因为这件事 而对他们有怨气 他真的一点都不意外 可是来到歧视帝国和精灵帝国之后 他却没从他们的脸上 看到一点怨气 他之前还以为是对方 不了解新红势力来袭的原因 现在他才明白过来 原来他们也能够 在这次万族之劫中 获得属于他们的好处 之后 他也和爱丽莎尔说了 让他麾下的领主 加入精灵帝国阵营的事情 爱丽莎尔爽快地答应了 随后周周想了想 说了自己 也在歧视帝国 接了阵营任务的事情 歧视帝国的阵营任务很难 所以 我想请求您的帮助 这次的帮助 可以当时提前支付的任务奖励 如果您认为 我可能玩不成 名下达的阵营任务的话 我也可以用支付物质新方面 雇佣精灵帝国的强者 帮助我们度过这次任务 不知道陛下是否愿意 周周大胆 说出了自己的请求 周周看着精灵女皇 对于歧视帝国的阵营任务 周周虽然因为一些底牌的原因 有一定把握可以完成 但也没自信 可以完全毫无意外地完成 现在 既然有这个球员的机会 那他自然不会放弃 还没有完成我 交给你的任务 就想提前预约奖励吗 精灵女皇看着周周 神色中看不出息怒 你的脸皮还挺厚吗 周周闻言 神色丝毫不变 被人嘲讽两句 算得了什么 能让士兵减少损失 以及到手的利益 才是最重要的 阵营任务奖励 我不会提前给你 不过如果你有足够的物质心 可以去请我们精灵帝国的强者 能请多少 就看你的本事了 精灵女皇淡淡道 话虽如此 但她并不觉得 对方能请到多少精灵强者 一个刚刚来到至高大陆 发展了不到一个月的 万族领主势力 就算她发展得再好 又能攒下多少物质心呢 估计请了一两位强者 就要捉襟见肘了 周周闻言却是大喜 她要的 就是这位女皇的许可 不然没有精灵女皇 这个大旗罩着 那些精灵帝国的强者 说不定都不让她进门 更不用说 邀请做阵营任务了 多谢陛下 周周立刻道 精灵女皇点了点头 随后便挥了挥手 周周会议 直接告退离开了 一处临时安排的宫殿中 周周被爱丽接引到这里 就看到了赤玄天 许安 以及星辰联盟的领主们 除此之外 她还看到了一位老朋友 正是初代邪火剑灵 纳提亚 你这么快就知道我来了 周周有些惊讶地看着她 是陛下叫我过来的 从今天起 直到万族之节结束 我都会作为助手跟在你身边 同时也会负责 当你和陛下的联络使者 在你准备做阵营任务的时候 可以把你的需求告诉我 我能帮你的 就会帮你 不能帮你的 我也可以直接联系陛下 看看陛下能不能帮忙 纳提亚笑道 她嘴角微翘 看上去有些小雀跃 那感情好 周周一喜 她正愁不知道 从哪个精灵帝国的强者 开始找起呢 有了纳提亚在 她找起来就方便多了 你知道为精灵帝国 效力的神级强者 住在哪里吗 尤其是那些 现在有空闲的 周周立刻问道知 知道 纳提亚一愣 随后点头道 她作为精灵帝国的英雄 颇受女皇陛下喜爱 所以 这种事情 仍然留在精灵帝国休息的神级强者 只有两位 一位适中 为神下级的血缘 与白狼之神 紫勒乌大人 另一位 则是上位神下级的猎羊 与灼烧之神 哈罗斯大人 他们目前都在自己的神宫之中休息 不过神宫在地宫的最深处 神灵一般不会出来 就算我们过去 那些负责守卫的神士 恐怕也不会轻易 让我们通过的 纳提亚说到这里 神色有些犹豫和惭愧 刚刚还说自己要帮忙 没想到现在就有些力不从心了 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神灵在精灵帝国 也是地位尊崇的存在 哪怕是精灵女皇 面对最弱的下位神下级的神灵 都要客客气气的 更何况 她一个普普通通的精灵族英雄 这个不用担心 女皇把这个给我了 有这块令牌在 应该可以面见到 那两尊神灵了吧 周周拿出精灵圣令 笑着说道 陛下居然将这令牌给你了 纳提亚看到周周手中的精灵圣令后 顿时吃了一惊 也是为了方便行事 周周笑了笑 有这块令牌在 自然可以 纳提亚毫不犹豫到 精灵圣令 在精灵帝国的作用 几乎相当于女皇清灵 只有女皇陛下极为信任的大臣 才有可能短时间内 拥有这块令牌 用过后 还要还回去 有她在手中 周周几乎都可以在精灵帝国 为所欲为了 见两尊闲在家中的神灵 自然简简单单 能见就好 时间紧急 现在就带路吧 周周到 既然只有两名神灵 在精灵帝都 那她就只能 尽量将这两位神灵 都请过来 为自己保驾护航了 至于代驾 周周早有准备 保证能让那两名神灵 拒绝不了 地宫深处 神宫 周周看着面前的 白色巍峨威严建筑 隐隐能从里面感受到 如同寒冬般的寒冷 并且 还有一个散发着 极为庞大的生命气息的存在 居住在里面 这里就是血缘与白狼之神 泽乌大人的神宫了 纳提亚道 周周点了点头 随后她走过去 来到了神宫大门前 两名身穿血白厚大棉衣 身边各自趴着一头 两三米高的白狼的神室 正守卫在这里 周周一眼看过去 就看出了两人的实力 史诗下集 她眉头微微一挑 这就是精灵帝国神灵的牌面吗 史诗下集的强者 居然用来当看大门的 来者止步 不知道这里是 泽乌大人的神宫所在吗 见周周来到大门前 这两名神师立刻立声说道 麻烦通传一下 晚辈娇阳领主 想要求见泽乌大人 有事相伤 周周拿出精灵圣灵客气说道 两名神师 本来还想喝退这年轻人 神灵启示 你想见就见的 不过 当他们看到周周手中的 金色令牌的时候 两人顿时一愣 让我看看 左手边的神师冷冷到 态度比刚才一下子好了很多 周周递了过去 神师接了过来 翻看了一会儿 随后给另一名神师看了看 等在抬起头时 两人看着周周的目光 都有着明显的意外之色 人族何德何能 居然能够被女皇陛下 赐下这块特权令牌 娇阳领主 难道是最近那位名声 正胜的人族领主 想到这里 两人对视一眼 立刻明白了对方所想 请跟我来 左手边的神师客气道 周周点了点头 随后转头看向纳提亚 你等我一会儿 好 纳提亚点了点头 周周见词也不再多言 和这名神师进入神宫之中 等他们进入后不久 另一名看守大门的神师 犹豫良久 随后还是忍不住问道 刚刚那位人族领主 就是在上一个至高一致 安排的万族领主活动中 夺得万族最强领主的 那个人吗 正是 瑟瑟 了不得 以前只是听说 没想到今天居然见到真人了 能以人族之底蕴 从那么多强大的 万族领主手中 夺得万族最强领主的称号 他真够了不起的 神室感慨到 纳提亚看着对方态度大变 十分敬佩周周的样子 不知为何 脸上浮现出了笑容 心中莫名有些开心 但是一想到对方已经有了李亚 心里又不自觉失落起来 神宫中 神室将周周带到了一座露天宫殿之中 在这座宫殿之上 一尊足足有一千多米高 通体雪白 没心处有雪花神闻的神狼 正盘踞在这里 他没什么动作 但那自然而然释放出来的神威 就足以让无数生灵为之胆战心惊 就在这时 泽巫抬起狼头 一双冰蓝色的双眼 冷冷指示着周周 见过泽巫大人 面对这尊神灵的指示 周周不卑不亢道 泽巫没有说话 他看着周周 看着看着 心中静渐渐有些惊疑起来 因为此时的周周 明明只是史诗下级的实力 可是竟让他有一种 若有若无的威胁感 仿佛对方能够威胁到 自己的生命一样 这种冥冥中的直觉 让泽巫感到十分荒谬 要知道 他可是中卫神下级的神灵 别说史诗级了 就算是下卫神存在 在他面前 都不会给他这种感觉 可是眼前的人族领主 却给了他这种 不可思议的感觉 这让他如何不感到吃惊 作为一尊狼类神灵 他对于这种直觉 向来十分相信 因此 他顿时不敢小瞧 眼前这名人族领主 娇阳领主 你很有趣 说吧 你来我这里 到底是有什么事 雪原与白狼之神 泽巫声音低沉地说道 那晚辈就直说了 从今天开始 到一个月之后 是至高意志设置的 万王之王活动时间 这点泽巫大人 想必已经知道了 晚辈是想在这段时间里 请泽巫大人暂时庇护我交阳王国 直到一个月之后 正式结束 当然 晚辈不会让泽巫大人 白白出手的 报酬方面 晚辈不会让泽巫大人失望的 周周道 请我庇护你们交阳王国 你可知 外界现在有多危险 有多少星红神灵 正在外界虎视眈眈 纵然我是神灵 但如果面对 多名星红神灵的围攻 也逃不了好 甚至会有陨落的危险 而且 你一个来到 至高大陆不足一月的领主 纵然在至高意志的活动中 得到一些奖励 又能拿出什么样的宝物 来打动我这尊中卫神 物知心就不用说了 我不需要那玩意儿 你有神经吗 听说过神经吗 泽巫讥讽说道 神经 我还真有 在泽巫恶然的眼光中 周周竟真从自己的王之宝侠中 拿出一颗中卫神层次的神经 不过 随后他又收了起来 不过 我觉得 泽巫大人应该更喜欢这个 周周右手一翻 一件通体冰蓝色 表面上隐隐散发着 强大神力气息的衣袍 出现在他手中 看到这件冰蓝色衣袍 本来神色冰冷淡然的泽巫 顿时仿佛看到了 极为心动的宝物一样 立刻从爬服姿态站了起来 眼神火热贪婪地 看着这件衣袍 神器 他热切道 是的 这是一件下 卫神下级的神器 它的名字叫 冰鬼祭神袍 虽然品级比较低 但应该 还能勉强入得了您的眼 周周但笑着说道 这件冰鬼祭神袍 正是之前他击杀 那名冰鬼王国的英雄 所掉落的六件 重复的神器之一 因为手中 还有两件冰鬼祭神袍 所以他对于将其拿出来 用作交易这件事 并不怎么在意 反正只是 下卫神下级的神器而已 杀传说级别的敌人 就能爆出来一大堆 这只高大陆上 神灵少是少 但传说级强者少吗 肯定不少 所以他完全不觉得 可惜不过在泽物眼里 这件神器 就异常珍贵了 在诛天万界之中 除了极少部分 天生地养的神器之外 其余大部分神器 都是由神级的 神器铸造师铸造而成的 然而 神器铸造师 何其稀少 他们简直就像是 神灵之中的大熊猫一样 可遇而不可求 因此 神灵要是想获得神器 是极难的 大部分神灵 获得神器的方法 通常只有三个方式 一个是同一神器之间 有传承关系的神灵 彼此传承各自的神器 第二种 是以信仰之力 和神力长时间的祭练 某件神器胚胎 经过漫长的祭练时间后 才有概率 创造出一个神器出来 最后一个方式 则简单粗暴很多 那就是 神夺神器 除此之外 就只能靠运气 或者一些特殊的手段了 泽武运气比较好 他所在的白狼种族 在许久之前 曾经诞生过一位 信仰成神的白狼之神 对方借助信仰之力和神力 凝练了一颗神器 白狼之牙 经过数千年传承之后 这件神器 才堪堪提升到 下位神上级 可怜如他 作为一名中 卫神下级的神灵 如果被传出去 只拥有一件 下位神上级的神器的话 不知情的神灵 可能会觉得 这位白狼之神 混得太惨了 但是其他神灵 如果知道这件事 恐怕会觉得 这白狼之神运气真好 心里恨不得取而代之 所以 他看到这件 下位神下级的 最低级神器 才会这样激动 没办法 对于只拥有一件 下位神神器的他来说 再增加一件 下位神神器 对他来说 实力至少会 直接提升三成以上 而且 这还是件 寒冰属性的一袍类神器 大概率是一件 寒冰属性的防御类神器 如果他能拥有 到时候 他的进攻和防守方面 将再无短板 实力说是 翻倍都不为过 甚至说不定 可以从这件 寒冰属性的神器中 窥探到增强自己 寒冰属性法则剂的方法 你打算用这件神器 来换我庇护 你们王国一个月 泽屋舔了舔嘴唇说道 是 周周点了点头 成交 泽屋毫不犹豫到 周周见此 心里有些嘀咕 看来 自己还是有点亏了呀 也许 自己用神经来交易 对方也多半会答应 不过周周手中 神器不缺 缺的就是 神经这种神灵间的 通用货币 所以 他倒也没觉得太亏 提前跟你说一句 如果到时候遇到了 我也无法对抗的威胁 我可不会 为了你们 骄阳王国拼命 泽屋又补充道 好 那晚辈也有一个条件 由您杀死的敌人 尸体交给我们如何 周周道 泽屋文言有些犹豫 但想了想 自己刚刚说的话 可能觉得自己占便宜了 便点点头答应了下来 泽屋 庇护一个王国一个月 就能得到一件下卫神神器 我血赚 周周 用一件多余且积累的 下卫神下级神器 换来一名中卫神神灵 庇护我度过阵营任务 我血赚 一人一神看向对方 忽然有些心虚的尴尬一笑 拜别了血缘与白狼之神 泽屋 周周又和纳提亚 前往猎羊与灼烧之神 哈罗斯大人的神宫 你来找这两尊神灵大人做什么 如果不方便的话 可以不说 奈提亚好奇道 没什么不能说的 这不是要做阵营任务了吗 想拉点帮手 周周笑了笑 道 结果怎么样 我听说 无论是刚刚的泽屋大人 还是接下来 我们要去找的那位哈罗斯大人 都很难请他们出手的 就算陛下亲至 那两位神灵都不一定会出手 周周嘖则称奇 不过也不是很意外 毕竟都是神灵了 喜欢自由 不怎么听通调遣也很正常 不过 他们都不听你们的 你们还招他们做供奉 周周有些奇怪道 我们精灵帝国 有两位数以上的神灵 庇护我们的帝国 这些神灵之中 有的是我们花费巨大代价请过来的 他们自然愿意听陛下的命令 为精灵帝国效力 甚至就算是一些危险的事情 也愿意去做 但也有的神灵 是我们花费很小的代价 请过来助手我们精灵帝国而已 相当于门派的克青之流 这些神灵对我们精灵帝国的归属感 并不是很高 我们也没在他们身上 投入太多资源 所以 他们相对而言很自由 也无需完全听我们的派遣 纳提亚道 这些信息在精灵帝国并不是秘密 或者说 每个帝国都是以这样的方式 拉拢神灵的 所以 就算透露给周周 也没有关系 周周恍然 怪不得这两位神灵这么自由 学到了 他财大气粗 以后完全也可以这样做 让交阳王国多些强者 就算他们不会出手 多些威慑力 也是好的 片刻后 他们来到了猎羊与灼烧之神 哈罗斯大人的神宫 周周看着眼前的神宫 这个神宫看上去也相当巍峨 比之前的雪原 与白狼之神的神宫要大很多 他通体赤红色 在神宫的最顶端 屹立着一个巨大的太阳 他燃烧着熊熊赤色火焰 向四面八方传达着恐怖的热量 但到了一定边界之后 又会自动消失 看上去杀石神意 那我去了 周周对纳提亚道 你小心一些 这尊神灵的脾气不是很好 纳提亚心灵传音道 周周点了点头 随后他来到了神宫前 同样通过精灵圣令 进入了神宫之中 并面见了这尊猎羊与灼烧之神 哈罗斯猎羊与灼烧之神 哈罗斯的本体 是一尊火元素的元素生物 他没有固定的形态 周周看到他时 只看到一团赤红色微微泛黑的火焰 悬浮在高空中 释放着令人不适的恐怖热量 一般的钻石级强者 要是来到这里 估计没过一会儿 就会被这带有神力的热量 灼烧到失去全身水分 然后直接死亡 不过好在 周周体质也极强 无视了这等恐怖的火焰 这让本来想看周周出丑的哈罗斯 顿时有些惊诧 随后周周说出了 和面对泽物士一样的话来 不过在寝神的代价方面 周周则做了更改 片刻后 周周从神宫中走了出来 正等着周周的纳提亚 见此立刻走了过来 你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纳提亚惊讶到 随后他想到了什么 犹豫了下 安慰道 失败了没关系 我还认识一些 传说级别的精灵帝国的英雄 他们的战力不比下位神差 多请几位 应该也能完成你的阵营任务的 谢谢 不过不用了 因为我已经请到了 周周哈哈笑道 你怎么请到的 纳提亚文言顿时瞪大眼睛 陛下都做不到的事 他居然可以做到 周周笑了笑没有说话 他这次没付出神器 也没付出神经 而是拿出了一颗圣灵级信仰神经 本来他是想凭借一次复活机会 请这位上位神 庇护骄阳王国的 虽然说 以生命女神的庇护所等级 现在只能复活传说下级 和传说下级以下层次的生灵 但对方说不定也能心动 从而答应他的要求 如果实在不行 周周甚至打算拿出神经进行交易 毕竟这是一位上位神存在 如果有他在自己的身边保驾护航 自己绝对可以安稳完成 歧视帝国的阵营任务 谁承想 他刚拿出这一颗圣灵级信仰神经 对方目光就落在他上面不动了 周周六感惊人 脑子也灵活 直接改口说 用一块圣灵级信仰神经 来请对方庇护骄阳王国一个月 并且期间要帮助他完成阵营任务 没想到 对方居然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无论是死神还是其他神灵 都对信仰神经如此热衷 他们看来都很看重信仰成神之路 周周默默思考 以后 他大概率也要走信仰成神之路 因为 众所周知 十神赐福 这系列领主天赋后面代表的十大主神 几乎代表着至高大陆 买至无尽诸天中最强大的十大主神 而他们 几乎全走了信仰成神和法则成神的道路 双道坚固 这正是他们如此强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 信仰成神这条路 他会走 法则成神之路 他也要走 这样他成长起来后 才不会落于其他神灵 另一边 纳提亚见周周没有回答后 也乖巧地没有多问 两人一路向星辰联盟领主的住处走去 王座之下 陛下 刚刚得到消息 雪原与白狼之神 泽乌大人与猎羊与灼烧之神哈罗斯大人 已经答应了焦阳王的请求 准备和他一起同行 协助他在这一个月内 完成他的阵营任务 一名身穿黑袍 全身上下都被遮住的神秘生灵 对端坐在王座之上的精灵女皇 爱丽莎尔说道 他们居然会答应那小子的请求 爱丽莎尔闻言 一双美丽的眉毛 顿时微微促起 本皇去请了他们那么多次 他们都不愿意出手相助 以他们的懒散性子 他们怎么会答应呢 爱丽莎尔不解道 血缘与白狼之神 倒是透露了一些消息 说是因为焦阳王拿出了一件 下位神下级的神器 这才让他没办法拒绝的 至于哈罗斯大人那里 他并未透露具体的谈话内容 所以臣也暂且不知 黑衣生灵低声道 下位神器 那小子哪来的这么多宝物 至高意志奖励的 神器这种东西 就算在他们精灵帝国也不多的 爱丽莎尔闻言微微眯起 我本来已经很高估他了 没想到这家伙 还是出乎了我的意料 爱丽莎尔自语道 他本以为 对方在精灵帝国 最多能招募一些史诗 传说级别的强者 再多 也就是史诗 传说级别的英雄 这等存在 虽然算是精灵帝国的中流砥柱 甚至是顶端占领 但看在对方会帮助他 完成阵营任务的份上 被他短时间内招募过去一些 他也不会太在意 但是 对方可是把他帝都内 维尔存在的两名神灵给带走了 这他就有些无法接受了 他还想着 留下这两尊神灵 镇守下他的帝都呢 现在好了 跑了 至于天上的那位真神 虽然已经答应 当精灵帝国的供奉了 但也是有条件的 再没完成这个条件之前 他也没办法轻易驱动人家 去做什么事 陛下 这次对方能够招募成功 还要多亏了陛下 借给他的那块精灵胜利 不然 他恐怕连神功的门都进不了 秉承着尽职尽责的原则 黑衣神秘生灵 把这个消息也告诉给了爱丽莎尔 爱丽莎尔 造孽啊 他心里那叫一个悔恨 早知道不给他好了 周周在和下属们和领主们会合后 就直接返回焦阳王都 然后带上了两千万名士兵 准备去做阵营任务 剩下的三百多万士兵则留下来 保护焦阳王国和新陈联盟的领主领地 骑士帝国 境外 足足四十艘星夜号隐匿在空间之中 向远方飞去 星夜号内部 舰长室 周周看着手中的地图 这份地图 是骑士帝国在自己临行前送给自己的 上面描绘了非常详尽的地形信息 尤其是在骑士帝国到神剑帝国的沿途地图上 描绘的更是极尽详细 甚至连最新的星红势力分布都有 周周对此还是挺满意的 心中对于接下来的任务之行 增添了不少信心 按照地图上描述 距离我们最近的空间传送阵 大概在东南方向一千万公里之外 这个距离 以星夜号的速度 全速飞行之下 不到十分钟就能到了 周周收起地图静静等待 八分钟后 周周感受到飞船停了下来 他心念一动 一面虚拟屏幕出现在他面前 只见一个覆盖方圆十公里的 银色残缺阵法广场铺设在大地之上 在他的周围 大概有四五万头鹰头牛身的奇特星红怪物 正守卫在这里 他们的实力大多都在白金级和白金级以下 只有少部分星红怪物 实力达到了钻石级和超凡级 不过此时他们的样子都有些懒散 看上去似乎都不愿意看守这个阵法 周周谨慎地用飞船的生命 探测雷达功能 看了眼周围 发现没什么埋伏后 便直接通过军团面板下令 下一秒 就看到一艘星夜后 从空间隐秘状态中浮现出来 随后舱门打开 只见足足五十万交洋军团士兵 驾驭孔损羽翼 从舱门中跳了下来 然后以极快的速度 向下方的 则四五万头星红怪物 飞扑而去 有着如此巨大的实力和兵力差距 其结果自然没有悬念 不到二十息时间 郊阳军团就全歼对方 以几方零伤零牺牲的战绩 赢得了胜利 这座超凡上级空间传送阵的所有权 也顺利转移到了郊阳军团的手上 等确认周围安全后 周周便命令飞船飞了下来 落在了这座空间传送阵上 他看了看眼前这座破损的空间传送阵 微微皱了皱眉 随后叫了一名士兵过来 让阵法修复师对我过来吧 这座空间传送阵需要他们来修复 他道 士兵立刻领命离开 很快 一行一千名阵法修复师快步走了过来 其他阵法修复师直接原地开始修复工作 而为首的一名阵法修复师则来到了周周面前 临阵楼第三楼主于欢 见过郊阳王陛下 于欢是一名中年男性精灵 他长相成熟 身体强壮 穿着一身白底蓝边的军团制服 看上去颇有军律气息修复这座阵法 要多长时间 周周直接问道 一座超凡上级的空间传送阵而已 我们全力修复 不到五分钟就可以修复 于欢自信道 他可是一名下 卫神上级层次的阵法修复师 这等低级阵法根本不需要他出手 由他带来的那些弟子们 修复就可以了 等需要修复传说上级的空间传送阵时 他再来修复也不迟 周周点了点头 五分钟倒还真不长 让士兵们注意防守周围 一旦有敌人靠近 无需禀告 直接消灭 周周对白云吩咐道 是 陛下 白云恭敬道 随后就去安排了 周周正准备等一会儿 就看到远处 忽然又跑过来十多万银头牛身的星红怪物 向空间传送阵的方向冲过来 不过还没等他们靠近 就被白云带兵消灭了 接下来的事情 则有些出乎了周周意料 因为接下来的五分钟时间里 居然又有三波总共二十万左右的星红怪物冲过来 想要消灭他们夺回空间传送阵 不过好在平均实力水平不高 被白云轻易打退了 不过即使如此 也让周周感受到了这场万族之劫的恐怖 星红怪物遍地走啊 这迷雾怪物数量之多 让见惯了的周周都感觉有点离谱 要知道 二十万迷雾怪物 正常来说 都可以占领一座黄金级区域领地了 而这里只是一处单独的超凡上级空间传送阵而已 居然就聚集这么多迷雾怪物了 那其他重要的地方呢 岂不是更恐怖 正思考期间 于欢的弟子们已经将这座空间传送阵修复好了 紧接着 就看到空间传送阵银色光芒一闪而过 足足二十万军备整齐的骑士出现在空间传送阵上 这座空间传送阵 从现在开始 将由骑士帝国汉无骑兵军团来接管 谢谢你做的贡献 教阳王 汉无骑兵军团军团长走过来 向周周感谢道 话音刚落 一行任务提示出现 阵营任务提示 您已成功夺回一座超凡上级空间传送阵 奖励十万阵营积分 当前已夺回超凡上级空间传送阵 1114 任重而道远啊 周周感慨道 好在这次的任务时间长 他也不着急 他没有和这位军团长多聊 见他们正在忙着布防传送阵 就直接带兵离开了 时间流逝 转眼间就已经来到了晚上 再度夺回一座超凡上级空间传送阵的周周 打开阵营任务提示 看过去 阵营任务提示 您已成功夺回46座超凡上级空间传送阵 奖励460万阵营积分 当前已夺回超凡上级空间传送阵 46114 阵营任务提示 您已成功夺回三座史诗上级空间传送阵 奖励150万阵营积分 当前已夺回史诗上级空间传送阵 2 26 效率虽然还行 不过明天还是要加快速度 谁知道精灵帝国那边的神战遗址 什么时候开始 一旦遗址开启 我必须要立刻赶过去 周周想到 周周看着眼前的任务信息 回想起今天一天的经历 今天 他们总共夺回了48座空间传送阵 其中平均每一座超凡上级的空间传送阵 都有20万到40万新红怪物驻扎 而那维二的史诗级空间传送阵则更为恐怖 其中一座有200万新红怪物驻扎 另一座则足足有400万新红怪物驻扎 虽然周周的士兵们还是轻易将其消灭了 但依然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除此之外 他也不是没有获得好处 抛开战利品和晋升能量不谈 光是今日他们策反的怪物就是一大笔收获 空间传送阵的400万新红怪物 直接获得了48万新红怪物兵力 而其他新城联盟的领主也都各自使用了策反 收获了不少迷雾怪物士兵 可谓收获丰富 之后他们也不再停留 通过这座已经开启的空间传送阵返回骑士帝国 然后又传送回了焦阳王都 焦阳王都 周周看着手中的战利品清单 今天他们一共消灭了1840余万迷雾怪物 其中步伐超凡 甚至史诗级别的迷雾怪物存在 在战利品之王和最强领主称号的加持下 战利品一共获得 450颗传说集物之星 41200颗史诗集物之星 1551200颗超凡集物之星 800万5000颗钻石集物之星 2432万3000颗白金集物之星 5550万2400颗黄金集物之星 104875颗白银集物之星 1亿8900万2425颗青铜集物之星 各类技能书2亿1359600本 各类装备3亿2400万1050件 基础材料2800亿单位 13100块青铜及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1颗钻石级新红领主天赋球 5颗圣灵级信仰神经 这是战利品的情况 另外在士兵战力提升方面 今天的连番战斗之后 周周麾下的总兵力也再次到了提升 除了他自己策反的48万迷雾怪物兵力之外 星辰联盟的领主成员们 移交给他的两成策反兵力 也有233040迷雾怪物兵力 两者加起来就是713040头迷雾怪物 现如今 周周麾下的总兵力赫然已经达到了1567万3286人 其中 黑铁级别士兵有208万824人 青铜级别士兵195万1822人 白银级别士兵329万1882人 黄金级别士兵359万1506人 白银级别259万230人 钻石级别114万501名 超蚕级别26500名 史诗级别21名 另外 原初邻族安塞尔突破到钻石下级 战争羽利之龙王哈瑞斯 元吉龙族领主突破到超凡下级 星灵之剑无图突破到超凡下级 鬼神将罗胜突破到史诗下级 其他刚刚加入交洋王国不久的新英雄 也都有较大的实力提升 周周看着这份战利品 清单满意地点了点头 现在他麾下的兵力 加上星辰联盟掌握的932万兵力 总兵力已经达到了2500万之多 这次想要完成阵营任务 接下来的每一天 我都会面临大量的迷雾怪物敌人 倒是可以把策反升级一下 周周思考 升级策反之后 他再把领主们的策反等级提升一波 这样每天他就会有更多的新增兵力了 不过这件事不着急 他先看向自己今天的战争中 得到的那颗钻石级星红领主天赋球 周周看着这块钻石级星红领主天赋球 眼神有些火热 它里面可是有钻石级别的领主天赋 用得好的话 完全可以当成一个小金手指来看待 他不再犹豫 宁神看向它 很快 文字提示出现 是否净化 净化 周周期待到 下一秒 一道金色光芒在这颗星红领主天赋球上一闪而逝 金色光芒消失后 他的信息也已经发生了变化 宝物名称 石神赐福 智慧主神的祝福 宝物品级 钻石级 宝物效果 吸收后 领主将拥有钻石级领主天赋 石神赐福 智慧主神的祝福 宝物简鉴 经过至高意志进化过的领主天赋球 吸收后可以得到一种钻石级领主天赋 居然是石神赐福系列的领主天赋 周周见词有些诧异 也有些惊喜 没想到是这种领主天赋 战争主神的祝福 这项领主天赋 他已经感受到对方有多变态了 可以说 他的娇阳王国能有今天的成就 这项石神赐福系列的领主天赋 功不可没 也不知道 这个新的石神赐福系列的领主天赋 效果怎么样 不过很快 周周就想起来一件事 好像军功领主的军功联盟之中 就有一位拥有智慧主神的祝福的 领主天赋拥有者 对方仗着这项领主天赋 在研究蓝星武器方面非常吃香 难道这项领主天赋 与研究武器有关 他想了想 脑海中又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也不知道 我未来能不能凑齐 所有的石神赐福系列领主天赋 如果全部都凑齐了 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新的变化 他难难道 随后他摇了摇头 放弃了这个想法 石神赐福系列领主天赋 虽然不少见 但也并不多见 想要凑齐这十个领主天赋 除非他运气好到逆天 或者屠戮海量领主 才能做得到 前者太过虚无缥缈 后者想要做到 他还得慢慢来才行 他不再多想 再次看向这个领主天赋球 文字提示再次出现 是否吸收该领主天赋球 钻石几 是 周周到 下一秒 这颗钻石几领主天赋球 立刻化为无数钻石颜色的光点 涌进他的眉心里 周周闭上眼睛 片刻后 他睁开眼睛 然后立刻打开领主个人信息 只见他的领主天赋一栏 赫然再次发生了更新 领主天赋 战利品之王 神话级 唯一 诸如炼金攻防 青铜级 怪物牧场 黄金级 策反 黄金级 国泰民安 钻石级 回城 白银级 神秘商队 黄金级 神道者的窃法手套 传说级 石神赐福 战争主神的祝福 史诗级 生命女神的庇护所 钻石级 骑士圣殿 超凡级 屠龙之乡 白银级 机械族的馈赠 白银级 征服者的拥戴 白银级 斗神之全职大师二 青铜级 领主商城 神话级 唯一 石荒者 青铜级 兼任体制 青铜级 农业王国 超凡级 终级算法 神话级 唯一 王之宝侠 超凡级 天赋直觉 史诗级 桃花运 青铜级 美颜 青铜级 石神赐福 智慧主神的祝福 钻石级 第25个领主天赋了 周周点点头 随后立刻打开 该天赋的详细信息 领主天赋 石神赐福 智慧主神的祝福 钻石级 石神赐福 智慧主神的祝福 由至高一致麾下的 十位主神之一的智慧主神 为宁可宁麾下的 智慧相关类职业者 进行了赐福 宁可宁麾下的 智慧相关类职业者 在进行智慧相关 类职业行为时 会获得额外 4%的晋升能量 并且有概率 在进行智慧创造类行为中 获得更多的智慧灵感 周周惊喜地 看着这个领主天赋 原来如此 怪不得军功领主 联盟内的那名领主 会擅长研发蓝星武器 原来他麾下的职业者 都在智慧方面 得到了增幅 而且 智慧相关类职业者 这个覆盖范围 可有些大 很多生活职业者 都算得上是 智慧相关类职业者 而且 蓝星上的考古学者 数学家 物理学家 化学家 生物学家 都算得上是 智慧相关类职业者 至高大陆的法师 奥术师 秘书师等超凡战斗职业 也都算得上是 智慧相关类职业者 死 周周越想越觉得 这个领主天赋很恐怖 别的不说 以后他领地内的生活职业者 肯定会开始 非一般地 提升自己的生活职业等级 直到达到自己的 潜力极限了 想到这脸 周周脸上浮现出了笑容 他的领地内 虽然有不少 高等级生活职业者 但比起那些存在了数百 数千 甚至数万年的 国家级领主势力 还是差了不少 毕竟他发展的时间太短了 不过有了这个领主天赋 他至少有了追赶他们的资格 而不用望阳心探了 再加上 他还可以通过战争 来掠夺敌国的生活职业者 长此以往下去 他就算追赶 甚至超越那些 底蕴深厚的国家级领主势力 也不是没有可能 至于与蓝星领主做比较 周周想都没想 以他如今的发展程度 如果还和蓝星领主比高低 那他的格局也太小了点 在前两个活动的洗刷之下 如今的周周 他的目标 已然是万族最强的那些领主 甚至是已经存在成千上万年的 强大本土领主势力 其是帝国 精灵帝国 甚至是高高在上的神国 那才是他追赶的目标 这并非狂妄 而是自信和未雨绸缪 随后周周不再多想 拿出十颗白金级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融合成一颗白金级领主天赋本源神经 然后选择使用 文字提示出现 由于您同时拥有怪物牧场 策反 神秘商对三种黄金级领主天赋 请选择其一进行晋升 我选择晋升策反 周周毫不犹豫到 其他黄金级别的领主天赋虽然也很好 但目前来说 还是提升策反效果最好 所以他便选择了策反 虽然他还有其他白金级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可以用来提升怪物牧场 或者神秘商对提升到白金层次 但他更想留着 攒到可以提升战争主神的祝福到传说级别 甚至神话级别的程度 以选定领主天赋 正在进行晋升 下一秒 他额间的眉心中传来了熟悉的温暖感觉 片刻后 这种温暖感觉渐渐消失 新的文字提示出现 领主天赋晋升成功 恭喜您 您的黄金级领主天赋策反 晋升为白金级领主天赋策反 您晋升后的白金级领主天赋效果如下 领主天赋策反 白金 策反 领主专属天赋 当您与敌方领主阵营势力正面战斗时 您可以发动策反天赋 将敌方领主阵营势力中 16%数量的敌人 策反为您的忠诚下属 领主天赋提示1 策反敌人数量下限 最低为一单位敌人 策反敌人数量上限 最高为100万单位敌人 策反后的敌人忠诚度 最低为89点 领主天赋提示2 当前您能够策反的领主阵营势力 层次上限为 中卫神下级领主阵营势力 此上限可以成长 领主天赋提示3 本天赋每日只能发动一次 周周看着白晶级策反的信息 脸上出现了笑容 白晶级策反的效果不错呀 首先是策反百分比 从12%提升到了16% 其次是策反敌人数量上限 从30万提升到了100万 最后是策反势力层次上限 从下卫神下级 直接提升到了中卫神下级 就很nice 他看了眼自己的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发现可以继续升级 现此 他毫不犹豫地继续升级 不过在此之前 他先拿出29000颗青铜 及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50颗白晶级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和一颗钻石级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融合成了一颗钻石级领主天赋本源神经 然后将策反升级到了钻石级 钻石级的策反 策反概率再度得到提升 来到了20%的策反百分比 随后他又拿出10颗超凡级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融合成一颗超凡级领主天赋本源神经 将策反提升到了超凡级 领主天赋 策反 超凡 策反 领主专属天赋 当你与敌方领主阵营势力正面战斗时 您可以发动策反天赋 将敌方领主阵营势力中25%数量的敌人 策反为您的忠诚下属 领主天赋提示1 策反敌人数量下限最低为一单位敌人 策反敌人数量上限最高为500万单位敌人 策反后的敌人忠诚度最低为89点 领主天赋提示2 当前您能够策反的领主阵营势力层次上限为 上位神下级领主阵营势力 此上限可以成长 领主天赋提示3 本天赋每日只能发动两次 领主天赋提示 本天赋无法对同一领主阵营势力发动两次 好强的超反及策反 策反比居然达到了25% 那岂不是说 我一发策反下去 对方直接四分之一的兵力投入我的麾下 而且 每天的发动次数也增加到了两次 周周神色惊喜 这可是从未有过的提升啊 没想到到超反层次 才会在发动次数方面得到提升 随后他点开领主群 将麾下领主的策反等级 也一同提升到钻石层次 这已经是他提升的极限了 这样以后他麾下的领主 在使用策反时 也能拥有20%的策反百分比能力了 这对他们来说 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提升 当周周将钻石及策反 共享给拥有策反的领主时 众领主们一下子沸腾了 星辰联盟的领主群 也立刻出现了大量的发言 陛下牛X 为陛下献上我的膝盖 我的领明问我 为什么跪着看聊天群 我靠靠靠 20%的策反比 也就是说 我一发策反下去 敌人的五分之一都要归我了 这么逆天 确实有点离谱 这要是放在异世界里 高低是个金手指 重生之我在异界策反成王 你的书名我要了 这就开始写 欢迎大家在我的交易位 订阅我最新发布的章节 666 好想试一试啊 可惜天黑了 这星红迷雾真让我难受 这领主天赋也太逆天了 感觉都不比传说级领主天赋差了 格局小了 你要是知道 真正的传说级领主天赋有多强 就知道这个领主天赋 虽然是钻石级 但还算是合理 想想陛下的战争主神的祝福 懂了吧 你这么一说 我忽然觉得钻石级还算合理 好期待明天啊 不行了 我睡不着觉了 今晚要兴奋的失眠了 嗨嗨 大家注意一点形象 我们只是生活系领主 对 生活系领主 笑 抱紧陛下的大腿 我就知道 当初跟随陛下 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周周看着聊天群里领主们的聊天 笑了笑 没说什么 其实他也有些期待明天了 有了自己的超凡级策反 外加上星辰联盟的钻石级策反 以后他每天的新增兵力 将会开始爆发式的提升 给他足够的时间 说不定 他一个人就能解决 包围骑士帝国全境的所有星红怪物 当然 这个目标太远了 他得慢慢来才行 随后他看向自己现在拥有的 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在经过刚刚的消耗后 他现在手里还有 55542颗黑铁及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13617颗青铜及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279颗白银及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165颗黄金及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1颗钻石及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8颗超凡及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9颗史诗及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2颗传说及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6颗神话级 唯一领主天赋结晶碎片高阶的领主 天赋结晶碎片太少了 不然我完全可以把自己的策反 提升到史诗级 不过虽然遗憾 他并没有太失落 因为眼前的万王之王活动 就由海量的万族领主 本土领主和新红领主来参与 这既是危险 也是他获得大量的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甚至是新的领主天赋的机遇 就像今天 他就掌握了13100颗青铜及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和一个钻石及领主天赋 等他提升实力后 完全可以获得更多更好的领主天赋结晶碎片 和领主天赋 周周想到这里 心里更期待了 而这样的后果就是 他也睡不着了 他深吸一口气 随后打开万王之王功能图标 然后又点击里面的 王国 帝国阵营积分排行榜 他眼前出现两个榜单 分别是歧视帝国的榜单 和精灵帝国的榜单 周周先看向歧视帝国的榜单 歧视帝国阵营积分排行榜 第一名 焦阳王国 焦阳领主 610万阵营积分 第二名 青鸾城 青鸾领主 10万2000阵营积分 第三名 灵耀城 灵耀领主 9万8400阵营积分 第四名 紫仙城 紫仙领主 4万3500阵营积分 周周神色不变 这排行榜的排名 也在他意料之中 毕竟他接了歧视帝国 唯一的传说上级任务 如果这种情况下 阵营积分还不能排在第一名的话 那才奇怪了 至于剩下的从第二名到第二十六名 则全被他的星辰联盟的 领主成员们占据了 毕竟他们也接到了 自己的传说上级阵营任务的协助任务 哪怕仅仅只是协助 帮他们登上排行榜 也绰绰有余了 随后他又打开 歧视帝国阵营频道 大大看了一眼 结果发现 现在的歧视帝国阵营频道里 已经聚集着足足二十多万名万族领主了 其中有龙人族领主 灵民族领主 羊手族领主 灰光族领主 各种各样种族的万族领主 看着周周眼花缭乱 当然 其中也有人族领主 甚至是蓝星人族领主 而且数量很多 因为至高一致 对于万族领主的初始领地 并非是胡乱安排的 他往往都是按照种族究竟原则来安排的 比如蓝星人族的领主 他的附近必然临近一处本土人族领主势力 就像周周的初始领地 就临近极光王国 其他万族领主也是如此 话说回来 也许是因为同位人族领主的原因 此时 他们全都在阵营频道上大肆宣扬 交扬领主登顶排行榜第一的事情 虽然登顶的不是他们自己 但作为人族 他们看着交扬领主登顶 也有种与有荣烟的荣誉感不然的话 如果人族歧视帝国的阵营 被一个异族领主登顶了 别说其他人族领主了 就算是歧视帝国自己 恐怕脸色都不会好看 第一天就有这么多万族领主加入 过几天应该会有更多万族领主 加入歧视帝国的阵营 他们应该会让歧视帝国的处境好一些 周周思考 不过虽说如此 也不能指着他们来拯救歧视帝国 毕竟他们发展的时间太短了 麾下的士兵数量少 而且实力还弱 这样的万族领主数量再多 对于现在的战场来说 也只能充当炮灰角色 而炮灰的力量对于战局 只能起到缓解作用 起不到左右胜负的决定性作用 最后 周周看着阵营频道 吹捧自己的狂热发言 微微一笑 随后关掉阵营频道 打开精灵帝国的阵营积分排行榜 精灵帝国阵营积分排行榜 第一名 地下之王城 暗黄领主 五万四千阵营积分 第二名 光神城 光使领主 四万九千阵营积分 第三名 自然城 邪律领主 三万八千八百阵营积分 第四名 领东城 领东领主 一万五千阵营积分 周周看着这份排行榜 这份排行榜前列的位置里 自然是没有他的 毕竟他现在还没有做精灵帝国的阵营任务 阵营积分还是零 不过他也没在意 这场万王之王活动将持续一个月时间 笑到最后才是真英雄 等他的精灵帝国阵营任务开始后 他有信心可以迅速冲绑 最后周周打开了 万族领主阵营积分排行榜 他看过去 万族领主阵营积分排行榜 第一名 原初领族 真领主 一千五百四十万五千一百阵营积分 第二名 牧神族 竹天领主 一千四百四十五万六千阵营积分 第三名 混沌神城 太一领主 一千三百二十万六千阵营积分 第四名 万领族 第十九名 人族 骄阳领主 六百一十万阵营积分 周周神色一宁 居然只达到了第十九名 他原本还以为 凭借自己的优势 自己怎么说 也能进万族前五吧 没想到 连前十都没进去 他皱眉想了一会儿 随后神色严肃了起来 这就是最强种族的种族底蕴吗 周周难难自语 他能够凭借与人族和精灵族的关系 拿到这两个阵容的最强阵营任务 那原初灵族 木神族 混沌神族等万族中的顶尖种族 岂会没有相应的手段 这些顶级种族 发展了不知道多少万年 积攒了不知道多少 国家级领主势力的人脉资源 凭借着这些人脉资源 他们想要获得大量王国的最强阵营任务 简直不要太简单 自己现在只手握两个帝国阵营的 最强阵营任务 对方现在说不定 已经获得十几个 甚至几十个王国阵营 甚至帝国阵营的最强阵营任务了 毕竟他们作为顶级种族出来的万族领主 他们背后的伟大种族 肯定会全力帮他 而其他王国阵营和帝国阵营 甚至说不定会为了巴结这些 顶级万族领主背后的种族文明 主动对他们进行拉拢 然后将自己阵营内最好的阵营任务 拱手相送 这看似是周周的猜测 但是在利益的驱动下 却极有可能成为现实 甚至 已经成为现实 周周想到这里 微微皱起眉头 此时 哪怕他拥有再多的领主天赋 一时之间也想不到该怎么办才好 这就是种族文明 和种族底蕴的碾压 不是他一个刚来到这高大陆 不到一个月的万族领主 可以对抗的 要不我也找人族的王国和帝国 帮我多接几个阵营 积分多的阵营任务 周周想到 以他现在在人族中的地位 人族高层有很大可能会帮他 随后他很快摇了摇头 放弃了这个想法 这个方法有用 但用处不大 毕竟 就算是人族的王国和帝国 也没办法跟那些 顶级种族文明的人脉资源相比 到最后 他在聚集全人族之力的情况下 确实有可能涨几亿 甚至十几亿的阵营积分 但对方到时候 可能已经有几百上千亿的阵营积分了 该怎么办 周周难难自语 至高领主之位 只有一个 如果不想淘汰 他就必须抓住任何一次 可以增强自己的机会 诚然 有战力品质王这个神话级 唯一领主天赋在 他未来也有可能在 聚集无数领主天赋的情况下 与这些顶级万族领主 有一战的实力 但是 能更强 自然更好 我还拥有什么 可以破局的东西呢 周周自语 一夜过去 终极领主伏地 进室内 周周盘坐在一张金色蒲团上 闭着眼睛 皱着眉头 似乎在思索什么事情 他肤色有些苍白 一副损耗了大量精神的样子 两久后 他身体微微一震 随后睁开了充满了血丝的眼睛 找到了 他声音嘶哑道 虽然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 但也有些轻松的意味 在光明圣龙的传奇龙族秘星传承里 记载过一件事 周周轻声自语 在一万两千六百多年前 一个名为前月的新红神国 率领四十六个新红帝国 和上万个新红王国 对峙高大陆东北区域的本土领主势力 发动了大规模入侵战争 当时的本土领主势力匆忙之下 慌忙被迫反击 战争一开始 双方的兵力总数 就达到了一万亿以上 这场战争甚至还惊动了至高意志 至高意志随即在当时 发布了一个名为破月的活动 就是为了激励万族领主 共同对抗新红神国前月的入侵 当时就有无数顶级种族文明 想要在这次破月活动中 拔得头筹 得到至高意志的最终奖励 结果那些顶级种族文明 万万没想到 这个最终奖励 最后却被一个名为幻命族的 中等种族文明给拿到手了 周周眼神悠悠 当时谁也不知道 这个幻命族是如何做到的 不过龙族中的传奇龙族 时空神龙 却在偶然之下 通过他的主神器时空之境 发现了幻命族拔得头筹的秘密 原来幻命族掌握一种名为 幻天掩命的逆天占卜血脉天赋 通过这种血脉天赋 他占卜出当时前月神国的 主要新红将领的所在位置 甚至还把当时统帅新红大军的 神国大元帅的位置找到了 然后对方就将所有新红将领 以及新红大元帅的位置 全都无条件放了出去 第二天 就有无数神灵出现在他们所在的地方 将前月神国九成以上的将领 以及最重要的大元帅 进阶刺杀 经此一役 前月神国元气大伤 不得不承认入侵失败 狼狈逃出至高大陆 破月活动也因此宣告结束 幻命一族虽然没有刺杀过任何一名新红将领 但却左右了这场入侵战争的胜负 因此对方便被至高意志承认 是破月活动的最终宁家 得到了至高意志的最终奖励 我可不可以复制幻命族的这个方法 周周难难自语 他沉思良久 觉得这个事情并非不可能 不过在此之前 他要先找到幻命一族 通过他们手中掌握的幻天掩命血脉天赋 才能拒此破局 周周沉思 幻命一族当年拿到了至高意志的最终奖励后 知道自己已经怀必有罪的他们 很聪明的 直接饮食消失了 凭借着幻天掩命这种顶级占卜血脉天赋 甚至就连那些顶级种族文明 都没能找得到他们的藏身之处 不过这其中 并不包括传奇龙族时空神龙 在这尊大神的主神器时空之境下 他轻而易举地看到了对方 藏在了一个名为千换小世界的独立小世界里 不过时空神龙当初就已经是主神级别的存在了 无尽诸天万般宝物 哪怕是至高意志奖励下去的宝物 也不会让他动心 也只有能够突破到至高层次的宝物 才能会引起他们的兴趣 所以对于这件事 时空神龙当时只当作看了一场戏剧 看完之后就转头望在脑后了 也只是偶尔碰到光明圣龙等其他传奇龙族时 才会在无聊的时候想起来 说起这件事给大家解解闷 因此 这件事也被光明圣龙等传奇龙族 记在了自己的传奇龙族秘星传承里 不过 他们也大多都是主神级别的存在 自然也对这种宝物没什么兴趣 如今却被周周利用到了 千换小世界 如果以精灵帝国为初始坐标的话 大概在精灵帝国东南方向 六百多亿公里之外的位置 周周一边回忆传奇龙族秘星传承 以便对照现在的至高大陆地图 寻找千换小世界所在的位置 毕竟是一万两千多年前发生的事情了 沧海桑田之下 至高大陆的很多地方都地形大变 甚至发生了板块迁移 很多王国甚至帝国 都已经消失在了时间长河之中 周周如果按照时空神龙 告诉给光明圣龙的地方去寻找 有很大的概率 找不到千换小世界 不过好在 虽然至高大陆已经经历了上万年的岁月 但精灵帝国这座古老帝国上还存在 以它为祭典 还是能找到千换小世界的大概位置的 找到方向后 周周轻吐了一口气 此时的他 虽然还不确定自己的这个方法能不能成 但至少已经有了努力的方向了 不像之前那样 想反抗都没办法反抗 这就是种族文明的传承抵运啊 周周心中暗叹 要不是光明圣龙的传奇龙族秘星 传承里记载着这件事 恐怕他有再多领主天赋 都解决不了眼前的困境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 这种平日里不起眼的传承 反而比他得到的那些血脉天赋 更有价值 甚至足以让他在某些时候 能够与原初灵族 混沌神族 牧神族等顶级种族文明势力对抗 他起身 走出近视 这才发现 已经到了第二天清晨了 周周摇摇头 没有多想 先去了领主商城 刚一来到领主商城 就看到周成明 一脸忧怨地看着自己 周周一愣 随后反应过来 自己昨天好像答应对方说 晚上要陪对方一起打游戏的 结果自己因为思考 如何破局的问题 一直想到天亮 忘记这件事了 不好意思 我昨天有事耽搁 忘记来了 周成明看着周周有些苍白的脸色 无奈一叹气 随后认真道 陛下这两天 还是好好休息吧 您看您这样子 很容易被其他人误会的 商品这边 我会替陛下 尽量寻觅好商品的 陛下 还是要以身体为重 周周一正 随后笑了笑 他昨晚为了寻找破局方法 让自己沉浸在自己体内的 各大血脉传承之中 确实是消耗了不少精气神 不过凭借他的体质 自然不是什么大问题 只见他给自己放了一个混沌之玉树 他的神色就瞬间恢复到正常状态 甚至比平常状态 还要好上很多 周成明见词也不再多说 从柜台下 拿出三个银色盒子 周周一一看过去 第一个银色盒子里 放着一本钻石终极技能书 名字叫武器修理 第二个盒子里 放着一个天赋晶石 天赋叫做恶魔嗅觉 第三个盒子里 放着一个天赋晶石 天赋叫做空间之子 周周看向这些商品的具体属性信息 技能名称 武器修理 技能品质 钻石终极 技能描述 您掌握着大量的武器修理知识 可以修理绝大多数钻石终极 和钻石终极以下层次的武器 如果您手中缺乏相应修理材料 您可以向武器输入体内的能量 让武器在短时间内 拥有未损坏时期的全部武器效果 具体修复效果 是武器层次和输入能量总量和质量而定 天赋 恶魔嗅觉 天赋效果 您的嗅觉非常敏锐 可以轻易察觉到空气中蕴含的各种味道 当恶魔出现在您的周围时 您可以通过您敏锐的嗅觉 第一时间发现恶魔所在的位置 天赋 空间之子 天赋效果 您在空间法则方面的天赋 如同空间法则的宠儿一样 您可以轻易领悟空间系的技能 甚至有小概率领悟空间法则系列的法则剂 钻石终极武器修理 至于空间之子这个天赋 我好像还真没有印象 周周挠了挠头 他的领地领名在兼并四国之后 不算士兵都已经都有三千多万了 这么多领名 他自然也没办法了解 每一个领名的天赋和能力 他也没在意 随后向周承明问了这三件商品的价格 钻石终极武器修理 价值50颗钻石极物之星 天赋恶魔嗅觉 价值20颗传说极物之星 天赋空间之子 价值500颗传说极物之星 周承明道 怎么没有领地令了 周周一震 我问 陛下有吗 周承明面无表情地说道 周周笑了笑 随后也没多说 直接交给对方520颗传说极物之星 和50颗钻石极物之星 随后他直接把这三件商品给学习了 紧接着 他马不停蹄地来到召唤之门 将今天的四千名领名召唤出来 随后他带兵清理了一遍怪物牧场 又得到了4331650本兵种招募书 周周将这些招募书扔入召唤之门中 让麾下兵力增加到了244936人 周周看着这些士兵脸上浮现出了笑容 现在他光是自己的兵力就有2000万人了 再加上新陈联盟的900多万兵力 就是将近3000万的总兵力 这等兵力 应该足以媲美一些老牌中级王国的领主势力了吧 周周心中想到 正高兴间 他就看到郑元祺一脸凝重地走了过来 陛下 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郑元祺严肃道 怎么了 周周一震 今天我们交洋王都之外 没有心领名来投靠 一个都没有 郑元祺认真道 这种情况极为不正常 按理来说 就算优化样貌这件事的影响力降低了 来投靠我们郑阳王国的流民 也应该是逐渐变少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突然间一个流民都不来了 更何况 正常来说 我们郑阳王国优化样貌的影响 应该还在上升期 来投靠的流民应该更多才对 所以属下怀疑 这件事背后有隐情 周周眉头皱起 会不会那些流民 前往郑阳王国内的其他城市了 他想了想 说道 郑阳王国在兼并元塔汉王国 元极光王国 元巨吼王国 和元明费王国之后 他们境内的很多城市 郑阳王国高层都没有放弃 而是选择了接手重修 作为郑阳王国全体领民现在的新住所 以缓解郑阳王都的人口压力 如果那些新流民 没有选择来郑阳王都 而是在来的路上 加入了其他郑阳王国的城市 也不是不可能 反正加入其他郑阳王都的其他城市 也可以享受到 美颜等领主天赋的加持 不会的 陛下 陈为了最大程度 利用前来投靠的流民中的人才 已经吩咐郑阳王国的其他区域领地城市 如果他们接受了前来投靠的流民 一定要第一时间来电话通知王都 将其中最优秀的人才汇集到王都 来让我们集中资源来培养训练 将人才的潜力 尽可能的全部开发利用出来 如今陈并没有接到其他区域领地城主的电话 说明 他们一定没有接受到流民 郑阳其道 没错 现在郑阳王国已经有电话了 这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毕竟 无论是黑色幽灵号还是星夜号 他们上面都有通讯系统 周周只是让温雅将通讯系统 通过飞船自带的研究所功能 研究改造成个人民用型号 电话这玩意儿就轻易被制造出来了 现如今 电话这种低级科技 在郑阳王国官方人员手中 已经人手一个了 等多建几个手机制造工厂 让产量上去后 郑阳王国领民 完全可以做到人手一个手机的程度 这是军工领主那种 全力发展蓝星科技的领主发展模式 都没有做到的程度 负责沿途保护流民的士兵们 有没有发现前来的流民 周周又问道 没有 一个都没有 不过陈已经请无图军团长派遣士兵 前往周围地区 查看发生什么事了 周周点了点头 现在也只能等消息了 随后他将白云叫了过来 陛下 白云公敬道 今天由你带兵 去骑士帝国 继续进行那边的阵营任务 我另外有事要做 周周道 随后他右手席帽 一团血气逐渐出现 并很快形成了一个血浮分身 然后他将这个分身递给白云 这个血浮分身交给你 我会通过这个血浮分身 观察你们那边的情况 你们每进攻一处传送阵后 可以顺便占领一处 最低级的新红领主领地 如果出现什么意外 立刻通知我 我会立刻赶过去 周周道 他有回程领主天赋 可以通过自己的领地进行传送 很方便用来支援 如今的他 作为骄阳王国的最强战力 到了必要时候 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 也可以亲自出手作战了 是 陛下 白云公进到 就在这时 远处的天空中 飞来一名背负孔损羽翼的士兵 他背后背着一个小女孩 向周周所在的方向急速飞来 然后落在地上 向周周公进到 陛下 首相大人 我们已经查清楚 那些前来我们骄阳王国的流民去向了 我们在飞出骄阳王国之后 循着大陆一路向远方侦查 随后 我们找到了这个小女孩 她叫英明 我们找到她的时候 发现她正躲在一个空的树桩里 当时的她身上衣衫破烂且全是血子 像是经历了一场混乱一样 我们先是治疗安抚了她 然后从对方口中得知 她与一群亲戚朋友 本来是想过来投靠我们骄阳王国的 结果再来的路上 他们被一群浑身覆盖着 冰蓝色冰块的生物给劫持了 英明的亲戚朋友全都被抓走了 而她的母亲是一个职业者 为了让她逃走 拼命掩护她 后来 她就被我们发现了 英明身上本来还有一些伤势 不过我们已经做了初步的治疗 已经基本没有大碍了 剩下的伤势休养半个月 也应该就会好了 士兵道 周周目光落在这个小女孩身上 此时 这个名叫英明的小女孩 已经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整个人看上去也干干净净的 不过她脸色苍白 身体时不时地微微颤抖 神色一直处于一种恐慌的状态 显然 那群怪物给她造成的恐惧 还一直在影响着她 周周蹲下身 伸出手摸了摸她的头发 混沌治愈术 发动 一股淡淡的混沌员 能从她手中缓缓释放而出 流淌英明的全身 将她身上的外伤内伤 全部治愈 本来英明脸色是很苍白的 结果在混沌治愈术的治疗下 她的脸色飞快恢复了红润 眼神也逐渐变得明亮起来 而且也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混沌治愈术的层次 太高了的原因 小女孩眼中的恐惧之色 在治愈之后都少了大半 谢谢哥哥 英明感激道 没事 哥哥 您是娇阳王国的国王陛下吗 英明虽然小 但是很聪明 从刚刚众人的对话中 她已经猜到 眼前这个好看的大哥哥 就是他们来时 母亲心心念念的 娇阳王国国王了 对 周周温和地点了点头 国王哥哥 救救我母亲吧 母亲让我逃走时 一直在大喊 让我来娇阳王国找陛下 说陛下 是一个仁慈且强大的人族国王 哥哥一定能救英明的家人的 对吗 英明眼中充斥着金银的泪花 周周看着哭泣的英明 神色严肃起来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把你的亲戚朋友都救回来的 周周认真道 虽然那些领民 还没有加入他的娇阳王国 但此刻在他的心中 他们已经是自己国家的领民了 作为娇阳王国的国王 自己的领民在外面被敌人劫持走 这对他来说 就是毋庸置疑的挑衅 他一定会让那些敌人 付出十倍百倍的代价 谢谢国王哥哥 英明立刻抱住周周的手 放声大哭起来 周周见此没有说话 只是轻轻拍了拍英明的后背 其他人也没有说话 只是神色有些沉重 这孩子 一路上都没有哭 直到看到陛下答应救自己的家人时 才敢哭出来 可见他承受了多大的压力 周周看着英明哭泣的样子 抿了抿嘴唇 如果在蓝星或者地球的话 这小孩应该还在上小学 和其他同年龄段的孩子 快乐玩耍呢吧 兵鬼王国 周周轻声自语 声音逐渐变得有些冰冷 听了士兵的描述 他立刻就想到了 兵鬼王国的那些兵鬼一族 也只有他们 才会有英明描述的那些身体特征了 周周神色冰冷 本来他是打算先前往千换小世界 找到幻命一族的 但眼下发生了这种事 周周立刻改变主意 决定先去救被劫持的流民 毕竟 一来 他们都是自己未来的领民 自己作为他们未来的国主 不能弃他们于不顾 二来 万王之王才进行到第二天 时间还来得及 自己也不着急 立刻去找幻命一族 三来就是 作为一个大人 乃能辜负给小孩子的承诺 说救 那他就会立刻去救 他让郑元祺 主持郊阳王国的大小事宜 随后叫上赤玄天 许安和无图 一起登上一艘新夜号 向冰鬼王国的方向飞去 冰鬼王国边境 一名身穿冰蓝色盔甲的冰鬼族 正和一名身穿暗红色华服的人族聊天 冰鬼王陛下果然英明神武 居然直接掠来了千万人族 这么多人族 如果全部变成奴隶的话 冰鬼王国的国力 至少能增加一成吧 等以后每天都来掠夺一次 冰鬼王国晋升为高等王国 甚至帝国也指日可待啊 郑区谄媚地说道 冰鬼将军艾萨一脸巨傲且得意 所谓千万人族 不过是一群蝼蚁而已 而且还是一群有着妄想症的蝼蚁 居然想偷偷越过我冰鬼王国 去投靠那焦阳王国 不知道焦阳王国 是我们冰鬼王国的死敌吗 这是赤裸裸的找死 既然他们不知死活 那我们就把他们都抓回来 当我们冰鬼王国的奴隶 正好我冰鬼王国 有很多身兵金石矿 需要大量奴隶前往开采 这千万人族 应该可以给我们冰鬼王国 开采出亿万吨身兵金石出来 他傲然道 艾萨大人说得对 就是不知 大人之前许诺给我的好处 何时兑现 郑区说道 眼神有些火热和期待 他本来是一个蓝星人族领主 初始领的就在冰鬼王国附近 本来他的附近 还有一处人族王国的 不过后来 这座人族王国 很快就被冰鬼王国覆灭了 郑区知道这件事情后 十分恐惧 那人族王国 就已经是他 渴望不可及的高度了 没想到这冰鬼王国 居然更强 他十分恐惧 恐惧某一天 他也会被冰鬼王国 顺手覆灭掉 毕竟连那人族王国 都没办法 从冰鬼王国的手中活下来 他一个小小的人族 万族领主算什么于是 他翻来覆去的 去想自救的方法 想来想去 他决定加入对方 但是加入对方 需要投名状 于是郑区再次苦恼起来 不过他这次并没有苦恼太久 因为前天时 他忽然发现 有大量流民 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 并且还向同一个方向前进 郑区通过派人询问 很快知道他们这些人 居然都想要去投靠 郊阳王国 成为郊阳王国的领名 而且 他们之中的大多数 居然都是女性领名 其中还不乏女性富婆 和女性职业者 或者两者都有之 他们前往郊阳王国的理由 大同小异 主要就是三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 是想要通过加入郊阳王国的方法 让自己变美变帅 第二个理由是 他们听闻郊阳王国 是一个国泰民安的宜居之地 所以他们千里迢迢而来 为的就是 住在这种不受战乱侵袭的 世外桃源之地 第三个理由 是前面两个理由和综合版 郑区知道这个消息后 心里既无比嫉妒 又无比恐惧 他的王国 就在冰鬼王国的疆域旁边 距离郊阳王国说近不近 但说远也不远 如果郊阳王国再强大下去 他的扩张范围 迟早会囊括到他的领地 如果是没有野心的领主 知道这件事后 可能就会认清差距 直接直接向郊阳领主投降了 毕竟世界频道的蓝星领主 都知道一件事 现在郊阳国王 麾下星辰联盟的领主们 个个都比没加入 星辰联盟之前的自己 强大数十倍 甚至数百倍之多 成为郊阳领主的手下 虽然会失去领主身份 和继续争霸的可能 但绝对会活得很滋润 也绝对不会失去变强的机会 毕竟郊阳王 绝不会亏待自己的下属 只要你不对郊阳王 有反叛之心 郊阳王绝对会把你 当自己人来权力培养 但是郑区偏偏就不甘心 领主让他尝到了权力的味道 想让他放弃 万族领主的权力地位 再去当别人的下属 是万万不可能的 于是他想到了冰鬼王国 于是他便把人族流明会 途经冰鬼王国边境 前往郊阳王国的事情 告诉给了冰鬼王国的高层 以此作为他投靠的投名状 后来的事情就都知道了 冰鬼王国今天派兵埋伏 王国见此自然大喜 而郑区看到这一幕后 心里也产生过一丝丝的 犹豫和不忍 毕竟他知道 这千万人族流明 接下来的下场 但很快 他就将这点心思给斩断了 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为了我光明的未来 请你们去死吧 你想要一万套军备装备对吧 回去安心等着吧 冰鬼将军 爱撒淡淡道 郑区一愣 随后又小心翼翼地问道 能给个确切的时间吗 你也知道 我们万族领主 现在正在经历至高 一直发布的万王之王活动 我的领地实力并不强 我现在十分需要 这一万套常规军备装备 我收回去等着 尼尔多龙骂 冰鬼将军 爱撒冷冷地看着他 语气中充满了 不容置疑的味道 郑区一愣 随后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那 那我回去等着 他勉强笑着点了点头 随后转身 向自己领地的方向走去 越走 他的脸色越红 一根根青筋 从他脸上浮现出来 他已经愤怒到了极致 然后他深深吸了口气 强行平复了自己心中的愤怒 不能生气 不能生气 我要先拿到那一万套 常规军备装备 等我实力突飞猛进 我一定要抱今日之屈辱 他咬牙切齿道 就为了一万套 常规军备装备 你就把我们人族的 千万人族流民给卖了 就在这时 一个冰冷 且充满杀意的声音响起 郑区一惊 随后抬头看去 就看到一名身穿地龙黄袍 面容无比俊美的男子 正站在不远处 冷冰冰地看着他 在他的身旁 还有一名剑仙 一名刺客 和一名制图师 各个身上都散发着 恐怖的高阶强者气息 骄阳王 郑区经恐道 周周的照片 早就已经在世界频道上 流传开了 那天人之姿 让无数人一眼难忘 郑区自然也不例外 不过此时他看到周周 心中却充满了恐惧 他想也没想 转身就向远处逃跑 就在这时 周周旁边的赤玄天 神色冰冷地 看着逃跑的郑区 随后伸出右手 郑区身体一僵 发现自己竟然动也动不了 随后直接飞回到周周面前 无法控制地跪了下来 周周等人都冰冷地看着他 他们都愤怒了 尤其是周周 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愤怒过 为了一己之力 出卖千万人族同胞的生命 这放在蓝星上 完全可以算是一个 足以定在历史耻辱中的 最大民族内奸了 就算放在至高大陆上 这种又坏又蠢的民族内奸 也不多见 陛下 让我了结了他吧 赤玄天冷冰冰地说道 他不喜欢杀弱者 因为他更喜欢向强者挑战 但眼前这人例外 别 别杀我 我知道 那些人族被囚禁在那里了 郑区今恐道 哦 他们在哪里 周周神色平静地看着他 你先答应我 饶了我的性命 我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你 不然等迟了的话 那些人族 就要被冰鬼王国给转移走了 郑区眼神闪烁道 周周没有说话 他随手从空间戒指里 拿出一柄最低级的黑铁下级长剑 随后架在了郑区的脖子上 在郑区不敢置信的目光中 他一剑削了对方的手机 随后随手一发混沌原能 将其毁尸灭迹 甚至连灵魂都没留下 走吧 周周一边随手扔掉这柄剑 一边淡淡道 赤玄天等人点了点头 随后离开这里 冰鬼王国 血湖港 周周四人 悬浮隐身在空中 居高临下 看着这座冰鬼王国的港口 只见一片血红色的湖泊 静静地躺在大地上 龙域的血腥味直冲云霄 让周周等人眼神更加冰冷起来 这座血湖港 至少死了百万以上的生灵 许安道 下去吧 千万人族流民 就在这湖泊之上 不过要小心一点 这血湖里面 有一个史诗级别的怪物守护 别淫沟里翻船了 周周道 他有高级心灵感应 能轻易感知 实力低于 他的生灵的内心想法 因此 在正取向他求饶的时候 他已经在心中 说出周周想要的答案了 所以他当时 才毫不犹豫地斩了对方 我来吧 许安道 他向前一步 随后便消失在了空气中 下一秒 伴随着一声尖锐的尖笑声响起 一个七八百米长的 五手血色长冲 从血湖中飞扑而出 随后倒在血湖港旁边的陆地上 疯狂扭动身体 大量暗紫色的鲜血 从他的脖梗中喷涌而出 本来在血湖港的陆地附近 还有一群群正在搬运货物的 冰鬼族人 结果这血色长冲 临死前的挣扎 直接碾死了数百冰鬼族人 喷洒出来的暗紫色鲜血 更是融化了 近迁的冰鬼族族人 血神死了 嫡媳 嫡媳 快去叫鬼王军团 所有冰鬼族 或是惊呼 或是恐惧 或是愤怒地大喊了起来 让场面听起来有些嘈杂 与此同时 血湖之上 一条一动不动的黑色船之中 空气中泛起一阵阵涟漪 随后许安从里面走了出来 陛下 已经找到入口了 千万人族流民都在里面 不过 有很多流民身上有伤势 还有一小部分流民 已经死亡了 许安传音道 然后他看向周围 正有十几名冰鬼族强者 正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他们之中 最低都是史诗级强者 甚至 就连传说级冰鬼族强者 都有三名 其中正有冰鬼将军 艾萨 许安眼神冰冷 看起来丝毫不畏惧 找死 居然敢闯到我们这里来 抓活口 小心点 不要让他破坏了空灵州 冰鬼将军 艾萨等十几名冰鬼族强者 这才回过神来 一脸愤怒地杀向许安 看到这一幕 许安只是神色平静地进入隐身 然后开始无差别的杀戮 一声声惨叫声响起 很快 许安神色从容地 从空灵州中走了出来 甚至身上的衣服 都没有沾染上半点血迹 只有他手中的血影渐红地发亮 然后许安就看到了 在空灵州的外面 赫然已经出现了十万冰鬼族士兵 这是冰鬼王国 特意驻扎在这里的鬼王军团 专门负责保护血虎港 这座官方奴隶交易场所 这么多冰鬼族 也好 正好我的血影剑也没有翅膀 许安轻声道 话音刚落 就看到他的身体 开始快速成长起来 短短数秒之后 竟长到一万五千米高材 停了下来 随后 一根千米长的猙獰赤红色独角 从他的头顶长出 许安白皙的面庞 也变得如岩浆一样赤红 随后他又长出两副面孔 两双手臂 并且在其他没有武器的手臂上 还形成了另外五把 七千多米长的血影剑 被这五只手握住 英雄记也罗刹真身 见证死亡吧 许安仰天怒吼 声音震天动地 随后 他开始飞快挥舞着六柄血影剑 每次一挥击 都能带走数百头鬼王军士兵 而鬼王军这边最强者 只有一名传说下级的兵鬼王族 他虽然实力境界强于许安 但在没有英雄位格增幅的情况下 战力还是远不如许安 因此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许安在战场上 肆意杀戮他的军团士兵们 而他 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甚至连自己都无法保命 两久后 战场变得死寂起来 叶罗沙真身状态下的许安 用六只血红色的罗刹血眸 看着眼前的战场 确定没有任何活口后 他眼中的暴力之气 才渐渐退去 身体也恢复成了正常样子 他单手托起空灵舟 飞到舟舟面前 恭敬道 臣 不负陛下所托 坐得好 舟舟点了点头 随后 接过这艘空灵舟 一时进入其中 看向空灵舟内部空间的场景 只见空灵舟的内部 有一处一百多万平方千米的大路 在这座大路上 只见足足一千余万人族流民 聚集在这里 他们的状态都不怎么好 有的人身上有伤 有的人已经因为失血过多昏迷过去 有的因为伤口感染而发烧 也有的人的身体已经残缺不全 但还坚强地活着 也有的人已经成为了一具 没有生机的尸体 舟舟深吸一口气 随后看向冰鬼王国王都的方向 眼中闪过一抹浓烈至极的杀意 不过 他并没有立刻鲁莽地过去 眼下救人最要紧 他心念一动 直接通过回城返回郊阳王都 然后一边将空灵舟中的千万人族 小心翼翼地放出来 一边立刻召集领地内的所有医师 来治疗这些人族 至于那些死掉的流民 已经没办法用小复活术复活了 因为他们的死亡时间 已经超过一个小时 这种情况下想要复活 只有通过大复活术才能做到 但周周哪有那么多圣灵级信仰神经 我没办法复活你们 那我先为你们收点利息吧 周周难难道 他心念一动 联系了白云那边的血腹分身 一座超凡上级空间传送阵前 郊阳王国的士兵们正在打扫战场 而在星辰联盟领主聚集的地方 一群人正围着一名女性领主 问东问西 那女性领主也相当兴奋 太不可思议了 你们也看到了吧 那可是足足20万迷雾怪物啊 结果我一个策反下去 居然直接就有4万迷雾怪物 投靠在了我的麾下 我全部兵力加起来 也才4万3千多人而已 今天这个策反 直接让我的兵力翻倍了 女领主兴奋不已地说道 其他星辰联盟领主也听得眼热 他们都共享到了钻石级策反 那20%的策反比让所有人都跃跃欲试 不过他们也刚来做阵营任务 还没碰到多少迷雾怪物 所以目前只有这一个领主 幸运地使用了钻石级策反 不得不说 自己想的和亲眼看到的 就是不一样 众领主此时明显比刚得知钻石级策反的时候 更加期待接下来自己用策反的效果 就在这时 白军团长过来了 发生什么事了吗 是不是又要出发了 今天好快 快好啊 我早就想早点使用策反了 众人看到白云向他们走过来 兴奋议论道 见过白军团长 众人等到白云来到面前后 客气说道 白云点了点头 各位 陛下刚刚发来吉令 说要我们立刻返回郊阳王都 有一场新的战争正在等待着我们 他随后将千万人族被俘虏 后来又被周周救回来的事情告诉给了众人 众人听完后 顿时就愤怒了 根本都不需要白云鼓舞士气 众人就杀气十足地表示 想要立刻赶回郊阳王都 为那千万人族复仇 领主中的农城林剑祠 心中点了点头 陛下当初要我对这些人进行筛选 唯有合格的领主 才能加入领主联盟 现在看来 不是没有理由的 片刻后 郊阳王都 周周看到白云他们回来后 也没废话 直接带着他们前往冰鬼王国 冰鬼王国边境 黄金级区域领地黑股城 一艘隐秘在空间夹层中的新叶号中 周周等人正通过一面 悬浮在他们面前的虚拟屏幕 看着外界的情况 陛下 我们何时进攻至冰鬼王国 青鸾领主忍不住率先问道 周周没有说话 他在思考一件事情 他想了想 让众人在飞船中等他 随后飞出新叶号 看着面前的50艘新叶号飞船 这50艘新叶号飞船中 除了他和新陈联盟的 全部进3000万兵里外 剩下的 都是运载着一些其他方面的职业者 以及一些粮草等战争物资 周周目光扫尸一圈 最后落在其中一艘 装在着粮食的新叶号飞船上 他心念一动 一艘黑色船只 凭空出现在他身侧 正是许安刚刚从 冰鬼王国血湖港 得到的战利品 空灵州 这艘空灵州 已经被他领地内的职业者们 严格检查过了 在排除了一些特殊装置后 现在已经可以安全正常使用了 随后他 直接操控空灵州 将这一艘新叶号飞船 装进空灵州内部的空间中 然后他又将其他飞船 包括运在士兵的飞船 也一一装进这空灵州中 能连人都装 那我可不可以带着空灵州 直接突袭他们 冰鬼王国的王都 周周有些期待地想到 然后他便准备试一试 只见他直接开启法则剂 暗影杀戮 整个人隐藏起来 然后又启用了中卫神上级神器 暗影披风 增强了自己的隐身能力 在此状态下 哪怕是中卫神 甚至上卫神来了 都有很大的可能 看不破他的隐身 但是周周却微微皱了皱眉 因为他发现 同时开启法则剂 和使用暗影披风 这件中卫神器 太消耗他体内的混沌原能了 照这样下去 估计他还没飞到冰鬼 王国王都 他体内的混沌原能 就消耗得差不多了 我可以将混沌原能 压缩成和中卫神神力 一样的质量 但在体量方面 跟中卫神相比 还是要差很多 周周想到 随后他关闭了 暗影杀戮的法则剂 单纯使用暗影披风 这件中卫神神器 果然 周周顿时感觉 自己的消耗少了很多 这种状态下 自己大概可以持续 坚持半个小时的时间 这么多时间 够他做很多事情了 他没迟疑 新夜号的空间隐秘能力 进入空间加层中 前往冰鬼王国王都 因为 只要稍微有些实力的王国 都会在这方面做防范 他如果那么做 反而很容易暴露 新夜号的位置 从而暴露自己的位置 这样还不如 直接通过暗影披风 这件中卫神神器 进行引身 尽量降低暴露的 可能性片刻后 他已经飞过了 16座冰鬼王国 区域领地的上空 不断向冰鬼王国王 都方向前进 但就在这时 他忽然感知到远方 出现一股极强的威势 并向他所在的位置 急速赶来 没过一会儿 就看到一名 身穿冰蓝色盔甲的 冰鬼将军 出现在周周不远处 他冷视着周周所在的方位 右手一翻 一个灰色罗盘 出现在他手心上 只见着黑色罗盘 上面的指针 缓缓旋转 随后直直地指响 周周所在的方位 冰鬼将军看过去 当发现什么都没有后 脸色微微一变 随后又冷笑起来 隐匿手段倒是不错 不过如果就想 凭借着这种手段 偷袭我冰鬼王国 也太瞧不起 我们冰鬼王国 四千年来积累的底蕴了 他猛然张开大嘴 恐怖的冰系能量 在他口中凝聚 飞快形成一个 散发着恐怖能量气息的 能量球 随后他骤然一吐 这能量球 就像周周所在的方位 暴射而去 正处于隐身状态中的周周 微微皱起眉头 目光若有所思地 落在对方手中的罗盘上 眼看那能量球 向自己飞了过来 使用有史诗级英雄 命运未格的传说 下级层次英雄 这个看上去年纪轻轻的人族 居然妄想接他的权力一计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然而下一秒 他的眼睛立刻瞪大 因为那年轻人 居然真的 仅仅凭借一只手 就接住了他的能量球 并且还是一副 毫不费力的样子 下一秒 他就看到这年轻人 把这能量球 在手中把玩了一会儿 随后 直接反手扔了过去 别看这年轻人 扔得轻飘飘的 但其速度之快 犹如一道流星般 向他暴食而来 顿时吓得他汗毛乍起 他转身就想逃跑 但还没他飞多远 这颗能量球 就撞到了他的身上 轰隆隆 天空中爆发出 强烈的冰蓝色爆炸光芒 等光芒散去后 只见这名冰鬼将军 已经身受重伤 他身体颤抖地抬起头 看着周周 看着对方平静的神色 不由惨笑一声 他也不逃跑 就这样悬浮在空中 像是等待最终审判的死球 我问你 你是如何发现我的 周周的声音传来 冰鬼将军不说话 他这个伤势 已经跑不掉了 所以 他也不准备反抗了 反正都是死 周周眉头一挑 随后凝聚出一根混沌飞毛 射到他的眉心前 不说 你今天就会死在这里 说的话 我不但会饶你一命 让你成为我的领名 还会给你难以想象的好处 他很直白地说道 成为你的领名 哼 你以为你是谁 交阳王吗 冰鬼将军冷笑道 我就是交阳王 周周眉头一挑 说道 冰鬼将军一愣 他眼神殷勤不定好一会儿 随后吐了口气 道 你说的都算数吗 我是一国之王 自然一言九鼎 说道做道 周周淡淡道 一言九鼎 虽然是故乡的话 但在至高大陆通用语的翻译下 对方也听懂了 他沉默一会儿 才道 冰鬼王国国境之内 覆盖着一个大罗洞观阵 这种大罗洞观阵 可以以某种 我们寻常生灵 无法察觉到的方式 观察到一切 有意识存在的命运气息 说到这时 他拿出来刚刚用过的罗盘 随后向其中输入能量 接着就看到这罗盘的上空 竟然浮现出密密麻麻的红线 这是大罗洞观阵的洞观罗盘 而这些红线 就是你身上携带的命运气息 你除了自己之外 身上应该至少携带了千万士兵吧 你虽然隐藏自身的手段不错 但却没办法遮掩住 自身的命运气息 更没办法掩盖 你身上 那千万士兵身上的命运气息 所以你才被我发现了 兵鬼将军道 周周文言无语 怪不得他身披暗影披风 这种中卫神神气都被发现了 合着对方直接通过命运 这种悬而又悬的层面 观察到他的 不对 他身负虚无假面 别人是没办法通过任何方式 观察到他的命运的 不过他带的近三千万士兵 可没有虚无假面 所以他自然就暴露了 周周摇了摇头 他也没想到 兵鬼王国居然会有这样的观察手段 忽然 他想到了什么 右手一划 打开一道世界列系 随后直接将空灵洲 放进世界列系里的小世界中 他心脏处的小世界 虽然刚刚开辟不久 但已经可以容纳大量生灵和物质了 虽然只是短时间容纳 但也可以做很多事了 等把空灵洲 放进自己的小世界中后 周周又看向兵鬼 将军手中的动关罗盘 结果发现 那罗盘上还在显示着 密密麻麻 代表着命运气息的红线 周周见此皱了皱眉 连放进自己的小世界这种方法 都没办法遮掩命运气息吗 那看来 自己是没办法通过空降王都这种方式 直接覆灭兵鬼王国了 随后他眉头舒展了起来 不空降就不空降 以他现在的兵力 正面击杀兵鬼王国 也并不是很难 就在这时 周周似有所感的抬头望去 在他强大的溜杆中 他能察觉到 有海量士兵 正在向他所在的方向飞奔来 那兵鬼将军 也很快发现了这一点 一脸急切地看向他们 兵鬼王已经发现你们了 现在跑还来得紧 不急不急 周周笑道 你叫什么 我叫艾洛格 兵鬼将军 艾洛格皱眉道 兵火双刀 艾洛格 艾洛格 我问你 你愿意加入交洋王国吗 你要带我走 艾洛格一正 还以为周周要带他一起走 他心里有些感激 随后认真道 我当然愿意 陛下 周周点了点头 直接同意了他的申请 加入交洋王国 在国泰民安的影响下 这艾洛格才算是真正可以信任 陛下 我们快走吧 艾洛格诚心实意地 为周周提见一道 走 走什么走 今日我过来 就是为我日后领民的安全 清除兵鬼王国这个后患的 不然我未来的领民 恐怕都别想顺顺利利 来到我们交洋王国了 周周淡淡道 随后他将空灵洲 从小世界中拿出来 并将里面的近三千万将士 全都放了出来 偌大的天空 瞬间就被将士们 密密麻麻的身影给遮住了 冰火双刀 艾洛格 看到这一幕 瞬间呆滞住了 尤其当他发现 里面还有两尊散发着恐怖气息的神灵的时候 他更是身体 周周通过军团面板 向全军下令 是 千万士兵齐声怒吼 声音震天动地 就连远方 那正在赶来的兵鬼王国的海量士兵 都不由顿了顿 随后才恢复正常速度赶过来 很快 兵鬼族士兵就赶了过来 他们的数量大概有一千万左右 平均实力并不如周周这边的强 不过 他们中的顶级强者有很多 尤其是史诗的强者 至少有一百多名 就算是传说级别的强者 也有六七名 就在这时 为首的一名身穿冰蓝色滑贵长袍 头戴冰玉王冠的兵鬼族 上前一步 谨慎道 请问各位是哪个人族势力 不知道我兵鬼王国什么时候招惹到各位了 能让各位带这么多士兵前来 他道 刚刚掠夺了我的千万流明 现在却面不改色地装作一副不认识我们的样子 不愧是兵鬼王国的兵鬼王基罗陛下 脸皮就是比一般的兵鬼族厚啊 周周看着他 嘲讽问道 他在无图献上来的地图中 看过这个兵鬼王的基础信息 因此一眼就看出对方了 基罗文声看去 正要回复 结果看到周周的样子后 脸色顿时微微一变 难以置信道 娇阳王 正是我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周周淡淡道 哪知兵鬼王 基罗根本不回复 直接下令 挥下兵鬼王大军 冲向周周的大军周周 自然也丝毫不拒 下令大军进行冲杀 一个不留 与此同时 他也抬起右手 掌心对准着一千万兵鬼王国的士兵 超凡及领主天赋 测凡 发动